本是个无法修仙的废宅 下葬当日却有数千英兵替你开路 漫天诸神为你名颂 龙主缘分的弹绕 虚空为你哀悲 阎王亲自迎接你前往六道轮回 只因你觉醒了死后成真系统 你生前说的每句话都可以变成真实 刚醒过来的 你不过是一个没有丝毫法力的反人 被前任太玄圣地宗主 从仙墓最深处带走 前任宗主以为你是收敛气息的大脑 把你带出仙墓 并恳求你去往太玄圣地 暂且没有去处的你直接答应下 没有想到居然直接成为了太玄圣地的长老 因为上一任宗主对于你的崇拜 还有你为了不出乱子 很少说话的心 导致了越来越多的人 对你产生了误解 你在别人的心头 渐渐成为了一个神秘莫测的高人 后来凭借着宗门的资源 虽然天资普通 但也是渐渐的修为经济 稳扎稳打 活了足足千年的岁月 越发老疑 你便越发的神秘莫测 但你比谁都清楚 自己没有得到任何的金手指 是元老级别的存在 而太玄圣地 则是整个东方的几大圣地之一 曾经诞生过大圣级别的强主 不过你的修为平平无奇 在一众长老之中 反而不那么齐 苦修多年 你也只有真神进出气的修为 所以你此刻也是颇为感慨 作为一个穿越者 但是活的 还不如自己的几个弟子 这样说出去都丢穿越者 而一想到自己的那几个弟子 你的嘴角便是流入一抹笑 很是欣慰的喃喃念头 虽然我这一生平平无奇 但我那几个弟子 可都是货真价实的气韵之子 前途无量 光环存在 把那么多气韵之子 忽悠受为弟子 别过往我这一生了 大弟子处凡败入太玄圣地的时候 因为无法开辟领海 被宗门的人无情拒绝 但是圣体在绝灵时代 却是祖宗 你却力排众议 毫不犹豫地收下了他 心腹一切修炼资源为他 打破无法破镜的祖宗 二弟子赵浩 原本是赵家的天骄 年纪轻轻 就展现出了恐怖绝伦的修炼天资 只可惜不知道 为何忽然间修为跌落 一夜之间沦为废材 就连他那从小订婚的未婚妻 也在这个时候登门退婚 外出游历的你碰巧 遇到了这无比熟悉的一幕 站出来对那个少年说道 少年 你可知道什么叫做三十年河西 三十年河东 末期少年群 自你带回他之后 碰巧破除了他身上 忽然跌落修为的祖宗 三年之后 赵浩 还有三弟子天生见过 但是幼年时候被同族挖去 后来自从自己教导出了几个厉害的弟子后 一些天赋极为强大的弟子 也是文迅 对于这些个弟子 你多半都是连魂带骗 忽有到自己的影响 比如说那个天生士灵神体的弟子 楚凡那个时候名声大噪 对你这个师尊又是感恩戴德 于是便是天由加醋将你吹嘘的 连你自己都有些脸 最终他却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你作为他的师父 而这一切的始作勇者 你自然也是勉为其难的手下 还有另外一个弟子 拥有蹊跷玲珑心 为了收这个弟子为徒 一些长老是指于直接在大殿之上打得起来 然而 你只是走到了这个弟子的面前 轻轻地敲了他头顶三下 然后背负着双手一叹 当天的夜里 他连忙来到了你的门下 说出了你敲打他三下 背负双手 是要他三更十分走后门 来到你跟前拜师 并且询问你到底什么来业 为了维持自己的形象 你也不得已吹嘘了自己一番那些的前世 你所见的书籍之上所描绘的内容 最后糊弄的那个弟子 是一脸的恶然与崇拜 当场直接拜了你的事 也怪他太聪明 要是别人根本就不会被你忽悠 只不过老吴老矣 当初的那些话 只怕是指包不住 要被识破 只是想到这里 你猛然间一声咳嗽 你用袖帕捂住嘴 只是瞬间烟红的血迹一下子 就将袖帕染红 你的目光之中 掠过了一抹复杂的心血 本就天资不高的你走到今天 就已经是万幸 之后强行破镜 不出意外的失法 加上此前的就伤复发 留下了反噬的道伤 让原本就不多的寿源 更加迅速的里面 你也就成了 现在这般风中残着的模样 估计你现在 也就两三个月的寿命了 你抬头看天 掐指一算 估算出了自己 大约剩下的时间 你这一生无悔 云淡风轻 丁正当你感慨万千之时 你的脑海中 突然想起了一道奇怪的声音 检测到宿主 此后成真系统成功绑定 此后成真系统 在宿主寿命 只剩下一百天的时候 即可达成绑定条件 在此期间 宿主生前所说过的 任何一句话 都可以变为真实 前提是必须有人相信 若是相信的人足够多 纵然是在活一世 乃至于不死不灭 也能做到 听完系统的介绍 你瞬间愣住了 要是自己说了一个 弥天大谎 只有一个人相信 这自然是虚假的 但要是众口硕精 系统就能把它变成真的 你立刻开始 逐步地制定自己的计划 自己完全可以 制定一个长远的遗愿 划分为几步 然后逐步地实现 或许一开始 只是让自己多活几年 但是慢慢地自己 就可以多活上一年两年 最终甚至成就永生 正在这时 一位二八年华的少女 端着一碗要缓步走 是你最小的徒弟 是所有的弟子中 他算是最孝顺 尤其是你重伤的这段时间 一直侍奉足够 不过当他一靠近 就发现了一丝血的气雾 急忙走上前来扑在你的前 哭得梨花带雨 世尊 您的伤势是不是又加重 你温柔地摸了摸 姜楚楚的脑袋说道 都长大成姑娘 怎么还一直酷鼻的 姜楚楚有一节没一节地说着 弟子 这不是担心世尊吗 世尊 您这一次一定要喝完 不然楚楚就在这里不走 你知道这要对自己 没有多大的作用 但还是乐呵呵地端了起来 当着姜楚楚面 一滴不胜地喝完 姜楚楚这才输了一口气 一脸坚毅地说道 师兄师姐们 一定会替师父 寻找到续命的疗伤圣友 在你的弟子们知道 伤复发 气血衰竭 以至于寿缘无多的时候 你的弟子 全部放下了手中的所有事情 一并外出 替你寻找续命疗伤之物取 只有小徒弟留下来陪伴 姜楚楚坐在你的身边 一脸担忧 为了不让你伤心 他便开始说起了 从前的事情 越说越遥远 对了师尊 您说您曾经做官万物 凭黑暗动乱 指黑暗源头 踏破上仓 却空无一人 这样举世无敌的感觉 到底是怎么样的 你眼看着这个单纯的傻孩子 这些不过是自己为了 当即便与系统展开了沟通 开始制定遗愿 用意念为自己 写下了一个神秘莫测的过往 睁开眼眸 你看向身边的姜楚楚 眼眸忽然变得深嘴淡然一笑道 事到如今 为师有些事情也不瞒着 姜楚楚却是疑惑不宜 小心地询问道 师父 你要说什么啊 你不是一直好奇为师的过去吗 那为师要告诉你 为师真正的来意 姜楚楚有些恶然 虽然也听闻过师尊来历神秘莫测 但具体是什么 还真的没有人知道 下一秒 天地未分 天地未泰 世间一片混沌 无数仙天神奇郁郁其中 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描述 就已经让姜楚楚震撼不宜 仙古时代都是传说 更何况其上还有神话时代 你接着说到天地未分之前 有一名名叫盘古的仙天神奇 自混沌之中郁郁而出 忽感天道变化 施展大神通 劈开混沌 因此天地诞生 随后天地之间道生 一生二三生万物 天地便有万灵存在 然而却无意临长 一位名叫女娲的仙天神奇 捏土造人 造就仙天人体 将楚楚听完 深信不疑 只因你的一句道 生一一生二三生万物 暗中契合那冥冥之中的天地大道 当即怯生生地询问道 世尊 您到底是什么来历 你依旧是一副高深莫测的样 有道是先有盘古后有天 为师又在盘古前 一通吹嘘之后 你便指口不再说 不过当你将目光投向小徒弟的时候 却是从他眼眸中 见到了阵阵涟的荡漾 难道说他全都信了吗 世尊 您快接着说下去吧 看着少云仰慕的眼神 你不免揉了揉他的脑袋 一脸宠溺的说道 改天为师 有机会再与你细细说来 带着江楚楚离开之后 你的脑海之中 却是陡然响起了熟悉的声音 听 恭喜宿主 小徒弟江楚楚信任度100% 获得一愿初步奖励 奖励大圣巅峰修为体验卡三章 使用后 可以拥有一个时辰的大圣巅峰修为 养力精神应洗 此乃大圣级别的传世圣器 威力强绝 若是全然发挥 拥有毁天灭地的恐怖威能 你是个无法修仙的废材 却一人独占七大生命截躯 镇压黑暗动乱 就百亿人 下葬当日 进入的天地同杯 还有三千大道 以法则锁链 拖着青铜骨关一步步 朝着轮回深处而去 甚至就连那些矗立于岁月尽头 不死不灭的无上神器 此刻竟然都在为了你的死 不断痛苦悲悯 只因你觉醒死后成真系统 你生前说的每一句话都可以成真 前提是必须有人相信 此刻只剩百天寿命的你 刚给小徒弟吹嘘完 没想到小徒弟 将楚楚对你完全相信 于是 你按计划制定接下来的遗愿 而这时江楚楚也没闲着 听闻宗门的藏经阁中 有不少典藏秘书 希望从中 寻觅到一些法子就诊 原本你深知自己伤势 已经病入膏肓 即便是大罗金仙也没有办法 曾经让一众的弟子 不用为自己担心费力 但是弟子们都找了借口 离开了宗门 却为你寻觅疗伤圣老 小徒弟江楚楚也是个执拗的人 怀着一丝希望的江楚楚 在藏经阁中查阅 正好遇到了来查阅古籍的 当代太玄圣女宋明言宋师姐 你平日里不是喜欢研究古籍吗 那你有关于仙古时代的典籍吗 此话却是让宋明言一脸惊讶 你是怎么知道仙古时代 江楚楚没有多想地讲述了起来 完全是将你的话照搬了过来 悠悠太古传万事 可这太古之前还有仙古 仙古之初更有神话时代 天地未来 先天神奇孕育其中 天地未分之情 有一名名叫旁古的先天神奇 自混沌之中孕育而出 孕育而出 孤感天道变化 施展大神通 劈开混沌 因此天地诞生 随附天地之间道生 一生二三生万人 天地便有万灵存在 然而却无意临场一位 名叫女娲的先天神奇捏头造人 这个时候宋宁言震撼到难以置信 但心中对于这个时代已经有些相信 于是表示要去拜访人 第二天一早 古绝风上 你正躺在摇椅上晒太阳 这时江楚楚端着一碗 要来到你身边 师尊 快喝药吧 一会要凉了就不好喝了 听到这话 你露出了一抹微笑 药就是药 哪里会要好喝的 但不过看着小徒弟这片笑心 你还是顺着他的意思 微笑着将这药给喝了 正是这时山峰之外 一道神红落下 院墙之外的宋宁言朗声说道 弟子宋宁言前来拜见江长老 你不免心中惊讶 这一代的圣女过来干什么 难道也是来看望自己这个病入膏肓的老人 你挥挥手示意他进来 宋宁言来到你跟前 恭敬地说道 拜见江长老 打过招呼宋宁言言 便是定睛打量着你 略微间甚至于看出了几分死心 没有想到江长老竟然已经如此虚无 之前见到你可都是一副先锋盗鬼的模样 皱纹也见不到多少 你也是孝道 不必拘礼圣女 可以自己寻地方坐下说话 宋宁言微微一笑 开始询问了起来 江长老近日以来可算安好 你此刻心想的是自己制定的那几个医院 听到他的询问 也只是淡然开口 好些了 多亏了你们送来的药 圣女宋宁言开口道 几百年前 东方遭遇大火 域外邪魔入侵 以至于是整个东方生灵涂炭 就连我们太玄圣地也都是损失惨重 若不是因为江长老挺身而出 护送诸多弟子离开 会有我们太玄圣地的今天吗 那些人现在都是宗门的长老 甚至我父亲也就是圣主也在那 这些都是宗门应该做的 你无可奈何地收下了他带来的商药 圣女宋宁言这才松了一口气 不知道江长老关于神话时代的事情 您是怎么知道 您手上是不是有关于神话时代的笔记 你是怎么知道 你的反应让宋宁言心中大喜 玄机却是直接解释道 这些是昨日江楚楚师妹讲述给弟子听的 听闻了关于神话时代的事情之后 弟子便是久久不能忘怀 他的眼中露出了一母神望 更是拱手道 还请江长老不吝赐教 你听到这些话 顿时有些恍然 心中又喜悦于江楚楚的孝心 你淡然一笑 转念一想 你们不是不相信老夫所说的那些话吗 怎么现在又想知道了 圣女宋宁言哑然 心中更是不断地吐槽 您以前可没有说神话时代的事情 却要想让我们相信你们 虽然他这么想 但表面上没有半点情绪上的变化 江长老 这也并非是我不相信 只是之前那些话 实在是太令人匪夷所思 你却是淡然一笑 白白手 打断了这世间哪里有什么神话 这些不过是一个 行将就目的遭老头 临终之前的意想吧 老夫也没有见过 所谓的任何典计笔记 被你如此一说 圣女宋宁言的 却是一下子愣在了原地 不知道怎么应允 因为他没有想到 你会是如此的坦然直进 原本宋宁言还以为 你会和以往一般先吹嘘一反 见到他这般模样 你反而毫不意外 淡淡一笑 开口道 既然你想要知道 那老夫便说给你说道说道 圣女全当听故事 听听就好 也不必当真 正好小徒弟江楚楚 也正是期待了许久 接下来的故事 他早就想要听一听 江楚楚一脸欣喜 若狂地跑到了你的身边 又是锤背又是柔肩 表现得格外引起 师尊您就别卖关子 快点说吧 李微微一笑 眼眸之间掠过一抹沧桑 自盘古开天之后 天地便出现了一个 爱吃受奶的小不点 从小被同族挖去至尊谷 于大荒中崛起 只身一人战异域 闯葬土 击杀黑暗源头 不断万古 留下了 谁再称无敌 那个敢言不败 地落时代都不见 杀到世间无人敢称尊的霸气语句 光是这一股强大无皮的语句 都足以震遂虚空 随着你的描述 不断地在二人的脑海之中形成 那一个又一个出力于天地之间 强大的形象 瞬间是让二人的心中 掀起了无边的波涛 随之天地间 万物平定神魔前瘾 天地众生繁衍 人族的先祖 竟然能在这样的时代中 一步步地走到今天 这需要何等的魄力 何等的毅力 还有何等的智慧 才能够走到今天 那波澜壮阔的史诗画卷 在宋宁言与江楚楚的脑海之中 不断地回答 这个时候天色已晚 你也是淡然一笑了 老夫累了 也该是休息 二人听到这话 才从那无边的幻想之中醒悟过来 不管是宋宁言 还是江楚楚 此刻都是听得意犹未尽 新潮澎湃 更是无比的震撼 圣女宋宁言一脸好奇地看向你 忍不住心中的好奇询问道 江长老 这样的时代真的存在吗 你微笑着看向他 只是淡然道 你全当是故事 听听就好不必当真 宋宁言 显然想要追问下去 并且他心中的疑惑 实在太多太多 可天色尽晚 加上你的身体十分不好 刚才说话还时不时地咳嗽 隐隐地可以看到丝丝的血色 讲了那么久也应该休息 宋宁言不好意思再打扰你 便拱手拜倒 既是如此 那么今日便多有劳道 弟子这边回去了 多谢江长老赐教 你缓缓点头 便是不再多说话 一旁的江楚楚 也是拜别回自己的洞府 宋宁言寻到了自己的父亲 太玄圣主 将那些关于神话时代的故事 一一地说出来之后 就连圣主都有些相信 待得拜别了父亲之后 宋宁言一夜未眠 此后几天 他不断地前往孤绝峰 看望你 装作若无其事地 向你询问神话时代的事 此时你淡淡说到 黑暗进去的至尊为了成仙 发动了黑暗动乱 霍乱天下 几人血习欲重 举世生灵都在哀嚎 一尊又一尊 强大无比的存在 在这一场大乱之中 不断地陨落 听到这里的时候 小徒弟将楚楚一脸的 愁口之色 更是急忙询问道 师尊 师尊 要是这样的话 天地众生不都完蛋了 你淡然一笑 却是浮浮长大 不错 天就要他下了 可也是这个时候 人族出现了一位少年天地 扫平生命禁区 建立天庭镇压黑暗动乱 隔断古今未来 兼欲外神灵 宋宁言听得无比的认真 心中更是越发的发现 这一切的一切 竟然好像是真实的 毫无虚假的存在 若是虚假的 那又怎么会如此的连贯 任何的细节都完美无缺 甚至于这一切详细的 就好像你亲眼见证了一般 难道说江长老 真的亲眼见过这一切 终于宋宁言言还是忍不住发问 可你依旧是如同一开始 告诉小徒弟那样的回答他 老夫只是一个过客 一个见证者 宋宁言主动提及了以前的事情 从前我听闻江长老 提及过您 曾经平定生命禁区 是黑暗源头的呀 要说从前弟子是绝对不相信 但是现在我却有些相信 你笑一笑 眼眸看向天地之间 老夫乃是永恒不朽的 至高神明转世 曾立足于世间 一切有形无形之物的重点 游历到这浩瀚世间 不过因为某些缘故 现在快要死了 宋宁言听到这话 那俏丽的小鼻子皱了皱 心中又觉得你是在骗的 你见到他这般模样 也是知道了他 根本就不相信你 摇摇头露出一副无奈的模样 喊息道 老夫可没有骗你 我曾于仙谷之前 传下修行之法 于仙婿和白衣女帝论道 于诛天圈养神魔 种下的柳树 曾杀入戒海之盼 在我死后 神魔之主会为我送行 天地为我祈备 域外青铜骨关落来 将我葬入轮回深处 在一旁听得认真的 小徒弟深信不疑 满脸兴奋地询问道 师尊 师尊这么说的话 那你以后是不是 还能够复活啊 你听到这话 只是笑而不移 也正是这个时候 熟悉的系统提示 应在你的脑海之中响起 丁 恭喜宿主圣女宋宁言 初步产生信任度30% 获得奖励 无瑕地契无始终 无始终 尚主时代大地级大能 无始大地之宝 蕴含一缕精纯的大力之威 且有九天玄清云铁所住 就一经施展 可以显化一尊大地虚影 拥有地级占领 听闻系统的提示 你的心中微微惊讶 随后却是恍然大悟 原来自己说的那些 还是有些作语 圣女宋宁言 已经相信了一部分 那么之前得到的精神 应洗就不那么重 想到这里 你叫来的小徒弟姜楚楚 将精神应洗 交给了小徒弟姜楚楚 楚楚 你将这应洗 交给你的大师兄 便说是为师交代的 小徒弟姜楚楚好奇地询问 师尊 这是什么 你笑了笑 轻轻地摸了摸他的小脑袋 待到时候交到了 你大师兄的手上 你就知道这是什么 与此同时 在圣地大殿之上 圣主正与几位长老对话交谈 想不到东方紫霞秘境内 竟传出了一世不死药的痕迹 不光是我们太玄圣地 其他的各大圣地 五毒太古皇族的人都赶过去 哪一不死药传闻 能够为大地延寿一世 也就是万年岁月寿云 而你的大徒弟处凡前段时间 就是前往了紫霞秘境 试图寻觅到圣药救治 宗门内的长老 却又继续宣布的宗门 准备派遣人选前往紫霞秘境 虽然不死药 我们并没有争夺的抵御 但如果有其他的远古圣药 对于宗门而言 也是极大的好处 并且若是能借此救治将长老 那便再好不过了 大家都知道 让他们去更多是一种势力 真正的主力是长老们组建的队伍 但也正是因为如此 东门之内的弟子 纷纷有跃参与 若是能够帮将长老 寻到疗伤圣药 便是涉足血液 那又何妨 同样报名参与其中的 还包括了你的小徒弟姜楚楚 这段时间 为了照顾自己 姜楚楚每天都要来自己准 这让你感觉 似乎是自己束缚了他的自由 这一次前往 他准备前往紫霞秘境 你也是没有太过于担心 直接答应了下来 此去你可千万要小心行事 不要与众长老脱离队 紫霞秘境颇为凶险 你要记住 将应计送给大师兄 其他的事情就不必冒险 姜明知道 自己这个小徒弟 什么都好 就是这个记性颇为健忘 此刻 也是特意叮嘱了他几句 实际上 姜明的心中 倒是没有太担心 如果到时候 真的有不死要现身的话 那势必会引发争斗 一场大战 也是无法避免的 到时候 如果真的是太玄圣地有难 姜明手中握着的 大圣经体验卡 便算是派上了用场 说实话 姜明根本就不介意 带着残身重伤 震杀天下敌 虽然仅仅一个时辰 但也足够 他在人前显胜了 当然 要是没有必要的话 姜明也不愿意浪费一张体验卡 毕竟太玄圣地的那些长老们 可也不是吃素的 想要让他们遇到危难 也没有那么容易 转眼 没有几天的时间 宗门的诸多长老 便是带领着一众弟子们 赶赴紫霞秘境 不久之后 出现在紫霞秘境之外的 太玄圣地众人 看着那浩瀚无比的紫霞 席卷的紫霞秘境 也是心中颇为惊讶 世上竟会与如此神秘的地方 终究是见识少了呀 说不定 长老们倒是见识过 比这更为恢弘的地方 放眼望去 整整半个山脉 都被那紫霞所笼罩 一种奇异的压迫感 从那紫霞之中 不断地透露出来 滚滚的浓雾 甚至于是席卷了千里 犹如折服在此处的太古凶兽 在某个时刻 便要张开那亥然的獠牙 吞噬一切的生灵 在那紫霞秘境的紫霞附近 荡漾出一阵阵 极为繁琐古老的静置纹路 仿佛是在阻拦着 所有人的神念探查一般 阻隔着一切的外物 但奇怪的是 这些古老繁琐的静置纹路 其实是有一些残缺的 或者是因为这些静置出现了问题 所以才导致了 这个紫霞秘境的出现 众人朝着紫霞秘境之中进发 雾气之中 虽然是无法透过神念探查 但是一旦进入雾气之中 便会主动开辟出一条道路 紧慎地说了一句 一会进入其中 你们要跟紧了 千万不能有人掉队 众多弟子听罢 也是纷纷点头 几乎所有人都在想象着 那秘境之中 到底是怎么样的存在 但是 当他们踏入其中的时候 他们这才发现 自己的想象力 有的时候 也实在太过于匮乏 只见到那秘境之中 整个天穷环绕 诸多太古大高星辰 耀眼的光芒 取代了日月之灰 大地延绵亿万里 不时地有阵阵恐怖的震动传来 一只又一只宛若山岳一般的巨兽 在那山林之间 呈现出强大无比的姿态 秘境之中 遍地的浓郁灵气 彻底地让所有人惊呆在了原地 这可是远远比外界 要浓郁千倍不止的灵气浓度 就即便是绝灵时代之前 也没有出现过的恐怖灵气 因为这灵气 实在是太过于浓郁 以至于不少的地方 涌现出了一条又一条的灵犬 灵河 灌注着整个秘境中的 诸多灵木灵草 在一片星光之下 又惊又叹 除了长老们见多识广 倒是很快平静了下来 但其他的弟子 却是久久难以平复心情 若是能在这里长久地修炼下来 岂不是要修为一日千里 不少的人 甚至有了在这里长期待下去修炼的想法 自然 这几乎不可能的 没有人知道 这雾气什么时候消失 也没有人知道 这空间裂缝 会不会突然间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 这里面的未知数 实在是太多了 而在另外一处秘境的深处 一片灵河之旁 一个中年修士 正是周身涌现出道道神文法里 交织于天地之间 贯穿于九霄之上的悬光 犹如耀眼的繁星 在他的手下 几只撞若山月一般巨大的太古生灵 被其斩杀于剑下 一旁的几个面色惶恐无比的人族修士 也是连忙败谢 多谢前辈救命之恩 多谢前辈救命之恩 而那立于虚空之上 手握长剑 周身涌动出道道悬光的修士 却也不是别人 正是江明的大弟子楚凡 此刻 若是有人靠近他的周围 甚至于能够听闻阵阵 犹如江河湖海一般 咆哮不止的血脉涌动的声音 在他的体内不断地咆哮 他的圣体修炼 极其需要灵气的滋补 如今在这个秘境之中 他也是得到了不少的避疫 此刻眼看着这些原本在东荒 早已经是销声匿迹的太古种族 居然出现在了紫霞秘境之中 更是差点将眼前的这群修士 当作血士给吞噬 本就对这些太古种族 颇为仇恨的楚凡 便立刻出手 救下了这群人族的修士 太古种族 虽然是拥有近乎人族的智慧 但是 与天地之间任何的有灵之物 完全不同 他们往往是残暴不仁 在东荒 更是动不动就出现 屠杀整整一座城池 数百万人的残忍之举 而这样的行为 仅仅只是为了满足 他们的口腹之欲 这些残忍的太古种族 以人族为血食 圈养人族 屠戮生灵 惹下无边的杀伐业力 不光是楚凡对他们恨之入骨 几乎整个人族 都对这样的一个族群痛恨不已 这里为何会出现太古种族的生灵 你们 可有什么头绪 楚凡还不知道 外界所发生的事情 此刻他眉头一皱 心中泛起了思思的疑惑 不免反问道 听闻此言 人群之中 一个德高望重的老者 便是拱手说道 前辈 您有所不知 如今这秘境之中传闻 似乎是有不死药即将出世 故此 外界的诸多大势力 各大圣地 还有那太古皇族 皆是来到了秘境之中 听说 在这秘境的深处 疑似出现了神秘的遗迹 很有可能是某位大帝 或者是古皇的寝宫 各方大势力 已经爆发了很多次大战 就连不少的圣地长老 都陨落在其中 我们不敢掺和 便急忙逃了出来 哪里知道 却是被这些太古种族盯上 楚凡的神情冷漠 虽然他看似只有中年的模样 但其实他 已经是几百岁的年纪了 太古族群所造的孽 他 可是亲眼所见 对于楚凡而言 这些太古种族滥杀无辜 更是以人族为实 不知道多少人 因此流离失所 甚至于是全族覆灭 那种种血仇大恨 早已经深入人心 些年楚凡实力不足的时候 便曾经见多那些太古族群 四列人族 屠戮众生的人族为实 那血流成河的场面 无数人哀嚎咆哮的记忆 如今依旧是刺痛着他的内心 然而当初 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却无能为力 现在楚凡实力 已然是独当一面的存在 若是见到太古族群四列 更是毫不犹豫 见到便杀 你们 且离开秘境 楚凡面无表情地交代了一句 便转身朝着秘境深处而去 在楚凡赶往秘境深处的途中 阵阵恐怖的波动 不断地从四周传来 一只又一只撞落山岳的巨兽 出现在这天地之间 咆哮不止 厮杀屠戮 整个秘境之中 席卷方圆数一里范围之内 早已经没有了一片完整的地面 任何的山岳都被夷为平地 任何的湖海都被填平 就连九天之上的大岗星辰 竟也是崩塌了数克 化作陨石坠落大地之上 四处不断爆发 而出的大战 早已经分不清楚 是何方大势力的人 也搞不明白 究竟有多少大能参与其中 高山被踏破 湖海被填满 古地高耸起来 山林燃烧起延绵不绝的大火 阵阵浓雾黑烟 万千道法的霞光涌现 遮天蔽日 在楚凡赶路的途中 甚至于有太古族群的巨兽 朝着他疯狂的袭来 但无一例外 都被楚凡一脸冷漠的斩杀于剑下 楚凡早在此前 都已经来到了秘境之中 为了给江明寻找疗伤圣药 他四处涉及险地 终于是越来越深入 这秘境的深处 但自从他进入秘境之后 却是不断地遇到一些难缠的土著凶兽 这些凶兽与太古族群完全不同 虽然残暴 但是毫无太大的智慧可言 看似并非是有灵之物 只会根据自己的本能 不断地袭击进入秘境的人 虽然他们单个的存在 对于楚凡而言 无法造成危险 但是聚集起来的巨兽 实在是太多 那规模之巨 甚至于是宛若寿朝的席卷一般 有的时候 会从悠悠的深渊之下 直接涌现出遮天蔽日的凶兽 飞禽走兽 无所不有 大地随着他们的奔走而颤抖 天空随着他们的腾飞 而化作一片乌鸦压的漆飞 再加上这些凶兽的实力强悍 楚凡纵然是实力高强 也是费了一番手段 才摆脱了这些凶兽的纠缠 结果他一来到这里 就得知秘境之中 已经涌入那么多大势力的事情 尤其是那不死要的踪迹 更是让楚凡的心中大为波动 他的面色 已经没有了此前的那般冷漠 反而是涌现出了振振的暖意 他想到了自己的师尊 昔年 他因为圣体诅咒 无法开辟领海 被所有人所抛弃 所嘲弄 作为一个官的他 更是明白这个世上的人情冷漠 他曾经以为 这个世上 没有人会真心地对待另一个人 所有人都是无比的自私 直到江明出现在他的眼前 他力排众议 收下他为弟子 对他恩重如山 甚至于是倾泻一切 只为了帮他打破圣体的诅咒 对于楚凡而言 从未感受过亲情的他 在江明的身上 感受到了那浓浓的施恩与父爱 可以说 没有师尊江明 就没有如今的楚凡 甚至于 他早已经授缘结束 化作了一捧黄土 也是早已经注定的事情了 几百年岁月 这份恩情 在楚凡的心中 不光没有丝毫的平淡 反而越发的浓烈 以至于 他光是想到江明 便是露出了一脸的坚业 世尊 您放心好了 弟子定然会帮您寻到不死药 为您再续 一世受缘 他的修为 他的今天 甚至有他的这条 虚活了几百岁的命 也都是江明给的 没有丝毫的犹豫 楚凡马不停蹄地赶去 秘境的中心地带 不多时 在那中心地带 楚凡看到了 极为恢弘的一幕场面 原本是笼罩于 外界的紫霞雾气 此刻竟是出现在 这秘境的中心地带 延绵开来的雾气之中 隐隐之间 透露出 阵阵恐怖绝伦的强大气息 那雾气中 竟是蕴含着 古老无比的静致 其上繁琐无比的阵纹 更是拥有着 震杀八方的强横力量 而外界的紫霞 也正是从这里蔓延出去的 只是 这里的紫霞雾气 比之外界的 更是有着天壤之别 在这些紫霞雾气之中 一座座浩瀚无边的古老宫殿 恢弘无比的巨大建筑 浮现于楚凡的眼前 自数千万里之外 滚滚而来一股 沧桑古朴的气息 犹如太古时候 遗留至今的大地寝宫 无比的恢弘之意 犹然而生 那高若群山起伏一般的巨大宫殿 根本就没有任何人 能够一眼看得到边 加之紫霞雾气的阻隔 甚至于没有人能够用神念 探查其中的神秘 在那无数的古老建筑之上 一道道法 神通的痕迹 出现在那些 犹如黑铁胶筑的建筑之上 甚至于有些剑痕刀芒 所留下的痕迹之上 竟是透露出丝丝 恐怖无比的韵味 虽然是隔绝了万古岁月 遗留到现在 却依旧是犹如万丈波涛一般 冲刷震撼着楚凡的内心 那些痕迹 简直就不是一般的修士 所能够留下的 仿若 仿若有两尊大地级别的强者 在此处厮杀拼斗 光是那留下的道道痕迹 过去了不知道多久的岁月 却依旧是如此的震撼人心 除了这最为震撼人心的 古老建筑群之外 在紫色雾气的周围 一个又一个东荒的强者们 早已经出现在了此地 就连那太古皇族之中 不久之前 在整个东荒 留下了赫赫凶名的皇族 也出现在此地 例如太古皇族 分疆猎土的王者 名为东夷王的 太古皇族核心人员 此刻也出现在了这里 太古皇族的人 与普通的太古族群 完全不同 越是强大的太古皇族 便预示呈现出人族的模样 那东夷王身高九尺 远比一般的人族 更为高大 居高临下的眼眸之间 竟是异样的金色瞳孔 自其脸颊之上 浮现出一丝 丝黄骨气息的血脉纹路 虽然这些皇族的人物越是强大 就越是显露出人族的模样 但实际上 比之人族 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比如东夷王的身上 就浮现出一片片细密的玄青色灵甲 头顶 生出一只螺旋状的琉璃独角 透露出丝丝恐怖的荒谷气息 自其周身 更是浮现出道道非人的迹象 比如鹿蹄 蛇眼 鱼鳞 龙爪 但即便如此 也没有任何人胆敢小觑他的存在 他的实力 甚至于是能够比之诸多圣地的圣主级别的存在 整个东荒境内 无人敢招惹 而其他的诸多圣地 亦是有一尊又一尊先锋道骨的大能之修 隐隐浮现在雾气之外 此刻东夷王的那金色的蛇眸之间 透露出丝丝的惊骇 更是开口说道 太修 在辱之记忆中 可有过这样的一尊大帝的存在 拥有这般恢弘神秘的居所 在他的身边 同为太古皇族的一员的另外一人 鱼之声的一般无二 此刻也是皱起了眉头 满脸的困惑 王兄 只怕翻阅我族所有的典籍 也未必能够寻到这样的一尊强大无比的古皇存在 这 这到底是何方大帝 或是古皇遗留下来的 的确 几乎所有的圣地大能 各大长老 族长之类的人物 此刻都对这古老的建筑群议论纷纷 但谁都不知道 这些古老的建筑 到底是来自于何方大帝或是古皇 甚至于 一般的大帝或是古皇 根本就不可能拥有如此 辉煌骇然的宫殿群 大长老 你看这紫霞雾气之中所蕴含的浓郁灵气 竟是如此的精纯 如今的天地间 哪怕是在精纯的灵气与之相比 竟然就犹如糟糠一般 这到底是何人的居所 此刻 某处圣地的圣主大人 也是一脸惊骇的议论道 在他旁边的大长老 也是眉宇之间透露出思思的疑惑 他活了千年岁月 可依旧是无法辨认得出 这些建筑的存在 到底是什么来练 圣主大人 即便是老夫 也无从得知啊 这古老的宫殿群中 那道道辉煌无比的禁制 以及鸣刻在建筑上的图案 简直是闻所未闻 他一脸的苦笑 更是引来了这位圣主大人的惊骇 要知道 这位大长老颇为喜欢翻阅各种古籍文献 对于这古老时候的事情 也是知晓颇多 但就连他 却也是一筹莫展 可见 这辉煌的宫殿群 到底是何等的神秘了 当然 更为恐怖的 还不止于此 在这所有的建筑之中 不管是一砖 一瓦 哪怕是一根丝毫不起眼的朽木 竟也是无边的坚硬 曾经有的人绕过雾气 来到这些宫殿之中 在宫殿群之间 与人爆发争斗 无数的道法 席卷攻击之下 竟是无法撼动 这些神秘的材料分厚 分明 这些建筑上的材料 看起来是苍老无比 以至于是不少的地方 已经有了腐朽已久的迹象 但是 一些强大的修饰的攻击 竟然无法对其造成丝毫的影响 这就相当的恐怖了 若是在外界 如此珍贵的材料 早就拿来炼制法器了 怎么会只是用作建筑 这简直就是暴殿天物啊 只可惜 在这些建筑之上 铭刻着一个又一个神秘莫测的图案 这些图案吸收着紫霞雾气中精纯的灵气 但凡是有人想要动上一砖一瓦 都会受到极大的阻碍 甚至于会直接引动一股恐怖无比的威压 直接将人阵杀在原地 见到了那四周一个又一个莫名其妙 直接化作了漫天血物的修饰之后 再也没有人敢轻易动这些建筑的念头 而就是这样宛若宝山一般的庞大建筑群 哪怕是取下一砖一瓦 也都是巨大的收获 可依旧是没有人敢轻举妄动 当然 对于那些大势力 各大拥有地气的圣地和太古皇族而言 更加让他在意的 却是这里 很有可能拥有着大地遗留下的地精 地气的存在 这让在场的众人激动无比 随着各大势力的议论声音不断的响起 自那不远处 忽然传来了一声惊呼 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者 此刻激动无比的捧着一块掉落在地的瓦片 一脸激动的说着 这 这可能是先古时代的遗留之物 随着他的话音遗落 四周立刻就有人询问道 前辈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老者面色激动无比的 看着手中的瓦片 颤抖着嗓音的说道 这上面的神鸟 乃是先古时代的某个可怕的种族 这代表着 这里 很有可能是先古时代遗留下来的遗迹 这位老者的身份 极为特殊 他名为天机道人 乃是一位对于古史遗迹 有着极大的认知的权威 为了这一次的秘境之行 某一个圣地请了他一同到来 目的便是为了知道 这秘境到底是什么来历 随着天机道人的话 渐渐地传开 一时之间 在各大势力 各大圣地之中 留下了极为震撼的轰动 有的人面带惊恶 有的人忽然恍然大悟 也有的人摸索着这秘境之中的建筑墙壁 露出了一脸的狂热 先古时代的遗迹 在整个世间都是凤毛麟角的存在 若是能够得到 其中这位大帝 或者古皇的传承 或者是宝物 那等于是足以造就一个 名震八方的强大圣地的可能了 而几大太古皇族 在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 也都是同样激动无比 那东夷王看着身边的王帝太修 一脸喜悦地说道 太修 待得一会 我们东夷王族 定要将这秘境占据下来 这里 可谓是一个巨大的秘藏 这真的是天佑我们东夷王族 王兄 那小小人族 不过是吴辈的血世罢了 凭他们 岂敢与我们争斗 与太古皇族 这边的打算不同 人族这边 已经有不少的人 开始请教那位天机道人 天机前辈 这一记到底是什么来历 您可知晓一些详细的内容 然而此刻 天机道人只是皱起了眉头 摇头道 老夫虽然是月变古籍 但是仙古时代的文献 何其洗手 纵使老夫 也是知之甚手 当下 我们也只能逐步地探查 一点点地去了解 这个遗迹之中的情况 随着天机道人的话音一落 不远处 却是匆匆忙忙地赶来了一个年轻的修士 开主说道 禀报各位长老 我们发现了一处分化的痕迹 这是天机道人提前叮嘱的事情 若是有自然的风化痕迹 他就能够知晓 这秘境到底是什么时候的存在了 哦 快带老夫去看看 天机道人听到这话 也是一脸激动的开口 不多时 众人便是来到了那风化之处 在那片残留的沙石之间 天机道人手捧着风化的沙石 仔细地打量 但是 他越是查看 便越是心头惊骇无比 甚至于 就连他的浑身 也都是沁透出了不少的冷汗 这 这是怎么了 天机前辈 您这是 一旁的圣地长老见到此幕 也是心头一惊 急忙询问 但下一秒 天机道人 却是一脸骇然地说道 这 这距离如今的岁月 已经是无法度量了 要不是因为这些建筑的材料极为特殊 几乎无法被破坏 不然的话 甚至于不会出现风化的痕迹 此刻 天机道人一咬牙 却是下了一个谁也不敢相信的结论 这里 很有可能是比仙古时代 还要古老的存在 随着他的话音一落 众人更是一脸的震撼神色 随之而来的 便是止不住的激动 比仙古时代 更为古老的存在 天机前辈 您不会是在开玩笑吧 有的人难以置信 更是开口询问 然而天机道人的面色坚定 更是无比笃定地说道 千真万确 若是老夫看错 这世上就再也没有人能够看得真切了 实际上 那从仙古时代遗留下来的古籍文献 零 龙 八五六分一 零 九 七八 两本就是一个最好的参照物 那些所遗留下来的文献古籍 大多数根本就不是一般的材料所制作成 甚至于这些材料 若是拿来炼制法宝 都是绝顶的材质 但就是从仙古时代遗留下来的古籍材料 都比不上这秘境之中的一片瓦片 一块砖头 听着天机道人 无比笃定地发言 众人终于是明白了 自己到底来到了一个 何等神秘恢弘的地方 这里的古老程度 远远地超乎了他们所有人的想象 甚至于就连眼前的这位 对于古史有多年研究 甚至于是堪称这个领域的权威的天机道人 此刻也是一脸的震撼与激动 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他们现在 正面临着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若是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神秘莫测的地方之中 寻觅到任何的遗留之物 或许便能够让他们的圣地 直接成为整个东荒的霸主 接下来 不断地有人在遗迹的外围 没有被禁止阻拦的地方探查 不断地分析着那些图案的雕刻 还有一些极为古老的文字 天机道人不断地查看 也是不断地解释着 这里曾经存在着一个强大的族区 他们信奉古老的神奇 信奉着一种诞生于太阳之中的恐怖生灵 骑行四尿 能够口吐神火 那火焰哪怕是细微一缕 便能够焚烧万物 众人听到这话 再度被其所言震撼 脑海之中 也是浮馅出了一尊自太阳中腾飞而出 周身环绕着神火的强大神鸟 那神鸟口吐火焰 席卷诸天万剑 哪怕是天地 也为之轻浮 是它给世间带来了无边的光明 带给了天地一片浩瀚的生机 若是它愿意的话 它随时能够成为 覆灭世间的蔑视一般的存在 口吐神火 焚烧亿万里大地 便是焚江主海 也不过是轻而易举 这样强大的存在 纵然是穷尽所有人的想象 似乎也只能想到起冰山一角 光是想象着 这样的一个强大的存在 便是让无数的人 心中生出了阵阵的畏惧 甚至于不少的人 因为胆寒 直接就浑身颤抖了起来 还不等众人回过神来 老者却是再度的断定 这个族群 乃是仙古时代的可怕族群 而他们所信奉的那股神奇 来历更是神秘莫测 并且更加的古老 绝对是在仙古之前 只是话音一落 在场的众人 也都是纷纷倒吸了一口凉气 眼中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情 这是一个何等恐怖的存在 仙古之前 竟还有时代的存在 作为众人之中最强大的存在 这圣地的巅峰强者 常年隐匿宗门 久久不曾出世的太上老祖 此刻也是于人群之中 发出了一声颤抖的声音 天机道人 难道在这仙古之前 真的还有一个 更为古老的时代存在 天机道人面色激动无比 更是坚定地说道 有 一定有 从前 这样的事情 只是一个猜测 一个假设 但是老夫今日所见 却足以证明一切 他看着四周的遗迹 那一个个雕刻成的图案 那一个个遗留下来的遗迹 早已经是验证了 他心中猜测了许久 却是不敢断言的事情 包括这秘境之中 所呈现而出的强大 那根本就不是一般的大帝 或者古皇 所能够遗留下来的恐怖传承 他的话 让所有人都再度被震撼地 说不出话来 甚至于 那位活了不知道多少年的太上老祖 也都是颤抖着身躯 眼中不断地涌现出复杂的神情 有惊骇 有激动 有欣喜若狂 而更多的 却是一股浓浓的好奇 到底是什么样的时代 仙古之前 到底存在着怎么样的时代 若是仙古之前 真的有另外一个 更为古老的时代存在 那又会是个什么时代 疑惑的声音 在人群之中不断地蔓延 犹如瘟疫一般 席卷了整个人群 已经是让无数的人为之震撼 很快 随着轰动而赶来的处凡 也是听到了人们的议论 这竟然是超越了仙古时代的遗迹 听天机道人所说的 这里是一处强大的上古族群的遗迹 他们似乎信奉着 从太阳之中飞出的神鸟啊 仙古之前 真的有一个时代存在吗 错不了 天机道人对于古籍文献的研究 那是整个东荒境内的权威啊 他老人家说的话 还能有错了 要是这样的话 这简直就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的重大发现 人群的议论声 带着无比激动的情绪 这同样牵动了楚凡的心绪 此刻 这竟然是一个超越了仙古时代的遗迹 仙古时代之前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啊 便是他 也不由得浮想连篇 对于那宏伟浩瀚的仙古之前的古老时代 联想出了一个又一个恐怖无比的画面 那遗迹内所描绘的仙古族群 曾经踏遍八方 游走于天地之间 征战于无数疆域之内 根据那遗迹上的描绘 在仙古时代之前 竟然有无数的灵草灵木 生长数万年 其功效具有神鬼莫测之能 被一尊又一尊强大的族群所守护 在那片世界中 遍地的机缘 数之不尽的凶险 一个又一个来历神秘的存在 在天地之间不断的涌现 整个天地之间 无比充裕的灵气笼罩之下 一个又一个的强大存在 肆意地释放着恐怖的气息 而在那太阳之中 飞出一只轻轻挥舞翅膀 便能让烈火席卷一万里之远的强大神兽 整个太阳的光辉 因为他的展翅而照耀世间 他是无数生灵的骄阳 有着一个又一个信奉他的强大族群 在那蛮荒的大地之上朝拜 他君临天下 一如那冠绝天下的大地一般的存在 不 或许他的存在 比那大地更为强大 只是因为楚凡的意识之中 只有大地这样的绝顶存在 他才会不自觉地将其与大地相比 但是一想到大地之上 或许还有更为强大的存在 楚凡的心中 便再也无法想象其强大的姿态了 这样的想法 光是在楚凡的脑海之中掠过 便已经让他感到了一种浓浓的震撼 不过 随着楚凡的到来 他那周身澎湃无比的气血涌动 犹如有一条汹涌的大河 在他的体内奔走 一股强大的气息 不由自主地从楚凡的身躯之上涌现 这也引发了一些强大修士的侧目 不少的人窃窃私语 有一部分强大的修士 直接看出了楚凡的圣体身份 某位圣地的大长老看着楚凡 目光之中掠过了一丝惊讶之意 这 这不是那传闻之中的圣体吗 他怎么会来到这里 传闻之中的圣体 具有常人所不能企及的强大气血 以至于在他的体内 能够汇聚而出一股浑厚无比的力量 任何攻击手段 只要不是一招毙命 他都能够凭借着浑厚的气血迅速恢复 若是修至大成 更是堪称滴血重生 拥有近乎不死的恢复能力 大长老 这圣体真的有这么恐怖的吗 何止是恐怖 简直就是离谱 圣体的强大 恢复能力 也只不过是冰山一角 什么一拳震碎山河 一角踏破大地 都不过是常态 那恐怖绝伦的实力 以至于是天地都为之色变 那位大长老眼中浮现出浓浓的忌惮之色 更是接着说道 传闻之中修炼之大成的圣体 甚至于能与大地级别的强者对抗 大地 这圣体 竟是恐怖如斯 接连感叹震惊的话 渐渐地在人群之中浮现 一个有一个的圣体世家 带着复杂的心绪无比的感慨 想不到这个圣体被诅咒的时代 竟能够打破这诅咒 成长到如今的地步 这简直难以想象 无被人族 任何一尊出现在世间的圣体 无不是冠绝天下的存在 在这个绝灵时代 能够诞生出一尊圣体的存在 这既是让诸多人族为之忌惮 同时又为之兴奋 毕竟这是人族的天骄 是值得骄傲的事情 但与此同时 圣体的强大 又让他们不得不忌惮 而妖族与太古皇族的人 对于楚凡的目光之中 显然是充满了不善与敌意 尤其是在一个太古皇族的族群之中 不少的太古皇族 投来充满敌意的目光 更是悄然的低语 面色极为不善 一尊拥有人形的太古皇族王者 目光中掠过一抹浓浓的沙翼 低声道 想不到当时 竟会有打破诅咒的圣体出世 若是放任其成长 定是会成为将来的心腹大患 在某个太古皇族的祖上 曾经有一尊强者 作乱于天下 大肆屠戮人族 统治了一个又一个的人族城池 将其圈养为太古皇族的血食 但却是在那个时代 人族横空出世一尊大成圣体 以冠绝天下的绝对实力 将其活生生的镇杀 这件事情 让太古皇族的族群 对于历代出现的人族圣体修士 都怀有极大的敌意 哼 此子 绝不能留 他休想活着离开此地 若是别人也就算了 但是圣体出世 无备定要将之斩杀于此 圣体的强大 留给了太古皇族极为不好的记忆 以至于是此刻 诸多的太古皇族族群 直接将楚凡示弱心腹大患 准备将其直接扼杀于摇篮之中 绝对不让他成长起来 只不过 现在的局势复杂 整个遗迹之中 又有诸多的发现 现在发生争斗 只怕会影响到一会 对于这遗迹传承的争斗 所以 这些太古皇族 为了保留实力 也是没有任何人对楚凡动手 而楚凡这边 虽然是注意到了太古皇族的敌意 可他丝毫没有放在心上 他对于这些以人族为师的族群 没有丝毫的好感 当务之急 还是要寻找不死药的踪迹 好替师尊将冥续命才是 楚凡本着尽快寻找到不死药的打算 在这个遗迹之中 四处寻觅 而与此同时 其他的人随之在这遗迹之中 又得到了许多记载着的震撼性消息 那些刻画在墙壁之上的古老壁画 所透露出来的信息 不断地被天机道人解读出来 最后 竟是越发地让众人为之骇然 这到底是一个何等恐怖的族群 他们光是成年之后 就能够拥有 堪比圣人禁的强大实力 这是何等的恐怖 这还仅仅只是 信奉着那尊神秘生灵的族群 就已经有如此强大的力量 那么 那尊让他们都为之崇拜的神秘生灵 又是何等的恐怖 无法想象 这个信奉神秘生灵的族群 竟然是只需要成年 就拥有大圣级别的实力 那神秘生灵的模样 宛若一只浑身漆黑的大鸟 其周身焕发着神光的羽毛之下 蕴含着一丝丝的太阳神火的纹路 唯独可惜的是 遗迹中找到的图像 已然十分的古老 甚至于无法看清楚其全貌 但仅凭这些认知 众人就已经能够想象得出 那神鸟 目放万丈金光 普照天地之间 涌现出无边的太阳神火 这是那先天神奇的具体形象 经过这些日子的探查 他们已经得出了结论 而关于这个遗迹的主人 也就是那个 信奉神秘生灵的仙谷族群 却是另外一副模样 他们虽是鸟兽 但浑身并不存在丝毫的羽毛 反而是生长着 犹如龙鳞一般的鳞片 他们的整个身躯 生长着三对羽翼 每一对羽翼 皆是蕴含着不同的力量 根据这些遗迹之中的记载 传闻这个族群 能日飞十万八千里 腾空一跃 挥动翅膀 便是风雷涌动 席卷八百里长空 而随着不断的探索与了解 开始有妖族的人 站出来 想要占据整个遗迹的存在 那是太古族群的赤鸾一族 这乃是仙谷大妖的族群 他们一定是我们赤鸾一族的仙族 光是这外形 便与我们赤鸾一族 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 这个遗迹 乃是我们赤鸾一族的仙族遗迹 你们速速离去 不得在此的逗留 不然的话 我们赤鸾一族便不客气了 同样的三对翅膀 是赤鸾一族的象征 但不同的是 这个仙谷族群 拥有着风雷火 三种不同的能力 这与赤鸾一族 仅仅只是 能够使用火焰的能力 根本就是截然不同 虽然外形与之相似 但是想要凭借这个 就占据此地的话 显然是让诸多的势力 产生了极大的不满 凭什么你说是什么 就是什么 哼 此地乃是我们人族先发现的 若不是我们 你们又如何得知诸多的情报 再者说 这仙谷族群 所信奉的神秘生灵 乃是什么来历 你们可又知晓 一番抢白 说的对方是哑口无言 这神秘生灵 是什么来历 他们的确不知道 实际上 就连这仙谷大妖的族群 是不是他们赤鸾一族的仙族 他们也都一概不知 不过 为了争夺这一技 他们毫不犹豫地说出了这话 这便引起了诸多势力的不满 于是几方势力 唇枪舌战 各执一词 谁也不愿意就此罢休 但谁也都没有真的动手 毕竟这个一技 引起的轰动十分巨大 以至于大多数的人 第一时间做的 就是将消息传了回去 让背后的势力 派遣更加强大的人过来 谁也不知道一场大战 会在什么时候爆发 现在第一个动手 就等于是出头鸟 会死得相当凄惨 唯一能做的 就是尽快的聚集力量 等到真的是不得不出手的时候 势必是要一举拿下 不能让其他人 占到任何的好处 随着这口头上的争斗 持续了数天的时间 太玄圣地的人 也是赶到了此处 借用太玄圣地特有的神通 联系上了大徒弟楚凡之后 双方也是迅速的会合 楚凡毕竟不是什么莽撞之人 现在的局面之复杂 以他一个人的实力 是绝对无法控制的 在太玄圣的进入秘境的第一时间 就以符咒传递了消息给楚凡 让他等候与太玄圣地人聚集 此番聚集之后 诸多的长老与楚凡一番寒暄之后 小徒弟姜楚楚 也是急忙地来到了大师兄楚凡的身边 一脸兴奋地说道 大师兄 我可算是找到你了 你这些日子都去哪里了 担心死我了 我们找了你许久才见到你 还以为你出什么事了呢 看到小徒弟姜楚楚 一脸宠溺的表情 便从楚凡的面色之上浮现 好了 师兄没事 对了 师尊怎么样了 他的伤势有没有加重 楚凡第一时间想到的并不是自己 而是在太玄圣地的师尊 对于楚凡而言 姜明就犹如他的父亲一般 轻如血肉 此刻见到楚凡那担忧的目光 小徒弟也是如是说道 师尊这些日子看起来精神还算不错 只是他时不时地会卡血而出 似乎是伤势又加重了几分 依旧是有气无力的样子 宗门内的人 甚至于以为师尊是病入膏肓了 说什么 师尊最近喜欢胡言乱语 一定是病得不轻 哼 我看他们才是病得不轻啊 小徒弟姜楚楚 对于姜明的话 是深信不疑的 所以他并不认为 姜明的伤势 已经严重到了 开始说胡话的地步 甚至于 因为姜明的心态变得喜悦 他甚至于觉得姜明的伤势 其实是稳定了下来的 至少精神还算不错 时不时的还和他一聊聊上一整天 对于师尊所描绘的那些灰红画面 姜楚楚的内心更是崇拜不已 但是在楚凡的面前 他又只能实话实说 其实宗门的人都远远的看着 不敢多说什么 在他们看来 姜明的伤势 其实已经严重到了 随时要准备后事的地步了 因此 也没有赶上前与楚凡提及 而姜楚楚的描述 倒是让楚凡暂且缓和的心绪 至少 听起来不是那么糟糕 一切都还有机会的样子 他叹息了一声 严重流露出一抹黯然 更是不由地看向了太玄圣地的方向 目光之中 不断地涌动着复杂的神情 此刻楚凡的眼神一按 心中更是暗道 师尊 您放心好了 弟子一定会为您寻到不死药 让您再活一时的 他咬着牙 满脸的坚毅 眼看着姜楚楚 对楚凡说明了近况之后 几位长老便是走上前来 对楚凡说道 楚凡 进来可好 平日里 我们几人 却也对你牵挂得很啊 楚凡微微点头 这些长老与他乃是同辈 虽然他的实力 想要担任长老 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可楚凡似乎对于门派之内的地位 丝毫不感兴趣 故此 如今也仅仅只是不险山不露水 多谢几位长老的关心 此番到这秘境中来 几位长老可有什么打算 听闻此言 几位长老却也是皱眉说道 你有所不知 近些日子以来 你师尊姜明长老 似乎是有些伤势加重的迹象 我们这一次 除了想要探寻这秘境中的宝物之外 也想要为江明长老 寻到远古圣药 帮助他解决伤势 听到这话 楚凡先是微微一愣 玄疾又立刻追问 师尊 他伤势加重啊 一听这话 几位长老也是深吸了一口气 这才开口道 你不在的这些日子里 江明长老曾经说了一些不大妥当的话 当然 起初我们以为他 只是喜欢吹牛 说说大话罢了 但是后来 却是越来越离谱了 玄疾 几人便是将江明说过的那些话 罢造人的话 也都是告这楚凡 比如说 那仙古之前 还有神话时代的存在 这样的话 落在了楚凡的耳中 却也是让他为之一乐 师尊他老人家 是怎么知道 这仙古之前 还有一个叫做仙古时代的事情 他也是第一次听闻 神话时代这四个字 心中不免犯起了思思的疑惑 几位长老 先是露出一副疑惑的神情 玄疾便是一五一十的 将江明所说的话 重复说给了楚凡听 甚至于 某位长老 还一脸惋惜的说道 江明长老 恐怕撑不住多久了 刚才他只听个大概 现在听到这详细无比的描述 一下子 就让楚凡愣在了原地 他的目光不免有些难以置信 更是惊讶地说道 师尊 他怎么会知道神话时代的事情 似乎是因为他太过于惊讶 以至于 是话音引起了 太玄圣地的众人的注意 此刻的太玄圣地众人 还不知道 在这遗迹之中所发生的一切 但是楚凡 却是早已经知道了 这里的遗迹 已经验证了 在仙古之前 还有着一个神秘莫测的时代存在 楚凡愣住了好一会 玄机 这才对他靠拢过来的太玄圣的长老们说道 诸位有所不知 在这遗迹之中 号称是东荒古籍研究第一人的天机长老 已经证明了 在仙古之前 还有一个神秘时代的存在 只是 便是他们 也还不知道这个时代 叫做什么 话音一落 先是一片死一般的寂静 玄机 众多长老便是 目瞪口呆地愣在了原地 就连那些听闻此言的弟子们 也都是纷纷张大了嘴巴 半想说不出话来 几乎每一个人的心中 都纷纷想到了一个可能 难道说 江明长老没有骗我吗 那仙古时代之间 真的有这么一个更为古老的时代存在 每一个人的脑海之中 都是瞬间涌现出了一种奇特的感觉 犹如是后知后觉的惊骇一般 缓缓地从心头蔓延而起 渐渐地汇聚成河 在汹涌成海 最终 那万丈波涛 一下子打碎了他们所有人的认知 一旁的泰玄圣女宋宁言 眼眸之间更是泛起了思思的异彩 她的心中无比的喜悦 更是异常欢喜地说道 我就知道 神话时代一定是存在的呀 一旁的小徒弟江楚楚听了 也是附和道 就是就是 师尊怎么会骗大家吗 你们都不相信师尊 现在好了 被别人证实了吧 大家再度说不出话来 小徒弟对于江明的话 那是无比的信任 但是别人可就不一定了 宋宁言相信仙古时代的存在 但也认为 是江明从某些古籍文献上面得知 并不觉得其他的事情 是真的 但是现在 光是证明一个神话时代的存在 就已经足够让所有人都为之震惊了 有一部分的人 内心开始了疯狂的动摇 更有一部分的人 甚至于直接开口询问 这要是真的 那么江明长老是怎么知道的 难道说 他真的见过不成 真的见过 这或许太让人难以置信了 大徒弟楚凡 与几位长老此刻都陷入了沉默之中 玄机 长老们却是认真地分析到 或许江明长老此前 就见到过有关于神话时代的记载 江明长老 在这仙古时代之前 还存在着另外一个更为古老时代的事情上 的确是说的实话 不错不错 正是应该如此 此刻 这个观点被大家一致认同 就连大徒弟楚凡 也是这样认为的 纷纷是点头秤势 大徒弟楚凡 很了解江明 年轻的时候 楚凡也曾经对江明的话 深信不疑 但后来 他也渐渐地发现 师尊似乎有一些爱吹嘘 爱吹牛的习惯 随着楚凡的年纪见长 已经不相信 这些江明红小孩子的故事了 小徒弟 此刻气鼓鼓地看着众人 开口说道 大师兄 师尊说的话 难道你也不相信吗 你太让师尊失望了 楚凡此刻苦笑不已 摇摇头说道 小师妹 师兄也想要相信啊 只是 楚凡欲言又止 但是泰玄圣帝的义润声 轰动声 却是引来了其他的势力的关注 现在局势紧张 不少的人更是随时注意着 四周的各大势力的人 不管是说的什么话 还是发生的什么事情 他们都会有所注意 尤其是那位研究古史的天机道人 在一开始 他们谈及神话时代的时候 就已经注意到了 此刻 他更是满脸的激动 朝着泰玄圣帝的众人赶来 他还是第一次听闻 神话时代这个名字 一种迫切的好奇心 让他想要与泰玄圣帝的众人谈论 眼看着这位天机道人 快步走来 众人 也都是知道此人的身份 尤其是圣女宋明年 他早就知道 这位天机道人 乃是东荒境内 鼎鼎有名的人物 对于这砖炎古史的领域 属于老古董级别的人物了 不光是辈分极高 修为 也是极为强横 已然是神王静的高手 此刻见到他走来 圣女宋明年 也是躬身一拜道 在下宋明年 见过天机老前辈 天机道人 对于这些礼仪毫无兴趣 只是直言道 小友 这神话时代的事情 你速速 与老夫说来 也是他急不可耐 迫切地想要知道 关于这神话时代的事情 以至于是完全不顾 他这神王静高人的形象 宋明年见状 也是淡然一笑 毫不掩饰地 把关于神话时代的描述 一一说给了天机道人听 听到那些关于盘古开天 女挖造人的故事 天机道人更是无比的激动 心中 也是震撼不已 他颤抖着双手 无比激动地说道 老夫早就有猜测 仙古之前 定然还有更为恢弘古老的时代处在 只不过是因为不为人知的远古 被埋葬 无人所知罢了 仙古时代的古籍之中 曾经不止一次显露出信息 关于这仙古之前 还有一个时代的存在 老夫只是苦于没有证据 天机道人速来与人为善 在众多的圣地以及大势力之中 也是颇有声望 太玄圣地的众人对于他 也是颇为尊重 此刻见到他与宋宁年的对话 心中也是在一度的 确认了江明长老 对于神话时代的描述 完全就是真的 随后 天机道人也是看向了一旁的小徒弟江楚楚 向他询问道 这位小友 这些事情 你是从何得知的 因为刚才太玄圣地众人的讲述 让天机道人知道了 小徒弟是知道事情背后故事的人 故此事向他询问 而江楚楚也是坦然地说道 天机前辈 这些事情都是师尊告诉我的 天机道人此刻瞬间是一脸的尊敬 更是直言道 竟是这样 好好好 有机会 老夫定要去拜见小友的师尊 小友 你可真是好大的福气啊 你这是师尊 定然是位隐世不出的高人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这样的描述 竟是隐隐之间契合着天地大道 仿若同学 如此高人 为何老夫从未听闻 这真是老夫毕生的遗憾 未能早一些 与这位高人相见哪 眼看着天机道人神色激动 说起这番话的时候 还带着一脸的尊敬 这 却是让太玄圣地的众人 神情有些尴尬 江明 可丝毫与什么绝世高人不沾边的 不过 这个时候 正是自己太玄圣的长脸的时候 他们也不好多说什么 毕竟这个时候说什么 是由损江明长老颜面的 随后 天机道人 更是毫不在乎自己这老前辈的辈分 与宋明言 江楚楚二人一番讨论 此后 那天机道人越是与二人谈论 就越是对于江明的话 感到极大的震撼 那关于神话时代的描述 栩栩如生 更是让人浮想联翩 仅仅只是一些简单的话语 就将那神话时代的辉红壮阔 描绘得绘声绘色 让天机道人的心中 不止一次的震撼 他越来越感到欣喜若狂 最后 竟然是直接邀请二人一起探寻此地 天机道人的权威 以至于是让某个圣地的人 花费大手笔 请他来这秘境之中探查 可小徒弟与宋明言 却是三言两语 就能够与这等前辈高人同行 这是让不少人都为之眼红的事情 而随着太玄圣地的事情 因为有天机道人插手而传播了出去 毕竟天机道人掌控着一记第一手的情报 不少的势力都是派遣了耳目 专门来打探的 一个不留神 居然就听到了另外一个重磅消息 人族的势力大多都是为了这个消息而感觉到吃惊 没有想到太玄圣地之中 竟有人了解这个时代的存在 就连天机道人也都无法证实的事情 居然被一个太玄圣地中的高人所知道了 这太玄圣地经历了几百年前的邪魔入侵 已然是元气大伤 没想到竟还有这样的高人存在 有此高人更是太玄圣地的底蕴深厚的证明 除了人族的势力之外 其他的诸如妖族 太古皇族或者是太古族群的势力 都对此不以为然 有人在前面探路 这岂不是更好 免得遭遇不必要的麻烦 东一王眼中流露出丝丝的喜悦 反而是对此比较从容 他们丝毫不担心会被人族抢先 因为现在大家都继续力量 不到最后关头 也没有人愿意动手 至于其他的诸如妖族 或者是其他的太古族群 对于这个事情 也是抱着与东一王差不多的心思 既然有人在前面探路 何乐不为呢 并且 他们的族群之中 崇尚实力 对于这古籍文献的研究 几乎可以说是一片空白 这样的事情 对于人族而言 法师更加得心应手 妖族与太古皇族 也都是派人打探 不断地跟紧就可以了 而在人群中 却也有老一辈的高人 振奋不已 心中无比的激动 他们或是扬天狂笑 或者是喃喃自语 原来那个时代 名叫神话时代 这个名字 一听便是如此的灰红磅礴 让人浮现连篇 除了其他势力的反应 此刻天机道人 也是是邀请了太玄圣地的众人同行 对此 太玄圣地的众人 却也是欣然同意 随着天机道人的队伍 向前不断地探寻 那些个邀请天机道人 而来的圣地 以及其他的势力 也都是心照不宣地跟在后面 随后 在那探寻的过程之中 众人发现 一些壁画之上 时日横空 每个太阳之中 都隐隐有着一个三角神鸟的模糊身影 一开始的壁画 仅仅只是对于那个神秘时代的描述 但是随着众人的不断推进 渐渐出现在众人眼前的 却不再是他们的想象能够理解的了 三族神鸟 越发清晰 越发壮观宏伟的场面 渐渐地浮现在所有人的眼前 壁画之上 那三族神鸟腾空而起 席卷周遭亿万里天地 仅仅只是 它出现的瞬间 整个世界的黑夜被禁数驱逐 无边大地上 照耀万物的光明 炙热无比 一只又一只抬起头颅的巨大妖兽 蛮荒一族 抬起头颅 眼眸之间 无不是带着浓浓的敬畏 那逼真的壁画 让天机道人为之颤抖不已 不光是他 其他看到这壁画的人 也都是心神一震 灵台之处 犹如是惊雷轰然乍响 这就是那个仙谷族群 所信仰的神鸟全貌吗 竟然 竟然是如此的逼真 这比他们在任何的古籍 任何的文献之上所看到的 所描绘的 都要真切 无比逼真的画面 犹如是将整个仙谷之前的时代 铭刻在了这特殊材质 所铸旧的墙壁之上 让任何一个人光上一眼 便感觉犹如是踏入了那个 蛮荒一族无数 强者如云的恢弘时代 有的人感觉难以呼吸 盯着这壁画大口的喘息 有的人甚至于光是看上一眼 便感觉心机不已 甚至于有的人 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 想要臣服跪拜 顶礼膜拜 这到底是个什么生灵 竟有如此恐怖的威势 我们光是看着他的画像 便感觉到了内心之中 无比的激动 我的老天 世上竟有如此生灵存在 随着天机道人 一遍又一遍的查看 最后他毫不犹豫的确定到 这就是那个仙谷族群 所信奉的神器 他面色激动 但是很快便浮上了一脸的困惑 但要是这样的话 这些壁画到底是什么意思 众人思来想去 却是没有个定论 甚至于他们都不敢靠近 哪怕是看得时间长了 那流露而出的威压 便是那般的摄人心魄 叫他们不免胆寒 众人心中又是惊恐 又是猜测不断 可是 这个时候 看到这一幕的小徒弟江楚楚 与圣女宋宁言二人 却是猛地愣在了原地 纷纷是惊呆了 这 这不就是神话时代的金屋吗 小徒弟喃喃自语道 一旁的圣女宋明言 也是物资咽下了一口唾沫 不由自主地赞同 是啊 这 这不就是神鸟金屋吗 他们都亲自听闻 江明讲述 那十大金屋横空出世的故事 此刻 江明的描述 一点一滴地和这画面联系在一起 让他们不免是浮想连篇 妖地地君 淡下十大金屋 十大金屋出世之时 列扬当空 整个天地被那恐怖无比的神火 所焚烧焦灼 大地之上哀红遍野 无数的生灵在那十大金屋的照耀之下 瞬间毁灭 数以亿万的生灵 在那恐怖的太阳真火的温度之下 以至于是瞬间化作了积粉 天地之间 无边的灾祸席卷 连绵整个世界的巨大灾祸 甚至于是让二人的身躯 都止不住地颤抖了几下 这 还只是因为他们的想象罢了 仅仅只是想象一下 就足够让他们的心中产生畏惧 产生惊恐 在这壁画一旁的众人不明所以 更是一脸疑惑地看着他们二人 而那太阳圣地的众人 却是隐隐之间猜测到了什么 在不断地窃窃私语 他们同样震撼无比 同样的是难以置信 目光之中 甚至于是带着几分疑惑 几分迷茫 随后 又好像是大梦初醒一般 露出了一脸的惊讶 这般模样 让那天机道人瞬间激动不已 难道 他们又从那位江明长老的口中 得知了什么 想到这 天机道人便是连忙请教道 二位小友 可否与老夫说说看 这壁画 到底是什么意思 宋宁言艰难地扭过头 看向天机道人 目光之中汇聚着的 是一丝丝的难以置信 他几乎是颤抖着嗓音地说道 这壁画上所描述的 乃是神话时代的妖族天帝之子 十大金屋 十大金屋 是啊 要是这么说的话 那壁画上 的确是会救了 十只神异非凡的三族神鸟 这 这是时日横空的意思 小徒弟江楚楚 快人快语 立刻是解释到 妖族天地淡下十大金屋 而这十大金屋 随后便游历诸天 浮现于天空之上 在这个时候 天穹之上有十个太阳 以至于是让大地干涸 无数的生灵活生生的被炙热所晒死 天地之间哀红遍野 听到这话 众人更是纷纷愣在了原地 先古之前 竟然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吗 十个太阳 一同出现在天地之间 虽然说 人间不能缺少太阳的存在 但是十个太阳 却是足以造就大祸 若是长久持续下去 只怕是会让整个天地间的 所有生灵都被活生生的晒死 还有 那妖族天地 又是什么人 十大金屋 原来这神鸟 竟是名为金屋 它们 竟然是太阳的化身 这般让人骇然不已的描述 瞬间让所有人的内心 轰然乍下 不断地回到脑海之中的联想 将它们的脑海之中 填满了一个 无比恢弘巨大的场面 一如那壁画之上所描述的 时日横空 众生沉浮 而妖族那边 却是无比的激动与狂喜 这么说 这里就是我们妖族的遗迹了 想不到我们妖族 竟还有这样的先祖存在 真可谓是意外至极 现在你们还有什么话好说的 这里便是我们妖族的遗迹 应该是归我们所有 即便遗迹之中有什么 也该是留给我们妖族才是 妖族之人 此刻对此深信不疑 因为这样的一个强大无比的存在 光是一幅壁画 让人多看几眼 都会感觉心神震撼 无法直视 这样神秘无比的存在 竟是太阳的化身 不过 对于妖族的话 似乎并没有人去回应 因为现在大家都沉浸在 那对于神话时代 所出现的恢弘场面 而不断震撼的情绪当中 尤其是那天机道人 更是无比的激动 想不到老夫的有生之年 竟然能够亲眼见证 这神话时代的存在 他本就对于古史 有着近乎狂热般的痴迷 现在他所看到的 所见到的 一如那修士 对于长生的渴望一般 昭文道 惜死可以 仅仅只是得知了 见证了心中的渴望 他便是当场暴毙 也是死而无憾了 不过很快 他便是想到了什么事的 开口询问二人 二位小友 这些 可是那位江明长老所讲述的 小徒弟江楚楚一听这话 自然是很自豪地回答道 那是自然 除了师尊他老人家 还能是谁 太玄圣地的众人 此刻心中震撼不已 他们所见到的一迹古史 怎么渐渐的 开始与江明长老的话 渐渐的吻合 那不是一个老头子的 胡言乱语吗 怎么 怎么现在竟是被这 铁一般的证据 不断的证实了 更多的人 心中已经产生了 巨大的动摇 开始有人猜测 怀疑 江明长老是不是 根本就没有骗他们 他说的 完全就是真的 大徒弟楚凡 此刻也是有些梦了 自己的师尊江明 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怎么从前从未与他提及呢 但是此刻 楚凡还是坚信 不管怎么样 自己的师尊 也不可能是从那个时代 亲眼见证的人 这些事情 应该是江明从一些古籍 文献上面所了解的 而一旁的天机道人 此刻却也是越发的心中震撼 他越发的想要知道 江明到底是何方高人 这位江明长老 真的是一位不出事的高人 老夫真想好好地拜见一番 与之好好地交谈交谈 他感慨无比 不免是露出了一脸的向往 而就是这个时候 在场的几大圣地之一的 云霄圣地中 一位太上长老忽然冷笑不止 开口说道 什么绝世高人 不过就是个靠着坑蒙拐骗 糊弄人的老家伙罢了 他这都快死了 还在这装什么高人 以老夫所见 此人不过是运气好 看过相关的记载罢了 算得上什么本身 这位云霄圣地的太上长老 名为丽云 曾与江明有极大的仇怨 昔年他的爱徒下山历练 遇到了江明的大弟子楚凡 因为寄予楚凡的宝物 从而想要杀人夺宝 只可惜那人虽然野心颇大 但实力不足 被楚凡轻而易举的反杀 得知此事的云霄圣地的太上长老 当时怒气勃发 曾经半路截杀楚凡 然而 却是被江明已付出重伤的代价逼走了 甚至于还说了什么江某人的徒弟 你也敢动这类的话 让他回去之后 每每想到此事 便是气得凸显 以至于是如今 他都怀恨在心 这云霄圣地的底蕴 与太玄圣地 其实差不多 都是祖上曾经诞生过大圣级别的人物 因此 双方虽然结仇 但是这太上长老 多年来几乎没有找到报仇的机会 尤其是后来大徒弟楚凡 实力倍增 他更是没有了机会 现在抓到了机会 也是毫不犹豫的大肆嘲讽 这江明算个什么东西 谁不知道 此人最爱说大话 从那几本碰巧得来的古籍之上 看到了神话时代的描述 便在弟子的面前大肆吹嘘 呵呵 真的是恬不知耻 他的话 显然是激怒了太玄圣地的众人 以至于第一时间 便有长老出来反驳 丽云 如乃是云霄圣地的太上长老 如此的不顾身份 在此胡说八道 难道你就不怕 被天下人耻笑吗 丽云冷笑几声 却是反问道 难道老夫说错了什么吗 那江明 难道不是 没有几天可活了 他所吹嘘的那些话 只怕是连你们都不相信吗 面对这样的质问 太玄圣地的众人 瞬间哑口无言 一时之间 更是不知道如何反驳了 有的人心中虽然动摇 想要为江明长老说些什么 但是此刻 他们却也是不知道如何反驳 这些话 在诸多大势力的面前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想不到竟然是这样 这个江明 表里不一啊 可是 他为何要这样做呢 有的人面色惊讶 有的人满脸的疑惑 但是不少的人 都是露出了一副看戏的模样 暗中讥讽 怯怯思语之间 无不是带着嘲弄 就连那看向太玄圣地众人的目光 都是带着几分嘲讽的笑意 便是那位对江明 无比好奇的天机道人 此刻 也是呆愣在了原地 真的是这样的吗 想不到会是这样 他的心中掠过了一抹难以置信 你们懂什么 我师尊他 才不会骗人 小徒弟江楚楚 见到谁也不说话 却是站出来开始反驳 我师尊他 可是曾经指点盘古开天辟地 女娲捏土造人 曾经与白衣女帝坐而论道 创下修行之法 江楚楚一五一十的 将江明曾经说过的那些话 又再一次的重复了一遍 一面说着 一面脸上带着骄傲的神情 一旁的大徒弟楚凡听着这些 暗中觉得脸上有些发烫 心中也是颇为不好意思 不由的是苦笑着摇头道 楚楚 别说了 太玄圣地的众人 此刻也都是感觉脸颊发烫 有些无地自容了 这 这太丢人了 且不说这些话 实在是过于离谱 就光是那丽云的言论 也都被小徒弟的话所证实 此刻对方正是一脸得意地看着他们 似乎是想要看看他们到底还要怎么出丑一般 听到这些话 在场的众人无不是大笑起来 尤其是云霄圣地的诸多弟子长老 嘲讽声接连不断 笑死我了 世上怎么会有如此狂妄之人 如此说法 与那痴人说梦有什么两样 看来这人真的是要死了 都已经开始说胡话了 什么盘古 什么女娲 这都是些什么 简直是闻所未闻 就算是胡编乱造 你好歹也说点能让人相信的话 这世上哪里会有人能够开天 简直就是一笑大方 还有那什么女娲 你也吐造人 别笑话我了 这么说的话 你们人族岂不都是尼泰 哈哈 那些太古皇族和妖族的人 原本以为江明是什么隐士高人 现在 却也都是纷纷摇头 沿路嘲讽不屑之色 云霄圣地那位太上长老丽云 此刻更是疯狂的嘲笑了起来 哈哈 真的是一笑大方 小姑娘 你不觉得丢人 老夫都为你敢去丢人 说出这些话来 这不是疯掉了 就是欺骗你的懵懂无知 看来江明真的是要死了 脑子都已经坏掉了 小徒弟江楚楚 见到没有人相信他的话 此刻也是着急了起来 一双眉眸之间 亦是涌动着气氛 我师尊才不会骗人 从前神话时代 时日横空 以至于是天地一片灾祸延绵 哀红遍野 赤地亿万里之广 没有任何的生灵 能够存活的下去 要不是我师尊悲天悯人 将一把摄日宫交给了一个名为大义的人 射杀了九日 怎么会有现在的你们 听到这话 众人再度发笑 他们根本就不相信这些 更是不可能相信 摄日宫 还射杀了九个太阳 真的是笑话 若是此人有如此实力 老夫倒是真想好好地看看 只可惜呢 此人现在病入膏肓 躺在床上 动不得了 下一次见到 只怕是在目的之中了吧 哈哈 什么摄日宫 无被妖族的先祖 其实如此轻易地 就能够被射杀的 哼 真的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满嘴胡言 如此蠢货 不是疯子 就是个傻子 小姑娘 再敢胡说 割了你的舌头 再打上你的宗门 本尊倒是要看看 你这师尊 有没有你说得这么厉害 哼 只怕他现在是自身难保了 听说他伤势这么严重 还敢如此放肆 真的是跳梁小丑 太古皇族 妖族 丽云 此刻无不是嘲讽不已 没有人能够站出来 替江明证明 也没有人能够找到办法解释 人族的几个圣帝古族内 诸多人族的强者 也是纷纷摇头 太玄圣帝集体沉默 面色复杂 却一言不发 云霄的太上长老丽云 依旧是满脸的嘲讽 接连不断地开口重伤江明 众人已然是将此事 当做了一个彻彻底底的笑料 不多时 众人也懒得理会此事 当下 还是继续探寻遗迹 最为重要 玄疾 一并出发的众人 却是不断地朝着遗迹的内部寻觅着 渐渐的 似乎是有人发现了什么 在原地惊呼 这是什么 天机前辈 您快来看看 听到这话 众人连忙是靠了过去 只见到在那一座巨大的墙壁之上 描绘着这样的一幅画面 大地之上 还红遍野 十只金屋横空出世 席卷亿万万里神火 胶着人间大地 四处生灵不足 无不是在这炙热的火焰之下 不断地灭亡 那画面延绵开来 似乎并不完全 再向里面看看 这画面 似乎并不完整 断定了此言的天机道人 此刻也是与众人不断地前行 不多时 众人又来到了一幅明刻的画面之前 依旧是那十大金屋 浮现于天穷之上 大地之上的生灵 此刻竟然已经是死了七七八八 在一个不落中 一个顶天立地的强者 竟是得到了一把无上的神功 那并神功之上 透露出这一股亥然的气息 叫人看上一眼 便觉得有一股难以言喻的恐怖气息 自其中透露而出 这是什么神功 为何老夫仅仅只是看上一眼 便觉得 犹如是要撕裂老夫的神魂一般 一股凌裂的气息 竟是从壁画之上汹涌而出 这个时候 已经开始有人发现了一些不对劲 但是 也仅仅只是猜测 而转眼 当他们在看到 接下来的画面的时候 却是发现 那个背负着神功的强者 竟是朝着一个模糊不已的画面 跪拜 扣手 而那神秘的虚影 光是一个模糊的背影 竟然就显露出了无边的伟案 众人心头再是一惊 已然是有什么东西 要从他们的心中 呼之欲出了 就连此前 对于那些描述感到失望不已的天机道人 此刻也都是满脸的震惊 他不敢说话 因为 这画面 竟然还有后续 众人朝着内部不断的深入 下一张壁画之上 终于是出现了最终的画面 那位顶天立地的强者 手持神功 射杀九日 天空之上 那唯独剩下的一只三足金屋 于天穷之上颤抖不已 一时之间 天地间无数生灵 朝着那强者跪拜 纷纷是露出了感激不已的目光 射杀九日 天地间紧紧留存一个太阳 这接连不断的一个又一个壁画 最终描绘而出的 竟然和小徒弟姜楚楚刚才说的 一般无二 死 天机道人倒吸了一口凉气 目光有些呆滞的看着那壁画 壁画的天穷深处 一个模糊的虚影 似乎是在漠然的 看着这天地众生 似乎是这射杀九日的惊世壮举 对于他而言 也不过是过眼云烟 此刻 众人纷纷是联想到了 刚才小徒弟姜楚楚所说的那些话 更是长大了嘴巴 心中难以置信地想到 这 这竟然还真的吻合上了 这绝无可能 震撼 惊恐 蔓延整个人群的难以置信 开始让所有人的头顶都直冒冷汗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刚才他们还在嘲笑的那段描述 怎么现在 竟是渐渐地 被接连不断的壁画所描绘而出 就好像 真的存在着这样的一件事情 时日横空 大翼射日 那金乌 可是深化天阳 任何一只金乌 都拥有着恐怖绝伦的力量 光是看着壁画之中的描绘 都能让在场的任何一个强者 为之胆寒 可就是这样的 强决天下的存在 竟被一个神秘的身影 赐予的一把神功 生生射杀 这些 实在是太过于离谱 以至于是所有的人 似乎都脑子短露了一般 站在原地沉默了许久许久 这一切 要是真的话 那就太不可思议了 那个太玄圣地的江明长老 难道说的是真的吗 四下设日宫 一举设沙九大金乌 就当所有人都有困惑不已 心中震撼的似乎有些迷茫 开始渐渐的动摇的时候 那云霄圣地的太上长老丽云 却是再度开口 你们 你们千万不要被这江明给骗了 他的嘴巴有些干涩 就连他 也是震撼了许久 这 这一切一定是江明不知道从哪里了解到的 故意这么说 想要骗人罢了 你们好好地想一下 真要是如他所言 那么他又该是活了多久 这话 一下子给了不少迷茫的人一个合理的解释 尤其是妖族的人 此刻更是纷纷点头道 不错 一定是这样的 人族 怎么会有如此恐怖的强者 这几乎 是横根了万古岁月的存在啊 怎么可能是真的 江楚楚此刻也不说话了 他彻底地明白了一个道理 不管他怎么解释 怎么说 终究是有人会质疑 会怀疑 会反驳他的话 与其这样 他宁可什么也不说 但是太玄圣地的众人 却是纷纷开始动摇了 这容不得他们不动摇啊 这些描述 与江明所说的 契合无比 只不过 即便是有人动摇 却依旧没有人多说什么 转眼 众人之中凝固的气氛 也随着丽云的解释 而缓和了许多 众人暂且放下了内心的狐疑 继续朝着这一记的内部深入 在这一记中 像这样的壁画有许多 渐渐地 那接连成片的壁画之上 开始描绘起了 关于之前 栖息在这里的那个族群 只见到在那九天之上 被射杀的九只金屋中的 其中一只 滴落了一滴金血 垂落在这族群之中 只是刹那 随着那金血 所弥漫出的 振振恐怖的威能 竟是赋予了 那整个族群 强大无比的火焰能力 犹如是烈火燎原一般的 将这个原本不会使用火焰的族群 彻底的点燃 一丝丝属于金屋的神火力量 浮现在这整个族群的族人们身上 他们原本只有两对翅膀 此刻却是生出了第三对 燃烧着熊熊烈火的羽翼 挥舞于天地之间 瞬息之间 及持千百里地 而到了后面 那壁画之中出现的金屋金血 也是随之被那个族群供奉了起来 成了他们的镇族之宝 在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众人更是无比的激动 尤其是妖族的人 此刻更是直言道 这低金血 乃是先祖赐予我们妖族的宝握 这应该是属于我们的东西 听到这话 一旁的太古皇族的人 却是冷冷笑道 如等不过是一群杂毛畜生 受用不了此等神物 真想要 先问我们太古皇族的人 答应不答应 显然 他们想要凭借实力抢夺 人族自然也是不愿意放弃的 光是从壁画之中就能够看出 这金血的恐怖之处 仅仅只是垂落自凡间 荡漾而出的一丝丝细微的血脉之力 竟然就直接造就了 这强大无比的仙谷族群 这要是得到这一滴完整的金污金血 那岂不是能够造就一尊大地 不敢相信 在这紫霞秘境中 竟然会有如此质保存在 不管是谁 都想要得到这金血 这意味着一场大造化 甚至于可以直接将 整个东荒境内的所有势力 进行一次大洗牌的造化 人群之中 一部分的人 甚至有还没有见到 这金血的存在 就已经因为三两句话 而大打出手 整个探索的队伍 也是开始变得混乱了起来 许多的强者 也是第一时间 朝着遗迹的深处冲了进去 大徒弟楚凡见到此幕 也是毫不犹豫地 朝着遗迹内部冲了进去 跟在他身边的 还有太玄圣地的几位 实力最强的长老 而过不了多久 在那中心处 一座恢弘无比的道台 浮现于众人的眼前 那是一个何等神异的场面 在那道台之上 环绕道台周围的道道玄奥纹路 犹如是描绘着天地大道 日月洪荒 诸天环宇 竞树显露其上 一股古朴的气息扑面来 犹如是仙古莽荒之间 震慑天地的绝顶强者 所透露出来的恐怖威压 然而 这还仅仅只是一座道台 在那道台之上 一滴金色的血液 却是瞬间将所有人都震撼住了 不过寸许大小 却是涌现出万丈神光 周遭无边的法理交织 扑就成一片惊骇绝伦的恐怖画面 犹如是烈日主海一般的恐怖热浪 自其中涌现而出 甚至于光是抵御这股恐怖的热量 都要所有人动用自身过半的力量 那金色血液之中 所蕴含的恐怖力量 更是叫人光是看上眼 就犹如是见到了无尽的惊涛骇浪 在眼前翻滚席卷 阵阵奔涌而来的强大气息 犹如是震杀巴荒 让无数大告星辰 都为之颤抖的恐怖神威 荡漾在其周围 让人不能轻易地靠近 然而贪欲 终究是埋下一切灾祸的祸根 有人忍耐不住内心的贪婪 朝着那金色的血液冲了过去 可还没有等他们冲到近处 瞬间一股恐怖的气息 自那血液之中涌现 煞时间 神光大作 一股恐怖绝伦的热浪 瞬间将最靠近的那几个贪婪之人 直接蒸发 瞬间消失的数人 直接让所有人都嘴角抽搐 心中瞬间狂涌而出一股惊恐之意 接连后退的众人 此刻也不敢靠近分口 就连实力最强的 那几位神王静的修士 此刻也都是急忙后退 不敢触其半点锋芒 那恐怖的威压席卷开来 让所有的人 都有一种想要跪下膜拜的冲动 自其中汹涌而出的恐怖气息 亦如四海之水轻覆天地一般 汹涌无比 不少的人 光是看着那惊血之中 恐怖绝伦的气息能量 便是吓破了胆子 急忙逃顿开来 更有的人 面露狂喜之意 依仗着自身强大的实力 想要再度出手抢夺 但是一旦靠近半点 就会被一缕气息 轻而易举地烧成灰烬 众人此刻再度骇然 那低惊血的恐怖能力 早已经超乎了他们所有人的想象 尽管只是一滴惊血 不过寸许 然而其中的恐怖力量 却是宛若无边浩瀚 拥有焚天主海之能 那恐怖无比的金色金血之中 释放而出的无量金光 冲入天穷 刹那间将整个星空曝旧的秘境天空 瞬间照耀的犹如白昼 整个秘境中 原本是铺满了天空的所有太古大高星辰 此刻都彻底的被那神光所覆盖 这一幕 犹如是太阳升起 无数星辰隐去的最自然的一幕 但是在这秘境中出现 却是天地异想 那彻底地改写了整个秘境中的天空的恐怖神光中 刹那间出现了一股撕裂虚空的恐怖威能 将那亿万里虚空 生生地截断 自远方延绵而来 横跟整个秘境天空的空间 竟然是直接断坐了两半 煞时间 一道道神秘无比的异想 分尘而出 那空间的裂缝之中 一股又一股强大无比的气息 自其中透露而出 一股股恐怖无比的妖族气息 自其中凝石一般的涌现而出 犹如是有一万妖族天兵 自九霄之上垂落人间 在那恐怖无比的妖族气息之中 一道白芒掠过 天地恍然失色 在一看的时候 一尊身穿蟒袍的三足金屋 浮现于天穷之上 其金色的瞳孔间掠过一抹漠然的神情 仿若是君临天下的君王一般 掠过无数人心头一股莫名的想要跪拜的冲动 那捅于万腰的气概 君临天下的姿态 犹如是小徒弟姜楚楚所描述的那般 天地地郡之子 亦是十大金屋太子 瞬间涌上了所有人的心头 真的是这样吗 真的是那个描绘之中所呈现而出的恐怖存在 降临于此了吗 所有人的心头都在疯狂的呐喊 几乎是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一切 姑乃金屋三太子 统御万腰 横空出世 那一番晦涩难懂的古老言语 没有人能够知晓 但是诡异的是 所有人都听明白了 他所说的意思 这让所有人都露出了 犹如见鬼了的表情 大惊失色 尤其是妖族的人 不管修为何等高强的妖族 都在第一时间被直接镇压 那来源于血脉之中的压制 瞬间将他们所有人都镇压在了原地 纷纷是匍匐在地 跪拜金屋三太子 更是动弹不得 好在 这仅仅只是金屋金血所释放 而出的一道金血微压 所呈现出的漫天异象 也是转眼之间消失不见 那漫天的恐怖气息 聚荣于方寸之间 滴溜溜地于倒台之上旋转 再没有了动静 这个时候 天机道人忽然是激动无比地说道 现在 他乃是无主之物 只要炼化了这金血 就能够得到其传承了 漫天的威压 此刻也渐渐地平息了许多 在见到了那恐怖无匹的力量之后 虽然是带给了 所有一种莫名的惊恐骇然 但是此刻 天机道人的话音刚落 所有人都是陷入了一股无比的狂热之中 瞬间 诸多强者 纷纷是想要动手抢夺 如此神物 当属我云霄圣地所有 太上长老丽云狂笑一声 便是要冲出去 但是下一秒 一股股恐怖的气息 却是惊得他浑身冷汗直冒 一股强大无比的神王净气息 直接压在了他的头顶 国王看上的东西 岂是如等能够动手抢夺的 东一王的蛇眸之间 金光大作 一种莫名的金氏神通 自其眼眸之间涌现而出 只是一瞬间 便有四五个想要出手抢夺的修士 毕命在那金光之下 刹那间漫天血雾涌现 一股血腥的味道 刺激着所有人的神经 太古皇族中的王者 果然是不同凡响 只不过 此物乃是我妖族的至宝 岂能荣辱等夺取 转眼间 妖族的人却是清朝而出 不管是神王净的高手 还是其他的众人 无不是朝着那精血狂奔而去 对于他们妖族而言 这低精血的重要性 更是不言而喻 任何想要出手抢夺的人 都被妖族那犹如狂勇一般的浪潮席卷阻挡 眼看着 妖族的人就要第一时间拿到这精血了 可是下一秒钟 一缕金光自那精血之中涌现而出 直接落在了小徒弟姜楚楚的身上 那方才还是无主之物的精血 竟然直接落在了小徒弟姜楚楚的身上 这让他不免有些茫然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大徒弟楚凡倒是第一时间反应了过来 激动无比的说道 楚楚 此乃你的机缘 这低精血 竟是选择了你 小徒弟姜楚楚听到这话 顿时反应过来 面庞之上从茫然到惊喜的转变 只用了一瞬之间 其他的太玄盛的众人 也都是一脸的羡慕 但毫无疑问的 其他的大势力 尤其是妖族与太古皇族的人 却是无比嫉妒的盯着江楚楚 这样的事情 简直就出乎了他们的预料 尤其是妖族的人 清朝出动 都要夺得精血的前一秒钟 居然直接就飞了 这不是功亏一篑吗 两边大势力 此刻更是怒吼道 小女娃子 老夫劝你放下我妖族的质保 哼 小小人族 不过是我太古皇族的血石 也敢占有此等神物 找死 恐怖无匹的气息 极大神王劲的强者 瞬间在第一时间 朝着江楚楚冲了过来 口中还不断地说着 什么精血应该归他们 所有之类的话 孤王东夷皇族 今日定要夺得此精血 谁敢拦孤 哭便杀谁 狂妄 你且看无被妖族答应 还是不答应 只是片刻 原本就混乱无比的形式 更是彻底地乱作一团 大徒弟楚凡 冷哼一声 横眉冷视那漫天的强者 刹那间 自其身躯之中 黄涌而出一股 恐怖无比的澎湃气血 犹如是自大地之上 拔地而起的赤色苍龙 席卷诸天一股 辟腻巴黄的恐怖气息 圣体之威 只是斗转间 便让所有人都 微微一乐 谁敢动我小师妹 虽然楚凡一个杀字 未曾提及 但那恐怖无匹的杀意 已然是凝石般的透露而出 一些修为稍微弱点的妖族 瞬间是吓得浑身颤抖 而这个时候 小徒弟江楚楚 却是想起了什么 自楚无带中 取出了遗物 大师兄 师尊让我交给你一件东西 说吧这话 江楚楚抬手一挥 那应息便落入了楚凡的手中 楚凡见状 也是我是微微一乐 看着手中那古朴的应息 并没有任何的特殊之处 还不等楚凡仔细地查看 太古皇族 以及妖族的人 就已经杀了过来 这些人 打算合力将楚凡击杀于此 再从小徒弟江楚楚的手中 夺走这精血 局面对于楚凡而言 并不乐观 他的实力是天神静修为 但是妖族和太古皇族的强者 却是神王静的修为 并且足足有五位神王静 虽然楚凡的圣体极为变态 能够越界而战 但也不可能同时面对 五尊神王静的对手 此刻掩开着楚凡被围 人族的其他势力 却也是不好插手 而云霄圣帝的人 更是幸灾乐祸 整个太玄圣帝的人 都和大徒弟楚凡站在了一起 太玄圣帝的实力 虽然明显不如别人 但是却是出乎众人预料的团结 他们选择了抗衡强敌 为小徒弟争取时间 哼 蝼蚁之辈 不过是找死 随着一声冷哼自东夷王的口中落下 玄机 大战一触而发 诸多神王静的强者 第一时间涌现而出的恐怖威压与实力 只是一瞬之间 便铺天盖地地镇压了所有人 除了大徒弟楚凡之外 太玄圣帝的众人皆是感受到了 五大神王静高手的恐怖力量 然而就是这个千军一发之计 一股恐怖无比的威压 竟是从楚凡的手中传出 一时之间 楚凡几乎是想都没想 便灌注了法力 催动着法宝 随之 他更是震撼无比地说道 这 这竟是大圣兵器 他的声音有些沙哑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更是让他一下子呆住了 而太玄圣帝的众人也都是纷纷带住 太玄圣帝的确是有一件大圣兵器 但是一直压在宗门之内 镇压着底蕴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绝不会动用的 而楚凡更是心中无比的惊骇 自己的师尊 居然直接让小徒弟姜楚楚 给自己送了一件大圣兵器过来 这也太离谱了 哪怕是此刻的楚凡手里握着大圣兵器 呈现出了就连诸多大势力 诸多神王尽强者都忌惮无比的力量 他都感觉自己仿佛在做梦一般 这局面逆转的也太离谱了一些 原本是打算与这些人奋战到底 哪怕是拼了一条性命 也要保护下自己的小徒弟姜楚楚 但是现在看来 似乎没有这个必要了 不光是没有这个必要 手持大圣兵器的自己 此刻就是全场最强大的存在 任何想要靠近自己 都是痴心妄想 其他的太玄圣的众人 眼看着这事情的来龙去脉 也是纷纷有些愣神了 江陵长老 竟然还有大圣兵器 直接就让姜楚楚这么送了过来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他们怎么毫无察觉 还有 姜明长老是怎么拥有着大圣兵器的 这一切的事情 简直就太过于荒唐 甚至于是让众人感觉自己 像是在做梦一般 那可是大圣兵器 并非是寻常的任何一样宝物 兵器 可以随意的带出宗门 即便是强如整个太玄圣地 权力最高的历代圣主大人 都不敢轻易的动用大圣兵器 甚至于是将大圣兵器 带着离开宗门 几乎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而这个时候 姜明让小徒弟姜楚楚 带来的这个应息 竟然是足以镇压一方 强大圣地底蕴之物 所有人都惊住了 难以置信地 看着那大圣兵器所涌现 而出的恐怖威压 席卷诸天 一时之间 竟是让五大神王 纷纷面色俱变 涌现而出一股无比忌惮的神情 那股恐怖的大圣器威压 弥漫开来 瞬间将整个遗迹之中的 所有人都给镇压在原地 五大神王更是再清楚不过 这大圣兵器的可怕 同时 他们的心头 更是无比的骇然 没有想到 楚帆会多出一件大圣兵器来 这哪怕是在那些诞生过 大地的势力之中 这也是抵御 轻易不可能动用的质保 众多的强敌 此刻都是想起似的 想到了之前的那些话语 一时之间 不免是心中产生了种种的怀疑 复杂的神情 不断地从五大神王的面庞之上 流入而出 那大圣器的恐怖威压 加上楚帆那圣体的滔天气血之威 更是如虎添翼 只要楚帆令其苏醒 便能灭了此地的众人 他们更是不敢轻易地向前靠近 所谓是圣人之下 皆为蝼蚁 更别说是大圣了 这大圣兵器全力复苏的情况之下 相当于一尊大圣亲自降临 任何一个神王境的强者 在这大圣兵器的面前 都犹如蝼蚁一般的存在 此刻 云霄圣地的众人 也都是面色狂变 犹如是傻了一般的 呆置在原地 面色之上 更是难以置信 他们知道 这太玄圣地的大圣兵器 乃是太玄炉 而并非眼前的这块神秘殷袭 那个出言嘲讽江明的太上长老 此刻更是面色巨变 心中涌现出了无边的惊骇 虽然楚帆并不知道 师尊江明是从哪里来的 这大圣兵器 但是此刻 随着他的气血与法力的涌入 更是另起有了一丝复苏的迹象 那恐怖的气息不断地暴涨 犹如绝地的江河一般 汹涌澎湃 席卷八方 众人心头骇然无比 更是不敢轻举妄动 而太玄圣地的众人 更是激动无比 眼看着江明长老的大徒弟 楚帆僻逆八方 手持大圣兵器 圣体血脉 如若亡羊般滔天狂涌 便是五大神王一同为杀 也都不敢靠近他半步 此刻 楚帆向前一步 傲视群雄 莫然开口 谁敢上前一步 他的境界 只是天神境 可就算是群雄伶俐 五大神王晋为杀 诸多妖族大能包围的情况之下 他们 竟然都不敢靠近半步 甚至于 是连反驳的话 都没有人敢说 哪怕是那狂妄无比的太古皇族 此刻 也都是净生忌惮 他们抵运可怕 但是没携带此等兵器 族内沉锋的祖王 也没有出事 换句话说 在场的众人 诸多大势力 根本就没有能够与楚帆对抗的力量存在 圣人之下 皆为蝼蚁 更别说 这乃是大圣兵器 此刻要是与楚帆发生冲突 势必是要全员覆灭 整个太古皇族 只能是纷纷忍耐 刚才他们的那股嚣张跋扈的模样 也都是彻底的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 却是深深的忌惮 而在那倒台之下 江楚楚 却已经开始接受金乌传承 浑身上下 笼罩着那倒台之内 所涌现而出的万千法里 交织在其周身 玄傲非凡 他抬头看向天穷 却也是心中彻底的呆住了 他想不到 师尊交给自己的这个 竟然是一件大胜兵器 随后 他的面庞之上 也是迅速的变做了一脸的狂喜 难道说 师尊早就知道了这些 才让我将这应喜带来吗 此刻的江楚楚 对于江明的崇拜之一 更是到达了极致 师尊的料事如神 还有曾经讲述过的这一切 在这遗迹之中不断的被验证 随后 更是预料到了 大师兄有可能 被诸多神王境的强者围攻 这一切的一切 就好像是江明提前预料到了一半 每一步 都是安排的明明白白 就连泰玄圣地的众人 也都是面色狂变 呆滞在原地 有人开始发问 在场的强者如云 为何偏偏这金血 就选择了江楚楚 这到底是为什么 众人此刻仿若是想起来什么 一种难以置信的想法 自他们的心头浮现 有的人张大了嘴巴 更是师生说道 难道说 江明长老所说的事情 都是真的吗 这一切 都是他特意为江楚楚准备的吗 难以置信 要是这样的话 江明长老岂不是真的如他所言 曾经教导盘古开天辟地 指点女娲造人 这也太难以置信了一点 可要不是因为这样 那金屋金血 又怎么会选择了江楚楚 太玄圣地的众人心中 更是涌现出了一个又一个 从前他们想都不敢想象的事情 江明的整个形象 也从那个喜欢说大话 喜欢吹嘘的老头子 渐渐的变得伟岸了起来 犹如是一尊无上的存在 矗立在那万古岁月之前 于天地未开之时 指点那一尊神秘的盘古大神 开天辟地 诱利于初开的世界 教导那女娲大神捏土造人 那关于江明所描绘而出的 一个又一个事情 直接在所有太玄圣地的众人的心中 形成了一个个具体的画面 这样的事情 实在是太过于匪夷所思 但也就正是因为如此 在江明长老所说过的那些话中 不断地被验证成真的事情 却是一次又一次地 改写了他们的认知 这样不断地改写认知的经历 已经是让他们的心中 对于江明的形象 越发地高深莫测 越发地难以琢磨了 此刻 手持大圣兵器 屁腻众人的大徒弟 楚凡的眼眸之间 掠过了丝丝的异彩 而他的内心 也是开始不断地动摇 自己的师尊 他自己再了解不过了 可是 就是这样的一个 曾经时不时地说说大话 就好像是开玩笑一般的 提及一件又一件 匪夷所思的事情 并且也没有人 会去选择相信的一个老爷子 他所说过的 最离谱的一些话 现在 竟然一步步地变成了现实 这一切 让楚凡都不免开始 感觉到了一丝陌生 自己的师尊 似乎远远比自己所了解的 更为高深 更为难以揣摩 师尊 您老人家 到底还有多少弟子 不知道的事情 楚凡苦笑一声 心中涌现出了一丝无奈 以及对于江明的敬畏 不过 当他想到自己师尊的时候 却是将目光聚焦到了 在场的一个 让他不得不解决的人 云霄圣地 太上长老丽云 此刻正是站在人群之中 准备是看楚凡的好戏 但是当楚凡 寄出这大圣兵器的时候 他却是彻底的惊呆了 愣在原地久久不能自已 而当楚凡那充满了 杀意的森然目光 垂落于他的身躯之时 他这才行转了过来 连忙是一脸警惕地看向楚凡 小子 你想做什么 老夫乃是云霄圣地太上长老 即便是整个东荒境内 想要与老夫作对的人 也要掂量掂量 不要以为 就你们太玄圣的 又大胜兵器 楚凡处立于虚空之上 在他听来 这些话无异于是疯狗狂吠一般 他本来是根本就不在乎 不过 此人出淫 羞辱自己的师尊将冥 这一点 触及了楚凡的逆龄 任何人 都不能触碰的逆龄 你刚才 竟敢嘲讽我师尊 短短的一句话 却是涌现了一股凝实的杀意 那大胜兵器的滔天甚威 也是随之变得更为汹涌 只是一瞬之间 站在那太上长老的 其他云霄圣地的长老们 也都是不自觉的 向后退了几步 是又怎么 他嚣张不已的话 还没有说完 便见到虚空之上 一缕金光如苍龙般咆哮而起 以无匹的圣威 贯穿了这天地 只是刹那 便轰落在那丽云的头顶 轰隆随着一声巨响传来 那丽云竟是直接横飞了出去 足足是掀起了漫天的烟尘滚滚 将地面拖拽而出一个巨大的深坑 这才在一片灰土之中停滞了下来 他灰头土脸的一抬头 挖的一口溺血 便涌了上来 浑身犹如军裂一般 裂开了道道的裂纹 仿若他稍微动一下 身躯就要犹如破碎的瓦片一般 直接粉碎 烟面 死 煞时间 人群中响起了一阵道西凉气的声音 那恐怖的大圣兵器 竟然恐怖如此 云霄圣地的众人 更是纷纷面色狂变 原本带着嘲讽的笑意的脸庞之上 此刻只剩下了惶恐 太上长老 他 他可是神王镜的高手啊 这还只是大圣兵器的一缕神威 竟然就能够重创一尊神王镜强者 圣人之下 皆为蝼蚁 这话 果然不假 大圣兵器 哪怕没有真正复苏 也端地是恐怖如斯 楚凡凌厉于虚空之上 圣体之威 气血滔天 其手持大圣兵器 万丈圣威镇压四方 一双凌冽的毛子肩 近视漠然 楚凡横眉冷视众人 那屁腻八方的威压 更是如有莫大的威压 叫所有人不敢直视 有云霄圣地的太上长老丽云 这个倒霉蛋在前 谁还赶出他的眉头 此刻 几乎所有人都不免是打了个寒战 心头莫名的惊恐 谁敢抢我小师妹的机缘 随着他的话音一落 整个云霄圣地的诸多长老弟子 无不是怒火冲天 眼看着自己的太上长老被打成重伤 他们却是敢怒而不敢言 只能是眼中怀中恨意 却不敢开口说半个不是 而其他的各大圣地 太古皇族 妖族等人 则是纷纷禁言 不敢妄动 就连那声势浩大 将那金乌传城市 做自己妖族之物的几大妖族高手 此刻也是目光之中忌惮不已 没有谁敢出手 也没有敢动手 有大圣兵器在此 圣威横扫之下 众人皆为楼野 要是现在触怒他的话 只怕今天妖族的所有人 都要被大圣弃阵杀在这个遗迹之中 到时候 不光是拿不到金乌的传承 甚至于是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各大势力 甚至于是神王晋的高手都出动了 要是折损在这里 对于任何一方势力而言 都是极大的损失 没有人敢上前半步 甚至于没有敢反驳处凡的话 反而倒是几个妖族的阻牢 正是一脸阴翼的秘密 商议着什么 便这样放弃了吗 不 我等绝对不能让妖族的传承 落入他人之手 哼 即便是这金血主动选择了那人又如何 皆是将他抽血练随 便不相信拿不回这金乌金血 妖族之中 各种邪门的道法应有尽有 甚至于是连将活人生生的抽血练随 将其一身的血脉之力直接练化 都是属于惯用的手段罢了 那妖族的足劳冷哼一声 却是皱眉道 现在不甘心也无济于事 反正 不甘心的也不止我们 的确 在场的诸多势力 无不是各怀鬼胎 除了云霄圣帝 的确是与太玄圣帝势均力敌 不敢大动干戈之外 其他的大势力 如果是离开了这遗迹之内 还是有不小的底蕴 比如那太古皇族的王族之人 此刻聚集在一块 更是直言道 这圣体现在持有大圣兵器 无等也只能从长计议了 哼 这又有何难 带得离开了这鬼地方 我们便唤醒 被封印在神渊之中的祖王复苏 太古皇族的祖王 那是真正的圣人进高手 若是真的下了杀心 即便是付出极大的代价 太古皇族也绝对会想尽办法 留下楚帆与江楚楚 更为重要的是 这个楚帆如今圣体小成 若是在任由他成长起来 将来成就了大成圣体 却是一个心腹大患 太古皇族对于圣体的忌惮 是有先见之明的 此刻几乎所有的王族成员 都是纷纷点头 此子 绝不能留 太古皇族的王族之人们 按下了杀心 更是纷纷下达了各方的指令 准备是离开遗迹之后 便立刻动手 而与此同时 人族的各大势力 同样是对此事感到了极大的震撼 其他的势力 或许对于太玄圣帝知道的并不算多 但是人族的大势力 诸如各大圣帝 古族在内 都知道楚帆所持有的那大圣兵器 根本就不是太玄圣帝的大圣兵器 而且 大圣兵器对于一个圣帝而言 那都是镇压气运敌运的质保 轻易是不得离开宗门的 若不是生死关头 大圣兵器轻易不能寄出 而从他们的对话之间 人族又注意到了这大圣兵器 竟然就是那个太玄圣帝的长老江明 让那江楚楚交给楚凡的 这一切的线索 纷纷都指向了江明 一时之间 在所有人族的大势力看来 江明的来历 身份 竟是变得十分的神秘 虽然人族的各大势力 也是颇为不甘 心中更是无比的羡慕 小徒弟江楚楚得到了金乌传承 但是人族显然没有那个争夺的意思 毕竟同属人族 相比起落在其他的族群手中 这已经是好上太多了 在场的各大势力 明显是属太古皇族 与那妖族的实力最强 真的打起来 人族或许还不是他们的对手 然而 就是偏偏这个时候 江明不知道从哪里送来了一件大圣兵器 直接就扭转了这局面 这简直就有些离谱了 毕竟 那可是大圣兵器啊 根本就不是什么寻常的法宝 或者兵器 这可是足以镇压一整个太玄圣帝的质宝啊 就是这样的质宝 就算是祖上诞生出了大帝的圣帝势力 也都不敢轻易的动用 可偏偏 江明就是拿出来了 再加上他对于这金屋的了解 对于这十日横空 大一摄日的事情 又是如此的了如指掌 这一切 都让人族的大势力 纷纷是疯狂的脑补 这个江明长老 到底是什么来临 他到底真的只是 一个喜欢吹嘘的人吗 另外一面 太玄圣帝的众人们 明显是松了一口气 连忙是为小徒弟江楚楚护法 圣女宋宁言 不免是看着江楚楚 颇为羡慕 楚楚真的是好运钱 还有这样的一个师尊 他不免犯起了疑惑 秀眉紧促 百思不得其解 会不会 江明长老早就预料到了这些 才让小徒弟 送来大胜兵器 如果这个猜测是真的话 那也太可怕了 而其他的诸多长老 刚刚是放松了心神 终于是不用面对 各大势力的围杀 可此刻 他们却是更加的困惑不解了 江明长老说的那些话 到底是真的 假的 他真的没有骗 我们不成 不少的人 此刻心中已经是开始动摇 这要是真的 那也太可怕了一些 倒不如说 这是个巧合 说不定江明长老早就有了这大胜兵器 只是未曾拿出来罢了 此刻 楚凡的心中 也是这么想的 虽然难以置信 但是不管是谁 此刻心中都是动摇了的 毫无疑问 接连发生的变故 已经让他们对任何事情 都不敢过于确信了 毕竟他们在这遗迹中 已经被打脸了不止一次 大部分的人 更是惊讶于 这仙古时代 之前的神话时代 竟然是有着这么一个 恢弘无比的时代 我所见到过的任何一种传承 都没有这金屋的传承这般恐怖 此刻 东夷王的眼眸之间 掠过了丝丝的亥然 死死的盯着小徒弟 将楚楚的周身 那不断涌动 交织的万千法里 仿若是一股玄傲的力量 在小徒弟的身躯周围 演化着一条无上大道 那无上大道 竟是如此的晦涩难懂 但又与这天地暗自契合 光是 叫其看上一眼 便觉得心中有所感悟 要知道 他可是神王静的高手 即便是他 看上这传承的异象一眼 便能够有所感悟 那么小徒弟将楚楚 所接受的传承 又该是何等的恐怖 东夷王倒吸了一口凉气 更是不敢置信 竟然连王兄 也都这么说 站在东夷王身边的太古王族 此刻也是一脸的骇然 东夷王在他的心中 毫无疑问的是 太古皇族当代的绝顶天骄之一 以他的所见所闻 当代的东荒任何一个强者 他都可以不放在眼里 然而 论传承而言 小徒弟所得到的传承 竟已经超乎了东夷王 以及众多大势力的 各大祖老的想象 除了那眼化而出一条 无上大道的万千法里 交织之外 自小徒弟将楚楚的身躯之上 更是垂落一道 贯穿了天地的浩瀚悬光 犹如天柱般 处立于天地之间 漫天繁星颤抖不已 闪烁不停 更是不断地有大高星辰 因为这恐怖无比的悬光 而选择远远的顿曲 不敢触其风芒 漫天星河 滚滚悬光扑就来 无尽的天阳之光 照耀诸天万剑 涌现出了无边的恐怖威严 一道金屋的虚影 煞世间自那悬光之中涌现 嗡嗡 只是一阵轰鸣落下 旋即一股声声镇压 在场所有人的恐怖力量 煞世间狂涌而出 这 这竟是血脉压制 妖族大能 包括神王镜在内的所有人 此刻竟是齐齐跪败了下去 五体投地 浑身颤抖 犹如是被唤醒了 自先古时代 就已经流传自他们体内的那股原始恐惧 几乎所有人 都感觉到了 让他们肝胆欲裂的恐怖威严 这威严对于其他的族群而言 还算平和 不似妖族那般的直接镇压 但是 就即便如此 其他的人 也都是纷纷感觉到了一种止不住的 想要朝着天穷跪拜臣服的冲动 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东一王的一双蛇眸之间 更是涌现出了丝丝的骇人 随着他的话音一落 那漫天的一响 陡然一变 但见到一只三族金屋 矗立于天地之间 其周身涌现而出一道无上地位 目光之中 仿若是漠视众生一般的无边霸道席卷 其身后显露天阳虚影 整个身躯 犹如是万丈光芒的一切来源般 炙热无比 那一道黑影之上 陡然间睁开一双妖翼的眼眸 煞时间 朱天响应 虚空之上浮下而出三十三种朱天 一尊又一尊强大无匹的气息 自那三十三重天之上 朝着金屋跪拜 朕乃妖皇帝君 天上地下 为朕独尊 朕乃妖皇帝君 天上地下 为朕独尊 朕乃妖皇帝君 天上地下 为朕独尊 一句话 竟是被这天地回响 传递了足足三次 犹如是这天地 也必须要回应他的话语一般 整个天地 煞时间奇奇轰鸣 嗡嗡 随之而来的便是万妖跪拜 三十三重天无数强者 纷纷是匍匐在地 在那至高无上的妖皇帝君的面前 不敢动弹 在那帝君的身后 随之而出的便是金乌石太子 排序卫廉 一步步地踏出一尊又一尊 让人难以想象的强大气息 浮现于天穷之上 那强大无匹的力量 甚至于是超乎了在场所有人的想象 那一脸狂热的天机道人 此刻更是止不住地颤抖 妖族跪拜 众人颤抖 那恐怖绝伦的场面 一遍又一遍地刺激着他们的认知 让他们不断地感到 心中难以言状的莫名崇拜 朝着天穷想要直接跪下 而就在这个时候 似乎是有人发现了一丝不对劲的地方 更是瞪大了眼眸 瞳孔猛缩 惊呼不已 那是什么 随着他的指尖所向 众人纷纷是看到了 在那诛天万界之上 竟然还有一片浩瀚混沌 只是因为太过于遥远 在那浩瀚混沌之中的一道人影 却是让他们无法看清 但毫无疑问 那里的确站着一个人影 他覆手而立 周身涌动出一丝淡然从容的气息 似乎对于那金乌天地的号令 丝毫不在意 就好像 对于他而言 这世间的一切 不过是过眼云烟 他只是处立于混沌之中 漠然地看着这一切 置身事外 如若跳脱三界之外 不在五行之中 他到底是什么人 大一摄日的时候 他就曾经出现 现在竟然是再度出现在 这传承虚影之中 这人 到底是什么来临 有人惊恐不已 不断地高深呼和 却是没有人能解开他的疑惑 太悬生的这边 似乎是有弟子 想到了什么一般 面色恍若癫狂 震惊不已地询问道 那 那是不是江明长老 听到这话 若是此前 大部分的人 只会觉得他是疯了 要么就是傻了 可偏偏就是这个时候 却没有人这么觉得了 因为不少的人 内心已经开始动摇了 他的话音一落 更是引得众人一片沉默 片刻 还是有人开口道 这或许只是巧合吧 动摇归动摇 但还是不少的人 愿意相信这是巧合 毕竟 这要是真的 那可就真的让他们的一切认知 彻底的颠覆了 但是毫无疑问的 江明长老 他的身份来历 却是绝不简单 或许江明长老的身份 的确是来历不凡 是啊 门内谁又知道 江明长老是什么来历呢 他一定是看过了相关的典籍 很了解这个神话时代 众多弟子纷纷议论 而长老们 却是心中颇为感慨震撼 尤其是宋明年 他知道江明 是从那生命禁区之中走出 就算是上一代的宗主大人 对他的来历 都是从不提及 仿若在这背后 有着一个惊天的大隐秘 蕴含在江明长老的身上 此刻的他 身躯不断的颤抖 心神震荡 更是双眼迷离 犹如是痴迷一般的 看着那混沌之上的虚影 那虚影脚踏星河 身旁无数混沌园里席卷 万千混沌神雷滚滚汹涌涌 这一切 更是将他的神秘 映衬得无比的强大 谁人能够踏破虚空 与无边星河之上行走 谁人又能够 无视那无边的混沌园里席卷 哪怕是圣人静的强者 也都无法做到 随着那漫天的虚影 不断的涌动 最后竟是化作了一道金光 不断的聚集收拢 于九天之上 如雨柱般 垂落小徒弟江楚楚的头顶 片刻 随着他呼出一口浊气 在一看的时候 却是让众人再次惊怠 小徒弟江楚楚的模样 气息 气质 整个人都变得无比的高贵 一种叫人言说不来的圣洁威严 自其周身涌动 他那犹如凝脂一般的肌肤之上 透露着淡淡的金光 睁开眼 一双韵袖的毛子间 竟是有着淡金色的瞳孔 随着他目光扫过四周 落在妖族众人的身上的时候 那些妖族的人 更是瞬间浑身一震 只感觉到了一股 来自于血脉之中的恐惧 让他们浑身颤抖 止不住的想要朝着江楚楚跪拜下来 那简直就是妖中帝皇一般的气息 竟然是出现在一个人族的女娃子身上 这一幕 也是让四周的各大势力 诸多太古皇族的人看在眼里 他们的心中 是又羡慕又嫉妒 而更多的 却是止不住的惊骇 该死 该死 要不是那可恶的江明 送来的什么大圣兵器 这等无上传承 便是孤王的囊中之物 东一王眼中透露出无边的嫉妒 更是浓浓的恨意 漫天席卷 一时之间 他那神王的威压 显露无遗 叫四周的众多太古皇族 纷纷是浑身一颤 这一尊太古皇族 与其他的太古皇族完全不同 他比同时代的任何一尊太古皇族 都要强大的许多 以至于 哪怕是站在他身边 与他血脉最为接近的包凶 也都是感觉到了 那来自于实力的恐怖压制 此物 我们太古皇族绝不会放手 其暗藏杀意 不光是对小徒弟江楚楚的 同时对于纳楚凡 也是怀有同样的杀意 而仁族的众人 反而是淡然许多 他们除了羡慕之外 有的 只是庆幸 好在这传承落在了仁族的手中 不然的话 要是落在妖族 或者是太古皇族的手中 只怕到时候 这整个东荒 都要沦为仁族的炼狱了 太玄圣地的众人 眼看着小徒弟江楚楚 完成了传承 身躯之上显露而出的 道道玄奥无比的金色神芒 此刻也都是引入了肌肤之下 唯独他的头顶 留下了一道金屋印记 更是有无上威严 将其整个人笼罩其中 那个原本看起来 并不算是太过于惹眼的小徒弟 江楚楚 此刻更是成为了众人的焦点 那圣洁无比的气息 纵然是他 生得国色天香 却也没有人有丝毫的邪念 反而是只有一种 朝着他敬拜的冲动 楚楚 你现在怎么样了 与他关系最好的大徒弟楚凡 离开是上前关切的询问 江楚楚恢复过来 一脸的兴奋笑意 激动地说道 我看到了神话时代的画面 还有那只金屋 这些都和师尊描述的一模一样 大师兄 你还说你不相信师尊 哼 我都亲眼看到了 那妖皇帝隽 号令万妖的场面 还有金屋一族的十大太子 那些事情 都是师尊所说的 众人本来是想询问江楚楚 现在状态怎么样了 没有想到他一开口 竟然就是提及自己的师尊 这也是让众人忍不住苦笑了一声 大徒弟楚凡也是颇为无奈 现在谁也不好再随便质疑什么 之前大家都把江明长老 当做一个爱 吹嘘的老头子 谁能想到他 居然能够拿出大圣兵器 这简直就太不可思议了 这就好像是自己小时候 隔壁家里的一个喜欢吹牛的老爷子 忽然有一天踏破虚空 飞声成仙了一般 叫人震撼无比 并且 如果不是江明送来这大圣兵器 恐怕还镇不住这场面 小徒弟江楚楚 也绝无可能得到金屋传承 这一切 多亏了江明长老啊 想不到他竟是拥有一件大圣兵器 这回到了宗门 我们可一定要好好地去拜访拜访 他们说江明长老到底是什么来临 为何能够拿出大圣兵器来 难道说江明长老说的那些都是真的 有人又开始大胆地猜想 不过立刻就有人摇头道 这不太可能 或许江明长老是另有身份 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 对对 或许江明长老来自于某个神秘的大势力 不光是知道这神话时代的事情 甚至于是拥有一件大圣兵器 这么一想 倒是让人能够接受了 显然 江明要真的是从神话时代 都活到现在的神秘大能的话 这实在是太过于匪夷所思 倒也不是没有人想要去相信 只是这一切设计太大 以至于是让人不敢相信了 此刻见到金屋传承 已经是落入了江楚楚的手中 其他的各大势力 也都是纷纷摇头 开始继续探寻遗迹 虽然金屋精血没有了 但是这遗迹之中 说不定还有其他的至宝 这样的一个来历巨大的遗迹之中 不可能只有一个机缘 即便是比如金屋精血的传承 但也是让无数人为之疯狂 而大徒弟处凡 此刻依旧是对不死要 念念不忘 随着秘境之中 事态的不断发展 与此同时 在太玄圣地的孤绝风上 正是晒着太阳的江明 忽然间睁开了双眼 眸子间涌现而出丝丝的惊讶 定 太玄圣地弟子甲 相信进度百分之四十 定 太玄圣地弟子乙 相信进度百分之五十 定 太古皇族王族成员东夷王 相信进度百分之二十 定 太古皇族 随着脑海之中不断响起的提示音 居然是源源不断的 出现了许多太玄圣地的弟子 以及太古皇族 各大圣地的人们的相信进度 江明不免是露出了一脸的惊讶 这 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显然 现在的他还不清楚发生了什么 不过很快 他就反应了过来 立刻是联想到 难道说 老夫说给楚楚的话 已经被别人相信了 此前江明就早有猜测 随着自己的遗愿 不断的被人所相信 那么就极为有可能会显化出部分的神迹来 而现在这么多的提示 这一定是那显化出的部分神迹 已经让太玄弟子开始动摇相信了 估计是因为小徒弟对老夫的信任太过于根深蒂固 以至于是到了身性不移 不会动摇的地步 这才会显化出神迹 想到这里 江明便是开口询问系统 系统 解释一下 这是怎么一回事 提升宿主 你所构建的神话时代 已经开始影响现实 随着进度的不断完善 所影响的范围就会越大 听到系统的提示 江明心中也是颇为喜悦 看来这一切 与自己的猜测完全一致 大道医院已经生效 开始显化 影响整个世界 正是当江明心未不已的时候 陡然之间 他却是吐出了一口鲜血 虽然他看起来一副病奄奄的 而且似乎病情在不断的恶化 但是现在的江明 心情却是十分的不错 既然自己制定的大道医院 如自己所预料的一般 会影响整个世界 那么现在他要做的事情 就是必须制定接下来的计划了 我这腐朽的身躯 也该活动活动了 有了这些初步的影响之后 他就更为方便的在人前险上 这样 就会有源源不竭的人 选择相信他说过的话 到时候 医院或许就能够提前实现 他就算是再活一时 也不是不可能了 随后 数天之后 随着紫霞秘境的消息传出 几乎整个东荒的所有人 都感到了大为震惊 此刻 在太古皇族的某一处领地之中 一尊浑身燃烧着汹涌火焰的 太古皇族的王者 正是端坐于一座大殿之上 在他的身旁 一个个显露出强大气息的 太古皇族族人 纷纷是死死地盯着他 寻天王殿下 这一切都是真的吗 那紫霞秘境中 竟是发生了这些事情 听闻此言 那名为寻天王的太古皇族王者 也是一脸的凝重 正则道 此事 乃是东夷王亲自告知孤王 母庸质疑 说吧 他更是一脸惊讶地说道 想不到在这仙古时代之前 竟会有如此的一个 辉红浩瀚的时代 时日横空 大翼摄日 这是何等伟岸的场面 可惜 孤王当初因为修为突破 需要闭关修炼 故此没有前往这紫霞秘境 可惜 实在是可惜了 听到这话 下面的太古皇族 也是纷纷点头 不错 若是寻天王亲自降临 即便是那金学 选择了太玄圣地的人 又如何 寻天王殿下 对于火源术法的能力 远超他人 更是有一道先天一火 半生而出 若是能够得到金屋传承 定是能够在日后成就大地 说不定 若是寻天王到场的话 这金学选择的 就必然是寻天王殿下了 哼 这太玄圣地 也真是好大的胆子 竟敢夺物被太古皇族的宝物 话虽然这么说 不过 拉寻天王转念一想 却是开口道 此事也并非如此 说吧 他便将那大徒弟储凡 动用大圣兵器 直接镇压了一尊神王晋高手 轻而易举将其重创 并且生生地拦住了两族的围杀的事情 一一地说了出来 听到这话 众人更是惊讶无比 大圣兵器 这 这是何等强大的底蕴之宝 怎么会出现在紫霞秘境中 他们太玄圣地 是疯了不成 竟敢动用底蕴之宝 寻天王听罢 却是皱眉道 飞眼 这楚凡所拿出的大圣兵器 并非他们太玄圣地的大圣兵器 而是来自于这楚凡的师尊 太玄圣地长老江明之首 此人神秘莫测 不光是提前知道 并且提及了神话时代的事情 并且 这大圣兵器也是出自他手 想到这里 寻天王的眼眸之间 不免是露出了一抹浓浓的忌惮 小城圣体 或许还并不算的威胁 只要能够提前扼杀 就不成问题 但是那江明 又是什么来历 为什么他会知道 关于神话时代的事情 并且还直接动用了一枚大圣兵器 这简直就是闻所未闻 同样是引发了轩然大波的地方 还不止于此 某处祖上拥有大地传承的圣地之中 当代的圣主大人目光之中 透露出惊讶与震撼 周遭的诸多长老 也都是知道了 关于紫霞秘境之中所发生的一切 这个江明长老 我们倒是有所耳闻 西年在那邪魔入侵的时候 此人奋不顾身 护送门下弟子到了安全的地方 保留了如今太玄圣地的抵御 但与此同时 他却也是留下了旧伤 以至于如今是差不多游进登窟 即将先试了呀 怎么在这最后的关头 他竟然是搞出了这么大的动静 大圣兵器 这等质宝 即便是我们祖上拥有大地 却也不能轻易动拥 此人 他是从何德来的 还要关于神话时代的事情 他又是如何知晓的 唉 这一次的紫霞秘境之事 若是我们参与其中 岂不是能够得到这神话时代的传承 可惜 实在是可惜 无数的宗门 大势力 此刻都是不断地猜测议论 而更多的 却是震惊 后悔等等复杂的情绪 几乎所有没有参与这一次的紫霞秘境的宗门 以及各大势力 纷纷在后悔不已 那神话时代的出现 超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而这一次的经历 更是直接将整个太玄圣地都推上了风口浪尖 只是因为他们之中的一位弟子 竟然是得到了那传闻之中的金屋传承和金血 金屋 那传闻之中神话时代的神奇 即便是放在神话时代 毅然是傲然天下的存在 可就是这样的存在 竟是遗留到如今一滴金血 还有那金屋的传承 完全是远比大帝古皇这样的存在 都要恐怖的存在 在此之间 甚至于没有人知道 仙古之前竟还有一个更为悠久宏伟的存在 任何一个从遗迹之中离开的人 都无法忘记那妖皇帝骏 统于万妖不可一世的骇然场面 十大金屋一同降临世间 任何一尊都是神话时代的强大神奇 得到金屋的传承 毫无疑问 这位弟子的未来将会是不可限量的存在 甚至于有可能 他能够成就一尊千古女帝都未尝不可 诸多的大势力 对于太玄圣帝更是无比的羡慕 而这一次秘境之行中 吃了大亏的云霄圣帝 却是怀恨在心 不光是没有得到什么好处 反而是让自己的一位太上长老 险些被废掉 该死 什么太玄圣殿 什么圣铁 这金屋金玄 本就应该是我们妖族的传承 日后 势必要让太玄交出 妖族的族内更是一片震怒 甚至于是放出了话来 势必要让太玄圣的 付出惨重的代价之类的话 而太古族群之中的赤鸾一族 更是叫嚣不已 这等传承 岂是太玄所能够得到的 这金屋 被就是五等赤鸾一族的先祖 若是不能夺回先祖之物 我们赤鸾一族 还有什么颜面 太玄圣的定要付出代价 直到他们交出金屋传承 而与此同时 关于江明所说的那些话 那些描述 以及关于他说过 自己曾经指点盘古开天辟地 教导女娲捏土造人之类的话 也是传遍了整个东荒境内 尤其是这些话 竟然是在众多进入秘境中的人 发现金屋传承之前所说的 之后的种种 更是表明了江明的来历极为神秘 最为恐怖的是 当所有发现这个神秘的太玄长老 竟是随便就拿出了一件大圣兵器 生生地震住了在场的所有神王境强者 这一举动 更是让所有的人都震撼不已 哼 不过是胡言乱语罢了 拥有大圣兵器 或许是此人的机缘 知晓神话时代的存在 也不是不能解释 此刻 某一处圣地之中 这一处圣地的圣主大人 更是满脸的不屑嘲讽道 竟是敢拿别人的事迹来粉饰自己 这等人 算得上本事 简直就是笑话 听闻此言 那台下的众多长老弟子等人 也是纷纷点头 不错 此人虽然是有莫大的机缘 能够拥有大圣兵器 并且知道 这神话时代的存在 但是这并不代表 他就是亲眼见证了这一切的 那位神秘的存在 在秘境中 无数的人亲眼目睹 在金屋传承之中 所显化而出的 那一尊神秘的存在 竟是传下摄日宫 于无边星河之上 混沌之内 漠然俯瞰环宇诛天 此等神秘大能的存在 让无数的人 都陷入了疯狂的猜测之中 而江明的话 绝大多数的人 却是认为他 仅仅只是借用了 这位神秘大能的存在 粉饰自己罢了 东荒某一处太古皇族所在 哼 说不定 这一切 定是那太玄圣的 也知道这其中有金屋精血 故此才故意携带 大圣兵器前去 一尊太古皇族的王者 一脸默然的开口说道 这番话 也是得到了诸多族人的认可 不错 此人定然是看过了 关于这神话时代的古籍描述 假借他人身份 狐假虎威罢了 太玄圣帝 也真是太过于卑鄙 竟是提前算计 以大圣兵器 夺走金屋传承 殿下 五等愿意征讨太玄圣帝 还有太玄的那个圣体 绝不能让其成长起来 金屋传承 若是落在了殿下的手中 殿下便是日后问顶古皇之位 也并非不可能了 听闻此言 那尊太古皇族的王者 亦是满脸的贪婪之色 毫不掩饰的杀意 更是看向了太玄圣帝所在的方向 这是自然 此悟 孤王势在必得 随着消息出传开 一个又一个的圣帝 一个又一个的古族 太古皇族 妖族的人 纷纷是蠢蠢欲动 在这期间 在东方境内 不少的太古皇族 纷纷出世 开始在暗中密谋计划 要是任由太玄圣帝的 那个弟子成长下去 将来或许会带领人族 直接威胁到今后的他们 这一点 是所有的太古皇族 都无法接受的事情 所以 他们打算重新定制 这片大地的规矩 重归他姑 请各族封印在神渊之中的 祖王复苏 而其他的地狱 北疆 南海 西末 中州等大势力 也是相继得到了这个消息 在中州大地之上 一处鼎立着无数强者的大地 传承宗门 此刻更是汇聚了 所有的核心首脑 在一堂之内 为首的宗主大人 更是惊讶无比 本教早便预料到了 或许在这仙古之前 会有一个更为 宏伟时代的存在 可没有想到 竟会在这个时候 以这种方式出现 十日横空 大义摄日 或许 关于那个太玄圣地 长老所描述的其他事情 也或多或少 有真实的存在 传闻之中的盘古 女娲等神话时代的大能 或许是真的 不过 此人竟是如此的吹嘘自己 真的是恬不知耻 诸多的大势力 纷纷是震惊不已 对于这神话时代的事情 更是无比的惊讶 唯独是提及到江明的话的时候 却是绝大部分的人 都没有相信 也是随着这件事情 不断的发酵 在各域之内的 诸多太古族群 也是相继出事 神话时代的发现 让许多的太古族群 从漫长的沉睡之中苏醒 而整个环宇世界中 更是有诸多的大人物 族老等人 开始有了动静 这些消息 也是随之穿到了 江明的几个弟子的耳中 江明的三徒弟叶辰 正是其中之一 昔年 叶辰乃是天生剑谷 出生在大名鼎鼎的古族叶家 可惜的是 在他幼年的时候 剑谷被同族之人挖去 可谓是无比凄惨 他成年之后便离开叶家 四处寻求讨回公道的办法 最后 在太玄盛的遇到了江明 江明不顾一众长老的反对 力排众议 收下了这个可怜的孩子 并且想尽办法 帮他涅槃再生剑谷 他如今还记得 新年为了帮自己涅槃重生 师尊江明 曾经涉足险地 冒着险些陨落的风险 为自己寻到了涅槃重生的办法 最后 他重生剑谷 修得一身金氏剑谷 回到古族叶家 为自己逃回了公道 待得做完这一切之后 成为叶家毫无疑问的下一任家主的继承人 可是 叶辰却是毅然放下了这一切 回到了江明的身边 新年江明对他不离不弃 今日的他 为了治疗江明的伤势 更是不惜涉足几大洲 来到了南海之外 寻觅那传闻之中的仙池之地 听说在那仙池之中 有传闻之中的不老权 可以生死人 肉白骨 来至于是为江明再续一命 在得知了这样的消息之后 叶辰显然也是惊讶无比的 想不到在东荒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此刻 在南海的一处海域之外的小小岛屿之上 手中持有一封书信的 叶辰手持一柄青叶长剑 自其身后席卷起万丈伯涛 陆海惊涛之下 一只足足有山月一般巨大的恐怖巨兽 自海域之内张开了血盆大口 这巨兽之巨 竟是延绵数千里 这小小的岛屿在他的眼前 也不过是一口便能够吞下的食物罢了 这是在南海之上传闻之中的荒谷妖兽 身具有荒谷血脉 专门以各处的岛屿为食 百年不出世 出世便吞噬四方岛屿陆地 而现在 在叶辰的身后 那席卷起滔天海浪巨大荒谷妖兽 更是凶猛异常 只需瞬息之间 他便要被其直接吞噬 而下一秒钟 叶辰却是头也不抬的 挥动着手中的青叶长剑 陡然间一到惊天的剑意 自其身躯之上涌动 犹如是人剑和异一般的恐怖异境随之涌现 铮铮 一道剑鸣悠悠响起 旋即 一道晴天剑影随之而起 哗啦 那万丈波涛 千里巨兽 仅仅只是在一瞬之间 便被其一剑斩断了 足足有百里方圆粗细的尾部 嗷呜 亡羊之中 那荒谷妖兽 凄惨的一声惨叫 零 龙 八 五 六 一 零分 九 七 八 二旋即便是目光之中 涌现出了无边的惊骇之意 连忙是疯狂的逃离 在这岛屿之上 竟是有着一尊 足以威胁到他生命的强者存在 这让这只荒谷妖兽 瞬间是吓破了胆子 连忙是卷起波涛 远顿亡羊身处 不过 做出了 这足以让无主的修士 都惊骇不已的举动的叶辰 却是对此毫不在意 南海之内 数之不尽的强悍妖兽 甚至于有的 乃至蕴含着荒谷气息的荒谷妖兽 这些荒谷妖兽 往往是身形巨大 寻常的修士 甚至于还没有见到他们的全形 便直接覆灭于此 能够在南海之中活这么久 可见三徒弟叶辰的金氏剑意 是何等的恐怖 剑者 万兵之手 可以说 剑修 是天下所有修士之中 最强大的几种之一 此刻 叶辰收起了手中的信件 却是满脸的喜悦之色 小师妹有此等机缘 竟然能够得到神话时代的金屋传承 这件事情 可谓是一件大喜事 只不过师尊他老人家 还是一如既往的喜欢吹嘘 什么传下摄日宫 教导大义射杀九日 师尊这也太能吹了吧 他自然也是了解江明的 平日里 江明也喜欢和他们吹嘘玩闹 不过这一次 似乎并没有那么简单 或许 这一切都是太玄与师尊设下的局 一切 都是为了得到金屋传承 仔细一想 叶辰却是更为惊讶了 或许师尊只是看过 关于神话时代的古籍 但是这大圣兵器 又是从何而来 此刻 他不免是困惑不已 心中也是不断的猜测 这大圣兵器 到底是师尊借来的 还是自己一直都拥有 但是一直藏在了身边 不曾拿出来过 左思右想之下 叶辰也是拿不定主意 旋即便是苦笑一声 摇摇头 继续寻觅仙尺去了 而另外一面 小徒弟等人 也已经离开了紫霞秘境 回到了太玄圣帝之中 在小徒弟江楚楚 大徒弟楚凡 还想要寻觅到 不死要的踪迹 只可惜 他们后来与天际道人等人 一同探寻了许久 发现整个遗迹之内 似乎就只有这金屋 金血一件宝物罢了 最后 也没有找到 有关于不死要的踪迹 在苦寻无果之后 整个秘境的紫霞雾气 也是开始渐渐的收拢 似乎是有要关闭的迹象 不得已之下 众多势力 连同太玄圣的等人在内 只能是遗憾地 离开了这紫霞秘境 虽然这一次 没有寻觅到 不死要的踪迹 但是小徒弟江楚楚 得到的金屋传承 却是让整个太玄圣地 都喜出望外 这等天大的喜事 早就是让众人 狂喜不已了 但是 与此同时 更大的疑惑 却是出现在了 所有人的心头 江明长老 是怎么拥有一件 大圣兵器的 还有 这神话时代的事情 江明长老他又知道多少 这一次的事情 要说江明长老 没有提前预料到 宗门的那些长老 是绝对不相信的 故此 在他们回到宗门之后 准备再一次的拜访 而另外一面 则是由几位长老 亲自告知宗主圣主大人 将这一切 详细地告知圣主 此刻 得知了秘境中 更为详细细节的宗主大人 也是颇为惊讶 你们所说的是真的吗 这神话时代 竟然真的存在 那金屋 还有妖族天地 统于万妖的事情 这都是真的 见到圣主大人 这般惊讶的模样 众多长老 也是纷纷苦笑一声 曾几何时 他们不也是如此的震惊不已 圣主大人 此事千真万确 我们亲眼看到了 遗迹之中的各种记载 连同天机道人这等 对于古籍 具有极大权威的元老籍人物 也都确认了的 不错不错 还有那金屋 那可真的是惊呆了众人 那金屋出世 十日横空 画面是何等的恢弘壮观 圣主大人 这也只是您没有亲眼到场了 您要是到场 只怕您此刻 也是深信不疑了 听到这话 圣主大人 更是狠狠地皱起了眉头 心中涌现出了 浓浓的震撼之意 原本他对于江明的话 是绝对不会相信的 但是随着这神话时代的事情 越传越远 包括现在门内的 长老回禀的事情 直接是坐实了这些事情 这已经是超乎了 圣主大人的想象了 他一时之间 不由得想到了 新年上一代圣主大人 陨落之时 曾经说过 江明乃是自那生命 禁地仙墓之中走出 而现在 这个本就是来历神秘的 江明长老 竟然是说中了 这么多的惊天大灭 其实光是听那之前 流传出来的消息 他就很想去拜访江明了 之所以一直没有动身 也是为了让门内的 长老们归来 好确认一二 此刻 光是听着他们的描述 圣主大人也是浮想联翩 那妖皇帝骏 深化天阳 于三十三天之上 统于无数妖族强者的 恐怖画面 此刻 也是随之浮现于他的心头 他只感觉自己心跳加快 呼吸急促 不免是震撼不已 但是 这却是让他的心中 更为困惑了 江明长老 到底是什么来年 他到底是如何得知 这么多的惊天隐秘的 还有 那大圣兵器 宗门之内 就算是他也不敢轻易地动用 而江明长老 却是直接拿出了一件 大圣兵器 交给楚凡 在危急关头 更是逆转局势 不光是威慑了在场的 所有强者 更是将那与太玄圣地宿 来针锋相对的 云霄圣地的太上长老 差点直接废掉 这些事情 都让圣主大人 感到扬眉吐气 心中好不爽快 但随之而来的困惑 却也是让他狠狠地皱起了眉头 他转念一想 更是直接询问道 现在各部长老 弟子们都去了孤绝峰了吧 只是略微一想 圣主大人便是料到了此事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谁还坐得住啊 虽然秘境一行 极为艰苦 但毫无疑问 他们回宗门第一件事情 一定是去拜访江明长老 不错 圣主大人果然是料事如神 我们只是前来禀报圣主大人 而其他的长老 连同诸多弟子 现在已经前往孤绝峰了 听到这话 圣主大人也是微微点头 开口道 事不宜迟 我们走 说吧 众人也是离开了大殿 急忙朝着孤绝峰而去 而此刻的孤绝峰上 江明却是懒洋洋地躺在摇椅上 神色从容淡然地听着小徒弟 圣女等人 还有一众长老 在他的面前 讲述关于秘境之中的经过 而站在一旁的大徒弟楚凡 看着一段时间不见 又苍老了许多的师尊 那满头的白发苍苍 面如枯狗 油镜灯枯的模样 更是让他鼻子发酸 心中苦楚延绵 他不免是咬牙切齿 心中暗自痛恨自己的无能为力 他没办法帮江明寻到不死药 只能是默默地在江明的生活垂肩侍奉 江明听着这些经过 心头也是颇为惊讶 他对于众人 遇到这神话时代的遗迹的事情 其实并不意外 毕竟他的大道遗愿 已经是影响到了现实 所以表现得十分的平静淡然 他也只是对于这秘境中发生的危险 而感到一丝惊讶罢了 面色之上 江明则是无比的从容淡然 这模样 落在不少的弟子和长老眼中 却是让他们心中更为惊讶 江明的这幅模样 简直就好像是提前预料到了一切一般的神情 他们的心中 除了浓浓的惊讶之外 更多的 却又是无比的震撼与困惑 几乎所有的人 都在此刻 感到江明越发的高深莫测 越发的不可琢磨 此前 对于江明的一切看法 都已经是发生了动摇 一些弟子 此刻也是迟疑了 乐得的 起来 而江明在听到小徒弟江楚楚 得到了金乌传承之后 心中也是颇为惊讶 他虽然知道自己的大道遗运 会影响现实 但这金乌传承落在了小徒弟江楚楚的手上 却是让他有些惊讶的 旋即 江明更是淡然笑道 楚楚 你这可真的是傻人有傻福 运气好的连维师 都有些羡慕了呢 他也是真的意外 没有想到 小徒弟还得了这等了不得的机缘 而听到这话的小徒弟江楚楚 却是没有感觉江明是在笑话他 他只是皱了皱鼻子 心中又涌出了几分酸楚 眼看着江明这般的日渐衰弱 他的心中颇为心痛 此刻他皱着眉头 只是说道 师尊 您老人家还在卖关子 这分明就是你安排好了的 留给我的传承 不然楚楚我哪里能有这等红天大月 得到这等传承 显然 在小徒弟江楚楚看来 这显然是江明时日无多了 才想办法给自己留了一份机缘 他越是这样想 心中就越是酸楚 一双秀母之中更是禽着泪水 眼前竟是有些模糊了 江明听到这话 却也只是笑笑 并不解释 只是叹息到 为师活不了多久了 众长老见状 心中更是无比的惊讶 纷纷是感觉小徒弟说的对极了 这要不是因为江明按绝食日无多 才故意给他留下的机缘 不然的话战 在秘境之中的那种种的巧合 又如何解释呢 一时之间 江明的模样在众人的眼中 竟是又深邃了几分 高层莫测 无法揣摩 太玄圣地的众人 此刻要么是瞪大了眼睛 要么是狠狠地皱起了眉头 一言必知 他们都收到了极大的情绪波动 这些事情 实在是太过于夸张 而江明长老的高深莫测 也是让所有人都困惑不已 大家都觉得 江明的来历 应该是真的不简单 虽然不至于像江明长老 自己说的那样 夸张 离谱 但也绝不是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的 此刻 有的弟子和长老 更是忍不住内心的困惑 皱起眉头询问江明 江明长老 您老人家到底是什么来年 为何会知道这神话时代的事情 还有还有 江明长老 您是不是见过什么古迹文献 一旁的圣女宋明延 见到这一幕 不免是苦笑摇头 这不就是他当初问过的话吗 所有的人都十分的好奇 此刻 与那几位通报的长老 一同到来的圣主大人 也是听了的大概 他也是十分的好奇 到底江明长老 是什么来年 当初 他从自己的师尊 也就是上一任的宗主大人的口中 得知经过 只是知道 江明来自于那生命禁区 传闻之中 埋葬了仙人的仙目禁地 此刻 见到江明不曾言语 也是忍不住的开口道 江明长老 您就说说吧 您到底是什么来年 西年本教师尊曾经说过 您来自仙目禁地 但除此之外 本教也无从得知了呀 这话音一落 却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这 这传闻竟然是真的 江明长老 真的是从仙目禁地之中走出来的 我没有听错吧 真的是那个传闻 十死无生的仙目禁地吗 诸多的长老 弟子 对此事 也只是 有着极为模糊的传闻 尤其是有几位长老 也是了解过此事的 而大徒弟楚凡 西年也曾经听江明提起过 但是 他们都没有相信 仙目禁地 那可是传闻之中的 真仙降临之地 西年传闻 东荒降临过两尊真仙 在那地方大战一场 不光是彻底的 将二百一十那个地方 变成了一处生命禁区 更是时至今日 任何人想要进去 都是十死无生 西年的上一任宗主大人 也是凭借着宗门的底蕴 好不容易才走了进去 此刻 这个传闻竟然直接从 宗主大人的口中说了出来 瞬间便是让所有人 都惊呆在了原地 楚凡更是忍不住的发问 师尊 您 您真的是从这个仙目禁地之中 走出来的吗 不光是楚凡 四周的诸多长老 弟子 都是一脸好奇地盯着他 纷纷是想要从江明的口中 听到那句话 江明此刻淡然一笑 然后说道 维师的确是从仙目醒来的 但并非仙目中的生灵 维师早就说过 维师乃是永恒不朽的 至高神明转世 不过是偶然来到这个世界游历 因为某些原因 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罢了 他顿了顿 又是一阵咳嗽 转眼便是吐出了一口鲜血 烟红的血色 染红了嗅巴 更是让众人看在眼里 心中止不住的酸楚 此刻的江明 眼眸间似乎掠过了一抹 无比沧桑的意味 看向那天穷 犹如在追一万古岁月 那神秘莫测的模样 更是让众人心头一惊 不过 现在这些都不重要了 维师现在 也只不过是一个 快死的老头而已 这话 让众人疑爱 但是仔细想来 却也的确如此 江明长老 现在都快要死了 也没有几天的时日可以活了 他过去怎么样 对于他自己而言 的确已经不重要了 但是 其他的众人 依旧是将信将疑 觉得这话 实在是太过于离谱了 这要是真的 那位和江明现在 却是要死了呢 这更是让众人心中 涌现出了无边的疑惑 到底事实的真相 是什么样的呢 江明长老 一位从仙慕境地之中 走出来的神秘之人 这个事实 就足够他们为之震撼的了 更不要说 江明对于这神话时代的认知 随手拿出一件 大圣兵器的气魄 还有现在这般访 若活过了万古岁月的 沧桑意味 无不是让众人的心中 泛起了太无边的困惑 随后 楚凡也是物资摸了摸眼角的泪珠 江大应袭取出 开口说道 师尊 这大圣兵器弟子不敢久留 便还给师尊了 玄疾 他也是颇为疑惑地询问道 不过师尊 这大圣兵器 您到底是从何德来的 为何弟子跟了你几百年了 却也没有见过 您有什么厉害的法器 这 更不要说是这大圣兵器了 江明听到这话 却是笑了笑 毫不在意地说道 为师随手捡到的 现在留给你了 听到这话 众人纷纷是呆滞在原地 这叫什么话 随手捡到的 这可是大圣兵器啊 这可不是什么路边的阿猫阿狗 别说是捡到了 这大圣兵器一旦出事 定要引起局势震动 不知道多少的强大势力 会为了这大圣兵器强迫了脑袋 就算是打得天昏地暗 头破血流 席卷亿万里灾祸延绵 无数的腥风血雨 这也是完全可能的 而江明长老道好 直接说自己是随手捡到的 众人纷纷是苦笑摇头 暗自觉得 这一定是江明长老在开玩笑 而圣主以及诸多长老等人 却也是纷纷露出了羡慕的神情 大徒弟楚凡不言语 只是眼角泪珠低落 所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 他自小无父无母 若不是江明 他早就死了 更不要说有今天 可现在 自己的师尊 竟然是想都没有仔细想一下 就将这无比珍贵的大圣兵器 留给自己 这让楚凡的心中无比的酸楚 师尊 弟子 他想要还给江明 但是一想到江明时日无多 一个流子 就已经说明了一切 他不敢接着说下去 他怕自己会忍不住 失声痛哭起来 楚凡 收下吧 不要辜负了 你师尊的一片好意 这个时候 圣主大人却是面色凝重的开口了 有的时候 他这个圣主大人的作用 便是要主持大局 收下吧 江明淡然开口 终于是说服了楚凡 带得楚凡收下了大圣兵器之后 众人与江明聊了几句之后 圣主大人便是开口说道 江明长老 今日我们多有叨扰 此刻天色渐晚 便不多做打扰了 告辞 说吧 圣主大人便是带着一众的弟子 长老 离开了孤绝风 在离去的路上 依旧是有很多的人 对此好奇不已 不断地猜测 不断地小声议论 你说江明长老 会不会只真的是影视高人 实力其实是很强大的存在 只是因为受到了某种无法救治的道伤 才会如此 这话一出 倒是让一众长老摇头苦笑 转而开口道 这绝无可能的 说吧 便有人接着解释道 这段时间江明长老伤重 我们都探查过江明长老的伤势 并且 也知道他的修为 就是真神经 不错 而且几百年前那场邪魔入侵的时候 江明长老也只有虚神经的修为 也是这几百年的时间 才修炼到了真神经 修为这一点上 可假不了 周围的其他长老 弟子也都是纷纷回应 表示的确如此 询问的那个人 此刻也是满脸的苦笑 终于是反应了过来 开口说道 哎 的确如此 看来这是我自己想的太多了 说吧 人群之中也是渐渐的平息了下去 而另外一面 在孤绝风的院落之内 江明却是开口说道 楚帆 楚楚 天色渐晚 为师要休息了 你们便退下吧 听到这话 二人虽然是满脸的不舍 但还是点了点头 退下了 随后 江明却是开始与系统进行沟通 系统查看医院的进行情况 随着江明的话音一落 出现在他脑海之中的 却是一个较为详细的面板 在那面板之上 呈现出了医院的所有进度 太玄圣地内的许多弟子 已经是有不少的弟子 信任了一部分 而圣女的进度 则是高达足足百分之六十 也正是当江明查阅到这里的时候 系统却是有了回应 叮 恭喜宿主完成部分进度 获得人物扮演卡 人物扮演卡 可以扮演任何人物 但是战斗力无法超越当前事件 随着系统的语音落下 江明也是得到了一张漆黑的卡片 出现在自己的脑海之中 只要他愿意 心念一动 随之就能够动用这张卡片 江明先是微微惊讶 旋即便是露出了一脸的喜悦 这样正好 后面的计划 也都一一的安排妥当了 若是有了这人物扮演卡 却也是能够轻而易举的谋划了 此刻在江明的心中 已经有了扮演的对象 随之 数天之后 江明依旧是在院落之内休养 而东荒境内 却是发生了大地震 许多太古皇族的祖王横空出世 以无上圣人的气息震惊天下 有一些靠近其领地的城池 混聚着各个族群的地方 都被其当作血石吞噬一空 几乎所有的族群势力 都在此刻战立不安 人族的各大领地 还有古族在内都是人人自危 毕竟没有地气坐镇 这不免是让他们极度不安 而妖族以及赤鸾一族 更是叫嚣着 要让太玄圣的交出金屋传承 不然的话 便是要倾覆全部的力量 覆灭太玄圣地 太古皇族 各大族群之内 如今也是纷纷传出了法旨 要重现制定当今的规矩 东荒神城之内 太古皇族更是举办了万族大会 人族按照太古习俗 给每年上贡一定的人口 作为血石 并且太古皇族还下达了法旨 要求人族交出人族圣体 不然的话 便是要血洗个地 得知了这个消息的人族各大势力 却是纷纷人人自危 而在这众多实力当中 云霄圣地的人 却是喜出望外 哈哈 真的是天助我眼 太玄圣地 嚣张不了多久了 在云霄圣地的某一处 恢弘无比的大殿之内 太上长老丽云 以及当代的宗主大人 诸多长老聚集在一起 商议着如今的事情 丽云此刻面色惨白 浑身上下的裂纹 到现在都还没有复原 依旧是一副重伤的模样 但是 他却是止不住内心的狂喜 人族圣体 这可是太古皇族之中 最为忌惮的存在 那江明的大弟子楚凡 即便是打破了圣体诅咒 那又如何 有太古皇族在 那楚凡必然无法成长起来 云霄圣地的门内 诸多的长老纷纷议论不已 哼 他们太玄圣地 当初在那紫霞秘境之中 不是很嚣张吗 现在轮到他们了 太上长老 不光是这太古皇族 还有赤鸾一族 妖族的人 也都是要寻太玄圣地的麻烦 妖族 赤鸾一族 这都是东荒境内 强横无比的强大势力 任何一方 都不是太玄圣地 能够单独面对的存在 可是 如今居然一下出现了 三方势力的针锋相对 这让丽云的眼中 露出了前所未有的舒畅 三方大势力 想要覆灭一个小小的太玄圣地 这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吗 哼 他们即便是拥有两件大圣兵器 那又如何 在云霄圣地的众人看来 现在的太玄圣地 是必死无疑 幸灾乐祸的他们 此刻更是嘲讽不断 满脸的得意之色 而随着这些消息 传递到各方 不少的圣地 也都是持有不同的态度 宗主大人 我们要不要前往太玄圣地 让他们交出这人族圣体 哼 真的是笑话 难道我们人族 便是这般好欺压的吗 话是这么说没错 但是 圣人之下 皆为蝼蚁 若是我们不这样做的话 到时候大祸临头 可就晚了 某处圣地之内 焦头烂额的众人 也都是意见不一 有的人说 这是人族面对的危难 大家应该是一起站出来 对抗太古皇族 而有的人 却是不敢面对那太古皇族的祖王 那可是真正的圣人界 任何想要反抗的势力 只怕一夜之间 都会化作虚无 一时之间 人族内部 也是难以权衡 犹豫不决 显然这个消息 震动了整个东荒 不少宗门底蕴 并不算强大的宗门 如今纷纷都是陷入了一片恐慌之中 云霄圣地对此 更是持有幸灾乐祸的态度 在他们认为 如是这是大势所趋 太玄圣地 就算是再怎么想要保住圣体 都不太可能 要知道 在当下的局面 整个东荒境内 人族已经没有了圣人的踪迹 因为绝邻时代的影响 人族的圣人 已经是很久没有出现了 而太古皇族的圣人 却是能够封印在族群之内 如今圣人出世 更是无人能挡 人族的势力范围之内 或许拥有地气的圣地 还有古族之类的存在 能够拥有自保的实力 但是其他的圣地宗门 可就没有那么幸运 绝邻时代 极大程度地削弱了人族的力量 并且 几百年前的邪魔入侵 也是导致人族力量 被削弱的重大原因之一 许多圣地的内部 甚至于出现了实力的传承 开始断层 原本应该是随着岁月的变迁 而不断诞生出强者的那些强大圣地 也因为绝邻时代 和邪魔入侵的两大灾祸 导致了顶尖实力的存在 变得前所未有的稀少 人族可不像太古皇族一般 能够封印自己的祖王 他们能够继续力量 在千年甚至于万年之后再度出手 这样的可怕底蕴 是任何一个圣地都无法承受的 乃至于有可能 在太古皇族的领地之内 甚至于会有更为恐怖的存在 被封印至今 若是于当今出世 人族更是难以抵挡 此刻 在某处灵气浓郁的山脉之中 一个鼎盛无双的强大宗门 正是坐落于此 这个宗门乃是东荒之内 少有的拥有地气的圣地之一 当代的宗主大人 此刻也是聚集了所有的长老 以及门内的祖老等人 于大殿之上商议 对于太古皇族这般霸道的举动 诸位如何看待 显然 拥有地气的宗门 在面对这件事情上面 显然是从容了许多 大部分的长老们 此刻都没有丝毫的慌张 宗主大人 此事 依照老夫看 不如是静观其变 我们既是拥有地气 那太古皇族 也欺压不到我们的头上 不如是坐等事态的变化 我们再做打算 听到这话 宗主大人虽然是赞许地点了点头 但似乎事情 并没有说到他的心头上 这位长老所言承认不错 但是老夫看来 这次的事情 不如说是我们的一次机缘 听到这话 众人连忙是侧目看去 只见到一位 虽然修为并不算很高 但是颇具威望的太上长老 正是缓缓地开口道 太玄圣的得到金乌传承 这本是一件天大的机缘 这等机缘 应该是有得者居之 他们太玄圣地底蕴不足 实在是德不配位 若是依靠这一次的事情 我们从他太玄圣地的手中 讨要着得到了金乌传承的弟子 将这金乌传承 纳入我们宗门之内 再来一手过河拆求 岂不是妙哉 老者的眸子间略过了一丝寒芒 如此阴毒的计谋 却是让不少的宗门长老眉头一皱 但是一想到 若是能够靠着这个办法 得到那神话时代的金乌传承 一时之间 众人也是迟疑了 毕竟不管怎么说 这可是金乌传承 乃是神话时代 如今头一次出现在世间的传承 其究竟拥有多大的潜力 谁也无法估算 但是 这一份传承的潜力 绝对是足以让所有人都为之疯狂 宗主大人一听此言 却是开口大笑不止 此祭甚妙 那太玄圣地凭什么拥有金乌传承 这等无上机缘 如今太古皇族祖王横空出世 只有五等拥有地气的宗门 可以自保 他太玄圣地 即便我们不谋取 届时也要被其他的大势力 夺走这金乌传承 宗主的眼中掠过了一抹决然之色 玄疾更是下达了命令 决定是四级行动 乘着这一次的危难 谋取太玄圣地的金乌传承 与此同时 在某处古族的领地之内 族群内部的禁地之中 族长大人 正是与一众的长老等人聚集在此 坐在他们身边 一位神秘莫测的老者 正是双眸之间微微开合 一股若隐若现的恐怖气息 不断地自其身躯之上涌现 太上老祖 太古皇族祖王出世 且要将太玄圣地的人族圣体扼杀 此事 我们应该如何处理 那位神秘的太上老祖 仿若是睡着了一般的 沉默了片刻 玄疾 这才缓缓地开口说道 我族无恙 则此事置之不理 听到这话 一旁的族长大人 不免是皱眉说道 老祖 所谓淳王齿寒 若是放任太古皇族 继续放肆下去 只怕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这位太上老祖 却是白白手 终于是睁开了那一双 金光四射的眼眸 看向众人 不可 他的面色陡然间变得十分的严肃 眼眸之间 更是多出了几分凝重 太古皇族 万万不可招惹 祖王出世 也不过是其冰山一角 若是引动了 其族内更可怕的存在 即便是你我 也要覆灭于此 如今绝灵时代即将退去 天地灵气反补 我们 只能忍 这位苏莱话语不多的 太上老祖 在古族之内 是拥有绝对的话语权的存在 可即便是他 竟也对那太古皇族 如此的忌惮 难道说 这次的事情 已经严重到了这个地步了吗 众人的心头 纷纷是一惊 原本他们以为 自己可以插手 但是现在看来 他们 也仅仅只是可以自保罢了 是 我等谨尊老族法旨 说吧 众多古族的长老 以及族长等人 这才是离开了这个境地 只留下了那个神秘莫测的老者 露出了一脸的惋惜 还有那眼眸之中 深深的忌惮 随着各大拥有地气的圣地 商议了许久 最后 无一例外的 所有拥有地气与古族的大势力 纷纷是打算静观其变 而那些没有地气底蕴的圣地 则是止不住的惶恐与不安 各地的人族城池 势力一片愁云惨淡 唯恐哪一天 便有太古皇族祖王横空出世 将他们直接当作血室吞没 对此 太古皇族的各大领地 更是狂傲无比 表示这天下 理当时由他们主宰 甚至于太古皇族的王族们 更是表现得极为不耐烦 更是第二次下达了法旨 要求太玄交出人族身体 随之 要在半个月之后 举行万族大会 不然的话 便要太玄圣地后果自负 这样的消息 传遍了整个东荒 几乎所有的人族 都在痛恨着太古皇族的满狠霸道 但却又无人能够有丝毫的办法 毕竟祖王出世 那可是真正的圣人 圣人之下 皆为蝼蚁 没有任何人敢在这个时候 与太古皇族作对 此刻 在太古皇族的某一处城池之内 几大太古皇族的王者 聚集于此 纷纷是在商议着 关于圣体的事情 如今 这人族圣体已然小成 虽然现在并不能对我们造成危险 但是不代表以后不能 寻天王在诸王之中第一个开口 他的目光之中 满是忌惮的神色 虽然他自己 并没有亲眼见识过 那人族圣体的实力 但是他们族内的 一位先祖圣人 便是死于人族圣体之手 圣体的强大 甚至于是让他们的族群代代相传 一旦发现人族圣体 定要立刻诛杀的祖训 同样存在 包括那东夷王在内 此刻都是目光之中忌惮无比 不错 虽然本王平日里 并不太赞同寻天王的话 但是这一次 即便是本王 也不得不赞同他的意见了 真是想不到 人族圣体竟然能够在这个 绝灵时代之中破开诅咒 成功的破剑 这简直就不可能 他的心中掠过了丝丝的骇然 当初在那紫霞秘境中 一开始的楚凡 还没有动用大圣兵器 那滔天的气血 就已经让他为之一惊了 当初 那圣体大成 直接震杀了我族的太古制强者 这全是因为 西年的我们对于人族的圣体 太过于忽视 如今 我们定不能重蹈覆辙 灵球鲜花 其中的一位太古王者 也是从人群中站了起来 十分严肃地说道 不错 人族圣体 必死无疑 若是放任期成长起来 西年的种种 只怕又要重现 无备好不容易 等到今天重出世间 这一次 定不能让一个小小的圣体 拦住我们族群的道路 太古皇族的决议十分地统一 甚至于没有人敢忽视 这人族圣体的存在 纷纷是十分慎重地 决定了这件事情 再一次地向太玄圣的 下达了法旨 这一次的法旨下达 更是直接传遍了整个东荒 让所有的势力 知晓了其目的 为了杀鸡井猴 太古皇族的人 甚至于直接涂入了 数十个人族的城池 屠杀亿万人族 其目的 更是为了震慑整个东荒的人族势力 虽然 这其中甚至于有云霄圣帝 所属的人族领地 但是云霄圣帝对此 却是依旧幸灾乐祸 尤其是那险些 被处凡废掉了修为的太上长老 更是愿读无比地说道 杀吧 再多杀一点 哼 东荒注定要迎来一场血洗 第一个死的 便是你们太玄圣帝 但是若是这样的话 我们云霄圣帝 不也是要被太古皇族所害 这个时候 倒是有颇为明智的长老反驳道 丽云可不管这些 他只是默然地看向那个长老 冷冷地说道 难道说 阁下想要去与太古皇族作对不成 只是一句话 就将他问倒了 是啊 如今的人族 谁又能够与太古皇族作对呢 如今 我们云霄圣帝 唯有一条路可以走 那就是归顺于太古皇族 与太古皇族 一同讨伐太玄圣帝 如此 才能够为我们云霄圣帝 保留一份实力 听到这话 台下的不少长老 更是大惊失色 这 这不是七师灭祖吗 七师灭祖 那也比被太古皇族圈养 彻底的覆面来得好 再者说 归顺太古皇族很丢脸吗 太古时代 我们人族不也是这么走来的吗 丽云此刻的话 彻底的让云霄圣帝的众人动摇了 只是 随着云霄圣帝 准备归顺太古皇族的事情传开 更是让不少的人族势力 为之痛恨不已 走狗 人族的败类 西年我们人族 纵然是亡密亿万人 亦是要对抗太古皇族 西年的人族先祖 何等伟案 这云霄圣帝 竟是第一个当起了走狗 但是 不这样做的话 谁又能够抵挡太古皇族呢 人族之中 一片绝望 不甘 但是 他们却是更加的感觉到了 自己的无能为力 人族圣体 如今已经是打破了诅咒 未来若是大成 必然能够均临天下 执掌天命 到时候 几百年是号令万族 亦非不可能的事情 那个时候 人族就可以改写现在的局面 彻底的站在万族之手 但是现在 他们却只能沉默 只能忍耐 甚至于有的人 更是直接背叛了整个人族 当了太古皇族的走狗 这样的事情 让不少人族为之不耻 也是让不少的人族 感觉到了绝望与无奈 太古皇族将人族当作食物 随意地践踏 屠杀 如今更是想要扼杀人族圣体 今日是太玄 明日 便是他们 所谓淳亡齿寒 谁又不懂这个道理 但是真的大难临头 却是没有人能够站出来 面对着可恶至极的太古皇族 如今太古皇族形势越发的嚣张跋扈 甚至于已经吞噬了亿万人族 所有的人 都是敢怒而不敢言 那个所谓的万族大会 看似是要人族参与商议 但其实 根本就只是一场鸿门宴罢了 那些太古皇族制定下的那些不平等的规矩 他们也不愿意上宫 甚至于 与其是成为太古皇族的血食 不少的宗门 更是愿意请出门内的抵御 同时 寻找人族的一些老前辈 商议对策 而一些与太玄交好的势力 其实也在各自商议 我们紫云圣帝 素来与太玄圣的交好 这一次太玄有难 我们不能坐视不理 紫云圣帝之内 已经是与太玄圣帝交好千年之久 尤其是在上一次的邪魔入侵之中 紫云圣帝众人 也得到了太玄圣帝的诸多帮助 这才保留下来了部分抵御 不至于是落得宗门之内 出现上下不计 继承断代的情况 新年的邪魔入侵 也是让紫云圣帝 对于太玄圣帝的恩情 铭记了许久 随着这一次的事态不断的恶化 紫云圣帝的城池 也是被屠杀了不少的人族 对此 愤怒不已的紫云圣帝 更是打算出手帮助太玄圣帝 而此刻的紫云圣主 却是沉默不语 思考了许久 这才慎重的开口 不知道诸位如何看待此事 听到这话 众多长老更是议论纷纷 当然要帮 西年邪魔入侵 不也是险些宗门灭亡吗 人家太玄圣的 西年怎么帮我们呢 我们紫云圣帝 绝不能是帮回去 此事滋事体大 即便是出手帮助 我们也必须要暗中联系 不能让太古皇族知晓才是 嗯 此话不假 所谓纯亡齿寒 人族一气连之 我们才能够度过这一次的危难 那太古皇族 根本就没有 将我们人族放在眼里 不给他们一点厉害看看 今后只会越发的欺压无被人族 不错 纵然是拼了老夫这条老面 老夫也要叫太古皇族知道 对付我们人族的代价 随着众人的商议 实际上却依旧是一片漠然 没有丝毫的动静 正是此刻 人群之中的一个最为年轻的长老 却是看向紫云圣主 开口道 不管怎么说 我们不管帮还是不帮太玄圣殿 那太古皇族都绝不会放过我们人族 与其如此 圣主大人不如便堵上一把 我偌大人族传承久远 万一真有一些前辈深藏于某处 面对这等祸患 他们肯定不会做事不管的 倒是年轻义气 这等关乎于宗门存亡的大事 他却是如此轻巧地说什么 堵上一把的话 但是紫云圣主 对于这话 却是听了进去 他心中怎么又不明白 太古皇族的残暴不仁 根本就是非我族类 就算是妥协得了一时间 日后 终究还是会被太玄圣的所害 与其如此 倒不如在太玄圣帝的身上 堵上一把 想到这里 紫云圣主的面色之上 也终于是露出了一丝毅然 仿佛是下定了决心一般的开口 郑重说道 既是如此 那么我们紫云圣帝 太古皇族话音一落 不少的长老也是心中大喜 不错 绝对不能放任 这太古皇族肆意妄为 圣主大人明鉴 与此同时 其他的几个与太玄交好的势力 也都是纷纷各自下定了决心 要与太玄暗中联系 商议对策 虽然他们各自的目的都有所不同 但是几乎有一点是相同的 那就是太古皇族的狼子野心 绝对不是在覆灭了太玄圣帝之后 就会罢休的 要知道 太古皇族是将人族当作血食的 他们肆意的屠杀人族 根本就没有想过与人族平起平坐 即便是服软 最后的结果也只是死路一条 而诸如这般的场景 也在东荒不少势力内上演 太古皇族这次打算举办万族大会 制定规矩 实则就是想对付人族 除去大患 毕竟 只要不傻的话 都能够猜出奇异图来 所谓对付太玄圣帝 无非就是导火线罢了 而与此同时 得到了消息的太玄圣帝 同样是无比的愤怒 在那一世大典之上 圣主大人的面色无比的严肃 我们绝不会将处凡交出去 金吴传承 更不可能落在他人的手中 不错 我们太玄圣帝 素来便是团结一致 才能够走到今天 昔年江明长老拼死保护我等 今天便轮到我们 保护他老人家的弟子了 生亦何欢 死亦何苦 脑袋掉了 也不过王口大的疤 我们势必血战到底 与那太古皇族决一生死 整个太玄圣帝上下 似乎自从前到现在 都是这般的团结 任何一个危难出现的时候 都是太玄圣帝的一个又一个人 挺身而出 才让太玄圣的有了今天 从前先祖们是这么做的 现在的这些长老和圣主等人 同样是没有半点的犹豫 虽然 他们知道自己的实力 在面对那太古皇族而言 无异于是以卵击石 但是宗门之内 更是没有一个人说半个不字 见到诸多长老同仇敌开的气势 如此的宏伟 圣主大人也是一脸的欣慰 他不免想到了几百年前 江明以一己之力对抗那入侵的邪魔 昔年 他们太玄圣帝几乎要灭亡 是一个又一个的长老 拼死牺牲 才换来了今天 一些老一辈的长老们 对此更是记忆犹新 对于门下的弟子们 也都是如此教导的 太玄圣帝或许会输 但是太玄圣帝 绝对不会认怂 到时候即便是死 也落得一个好名上 在那孤绝风的某处修炼之地 大徒弟与小徒弟 都是得知了这些消息 尤其是小徒弟 此刻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一脸恼怒地骂道 这些太古皇族的人 简直是无耻到家了 他们凭什么向我们要人 相比起愤怒的江楚楚 楚凡的态度 显然就冷静了很多 他虽然心中也是无比的愤怒 但是表面上 却是更为沉着 现在慌张没有什么作用 他看着小师妹 稽儿开口道 小师妹 你先冷静下来 我们现在最好是不要将此事告知师尊 免得师尊担心 一时间气血上头 怕是会加重伤势 听到这话 小徒弟也是立刻点头 那我们去找长老与宗主等人商议 听到这话 楚凡也是点点头 与江楚楚二人 一同来到了宗门的议事大厅 此刻众人正是刚刚下了决心 不管说什么 都要和太古皇族死斗到底 正好看到楚凡与江楚楚来了 圣主大人也是一脸正色地说道 楚凡 江楚楚 你们来得正好 门内上下都商议过了 此事 我们绝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 楚凡 你是人族圣体 是我们人族的希望 不管说什么 我们都会保下你 看着圣主大人那毅然的目光 还有四周的长老们 那带着悍然赴死的一股决然之意 楚凡的心头不面有些酸楚 诸位长老 圣主大人 楚凡在此先谢过了 说吧 心中颇为感激的楚凡 便是朝着所有人一拜 唉 你这是什么话 你与无等同辈 我们可受不得你的拜见 哈哈 你小子 当初未曾破镜的时候 老夫还与你打过一场呢 当时打得你鼻青脸肿 可是你小子就是不服 唉 可惜 现在老夫可是打不过你了 听到这打去一般的话 四周那颇为严肃的气氛 也是缓和了许多 楚凡的心中意暖 终于是露出了一抹由衷的笑意 虽然西年他入门的时候 不少的长老和同辈人都看不起他 但是这些人并不是什么坏人 反而是当年他们对自己的磨练 让自己更加的努力 后来在师尊将命的帮助下 楚凡一步步的走到今天 门内的众人也渐渐的将他视若宗门的骄傲 这几百年来的感情是丝毫做不得假的 过去的事情便不提了 楚凡淡然一笑 悬疾便是开口道 其实 我此次前来是想让诸位不要讲此事 告知我师尊 免得他老人家担心 众人听罢 心头也是一阵酸楚 楚凡与他们大多数人 可以说是一起成长起来的 虽然过去有不少的恩怨 但也并非不可化解 甚至于可以说 现在的宗门内 已经没有人看不起楚凡 大家一笑闽恩仇 在那一场场的变故 与宗门的灾难之中 渐渐地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现在听着楚凡的话 众人也是纷纷点头 不错 此事不能让江明长老担忧 零 如此 那楚凡便是多谢主尉了 说吧 他玄机露出了一脸的毅然之色 开口说道 只不过 此事我并不想让宗门为了我 而遭受灭顶之灾 这一次太古皇族的目标是我 我也不会牵连其他的人 话音一落 圣主大人的面色 立刻就冷了下来 楚凡 莫不是你看不起无等 这话严厉无比 看似是斥责 但是楚凡知道 自己要是这个时候心软 同情自己的话 可就要陷整个宗门于灭顶之灾了 圣主大人 我心意已决 还请圣主大人成全 楚凡说罢 更是拱手一败 他那样子 似乎是决意要自己去赴死了 的确 要是太玄生的选择 抵抗的话 到时候 只怕就是太玄圣地的末日了 楚凡 你何必如此 我们可都是同辈之人 有什么事情 不能一同担当吗 楚凡 别看你我之前有过恩怨 但是老夫现在最欣赏的 就是你小子 今日你若是敢不答应 老夫便与你割袍断翼 楚凡 你再好好地想一想 千万不能一起用事 面对宗门内的诸多长老的劝道 楚凡的心中 只是说不出的感激 但是他依旧是躬身不起 依旧是那句话 我心意已决 见到楚凡不答应 终于是有一个长老 冷哼着 故作恼怒地说道 楚凡 你今日不答应是吧 行 老夫这边去告知江明长老 看你答应 还是不答应 话音一落 周围的众人也是纷纷开口 不错 你不答应 老夫现在就去和江明长老说个明白 楚凡 你继续待着 老夫现在就去顾绝风 此话一处 楚凡终于是无可奈何了 他不免是苦笑一声 看着那一个个面色坚毅 就算是死 也要和自己同进退的同门 心中再也忍耐不住 那股难以掩饰的感激 他躬身 再度狠狠地一拜 开口道 诸位 楚凡在此多谢了 既然诸位执意如此 那么威只要与诸位同进退 与宗门共生死了 他咬了咬牙 终于是答应了下来 话虽这么说 但是楚凡的心中 还是打算到时候在暗中站出来 不能连累太玄圣地 众多长老见到楚凡答应下来之后 也是纷纷一笑 面色缓和了许多 此刻 众人也是开始商议 如何应对四 四这太古皇族的发难 太玄圣地 如今一共有两大圣企 但是不管是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 都不能将其真正的复苏 面对圣人敬的祖王 我们必须拥有圣人敬的实力才行 唉 只可惜 我们太玄圣地 新年唯一封印在神渊之中的准圣老祖 早已经作画在了数千年前 若是如此 此事倒是颇为棘手了 听到这话 众人的面色之上 也是带着一丝悲戚 他们感觉自己颇为无力 心中也是有了几分绝望 但是此刻的长老们 却依旧是咬了咬牙 坚持说道 不过 即便如此 要是认耸的话 那就不是我们太玄圣地了 哼 楚凡你放心 我们绝不会让你一个人面对的 要想对付你 先踏过老夫的尸首再说 圣主大人看着众人 心中也是思虑颇多 宗门如今的底蕴 可以说是到了最为低谷的时候 可偏偏是这个时候 遇到了如此的大难 这实在是有些让人有心无力 他的心中颇为无奈 但是目光却依旧坚毅 楚凡 此事你无需担忧 纵然是无法彻底的令圣气苏醒 但是两大圣气在手 我们也未必会输 楚凡 你放心好了 我们是绝不会让太古皇族带走你的 楚凡怎么会不知道 真要对付真正的圣人竞强者 无法复苏圣气的全部力量 那是根本无法应对的 他的心中 既是感激 又是无奈 楚凡不免是有些感慨 这对于如今的他 毫无疑问是一场灭顶之灾 身为人族圣体 他从一开始的道路 就远比别人要艰苦的太多 从小无父无母 四方巡视败门 却是没有人看得上他 身具诅咒 无法破镜 从一开始 他都没有想过自己能够走到今天 好在江明对他的厚爱 让他成长到今天 可是 这还不够 远远不够 现在的他 根本就不算是真正的成长了起来 大成圣体 那才是展现出圣体大能的时候 他不甘 心中满是憋屈 楚凡毫不在乎自己的性命 却不想辜负师尊江明多年以来的栽培 但是如今 这领他束手无策的局面 实在是让他心中苦涩不已 便是这个时候 在众多的长老之中 一位比较年老的长老 却是开口说道 诸位 既是想要决一死战 那我们 要不要提前解散太玄圣地 让一部分的弟子留下来 当作活种 他的面色平静 似乎这样的局面 在他活了这么多年以来 显然不是第一次了 新年邪魔入侵的时候 宗门也是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如今 这个令人十分无可奈何的提 再一次的提上了一程 众人纷纷面色黯然了下来 心中 指不住那股纷愤恨 他们无力改变什么 实力的不足 是他们心中最大的痛苦 随后 一直不曾发现的小徒弟江楚楚 此刻也是看中众多的长老 开口说道 诸位长老 妖族的目标是我 我也要与大师兄一同面对 听到这话 众多长老与楚凡 皆是眉头一皱 玄机 楚凡更是直言道 楚楚 你不要胡闹 妖族无需太忌惮 最重要的问题 在于太古皇族 以及那些强大二世的王者身上 是啊楚楚 你年纪小 又得到了金屋传承 未来不可限量 你现在要做的 就是好好地修行 至于挡在你们这些弟子面前的风浪 就由我们这些老骨头去面对 众多长老说得十分坚决 他们根本就不打算 让年轻一辈的弟子加入进来 这次的事情 足以颠覆整个太玄圣地多年的承载 就算是让整个太玄圣的覆灭 都是大有可能的事情 并不愿意看到年轻一代的弟子去冒险 尤其是江楚楚 他得到的金屋传承 未来不可限量 甚至于 他是整个太玄圣地之中 除了楚凡之外 潜力最大的一个弟子 他若是能够好好修炼 有了慢慢成长的机会 那么太玄圣地 便留下了一枚最闪亮的火种 这是所有长老们的希望 同样也是楚凡心中的一抹希望 各位长老 如此大的事情 难道就不准备让我们参与吗 便是这个时候 亦是大殿之外 圣女宋宁言 却是带着一众的门内弟子 出现在了大殿之中 其实他们 早就听到了众多长老的决议 只是 当他听到众多长老决定 是让年轻一辈的弟子留下 他们自己去面对的时候 众多的弟子 却是再也忍不住了 诸位长老 请让我们与宗门一起 同声共思 诸位长老 请让我们与宗门一起 同声共思 诸位长老 请让我们与宗门一起 同声共思 一个又一个的太玄圣地弟子 无不是显露出了 无比坚异的目光 纷纷是单膝 跪拜在众多长老的面前 话语无比的坚定 他们的眼中 还带着几分的颤抖 他们并不是不怕死 但是比其死 他们更加害怕的是 自己的软弱 太玄圣地 同气连之 素来便是无比的团结 他们不愿意看着众多长老 为了他们 而去独自面对大敌 胡闹 便是这个时候 圣主大人无比严厉的话音 却是惊呆了所有的人 包括圣女在内 也都是一脸的目瞪口呆 父亲 您不能这样 我们也是太玄圣地的一份子 圣主大人怒了 他很少在弟子的面前 如此的愤怒 你们 是宗门的希望 本座绝不允许 你们去送死 宋宁言沉默了一会 他的脑海之中 不免是想起了 江明曾经与他说过的 那些关于人族 在万族 灵力的神话时代之中 傲然不屈 即便是在家缝之中生存 亦是无比坚异的 传承至今的故事 女儿也曾听江明长老 讲述那神话时代之中 人族孱弱 万族 灵力的时代之中 天塌下来 便有人以身补天 洪水来了 便有人三过家门而不入 开去通海 十日横空 大地干涸 哀嚎遍野 于是就有人手持摄日弓 射杀九日 仇敌来了 人们举起武器 哪怕是 身知自己绝非敌手 却也要奋死一战 我们人族 自神话时代以来 便是面对着各种各样的危难灾祸 我们凭着的是这一枪不屈 一步步的延续至今 试问 无被人族 何惧之有 无被人族 何惧之有 只是一席话 却是让众人心中 一下子被振奋 是啊 人族自古以来 便是孱弱无比 但是 人族从未畏惧 人族 也从未躲避 人族 靠的 就是那同仇敌忾 坚定一心的毅力 和顽强不屈的毅力 一步步的走到了今天 眼看着众多的长老们 眼中纷纷是燃起了 无比振奋的目光 江楚楚更是上前一步 开口说道 江明长老 曾经有过这样的一句话 启约无依 与子同袍 即便是太古皇族 祖王清灵 那又如何 我们太玄弟子 上下一心 又岂会有半点的畏惧 他的话 让所有人的内心 都疯狂地跳动着 终于 圣主大人的内心 也被他彻底的折服 启约无依 与子同袍 好 说得好 圣主大人走下了刀台 来到了众人的跟前 眼眸之间更是掠过了 一抹决然之色 他的心中再没有了 丝毫的顾虑 反而是无比振奋地 说出了同样的话 启约无依 与子同袍 启辈太玄 上下一心 话音一落 众多长老 弟子 也是纷纷回应 启约无依 与子同袍 启辈太玄 上下一心 那震动着每一个人 内心的涌动 并非是冲动 亦不是疯狂 这是一种让人族 一步步走到今日 在一次又一次的绝望之中 一次又一次的逆境之中冲出来 冲破绝望的东西 这东西 此刻呈现于所有人的面庞之上 他就是勇气 就连圣主大人 此刻也是万般的感慨 他没有想到 自己的肩上 担负了整个宗门之后 自己就失去了那份勇气 直到现在 他却久违地回忆起了 那股躁动不安 但是有着无限可能的勇气 众弟子听命 此事 绝不可透露 与江明长老之道 听到这话 众人也是纷纷点头 回应道 弟子谨遵圣主法旨 的确 若是江明长老知道了 怕是拖着那一身残躯败体 也要与众人一同对抗强敌吧 实际上 江明也并不知道这件事情 在做好了决定之后 接下来的几天 大徒弟与小徒弟 每天都是侍奉在他的身边 并没有露出半点的异样来 江明的每一天 都过得十分的闲适 他自己也不愿意 大徒弟再出去冒险 给自己找什么不死要 反正自己每天都在享受着 这剩下无多的时日 并且 眼看着江楚楚每天修炼 修为一步步的提升 那金屋传承的好处 也是渐渐的显露 江明却也会偶尔打去般的说道 楚楚 你可知道 你大师兄当初 可是连最简单的御剑术 都足足学了十年之久 江楚楚一听 却是停下了修炼 一脸惊讶的说道 大师兄 这不是真的吧 寻常修饰 最慢的不过半个月 最快的 数个时辰就学会了 我记得当初 我学的时候 也才用了一天的时间啊 大徒弟楚凡听到这话 不免是面色一红 师尊 当年我连灵海都无法开辟 怎么能够遇见呢 江明咧嘴一笑 却是直言道 哎 有趣的便在于这里 你无法开辟灵海 于是你就每天跑到 大肠老肿的灵药田里偷吃灵果 想要提升自己的法力 结果每次都被那护院的大黄狗 追着咬了半个山头 每次都哭着喊着 师尊 师尊 快来救我 扑吃 小徒弟江楚楚 终于是忍不住笑意 扑吃一声笑了出来 他也是想不到 如今气血滔天的大师兄 竟还有这样的过往 尤其是被什么大黄狗 追了半个山头的事情 光是想一想 都让他心中忍不住的想要发笑 这些日子里 江明也没有少拿楚凡开玩笑 说的 也只是他过去的糗事 这样平和的每一天 让江明觉得很是舒适 新年他没日没夜担忧的那些个弟子 现在渐渐的成长了起来 这样的经历 光是想一想 他的心中便会感觉到温暖 此后 没有过去多久 众多的长老弟子 也都是前来探望他的伤势之类的 圣女宋宁言 也是时不时的 前来请教神话时代的事情 江明虽然越发的病重 脸色越发的暗淡 但是他的精气神 却是很好 这也冲淡众人内心的不少阴霾 孤绝风上 始终都是一片祥和的样子 而在外界 却是风起云涌 太古皇族与诸多的王族的出事 他们邀请东荒的各族群势力 去往神城贡商万族大会 虽然众人都明知道 太古皇族不安好心 但是却是不敢拒绝 对此 许多人心中都是一片无奈 而不少人族的领地城池 却是一片的悲戏之色 不少的人族城池 被太古族群屠灭 作为他们的血石 出世的祖王数量不少 在各处展露圣威 震慑天下 而人族无圣人 哪怕是有地气坐镇的圣地 223 也都是净声默然 不敢插手 就连一些传承了数千数万年之久的远古城池 也都是难免灾祸 在那东荒的浩天城中 传承了近乎五千年岁月的浩天一族 为了保护手下的百姓 与太古皇族奋死一战 今日 我浩天月纵是生死 可依旧是浩天霸主 战场之上 一尊神王静的修士 与半空之上大喝一声 玄机 他的身躯 竟是以一种诡异的模样 不断的膨胀 轰隆隆 随着一阵恐怖绝伦的爆炸声响起 那浩天霸主浩天月 竟是直接引爆了自身的丹田 自暴王 这样的死法 是最为惨烈的死法 不光是神魂俱灭 甚至于一念真灵 都会彻底的消逝 在人族之中 传闻人只要有一念真灵留存 就能够转世投胎 所以 对于人族而言 自暴王 就是彻底的化作虚无 再无来世 可谓是永世不得超生 但为了对付那汹涌如潮的太古族群 浩天城的城主 浩天霸主 浩天月 最后的关头 竟是以如此惨烈的死法 拼死换来了太古族群的三位神王静的强者 与他同归于尽 剩下的人族们 也终于看到了胜利的希望 父王 诚实之中 浩天月的儿子 浩天王言浩天玄 此刻更是目自欲裂 狂吼不已 他的心中 一股浓浓的悲愤 冲出了他的心胸 他奋力的拼杀 死命的抵抗 没有了神王静的太古族群 眼看着 就要被驱逐远去 正是这个时候 天穷之上 一尊犹如山岳一般的巨大存在 犹如是自太古时代 便长存至今的太古强者 呈现了强决天下的恐怖甚微 太古皇族的祖王 绝望 悄无声息的 在所有人的心头蔓延 无数的人哀嚎痛哭 浩天霸王自暴牺牲 竟没有换来任何的希望 相反 太古皇族的强大 甚至于是让他们陷入了更大的绝望之中 苍天 您为何如此对待我们 人族圣人在何方 西年人族大地统御天下 号令万族 太古皇族 又岂敢放肆 无数的人哀嚎痛哭 悲愤 不甘 数之不尽的绝望 彻底的掩磨了所有人的心头 人族的惨状 不光是发生在 这号称有五千多年传承的浩天城中 甚至于 一些拥有着圣气传承的强大城池 依旧是无力抵抗 在东荒的极北之地 拥有着圣气的越伦城 城主宋康守 是王家的传承圣气 眼看着身边的数百位宋家长老 记起血迹大振 心中涌现出了无边的悲凉 血迹大振 乃是西年邪魔入侵的时候 宋家自邪魔的身上 所得到了的一门魔教大法 此法可以抽取人之精血魂魄 以壮大自身的力量 族长大人 不用为我们晚些 动手吧 再晚一点 越伦城就没了 宋家大长老 那个西年教导宋康修行 一步步地看着他长大的伯父 自邪魔入侵的时候 上一任的宋家家主宋康的父亲 因为抵抗邪魔而死之后 他便是犹如宋康的父亲一般 将他如若亲生儿子一般地带大 直到如今 宋康的修为不断地提升 直到拥有了神王静的修为 成为了宋家的族长大人 他便是退居幕后 成了宋家的大长老 这些年 宋家的大长老宋号 为了宋家付出了多少 所有人都看在眼中 而现在 太古皇族的祖王 吞噬越伦城百姓 以越伦城数 以千万的人族为血时 愤死抗争的大长老宋号 被气打成重伤 凭着最后的一口气 祭出了这血迹大振 要让宋康 吸收他们 这数百位长老的神魂血肉 得到一时之间的强大力量 去对抗那太古皇族的祖王 与浩天霸主的自暴相同的是 这血迹大振献剂的人 最终也会失去神魂 哪怕是一念真灵 也无法在天地之间留存 可以说是 永世不得超生 但是为了抵抗太古皇族的祖王 宋号不得不出此下策 连同这数百位 已经是重伤不已 失去了战斗力的长老们 一同献出自己最后的力量 宋康的眼中带着泪光 作为组长 他不得不做出决断 血魔大振 献剂天魔 以无神魂 隐念归神 终于 他摇了摇牙 终于是念动了那个他熟知的 但认为自己一辈子 都不会动用的血迹大法 煞时间 血迹大振之中 数百名长老同时露出了 无比痛苦的表情 神魂剥裂 肉体消亡 那蕴含在他们身躯之中的 最后的一丝力量 化作了一片亡羊血海 融入了宋康的身躯之中 只是片刻 他的身躯之上 便是充满了恐怖绝伦的 可怕魔器 一念入魔 从此再不为人 为了抵抗祖王的存在 他只能是以这样的办法 哪怕是今后自己再不是人族 他也要拼死一战 此刻 双眼之中 带着一股恐怖煞气的王康 手持宋家的盛气越伦镜 踏破虚空 来到了那祖王的跟前 那恐怖无比的圣威 自眼前的一个邪魅的少年的身躯之上 不断地涌现 他的背后生长着三对赤色的血液 其上涌动着恐怖无比的风雷之力 只是瞬息之间 他便能够及时千里 速度之快 即便是在圣人之中 亦是恐怖无比的存在 血迹大法 有点意思 想不到越伦城的宋家 倒是让本尊今日 有了些许的乐趣 姐姐 小子 受死吧 那邪魅的少年 正是太古皇族的祖王 不少的祖王 虽然喜欢以本体显露世间 但是他们真正的强大姿态 反而是贴近人族的模样 这样的太古皇族 体内的法力更为凝炼 整个人的实力 犹如是汇聚于枪间的一点寒芒 无比的锋利 只见到他的身躯之上 涌动风雷之力 旋即凌空一阵 便是万里长空 席卷亿万里天穷无边的雷霆涌动 那无边的雷霆之力 在祖王的引动之下 不断地劈向了宋康 现在的宋康 实力无限制地接近于圣人 再加上他手中的盛气越伦镜 一股恐怖的力量 疯狂地在他的身躯之上涌动 今日 我宋家即便是全员覆没 却也要如等太古皇族付出代价 宋康冷哼一声 那浑身的邪魅气息 化作了漫天的血色煞气 朝着那祖王冲杀而去 一场大战 随之爆发 这一场大战过后 整个东荒 再也没有了宋家的存在 也不见了整个越伦城 两尊圣人级别的恐怖战斗力 直接将整个极东之地化作废墟 一个又一个乘着两人大战 不断逃离越伦城的难民 四处奔逃 人族大地之上一片哀痛 可惜的是 即便是宋家付出了全部的力量 甚至于数百位长老永世不得超生 以这么惨重的代价 换来了一时之间的力量 最终宋康 却也是完败于那祖王之手 越伦城内 百分之九十的人 都被其作为血尸吞噬 整个越伦城外 赤地牵连 一片腥臭的气息 冲天而起 以至于是久久不能散去 人族圣地之中 诸多的势力 原本是打算静观其变 但是现在 眼看着各地祖王们的举动 已经屠落了近乎亿万的人族 这彻底的激怒了所有的圣地 该死的太古皇族 他们到底还要铸就多少的杀戮 才愿意把休 该死 若是我们拥有足够的力量 将其铲除 又何苦见到 这般赤地千里的惨状 赤地千里也还不算什么 最惨烈的是 在那逃亡的路上 人族甚至于被太古族群 当作戏耍的对象 不断地追逐 他们逼迫人族相互残杀 让他们一子相识 有道是虎独不四子 更不要说 素来都是教义道理于一身的人族 竟然是被太古族群们 为了一时之间的玩乐 逼迫他们相互吃掉对方的孩子 这样的惨无人道的做法 更是惹得天怒人怨 这些消息 不断地传递开来 整个玄天世界 所有的地区 都听到了这些惨无人道的传闻 同样的 也流传到了江明的其他弟子的耳中 五徒弟韩飞青 六徒弟古行风 更是急忙赶回了圣地 因为他们二人 此刻正是在中州境内 距离太玄圣地最为靠近 至于其他的弟子 虽然已经往回赶了 但是距离太过于遥远 甚至于有几位弟子 因为身在渺无人烟的地方 甚至于还不知道 东荒竟然发生了这样的大变故 想不到小徒弟江楚楚 竟然是在紫霞秘境之中 得到了神话时代的传承 那金屋到底是何等悬崖的存在 竟是引动了整个东荒的各大势力 一同出手 不过 师尊说的那些话 也太离谱了一些 这个老头子 还是一如既往地喜欢吹嘘 此刻 古行风以最快的速度 朝着东荒赶回 半路之上 他也是颇为感慨地 看向东荒的方向 一切的事情 他都已经知晓 这个年轻的弟子 乃是江明手下的几个真正的天骄之辈 与楚凡那悲惨的过去 完全不同的是 古行风自幼便是族内的天骄 拥有极为强大的修炼天赋 并且 他与江明之间 也是因为一场意外 这才结下了师徒之缘 他的来历 也更是大的离谱 乃是中州的一处 隐世不出的古族之人 但因为与江明之间的师徒之情 古行风甚至于愿意离开家族 留在太玄圣地 这次他回到中州 也是为了想自己的家族 寻求帮助 这回归的路上 他也是看到了不少悲惨的人族 心中感慨不已 这些太古皇族 端地是可恶无比 若是我族之人愿意出世 又何惧这些嚣张跋扈之辈 古行风似乎是有些难言之意 但是 最终他也是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罢了 师尊 弟子无力动摇家族的决定 只好回来 与您同生共死了 说吧这话 他也是及时于天地之间 以最快的速度 朝着太玄盛的赶回 最后 戴得几天之后 古行风与韩非清 几乎是同一时间 回到了宗门之内 韩非清修为并不算高 算是江明众多弟子之中 较为普遍的一个弟子 出生来历 也都十分的普通 但好在他为人诚恳 修炼勤奋 也是一众弟子的榜样 戴得韩非清与古行风 回到了门内之后 他们同样是被大徒弟处凡告知 不能将此事告知江明 以免对此担忧 到时候 只怕是会加重伤势 你们都记好了 这件事情 只关乎我一人吧 小师妹得到金屋传承 她不应该如此年轻的 便陨落于此 我走之后 你们要好好地照顾 其他的师兄妹 韩非清素来老成 而古行风 因为来历非凡 天资极高 又是众多师兄弟之中 颇具威望的二人 所以 楚凡这才将这些话 说给了他们听 但是 二人只是听闻此言 便是不免眼眶发红 心中涌现了阵阵的酸楚 大师兄 难道你要自己去面对那太古皇族吗 古行风满脸的悲愤 开口质问 而韩非清 更是红着眼眶 说不出话来 你们若是日后修为有成 替为兄报仇便可 大丈夫何惧一死 师尊老了 让他安静地度过这些日子吧 说不定 三师弟与二师弟能找到办法 治好师尊的伤势 楚凡的面色坚毅 他似乎是下定了决心一般 可他越是看起来这么坚强 就越是让人觉得心疼 二人不免落泪 他们都不是轻易被感情所左右的人 但是现在 他们却也忍耐不住内心的酸楚 而且 他们二人都各有苦楚 古行风知道自己的家族 能够帮到师尊将民 但是自己的家族 却是不愿意出手 这让他的心中 感觉到一阵的无奈 而韩非清的实力又不高 天资也是平平无奇 他的心中 更是在痛恨着自己的无力 痛恨自己没有足够的实力 去帮到大师兄 大师兄 将来我等若是修为有成 定要踏平太古族群 事到如今 非清也没有别的办法 大师兄 师弟便是穷尽一生 日后也要将那太古族群赶尽杀绝 二人强忍着悲痛 看着大师兄楚凡 他们都是懂事理的人 他们深刻的明白 大师兄做出这样的决定 完全就是无可奈何 好了 别哭了 一会拜见师尊 别让师尊看出来了 说完 楚凡悟自笑了笑 只是这笑容 却是让二人心头一颤 不免心中更加的酸楚了 而另外一面 太玄大殿之内 却是迎来了一些客人 一行 勒勒好 身穿道袍 身后还有一些颇有威严的强者同行 一行众人 几乎都是整个东荒有头有脸的人物 来到了太玄圣地 拜见了诸多的长老与圣主大人 他们 乃是道眼圣地的长老 道眼圣地的底蕴 与太玄圣的差不多 并且与太玄圣地颇为交好 随着他们一起来的 还有上古世家的陈家 王家 这两个家族 都诞生过大圣级别的存在 这么说 你们愿意与我太玄圣的同进退 圣主大人苦笑一声 却是开口问道 听到这话 道眼圣地的长老开口说道 太古族群嚣张跋扈 残暴不仁 这些十日以来 已经有不少的族群 家族死在他们的手上 人族被生吞活泼者 数以亿计 道眼圣地的人说吧 一旁的陈家之人 也是点头道 不错 若是这样下去 东荒的人族 迟早是要被太古族群彻底覆面 我们虽是实力并不算高强 但是可谓淳王齿寒 我们纵是拼死一战 也要为人族 捍卫尊严 此刻的圣主大人常叹一声 心中也是颇为感慨 直言道 多谢诸位的好意 太玄圣地对此 感激不尽 众多的长老 此刻也是纷纷向着几大家族 以及道眼圣地的人 微微点头 表示内心的感激 不过 我太玄圣地 已经做好了被覆灭的准备 我们 不愿意为此屈服 你们的好意 我太玄圣的心灵了 诸位 还是不要图天伤亡了 听到这话后 几大家族 以及道眼圣地的诸多长老 此刻也是心中涌现出了一丝悲痛之意 这是何等无可奈何之举 若不是真的没有办法 太玄圣地 又怎么会拒绝他们的帮助 这就是如今的现实 太古皇族霍乱天下 即便是他们愿意出手协助太玄圣地 可是 那最后又能否渡过难关呢 太玄的众人 甚至于是 不愿意让他们 也与自己一般的陷入危难之中 直接拒绝了他们的帮助 但是他们又怎么会不知道 太玄只是开始 他们迟早也会被太古皇族的人覆灭 这一点 从那一个又一个的城池惨遭覆灭的情况上 就已经能看得出来了 太古皇族 根本就不会放任任何一个人族的势力存在 但凡是有威胁到他们的可能 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铲除 之所以一开始是太玄 是因为人族圣体的威胁 远远地超过了其他的拥有圣旗的圣地 甚至于超过了拥有地气的圣地 因为一旦给楚凡时间修炼起来 届时便是古皇降临 也无济于事 巅峰级别的强者 往往能够力挽狂澜 做到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可惜 我人族圣体 还未成长起来 便要覆灭了吗 道眼圣地的人 似乎是心有不甘 不过 他们也是想起似乎的询问道 不知道太玄圣主可否告知 江明长老到底是什么来临 听到这话 太玄圣主也是微微一愣 玄疾反问道 你问这个做什么 哦 是在下冒昧了 此前紫霞秘境中 江明长老提前预料到了一切的危难 更是直接送出了一件大圣兵器 交给人族圣体 这才得到了金屋传承 在下是想 或许江明长老是一位不出事的高人 这一切的事情 或许江明长老有办法解决 言外之意 他便是认为 江明其实修为深不可测 只是不愿意显露出来罢了 太玄圣地的众多长老听到这话 也是纷纷苦笑摇头 江明长老固然是来历神秘莫测 但是 以门内众长老的了解 江明长老 可绝对不是什么隐藏了实力的高人 这 道友怕是要失望了 一位长老开口说道 江明长老目前重伤在身 已经是时日无多 再者说 江明长老 其实只是真神镜的修为 话音一落 道眼圣地 以及各大家族的人 也都是纷纷一愣 疑惑到 真神镜223 这 这不可能 若是江明长老是真神镜 他又是如何得知 神话时代的事情 又是如何拥有一件 不知道来历的大圣兵器 的确 他的疑惑没错 经过了紫霞秘境的事情之后 任何人都会觉得 江明是一位隐世不出的高人 有长老苦笑 连忙解释道 江明长老 或许只是看过关于神话时代的古籍罢了 至于大圣兵器 或许也只是他偶然所得 但是江明长老的实力 我们都心知肚明 就是真神镜 这个时候 圣主大人也是叹息道 诶 诸位有所不知 江明长老凭实力 喜好吹嘘 但并不想被传了出去 他的确只是真神镜 况且重伤在身 命不久矣 并不是什么高人 随着泰玄圣主的解释 众多来客 也是纷纷露出了一脸的恍然 随后 几乎所有人 都是无比的遗憾和惋惜 唉 原本以为是深山藏麒麟 不遇风云不显盛 但没有想到 这一切 竟然只是误会 泰玄圣帝的人听到这话 倒是看得开 并不在意 不过人群之中 还是有人在怀疑 再猜测 毕竟紫霞秘境中的事情 实在是太过于震撼 太过于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圣主大人 此事 我们还是不愿意相信 仅仅只是一场误会 是啊 昔日所见 非同凡响 并非我等不相信您 只是 这事情 姿势体大 我们也不想放弃任何的希望 见到有人不死心 泰玄圣主也是叹息一声 玄疾说道 好吧 既是如此 那本座便带你们去见见江明长老 到时候 你们便知道了 只不过 有关于此事 还是希望你们 不要告知江明长老 他重伤在身 不宜知晓 以免加重了伤势 众多来客纷纷点头 皆是答应了下来 玄疾 在太玄众人的带领之下 一行众人 也是朝着孤绝风而去 与此同时 在那小小院落之中 江明躺在老爷椅上 迎面来的威风 暖阳 让他的心情颇为不错 正是秋高气爽 不冷不热的时候 此刻不少的徒弟们 也都是返回了太玄圣地 江明 正听着这些一段时间 没有见到的弟子们 讲述在外的经历 而小徒弟正是在泡茶 楚凡为他捏肩 整个小院之内 一片和睦宁静的场景 师尊 您不知道中州桃源山的桃花 开得可好看了 来年来春 弟子带您去看看 您说好不好 古行风面色从容 丝毫没有刚刚回到宗门之时的 那一副悲戚模样 一旁的小师妹江楚楚 听闻此言 更是一脸欢喜的笑道 真的吗 六师兄 到时候也带上楚楚好不好 江楚楚年纪轻 自然是看过的地方不多 听到这话 古行风也是微微点头 这是自然 到时候众师兄妹一起都去 中州吗 那可是我古行风的地盘 古行风一脸得意地说道 实际上 他说出这话 江明也不觉得奇怪 古行风的来历极大 曾经他凭借一枚令牌 就能够让中州的诸多大势力 为其让路开刀 只可惜的是 古行风所在的古族 却是一个极为守旧的隐秘势力 从不曾出世 在中州 古行风也算是 借着自己家族的势力 可以任意行走 而没有太大的阻碍 不然的话 中州的势力 远比东荒更为复杂 情况 也更为危险 在中州去行万里 只怕途中 就要遇到不少节道之人 没有点实力 只怕是中州的路 都走不了 古行风不光是来头颇大 实力也算得上是 众多弟子中 最强的几人之一 自然是 能够在中州随意地行走 好了 就听你六师兄瞎吹 他什么本事 师兄我还不知道 一旁的韩非清 却是淡然一笑 他们虽然都知道 古行风的来历 但是没有人回去在乎这一点 古行风同样也不喜欢 别人因为自己的来历 而高看自己 武师兄 这你就说的不对了 当初你在中州 半路上缺了盘缠 还不是我给你送来的 一听这话 韩非清也是哑然一笑 不说话了 只能是看着古行风 那宛若地主的 傻儿子一般的得意模样 在小徒弟姜楚楚的面前吹嘘 师兄 你可能不知道 上一次啊 武师兄还想拉着我去喝花酒 师尊 您喝过花酒没有 江明哑然失笑 却是摇摇头 喝花酒这种事情 不过是风月之事 他素来兴趣不大 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 平日里看着老老实实的五弟子 竟也有这般风流的一面 咦 六师兄 喝花酒是什么意思啊 很好喝吗 楚楚也好去喝 一听这话 众人纷纷是愣住了 小师妹 别听你六师兄瞎说 楚凡一脸的严肃 甚至于还有些面色泛红 似乎是想起来了什么不好的回忆 而武师兄 韩飞青 则是一脸的怒涩 盯着古行风道 好你个古行风 我看 你是三天不打 上房接瓦 哼 今日我定要 让你吃点苦头 说吧 他便是追着古行风打了起来 虽然是追着打闹 看 但也只是玩笑般的动作 并没有太过分 一旁的小徒弟江楚楚 则是一脸的疑惑 心中在想着 那所谓的喝花酒 到底是什么意思 然而和人少年不风流 只不过是一些风流运势 江明对此 倒是毫不在意 此刻 江明眼看着自己的弟子们 在跟前打闹玩笑 这幅场景 却是无比的祥和 他迎着微风 看着那远方的山脉 一点点的化作秋色 一点点的红艳与秋黄 于山剑不断的起伏 似乎他的生命 也是走到了这落叶之时 不过 江明对此并没有感觉到 丝毫的颓然和不适 反而是因为自己的这些个弟子 感觉到了一种圆满的感觉 如此安详愉悦的时光 似乎人生走到这里 也并没有多少的遗憾 不多时 太玄圣帝诸多长老 以及来访的道远圣帝 诸多家族 一行众人来到了院外 穿过了那红木小桥 前来拜访 顺便 想要询问关于神话时代的事情 这便是江明长老吗 他 竟已经是到了这个地步了吗 道远与众多家族的人 此刻见到了江明那副病奄奄的模样 心中也是一凉 原本最后的希望 也是渐渐的熄灭 江明长老 吴等乃是与太玄交好的家族与圣帝 道远圣帝的人 朝着江明一拜 玄机各自介绍了之后 便是直言问道 江明长老 此前听闻您对这神话时代的事情 颇有了解 吴等心中好奇 便来叨扰 江明心中哑然 不过 他依旧还是之前的说辞 依旧是那一段 曾经教导盘古开天辟地 指点女娲捏土造人 传下修行法 于岁月尽头 观物诛天 听到这些话 又见到江明长老 这幅近乎是游镜灯窟的模样 众人也终于是明白了过来 太玄的人 没有骗他们 江明的确并不是什么隐士的高人 那些描述 也实在是太过于让人难以置信 甚至于可以说是离谱 而他那老迈虚弱的样子 也是让众人彻底的放弃了 随后 终于是放弃了众人 这才拜别了太玄圣帝 离开了 数天之后 太玄诸多的长老与弟子 则是准备好了一切 准备是前往神城 赶赴大会 大师兄 让我也去吧 走之前 楚凡执意将江楚楚留了下来 这让他满脸的不悦 他也想要与宗门一同去面对 但是楚凡的一句话 却是让他无法回答 若是我们走了 师尊就留给你照顾了 楚楚 你要照顾好师尊 是啊 师尊还在宗门呢 江楚楚即便是在想要与他们同行 却也只能是咬着牙 无可奈何地点头道 大师兄 你可以一定要回来 楚凡笑了笑 反而没有了此前的凝重之色 放心吧 万族大会 人族众多 他们太古皇族想要动手 也得看看 无被人族答应 还是不答应 说吧 他又深深地看了一眼孤绝风 这些日子 他寸步不离江明的身边 江明的伤势虽然是很严重 并且 他也越发的老迈虚弱 但是 不管怎么说 江明的心情却是十分的好 没有让江明知道 他们要去做的事情 是楚凡最后的愿望 而且 他的心中 也始终不愿意牵连宗门 必要的时候 他自然会自己站出来 的确 万族大会上 人族众多 但是 若是太古皇族 要他的命 人族是阻拦不了 也不敢阻拦的 这些日子以来 人族的诸多大势力 一些拥有几千年底蕴的城池 已经是被诸多的祖王荡平 赤地亿万里 无数的人族四萨而逃 整个东荒 犹如人间炼狱一般 楚凡早已经是不在乎自己一个人的生死了 他只是希望 江明能够安享晚年 希望远在西海的三师弟 还有其他没有回到宗门的师兄妹们 能够找到治疗江明的圣药 让江明能够续命 他再看了看眼前的江楚楚 宠溺了摸了摸他的小脑袋 开口道 回去吧 好好照顾世尊 江楚楚眼角 引满泪珠 他那仿若凝枝一般的面庞之上 透出了浓浓的不舍和悲痛 大师兄 楚楚去了 说吧 他这才一一不舍地离开了山脚 回到孤绝峰上去了 不多时 带着圣气而出的太玄圣地队伍 也是朝着神城进发 在太玄圣地中的江楚楚 则是陪着江明 心中满是悲痛 却又不敢表现出来 大师兄 你可一定要活着回来 江楚楚看着众人远去的方向 心中越发的悲痛 一时之间 他竟是难抑着心中的痛楚 悄悄地别过脸去 抹下一抹晶莹的泪珠 正是秋风萧瑟 越发悲凉的意味 在他的心中不断地蔓延开来 随着太玄圣地的人 已经离开了宗门 而另外一面 东荒的各大势力 包括诸多的圣地 古族在内 也都是纷纷地赶赴神城而去 事实上 人族并没有愿意前往神城 参与万族大会的人 但毫无疑问 没有人敢不去 也没有人敢拒绝太古皇族的 法旨 即便是这些日子以来 已经有不少的古族 圣地 他们属下的人族城池 被太古皇族当作血石屠戮 无数的人族在东荒大帝之上 哀嚎悲弃 但几乎所有的人 都只是敢怒而不敢言 祖王出世 无量甚微席卷八方 在如今这个绝灵时代 又经历了邪魔入侵的东荒境内 早已经没有了人族圣人 哎 若我人族圣人在 又何必来参加 这什么狗屁的万族大会 此刻 道眼圣地的众多长老 连同此前一起去往太玄圣地的 诸多家族之人 也是来到了神城之内 他们看着那灰弘浩大的神城 心中更是无比的感慨 眼前的这座神城 通体带着一股玄青之色 这是东荒特有的太荒青石 可以做到任由风雪 吹打数十万年而不腐朽 用来建设城池 是最好的材料之一 整个神城囊括了方圆 数万青之巨的地面 堪称是整个东荒 最为浩大的城池之一 巨大的城墙 足足是有六千尺之高 根本就并非是人族修炼的城池 而是那身形 巨大的太古族群们所建建立 过去的岁月太过于悠久 已经是没有人记得 曾经的太古族群们建立这座神城 是为了防御何等的强敌 竟是足足修建了那中外三道城墙 作为防线 再加上皇族血脉 无时不刻地焕发着一种恐怖的威压 中城之内 无数的禁制道法 不止于神城之内 哪怕是神王晋的高手 想要突破中城的禁制进入城中 都是极为困难的 而在内城中 没有人知道 内城安置了什么样的禁制 或者是护城阵法 只是到了内城的时候 几乎所有人都见到了 那犹如是晴天巨兽一般的巨大石块 处立在内城之中 这些奇特的巨大石块 似乎是有着兽形 焕发着丝丝的凶煞之气 但是却没有一个具体的想象 更没有人的神念 能够探入其中 似乎是隐藏着极大的隐秘一般 处立在这内城之中 数十万年不曾动摇 曾经有人在典籍之上见过 说着内城的巨石 曾经幻动神源 引动曾经的太古古皇降临 威震八方 但这些 终究是太过于久远 没有人真正见过 可即便是如此 道眼圣地的众多长老 以及许多古族的人 在见到这些巨大的石块的时候 依旧是感到了一种 心有余悸的感觉 似乎在那些巨石之中 折伏着一头头的太古凶兽 随时都要睁开双眸 露出那猙獰的面容与獠牙 吞噬众生一般 在神城的内部 大部分的族群已经到来 于城中最大的祭坛之下 纷纷坐落 道眼圣地的众人 以及其他的古族来到这里 也是颇为惊讶地发现 道场的不只是他们 甚至于绝大部分的 拥有地气的圣地 大势力 都是出现在了此地 没有想到太古皇族的淫威 竟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就连拥有地气的大势力 也不敢不来参与这一场万族大会 道眼圣地的人瞳孔紧缩 却是无比惊讶地说道 哎 如今东荒人人自危 人族圣人不出 何人敢违背 罢了 我们也寻个地方落定吧 听到这话 众人纷纷是叹息一声 旋即正是要寻觅一处地方 正是这个时候 天穷之上 恍若是雷霆涌动 道道乌云 邪果亿万雷霆 轰然而来 在那云端之上 却是见到了一尊又一尊 庞大无比的太古祖王 在那乌云雷霆之中 若隐若现 他们体型巨大 仿若是遮天蔽日的太古荒兽 四周雷霆滚滚 邪果着一股金色的圣威 荡漾八方 任何一个见到此目的强者 无不是浑身颤抖 纷纷是涌现出了一种 想要朝败的念头 圣人之下 皆为蝼蚁 在这些大肆施展 圣威的太古祖王的面前 几乎所有的人 都是涌现出了一股 浓浓的震惊之色 惶恐 惊慌失措 止不住想要朝天跪拜的冲动 不断地在人群之中蔓延 那天穷房若是被撕裂了开来 露出了一个巨大的口子 自其中 缓步踏足了一尊又一尊 化作了人形的太古祖王 任何一尊太古祖王 都不会轻易地将自己的本体 显露给别人见到 这似乎是触及到了他们的一些隐秘 故此 在所有的祖王出现的时候 则是全部化作了人形 他们或是脚踩风云 身具异象 倒到神轮金光 涌动全身 又或者是 有人以道法幻化 而出种种异兽 脚踏火龙 或者是乘着青鸟蓝缝 自天穷垂落 每一个祖王的存在 皆是蕴含着恐怖无比的圣威 即便是他们根本就没有主动 释放自身的圣威 但是那股可怕的气息 仅仅只是看上眼 便是让人感觉到了一种 如受雷击的震撼 这便是祖王骂 有人浑身的冷汗 止不住的颤抖 不断的后退 眼中满是难以置信的神情 圣人实力 竟然是如此的恐怖 我仅仅只是惊鸿一瞥 便感觉体内武器混乱 灵台神石崩溃 又有人蹊跷流泻 不过是看上一眼 便是目自欲裂 惊恐 骇然 还有一种巨大的惶恐 出现在所有人的心头 祖王的实力之强 虽未曾动手 仅仅只是出现 就已经让所有的人心中骇然 而各方人族之中 最强的人 也不过财神王敬罢了 哪怕是有地气坐镇的实力 也是如此 该死 这些祖王 不过是在装神弄鬼 我人族圣人不在 便是如此的肆无忌惮 一股股憋屈的感觉 自那些拥有地气传承的 大势力的人们心中涌现 而不少的人 更是感觉到了 心头一震的无可奈何 绝灵时代的人族 可以说是最虚弱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 太古皇族出世 以绝对的强大势力 镇压他们 强行要求他们来到神城 这让他们感觉到了一种愤怒 憋屈 不甘 却又无能为力的感觉 而那些没有地气底蕴的势力 更是直接露出了恐惧的目光 在那强大无比的存在面前 他们 实在是太过于渺小 正是此刻 祖王之中有一人 但见其黑白双瞳 头顶生出一道紫色毒眼 周身布满了道道金色的奇异鳞片 浑身的肉体充斥着爆炸力量的气息 他横眉漠视 开口质问 太玄何在 圣体又在何方 莫非如等 是想要东荒被血洗不成 一席话下 霸道无比 但是人族 却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回答 敢反驳 见到此目 其他的太古族群 更是嘲笑不已 哈哈 看看那些人族 所谓的高人强者 怎么现在哑巴了 还有那些拥有地气传承的大势力 平日里不是了不得吗 怎么 现在不敢开口了 还不快点交出人族圣体 免得如等都受尽血图 人族 不过是万族之中的蝼蚁罢了 哈哈 冷漠的嘲讽 在万族之中不断的蔓延开来 那些太古族群 妖族等存在 皆是不断的冷笑 话语一句比一句难听 换作平日 只怕早已经是数十位人族神王出手将其镇压 但是现在 在场的人族神王们 却是头顶轻轻爆起 满腔的怒火 却是没有一个人敢擅自动手 谁动手 谁人就要举足覆灭 这就是下场 圣人之下 皆为蝼蚁 别说在场的祖王 足足有数十尊 便是其中的任何一尊 都能够轻而易举地覆灭在场的所有人族神王 这就是实力的差距 这就是人族的憋屈 空有一腔怒火 却无处释放 他们满心的无奈 只能是沉默不语 而在这个时候 灵球鲜花 人群之中 却是有一方势力 出现在了祖王等人的跟前 一脸讨好的跪拜下来 更是露出了一副殷勤的模样 开口说道 骑禀祖王 太玄圣帝 并未在人群之中 只怕是不敢来了 开口的人 倒也不是别人 正是云霄圣帝的太上长老丽云 他一位人族神王 竟是对着太古祖王 卑躬屈膝 宛若一条太古皇族养的狗一般 扭头看向众多人族 如等废物 让如等交出人族圣体 便是这么难的事情吗 覆灭了太玄圣帝 交出人族圣体 不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吗 哼 真是愚昧不已 在其身后的祖王们并未开口 显然是默许了他的这番话 任由他狐假虎威 以人族的身份 去羞辱与他一样的人族 这一幕 瞬间让所有的人 都无比的震怒 云霄圣帝 人族败类 竟是投靠了太古皇族 昔日月轮城 本来可以与祖王一战 保下那些普通的凡人 是云霄圣帝的人 在城中阻拦他们的去路 以至于是月轮城的人 几乎死绝 他们 真是无被人族支持 人族这边 暗中唾骂的声音 此起彼伏 但是云霄圣帝 似乎并不在乎这些 哼 让一个小小的太玄圣帝 拖累了整个人族 你们是不是修炼久了 将自己的脑子给修坏了 太古皇族威势滔天 本就该是这天下的主宰 如等岂敢违背圣威 抗旨不遵 速速交出太玄圣帝 诛杀人族圣体 丽云的话音刚落 在那不远处 却是稀稀疏疏的 响起了一阵惊讶的动静 众人正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在一看的时候 却是发现 那步入内城的人 竟然是太玄圣帝 整个太玄圣帝上下诸多长老 弟子 连同人族圣体处凡在内 即使出现在了神城之内 他们 他们竟然真的赶来 无被人族 真的有汉不畏死之辈 此刻 所有的人族 都是彻底的惊呆了 就连那高台之上的祖王呢 此刻 也是微微一愣 玄疾 却是嘲讽一般的孝道 果然是有不怕死的 愚昧 若是躲着不出来 或许还能够逃过一减 云霄圣帝的宗主听到这话 却是急忙逃好一般的孝道 祖王殿下实在是在说笑 以祖王殿下的实力 那太玄圣帝 哪怕是逃到天涯海角 也难逃一死啊 一番吹捧 却是让那祖王颇为受用 此刻一番大笑不止 而诸多的妖族之人 太古族群 也是纷纷笑道 太玄圣帝的人 是不是都是傻子 明知是死 竟也赶来 哈哈 真的是一笑大方 怎么 这是放弃抵抗 准备送死了吗 他们也只有如此了 此刻 虽然有祖王对太玄圣帝的做法 嘲讽不已 但依旧是有不少的祖王 饶有兴趣地打量着楚凡 指楚凡的那滔天气息 甚至于是超乎了他们的预料 人族圣体 果然是气血滔天 假以时日 的确会成为无辈的大敌 其中的一位祖王 看向楚凡 却是忽然开口道 人族圣体 明知是死 你还敢来 莫非你不怕死 楚凡默然地看着他们 一脸的坚毅之色 却是没有露出半点的怯懦 死又何惧 一句反问 却是在诸多的祖王心中 引起了一番惊讶 不少的祖王 甚至于是感觉到了 楚凡不光是拥有人族圣体 这一方面的强大 而且他的心性 亦是非一般人所能够媲美 要知道 以他们的圣威镇压之下 便是神王 也要心中惊恐骇然 楚凡的修为 却只是真神经 这非有大一力 大心性者 不能做到 人族圣体 果然不错 若你为我太古皇族所用 吴贝克免你一死 免你太玄圣的一死 此话一出 却是全场哗然 一片震惊 而面对这样 宛若施舍一般的话 太玄圣帝 更是无比的愤怒 几乎所有的人 都惊呆在了原地 想不到太古皇族的祖王们 竟会如此的高看楚凡 此刻的云霄圣帝 也是人人惊恐 若是楚凡真的成了 太古皇族的人 那他们云霄圣帝 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冷汉 不断地从丽云的头顶之上 流淌而下 但是 若是归顺了太古皇族 那亿万人族百姓 何人为他们报仇雪恨 历代人族先祖 昔日大帝出世 统于万族的岁月 人族又何必归顺于太古皇族 归顺了 便是不忠不义之人 若是不归顺 今日太玄圣帝必死无疑 楚凡的目光之中 始终是一副冷漠的神情 他甚至于不为所动 这一路走来 那一个又一个逃奔四处的人族 那些在水火之中 挣扎的人族百姓 无不是刺激着他的内心 楚凡恨不得将太古皇族禁述诛面 又弹劾归顺 此刻他傲然扫过众人 眼眸之间 皆是一股难以掩饰的滔天气概 让我归顺 如等也配 只是话音一落 煞世间全场震撼 妖族以及各大太古族群们 更是目瞪口呆 这可是祖王的邀请 这楚凡 竟是如此的不识好歹 他是疯了吗 不归顺 便是死路一条 他这人族圣体 竟是如此的猖狂 竟连祖王们的招揽 都直接拒绝 这 这可是吴辈做梦想要得到的好事 他竟然如此的不屑一顾 不少的太古族群 恨不得成为太古皇族的一员 但是 他们根本就不够资格 二二三眼看着他们族族辈辈 都无比渴望的事情 竟然是被楚凡如此不屑的拒绝 他们的心头 瞬间便是涌现出了无边的震撼 好 这才是我人族圣体 太古皇族又如何 圣人竞大能又如何 吴辈人族 终究是有骨气的 我们可以说得一败涂地 但是绝不会屈服 太玄众人 无不是感到一股浓浓的骄傲 不屈 即便是死 也绝对不会做人族的叛徒 做太古皇族的走狗 太玄圣体的人 简直就是疯了呀 他们这样做 岂不是自断后路 其他的人族势力 心中十分的复杂 他们并不想看到 楚凡归顺太古皇族 但是 这似乎是太玄圣体 唯一的活路了 即便是他归顺了 此刻也没有人敢说什么 毕竟活着才会有机会 有希望 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楚凡那一身蒸蒸傲骨 竟然是如此的不屈 甚至于连一时的屈服 都不愿意 此刻的他 已经是让不少的人族大能 未知侧目 甚至于有些人 摇摇头 更是感觉自愧不如 人族圣体 真乃吾备楷模 太古皇族七鸭我等人族 以至于是屠戮亦万 赤地牵连 东荒大帝遍地浮尸 他却是在这个必死的情况之下 傲然不屈 无备 当真是自愧不如 可惜了 若是人族圣体大成 今日之事 又怎么会有 唉 要是他能够多得百年岁月 也不必如此 人族之中 不断地传来 阵阵叹息的声音 他们无比的惋惜 又无比的敬佩 但是妖族的人 却是对此不屑一顾 哼 找死罢了 如此做法 无疑于是加快死亡 太玄今日 必死无疑 此刻 见到了楚凡誓死不屈的模样 云霄圣帝的众人 显然是松了一口气 玄机 更是得意洋洋的嘲讽道 楚凡 你好大的胆子 真是活够了不成 祖王殿下能够看得上你 已经是天大的恩赐 你却是毫不珍惜 简直就是死不足惜 奉劝你不要不识好胆 速速跪下 臣服诸位祖王大人 随着云霄圣帝的嘲讽 不断地落下 楚凡的眼眸 却是越发的冷漠 最后 竟然是迸发而出 一股滔天的杀意 瞬间将那天穷之上的黑云 冲都七零八落 一股恐怖到近乎凝食的杀意 冲天而起 煞时间淹没了 所有云霄圣帝的弟子长老 如等是不是想死 楚凡抬手一挥 轰隆隆 轰隆隆 阵阵滔天的气血 疯狂地在他的体内涌动 仿若是四海之水 轻覆东荒 霓天之浪席卷八方 那恐怖无比的圣体之威 煞时间是让所有的云霄圣帝弟子 浑身一颤 那丽云 此刻更是满脸的忌惮 楚凡有大盛气在手 他们若是妄自动手 只怕第一个死的 就是他们云霄圣帝的人了 故此 虽然他们此刻满脸的怨毒之色 却也只敢死死地盯着楚凡 不敢多言了 一旁那抛出了橄榄枝 想要招揽楚凡的太古祖王 也是丝毫不在意 其实在他们看来 整个太玄圣帝 不过是砧板上的鱼肉罢了 有趣 那祖王淡然一笑 却是开口说道 万族来人 与本尊一同进入神城内宫 商议大事 制定新规 说吧 众多的祖王 便是离开了这浩大的祭坛 朝着那城中心的内宫而去 大会现在还没有真正的开始 这里 也不过是聚集众人的一个钟点站罢了 而整个太古皇族的所有强者 此刻却是在那内宫之中 那是一座恢弘无比的巨大皇宫 来时修建与诸多祖王的居住之地 四周无数的灵脉牵引 大地之下 更是有一条条奇异无比的静止 将整个内宫包围起来 众人随着他们 一同步入那神城内宫 却是见到了一尊又一尊的祖王现身 内宫的天穷之上 陡然之间一片红霞滚滚而来 无尽红尘 化作了一条又一条的赤红色苍龙 咆哮于诛天之上 而那每一条赤龙之上 皆是矗立着一尊强恢无比的太古祖王 他们身具甚微 脑后浮现一道金色神轮 诛天之上 不断地呈现出道道意向虚应 整个天穷轰鸣不止 浩大的降临 更是引来了太古皇族们的惊呼轰动 先王降临 五等东夷王一族 攻营祖王 内宫之中 一座浩大辉弘的金色宫殿 盘龙七凤 万千华彩显露之下 无尽灵草仙目伶俐 这些本是在外界价值连城的质宝 在这内城之中 竟然只是装饰此地的繁品 被随意地放置在整个大殿周围 而那四周 一个又一个气息强恨无比的太古皇族 更是聚集于此 为首的东夷王 一身的神王修为 更是镇守八方 随之而来的 则是诸多太祖王族的出现 从东夷王开始 一个又一个的太古王族 出现在了内城之中 他们早已经等候在此 攻营祖王们的降临 无数的太祖族群在此刻欢呼激动 似乎忌惮地宣扬着自己的强大 而人族之中 却是没有一尊圣人出现 各地的圣地古族 宗主家主 此刻脸色皆是一片阴沉之色 他们犹如是被太古族群的人邪过而来 四周危机起伏 他们的心中更是无比的憋屈 满脸的无可奈何 甚至于有的人 更是感觉到了一种深深的绝望 那巨大的实力差距 已经是让不少的人心中骇然 别说是那人数众多的太古族王了 便是在场的诸多王族 他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王晋的强大实力 并且人数远远地超过了人族的神王 光是这一点 人族就已经完败 此刻 太玄圣地的众人 心中也是越发的绝望 不免是暗自感叹 这巨大的实力差距 即便是所有的人族一起反抗 只怕都奈何不了太古皇族的人 甚至于可以说 因为当时人族没有圣人 他们甚至于无法在太古族群的面前抬起头来 可就即便是有 恐怕也是无济于事 毕竟太古皇族的祖王 实在是太多了 其他诸多的族群 包括妖族在内 也都是纷纷感慨 想不到太古皇族的底蕴 竟是如此的恐怖 即便是倾服我们妖族的所有大能 却也不可能撼动其分毫 如今天帝灵气反哺 太古皇族在这个时候出世 岂不是如鱼得水 这天下 终究会是太古皇族的天下了 众人悍然 灵 这恐怖的压迫 已然不是人族感到绝望 不少的族群 已经是感觉到了一种风雨欲来的感觉 诸多的太祖祖王 此刻鱼贯而出 不如那中心的辉红大殿 整个大殿之内 一股恐怖无匹的气息蔓延开来 每一尊太古祖王 皆是面色冷漠 目光之中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沧桑之意 岁月于他们的身躯之上 留存了一份厚重 所有的祖王无不是身形高大 呈现出无比雄伟的姿态 仿若是一座又一座不可逾越的圣山 无边的圣威如若 要压榻着诸天万剑 他们缓缓而来 虽然是走得极慢 但却是相当的震慑人心 每一个人的身躯 都犹如与这天地大道相互融合 若隐若现的玄傲光芒 自其身躯之上涌现而出 那万古岁月 自他们身躯之上留下的痕迹 犹如是横跟了亿万年的岁月 经历了无数的灾祸谅节 无比的厚重 足足二十一尊祖王 他们连眉而来 那恐怖的气息叠加在一起 仿若是整个大殿 都要顷刻间崩塌破碎 天穷都随之降下了无数光滑 天音不觉 异象不断 仿若是这天地 都要为其而共鸣 那些强大的祖王 乃是圣人静的修为 他们沟通了天地大道 被天地所认可 每一个人 都各自修炼着一条无上大道 身躯之上 更是降下了无数的祥瑞异彩 所有的人 光是看着这一幕 都是浑身颤抖 无比的震撼 一些修为稍微弱一点的 更是止不住内心那想要朝败的冲动 匍匐在地 所有人族的修饰 更是眼中无比的悲弃 这若是人族有这么多的圣人静修饰 那又该多好 足足是二十一尊祖王 如此恐怖的场面 东皇已经数万年不曾见到 这每一尊强大的圣人静祖王 都是太古皇族至高无上的存在 随着他们的出现 一个又一个的太古皇族 为之心潮澎湃 欢呼不已 而这欢呼的声音 落在人族的耳中 却是让他们心中愈发的绝望 愈发的涌现出丝丝的悲楚 人族圣人不显 太古皇族实力鼎盛 如此巨大的反差 更是让人无法接受 心中无边的绝望不断的涌现 所有的祖王们都是沐浴霞光 身躯之上笼罩着阵阵迷蒙的金光 恍若生玄 而他们每一个人 皆是长相各不相同 或是身有独角 三头六臂 或是龙头蛇尾 周身遍布火红的羽毛 攻赢诸位祖王降临 攻赢诸位祖王降临 攻赤 四营诸位祖王降临 零 龙 八 五 六 一 零九 七 八比二大殿之上 所有的太古王族们 此刻更是目光炙热 无比狂热的败道 而云霄圣地的人 也是纷纷像他们一般的败道 但是这些祖王 甚至于看都没有看他们一眼 一双满是悬翼的毛子之间 净是沧桑 还有冷酷的寒意 他们面对着 除了太古皇族之外的族群 仿若是在面对着一群蝼蚁一般 根本就不可同日而语 甚至于 他们都没有刻意地呈现出蔑视 但是他们傲然的姿态 强大无比的威压 却是让所有人的心中 更加的冰浪 强大 绝傲 无与伦比的圣人姿态 随着所有的祖王入座 整个大殿之上 几乎没有人敢呼吸 仿若是谁敢发出稍微大一点的动静 都要触怒天威 惹下杀身之祸一般 足足二十一尊祖王 那恐怖的数量 强大的实力 足以碾压整个东荒 光凭着这二十一人 东荒都无法承受其强大 更不要说 整个人族之中 甚至于连一位圣人都不曾有 那无与伦比的绝望 直到所有的祖王们都已经落座 还是让人喘不过气来 大部分的人浑身的冷汗 止不住的颤抖 更是不敢与那诸多祖王对视 只敢低着头 面旁中满是绝望与憋屈 反观太古皇族 却是一脸的傲然之色 凌驾于所有人之上 漠视于天地之间 既然诸位到齐 便开始商议大事吧 诸位祖王之中 正中的一位最接近人形的祖王 仅仅只是身形高大 头生灵脚 除此之外 他浑身上下 便再没有了任何的非人迹象 越是强大的太古皇族 就越是接近于人形 这一点对于祖王们也是适用的 此刻 他正是缓缓缓开口 直言说道 东荒疆域 如何划分 人族应该如何上贡 各地资源又该如何分封 还希望各位拿出一点意见 说吧 他看向诸多祖王 却是连问 都没有问过台下的人族一句话 这般场面 的确是让诸多的人族面色大变 一股无名的怒火 不免是生疼而起 人族当每年向我们美族上贡百万人口 这时候 一尊龙头人身的祖王 却是傲然的开口 语气十分平淡 仿若是在谈论着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 但是他的这一句话 就要让人族 每年献出至少千万的人口 要知道 整个东荒的太古皇族 分为数十个族群 每族百万人口 便是数千万的人 每年都要被其当作血石吞噬 这样的结果 就算是人族众多 也是让他们无法承受的巨大灾祸 一年近乎数千万的人口 这根本不需要多久 整个东荒人族 只怕就要彻底的灭绝 再加上这些祖王 平时若是兴起 肆意吞噬人族城池 那又一场又一场的巨大灾祸 毫无疑问的 便是要王族灭种了 太古皇族 如此的欺压无被人族 这 这岂不是要我们王族灭种吗 该死 他们根本就不将 我们人族放在眼中 即便是商议 也只是那些祖王自相询问 根本就不过问我等 要是任由他们这样做 我们人族 岂不是永无翻身之石了吗 他们似乎根本就不与人族商议 所有的事情 都只是在自说自话 仅仅只是随口的一句话 就决定了人族的生死 这无异于 是将整个人族 都当做了奴仆来对待 二时 此刻 人族之中的一位圣主 却是怒发冲冠 终于是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 站了出来 在他的身后 一座奇异的金轮焕发神光 倒到悬光刺其中蔓延而出 无边法理自虚空之上 交织天地大道 一种无形的恐怖力量 涌现而出 那是地气 想不到竟是拥有地气的圣主 地气坐镇 这位人族圣主 虽然是位居于 那祖王们的强大实力 但也是冒着风险 站出来说了一句公道话 诸位祖王 如此随意地 决定无被人族的生死 岂不是太过分了一些 此事 老夫绝不答应 话音一落 那龙头人身的祖王 却是冷笑一声 旋即 自其周身涌现而出的恐怖圣威 一时之间 他更是又惊又恐 你算了什么东西 有什么资格 与无等说话 那仅仅只是一缕 细微到几乎肉眼看不到的圣威 竟然就震慑到了 那拥有地气的人族圣主 一时之间在场的所有人 无不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不免是纷纷后退了一步 露出了一脸的惊恐之色 而其他的祖王们 却也是冷笑着说道 叫如等来参与大会 又不是让如等来制定商议的 你们 只需要遵守便好 一席话 虽然说得极为霸道 但是眼看着刚才那位圣主 此刻 已经是颤抖 既是无比的愤怒 又是不敢再有丝毫的言语 他那一腔的悲愤 最后只剩下了憋屈 诸多的人族势力 看到这一幕 也都只能是愤怒不语 心中无比的憋屈 偏偏又无济于事 人族实在是太过于弱小 只能是备受欺压 这位人族圣主 面色之上一阵清白 咬了咬牙 还想说些什么 却是忽然听闻 那一旁的祖王冷冷喝道 想要与无等谈条件 就让你们人族的圣人出来 只是话音一落 玄机那鼓充斥着甚微的话语 竟是煞时间 猛地将那人族圣主击退 挖的一口鲜血喷出 瞬间倒飞了出去 一时之间 血染大电 一股骇然的气息 不断地在人群之中蔓延 众人更是惊惧不已 心中的憋屈 也随之越发的浓郁 若是无等人族 有圣人在此 何必受这等鸟窃 如等太古皇族 实在是欺人太甚 西年人族圣人在时 如等又岂敢出世 这个时候出世为祸众生 真是气煞我也 大不了我们拼死一战 即便是今日战死于此 却也是落得一个好名声 不可 此刻动手 岂不是找死吗 到时候 谁人保护浩大人族 我等 现在还不能与死亡破 众多人族的大能 此刻 都是在心头止不住的怒骂 更是心中无比的憋屈 已经蔓延了所有人心头的惧怕 那仅仅只是 一句话中所蕴含的圣威 竟就直接将那拥有着 地气坐镇的人族圣主 打得浑身军裂 一张脸上宛若白纸 浑身气血腻乱 一身修为不断地跌落 他们 可是祖上曾经出过大地的传承圣地 不管什么时候 他们都不会被人如此的轻看 如此的羞辱 若不是因为绝邻时代 导致了整个人族的实力 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断层 这些太古皇族 又欺敢出世 西河年 人族天骄辈出的年代 何等的风光无限 掌控万族 更是鼎立于众生之上 而今日 人族竟是沦为了他人口中的血食 甚至于 连奴仆都不如 只能宛若那砧板上的鱼肉一般 任人宰割 所有人的心中 都憋着一股怒火 仿若是要从眼眸之间迸发而出 将这大殿焚烧殆尽 但是所有人 心中又是无比的憋屈 他们根本就没有 能与祖王们斗争的实力 没有与祖王们叫板的实力 人族圣人不出 他们始终都没有半点的抵抗之力 甚至于就连此刻 说一句话公道话 都要落得重伤的下场 要知道 那位圣主 可是拥有地气作战 自身实力 亦是神王境的强者 可即便是他 仅仅只是一句呵斥 便是吐血倒飞而出 浑身肉体军裂 犹如是要破碎了一般 浑身的修为不断的跌落 只怕是难以恢复了 这样的场面 早已经是让众人怒火冲天 咬牙切齿 大徒弟楚凡的心中 毅然是无比的愤怒 他的面色铁青 对这一切更是感同身受 握紧了拳头 更是在心中痛恨着自己的弱小无力 若是我现在圣体大成 什么狗屁祖王 什么狗屁太古皇族 筒筒踏破 憋在胸口 只化作一腔的不甘与憋屈 分明 他有那个能够震杀 所有太古皇族的潜力 但是 他现在却无能为力 这样的痛苦 让他的面色越发的难看 一尊祖王 将他的神情看在眼中 顿时便是嘲弄一般的说道 楚凡 若是你如今大成 或许吴备还会对你忌惮 可惜 你如今不过是小成 什么人足圣铁 吴备一根指头 便能够捏死你 听到这话 诸多的祖王 无不是冷笑不已 我们早就知道 你手里有圣器 但那又如何 即便是拥有大圣兵器 现在你 在我们看来 也不过是蝼蚁 蝼蚁便是蝼蚁 大圣兵器在不同人的手里 威力自然不同 你根本无法发挥 大圣兵器的全部威力 再者说 即便你全然发挥出来 那又如何 一席话 更是无情 即便是圣器 在这么多的圣人面前 却也未必能够起作用 那冷漠的嘲讽 无情的吃笑 早已经是让本就不甘心的处犯 怒火冲天 只是一瞬间 他那浑身的气血猛的涌动 更是暗自运转了功法 似乎是要与诸多的祖王拼死一搏 这时候 太玄的众人 连忙是将他拉住 楚凡 现在不能动手 楚凡 冷静下来 现在动手 无异于以卵击时 一个又一个的长老 拼命地按住他 而那上方 那准祖王冷笑收敛 覆手而立 俯看着看向楚凡 却是冷哼道 既然你如此的不识抬举 想死的话 那本祖便成全你 说吧 却见到四周风云涌动 一股恐怖的圣威 自其脑后 金轮涌现而出 四周的大殿之上 众人只是一瞬之间 敢感觉到了一股 令所有人都头皮发麻的恐怖力量 自其周身涌动而出 那冷酷的眸子间 更是透露出了 近乎凝时的杀意 滔天的圣威 于半空之中 不断地引动天地一变 外界天穷之上 更是风云席卷 无边雷霆狂怒 随着他抬手一掌 朝着大徒弟储凡落去 却是响彻天地 一道恐怖无匹的雷霆轰落 仿若是天地 也为此一掌的威能而震撼 人族众人 纷纷是面色巨变 他们恐惧于祖王的恐怖和强大 太玄圣地的众人 更是无比的担心 眼中露出了丝丝的骇然 大徒弟储凡向后退出一步 神色大变 急忙是祭出圣气 试图抵抗 而就是在此刻 殿外忽然传来了一道 玄音响彻大殿 谁说人族无胜 玄疾同样是一道掌印落下 顷刻间两股恐怖无比的力量 竟然是相互消融 刹那间 云淡风轻 仿若一切都不曾发生过一般的诡异无比 这是什么情况 我难道是看花了眼 何人挡下了这一掌 众人心中震撼不已 连忙是看向那声音的来源 却是剑宝 一位儒雅常然的中年男子 自殿外环步走来 一袭白袍 飘逸出尘 心眉贱目 三尺常然面若美玉 一举一动 皆是仿若与这天地大道相契合 一言一行 无不是带着隐隐的甚微涌动 二百二十三人族之中 忽然有人惊呼一声 道出了他的身份 难道是六千年前 就已然销声匿迹了的无双剑神 是他 就是那个精彩绝艳的人族 见到奇才 可六千年前 他也才是王晶啊 他竟然重现人间 并且已经是圣人了 没有想到 他竟然成圣了 随着整个大殿之上的一轮声 不断的响起 诸多的人族势力 更是振奋激动 难以自意心中的狂喜 人族圣人 并且还是一位剑道奇才 剑者 天下万兵之首 任何已剑道成圣的圣人 无不是沙伐第一的强大修士 天下万法 皆不如其锋芒无双 这样的强大存在 光是出现的瞬间 便是剑到了那远处的天穷之上 越过了一道惊天剑意 整个天穷汇聚而成的道道乌云 在此刻彻底的被那剑意所展开 犹如是天穷 被这一道无上剑意生生劈开了一般 万丈光芒 垂落其身 更是显露出无边的圣洁光芒 神意非凡 众人仅仅只是远远地看着 便感觉到了 心中涌现出了阵阵的惊讶与骇然 那股无痞的力量 早已经是让本来无比憋屈的人族们 心中唤起了希望 然而此刻 诸多的祖王们 看了看那无双剑神 却是默然说道 不过是准圣而已 一股不屑的意味 瞬间席卷开来 哼 小小准圣 距离成就圣人之位 还差得很远 便是此等实力 也敢卖弄 就即便是人族真的出现了一尊圣人 那又如何 此地祖王二十一人 他能敌过几人 只是一番无情的嘲讽 便是让众人心中无比的绝望 原本 他们以为好不容易燃起的希望 此刻也是熄灭了下去 这种大起大落的反差 更是让无数的人心中悲泣 是啊 即便真的有一尊圣人 那又如何 这里足足二十一人 圣人实力的祖王坐镇 一尊圣人 又能够抵挡几尊祖王 绝望 依旧是无边的绝望 而与此同时 太玄圣地 孤绝风上 自从小徒弟回到孤绝风之后 便是一直心不在焉 此刻的江面 迎着那太阳 眯着双眼 开口说道 楚楚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瞒着为师 啊 十尊您在说什么 小徒弟惊了一下 旋即 急忙是摇头说道 没有的事情 师尊 楚楚怎么会有事情盼着你呢 江明安静地看着他 这些弟子 不是他一手带打 几乎所有的人 是什么样的性格 有什么样的喜好 说谎的时候 会有什么样的小动作 他都一清二楚 虽然很细微 但是江明还是看到了江楚楚 不自觉地摸了摸自己的发迹 他越是紧张 越是想要掩饰的时候 就越是会这样做 实际上 这些日子里 江明早就看出了几位弟子的一样 尤其是大徒弟楚凡 他这些日子话语不多 即便是说话 也都是刻意抢笑 这对于平日里素来不喜欢笑的楚凡而言 显然是不对劲的 还有自己的五弟子和六弟子 古行风与韩飞青 他们二人也都是各有一样 只是他们都隐藏得很好 以为江明看不出来罢了 但是 这悠悠几百年的岁月 这几个最先收下的弟子 他们的一点一低 任何一点点细微的改变 都会让江明一眼都能够看出 虽然江明认为 这一定是楚凡又想要深入什么险地 为自己寻觅疗伤的圣谣 但不过 楚凡素来稳重 实力也算是独当一面的存在 江明自然就没有多问 但是今天 江明发现 小徒弟实在是有些心神不宁 不管做什么 都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 似乎心中有什么事情 让他牵挂 而与此同时 整个泰玄圣地 也是在今天出乎预料的宁静压抑 虽然江明所在的山峰 并不算是靠近众多弟子聚集的地方 但是平日里还是能够见到不少的弟子 遇见而行 可是今天 那些原本是来往于各山峰之间的弟子 却是全都消失不见了 就好像 整个泰玄圣地 只剩下了他与江楚楚二人一般 所以 江明的心中更是预感到 是不是发生什么大事情了 他的那几个弟子 自然是什么都不会告诉他的 这也让江明无法确认 而小徒弟江楚楚 也没有想到江明会这样问他 一想到大师兄的叮嘱 江楚楚还是摇头说道 师尊 您一定是累了 楚楚给你捏一捏肩吧 你就不要多想了 说吧 他缓步来到了江明的身边 轻轻地给他捏着肩 小徒弟能够很明显地发现 江明的肩膀 越发地僵硬了 原本这对于一个老人而言 是十分正常的事情 周身的肌肉 会随着年岁的增长 越发地僵硬 但本来不应该在修道之人身上发生的 这无不是在提醒着小徒弟江楚楚 自己的师尊 越来越虚弱了 他甚至于与一个普通的凡人老头 没有什么区别了 肉体的苦痛 已经出现在 他这具有修为的身躯之上 哪怕是曾经经历过洗经法髓 但随着他的伤势加重 生命在他的肉体上不断地流逝 这一切都在家具的老化 最终竟是越发地腐朽 一想到这里 江楚楚的心中就越发地酸楚 他更是想到了大师兄那毅然的眼眸 就好像这一边 就是永别 虽然他的面色之上带着笑意 但是心中 却早已经是满目疮痍 他也想对师尊说明一切 他也好希望 能够有那么一个人 能够力挽狂澜 拯救整个泰玄圣地 拯救大师兄 但是 这样的希望 他怎么也看不到 他的眼眸深处 藏着一股浓浓的绝望 太古皇族的强大 他最近听过的一个又一个传闻 更是让他无比的震撼 人族死伤亿万 大地赤地千里 无数的人族四散而逃 但是人族 却没有任何一尊圣人 能够站出来保护他们 泰玄圣的 即便是拥有两件圣器 但也无济于事 更不要说 太古皇族的祖王 根本就不止一尊啊 那股强大的力量 甚至于是压垮了 江楚楚心中的所有希望 以至于除了绝望之外 他再也想不到其他 江明便这样目光柔和地 看向他的眼眸 那一双犹如秋水一般 温柔的美目之中 荡漾着的 是一种让人心疼的哀愁 他缓缓地伸出手 宠溺地揉了柔小徒弟的脑袋 心中更是充满了溺爱 要说整个泰玄圣地之中 谁人最为户短 那除了江明之外 再无他人 西年的三徒弟 被叶家之人夺去剑谷 江明一气之下 质问整个叶家之人 当堂唾骂所有的叶家族楼 就连他们那僧太上长老 江明都不曾放在眼里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是江明交给他的 最后 也是江明亲手帮他涅槃重生 再获剑谷 最终是踏回叶家 一雪前耻 这一切 说来简单 但是江明在背后 到底付出了多少 只有他自己知道 江明只知道一件事情 自己的徒弟 自己不保护好 那谁能保护 他不忍心看着江楚楚 这般的哀愁 他还记得当年 在那个冰天雪地之中 自己将他带回来的时候 那个可怜的孩子 对自己无比的信任 自己也是发下重视 绝不会再让他如此的委屈 然而今日 江明发现了江楚楚 那眼眸之中的哀愁 犹如是刺骨的寒冰一般 冰冷无比 这让他这个师尊 心中涌现出了一抹酸色 楚楚 你们不是一直都相信 师尊的话吗 难道 你真的觉得 师尊是普通人 江明淡然开口 他的眼眸之中 蹦射出一股筋芒 似乎那留存在他体内的 腐朽老气 那副病烟烟 似乎是半只脚 踏入了棺材之中的病重模样 在这一瞬间 彻底的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 却是一种 难以言喻的伟案 江楚楚一脸的恶然 玄疾 更是反应了过来 是啊 师尊可不是一般的人 我为什么不相信师尊呢 师尊一定会有办法的啊 此刻 江楚楚又是犹豫的想到 但是 师尊如今却是如此的病重 我若是说出实情 他犹豫再三 不断的挣扎 张开的嘴唇 一次又一次的欲言又止 终于 他像是下定了决心一般的 咬牙说道 师尊 这些天来 楚楚真的有好多话 想要与您说 只是一句话 他那满腔的憋屈 竟是化作了点点绝泪 不断的低落 太古皇族下令要东荒人族 交出大师兄 只因为人族圣体 对于他们而言 是巨大的危险 如今 他们为了杀鸡儆猴 更是屠杀了亿万人族 以至于是东荒赤地千里 无数的人族百姓流离失所 就连大师兄 连同所有的太玄圣地 诸位师兄弟 长老乃至于是圣主大人 都毅然决然地去往神城 参与那万族大会 万族大会 江明微微一愣 露出了一脸的不解 这是太古皇族下令 让所有的东荒族群 参与的一场大会 于今日在神城之中 决定东荒的各种事情 其中最重要的 就是要大师兄处犯 要 他迟疑了一下 又愁气了几下 最后 终于是咬牙说道 他们想要大师兄死 想要将人族圣体 扼杀在摇篮之中 江明听罢 心中涌现出了 思思的惊讶 起初 他的确是涌出了 一股无名的怒火 但是很快 他就沉默了下来 反而是看着江楚楚 这可爱的弟子 常叹道 你们 真是一群傻孩子 他们为了不让自己担忧 竟是决定独自承受 江明摇了摇头 心中不免浮现一股暖意 自己的弟子 果然各个本性纯良 即便是自己遭遇大难 却也不愿意 自己有丝毫的担忧 于此刻 江明已经是在心中 默然的开口 系统 使用大圣镜修为体验卡 只是一瞬之间 江明的身躯之上 竟然是涌现出了 一股莫名的伟暗气息 随后 他淡然的开口 我带你去找你师兄们 江楚楚目瞪口底的 看着眼前的师尊 他那原本的垂暮老气 并黏黏的模样 乃至于是眼眸之间的暗黄之色 此刻 竟是彻底的消失不见 他有些愕然 更是惊呆了的看向江明 不知道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心中 更是无比的震惊 为什么 为什么我忽然觉得 师尊有所不同了 师尊 好像 好像变得无比的伟暗 伟暗到我近乎不认识了 他心中惊骇不已 更是满脸的不解 师尊 您这是 他正欲开口询问 但是江明只是摇头不语 只是轻轻地拉着他的仙仙玉手 向着天穷 迈出一步 问 只听闻一声轰鸣 在江楚楚的脑海之中响彻 旋即 眼前的画面一转 他竟是直接踏入了虚空 并且 脚下的画面 更是近乎离谱一般的不断变换 江明看似只是迈出了一步 但却是一步万里 乃至于是四周的空间 似乎是直接缩紧了数万里的距离 江楚楚目瞪口呆 更是彻底的惊呆在了原地 这真的还是师尊吗 与此同时 东荒神城之内 气是剑拔弩扎 人族的准圣无双剑神 与那太古的诸多祖王们对峙 无双剑神的目光之中 露出了一抹坚决之色 更是毫不犹豫地对楚凡说道 你是人族未来的希望 不能陨落于此 楚凡心中不免是无比的感激 想不到几百年 未曾见到前辈 前辈竟然已经成就了准圣大能 楚凡多谢前辈为我解围 昔年 楚凡刚刚破镜之时 曾经在东荒的某处 遇到过这位无双剑神 只是那个时候 他并不知道其身份 乃是一位准圣 不过 楚凡的心中 还是涌现出了一丝无奈 叹息一声 他不免满脸沉痛地说道 不过 楚凡多谢前辈的好意 楚凡并不想牵连其他的人 一切的因果 该由我一力称当 无双剑神的眼眸之间泛起了丝丝的异彩 他没有想到 楚凡竟会这么说 旋即 他更是无比赏识地看向楚凡 心中止不住地叹息 他很欣赏楚凡 不管是楚凡的心性 还是他的天赋 都让无双剑神为之心动 楚凡 不如你便拜我为师 如此一来 本座自会为你承担一切 楚凡听罢 也是连忙摇头 多谢前辈好意 不过早有恩师 楚凡的师尊 无双剑神早有耳闻 他出事的这段时间 也曾听到了四方的诸多消息 也知道了楚凡的师尊 是一个寿元将近 且爱说大话的老头 对此 无双剑神并不在意 他在意的 却是这人族的未来 人族圣体 那是万年难得一遇的绝 乐乐好 是天骄 更不要说 在如今的这绝灵时代之中 楚凡竟然是打破了诅咒 成功的破镜 踏入了小城境界 假以时日 楚凡必然会踏上更为广阔的天地 成就更为伟岸的道徒 但是 如今这所谓的万族大会 却是让他的心中 无比的痛恨 人族示威 在这绝灵时代之中 人族竟是被这出事不久的太古皇族 当作血世吞噬亿万 他亲眼看到 那无数的人族 死伤在太古皇族的手中 为此 他不惜破关处 一剑劈开十万里 将他所能见到的所有太古皇族 一并铲除 但是很快 他发现自己错了 他以为自己杀得了一部分的太古皇族 就能够让他们忌惮 然而事实上是 整个太古皇族 竟是有足足二十一尊圣人静的祖王 甚至于 他们根本就不在乎这几百万族人的死亡 对于整个浩大的太古族群而言 数百万的族人 仅仅只是九牛一毛 无双剑神 能够屠杀百万 剑纵九川 但真正的问题 他却是无法解决 太古皇族的祖王出事 那一个又一个强决于天下的强者 才是真正的屠戮人族的元凶 祖王不除 人族永无安宁 他虽然仅仅只是准圣 他明明知道自己不是太古诸盛的对手 但是在这万族大会上 他还是现身了 不为别的 只因为 他是人族号 今天 他既然是来了 就没有活着回去的准备 即便如此 他也要叫这嚣张无比的太族祖王们 见识见识 什么叫做人族的傲骨 此刻 诸多的人族势力 心中既是有悲愤 亦是有悲愤之人 他们又何尝不知道 无双剑神 即便是准圣大能 但是 在这足足二十一尊 圣人敬祖王的面前 却依旧是杯水车薪 但是 他既然现身了 既然是为人族争着一口气了 那就证明 无双剑神的觉悟 是何等的悲壮 人族纵然是有圣人 但是一尊两尊的圣人 面对着二十一位太古圣人 这又能够有什么用呢 哎 剑神前辈 您不应该来的呀 天怜我人族 纵是有人族圣人到此 又有什么用呢 众人心中悲气 无不是叹息不已 见到此目 太古各族 亦然是得意不止 大殿之上 一片嘲弄的笑意 不断的传来 哈哈 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准圣 来了又有什么用 笑话 无被祖王 族族是有二十一位之多 如等人族 再来十尊圣人又如何 人族 娄伊尔 这样的反应 更是让人族心中越发的绝望了 是啊 即便是有十尊人族圣人 亦是难以扭转局面 整个太古族群 光是神王晋的高手 就族族是有近乎五十余位太古王族 而祖王晋的高手 更是族族二十一尊之多 这些太古族王的实力 在同级之中 更是强大无比的存在 太古族群天赋异禀 一般的人族圣人 是不可能敌过同境界的太古圣人的 这一点 是铁一般的事实 更不要说 人族 只有一尊准圣 甚至于圣人都不是 诸多祖王彻底纷纷是放声大笑 他们很从容 丝毫不担心会有任何的情况发生 在如今的绝灵时代中 竟然也有人能够成胜 你的天赋不错 勇气也尚可 明知道要死 还敢前来送死 随着一位祖王轻蔑地笑道 无双剑神毅然默然地回应道 人族不可辱 纵是死又何妨 听到这话 诸多的祖王像是听到了一句好玩的笑话一般 纷纷是大笑了起来 起初嘲讽的那准祖王 一时开口笑道 不如你就此归顺 无备便留你一命 如何 无双剑神听二百二十三文此言 却是漠然不语 他已经知道 这些祖王根本就是在拿他寻乐罢了 在他们看来 自己根本就不算什么威胁 甚至于 他们都不需要认真地对待 即便 自己乃是所有修士之中 最善杀伐的剑修 此刻 众多祖王之中的 一尊像头人身的祖王 却是问声问气地哼道 浪费时间 人族的小子 便让本祖来会会你 说吧 他那宛若小山一般巨大的身躯 竟是猛地消失在了原地 下一秒钟 更是直接出现在了 无双剑神的面前 好快的速度 那肉眼根本无法察觉到的恐怖速度 仅仅只是圣人强大实力的 冰山一角罢了 下一秒 那巷头祖王 更是狠狠地一拳头轰了过去 一瞬之间 众人纷纷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目瞪口呆地看着那无双剑神 眼前的空间 瞬间被撕裂出了数十道细微的口子 撕裂虚空 圣人修为 竟然是强悍如此 无数的人惊骇不已 随着轰隆隆的一声巨响 无双剑神的身形 更是直接倒飞了出去 伸去之后的 那道剑倒神轮 更是瞬间闪烁光芒 仿若要立刻熄灭了一般 这一拳的威力 刹那间 就将他身躯之中的半数以上的骨骼 打得粉碎 旋即 一股圣血流淌而出 自穷雨之上低落 竟是化作了漫天的血雨 洒落人间 天降血雨 圣人蒙难 诺大的天穷之上 垂落漫天的血雨 圣人 那是得到了天道认可的存在 即便只是受伤 亦是会引动天地异象 痛快 然而 受到重伤的无双剑神 却是在寝客之间 浑身的伤势 便是随着一道白色的圣光涌动 而彻底的消失 圣人之能 纵然是寝客间恢复身可见骨的伤势 亦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 那巷头祖王自然也知道 无双剑神会 这么容易的 就被他击败 旋即更是冷笑一声 穿入了云端之间 自其身后 一道巨大的龙像虚影 浮现于九天之上 看 龙像之力 可汗苍天 其掌心一道金光涌现 四周的天地 竟然是不断地被撕裂了一般的 浮现而出死死的裂纹 而无双剑神手中的 仅仅只是一柄看似古朴的长剑 然而 随着他的手握紧了长剑 那原本是仿若实剑一般的古朴长剑 刹那间涌现出了漫天的光化 无边的剑影 穿插于天地之间 更是于九霄之上 响彻天地一道 犹如苍龙咆哮一般的剑影 好 犹如是龙像相争一般 天地之间 更是涌现出了两道恐怖的虚影 一尊巨大的龙像 疯狂地朝着 那宛若苍龙一般的剑影 咆哮不止 下一秒钟 他们便是疯狂地撕咬在了一起 而在其下方的二人 更是瞬间消失了踪迹 发生了什么 天穷之上 只有不断传来的轰隆隆的声音 但是几乎大部分的人 都看不到那二人战斗的模样 二人速度 竟是以肉眼不可琢磨 只有那具现化的龙像之影 呈现而出 惊天动地的恐怖斗争 一如是自荒谷大地上 踏出的两尊太古凶兽一般 一龙一象 于虚空之上疯狂地嘶吼 咆哮 那恐怖的威能 以至于就连神王靖的高手 也都是浑身颤抖 这 这便是圣人之间的战斗吗 我仅仅只是感受着 这股愚威的存在 便恍若要浑身崩裂 道果消灭 老天 圣人靖的实力 太恐怖了 天空之中 那具象恐怖的力量 一度占据了上风 显然 无双剑神仅仅只是准圣的修为 的确是不敌那真正的圣人靖的 但是 此刻那具象却同样的不好受 不断涌下而出的剑芒 刺穿着对方的身躯 那全身洁白盛灰的一象 此刻更是不断地破碎 不断地被剑芒展开 下一秒 轰隆的一声巨响 天空之上的二人 竟是同时倒飞出去了数万里 在一看的时候 那象头的祖王 竟已是浑身的深刻剑骨的伤口 剑修之能 果然是天下第一杀伐大盗 高台之上 诸多的祖王 其实心中更加的震撼 他们完全地 看到了二人的战斗 更是惊讶地发现 纵然是象头祖王的力量 强绝无双 但是 在那绝对的锋芒之下 竟然是驴与吃扁 甚至于 有的伤口 直接伤到了圣人的圣骨 在他的躯体之中 那一段又一段金色的圣骨 足足是堪比圣气一般的坚硬程度 却是被无双剑神的剑芒 生生地留下了一道又一道恐怖的伤口 与无双剑神不同的是 羞肉身成圣的象头圣主 要想恢复圣骨的伤势 却绝不是无双剑神那般容易 其实 无双剑神的肉体 远不如他的强大 无双剑神真正恐怖 却是那一道无双剑意 仅此一念 可斩破天地乾坤 大口喘着粗气的无双剑神心中深知 自己与对方有着巨大的差距 于是 他此刻 却是收起了手中的那柄 犹如石剑一般的长剑 闭上了双眼 下一秒 他竟是一身化剑 一道晴天的剑意 煞时间浮现于天穷之上 尚窥清明斩罗天 下入九幽灭诸魂 一声爆合 自天穷之上响彻 旋即 却是犹如天地崩塌一般 虚空之上 一道巨大的口子 瞬间撕裂了亿万里虚空 一道无上剑意 竟是生生地 将那巨像直接斩作两段 无上的锋芒 更是深深地将那巷头祖王 斩落虚空 在一看的时候 一道深入胸腔的恐怖剑痕之中 那砰砰跳动的祖王心脏 更是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剑痕 只此一剑 斩落祖王 无双剑神白袍依旧 灵力虚空 傲视众人 宛若一尊无上的战神 气概八荒 刹那间 整个人组无不振奋 欢呼声 更是不绝于耳 无双剑神 见到无双 哈哈 纵是祖王又如何 纵是准圣又如何 越界而战 以若胜强 无被人足 由此傲然添交 大信也 此刻 诸多的祖王 却是再也坐不住了 原本的轻面 也渐渐地凝重了起来 找死 此刻 在那大殿之上 竟是两道虚影 同时步入穷语之上 两尊祖王 同时出手 卑鄙 侍强灵弱还不算 竟还要以多敌手 一尊祖王 或许无双剑神 还能够凭借自己 多年来见到的造诣 越接而战 但是此刻 两尊祖王下场 他却是只能做到 勉强的招架了 眼看着天穷之上的 无双剑神 不断地招架 漫天的剑芒 不断地溃散 随着轰隆的一声巨响 那白衣血染 煞石坚倒飞了出去 手中的石剑 亦是在此刻 直接断坐了两半 这一幕 煞石坚让无数的太古族群 嘲笑不已 什么无双剑神 剑都断了 捡起来补补吧 就这 莫非你以为 凭借你一己之力 便想要挑衅 无辈先祖之威吗 触怒先祖 其罪当诛 你们人族 终究只是蝼蚁罢了 面对这样的嘲讽 人族心中 更是涌出了无边的悲愤 人群之中 那浓浓的不甘 充满凶腔的愤怒 却又对于现状的无能为力 煞石坚让整个人族 无比的痛苦 楚凡一跃而去 更是急忙将那无双剑神扶起 此刻 天穷之上的一尊祖王 冷哼一声 正是要出手 直接击杀二人 不好 剑神前辈 快逃 楚凡 人族众人 太玄圣地的诸多长老 连同诸多弟子 太玄圣主在内 吾不是想要出手阻拦 只是刹那间 众人合力祭出太玄顶 一道犹如是日月初开的浩瀚神光 于大殿之外涌现 生生化做了一尊小山一般的宏伟巨顶 横在那祖王的面前 大殿之上 诸多祖王早已经是震怒 现在 他们再也看不得任何的 对于太古皇族不利的场面 刚才的无双剑神 一剑斩落祖王 就已经是出乎了他们的预料 甚至于是让他们颜面尽失 现在 他们也管不了那么多 当场 便有一尊祖王大掌横空 声声的一掌 将那祭出的太玄顶 镇压而下 太玄众人 固然是拼死催动 却依旧不是那真正的圣人的对手 只听到了咔嚓的一声 几乎所有的人 都受到了圣气反噬 煞时间 所有的人都是纷纷吐血 一种无与伦比的绝望 煞时间浮现于所有人的心头 如此之多的祖王 不管是发生什么 都能够轻而易举的镇压 他们 根本就无能为力 而此刻 那些拥有地气作镇的各大势力 却也是心头苦涩 虽然他们拥有地气 但是却是没有圣人 根本就无法令其全面复苏 再者说 太古皇族也是有皇器作镇 如今 他们最多也就是自保罢了 根本就没有办法顾及他人 大徒弟楚凡 见到那虚空之上杀来的祖王 一时来不及祭出兵器 以他的实力 更是无法抵挡 身边的无双剑神 更是不断的吐血 浑身的圣血 已经是变得甚微流逝 脑后神轮若隐若现 犹如是要崩塌一般 一股浓浓的绝望涌现于他的心头 难道就到此为止了吗 他看向四周 人族哀嚎 各大势力 无不是被那恐怖无比的圣威压的是纷纷吐血 即便拥有地气的大势力 也仅仅只是勉强维持 更不要说那一掌落下 其他的众多势力 光是受到余威 就是纷纷被镇压在原地 所有的人族 无不是绝望 悲愤 一股股绝望的气息 不断地在人群之中蔓延 妖族冷笑 诸多的太古族群 满脸的不屑 场面 一度地让人濒临崩溃 楚凡的心中 更是止不住地颤抖 他不干 一腔的怒火 犹如是要冲天而起 但是 在那绝对的实力面前 却又是那样的无能为力 嗨嗨 正是此刻 忽然一阵剧烈咳嗽 带着病态的声音 自电外传来 打破了所有人的紧张情绪 原本诸多祖王正是准备出手 解决掉无双剑神 以及处犯二人的 可是 随着这不经意间 响起的咳嗽声 落入所有人的耳中 却是让诸多的祖王惊疑不定 一种莫名的危机感 瞬间刺激了所有祖王的心神 这更是让他们 为之惊讶不已 他们可是圣人 得到天道所认可的圣人 即便是他们的一举一动 亦是能够引动着天地之间的一切变化 可就是这样的强大 他们依旧是感觉到了一种 久违的危机感 瞬间袭上了心头 让他们所有人 都是在同一时间 收了手 旋即更是目光之中 带着一抹浓浓的困惑 看向那大殿之外 正是夕阳西下 迎着夕阳 被牵上了一层金边的两道人影 瞬间引入眼帘 那是一个并咽咽的老头 在一个秀丽的少女的搀扶下 一步步地朝着这里缓缓地走来 她的姿态很慢 甚至于好像每走一步 都要消耗到她大部分的体力 以至于是让她止不住地咳嗽 而那少女却是颇为神异 其头顶铭刻着一道奇异的纹路 正是蕴含着一股极为可怕的圣威 周身那宛若凝枝一般的肌肤之上 似乎是若有若无地 透露出一股圣洁的红光 一看便是来历不凡 可就是这样的一个少女 却是搀扶着一个 看似是半只脚 都快要踏入棺材里面的老头 一步步地走来 脸上满是对那位老者的敬重 这让大部分的人 都产生了极大的好奇 那人是谁 他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自从万族大会召开 四处都遍布了太古皇族的人手 一个看似普通的老者 怎么能够随便地来到这里 并且看他那弱不禁风的样子 甚至于怕是说话大声一点 都能给他吓死了 诸位祖王无不是皱起了眉头 心中泛起了思思的疑惑 自己刚才那晚 若是要陷入无边的大灾祸 大因果之中的危机感 根本就算是随随便便就会产生的 至少 这在场的 一定会有一位难以严肃的强者存在 不然的话 难道还是他们的错觉不成 诸位祖王目光中怀着疑惑 纷纷是盯着那来人 不愿意有丝毫的动静 似乎是准备静观其变 而此刻 楚凡一看到那来人 当即便是满脸的泪珠 如雨珠般倾泻不止 心中的那一枪憋屈 此刻也是绝地一般的涌出 彻底地化作了一股浓浓的惊讶 师尊 您怎么来了 楚凡惊讶不已 他怎么也想不到 江明和小徒弟江楚楚 竟会出现在此 众人听到这话 玄疾妖族与太古族群的人 却是哈哈大笑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泰玄圣帝的那个吹牛老头来了 你看他这病奄奄的模样 简直就是命不久矣 老头 你现在到这里来 是准备给你的弟子收拾不成 啊 只怕连你也得死在这里吧 这么老了 就别到处乱跑了 能多活几天 算是挤你费 这么大的劲干什么呢 简直就是找死 泰玄众人 此刻也是纷纷地认了出来 满脸的神色 瞬间是变得无比的复杂 江明长老 您 您又来做什么 唉 我们本来早就是打算死命相争了 您老人家 本就时日无多了 又何苦 众人的心中 依旧是满腔的无可奈何 他们本来就不打算让江明知道 因为江明的伤势 已经是病入膏肓 时日无多了 能够多活几天 便已经是不容易了 可是 现在连他们都来了 整个泰玄圣帝 不全都得葬送于此吗 众人一想到 那些祖王们强大的实力 此刻心中更是泛起了无边的苦涩 面带极苦 心中涌出了丝丝的酸涩 一想到西年的江明长老 为了泰玄圣帝 以至于是留下了难以治愈的重伤 现在他之所以会看起来如此的严重 也全是因为如此 但是 即便是到了这个时候 江明依旧是牵挂着他们 依旧是选择和他们一同来到这里 面对太祖皇族 这让诸多的泰玄圣帝的弟子 长老连同圣主大人 都是心中充满了无边的感慨 圣女宋明言 那一双美眸之间 更是浮现出一抹难以掩饰的疾苦之色 江明长老 您这又是何苦呢 千言万语 最终也只是化作了这样的一句话 江明依旧是一如既往的那副云淡风轻的模样 没有丝毫的变化 此刻的楚凡 以及众多在场的弟子 也都是心中疾苦 纷纷是看向江明 哐当一声 跪了下来 弟子不笑 不能侍奉师尊安享晚年 现在 竟然还连累师尊 要与弟子一起送死 弟子心中愧疚 只怕师尊的恩情 弟子只有来世在报答了 楚凡无比的感激 他更是回想起了这一生走来 那个帮助他最多 甚至于是为了他不惜涉及险地 只是为了帮助他 能够破解圣体的诅咒 但是这一切 终究是要白费 他辜负了江明 辜负了这一生之中 他是若父亲的师尊 那个在他心中最重要的人 他深深地低下头 狠狠地磕了几个响头 咬牙说道 还请师尊 回去吧 玄疾 他更是高呼一声 直言道 太古皇族 如等不是要我楚凡的性命吗 今日我楚凡 定当束手就擒 只希望诸位 能够放太玄一条生路 能够放我师尊 离开此地 从一开始 楚凡从未对太古皇族屈服 从未有过丝毫的害怕 或者畏惧 但是 现在他开始害怕了 他害怕江明会死在这里 因为他的缘故 死在这里 本来他就无法偿还江明 对他的种种恩情 而现在 因为担忧他的事情 江明竟然是主动来到了此地 这 更是让他无地自容 心中满是愧疚 此刻 在场的众多人族 无不是心中感慨不已 他们眼看着楚凡宁死不屈 即便是祖王亲自动手 也未曾有过丝毫的畏惧 但是现在 他为了自己的师尊 为了太玄圣地 竟然愿意主动束手就轻 这 换做任何一个人 只怕都做不到 自古忠义两难全 想不到 老夫今日 却是见到了阁下这般的忠义之人 楚凡 真不愧为我人族圣铁 众人纷纷是感慨道 而那无双剑神 此刻嘴角流淌的圣血 虽然是一身的重伤 但是 露出了一脸的羡慕 看向江明 直言道 江明道友 你 收了的好弟子啊 哈哈 不过是送死罢了 何必说的这般的伟大 这楚凡 人族 难道你认为 你有谈条件的资格 简直就是不知死活 诸位祖王在此 如等 谁也别想活着离开 诸多的太古族群 无不是冷笑着嘲讽不已 下一秒 他们更是得意忘形的 扭头看向身后的祖王 只是 他们看到的 却并非是那一如既往的圣权在握 反而 一个又一个的祖王 此刻正是盯着江明 一脸的凝重 这一幕 瞬间让所有人的面色之上 浮现出了思思的疑惑 这是怎么一回事 为何诸位先祖 却是一脸凝重 我从未见到过 先祖大人 会如此的谨慎 这 这是怎么一回事 众多的太祖族群 诸位太古的王族 此刻纷纷是疑惑不已 不过 下一秒 那众多祖王之中的 一位龙头人身的祖王 却是一脸凝重的看向江明 拱手一半 这位前辈不知道从何而来 在下优选祖王 敢问阁下高姓大明 轰隆隆 只是一瞬之间 人群之中 瞬间就犹如晴天霹雳一般 瞬间炸裂开来 谁也不知道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 我没有听错吧 先祖大人 为何会这样说话 就好像 就好像他对这个半只脚 都踏入了棺材里面的老头 产生了畏惧一般 太古族群的众人 无不是惊呆了 诸位的王族 也是愣在了原地 满脸的难以置信 他们感觉自己 好像是听错了 事情根本不应该是这样的 那分明 只是一个行将旧墓的人族老头啊 这 这是怎么一回事 为何江明长老 会让那尊优选祖王 如此的敬重 就好像他在忌惮着江明长老一般 灵球鲜花 我们没有听错吧 就连无双剑神 这等大名鼎鼎的人物 祖王们都是一泻不顾 怎么到了江明长老 却是换了个人似的 这到底 是怎么一回事 众人此刻纷纷都惊呆了 尤其是那些拥有着 地气传承的诸多大势力 他们原本以为 今日的事情 他们人族必然是毫无希望了 但是 江明的出现 还有那些祖王的反应 却是一下子打破了他们的想法 他们一直都是以执掌 东荒人族之牛耳自称 但是现在 怎么场面的气氛 似乎是朝着那个看起来行将旧墓 差不多是半死不活的江明的身上了 这 这简直就是见了鬼了 太玄圣地的诸多弟子 诸位长老 还有太玄圣人 此刻纷纷是皱起了眉头 一股难以掩饰的疑惑之色 纷纷是浮现于面庞之上 他们的心中 在一刹那间 掠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可能 甚至于 有的人 心中泛起了某种不可思议的想法 宋宁言盯着江明 目光之中 从一开始的震撼 再到质疑 旋即又变成了一脸的难以置信 到现在 他更是浑身颤抖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一般的 不断的后退 不断的自言自语 不可能 这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是真的 他们太玄的众人 谁都记得 当初江明说过的话 所有人 都只当那是玩笑 只当江明是老糊涂了 是病入膏肓 是胡言乱语 是疯子 才能说出来的话 但是 现在祖王们的反应 却是越发的 让他们感觉到不可思议 心中的那个想法 也是越发的即将呼之欲出 随着现场的气氛 越发的躁动不安 无双剑神的眼眸之中 却也是渐渐的 浮现出了一抹浓浓的疑惑 旋即 那股疑惑 竟然是渐渐的变做了一种震撼 他浑身颤抖 头冒冷汗 更是不断的眨着双眼 死死的盯着江明 张开嘴巴 想要说点什么 却又是一次次的欲言又止 震撼 已经让他骇然到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下一秒 江明颤颤巍巍的走上前去 来到了楚凡的身边 轻轻地将他扶起来 却是笑道 维师的好徒儿 告诉维师 是谁 将你伤成这样的 实际上 楚凡的伤势并不严重 仅仅只是因为圣人的威压 而搞得气血乱流 灰头土脸 但是江明对此 却是十分地关心 甚至于直接无视了那尊优选祖王的话 眼中 只有自己的大徒弟楚凡 楚凡此刻 也是渐渐地从激动的情绪之中 恢复了过来 他一脸疑惑地看着自己的师尊 陡然发现 似乎自己眼前的师尊 不像从前的师尊了 虽然从前 师尊在他的眼中 是那么的伟岸 是那么的高大 但是如今 师尊的伟岸与高大 似乎 变得深不可测了 这让他惊讶不已 更是皱眉问道 师尊 您这是 江明摇摇头 只是接着重复刚才的话 为事没事 你告诉师尊 是谁 将你伤成这样的 江明目光祥和 犹如一个关怀着后辈的慈祥老人 这幅场景 出现在这剑拔弩张的大殿之外 实在是让人心中 有种说不出来的违和感 可也就是偏偏 谁也不敢去打断江明 这很奇怪 并且也让众人止不住的好奇 是 是他们 楚凡纵然是心中疑惑不已 但是迟疑了一下 还是指了指头顶的三尊祖王 随着他话音一落 下一秒 江明的目光 却是陡然间变得无比的凌练 在一看的时候 头顶的三位祖王 竟然是纷纷犹如炸毛了一般的 疯了似的向远处顿去 他们 竟然是要逃 所有人都不知道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为何那三位祖王 竟是疯了似的逃 分明 什么事情都没有 并且 江明也仅仅只是 将目光聚焦到他们三人的身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没有看错吧 祖王 居然逃了 人族众人 煞世间愣在原地 纷纷是目瞪口呆地看着天空之上 瞬间逃出了数百里之外的三位祖王 更加震撼的 还是那太古族群 以及众多的妖族之人 我从未见过先祖这般的模样 简直 简直就好像先祖们在畏惧那个老头 可是 那个老头行将救墓 明明就快死了的样子 众人更是惊呆了 云霄圣地的人 此刻也是慌了 祖王怎么会逃 那不过是个快死的老头子 难道祖王也会怕吗 云霄的一位长老 此刻正是一脸惊恶地说道 眼中充满了不可思议 此刻的太上长老丽云 一时愣在了原地 满脸的不可思议 此刻 江明淡然开口 只说了一句话 伤我徒儿 你们逃得掉吗 明明只是云淡风轻的一句话 明明 他的模样是那么的苍老 甚至于就连这句话 都说得慢吞吞的 那早已经是逃出了 数千里之遥的三位祖王 甚至于 连听都有可能听不到他说的话了 但是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三位祖王 无不是纷纷浑身一震 宛若是受到了极为可怕的压迫一下 瞬间停滞二二三 在了半空之中 大胆 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也敢质问祖王大人吗 此刻 云霄圣地的人 终于是憋不住了 其中的一位长老 更是直接开口呵斥 但是下一秒 只听到砰的一声闷响 旋即 那位长老 便是直接化作了一滩肉泥 竟然是浑身爆裂开来 瞬间暴毙 旋即 诸位祖王之中 最为接近人族的那位祖王 更是冷冷的喝倒 你又算个什么东西 也敢呵斥这位前辈 只是一句话 瞬间是让全场的人 再一次的炸了 不是吧 我没有看错吧 是不是我的听觉 视觉 都出现了问题 祖王大人 祖王大人竟然是 在帮着那个老头说话 并且 还直接灭掉了 那个云霄圣地的长老 这 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只是差呢 所有人都惊呆了 包括了云霄圣地的人在内 几乎所有除了圣人级别以上的人之外 都是纷纷愣在了原地 敢问前辈高姓大名 是何来列 何必与我太古皇族过不去呢 正是此刻 那大殿之上的 最为接近人族那位祖王 更是直接飘然而出 落在了大殿之外 拱手一败道 在下参天 不知道前辈 可否告知在下前辈姓名 随着参天二字一出 只是刹那 在场所有的拥有地气的大势力 或者是 对于古籍有一定了解的人 无不是捂着嘴巴 满脸的惊骇 参天 难道就是那位曾经踏入了生命禁区 在生命尽头 活生生地为自己 再续了五千年寿命的太古圣人参天 竟然是他 人族的不少人 一些老一辈的强者们 对于这位太古圣人 依旧是有着浓浓的畏惧 曾经在东荒大帝之上 出现过一个生命禁区 其中出现过不死药的踪迹 当时的东荒大帝之上 不知道多少的强者 为了争夺这不死药 掀起了无边的腥风血雨 最终 以至于就连圣人禁的高手都死了数十位 然后 最后即便是一位准大圣经的修士出手 竟然也被这位名为参天的太古祖王 出手夺走了那不死药 从而让他再活了一世 足足是续命五千年 谁不知道 五千年过去了 他的实力 又该是到何等恐怖的地步 有可能是圣人禁大圆满 也有可能是半步大圣经 甚至于有可能 他已经踏入了大圣经的实力 谁也想不到 他的实力到底是何等的恐怖 只是一瞬间 众人的心中 是又惊恐 又疑惑 全是那位参天祖王 传闻这位祖王参悟了风雷大道 一身修为通天彻地 以至于是准大圣经的强者 在他的面前 依旧是无法追上他的步伐 昔年他本应该是寿缘结束 即将陨落 最终却是靠着着逆天的风雷大道 最终是在准大圣经强者的手中 夺得了不死药 如今 他居然还活着 圣女宋宁年的目光之中 满是惊骇 曾经在古籍之上 翻阅到此人的记载的时候 宋宁言便曾经感叹 世上竟有如此大能 能够逆天改命 在准大圣经的强者手中 夺得不死药 那个时候 绝灵时代虽然已经开始 但是东荒境界 依旧是有不少的圣人 在那个圣人存在的年代里面 他就已经是如此强者了 活到今天 他又该是什么修为 无数的人 更是因为他的身份被揭露 而露出了惊骇的目光 纷纷是目瞪口呆 更是无比的困惑 为何 这样的一位逆天存在 对江明 却是如此的尊敬 难道 江明的实力 还远在他之上吗 江明此刻目光漠然 看向他曾经只是 流传在传闻之中的逆天强者 却是毫不在意 只是淡然开口 楚凡 乃是老夫的弟子 如何 莫非如等 也要老夫的性命 话音一落 参天祖王更是瞬间面色巨变 猛然间摇头道 不敢不敢 前辈何等高人 参天不过是小小的准大圣修为 比起前辈 这至少是大圣境中期实力的修为 参天祺甘有任何冒昧的想法 只是话音一落 瞬间又是全场震动 众人心中那无边的困惑 此刻犹如是绝地的江河一般 瞬间化作了一抹浓浓的震撼之意 这也太离谱了 江明长老 那个传闻已久的 喜欢吹牛 喜欢吹嘘 并且听闻是个行将旧木的 病重老头的人 竟然是大圣境 并且 至少还是大圣中期 这也离谱了一点 太玄圣地的人都梦了 纷纷是感觉脑子使劲地在抽风 一时之间太过于庞大的信息 一下子是让他们全员大脑当机 完全不知道 这是怎么一回事 怎么前些日子 自己看来 不过是一个真神境的江明长老 忽然就变成了大圣境强者 并且至少还是大圣境中期 要知道 大圣境的修为 前中后期三个阶段 每个阶段 几乎都是天欠般的存在 几乎每个阶段的修炼时间 都是跨越了几千年的时间 可以说 即便是十个大圣初期 也敌不过一个大圣中期 那绝对的实力碾压 甚至于是完全没有任何一个人 能够超越的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所以说 一尊大圣境中期的强者 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场的所有人 根本就无法想象 可以说 这要是真的话 江明或许只要一个念头 在场的所有祖王 都得死 包括那准大圣境的祖王参天 就连这样的传奇人物 在江明的面前 都宛若蝼蚁一样了 这样突如其来的变故 更是让人难以置信 所有的人 都是脑袋疯狂的运转 不知道 自己到底是听错了 还是太过于难以接受事实 纷纷是都难以置信的后退 满脸的面容 要多精彩 就有多精彩 而众人之中 道眼圣地 以及那几大家族的人 此刻更是露出了 无比狂热的表情 尤其是道眼圣地的那些个长老 此刻更是无比兴奋 近乎是疯了一般的喊道 我就知道 江明长老 一定是一位不出事的高人 哈哈 天不起我人足 江明长老 果然是一位高人 太玄圣地的众人听到这话 此刻只感觉脸都被打肿了 这也太离谱了 几乎所有长老 都给江明查探过身体的呀 分明他就是个真神经啊 而且 因为伤势太重 甚至于是看起来病烟烟的 犹如是风一吹 就要倒下一半 就是这样的一个老头子 昨天还躺在床上病烟烟的 今天忽然一个传闻之中的高人 蹦出来说 这个老头是大圣境强者 并且还是大圣境中期 这实在是太离谱了 不过 灵 此刻的江明却是面带冷意 叹息一声道 哎 大圣中期 老夫早就不是了 死 先是一阵到西凉气的声音 旋即便是死一般的寂静 大圣中期 老夫早就不是了 这叫什么话 参天祖王的嘴角抽出了几下 瞬间更是露出了一摩 难以掩饰的惶恐 这下 更是间接的证明了江明的话 是真的 这居然是真的 要不是因为参天祖王 都难以看透江明的实力的话 他又怎么会面带惶恐 只是一瞬间 整个人族都不绷不住了 整个妖族也绷不住了 整个太祖族群 更是宛若歇斯底里一般的疯狂喘息 这消息 太震撼了 以至于所有人 都忍不住不断的喘息 因为太过于震撼 而变得呼吸无比的急促 谁都说不出话来 谁都无法确定 自己到底是不是在做梦 大盛中期 老苏早就不是了 这样的话 换作以前 谁都会觉得江明又在吹牛了 他一定是疯了 一定是病入膏肓不行了 但是 当这位曾经流传在古籍之中 被诸多的拥有地气传承的 大家族大势力所忌惮的参天祖王 竟然都确定了这件事情的真实性 谁还敢质疑 虽然 到现在为止 江明甚至于都没有出手 甚至于只是云淡风轻的 说了几句话罢了 但是 不管是谁 都差不多被江明给惊呆了 众人不免是纷纷开始联想 江明要不是大盛境中期 他又是什么修为 大盛后期 难道是大盛巅峰 又或者说 不敢相信 难以置信 没有人敢再接着想下去 这样的强者 见过的人 都已经死得差不多了 只有各种各样的古籍之中 还记载着这样的存在 他们那逆天的可怕 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 所有人都纷纷在心中疯狂的脑补 但是 不管他们怎么想 不管他们怎么去联想 去脑补 都无法想象得到 这样的强者 到底有多么恐怖 此时的江明的弟子们 也都是愣住了 他们受到的震撼 只怕是最大的 因为 江明平时喜欢 与他们吹嘘 说自己乃是什么 至高神明转世 曾经立于混沌深处 平定黑暗动乱 指点盘古开天 教导女挖造人 那些个话 根本就太过于离谱 没有人会去相信 而且 太玄圣主 似似此刻 也是满脸的惊奇与疑惑 他的师尊 上一代的太玄圣主 曾经对江明的来历 只字不提 以至于直到死的时候 才说连他也不清楚 只知道 江明来自羡慕 从那个东荒 所有人都无比忌惮的 生命禁区之中走出 来历神秘莫测 此刻江明的实力 忽然之间提高到了 准大圣经的强者 都为之惊恐的地步 这一下子让他 不免是满脸的惊骇之色 想到了西年的种种 每当他提起江明长老来历的时候 自己的师尊 总是闭口不言的样子 现在想来 那模样 居然和现在的参天祖王 几乎没有区别 敬畏 那的的确确 就是一种毫不掩饰的敬畏 一种对于未知的敬畏 一种对于强大的敬畏 江明的模样 分明是那般的老朽 几乎 是弱不禁风啊 正是此刻 天空之上的三位祖王 却是忽然之间 再度有了动静 他们似乎是想要逃 似乎是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惊恐 想要立刻逃离此地 但是 随着他们刚刚移动出去一步 老夫 可曾允许如等离开 江明的一句淡然的话语之中 甚至于不云含丝毫的情绪波动 但是这天地 却是瞬间 悍然俱变 延绵亿万里天穷之上 无边的空间 瞬间笼罩上了一股恐怖无比的气息 一道道可怕的裂纹 不断地在天空之中浮现 犹如天崩地裂 整个穷域竟然是瞬间崩裂开来 圣人得到天道认可 一举一动 皆可引动天地一向 然大圣者 各是执掌天道之力 异于落下 可破天地 所谓严随法初 便是如此 江明仅仅只是一句话 整个天地就犹如要撕裂开来一般 延绵亿万里虚空 不断崩塌 那四位祖王 更是死命招架 脑后的神轮 焕发出本源之火 宛若通天彻地的大威能 大神通 顷刻间冲破环宇 四道恐怖无比的法乡 浮现而出 真道我等是吃素的不成 纵然 你修为高果等 难道我们打不过你 还跑不掉吗 四人眉头一凝 更是狠狠地催动了自身本源 那四道恐怖无比的法乡 更是犹如覆灭天地的恐怖杀伐大树一般 轰然爆裂开来 于天穷之上 响彻阵阵恐怖绝伦的轰鸣之音 四周的人都看待了 诸多的人族更是张大了嘴巴 久久说不出话来 这还是那个传闻之中 快要踏入棺材里的江民长老吗 太玄圣地 竟然隐藏了这么一位高人 四尊祖王 居然被逼得引爆法乡真身 而且还仅仅只是 因为他的一句话 这就是严随法初吗 甚至于一个念头 一句话 就能够引动如此恐怖的 未能出现 我人族 什么时候有了这么一尊无上大呢 所有人的心中 都是无比的震撼 纷纷是愣在了原地 除了惊叹之外 就再也说不出别的话来了 一旁的参天祖王 此刻也是目瞪口呆 眼睁睁地看着四个祖王 直接引爆了法乡真身 这要是引爆了法乡真身 那么他们不知道 还要修炼多少年 才能重归巅峰了 甚至于 一些寿命将近的祖王 一旦引爆法乡真身 等待他的 可就是死了 四人虽然没有因为倒法反噬 而当场暴毙 但是因为那恐怖的消耗 甚至于就连本源都被燃烧了过半 只是差呢 四人的气息 便是立刻跌落到了准圣级别 甚至于连二十维持圣威 都变得极为艰难 雕虫小技 何须卖弄 江明叹息一声 却是摇摇头 眼中满是默然 仿若 这样的做法 在他的眼中 根本就不值一提 这一幕 更是让那一旁的参天祖王 心中惊讶不已 不可能吧 就算是以我准大圣级别的修为 也很难在这四人 自爆法乡真身的攻击之下 不受伤 况且 他们仅仅只是 为了抵挡这个人族大能的攻击罢了 这位人族大能 到底是何等修为 为何我从未听闻过此人的来历 参天祖王 乃是一位真正的太古大能 从那圣人辈出 天骄纵横的年代走来 他也从未听闻过 有这样的一位人族大能存在 涌入心头的困惑 更是让他止不住的震撼 江明抬头看向天空 抬起他那近乎是枯稿的手掌 轻轻的一挥 下一秒钟 整个天穷就好像裂开了一般 自云端之中 分开了一条巨大的裂缝 裂缝之中 垂落一只满是道文的恐怖大手 那四位祖王自爆法相真身 而产生的巨大爆炸力 甚至于还没有波及开来 下一秒钟 便被那巨大的手掌 生生地捏碎 轰隆的一声巨响之下 整个天穷之上 瞬间是涌现出了一股恐怖无比的爆炸 缠大 所有的太祖族群 包括是妖族在内的所有族人 纷纷是惊呆不已 一掌 竟然就捏碎了四大祖王自毁本源 而引爆的法相真身 人族什么时候 有了这样的一尊大能 此刻 众多的太祖族群还有妖族 一想到此前自己对于人族的种种嘲讽 还有现在江明所展现出来的恐怖实力 只是一瞬之间 便让他们的心中涌现出了无边的恐惧 要是他斩杀了祖王之后 再来寻我们的麻烦 那又该如何 这绝无可能 我们可是拥有二十一祖王啊 不错 这么的先祖 在此 他就算是实力再如何强横 也绝无胜过祖王们的可能 正当众多的太祖族群自我安慰 不断地解释这一幕 他们无法理解的情况的时候 而下一秒钟 那只犹如是一掌遮天的巨大手掌 竟然是瞬间握住了四大祖王 只是刹那 四尊祖王纷纷是显露出了本体 四大祖王 皆无人形 每一尊 都是身形足足有数百里之巨大的太古巨兽 他们的面容争鸣 满是惊恐 原本的嚣张气焰 此刻尽数全无 就是这样 足足是有数百里之巨的太古巨兽 轻易便能移山填海的存在 竟是被江明幻化而出的一只擎天巨掌 生生地握在掌心 不可动弹 伤了老夫的徒儿 如等 拿命来还吧 江明说得极为平淡 仿佛是在谈论着 昨夜下过了一场与一般的平淡至极 但是 这话落在了诸多祖王的耳中 却是带着无边的寒意 几乎所有的祖王 都是在一瞬之间 感觉到了一种 犹如坠入冰淵一般的冰冷 透彻心扉 尤其是那四尊祖王 更是感觉到了一种 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机感 瞬间袭来 仿佛是如遭大祸一般 纷纷是浑身颤抖 如若筛康 饶辱我们 这位前辈 我们再也不敢了 求您放我等一条生路 在死亡的威胁之下 他们终于是颤抖着 开始求饶 众多的太祖族群 此刻更是目瞪口呆 在他们的心中 那些犹如神明一般 伟岸的祖王们 此刻在江民的手中 竟然仿若一只蝼蚁一般的 在疯狂的挣扎 颤抖 明明刚才整个东荒的人族 都任由他们太古族群 任意图路 甚至于没有任何一个人 能够挽救 可是现在 这忽然出现的人族大能 却是彻底的打破了 他们的所有异仗 而且还是十分粗暴的那种 根本就是碾压级的实力扭转 什么力挽狂澜之类的话 根本就形容不了 江民现在的作为 他简直就像是 横空出世的一尊神秘大能 轻而易举 就打破了所有 太古族群的强大姿态 奥利于所有人的头顶 甚至于 他都没有显示出多么的吃力 一切都是那样的云淡风轻 一切都是那样的随心所欲 仅仅只是一挥手 一句话 四大祖王便落在了他的手上 而下一秒钟 江民更是毫不犹豫的 凌空一握 是将四尊祖王捏作漫天的积粪 煞时间 整个天穷 犹如是哭泣一般的 下起了滔天的血雨 犹如是地府之门 于此刻轰然开启 万鬼哭嚎 天地之间一片幽暗 自虚空之上 浮现出四座巨大的神秘目的 直接将四尊圣人的真灵 生生地拖入其中 圣人之语 天葬异象 传闻 圣人一死 便会化作天道的一部分 而且 是作为养分 直接被天道所吞噬 虽然成就圣人 的确是强横无比 但是一旦圣人生死 就永无轮回的可能 被天道所葬 永无超生的机会 虽然看起来十分的震撼 但是谁都知道 这样的下场 其实无比的凄惨的 而大圣境界 便是超脱了天道 能够掌控天道的力量 从而不用被天道所葬 所以 所有的圣人境大能 都是死命的 想要突破到大圣境 一如那参天祖王 昔年他寿元将近 他深知到自己一旦生死 就会化作天道的养分 从此是再无轮回的可能 故此 他更是拼死一搏 夺得不死药 再活了一世 可惜 现在他浑身颤抖的 盯着眼前这个 近乎是腐朽到 要踏入黄土之中的老头 却是感觉到了 前所未有的恐惧 人族 乳气感 诸多祖王 此刻被彻底的激怒 天葬 那是所有的圣人 都不希望得到的下场 天葬之后 便会彻底的化作 天道的傀儡 虽然是保留的 有一念真灵 但其中承载的 却是天道的力量 严格来说 他已经彻底的 在这个世界上消亡了 但是自己的真灵 却依旧是被天道所囚禁 永世不得超生 这般凄惨的下场 更是让诸多的祖王愤然而起 纷纷是冲出了大殿 欲要与江明一决死战 诸位 不可 参天此刻满脸的慌张 更是急忙的喊道 但是 现在的诸多祖王 哪里听的这些 参天祖王 无等心意一决 今日纵失身死 却也要斩杀此人 以撞我太古神威 人族 今日无等数十人 胜人尽大能 岂是你能敌过的 众人说罢 更是抬手一挥 一件奇异无比的巨大兵器 瞬间浮现于所有人的眼前 那是一柄泻色的长剑 那是 黄气 祖王们自然也不是傻子 江明所展现出来的实力 已经是超乎了 他们所有人 所能够承受的极限 而现在他们唯一的机会 就是将一切的希望 寄托在这古皇兵器的身上 与人族的地气相同 黄气的威能 亦是无比的恐怖 尤其是现在 数十位圣人尽的大能 更是将其一同祭出 刹那 自那黄气之上 瞬间是涌现 而出一股恐怖绝伦的古皇气息 瞬间是让所有的人族 都为之一阵 众多的人族 纷纷是祭出了各自的抵御 疯狂地抵挡着 这股恐怖气息的压迫 他们甚至于是 需要祭出各自所拥有的圣气 才有可能抵御得了 这恐怖无比的古皇气息 但是反观江明 此刻却是未然不动 那原本是看似是 苍老无比的面容之上 此刻却是浮现了几分动容 黄气 可惜了 如等根本就 无法将其彻底的苏醒 威能也不过是 巅峰时期的万分之一不到 可惜 江明的话 却是让众多的祖王 心头狠狠地跳动了一下 玄疾更是怒道 即便是万分之一的223威能 对付你 却也是足够了 说吧 那龙头人身的祖王 更是冷笑着说道 这一柄献剑 西年正是从如等人族的手中夺来 多么讽刺 今日 这原本属于人族的地气 却要再度屠戮一方人族 此刻 众多的祖王 更是肆无忌惮地狂笑了起来 听闻此言 诸多的人族更是怒不可遏 这 这竟然是西年的通天大帝 所拥有的四柄地气之一的诸仙地剑 传闻诸仙四剑 非四位大帝不可破 西年太古时期 不知道斩杀了多少的太古皇族 该死的太古皇族 还无被先祖地递起来 此刻 众多的人族更是认出了这一柄地气的来历 太古时候 曾经有一位人族的绝代天骄 其名为通天大帝 掌于四柄诸仙地剑 其所铸就的诸仙剑阵 更是非四位大帝不可破除 即便是在大帝之中 他亦是恐怖绝伦的存在 但是想不到 西年的人族之傲 竟然在这个绝灵时代 落在了太古皇族的手中 人族此刻 除了悲愤之外 还有不少的人 更是满心的愧疚 先祖的至宝 竟是落在了这外族的手中 可见如今的人族 是何等的弱小 是何等的被外族所欺压 就连这柄传闻之中 非四圣不可破的诸仙四剑之一的诸仙地剑 都落在了他族的手中 太古族群 此刻见到此目 更是心中狂喜不已 人族 即便如等出现了一尊大能 那又如何 我们还不是照样拿着你们人族的地气 将你们斩杀 今日 如等都将成为我太古皇族的血食 无数的嘲讽 数之不尽的得意之声 不绝于耳 江明面死从容 看不出丝毫的神色变化 但是他越是这样 就越是让那参天祖王心中忌惮 他 他到底要做什么 此刻 参天祖王不敢轻举妄动 他甚至于无法阻拦诸多的祖王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江明向前 迈出一步 只是 这一步 竟然是瞬间踏破了万里虚空 从他原本站立的大殿之外 瞬间出现在了那柄赤红色的诸仙地剑的面前 无被人族地气 岂是如等所能驱动 江明冷笑一声 玄机更是抬手一握 他 竟然是握住那柄地气 江明便这样握住了那柄人族地气 那柄沉寂了不知道多少年的人族地气 诸仙地剑 此刻依然是传来了阵阵的轰鸣 玄机 一股从未出现在太古皇族手中的恐怖杀意 陡然间自那诸仙地剑之中 黄涌而出 漫天血色 一如有人杀天正道 整个天穷 刹时间化作了一片赤红 所有的太祖皇族 连同诸多的祖王 无不是骇然无比 惊恐地看向江明 你 你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众多祖王更是心中骇然无比 这柄诸仙地剑 流落到太古皇族的手中多年 早就被他们所掌控 但是现在 竟然是被江明轻而易举地控制在手中 只是瞬间 几乎所有祭出法力的祖王 无不是纷纷口吐圣血 受到了那道法的反噬 更是满脸惊恐地盯着江明 难以置信地后退了几步 浑身颤抖 满目惊恐 诸仙地剑 传闻 诸仙四剑具有诸仙之能 杀意无双 乃是这世间最强横的杀气 但是他们从未逼出诸仙地剑之中的这股恐怖的杀意 现在 当这秉剑落在了江明的手中的时候 却是陡然呈现出了如此恐怖的杀意 这 简直是让他们所有人都为之骇人 不可思议 为什么 江明皱起了眉头 似乎感觉 他们这个问题 很是愚昧 因为 老夫是人族 轰隆 话音一落 几乎在场的所有人 都是彻底的炸了 人族 多少年了 人族已经多少年 没有能够统一万族的大能出现了 就连昔日的辉煌至宝 至高无上的诸仙地剑 毅然是被这外族取走 甚至于 他们还嘲讽人族 说什么用人族的地气 斩杀人族 这是何等让人气愤的话 但是 现在随着江明的一句话 却是狠狠地将这一巴掌 打在了太古皇族所有人的脸上 凭什么 就凭老夫是人族 人族的地气 不由人族唤醒 还能有谁唤醒 这么简单的道理 似乎是因为太古皇族的嚣张跋扈 目中无人 而彻底的被他们遗忘了 不管这么说 诸仙地剑 乃是人族的传承啊 妖族 太古族群的人 此刻都快疯了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记出了传闻之中的 诸仙地剑的诸多祖王们 竟是被江明反手狠狠抽了一巴掌 这脸打得实在是太过于响亮 以至于是 所有的太古祖王 差点气得吐血 参天祖王似乎是早就预料到了这一点 满脸焦急的说道 该死 早就 让你们这群蠢货 不要动手 此人实力之强 早就可以唤醒诸仙地剑了 一旦唤醒 诸仙地剑可就不是如等能够掌控的了 此刻 他面色一凉 心中只想到了两个字 完了 剑在手 四方大敌击血仇 江明的弟子们 尤其是那楚凡 此刻心中更是无比的撼动 在他的心中 江明从来都是那么的伟案 但是今天 江明的伟案 却是提高到了一个 他自己都无法想象的高度 那还自己的师尊吗 为何 师尊会如此之强 难道他一直都在隐藏实力吗 种种的疑惑 在众多弟子的心头 化作了满腔的激动 更是止不住的喘息 死死的盯着虚空之上的江明 此刻 江明手握诸仙地剑 划过虚空一道奇异的诡计 那漫天的杀意 瞬间凝食 刹那 更是永下而出一条血色苍龙 自九天之上咆哮而来 滚滚天地 苍龙所过之处 无不是崩塌破碎 就连穷语何其浩瀚 竟是不断地崩塌破碎 天空之中 无数的太古大稿星辰 与此刻不断地颤抖 隐隐之间 竟是有一颗颗的大稿星辰 与此刻不断地坠落 立刻焊群星 漫天星河 此刻竟是化作了无数的陨石 不断地垂落天穷 数之不尽的大稿星辰 直接化作了流行陨石 狠狠地砸向这片 拥有着悠久历史的浩瀚神城 而江明高高在上 面无表情 仿若是凝视着众生的无上存在 任何人的生死 似乎都无法引动 他的丝毫情绪波动 他这还没有动手 就已经掀起了无边灾祸 那无数垂落的大稿星辰 瞬间砸死了千万太古族区 一个又一个的太祖皇族族人 纷纷是在那恐怖无比的巨石陨落之中 哀嚎痛哭 他们 这是彻底地吓破了胆 昔日他们是如何让人族受苦 今日 他们就受到何等的疾苦 参天祖王心中悍然 咬牙切齿 更是大喝一声 以无之血 起天神户 但听闻他的话音一落 在这神城之内 那一尊又一尊浩大的巨大石像 竟是动了起来 纷纷是头顶青天 不断地承受着 这巨石陨落所带来的恐怖灾祸 一只 两只 成千上百只 足足是有数百丈之巨的巨大石兽 纷纷是涌现而出 他们迎风而化 竟是化作了万丈之巨 纷纷是不断地将天空之中的陨石砸落 但是 即便如此 太古皇族和妖族的人 却是依旧受到数之不尽的灾祸 除了内宫之外 整个神城都在颤抖 而参天祖王 即便是拼尽全力 却也只能保护着这内宫不受到陨石的灾祸 而似乎是江明有意之下 这些陨石 也只是砸落在内城的周围 故此 虽然外面的太古皇族死伤千万 但是内部的人族 却是毫发无损 再加上这参天祖王的死命保护 内城终于是保了下来 但是眼见着江明 仅仅只是引动着诸仙地剑的威能 将他唤醒不到十分之一 那漫天的杀意 就已经将整个天穷之上的无数星辰震落 这般恐怖的力量 已经是超乎了他们的想象 前辈 无等无意冒犯 还请前辈饶恕我等的过错 我们再也不敢冒犯人族了 诸多的祖王 谁也不敢再动手 纷纷是于虚空之上求饶 但是 手握诸仙地剑的江明 似乎是感受到了那股嗜血的渴望 诸仙地剑 除之必见血 那漫天的杀意 犹如是蕴含了无边嗜血贪婪的巨兽 化作的赤色苍龙 更是虎视眈眈的盯着所有的太古祖王 若是不斩杀太古祖王 或许 这柄诸仙地剑 便不会平息 好一柄宝剑 江明心中喜悦 这本就是人族地气 而且 是超越了一般地气的传闻之中的地气 如此至宝 怎么能够落在太古皇族的手中呢 江明抬手轻轻划过天穷 只是这一划 煞时间天穷震动 亿万里长空 瞬间破开一个巨大的口子 无尽的混沌 自其中涌现而出 这一剑 他甚至于不曾用力 却依旧是划破了天穷 而且 这地剑也仅仅只是苏醒了十分之一把了 距离全部苏醒 却是远远不够的 就是这样的威能 却已经是无比的恐怖了 江明露出了一抹笑意 旋即看向了诸多祖王 戴然开口 今日冒犯 斩去识人 以示成见 说吧 江明终于是彻底的释放而出全部的力量 刹那 天穷之上无边异象涌动 自那穷语之上 一座浩瀚金桥 竟是从诸天之上垂落 所过之处 无尽的火风水 静烁英灭 在那金桥之后 浩瀚天门 煞时间于云端浮现 江明处立虚空 背靠天门 恍若自那天门之中 踏出的一位真仙 语化登仙 不过如此 众多的人族 纷纷都是看待了 那金桥垂落之下 似乎是有无边的法理 自其中交织而出 诸多的人族光是看上眼 便感觉到了无边的感悟 几乎所有的人 都是瞬间醍醐灌顶 感觉到了对于大道的理解 又加深了不少 转瞬 江明身后一道神轮涌现 竟是遮天僻日 仿若整个天穷都化作了他身后的神轮 日月星辰 罗列其上 天地还宇 演化其中 仿若是徒手可摘日月星辰 转念可覆灭的火风水 重演诸天万界 再助天地洪荒 如此大能 彻底的点燃了所有人心中最后的一道防线 最后的一丝疑惑 所有的情绪 都彻底的化作了一股浓浓的震撼 大胜巅峰 终于 那参天祖王颤抖着说出了江明如今的境界 大胜巅峰 那是如今这个绝灵时代 绝对不可能出现的存在 可是 现在江明便是呈现而出 如此恐怖的力量 那诸天的异象 恍若要覆灭的火风水 重演天地洪荒一般的气息 煞世间扑面来 一种剧烈的颤抖 不断地从他的身躯之上传来 他深刻地感受到 自己在江明的面前 简直就是一只小小的蝼蚁 此刻 诸多的人族更为骇然 大胜巅峰 吾背人族 竟然有如此大能存在 如今绝灵时代之中 竟会有如此大能出现 简直就是堪比逆天的存在 江明前辈 吾等心中吾边崇拜 更是吾语宁艳 唯有一败 煞世间 那漫天的圣灰之下 诸多的人族 纷纷是朝着江明一败 这一败 充满了人族 对于江明的无边敬重 而眼前的众多祖王 此刻也是 彻底地陷入了绝望 识人 要是江明愿意的话 纵是杀变 他们所有人 都未尝不可 但是他只杀十人 这不是明摆着 根本就不害怕太古皇族 秋后算账吗 今后 诺大东荒 岂能再有太古皇族的 一席之地 所有的祖王 皆是于此刻 陷入了无边的骇然之中 江明举剑 这一剑 煞世间展落 竟是寝刻剑 展落于天道之上 一共十个祖王 瞬间暴毙 天穷之上 天葬浮现 那一座又一座的天幕 更是显示出祖王们 足足陨落了十尊 但是 江明的这一剑 竟然是席卷来 生生地落在了天道之上 十座天幕 顷刻崩塌 轰隆隆 一共是十条真灵 浮现而出 正是那十个祖王 犯我人祖者 神魂俱灭 宛若至高无上的存在 对下位者的审判 江明的话 冷漠无比 更是在那一剑之威下 顷刻间将那十道真灵 直接斩座漫天的盗会 十位祖王 瞬间彻底的阴灭 便是连真灵 都没有融入天道的机会 就算是融入天道 那也算是化作了天道的傀儡 是一种另类的长生了 但是江明 却是觉得这样的结果 对于他们太古皇族 乐了好 而言 还算是轻的 竟是一剑展开天幕 将那十尊祖王的真灵 生生阴灭 人群之中 无数的太古皇族 蔓延开了一股无边的恐惧 他们 终于是彻底的怕了 犯我人祖者 神魂俱灭 就连一念真灵 魂归天道的机会都没有 直接从天幕之中 将所有的祖王真灵 一剑斩杀 灵 龙 八 五 六 一零比九 七 八 二彻底的于世间消灭 这是何等恐怖的手段 参天祖王瞳孔猛缩 更是不断的颤抖 心中早已经是抑制不住那股惊恐 连忙是及时而出 出现在江明的面前 开口说道 上天有好生之的 前辈如此做 岂不是有位天道 他心中更是无比的震撼 想不到 江明竟然连天道都敢斩 而下一秒 江明却是淡然一笑 是吗 天道 算什么东西 四 参天祖王 这位自太古时代 活过来的一尊活生生的传奇 此刻算是彻底的惶恐了起来 他终于意识到 眼前的这一个看似命不久矣的老头 是何等的恐怖 天都敢斩 根本就不将天道放在眼里 的确 大圣镜的确是超脱天道的存在 但也不至于藐视天道 若是惹得天道震奴 那岂不是要遭到天前 他 到底是何等存在 竟是如此的彪悍 祖王此刻彻底的被江明杀怕了 而众多的人族号 在见识到了江明如此彪悍的手段之后 也都是开始不断的动摇 那传闻之中 至高神明转世 于诸天之内来到这个世界 曾经指点盘古开天 教导女娲捏土造人的无上存在 难道是真的 众人都感觉自己像是疯了 竟然开始想象 这近乎是离谱的传闻了 但是 现在江明的所作所为 却是让他们止不住的动摇 参天祖王彻底的怕了 终于 他后退一步 攻身败道 前辈大能 参天星月成福 自此我太古皇族 再不于东荒出现 再不招惹东荒人族 一袭话下 江明终于是收起了手中的诸仙地剑 他转身离去 飘然消失于天地之间 回归太玄了 然而 那漫天的异象还在 久久 这才消散 呼 呼 这个时候 还活着的祖王 终于是大口地喘着粗气 我要立刻回到神渊封印 忠我一生 绝不再踏足东荒 那到底是什么手段 竟连魂归天道 都被阻拦 江明走了之后 他们那近乎疯癫式的模样 这才呈现了出来 几乎所有的祖王 都被江明给杀怕了 魂归天道的机会都不给你 直接让你神魂俱灭 这就是大圣巅峰的实力吗 参天祖王目光呆滞 江明离开许久 他都是止不住的颤抖 余为由在 众多的人族 也是愣在原地许久 这才纷纷清醒了过来 他们深刻地知道 刚才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尤其是那无双剑神 此刻更是苦笑摇头 楚凡 老夫方才 竟还想收你为徒 是老夫冒犯了 诸位 老夫再次别过 若不破镜 老夫再不出事 说吧 无双剑神 更是满脸惭愧地离开了此地 十四尊祖王备斩 剩下的祖王 也是纷纷要回归神渊风意 惊恐地不敢再踏足东荒 就连人族的无双剑神 也被江明那恐怖的实力 直接给金道 要避死关 若不破镜 绝不出事了 这是何等的威慑力 这神城一遭 却是让无数的人族 陷入了无边的深思之中 江明 到底是什么来练 哎 师尊 您到底还有多少 是瞒着弟子们的 楚凡觉得很荒唐 虽然是有惊无险 但是这惊 实在是太大了一点吧 我师尊是大胜巅峰 这说起来 楚凡自己都不敢相信 纵然是无双剑神那等绝带天骄 也才准胜罢了 将223名直接反手 就展现出了大胜巅峰的实力 手握诸仙地剑 震碎无边星辰 崩塌亿万里天穷 斩杀诸多祖王 这一切 仅仅只是数刻的时间罢了 但是 所有人都感觉恍若隔世一般 心中再也无法平淡 太玄圣主此刻苦笑一声 也是直言道 看来 我们太玄的危机 算是解除了吧 可这解决的方式 也太吓人了一点 江明长老 您可藏得真够深的 众人纷纷是摇头苦笑 不多时 诸多人族 也是各自回归宗门家族了 神城的诸多太古皇族 一开始看人族的目光 简直就犹如看牲畜 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 当他们离开的时候 所有人看向他们的目光 都带着一股浓浓的惊恐 就好像 现在他们再赶上到任何一个人族 那位人族的大能 就会直接出手 将他们所有太古皇族 一个不留的屠戮殆尽 并且 还是神魂俱灭的那种 这实在是太吓人了 连天幕 都被江明直接展开 将那十位祖王的真灵 生生地扯出 直接斩坐漫天的道徽 这话 说起来都离谱 不少的家族 甚至于不知道回去 怎么和宗门之内的太上族老解释了 当然 众多的宗门之中 还有一个宗门的人 十分的不好受 那就是云霄圣地的众人 只怕 从今天以后 东荒就再也没有所谓的云霄圣地了 叛徒 向来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此后东荒人族 势必会派人诛杀所有的云霄圣地余孽 宗毁人亡 这样的下场 还算是轻的了 随后 当这件事情结束之后 接下来的短短数天时间内 在神城之内发生的事情 便是直接传遍了整个东荒 东荒境内 彻底的发生了巨大的震动 那些没有前往神城的人 纷纷都是无比的疑惑 但是 最后甚至于 是有拥有地气的宗门 亲自证实了事情的真实性 几乎所有的人 都不再疑惑了 纷纷是明白了 太玄圣地 竟然是出现了一尊大圣巅峰的强者 一时之间 整个东荒 都是陷入了一片震动之中 而且 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中州 在中州大地之上 背靠着某处生命禁区 一个悠久无比的古族之内 众多的长老阶级以上的修士 纷纷是出现在了大殿之内 族长大人 太玄圣地的那个江明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此刻 一位长老一脸疑惑地开口说道 若是仔细看的话 这个古族的所有人 脸庞之上 皆是鸣刻着一道道奇异的符文 那符文之中 隐隐之间蕴含着某股神秘的力量 东荒境内 将这些修士称之为符文一族 天地之间 诸多的修炼之法 其中最为奇特的一种 便是符修 它们与一般的修士不同 完全是以自身身躯之上 所鸣刻的符文 为攻击的手段 并且任何一种符文 都是暗自弃和大道的存在 没有人知道它们 到底是怎么来的 也没有人知道 它们到底有多么悠久的历史 总之 在人族的诸多古籍之中 符文一族似乎从先古时代 便已经长存至今 即便是拥有地气的强大势力 都不敢轻易的涉足 这符文一族的领地 因为 它们几乎都出现在一些 比较独特的生命禁区的周围 背靠生命禁区 似乎是在守护着这些生命禁区 又或者说 是在不断的提防着 生命禁区之中的存在 就是这样的一个神秘莫测的符文一族的人 却是整个中洲境内 原因不外乎其他 只是因为这个族群的姓氏 乃是古 也都是江明的六弟子古兴峰传递回来的 而此刻 那个中年的符文一族男子 身为古家的族长大人 此刻他也是一脸的惊讶 兴峰虽然是离经叛道 离开了家族 但是 他从不会对我们说谎 这一点 诸位长老是知道的 古兴峰的身份 也正是这个神秘的符文一族 古家家主的第三个儿子 因为一些缘故 古兴峰没有继承符文一族的传承 而是成为了普通的人族修士 并且与江明结下了师徒之缘 这一切本来是古家最不快的事情 尤其是对于江明 古家的人也从来都看不起他 看来 邢峰这是败了一个好师尊 古家家主 此刻也是叹息一声 终究是承认了江明 作为古兴峰的师尊这件事情 诸多的长老 此刻纷纷是惊讶不要 要知道 从前 族长大人 可是从来都不认可江明 但是 现在随着东荒的事情传出 他却是破天荒的 说出了这句话 我人族的诸仙地剑 遗落太古皇族数十万年 最终 终于是被我 太 人族的修饰取回 江明 真是出乎老夫的预料 他的瞳孔猛然收缩 更是惊叹不已 我们符文一族 自古以来 便是为了人族的安危 而镇守各方的生命禁区 诸仙地剑 乃是我人族的镇运之物 此物回归人族 人族气运 定会倍增 气运一说 极为玄傲 但是 毫无疑问的是 任何一件能够镇压气运的质保 都是被各大族群 拼死争夺的质保 而东荒的太古皇族 则是将这件能够镇压 人族气运的诸仙地剑血 藏了数十万年 今天终于回归 人族的气运 也将会重归西年的巅峰 似乎是作为人族的守护者的缘故 古家的诸多长老 此刻也都是纷纷点头 此事 真乃是大功一剑 想不到他的实力 竟是大胜巅峰 如今的绝灵时代 能够拥有此等实力者 是何等天骄的存在 将命 此人简直就是神鬼莫测 议论开来 众多古族的人 更是接连赞叹 另外一面 在距离此地 有近乎数十万里之遥的 一片奇异的区域之中 直说 已说此地的奇异 这是因为此地的山峰 竟是颠倒的 山脚完全是 悬空于天际之上 而山峰 则是矗立于大地之上 四周的空间之中 莫不是一片幽深的漆黑 在那片漆黑之中 整个深渊之中 浮现着一颗颗 闪耀着奇异光芒的霍星 这些霍星的排列 更是恍若 与天地大盗契合 诸天星辰的排列 在这些数之不尽的 小小霍星之中 更是一模一样 在这片奇异的 深渊区域之中 存在着整个 中洲大地之上 最为神秘的一个宗门 新秀神宗外堂弟子 传来急报 此刻 在那宗主大殿之外 一个身穿星袍的 年轻弟子 跪拜在殿外 高呼喝道 下一刻 他的手中 一卷欲茧 便是飘然落入大殿之中 下一秒 在那东荒境内 发生的一切事情 竟然是直接化作了一道影像 浮现在所有的 新秀神宗长老的面前 在这中洲大地之上 能够称之为 神宗的宗门 几乎没有几个 但是这新秀神宗 便是其中之一 这个宗门之内 蕴含了无数的人族隐秘 天下几乎所有的事情 都难逃新秀神宗的探查 甚至于是远在东荒 都有着新秀神宗的弟子存在 而这些影像 则是新秀神宗的弟子 以水晶术记录下来 目的 只是为了传回宗门 少卿 看完了这片 让人惊骇不已的影像之后 诸多的新秀神宗长老 却再也坐不住了 速速请宗主归位 嗡 随着大殿之上的一声冷喝传来 下一秒钟 一股悬傲无比的波纹 更是弥散开来 瞬间传遍了整个深渊之内 下一秒钟 一颗火星 便是浮现于大殿之上 带得光芒散去 一个神秘的老者 却是自其中踏出 一切事情 老夫已然知晓 随着他话音一落 四周的诸多长老们 却也是一脸震撼地看向宗主 开口说道 宗主大人 东荒境内 竟出现了如此惊世之才 一见破天幕 纵然是不会引起天道的震怒 但此举 却是蔑视天道啊 此人 堪称断骨绝经的彪悍 吴辈仁族 出此大财 真是大幸啊 新秀神宗 这个在中州大地之上 有着最为恐怖的 话语权的神秘宗门 此刻 竟也因为江明的事情 而全然震动 甚至于 不少的长老 更是直接夸耀不已 而那宗主大人 此刻见到诸多长老的反应 却也是淡然一笑 府长一挥 煞世间便是一道 星云般的雾气 出现在他的脚下 托举他来到了众人之上 居高临下 他淡然开口 无自观天机 亏得东荒 还有一场巨变将要诞生 对于江明的事情 他好像是闭口不谈 但是 此话一出 众人却也是愣住了 宗主大人 此话何意 难道东荒有江明 这个绝世大能 却也不能趋利避害吗 宗主大人摇摇头 却是直言道 说起来也荒唐 便是此人 他竟然 他的话说到后面 却是直接化作了一道秘法 直接传入了 所有人的脑海之中 但凡是涉及天机之密的大事 都不可以直接开口说出 星宿神宗 即便是能够未卜先知探查到 却也只能是用秘法 传递给所有的人 随着他的消息传递而出 几乎所有的长老 却都是纷纷露出了一脸的惊恐 这 这是真的吗 宗主大人 若是这样的话 东荒真的是要有巨变了 宗主叹息一声 旋即便是点点头 为了此事 老夫甚至于是生生被抹去了五百年寿源 此事 绝对不假 什么 宗主大人查看此事天机 竟被抹去了五百年寿源 西年的东荒邪魔入侵 如此大事 宗主大人提前探查到 却也只是耗费了五十年寿源 这 这事情 竟是如此的天大隐秘 此刻 这位德高望重的宗主大人 更是皱起了眉头 面色凝重 此人 非无被所能窥探 其来利好大 纵使老夫 却只能见到一副 自神木之中走出的场面 话音一落 更是满堂皆经 实际上 已经发生过的事情 算不上是触犯天机 所以 当他说出来 江明从仙木之中走出来的时候 并没有任何的问题 只是 仙木禁地 那是整个东荒最凶险 最古老 也最是让新秀神宗的人 最头疼的地方 因为多少年来 新秀神宗的人 都想要探查 这仙木禁地的隐秘 最后 不管是派出了多少的能人 历士 都是杀于而归 唯有在千年之前 上一代的太玄圣主 算是十分侥幸地踏入其中 最后 带着江明这个来历神秘的长老 回到了宗门之中 显然 这件事情 在新秀神宗的绝代秘数 新秀天机数之下 也是并不算的什么隐秘 想不到他的来历 竟然是如此的神秘 东荒的诸多生命禁区 秘境 几乎都掌控在我们 新秀神宗的手中 但是唯独这个仙木禁地 到如今 我们都无法进入其中 可惜 没有想到 竟然是被一个 仅仅拥有着圣气传承的 宗门宗主进去了 这些人说的话 若是放在东荒 只怕是要经得别人满脸的骇人 毕竟 太玄圣的在东荒 也算是绝顶的宗门之一 虽然仅仅只是 拥有圣气传承 但是其底蕴 以及实力 都可以排得上前列的 但是 在新秀神宗的长老口中 却是变得如此的 不值一提了 可见 新秀神宗的底蕴 远远不是一般的宗门 能够比拟的 就算是太玄圣地 在他们的眼中 也不过如此 毕竟 新秀神宗 号称是天下之士 无所不知 能够有这等本事的宗门 在中周 毅然是任何一个大势力 都不敢招惹的 庞然大物一般的存在 可就是这样的一个庞然大物 在提及江明的时候 依旧是让诸多的长老 惊出了一身的冷汗 不过 宗主大人 诸仙神剑 在此人手中 可否 毕竟 这乃是我人族的镇族之宝 曾经生生镇压了我人族气运 十万年不曾衰落 若是能够集齐诸仙四剑 再配合诸仙剑阵 只怕 我人族再有问鼎天下 万族的机会了 听闻此言 那宗主大人 仅仅只是摇头 随后道 此事不可操之过急 且让门下弟子 送去一道拜帖 我新宿神宗 愿与太玄圣的勇士交好 听到这话 众人先是一惊 不过也是叹息道 看来也只有如此了 有我新秀神宗的拜帖 届时即便是东荒诸多势力 有所不轨 却也要掂量掂量 说吧 其中的一位长老 便是一言不发地 画下了一道符传 这幅传画做了一道新芒 掠过了诸多的行程 去往外界 落在了一个外门弟子的手中 原来 拿着之后 新秀神宗的弟子 便立刻动身了 随着新秀神宗的人 有了动静之后 中州大帝之上 却还有一个庞然大物一般的 浩大宗门 对江明的事情 产生了极大的动静 在中州的某一处内海之上 混沌不堪的海域之上 皆是一片迷蒙的浩瀚雾气 若是有人细看的话 却是会发现 这些雾气 竟是灵气化物而成 在如今这个绝灵时代之中 能拥有如此浩瀚灵物包裹的宝地 素来便是各大势力争夺的重地 而在这片亡羊之中 一处名为仲天岛的岛屿之上 矗立着整个中州大帝之上 最为九富盛名的强大圣地 此地名为吴江建玉 吴江建玉 自太古时期便一直流传至今 是整个中州大帝之中 任何一方势力都闻之色变的一处圣地 因为这一方圣地之上 存在的皆是所有修士之中 杀伐最重的建修 听闻 太古时期荒兽作祟 于这亡羊之上屠戮无数人族修士 随后 吴江建玉派出门下七名建子 七位大圣境建子 屠戮百日 将整个海域之中的荒兽 统统屠戮殆尽 以至于是整个海域之上 染作一片血海 后世称之为灭荒海域 以此来铭记这吴江建玉新年的盛况 不过 虽然吴江建玉拥有着极为浓厚的灵气存在 在这个绝灵时代之中 却也是出现了强者稀少的情况 当下 建玉之中的诸多大能 齐聚在那宗门禁地藏剑种之内 在那剑种之内 浮馅出一道奇异的身影 但见到其身形虚无缥缈 仿若是一道魂灵一般的存在 而四周的诸多建玉长老 乃至于是宗主 却是对其无比的恭敬 剑祖大然 诸仙剑被东荒的人得到了 随着宗主的话音一落 内名为剑祖的 仿若鬼魂一般的存在 玄疾便是露出了一丝惊恶 东荒 吴大狱内 东荒实力最为薄弱 我吴江剑狱的势力范围 也难以触解 难怪 那怪这么多年以来 却是打探不到诸仙剑的下落 此刻 他叹息一声 却是苦笑道 可惜 老朽不过是一道半魂半鬼的剑魂 昔年的吴江帝剑 如今再无人能够执掌 想不到 诸仙剑竟被他人所得 这虚无缥缈的身形 竟然是一道剑魂 而且 看着模样 似乎整个吴江剑狱的人 都是以这道剑魂马首是瞻 其实 这也是吴江剑狱密不外传的隐秘 其实只长着整个吴江剑狱的 乃是昔年的吴江剑狱的剑主 他的配件 吴江帝剑的剑魂所掌控 因为他是一道剑魂 实际上很多事情 他只能做出作为公正的判断 而不能实际插手 所以 几乎历代的宗主 都会在决定任何大事的时候 请教这位自太古时代 便长存至今的剑祖大人 并且 整个吴江剑狱之中的吴主之剑 吴主之剑都受其掌控 可以说 在这吴江剑狱 他是绝对无敌的存在 若是宗门有难 他甚至于能够掌于万剑 以倾覆天地之大能 诛杀外敌 这也是整个吴江剑狱最可怕的地方 杀不掉 除不绝 天下无敌 长存世间数十万年之久 全都是因为这尊剑祖大人的存在 听到他的自嘲 一旁的宗主大人 却是皱了皱眉头 直言道 剑祖大人何必这么说 若是没有您 我们吴江剑狱 早就灭亡了 不知道多少次了 听闻此言 吴江剑魂却是叹息一声 直言道 如等有所不知 这诸仙四剑 乃是天下万剑之手 即便是老夫 亦不如他 但是 东荒 这个破地方 竟然有人能够掌控此剑 此人 到底是什么修为 他不免是好奇地询问 大圣巅峰 短短的四个字 铿锵有力 落在剑祖的耳中 却也是让他不免惊叹 什么 东荒那个破地方 竟能够诞生出 大圣巅峰的强者 绝灵时代的影响 他再清楚不过了 即便是他们无疆见狱 也没有这大圣巅峰的强者 此人 果然是绝股断金之大财 竟然在这绝灵时代 修出了大圣巅峰的实力 他不免感叹 玄疾 更是直言道 此子 当为人族之傲 他的眼眸之间 此刻却是涌现出了 思思点点的回忆 仿若是梦回万古之前 曾经的那个 满是腥风血雨 遍地灾祸的年代 太古之时 人族之中 无数强者被出 包括他曾经的主人 吴江建主 都是如此绝股断金的 绝世之才 如此绝世之才 为何会在东荒这个 几乎是鸟不生蛋的破地方呢 真是让老朽百思不得其解 他摇摇头 这话却是让那宗主大人 面色颇为古怪 听闻 此人喜好吹嘘 曾经说自己是什么 至高神明转世 教导什么盘古开天辟地 众人将将民的事情 一一说了出来之后 那建祖大人的面色 却是变得极为古怪 半想 他竟然是哈哈大笑 满脸的不可思议 哈哈 有趣 有趣 世上竟有如此狂妄之人 胆敢自称传下万道 开天辟地 他似乎是见到了 什么极为有趣的事情一般 满脸的神采意义 传了下去 让门内剑子 传下拜帖 邀约此人 到剑种一叙 说吧 他那荒诞不羁的模样 却是收敛了许多 从一个玩世不恭的老顽童的模样 瞬间变得极为严肃 一双眼眸之间 更是透露出了丝丝的灵练 老夫倒是要见识见识 得到了诸仙地剑的人 究竟是何须人也 灵求鲜花 随着他话音一落 整个岛屿之上 却是万剑其名 天地之间 更是浮馅出一道晴天剑影 犹如苍龙咆哮 龙龙剑鸣洒落天地 一股无比恐怖的气息 瞬间荡漾开来 不过 在太玄圣地 如今却是相当的热闹了 自神城归来之后 倒还是平静 等到第三日 那整个东荒远近文明的各大宗门 却是纷纷前来 数之不尽的重宝真理 摆放的到处都是 排队邀约的众多门派 更是从山门 直接排到了山脚 就这 依旧还是有数之不尽的宗门 源源不竭的感慨 人族之内 谁都知道 这太玄圣地的 一位不出世的大能 救下了所有的东荒人族 让他们扬眉吐气 免除了被太古皇族的迫害 不知道多少人 想要与江明一见 但是现在的江明 却依旧是一副病烟烟的模样 躺在那摇椅之上 晒着太阳 身边的诸多宗门长老 包括太玄圣地的圣主大人 一众弟子在内 皆是满脸的恶然 哎 老夫说了 老夫乃是至高神明转世 又是熟悉的话 再一次的从江明的口中说出来 这一次 大家并没有忙着质疑 但是 这话终究是太离谱 虽然大家都知道了 江明展现出了大圣巅峰的实力 但你要说 江明是神话时代之前 曾经教导盘古开天辟地的无上大能 这就离谱了 过分了 毕竟大圣巅峰 人族也不是没有过 大帝 也犹如那夜间的闪耀明星 在岁月的长河之中 留下过一个又一个的传奇 江明还不至于是实力强到那个地步吧 大圣巅峰 虽然 是让所有人都狠狠地震撼了一把 但也不至于说是 让他们相信 江明的话就是真的 但是 毫无疑问 大家都曾经动摇过 不过现在想想 也蛮荒唐的 怎么可能呢 江明长老 您就别藏着掖着的了 如今您都已经展现出自己原本的实力了 难道说 您还藏着自己的来历不说吗 其中的一位长老着急了 也是一脸无可奈何地询问道 现在大家都很好奇 江明到底什么来历 为什么会拥有大圣巅峰的实力 他到底还有多少的隐秘 是大家所不知道的 随着这话落下 江明笑了 依旧是那平淡的模样 依旧是那一席话 哎 老夫说了 你们不相信 这就怪不得老夫了 江明一脸的无奈 众人询问无果 却也知道是自讨无趣 眼看着天色已晚 江明也是直言道 诸位 还请回吧 天色已晚 老夫得休息了 说吧 他物字咳嗽了两声 煞时间又是一抹浓重的血迹浮现 众人见状 也是触目惊心 不免是心中怀疑起来 到底江明 还能活多久 他固然是大胜巅峰不假 但是他的伤势 却也不假 命不久矣 这也是众人皆知的事情 孤绝风尚 也依旧是当初的那般模样 此刻楚凡见到江明如此 却也是开口说道 诸位 请回吧 天色不早了 众人听罢 也只能是摇头叹息 纷纷是扭头败别 离开了孤绝风 呆得一会 只剩下了众弟子与江明之后 众多弟子 却是纷纷跪拜在江明的跟前 尤其是大弟子楚凡 此刻更是再度落泪 心中 涌现出了无边的感激之情 你们 这是做什么 江明愕然 但他也心知肚明 这些弟子 个个都本性纯良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又是死里逃生 很难不让他心生感慨啊 又是多事之秋 江明的伤势 一日比一日的众 弟子们的这般模样 却也是毫不意外的 江明看向天穷 目光之中 透出了思思的深邃 仿若是看穿了万古岁月 无尽悲凉 看着江明这副模样 众多弟子 却也是心中悲戚 师尊 您又一次地拯救了我们 这恩情 我们不知道 此生能不能偿还了 大弟子楚凡眼中 带着思思的感激之情 更是直言道 不过 对于此江明 并没有太多的在意 反而是淡然道 难道 如等都不是为师的弟子吗 既然是为师的弟子 师尊救弟子 那又不是天经地义 这话虽然是理所当然 但是 江明离谱 就离谱在于 他再救众多弟子之余 甚至于顺手 将整个东荒的人族都给救了 这就十分离谱了 众多弟子的眼中 除了感激之外 更多的 却是仰慕 江明的形象 在他们的心中 却是越发的伟岸 越发的难以揣摩了 师尊的神秘莫测 这实在是让诸多的弟子 心中都感觉到震撼无比 谁又能够想到 昔日的那个 看似是喜欢吹牛的师尊 实际上 却是大胜巅峰的实力呢 这一点 更是让众人心中感叹不已 好了 为师也累了 你们回去吧 说吧 江明也是摆摆手 示意弟子们下去了 听到这话 众多弟子 也是纷纷地点头 玄机 说了几句问候的话之后 便是各自离开了孤绝风 等到众多弟子离开之后 江明的脑海之中 却是陡然间 响起了一阵熟悉的声音 叮 恭喜宿主 泰玄弟子甲信任度 达到百分之六十 叮 恭喜宿主 盗演圣地弟子甲 信任程度达到百分之七十 叮 随着系统接连二二三不断的播报 江明的系统 也是迅速的提及了 所有已经信任了自己部分的人 显然 现在泰玄圣地的弟子们 已经是相信了大部分 不过 还不是完全的相信罢了 而到了其他的圣地宗门那里 自然也是或多或少 有所收获的 看来 这才算不错 江明满意地点了点头 正是随着他话音一落 系统的却是再度响动 叮 恭喜宿主 完成进度 获得奖励 天地演变 部分医院提前实现 获得奖励 至尊巅峰体验卡三章 获得奖励 诸仙剑阵图 获得奖励 葬天官 接连传来的响动 更是让江明的心中 浮现出了思思的惊讶 葬天官 诸仙剑阵图 至尊体验卡 还有那部分医院提前实现 是怎么一回事 对此 江明立刻便是激动地询问到 系统 解释一下奖励的内容 随着江明的话音落下 系统极具人性化的语音 也是立刻开始了解释 禀报宿主 部分医院 将会以天地演变的形式完成 虽然并不会影响到当前 但是在宿主死后 将会有巨大的好处 诸仙剑阵图 通天大地大地兵器之一 聚集诸仙剑 献仙剑 陆仙剑 绝仙剑四剑可以激活 拥有非四位大地 不可破开之威呢 至尊巅峰体验卡 使用之后 可以拥有十二个时辰的 至尊巅峰静修为 藏天官 无上天道凶煞一宝 完全驱动 具有藏灭大地之能 若是以此官下葬 宿主死后 将会得到极大好处 随着系统的解释一一完毕 江明颇为喜悦的表情 瞬间便是冷淡了许多 看来 这些奖励 更多的是 对于自己死后的好处 其中诸仙剑阵图 虽然自己现在有诸仙剑了 但是诸仙剑 若是不使用体验卡的话 倒是难以驱动 好在 至尊巅峰体验卡 却是足足有十二时辰的时效 这就足够自己去做很多事情了 上一次 自己虽然是动用了 大圣巅峰体验卡 但是只有一个时辰的时间罢了 以至于自己解决了 一部分的祖王之后 就不得不立刻回到宗门 当初自己之所以要展开天幕 让那些祖王们神魂俱灭 最大的目的 就是要威慑这些太古皇族 不然的话 以他们的狼子野心 一旦知道自己命不久矣 怕是就会激起一番腥风血雨了 自己也只有做得足够狠 有足够的威慑力 才能够让他们为此而忌惮 看着系统空间之内 多出了一堆宝物 江明的心思 却是回到了现实当中 命不久矣 老夫此生 却也无悔 怅然一叹 江明副手力 于月下长明 转眼 几天之后 太玄圣地 却是接连迎来了两件大事 一方面 就是吴江剑狱 来了一位剑子传话 并且带来了数之不尽的珍宝 作为送予江明的贺礼 这些珍宝 无不是能够给宗门 带来大量底蕴的宝物 江明也是看在了这些东西的份上 接近了那吴江剑狱的剑子 不过 与其一同来的 却还有一个了不得的庞然大物派来的弟子 那就是星宿神宗的人 虽然江明是在东荒 但是中州的一些庞然大物一般的存在 他们还是清楚的 一连着来了两个浩大无比的宗门 都是带来了数之不尽的底蕴质宝 太玄圣地 瞬间是变得无比的富有 甚至于 有了一种超越了当初邪魔入侵之前的迹象 各种法器 圣药 数之不尽 还有诸多的中州才有的道法典籍 两大宗门更是毫不吝啬 这些宝物 看得江明也是一阵的感叹 中州的大宗门 果然是才大气粗啊 当然 要想理所当然的收下 也必须接见这两大宗门的弟子 为此 太玄圣主专门将东西带到了江明的面前 请示与他 为了宗门 江明最后也是答应了下来 这些日子 宗门已经是拒绝了大量拜访的人 至于这两大宗门的人 江明却是实在拒绝不了了 因为 他们给的实在是太多了 此刻 孤绝风之上 一位身穿新素袍的少年 与一位白衣白袍的女子 站在了江明的面前 在下无将剑玉剑子 钟无焉 在下 新秀神宗外门大弟子 百断子虚 两人之中 那钟无焉话语凌然 颇有气势 反而 倒是那百断子虚 倒是儒雅了许多 江明的心中 也是思考了许久 无将剑玉 皆是剑修 他们来寻自己 他是与诸仙帝剑有关系 而那新秀神宗的到来 倒是让江明猜不到其来意了 戴德见过了二人自我介绍之后 江明也是咳嗽了几下 戴然点头 你们也看到了 老夫老矣 便不多做介绍了 白石 想必你们也知道了 江明取下了捂住嘴巴的袖帕 上面赫然是一点烟红 这一幕 倒是让那两个弟子颇为惊讶 虽然他们来的时候 就已经是听闻了 江明其实已经病入膏肓 命不久矣 现在看来 竟然是真的 并且 江明的实力 也是颇为让二人好奇 大胜巅峰 如今的人族之中 只怕是无人能够出其右 除了某些自封于神院之中的老家伙 或者是某些自斩了一刀 夺起来的存在之外 人族之中 实力最强的人 怕就是眼前这个病烟烟的老头子了 二人微微点头 毅然是败道 前辈无需客气 再下此来 除了要见前辈一面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请求 听到这话 一旁的新秀神宗弟子 却是孝道 在下 也是如此 想不到他们二人的目的 竟是差不多的 这让江明 不免心中疑惑 旋即便是开口道 有什么话 直言便是 听到这话 钟无焉却是第一个开口道 无将剑族有命 让弟子前来 试验一下前不久江明长老 获得的诸仙地剑的真假 当然 我们无将剑狱 绝不会有不轨之心 只是剑族 信念于诸仙地剑有故 故此有次请求 说吧 他物字取出了一柄古朴的长剑 这长剑虽然是无比的腐朽 甚至于锋芒不在 但是 自其中 却是透露出了一丝极为特殊的气息 这让江明 以及周围的众多弟子 皆是一惊 若是老三在的话 只怕就能够看出这件的诡异了 六弟子古行风 第一个开口说道 一旁的楚凡 依然是点头道 不错 叶辰天生剑谷 的确是能够看得出来 随着他们的话音一落 江明道 也是微微点头道 此事 无妨 灵 说吧 江明抬手一挥 诸仙地剑 便是直接浮现于众人的眼前 依旧是那副古朴的气息 仿若一柄 毫不起眼的古老实剑一般 但是 谁都知道 一旦唤醒 这柄无上地剑 其中蕴含的滔天杀意 乃至于是天幕 都能够轻易地展开 只是 随着诸仙地剑出现的刹那 陡然之间 自那吴江剑与剑子手中的古朴长剑之上 却是猛然间迸发出了一股凌冽的气息 煞时间 天地色变 整个孤绝风之上 瞬间席卷诸天一道恐怖无皮的气息 一道惊天剑意 竟是 从其中涌现而出 与此同时 诸仙地剑就好像被唤醒了一般 一股恐怖的赤红杀意 瞬间自剑身之上涌现而出 煞时间 漫天杀念 犹如红霞 滚滚席卷诸天万剑 两道恐怖无皮的剑意 与九霄之上冲撞在一起 刹那 更是迸射出了一股恐怖绝伦的恐怖力量 轰隆隆 随着一身巨响落下 旋即 那恐怖无皮的力量 竟是直接朝着整个孤绝风落下 仿若是要将在场的所有人 全都覆灭于此一般 刹那 所有人都惊呆在原地 他们根本就没有预料到 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股恐怖的力量 似乎是朝着诸仙地剑而来 但是 一旦落下 在场的所有人 都得死 这股力量的恐怖程度 甚至于是达到了当初的诸多祖王一般的圣人之力 不 甚至于比圣人之力 还要强横 嗨嗨 小友 你这莫不是要将老夫这孤绝风 以为平地不成 正是这个时候 江明的咳嗽声 却是响彻耳机 旋即 一只恢弘无比的大手 瞬间朝着天穹一挥 刹那 那股恐怖的气息 便是被彻底的抹去 天地也恢复了长色 诸仙地剑也不再释放杀意 一切都好像从未发生过一般 除了江明刚才的大手一挥 云淡风轻的抹去 这股恐怖力量的手段 实实在在的 让那钟无烟震撼在原地之外 倒也没有其他的了 江明前辈 果然实力强横 在下心悦成佛 至于此事 在下也非有意为之 还望赎罪 此刻 他也是惊呆了 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江明淡然一笑 只是开口道 无妨 这并非你的错 你带来的这剑中 似乎是蕴含着某人的剑意 这股剑意着实厉害 竟是激发了诸仙地剑 四四 其实 刚才危机时刻 江明也不得不动用了一张 大胜巅峰体验卡 反正现在有了至尊巅峰体验卡 大圣巅的体验卡 倒是不那么重要了 故此 江明也是毫不犹豫地动用了体验卡 瞬间抹去了那股剑意 并且 从中感受到了某人的神念存在 随着江明做完这一切之后 在距离此地千万里之遥的无疆剑狱 万剑种类 那尊无上的剑祖大人 此刻也是面带激动之色 仿若癫狂一般的大笑不止 哈哈 诸仙地剑 果然是诸仙地剑 哈哈 他的笑声波及整个无疆剑狱 以至于是整个剑狱之中的无数神剑 皆是在此刻不断地轰鸣 整个灭荒海之上 皆是涌动着一股恐怖的剑意荡漾开来 而另外一面 江明收起了修为 又恢复了那副病烟烟的模样 这下 二人心中所有的怀疑 此刻都已经彻底地打消了 若不是大圣巅峰的实力 又怎么能够拦得住 这一道恐怖无比的剑意 钟无烟心中惶恐不已 迟疑了一下 却也是直言道 禀报前辈 来的时候 剑祖有命 现在就让弟子传一句话 说吧 他清了清嗓子 开口道 还请前辈 到吴江剑狱万剑种一叙 话音一落 江明却是想也没有想地回答道 不去 不去 钟无烟也没有想到 江明居然是拒绝得如此的坚决 吴江剑狱的请求 对于任何一个宗门而言 都是无法拒绝的事情 这一点 至少在钟无烟看来 的确是这样的 但是江明这么想 都没有想过的就拒绝 实在是让他惊讶了许久 但是 放财江明展现而出的实力 却是让他不敢拿出 从前的那副趾高气昂的模样 他能够成为剑子 除了天赋之外 心性各方面 也是绝顶的人才 所以 这么简单的错误 他也绝不会轻易地犯下 弟子也仅仅是将话带道 至于去与不去 全看江明长老自己的心情 说吧 一旁的新秀神宗的弟子 终于是有了说话的机会 江明长老 他先是一拜 玄机便是开口直言道 在下所来 除了问江明长老一句话之外 另外一件事情 便是宣布我新秀神宗 太玄圣的结交联盟 今后有我新秀神宗的拜帖 可随时到我新秀神宗 请求协助 这话一落 江明确实有些愕然 这些人 怎么做起事情来 就好像是未卜先知一样 虽然江明也听闻了 新秀神宗的种种传闻 但是 没有想到 他们这能够未卜先知的能力 竟然是真的 拜帖已经受到 江明长老可以放心 一旁的太玄圣主 此刻也是开口说道 对于这件事情 他也是颇为意外 这个中州的庞然大物 竟然与他们一个 人生的结交 并且 依靠着拜帖 他们随时可以 请求得到新秀神宗的协助 这一点 实在是让他意外至极 江明叹息一声 却是直言道 哎 看来 你们新秀神宗 算是知道了 老夫命不久矣了吧 一句话落下 却是引起了 诸多太玄圣地的长老 与圣主大人 心中骇然不已 江明二世长老 您 您不是大圣巅峰的强者吗 难道还没有办法 延续寿命吗 圣主大人 显然是吃了一惊 原来 他以为江明藏桌 就连这一身的伤势 都是假的 不然的话 若是正常的命不久矣的大圣 怎么会有那么恐怖的实力 但是 这一点他还是猜错了 不错 老夫是大圣巅峰不错 不过 老夫命不久矣 却也是真的 江明淡然一笑 却是毫不在意 似乎他 对于自己的生死 早就看得无比的通透了 这般气简 让众人见了 不免是心中钦佩 但是 一想到江明长老都 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竟然还是为了太玄盛的出手了 这岂不是说 他的寿源 他的伤势 又一次的加重了吗 想到这里 众人更是心中流露出了一抹酸涩 不免是面带极苦的看向了江明 四周 江明的弟子们 此刻也是纷纷一脸的极苦之色 显然 他们虽然是猜到了 却始终是不敢确定 并且 也不敢去问 直到现在 听到这个确切的消息 却是让他们 不免是泪眼朦胧 生死 天命也 你们 不必为了为师伤心 江明看向众人 谈论起自己的生死 就好像在谈及一个毫不相关的人一般 这般豁达 实在是非凡人所能有 江明长老 在下无意冒犯 不过 在下有一句话 却是不得不问 新秀神宗的弟子开口 却是话里有话 说吧 江明府长 直言道 敢问 若是江明长老生死 又会怎么样 这个问题 却是问得十分的奇怪 周围的人 不免是满脸的困惑 而江明长老 却是笑了出来 淡然道 我曾于先古之前 传下修行之法 于先须和白衣女帝论道 于诸天圈养神魔 种下的柳树 曾杀入戒海之盼 在我死后 神魔之主会为我送行 天地为我祈悲 域外青铜骨官落来 将我葬入轮回深处 一席话说来 新秀神宗的弟子 听得是满脸的惊恶 显然 这番话 简直太疯狂了 曾于先古之前 传下修行之法 于先须和白衣女帝论道 于诸天圈养神魔 种下的柳树 曾杀入戒海之盼 在他后 神魔之主会为他送行 天地为他祈悲 域外青铜骨官落来 将他葬入轮回深处 这一切的一切 简直都不可能 不管是他们 还是太玄圣地的众人 面庞之上 显然都流露出了一丝 不自然的神情 新宿神宗的弟子 愣了一会 玄疾便是点头道 江明长老果然是语出惊人 在下记住了 门内长老曾经有言 不管江明长老说出什么 我都必须带回 如此 却也多谢了 说吧 他也是拱手一败 玄疾 两大宗门的人 各自是闲聊了几句话之后 便是拜别了江明 只不过 江明说的话 确实没有人相信 尤其是吴江剑狱的剑子 心中更是无比的困惑 这个江明长老 实力的确是强横无品 但是 这等话 可是连大帝都不敢这么说 他感叹一番 回去的路上 却也顺到四处拜访了一遍 在东荒境内 也有不少与吴江剑狱 同属于上下关系的宗门 其中的几个宗门 他往日有过交情 便是前去拜访了一下 不过 他这一拜访 却是将江明的事情 一一说了出去 只是几天的功夫 江明的近况和这番话 却是传遍了整个东荒境内 此刻 在东荒的一处秘境之内 这里生活着的 却是东荒的诸多妖族 人妖殊途 妖族的守地 却是在东荒之内的一个秘境之中 这是妖族的先祖 所铸救的一处小世界 其中聚集了妖族的各族族长 此刻 诸多的族长大人 聚集在妖族祭坛之处 却是纷纷在商议着什么 听说了吗 太玄的江明 竟然是要死了 不错 此话 乃是吴江剑狱的剑子传出 必然不会有假 哈哈 若是如此 东荒境内 早晚便还是我们妖族的天下 只要这江明一死 人族无圣人 谁人还能够拦住我妖族 此刻 妖族众多的族长 更是满脸的喜悦之色 即使如此 不如立刻联系各大太古族群 商议大事 妖族与诸多太古族群之间的关系 非同一般 甚至于一部分的太古族群 曾经便是太古的妖族 只是后来各自的修行的道不同了 故此才分开罢了 所以 妖族和太古族群之间 素来都是血清一般的存在 而另外一面 在那神城之内 得知了此事的诸多太古族王 无不是满脸的狐疑 此事 到底是真是假 这江明的实力非同寻常 若是搞错了的话 那岂不是一场大祸 显然 因为当初江明在太古皇族之中 所展现而出的手段 实在是太过于惊人 以至于现在的诸多祖王 甚至于不敢轻举妄动 此刻 那参天祖王却是冷笑了一声 直言道 即便是真的 难道现在 你们还敢动太旋不成 参天嘴角抽出了几下 旋即便是开口说道 如等有所不知 星宿神宗 不知道为何 竟是与太玄圣的结为盟友 若是我们对太玄动手 以星宿神宗的力量 只怕 难以抵挡 星宿神宗四个大字 瞬间是让诸多的祖王 头皮发麻 昔年 吴辈曾经听闻 星宿神宗的人 行走天下 与人告知天机 却从不收取报酬 只等到预言实现 这才回来收取报酬 这么多年来 星宿神宗 在整个天玄世界中 更是留下了 不知道多少的手笔 堪称奇迹 若是他们动手的话 只怕 的确是十分的棘手 东荒人族 的确是没有任何一尊圣人 但是这事情 到了中州 可就说不定了 毕竟 人族可是曾经统一万族的强大存在 只是因为绝邻时代的到来 从而渐渐的衰弱了下去 东荒也只是因为 东荒是所有区域之中 灵气最薄弱 最平级的地方 这要是放在中州 太古皇族 的确是不敢与这些存在了 与他们一样悠久 甚至于是比他们 还要悠久的浩瀚宗们 星宿神宗的插手 的确是让诸多的太古族群 颇为忌惮 但是 参天祖王此刻 却是冷笑道 那江明斩杀了我们如此之多的祖王 无被又岂能如此轻易的作罢 哼 江明死后 我们大可以静观其变 一旦时机成熟 再动手 也不迟 参天虽然是忌惮星宿神宗 但是他 忌惮江明 更甚于星宿神宗 因为 江明的实力 实在是太恐怖了 这在这个绝灵时代之中 简直就是逆天的存在 甚至于 是在太古时期 大晟巅峰 都是为数不多的天地强者 所以 在没有绝对的把握之前 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 参天前辈所言极是 我们静观其变即可 反正 那江明重伤 流传已久 看来是假不了了 哈哈 如此大敌 竟然是寿援将近 看来 真的是天佑我太古皇族 此刻 神城之内 更是一片欢腾的气息 显然 江明的死 对于他们而言 是一件极大的喜事 不过 江明的情况 传遍了整个人族之后 却是让几乎所有的宗门 以及大势力 都为之担忧不已 想不到 江明长老重伤已久的事情 却是真的 而且 他似乎命不久矣 若是他先是 只怕 太古皇族的人 会再起纷争啊 道眼圣地 众多道眼圣地的长老们 此刻纷纷是满脸的愁苦之色 感叹着世事的不公 唉 为何我人族的强者 偏偏是寿援将近了呢 说不定 上一次江明长老出手 也已经是冒着 游禁灯窟的风险了 如此说来 江明长老 竟然是为了我们人族 连命都不要了吗 此刻 众人的心中 对于江明的看法 223瞬间 又是提到了不少 那伟案的身形 一箭斩杀 十位祖王的强横手段 如今想来 似乎也是迫不得已啊 是啊 江明长老 如此的展现强横的手段 看来 是为了我人族着想啊 若不是他将那十位祖王 错古扬灰 让他们神魂俱灭的话 只怕太古族群 已然有了动静了 唉 但是 展开天幕 又是何其的耗费法力 江明长老本就受缘不多 如此一来 他岂不是 更要 说到这里 众人也是说不下去了 不过 听说 在他死后 神魔之主会为他送行 天地为他祈悲 域外青铜骨关落来 将他葬入轮回深处 这些话 也随着无将剑鱼的剑子传了出来 众人一听这话 也是纷纷摇头 这怎么可能呢 即便是大帝 也未必可能吧 这些话 我们听一听就算了 别太当真 不管怎么说 江明长老救下了大家的性命 不管是谁 都不愿意在这个时候 去质疑江明长老 只当是听了句玩笑话 并不在意 早便听闻江明长老习好吹嘘 这些话 他们倒也不意外了 只不过或多或少的 大家都记住了这些话的内容 不光是他们 几乎整个东荒 也都是有不少的人 一轮纷纷 有的人说 这话实在荒唐 不置可否 也有的人觉得 或许真有这个可能 毕竟世界之大 无其不由 当然 说这话的人 也都是当做玩笑一般的说着 似乎就连他自己 也都不太相信似的 但不管怎么说 整个东荒的人 似乎都记住了这些话 在他死后 神魔之主会为他送行 天地为他祈悲 玉外青铜骨关落来 将他葬入轮回深处 这世上 真的有轮回吗 在这个浩瀚天地之间 有着太多的隐秘 不少的人 都对此浮想连篇 此前发现的神话时代 更是让众人 觉得轮回的存在 是极为有可能的 但毕竟谁也没有见过 便是强如大地 却也没有人 敢说轮回真的存在 只是 江明却是敢这么说 这就让他们的心中 怀了一丝希望 虽然他们依旧是 不相信江明的话 但是 对于江明所说的这些 他们却也是感觉 或许 也不全是假的 随着江明的事情 越发地在东荒 引起震动 一时之间 诺大的东荒 更是有不少的人 心中生出了恐惧 似乎就像是一下子 从山峰跌到谷底一般 原本是可以安然无恙的人族 现在又要面临着 巨大的威胁 这让东荒的人族 不免是心中悲凉 想不到人族 唯一的一位强者 竟然是寿源将近 如此一来 那些摆放太玄的人 就更多了 众人纷纷是拿出了宗门的底蕴 想要用各种疗伤圣药 以医治江明的伤势 但这又何其艰难 江明自然是一一回绝了 毕竟 他自己的伤势 他自己再清楚不过了 这已经触及了自身的本源 除了不死药这一类的无上之宝 根本就起不了任何的作用 所以 这些日子以来 江明却是独自待在孤绝风 与众多弟子 享受着天伦之乐 苏莱将他们当作 自己孩子看待的江明 感受到了 这是自己来到这个世上 千年之间 最快乐的一段时光之一 他也会不时的感慨 时光的流逝 另外 他也是在担忧着 若是自己走后 东荒的局势 将会如何的风云巨变 而与此同时 在东荒及东之地的某处生命禁区 这里 纵横数十万里大地 了无生息 遍地皆是海谷并存 漫天的黄沙滚滚 土地化作荒漠 高山露出山石 任何的一切流水 都带着致命的沼气 几乎没有任何人 能够在这地方生存 除了一些妖魔之外 这里 剩下的 就只有恐惧 在东荒 这里被称之为黄泉禁地 传闻在这黄泉禁地之内 蕴含的有一道幽冥黄泉 自其中荡漾出无边的死界 任何的生物 处之即死 这个禁地 素来是没有任何人敢踏入其中 因为这里并不存在任何 能够被人所寄予的宝物 反而 只有一片肃杀之意 漫天的黑雾 遮天蔽日 一整年 见不到任何的一缕阳光 照耀在此 整个禁地之内 更是焕发着阵阵奇异的幽光 四处游走的邪魔不断 稍有不慎 便是会被其侵入体内 心魔大作 从而走火入魔 化作邪魔 几乎所有神王以下的修士 在这里 都没有存活的机会 但是今天 这个几乎 常年没有人光顾的生命禁区 却是迎来了一个龙兽人参的祖王 这个人 若是人族在此 定然能够认得出来 他便是当初 曾经与江明搭话的祖王之一 幽选祖王 他的周身 涌动着丝丝的圣灰 在这圣灰的照耀之下 任何的邪魔不得入体 并且 他这一路走来 更是三步一拜 满脸的虔诚 足足是走了半个月的时间 才走到了最后的一个山谷面前 这整个山谷之中 都焕发着一种奇异的妖野子芒 其中 一种说不出来的诡异味道 让人心中发出 任何人见到此地 第一反应一定是桃李 但只有这幽选祖王 此刻 却是满脸的喜悦 终于到了 说吧 他终于是快步走进山谷 与外界不同的是 在这个诡异的山谷之内 进入其中 竟然是豁然开朗 整个山谷之内 更是蕴含着无穷生机 遍地的花鸟树木 林木起伏 绿意盎然 这场面 不管幽选见过几次 他都会露出一脸的震撼 想不到 在这存在的幽冥黄泉的浩瀚死期 生生将此地与外界隔绝 以至于在这其中生死不再 与世长存 他说出了这里的一个巨大的隐秘 在这山谷之内 因为有着幽冥黄泉的存在 滔天的死气 竟然是将这山谷之中的所有生机 死气困在其中 既不会消失 也不会变化 甚至于 这些生机死气 宛若是冻结了一般 彻底的凝固了起来 在这其中的任何生命 其实都已经是存在了 不知道多久的事物 但也是因为 一直保持着冻结的状态 这些生灵虽然是长存 但却是根本没有修炼成形 得到成果的机会 换句话说 一切事物 在这里面 都不会产生太大的变化 在这其中 一位自太古时代 便长存于世间的大能 便活生生地 在这个世界之中 冻结了数十万年 其乃是太古之时 自斩一刀的至尊 乃是超越了准地 号称有缺大地的存在 虽然其真正的修为 并非是真正的大地 但若是这位先祖 一旦出世 届时别说东荒 便是整个中洲大地 几乎都无人能敌了 不过 当初他寿源将近 为了逃避那冥冥之中 存在的生死注定 他便来到了这处 冻结了一切的山谷之中 而这山谷 在太古时候 曾经有个十分响亮的名字 中焉之谷 万事万物 中焉于此 一旦其走出这个山谷 也是极有可能 会引动天道的力量 降下量衰之劫 彻底地覆灭他的生命 此刻 优选祖王来到了山谷之前 走了不多时 便见到前面的山剑处 一条蜿蜒而去的溪流之旁 一棵枯木柳树之下 一位白衣若雪的老人 正于溪边垂掉 优选拜见先祖大人 见到了这个老头之后 优选也是毫不犹豫地 直接跪拜了下来 以他祖王的身份 素来也只有别人跪拜他的可能 从未有过人 能够让他如此地敬重 以至于是从这山谷之外 便三步一拜地走来 老头的面庞之上 除了额头之处 有两个凸起仿若龙脚一般的地方之外 再无任何一处 与人族不同 实力到了他这个地步 早已经可以做到 与人族无异的地步了 此刻 他缓缓地起身 却也是露出了一脸的倦怠之色 漠然开口道 幽玄 你不在神城待着 到老夫这里来 做什么 莫非你不记得 新年老夫下的禁令 若非是我太古皇族 遭遇生死存亡的大难 绝不能打扰老夫的清闲的吗 他不过是短短的一句话 甚至于 任何多余的动作都没有 但是光是一句话 就已经让那幽玄祖王的浑身 一股无形的压迫 自那老头的身躯之上 淡然地流露而出 虽然仅仅只是 极为细微的一丝气息 却也是让他感觉到 莫大的危机 如临大祸 陡然间 他更是满头的冷汗 急忙开口道 先祖大人有所不知 如今我东荒的太古皇族 的确是遭遇了 生死存亡的大难 随着他的话音一落 那老人的眼中 这才缓和了几分 玄机道 如何 如等祖王出世 莫不是还会有什么 人族圣人出世不成 虽然他在这禁敌之中 但是外界的事情 他还是能多多少少的得知一些 至于到底是用的何种手段 这却是无人得知了 先祖有所不知 人族之中 竟然是有一尊 大圣巅峰的强者出世 曾于神城之内 吐露我太古皇族十四位祖王 实力非同一般 幽玄皱了皱眉头 玄机继续说道 并且 听闻此人似乎是寿源将近 只恐怕 在他死前 为了让人族不留后患 他恐怕 会对我们太古皇族下手 届时东荒境内 却也无人能够拦住他了 那有缺大帝听闻此言 却也是一脸的疑惑之色 人族竟还有大圣巅峰的强者 如今 这绝邻时代之中 别说是大圣 即便是圣人 也难处一人 人族 莫非是有什么先祖之辈 封印至今 此人叫什么名字 以这位有缺大帝的见识 任何一位人族 可能成为大圣巅峰的人 或者是已经成为大圣境的强者 他心中都有人选 不过 这些人不是早已经死了 就是在万族的纷争之中战亡 人族的处境 实际上是非常的糟糕 但这忽然冒出来一尊大圣境巅峰的强者 这实在是让他心中颇为意外 此人名为江明 乃是太玄圣帝的一个长老 至于来历 我们却是一概不知 听到这话 就算是这位有缺大帝 却也是愣住了 江明 太玄圣帝 难道此人与西年的人族大帝 江上一族有关系 并不是 回禀先祖 传闻此人 来历不明 只听闻 他好像是从那仙目禁地之中走出 却也是不知道为何 随着幽玄的解释 这位有缺大帝 却也是宁眉道 罢了 莫管他是什么来历 此人或许是即将陨落不假 但是 不应该会这么快 很有可能 他这一次 不过是假传消息罢了 若是大圣巅峰的强者 即将命运之时 却也无法发挥出过往实力的百分之一 更不要说 能够斩杀十四人祖王 这位有缺大帝 却是冷笑几声道 既是如此 如等静静等候便是 何须慌张 待得此事结束 老夫 或许也有了离开此地的办法了 听到这话 幽玄不免是面带喜色 开口道 先祖大人找到了遮掩天机的办法了吗 实际上 到了他这个修为 寿元达到之后 却并非是老死 而是要经历天人武衰 被天道降下量衰之劫 一步步的衰落至死 好在 他在量衰之劫降临之前 提前来到了这个封印了 一切生机死气的中烟之地 才得以保留 长存于世 这么多年以来 他一直在寻找着 能够遮掩天机的办法 现在 他也快要成功了 不错 届时 只要老夫成功 带着出世 这整个天地 就都是我们太古皇族的天下 十万年了 莫说 这小小的东荒 中州 吴江剑狱 还有那该死星辰神宗 都得死 本尊幽冥写尊的名号 会让他们所有人 都回忆起太古之时的恐惧 此刻 他满脸的狂傲之色 更是看向苍天 镇壁一会 似乎是要将这天地 都纳入自己的怀中一般 自斩一刀的 有缺大地 修为已然是这个时代里面 最为恐怖的存在 这样的大能若是出世 那么整个太古皇族 都将会迎来有史以来 最为可怕的鼎盛期 到时候 什么大圣巅峰 什么人族圣体 都不在话下了 幽写此刻满脸的狂喜之色 也是急忙点头道 既是如此 那我便回去 让诸多祖王一并准备 有缺大地 微微点头 倒也是继续垂掉 只不过 在他的脚下 那一片河流之中 竟然是心罗其部 漫天的繁星 仿若坠落其中 数之不尽的大搞星辰 竟是成为了他钓鱼的鱼饵 一股恢红且浩瀚的气息 自那河流之中荡漾而出 让他不免是心中骇人 幽选祖王话语不多 聊了好 只是静止离开了此地 不久之后 诸多的太古族群 便是各自纷纷闭关不出 显然是安分了一般 这样的场面 也让妖族的人猜测不已 他们大概也猜到了 这太古皇族的打算 是想要等到江明死后 再静观其变 但不管怎么说 如今的东荒境内 几乎所有的大势力 都是在摩拳擦掌 神成一世之后 太古皇族的人 便是躲在了各自的领地之内 不敢离开 甚至于还动用了 上古时期流传下来的护法大阵 墨帝也仅仅只是为了 防止江明提前将他们铲除 好让人族不会留有后患 这一点 是众多太古族群 最为担忧的事情 一旦江明大开杀戒 整个东荒境内的太古族群 只怕是要实不存一 到时候 即便是那位有缺大帝 成功地离开了中焉之地 却是无力回天了 族群不在 他要保护的东西 自然也没有了 现在的太古族群和妖族 纷纷都是处于一种 安分守己的状态之中 而人族这边 也是颇为担忧 因为这似乎是风雨 遇来之前的一场场宁静 实在是太过于安分的太古族群 让他们怀疑 一旦江明死后 便会有一场 席卷整个人族的大难发生 这很难让他们 不心中担忧后 故此 在道眼圣帝的牵头之下 不少的圣帝 古族 以及人族之中 拥有地气的一些族群 此刻也是打算拜访江明 不管怎么说 他们都要亲眼看看 江明长老 到底是不是真的如传闻一般 命不久矣 数天之后 众多的东荒势力 也都是纷纷前往太玄拜访 在太玄圣帝的义士大殿之上 各大宗门的长老等人 齐聚一堂 纷纷是询问着太玄圣主 太玄圣主 不知道江明长老近况到底如何了 此前听闻江明长老伤势颇重 并入膏肓 难道我们拿来的那些疗伤圣药 确实没有半点作用吗 是啊 江明长老的伤势 已经这么严重了吗 我们心中实在担心 还请太玄圣主 让我们见一见江明长老吧 诸多的圣地长老 古族祖老 此刻无不是心中焦急不已 叹息一声 太玄圣主也只能是开口道 既是如此 还请诸位随我来吧 太玄圣主淡然开口 玄机便是带着众多的圣地长老 以及古族祖老们 前往孤绝峰 孤绝峰之上 六弟子古行峰 确实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但见到一位满脸铭刻着符纹 身穿漆黑长袍的中年男子 看向古行峰与江明二人 面庞之上 却是带着一抹感慨之色 江明长老 许久未见 不曾想你的伤势 竟是如此的严重了 来人倒也不是别人 正是古族之人 此刻 古行峰皱了皱眉头 玄机开口道 二叔 你来这里做什么 符文一族的力量极为特殊 以至于是这古行峰的二叔 躲开了太玄圣地的护宗大阵 直接来到了孤绝峰上 竟然都没有任何人察觉到 老夫前来 是为了拜见 这位江明长老 他倒也毫不掩饰 直接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族长有言 叫我前来 送予太玄圣的一道福音 并且拜访江明长老 虽然古行峰此刻 是一脸的如临大敌的模样 但是江明却是感觉得到 他的这位二叔 此刻并没有丝毫的杀意 这要是换作从前 他刚刚收着古行峰为弟子的时候 这个家伙 可是差点与江明打了一场的 当初 古行峰逃出古族 在那中州的一处境地 荒兽谷内遇到危险 索性的是 江明当初游历天下 正好是遇到了 被荒兽追杀的古行峰 在顺手救下了古行峰之后 将223名与古行峰座谈了一夜 他如今倒也还记得 那是个种下之夜 篝火劈啪犹如繁星点点 一脸羡慕的古行峰看向江明 这样询问道 如前辈 这样的修行者 在外界还有许多吗 江明淡然开口 直言道 天下人族 大多如此 怎么 你未曾出过家门吗 说吧 江明顺便开口道 以老夫官你资质 却是一个绝顶的修炼天才 以你这份天资 为何不投意宗门 拜以仁为师 寻先练道 古行峰当时迟疑了一会 玄疾便是 说出了自己的来历 前辈有所不知 在下乃是符文一族的族人 一生都不得离开族内 必须试带守卫生命禁区 说吧 他抬起了自己的右臂 在他的右臂之上 一枚铭刻着奇异能力的符文 正是符线出 在月光之下 那符文呈现出一种洁白之色 十分的神异 江明能够感受得到 其中所蕴含的神庙力量 也曾经听闻过 符文一族的存在 这样的族群 往往会出现在一些 自太古之前 就已经存在的可怕禁地之外 世世代代 守卫禁地 除了不让禁地之内的东西出来之外 最重要的 还不允许禁地之外的人进去 这样的禁地 在整个天旋世界中 虽然并不算多 但也有上述十个之多 并且 这每一个禁地 都是堪称生命禁区的恐怖之处 一般的修士 根本不敢靠近 江明看着他小小年纪 还未见过外面的世界 便要哭首一声 在那族内 终其一生不得见天日 不免心中感叹 难道 你就没有想要离开的想法吗 哦 老夫差点忘记了 你现在就逃出来了 古行锋皱了皱眉头 却是直言道 有这道符印在 不管我逃到那里 都会被族人抓回去 并且 听闻父亲说 我是下一任的符文之灵的候选人 所以 我就更不能离开了 的确 当初江明光是查看古行锋的外相 就已经察觉到了 他的天赋之高 后来带着江明仔细查看之后 更是发现 看 这古行锋的修炼资质 更是堪比三弟子的那样 身具剑骨的存在 天大地大 何处不能去 若是这一道符印在 老夫便帮你毁了他 人都是自由的 谁也不能阻拦一个 追寻自由的人 江明的话 现在他自己回想起来 都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因为这样的话 说的实在太过于片面了 人的确是自由的 但是没有担当的人 就会误入歧途 没有责任感的人 不愿意为了某些重要的事情 而舍弃自由的人 是一个十分不堪的人 现在的江明便是如此 他虽然是身负重伤 可是为了东荒人族 他依旧是站了出来 一人斩杀十四尊祖王 让整个东荒的太古皇族 为之震撼 还有当初邪魔入侵之时 江明之所以如此奋不顾身 为了宗门不惜重伤 也是因为太玄盛的 对于他而言 是在这个世界的家一样的存在 不过 当时的江明并没有想这么多 虽然费了不小的力气 但是江明还是帮古兴风 抹去了这道符印 让他得到了追寻自由的能力 接下来的事情 就是江明带着古兴风 回到了宗门 亲自教导了他几百年 也好在 他是江明的弟子 跟着江明 也是渐渐的朝着正确的方向 成长了起来 如今 也算是宗门之内 不弱于任何一位长老的强者之一 虽然比不上处凡 作为人族圣体的强悍 但是众多弟子之中 古兴风绝对能够排得上前列 此后 江明也曾经与古族的人 有过几次接触 虽然好几次都差点打了起来 但最终也算是有惊无险 不管怎么说 江明当初救下了古兴风的事情 也让古族的人很是感激 再加上他多年的教导 古兴风也渐渐的成长了起来 这让符文一族的人 虽然并不是很认可江明 但却是让古兴风 继续待在太玄圣地了 毕竟 符文之地中 符文之灵的候选人 不止古兴风一人 作为他父亲的族长 也仅仅是希望他能够过得好 在看到古兴风一切无恙之后 便也是不再多管了 江明收回了自己的记忆 转而看向了眼前的此人 若是江明没有记错的话 他的名字 应该是叫做古月 此人乃是古兴风的二叔 是这一代的符文之灵的掌控者之一 实力强横无比 当初的江明也没有看出来 此人的实力到底是有多强 当然 现在江明没有动用大胜巅峰体验卡 自然也看不出来 古月道友 这一路辛苦了 楚楚 看茶 随着江明开口说道 江楚楚也是急忙侦查倒水 安排他坐下之后 古月这才开口说道 其实 我此次前来 是为了见一见传闻之中的人族 镇族至宝 诸仙地剑 听到这话 江明也是眉头一皱 镇族至宝 这样的话 他显然是没有听说过的 一旁的古兴风听罢 也急忙是对江明解释道 师尊 您有所不知 在符文一族中 有一些不曾流传外族的古籍 其中就记载了 关于这人族镇族至宝的传闻 而诸仙四剑便是其中之一 不过 光是听一听 江明也明白这是个什么意思 足以镇压人族气韵的至宝 怪不得 诸仙剑阵 号称是非四尊大帝不可破开的天下第一大阵了 原来这诸仙地剑的来历 如此的不凡 不过 江明一想到当初吴江剑狱的人来之后 却是引动了诸仙地剑的震动 看来 古月前来 倒也不出预料的 会导致这样的下场了 叹息一声 江明也是取出了诸仙地剑 开口淡然道 请 随着江明话音一落 下一秒 自那古月的掌心 却是陡然之间浮现出一条奇异的锁链 这锁链出现的刹那 整个天穷 煞世间变阴暗了下去 乌云席卷 滚滚天穷亿万里 雷云翻涌 仿若是大劫将至一般 系统 使用大圣巅峰体验卡 江明也是毫不犹豫的 立刻使用了体验卡 三张大圣巅峰体验卡 就这么消耗完了 下一秒 随着那古月手中的锁链 缠绕上 捆住了诸仙地剑的第一时间 轰隆 轰隆之上炸裂开来 只是刹那 整个孤绝峰席卷方圆百里 一股恐怖的气息 仿若是大祸将至 万里天穷雷云轰击而下 滚滚天穷 更是有无数的阴风怒吼 恐怖无匹的杀气 瞬间自诸仙地剑之上涌现 善 此刻 江明长明一声 却是抬手一挥 煞世间一股圣洁无比的圣灰 瞬间将整个孤绝峰笼罗罩在其中 让其不受到这股可怕气息的侵扰 谷月见状也是瞳孔猛然一缩 惊讶到 想不到江明长老大胜巅峰的实力 竟是真的 江明苦笑一声 却是开口道 谷月道有 老夫知道 你们古族素来不待见老夫 可 也没有必要下如此狠手吧 此刻 江明也是彻底地看清楚了 谷月的真正实力 半步大圣境 这恐怖的实力 足足是与那参天祖王差不多了 甚至于 因为符文一族特殊的能力 他的实力 恐怕还在那参天祖王之上 可惜的是 符文一族的人 素来不插手外界人族的事情 所以 当初古行峰虽然是回族求援 但是族内的人 却是开口拒绝了 对于符文一族而言 唯有守护生命禁区 才是唯一的目的 甚至于要世世代代 不得擅自离开 这 也让江明颇为疑惑 到底他们守护的是什么 为何这些生命禁区 不允许人族的进入 他们做的 虽然是守护人族的事情 但是 他们往往 也因此不尽人情 根本就不在乎外界人族的生死 到底是什么东西 竟是如此的重要 以至于是他们要如此谨慎 江明的心中 却也是涌现出了思思的疑惑 此刻 古月手中的那条锁链之上 让江明察觉到了天道的气息 似乎 并且 这锁链根本就不是任何的道法 或者神通 而是一种极为特殊的存在 这种力量 只有触及到圣人境界 才能够被人族的修士所触及 法则 江明默然开口 也是让古月微微一惊 想不到 道友倒是能够看出 我符文一族真正的力量 不错 这正是法则之力 与江明等人族修士 所追寻的天地大道不同的事 法则之力 是困于天道秩序之下的一种力量 这种力量 主宰了世间万事万物的诞生与存在 所以 换句话说 这种力量 十分的恐怖 几乎是代表了天道最强大的力量 而他们符文一族 竟然自小就开始修炼这种力量 这一点 更是让江明心中感叹 真的是世界之大 无奇不有 符文一族 果然是名不虚传 道友谬赞了 人族追寻大道 更是长远的道路 我们 不过是有重任在申罢了 一番对话 却是让四周的诸多弟子 听得颇为疑惑 什么大道 什么法则之力 这些 在他们听来 都颇为神异 好了 随着古月收回了手中的法则之力 煞石间 天地一变陡然消失 在那诸仙古剑之上 却是多出了一条细微的裂纹 片刻之后 哗啦啦的一声清脆响动 那诸仙地剑 更是直接破裂开来 陡然间 一股恐怖的剑气 煞石间席卷八方 轰隆隆 刹那 整个泰玄圣地 都被其震动 这 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这股恐怖的剑意 难道是诸仙地剑 昔日 去往神城的众人 至今还是历历在目 那诸仙地剑的恐怖威能 然而下一秒 诸仙地剑竟然是朝着半空之中 横飞而去 转眼 并是停滞在了整个泰玄圣地的半空之上 一股气概八荒的恐怖气息 不断地自其中蔓延而出 显然 当那一股恐怖无比的剑意出现的瞬间 所有人都惊呆在了原地 只见到自孤绝风而起 连贯周围数万里大地 几百公顷的山川大地之上 无不是涌现而出一股极为特殊的符纹之力 纷纷是化作了一条条赤红色的锁链 不断地蜿蜒而去 那巨大的锁链 犹如苍龙自太古苏醒 凶猛无匹地拔地而起 冲向天际 刺入青天之上 仿若是这天都要被其所封印 然而江明却是无比的清楚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封印的力量 相反 这是一种释放的力量 它所释放的 是这诸仙地剑之中的万千沙翼 剑气 而这股沙翼剑气 更是护卫在整个泰玄圣地的周围 形成了一个极为特殊的护法大阵 之所以竖其特殊 是因为这护法大阵的根基 竟是由整个泰玄圣地周遭万里的一切生灵所提供 而且是众多生灵的气韵生机 这与寻常的阵法完全 寻常的阵法 或是用阵骑 或是用符转 或者是施以各种静止 但唯独这个护法大阵 却是直接引动了诸仙地剑 镇压整个泰玄的气域 并且以泰玄的气韵生机为根基 换动这诸仙地剑中 近乎无穷无尽的杀一剑气 甚至于可以说 只要这护法大阵之中的泰玄众人愿意 甚至于凭借他们的意念 便可以一起激发这护法大阵 并且动用这些杀一剑气 其威力 甚至于是 不亚于任何一剑准大圣气的完全激活 这也就是说 整个泰玄就等于一尊准大圣级别的强者存在 当然 这需要所有人都一起引动这护法大阵 才能够做到 但是光是准大圣级别的防护大圣 依旧是让江明有所担忧 毕竟 太古皇族 虽然是只有一尊准大圣 但是谁又能够保证 在他们的背后 是否还有更为强大的存在呢 也是因为如此 当初在神城 江明手下留情 仅仅只是斩杀了十人 便没有再动手 只是因为 当时若是赶尽杀绝 只怕要引动他们太古皇族的先祖出动 届时 就无法挽回了 看到诸仙帝剑浮于上空 形成了这浩大的法阵 江明心中 也是流露出一抹感激 多谢古月道友助我泰玄 古月笑了笑 也是直言道 江明道友不必客气 以你现在的伤势 却依旧是愿意动用力量 挽救人足于水火 该让人感激的 是你才对 我不过是做了一点小小的帮助罢了 说吧 古月这才起身道 我符文一族 因为在古时有约定 不能太过于帮助外界的人族 现在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些 法则的力量 不能轻易地流传而出 江明道友 就此别过了 古月说吧 整个人便淡化在天地之间 仿若是从未出现过一般 这般悬傲的举动 更是让不少的弟子 嘖嘖称奇 一旁的古行风 也是一脸苦笑着说道 想不到我这三叔 也是有人情味的 在他的记忆里 这个古月三叔 向来都是一副冷冰冰的模样 除了对于自己的家族之外 永远都是毫不关心 中年守在一个树洞之中 苦修了数千年的时间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 堪称是活化石一般的老家伙 现在所做的 却是对于人族 有极大帮助的事情 对于太玄 有极大帮助的事情 这实在是让他意外 正是这个时候 山下急急忙忙赶来的众人 却是以一脸的惊恐之色 江明长老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是啊 江明长老 莫非是太古皇族的人 来找麻烦了 这不应该啊 他们不是才吃过大亏 众人正是惊疑未定 江明也只好将方才发生的事情 一一地解释了一遍 听到江明的解释 众人这才是松了一口气 原来是这样 这护法大帧 当真如此悬殴 这可是地气 引动地气为阵机的大阵 还会有假 其实 若是以江明的实力 来催动这个大阵的话 甚至于可以达到 准至尊级别的恐怖力量 但是 现在他使用的 只是大胜巅峰体验卡 时间只有一个时辰 众人先是感慨了一番 随后 这才是想起了自己的来意 不少的人 纷纷是朝着江明看去 小心翼翼地发问道 江明长老近况如何 可有感觉身体不适 是啊 我们听闻江明长老伤势加重 也是连忙赶来探望 我人族 可不能没有你啊 江明长老 我们准备得有一些疗伤药 还请你收下才是 四周 不断包围上来的众人 眼中满是担忧 此刻看着江明的身躯之上 愈发严重的衰老气息 弥漫开来 那并奄奄的身躯 甚至于仿若是一阵风 都能够将其轻易地吹倒 再加上江明时不时地咳嗽 以至于是叠血不断 这样的场景 大家也是心知肚明了 这甚至于不用多问 在场的众人 就已经知道了江明的伤势 显然是 已经达到了那种 无法挽回的地步 这似乎 已经是伤及本源了 老夫没事 诸位也无需担忧 至于疗伤药 现在的老夫 也用不上了 你们还是自己留着吧 江明淡然开口 似乎毫不在乎自己的伤势 众人此刻 不免心中一阵酸楚 想到当初在神城的时候 江明是何等的威风八面 气概八荒 一人震杀十四人祖王 潇洒离去 乃至于是那天幕 都被旗舰展开 让那太古祖王 神魂俱灭 这等人族强者 这等气魄 可谓滔天 但是现在一看 他似乎又和那个 命不久矣的糟老头子 没有区别了 甚至于 他的伤势 看起来更加的严重 脸色更加的惨白 虽然精神还算不错 但是气血 却是一点点的衰败下去 众人心中纷纷以为 是当初江明强行动手 伤了自己的气血 才导致他现在的伤势加重的 想到这里 众人心中更是惭愧不已 哎 若是我等拥有如江明长老 这等实力的话 又何苦让江明长老耗费本源 加重了伤势啊 我等 真的是无能 可惜我人足一万 却是无一人能够 企及江明长老的境界 如今江明长老如此重伤 今后 我人足又该何去何从 该死的太古皇族 若是我人足 有西年太古时期的 风华绝代之才 又岂会畏惧他们 哎 众人此刻接连的叹息 除了对太古皇族的恨意之外 更多的却是对于自己的无能 而感到惭愧 他们纷纷是看向江明 原本就已经是病入膏肓的江明 为了东荒的人足 竟然还是动用了自己的力量 伤了自己的气血 亲手斩杀十四尊祖王 这一点 换作他们任何一个人 只怕都是远远做不到的 大家也不必担忧老夫 生死有命 老夫虽是出手 但为伤及气血 再者说 人足危难 作为人足一员 老夫自不会袖手旁观的 江明淡然地说道 这是实话 但是在其他的人听来 却是变成了 江明对于他们的安慰 想不到江明长老都伤成这样了 竟然还想着说这样的话来安慰我们 哎 我人足有如此的大能 为何老天却是如此的不公 不能让他多活一些时间呢 想不到江明长老竟是如此的高风亮节 昔日之举 甚至于是力挽狂澜 救我人足于水火之中 而现在 江明长老竟然是丝毫不拘公自恶 哎 亏我此前 还说江明长老是什么爱吹牛的老头 现在想起来 真是惭愧死了 江明长老 还请受我一拜 江明长老 此前多有得罪 还望您不要怪罪才是 江明长老 此刻 众人也是心中感慨 纷纷是朝着江明败谢 当初江明走得着急 之后又一直没有机会见到他 现在终于得见 众人心中怀着的感激 皆是在这个时候 得到了释放 一时之间 整个孤绝封赏 聚集着的这些各大圣地 古族的长老 族长 乃至于是圣主们 更是纷纷败谢 这幅场面 实在是千年罕见 莫说是这里的人 已经差不多是整个东荒境内 全部的人族大势力了 灵囚仙花 就连这些在常人的身份 随随便便拿出来一个人 都是明镇一方的大人物 可也就是这些大人物们 此刻在江明的面前 却是纷纷都犹如一个后生一般的 无比的恭敬 这样的画面 让一旁的太玄圣主看在眼中 心中更是无比的感慨与出动 他自己也不曾想到 自己门内 这位资历最老的长老 往日里看起来 也只是一副喜好吹嘘的样子 至于他的实力 虽然也算得上是中流砥柱 但绝对不能说是绝世高人 如今 自神城之战之后 江明所展现而出的恐怖实力 早已经是让整个东荒境内 都为之折服 这一点 是太玄圣主从未想过的 谁又能够想得到 自己宗门之中的一个 并不算起眼的长老 竟然是大圣巅峰的强者呢 手握诸仙地剑 轻而易举的 就从数十位太古祖王的手中 夺回了人族的诸仙地剑 并且 还亲自引动了诸仙地剑之中 那恐怖无比的剑意 漫天杀意 滔天剑气 犹如是梦回太古 人族鼎立于万族之上的时候 这样的一切 让无数的人族为之振奋 让所有的东荒人族 为之感慨 但是 江明的伤势 却并不是假的 现在太玄圣主多么希望 江明的伤势是假的 而他所吹嘘的那些话 全都是真的 这一切 要是反过来的话 那该有多好 自然 在太玄圣主看来 江明长老固然是来历巨大 甚至于有可能 见证过神话时代的诸多典籍 实力也是强横无比的存在 但是 至于是什么曾经于神话时代之前 立下道统 传下修行法之类的事情 他还是不会相信的 这样的事情 太过于震撼 就算是大帝 也未必敢这样说 就算是大帝这样说了 也未必会有人相信的 所以 是真是假 太玄圣主已经不愿意去追究了 诸多的东荒人族 也并不愿意去追究了 他们都知道 江明为了人族 更是不惜拖着自己这重伤的身躯 一战成名 即便是他现在躺在摇椅之上 看起来是那样的虚弱 可他依旧是相反设法地 安慰着众人 让他们不要为了自己担忧 他这样的高风亮节 更是让人钦佩不已 就连救下整个东荒人族的 这等大功劳 他也不曾有过任何的鞠躬自傲 依旧是一如既往的平易近人 这一点 无论是谁 都是看在眼里 心中无比敬佩的 甚至于 此刻在场的不少人 甚至于是想到了 江明长老说过的那些话 他们纷纷是想 要是那些事情是真的 那该有多好 这样 江明长老就一定会有不死的办法 东荒人族 就不必再一次的陷入 任人宰割的局面 但是 这样的期盼 终究只是期盼罢了 江明现在的情况 他们已经不用过多的询问 只需要用肉眼一看 就已经什么都明白了 那满头苍苍的白发 一脸的皱纹 眼中的浑浊 身躯上厚重的死气 百至于是在江明的身躯上 已经出现了道道的黑斑 这是将死之人 才会出现的情况 那越发枯搞的模样 更是让不少人的看上一眼 便是觉得触目惊心 联想到此前江明长老是 何等的伟岸高强 现在是何等的虚弱老朽 这巨大的反差 更是让不少的人心中 产生了丝丝的悲弃 他们无可奈何 自己的实力 根本就没有任何决定性的作用 而唯一能够挽救人族的强者 就在他们的眼前 一步步的衰老下去 他们此刻更是无比的痛恨自己的弱小 感慨人族的命运多舛 一番关怀的问候过后 众人与江明在这孤绝风上 畅谈了半天时间 眼看着便是天黑了 这时候众人才慢慢地散去 眼中也是诸多的不舍 不多时 众多前来看望的各族族老 以及圣地的长老们 也是纷纷地离开了孤绝风 显然他们也不愿意再打扰下去 江明长老的伤势 众人已经是心知肚明 整个东荒境内的人族 如今也是人心惶惶 若是江明死后 只怕太古族群还有妖族的人 也未必会善罢甘休 这一切都只是时间问题 而且现在的东荒更是无比的宁静 不光所有的太古族群都已经躲了起来 就连妖族的人也都是没有了任何的动静 他们现在就好像是躲在暗处 随时觊觎着人族的野兽一般 在风雨到来之前 绝对不会有任何明显的举动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 太玄圣地的人 也是渐渐地熟悉了这护法大阵的运用 当然 这一切都是在江明的指点之下完成 做完了这些 江明也是毫不犹豫地 动用了一张至尊巅峰体验卡 瞬间 一种极为特殊的气息 自江明的身躯之上涌现而出 他的整个身形 宛若是融入了这天地一般 彻底地隐匿了一切的气息 但又是那般的深不可测 犹如一座浩瀚的深渊 让人无法揣测 这便是至尊巅峰的力量吗 江明抬头看向天空 只感觉原本的感知之中 多出了一种更为特殊的存在 似乎在这天地之间的一切法则运转 一切天道的运动 都成了他眼中在寻常不过的实力 越发高深的境界 带来的是越发深刻的认知 整个天地在江明的眼中变得更为宏伟 他甚至于能够感受二二三得道 在这天地之上 似乎是存在那冥冥中的天道 那宏伟无比的存在 仿若是亘古存在的一只凶猛巨兽 从未苏醒 他那近乎无穷无尽的力量 蕴含着天地万千法则 在其中不断地演化 滔天的气韵更是蕴含其中 恢弘无比的天道之中 周天心抖于其中蜿蜒而去 万千圣灵的命格显露其中 江明感觉到 自己似乎能够轻易地触及那天机所在 甚至于 自己能够改写一部分的天界 至尊巅峰的强大之处 已经是超乎了凡人的预料 江明感受良多 此刻也是并无任何的犹豫 直接一步朝着虚空踏出 刹那 整个空间犹如分崩离析一般 与江明的眼前破碎开来 一整个东荒的所有太古皇族的族群 全部呈现于江明的脑海之中 他的神念蜿蜒开来亿万里之巨 乃至于是将整个东荒都覆盖在其中 他甚至于能够感受到 在那遥远的中周大地之上 长存于某些生命禁区之中的老怪物一般的存在 那些似人非人的生物 一些自古时候便自展一道的有缺大地 纷纷是呈现于江明的神念之中 不过 现在江明的目的并不是这些远在天边的危险 真正的问题出自东荒自身 此刻 在一处巨大的祭坛之上 一颗坊若是自太古时期便存在于此的巨大头颅 遮天蔽日 以至于是将这片天地之内的所有生物 全部笼罩于其中 这里乃是太古皇族的圣地 号称是太古皇族的诞生之地 始祖之地 众多的太古族群生活于此 每逢月初便会在此地举行浩大的祭祀仪式 碰巧的是 今日在此地进行祭祀的众多太古族群 刚刚是祭拜了先祖 奉上了数之不尽的祭祀品之后 在那祭坛之上却是涌现出了一道恐怖无比的画面 原本应该是一片清明的天空 此刻忽然之间暗淡了下去 玄机空间震荡 整个眼前的画面乃至于是天穷都瞬间撕裂了开来 一道道裂纹 不断地从天穷之上波及开来 转眼之间 一尊宏伟的身形便是浮现于天穷之上 他凌空而立 踏破虚空 似乎是自万古岁月之前踏出的绝世强者 让无数的太古族群为之惊骇 难道是先祖显灵了 这 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天空裂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 从里面走出了一个人 众多的太祖族群更是无比的惊骇 难以掩饰心中的震撼 纷纷是盯着那天穷之上出现的裂纹 看着那突如其来的人影 发出了深深的质疑 不过 在那下方的三位圣人尽实力的太古族王 此刻却是面旁猛然跳动 嘴角疯狂地抽动 瞪大的双眼 难以置信地看着天空之上出现的那个神秘的存在 是他 他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三位祖王 无不是心中亥然无比 他们想起了那一天 在神城之内 无数的大高星辰自天际垂落 漫天的陨石乃至于是覆灭了千万太古族人 此后 那人更是手握诸仙地剑 斩杀八方祖王 足足十四尊祖王 皆是死于他手 其中的十尊祖王 更是被其次天幕之中展开 生生拖出其真灵 彻底地覆灭于天地之间 零 龙 八 五比六 一 零 九 七 八 二一至于是神魂俱灭 永世不得超生 那曾经的一幕幕场景 至今还是历历在目 让众多的祖王心有余悸 下一秒 那人自天穷之上向前迈出一步 这一步 竟然是直接横跨了数万里之遥的天地 转眼 便来到了三位祖王的跟前 刹那 下方的众多太古族群 更是心中惊骇不已地盯着上方的这个人 他们的记忆 瞬间就好像是被刷新了一般的 回想起来 那让他们所有人都未必亥然的人物 那曾经给他们 所有人都带来无边恐惧的存在 此刻就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江明淡然地看向四周 这个地方 是整个东荒境内 太古族群存在的最多的一个秘境 而且 这个秘境 竟然是存在于某个与外界隔绝的小世界当中 寻常的人 别说是找到这里来了 就算是打破这里的空间屏障 踏入此地 几乎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好在现在拥有至尊巅峰实力的江明 能够轻易地做到这一点 三位祖王此刻满脸的惶恐之色 更是抬头看向江明 满脸恭敬地说道 不知道前辈到此 有什么要事 其中一个人手舌身的祖王颤抖着嗓音说道 当初江明乃至于是将祖王的真灵自天幕之中展落 只是为了让他们神魂俱灭 那等威慑令 让他们无不是担忧不已 唯恐江明将他们直接斩杀于此 甚至于是神魂俱灭 永世不得超生 江明漠然开口 眼中满是冷色 太古族群大部分的族长 可都在此地 江明的话虽然是不病不算大 但是出乎预料的是 他的话与声音竟然像是 从四面八方传递而来的一般 十分的诡异 刹那 三人更是连忙点头 不错 今日是我太古族群祭祀先祖的日子 由我太古皇族牵头 带领诸多太古族群的人 参与祭祀 不知道前辈这是要 江明话语不多 只是点了点头 开口道 将诸多太古族群的族长带来 老夫有话要说 听到这话 三人纷纷是犯难了 这要是江明在此刻大开杀戒 谁能阻拦 当下 就已经有人在暗中 让人去请族内的其他族王了 江明虽然是注意到了这些 但却是毫不在意 此刻的三位族王 一脸的迟疑之色 很快 便是小心翼翼地询问道 不知道前辈到底是什么事情 怎么 忽然要召集诸多族长 江明玩耳一笑 却是云淡风轻地说道 放心 今日老夫前来 并不是为了杀人 如等大可放心 一番话 说的是三人心头一颤 不是来杀人 那是来干嘛 他们实在想不到 命不久矣的江明 除了直接斩杀众多的太古族群之外 还有什么办法 能够解决这东荒的事情 不过 疑惑归疑惑 现在他们得了江明的保证 却也是心中安定了一些 急忙是让人将各大族群的族长带来 一共是364族族长 不多时 便出现在了江明的面前 下一秒钟 江明这才抬手一挥 手中浮馅出一道长长的卷轴 这卷轴的材质虽然普通 但是其上 却是蕴含着一股恐怖无匹的力量存在 让人无法揣测 这东西 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一时之间 三位祖王也是疑惑不已 零 签了他吧 江明淡然开口 这是他现在能够想到的唯一的办法了 若是铸救了太多的杀戮 光是那恐怖的杀伐业力 只怕都会引来天罚 对于天地而言 不管是人族也好 太古族群也罢 都是这天地的一份子 任何一方若是铸救了太多的杀伐业力 最终只会引来天罚 这样的结果 势必会让人族弃运受到极大的损害 所以 江明不能直接将所有人斩杀 这样的代价 实在太过于巨大 正当三维祖王 以及三百多名组长 都是迟疑不定的 忽然有一人 自云端之上落下 快步走到了江明的跟前 一脸的震撼之色 瞬间落在了那幅卷轴之上 这 这竟然是蕴含了天地法则的卷轴 江明前辈 您这到底是要做什么 来的不是别人 正是如今掌控着太古皇族的太古祖王 参天祖王 听到消息之后 他是立刻来到了此处 与他一同到来的 还有当今太古皇族还活着的其他祖王 老夫要做什么 容不得你质问 江明面露冷意 他根本不是来和太古皇族商议的 要么死 要么牵 如等 自己选吧 江明抬手一挥 一支大笔便落在了众人的跟前 此刻 一位太古祖王终于是按捺不住了 满脸的愤怒之色 更是怒骂道 江明 你休要欺人太甚 如等人族算个什么东西 不过是我太古皇族的血实 也敢如此放肆 不怕死的人 哪里都有 江明也是毫不啰嗦 只是抬手凌空一挥 刹那 自天穷之上拨开云雾 陡然间垂落一只巨大的手掌 瞬间那尊祖王握在掌杏 仅仅只是随手一握 轰隆一身 那人便是瞬间毙命 陡然之间 天降圣险 漫天血雨 洒落整个境地之中 其他的诸多祖王见到此幕 更是接连后退了几步 满脸的忌惮与惊恐之色 尤其是那参天祖王 更是骇然无比地说道 你 你的实力 不止于大胜巅峰 你到底是什么境界 此刻的江明 江那祖王不光是神魂俱灭 甚至于就连天道的天葬 都没有任何要出现的动向 就好像 江明生生地从天机之中 将这个祖王的存在 直接抹去了一般 他根本就不存在这个世上一般 这简直就堪比 降维打击一般的恐怖力量四 四 瞬间让参天祖王 惊呆在了原地 老夫说过 老夫是大胜巅峰的实力吗 江明淡然一笑 不过这话 在所有人听来 却是让他们瞬间惊恐万分 不是大胜巅峰 他居然 还留有后手 那么 他到底是什么实力 当初 在那神城之内 江明的实力 竟然还不是极限 这哪里是什么将死之人 怎么越是要死了 实力就越发的变态了 参天祖王此刻是目瞪口呆 更是难以置信地盯着江明 接连的后退 满脸的震撼之色 前辈今日 是非要我等牵下这卷轴不可吗 江明微微点头 脸庞之上 也是露出了几分不耐烦的神情 这更是让众人心中一惊 就算是要牵 前辈为何不告诉我的 这到底是意思 即便是死 也让无等死个明白吧 此刻 参天祖王无可奈何 也只能是这样询问道 江明微微一笑 却是直言道 放心 老夫不杀你们 牵下卷轴 也不会死 毕竟老夫也并非什么邪魔 并非什么邪魔 那你刚才一巴掌捏死了一个祖王 甚至于直接让他神魂俱灭 连天葬的机会都没有 这叫什么 这比邪魔还要狠毒 当初斩杀十四人 甚至于其中十个人 直接连死都死不安宁 别你直接从天幕中拖出来 神魂俱灭不说 就连圣人最后能够魂归天道的机会都没有了 你这叫不是什么邪魔 参天祖王根本就没有预料到 江明会在这个时候下手 虽然江明说是不会下死手 但是这卷轴 若是一旦牵下 只怕江明就有了能够左右太古族群的手段 这卷轴 是绝对不能牵的 牵下之后 整个太古族群都会落在江明的手中 而无法挣脱 这样的结果 是参天祖王根本就不愿意看到的 江明 莫非你真到我太古族群 怕了你不成 想叫我们牵下这卷轴 你做梦 无被太古族群 岂会怕了 你们这小小的人族不成 人族 不过是无等的血实 什么时候轮得到你们人族 爬到我们的头顶上放肆 众多的祖王 自然也不是傻子 他们也知道 一旦牵下这契约的话 那迎接他们的 只怕就是人族对于他们的控制了 想到这里 众多祖王更是怒不可遏 当即便是怒骂道 此刻 江明只是冷笑一声 玄机开口 如等欺压我人族的时候 又当如何 屠入我人族亿万 赤地千里的时候 又当如何 一席话 瞬间便是让太古族群的人 哑口无言 的确 最开始屠入人族的是他们 欺压人族的 也是他们 江明所做的 不过是为了保全人族罢了 被撕破了脸皮的参天神王 此刻也没有了丝毫的顾忌 只是冷笑着说道 江明修要以为你大胜巅峰的实力 无等 就拿你没有办法 参谤这话 却是抬手一挥 掌心瞬间划破一道 骇然的伤口 无数的鲜血自其中流出 煞时间 流动在这浩大的祭坛之上 当初神城之内 本尊虽然是拿你没有办法 但是在我族的地盘上 你胆敢如此放肆 今日 你是必死无疑 随着他的话音一落 二十参天祖王 以及周围的几个祖王 无不是面庞之上 涌现出一副怨毒之色 连同那下方的 诸多太古族群的人 也都是大笑不止 江明 你算个什么东西 在我太古族群的始祖之地 你休想胜过我们 看看你的脚下是什么 随着众人的话音一落 江明自然也早就察觉到了 在这巨大的祭坛之中 似乎是残留着一种 极为恐怖的血脉力量 源源不断地 将整个祭坛的气息 不断地拔高 那些血脉之力 连接着在场的所有族人 其中所引动的力量 甚至于是已经超过了 参天祖王等人 所能够承受的恐怖气息 已无知显 献祭先祖 随着参天祖王 振臂一挥 几乎所有的太古族群的人 纷纷是高呼一声 已无知显 献祭先祖 煞世间 无数道血流 自人群之中 不断地抛向天空 万千轰鸣之音 源源不竭地 自整个始祖之地中 疯狂地涌动而出 天空之中 更是伏下而出一个 巨大的奇异虚影 但见其龙头蛇身 生有四爪六翼 浑身七黑灵甲 犹如巨蛇 双眼之中 喷出了熊熊的火焰 仿若是两团燃烧着的火球 放置在其眼眶之中 在他的身后 无数道恐怖无比的虚影 存在于天际之上 那是一个又一个的强大一兽 有仙古时期 震杀八方的恐怖仙古荒兽 有自古以来 便常存于天地之间的强大妖兽 那些可怖的虚影 不断地涌现在这巨大的巨兽身上 似乎 他的存在 便是融合了这么多的恐怖存在 而渐渐地演变成 这就是太古皇族的先祖之行 他近乎是天地之前 最为完美的生物 拥有四玉八荒 天地乾坤之内 一切生灵的独特特征 具备着上天入地 无所不能的恐怖能力 此物的出现 更是让无数的太古族群 纷纷是跪拜了下来 朝着那虚影高呼 仙祖刺灵 血迹苍天 仙祖刺灵 血迹苍天 仙祖刺灵 血迹苍天 整个始祖之地中 恐怖的气息再不断地攀升 那参天祖王 还有其他的几位祖王体内的力量 更是在不断地暴涨着 十分恐怖的是 他原本仅仅只是准大圣级的实力 但是现在 他已经是跨越了大圣初期 成为了大圣中期的恐怖实力 并且 这股力量 还在源源不断地上涨着 当然 这样的力量 也不是丝毫代价都不付出的 在下方的亿万太古族群 已经是瞬间暴毙了数百万人 光是血迹的时候 就已经被这始祖之地 生生地吸取了体内的血脉 以至于是浑身精血干涸而亡 这样的手段 几乎与纳域外的邪魔 没有什么区别了 江明冷冷地注视着这一切 心中甚至于没有丝毫的波动 参天祖王的气息 很快就达到了大圣后期的级别 而其他的几个祖王 也是纷纷达到了大圣初期 大圣中期的恐怖修为 一道道恐怖无比的气息 浮现于这方小世界中 尤其是在他们背后的那道 自太古时期便存在的虚影之中 更是流出了一道 自太古时期 就已经存在这里的始祖残魂 此刻 得到了这恐怖的实力之后 参天祖王等人 更是没有了丝毫的忌惮 江明 今日你必死无疑 竟然敢在我太古族群的地盘 挑衅我等 看来你是真的活得不耐烦了 参天祖王此刻满脸的狂傲之色 更是自信满满地说道 江明 原本我等并不想与你再起争端 反正你命不久矣 难道就不能安分一点 在我太古族群的始祖之地中 我们就是最强大的存在 就算是你大胜巅峰 那又如何 现在 我们的实力 早已经远远的超过了你 想要打败你 不过是易如反掌 的确 如果现在江明 还只是大胜巅峰的实力的话 那可能真的 无法抵过这些家伙了 毕竟七八个大胜中期的强大存在 连同一个大胜后期的恐怖大能 面对着大胜巅峰 还有着各种各样的 胜气加持的情况下 自己或许还真不是他们的对手 朱仙帝剑 此刻也是在宗门之内 护佑宗门 江明的手中 也只有一剑准地气罢了 不过 对付这些家伙 江明也根本不需要诸仙帝剑 这等大地兵器 怎么 难道你是吓得说不出话来了 江明 既然你都已经老成这样了 为什么不在宗门躲着 老老实实的享受最后的时光呢 非要来这里找死 就算你是大胜巅峰 敢敢踏入我太古族群的始祖之地 那你就必死无疑了 今日 我等绝不会放过你 待得斩杀你之后 我们便立刻屠鲁千万 不 屠鲁亿万人族 定要教你知道 得罪我们太古皇族的下场 须知道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你不过是个大胜巅峰罢了 放在太古时候 你这样的存在 又犯得上什么 简直就是找死 一段段刺耳的嘲讽 不断地朝着江明袭来 但是他似乎并不在乎这些 他甚至于觉得 想笑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诚然如此 江明抬手一挥 手中却是多出了一件玄奥的童钟 九天玄清云铁 自混沌之中 垂落于人间 被人族大帝 青帝所铸救 烽火垂帘 雷霆断体 亿万道天帝法里 铸救通体纹路 无边大帝威严蕴含其中 虽然青木神中 仅仅只是一件准地器 但是 他的威能 却是堪比一些 并不算很强的大帝兵器了 因为 这青木神中最恐怖的地方就在于 他能够显露出大帝虚影 拥有准地级的战力 以现在江明的实力 至尊巅峰的恐怖修为 要想完全激活磁宝 那也是有可能的 不过 别说是准地级 就算是有缺大帝 半不大帝的级别 也足以将这整个始祖之地 移为平地 此刻 诸多太古祖王们 甚至于是以为自己神圈在握 手中各自执掌大圣兵器 纷纷是祭出了滔天的圣威 席卷八方 眼看着江明手中那古朴的童钟出现 更是不屑一顾 一个破钟罢了 也敢拿出来卖弄 江明若是你拿出诸仙帝进来 无等或许还会畏惧 但是就这破铜钟 你也有脸拿得出 哦 我这是忘记了 江明 你所在的宗门 不过是一个拥有圣人出世的 宛若蝼蚁一般的圣地 就这样的弱小宗门 能够拥有什么宝物 真是羞死个人了 江明 如今 你也是无计可施了 也罢 既然你急着找死 今日我等 便送你归西 诸多祖王 纷纷是冷哼一声 旋即手中的各种大圣兵器 无不是显露出了滔天的气息 天穷之上 更是乌云密布 席卷八方的滔天神轮 铺天盖地 犹如是要覆灭这世间万物 重铸万古 再演天殿 无边的大圣威能 更是彻底地将整个小世界中的所有空间 都震动得一片晃动 外界 也因此 有人感觉到了不对劲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为何在这里 会有如此巨大的动静 此刻 在小世界之外 诸多强大的人族 但凡是神王晋以上的强者 都是感受到了 这股可怕的气息 不断地蔓延而出 那可是足足七八个大圣级的气息涌动 足以撼动整个东荒的存在了 就是这样恐怖无比的气息 瞬间是 传遍了整个东荒 以至于是整个东荒的各大势力 纷纷是朝着这一方小世界赶来 原本 太古族群的这个始祖之地极为隐秘 并且是无人得知 外界也有道道迷雾禁制阻拦 但是随着这大圣级别的恐怖气息 不断地波及开来 更是让一个又一个强大的族群 在此刻朝着这个小世界中赶来 想要一探究竟 223将名副手而立 却是没有任何的话语 他只是默然地看着眼前的众人 不断地催动着手中的大圣兵器 引动着最为强大的力量出现 而他手中的青木神钟 早就已经叙事待发 参天祖王手持一柄赤色长枪 自那长枪之上 遍布着一种极为特殊的锋芒 仿若是从某个巨大的生物之上 取下来的巨大獠牙 被驻救而成的大圣兵器 此物 乃是真正的太古族群的传承 据说是取自于十足体内的一颗 蕴含了地位的獠牙所驻救 不光是具有莫大的神威 并且 还具备着恐怖无比的神通威能 一种独特的沙伐大树 涌现其上 光是那涌现而出的漫天红光 都带着一股视线的意味 加上现在他那暴涨的实力 更是呈现 而出一股无法抵挡的可怕威势 江明 别说我等欺负你 要动手的话 就趁现在吧 参天祖王满脸的自信 似乎就算是江明先动手 他们也毫不在乎 有着必胜的决心 其他的诸位祖王 毅然是大笑不止 看着没有动作的江明 嘲讽不止 哈哈 他这莫不是吓傻了不成 一动不动 难道是怕了 江明 无等也并非什么邪魔 一会便留你一个全世 将你的神魂字体内抽出 让我等慢慢的享用 到时候 你会受尽折磨 而神魂长存 在漫长的挣扎与痛苦之中 慢慢的死去 江明 我们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看到 你到时候的表情 会有多么精彩了 哈哈 胆敢触目我们太古皇族 简直就是找死 随着众多祖王的嘲讽声落下 小世界内 已经出现了一些人族的大势力的长老 还有诸多妖族的人 因为他们距离此地最近 所以他们也是第一时间赶到了这里 才一进入此地 便是听到了几位祖王 那肆无忌惮的嘲讽 还有那恐怖无比的气息 更是犹如当初江明斩杀十四尊祖王的时候 一般无二 这些祖王 什么时候拥有如此之强的实力了 这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江明长老 他 他怎么也在这里 此刻 众多人族无不是眼中流露出震撼之色 纷纷是愣在了原地 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幕 这简直无法想象 诸多的人族 以及妖族的人到场之后 似乎是今非昔比 竟然是实力提升了那么多 以至于犹如当初神城一战中 江明长老的那般恐怖的大圣修为 妖族的人此刻更是放声大笑 不免是嘲讽到 想不到你人族的江明 竟是如此的貌视 太古一族的始祖之地之下 埋藏得有始祖血脉 一旦激活 便能够在短时间内提升自身的力量 这下 你们人族的这什么大圣巅峰 岂不是要陨落于此 今日 如等人族必是要落败 早就听闻了 江明伤势已重 命不久矣 现在看来 这是真的了 要不然 他怎么会急着解决这些太古皇族的祖王呢 当初神城一战 江明本来是有机会斩杀所有的祖王 可惜 他如此的狂傲 竟是留了手 现在 岂不是难以解决了 简直是愚蠢至极 这要是老夫 定然是会在当日就赶尽杀绝 人族灭亡 就在今日 四周不断传来的嘲讽声音 更是激起了在场人族们的愤怒 你们说什么呢 当初不知道是谁 被江明长老打得抱头鼠窜 怎么 现在就敢嘲讽他老人家了 你们好大的胆子 人族此刻怒不可遏 想当初在神城之内 妖族众人被江明的实力所震撼 以至于是静若寒蝉 没有一个人敢说半句不敬的话 但是现在看起来情况稍有不对劲 他们竟然就如此的大肆嘲讽 还说什么人族灭亡 就在今日 有一些脾气大一些的人族长老 甚至于想要直接冲上 与这群卑鄙无耻的妖族之人大战一场 以报此仇 但是 其他的人却是纷纷将他们拦住了 因为现在的局面 的确是对江明长老有极大的不利 现在 大家又纷纷想到了此前 前去摆放他的时候 他已经是呈现出了那般衰弱的模样 现在出现在这里 显然是想要在自己陨落之前 提前将太古族群解决 但是 这样的话 江明长老的伤势 岂不是又要加重 原本江明长老 就已经如此的虚弱了 就连上一次神城归来之后 大家见到他的模样 都衰弱了许多 现在这一场大战 更是无比的艰难 一时之间 众人更是无比的担忧 担心江明长老的伤势 会再度的加剧 以至于是让他在此地战死 该死 要是我们有足够的实力 又何苦于此 我人族 竟无一人能够帮到江明长老 这简直就是我们天大的过失 江明长老 您 您这是何苦啊 一时之间 众人更是满脸的疾苦之色 满心都是担忧 一旁的妖族众人 见到此情此景 更是放声大笑 满脸的嘲弄之色 哈哈 不错 便是因为如等的无能 人族 才会任人宰割 你们 不过是蝼蚁一般的存在 岂可与我们妖族 还有太古族群相比 我们天赋一饼 生来便具有超越人族的 强大力量 你们沦为我们的血实 那岂不是理所当然之事 如等却是毫不自知 想要逆天改命 改得掉吗 简直就是痴心妄想 诚然 从古至今 人族都是如此的孱弱 以至于是天下万族 无不是欺压人族 但是 人族有傲骨 从古至今 人族都不是轻易认输的族群 也不是轻易 就能够被人压弯了几样的族群 人族便是靠着那坚韧不拔的性子 还有一往无前的勇气 一步步的走到今天呢 任何人 都不会屈服 当初太玄圣地 明知道都会死 可依旧是来到了神城 人族圣体处凡 明知道自己落在了太古族群的手中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下场 但是 他依旧是来了 很不为死 所以 当面对这样的嘲讽的时候 所有的人族 都不说话了 他们只是默默的运转了功法 朝着那始祖之地而去 不多时 众多的人族 竟然是来到了江明的身边 江明长老 我们来帮你 江明长老 您做的已经够多的了 今日 就让我们帮你吧 虽然我们知道 我们的实力远不如你 也远不如太古皇族 但是我们就是要让他们看看 我们人族 是绝对不会怕的 不错 来啊 有种便将我们全部斩杀于此 今日 我们誓死不归 誓死不归 一个又一个的人族 出现在江明的身边 他们当中 有的人只是真神镜 有的人 甚至于真神镜都没有 虽然人群之中 也有几个神王在此 但是对于这浩瀚的太古皇族而言 这点实力 根本就是不值一提 疯了 人族都疯了 他们凭什么敢与太古皇族一战 缠若如蝼蚁的人族 岂不是在送死 江明看着身边不断聚集而来的人族 脸上也是充满了欣慰 他不免想到了西年 太玄圣帝在面对一次又一次的危难的时候 也是这样齐心协力 共度难关的 人族 是绝对不会屈服的 江明缓缓地点了点头 却是淡然笑道 好 短短的一个字 毫无疑问是认可了他们的勇气 这是人族从古至今 一直在万族的夹缝之中 生存到现在的真正原因 他们恨不畏死 即便是面对着大圣境级别的强者 满是畏惧 惊恐 就连双手也不断地颤抖 但是 他们依旧是站了出来 生死存亡之时 谁人又愿意退缩 在他们的身后 是整个人族 是整个东荒的人族未来 他们今天要是逃了 东荒的人族怎么办 江明长老虽然强大 但是 他已经是病入膏肓 重伤在身了 如此重伤 却依旧是想要为人族 做最后的一件事情 好让他死后 人族可以高枕无忧 这等不惜以自己性命 却换取人族安全的高风亮节 更是感染了一个又一个 原本是对这些太古皇族 以及妖族之人颇为忌惮 甚至于是畏惧的人族们 他们再没有了退后的理由 因为他们知道 退后就是王族灭种 在这个时候 任何一个人族 都有站出来的必要 任何一个人族 都必须要汉不畏死地 对抗一切的外地 纵然是必死之局 他们也绝不会再退缩 谁不会死 只是 因为他们 还要保护的宗门 清元 宗族 他们是东荒各大势力的长老 是如今这个绝灵时代之中 人族之中 除了江明长老之外的 最强大的一股势力 他们要挡在所有人的面前 为其他的人族 博取一线生机 这就是现在 所有人族的想法 他们已经不愿意再躲藏 不愿意再畏惧了 哪怕是帮江明长老挡下一招办事 让江明长老有力挽狂澜的机会 他们甚至于不惜一死 诸位 今日死战不休 定叫他们见识见识 无被人族的气节 死战不休 响彻天地的呐喊声 震惊了一个又一个的妖族之人 太古族群的人 他们做梦都想不到 那些孱弱的人族 竟然有如此巨大的勇气 这还是那个被他们当作血食 任意宰割的人族吗 这还是他们心中的 你群蝼蚁吗 怎么 这群蝼蚁现在 竟然就连诸多的祖王 也都是感觉到了一丝丝的危险 狂妄之徒 死到临头 却也敢口出狂言 零空而立的参天祖王 此刻已经是彻底的愤怒了 他想不到的是 人族竟是如此的悍不畏死 即便他们的实力差距 是如此之大 即便他们一根手指头 都能够捏死这群人族 但是他们这汗不畏死的模样 已经让下面的那些太古族群的人 感觉到了一丝畏惧 就好像是一种本能 在一只恶狼 见识到了另外的一头凶猛的老虎 虽然这老虎浑身是伤 气力不如当初的万分之一 可依旧是气概八荒 呼叫山林 新年的人族 太古时期的人族 那是何等的威风八面 统于万族 大地层出不穷 一个又一个 犹如大高星辰一般的耀眼存在 不断地于岁月的长河之中浮现 即便是太古族群们 将人族当作血食 吞噬了亿万人族 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 从不知道什么地方 又会冒出来一群人族 其中 又会冒出来一个 堪比逆天的存在 力挽狂澜 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 这样的历史 在人族的岁月之中 不计其数 也是让整个太古族群 无不忌惮的一次次的经历 就犹如当初的人族圣体 刚刚小城的时候 无人忌惮 甚至于不觉得 他能够对太古族群 起到任何的威胁 但是 他最后竟然是圣体大成 乃至于是拥有了 斩杀古皇的恐怖实力 那一战 打得天崩地裂 无数的太古族群 见识到了人族的强大 杀不尽 敢不决 每当他们以为 人族销声匿迹了的时候 又会从不知道什么地方 冒出来 甚至于 他们会一次比一次的恐怖 一次比一次的更为强大 这就是人族 在岁月之中 不断重复着的历史 跌倒 爬起来 狠狠地抽打 那些曾经欺负过人族的族群 一次 两次 百次 千次 甚至于就连所有的文献 都无法记载完全 仅仅只是留在了 像参天祖王这样的 老家伙的记忆之中 光是他所见识到的 这些从逆境之中 不断挣扎着 爬起来 甚至于有的时候 能够狠狠地抽他一耳光的人族 就族族有数百人之多 在此期间 人族死伤 何止意外 他们这个族群 天生孱弱 但是 这股在逆境之中 不屈的勇气 在面对危难的团结一致 早已经不是 其他的种族 所能够比拟的了 天塌下来 就有人以身补天 洪水淹没大地 就有人三过家门而不入 开渠运河 引流入海 十日横空 亿万里大地鸣不聊生 又见到有人搭公设人 拯救万灵 有人屠戮人族 让他们险些王族灭种的时候 就有人悄悄地成长起来 在不经意间 惊艳了整个世间 带领着所有的人族 翻身而起 历史总是相似的 现在的参天祖王 竟然是有一种强烈的预感 今日 他们必败无疑 这种预感 从众多人族站出来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持续了 到现在 他竟然是感觉到了一丝畏惧 那些 不过是真神静的修饰 他们那汗不畏死的目光 竟然已经让他感觉到了 丝丝的畏惧 来得好 杀 杀光他们 绝不能放走一个人 参天祖王昔日的稳重 已经彻底的消失不见了 此刻的他 近乎癫狂的狂吼 更是抬手挥动着手中的大圣兵器 无边的圣威 引动了漫天的旋雷 轰隆隆的阵阵巨响 顷刻间 乃至于是周围的诸多祖王 也都是一脸的骇然 惊恐 老夫 可曾允许你 斩我人族 便是这个时候 人群中 一个苍老的声音默然响起 仅仅只是瞬间 就犹如是垂落在众人心头的狠狠一垂 瞬间让他们心头一沉 参天祖王的目光 从一开始的癫狂再到难以置信 从难以置信 又到满脸的惊恐 最后 那一脸的惊恐 竟是化作了无与伦比畏惧 你 你不是大圣巅峰 你到底是何等修为 此时此刻 江明的身躯之上 终于是透露出了一丝 再细微不过的气息 可就是这样的一丝气息出现的瞬间 却是呈现出了一种 让参天祖王瞬间头皮发麻的恐怖威亚 就好像 在江明的眼中 他不过是一只小小的蝼蚁 江明只需要一口气 就能够吹得他魂飞魄散 大圣巅峰 这根本就不是大圣巅峰 这是至尊 至至至尊敬的力量 法则之力 好 一念之间 可改写天地规则的力量 参天祖王彻底的惊呆了 周围的所有祖王们 也察觉到了江明的不对劲 四 只是一瞬之间 几乎所有的人 都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太古皇族的祖王们 已然被眼前的这一幕 彻底的惊呆了 那仅仅只是一句话 就已经蕴含了这天地威严 至于能够轻易地改写着天地的法则 无比恐怖的气息 自江明身躯之上所透露 而出的那一丝细微不可察觉的气息之中 洋溢而出 虽然仅仅只是细微的一丝 却是让众多的祖王 瞬间抬不起头来 此刻 站在远处观望的众多妖族 也是陷入了一片震撼之中 怎么回事 为何参天祖王会是如此的畏惧他 难道江明又做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举动吗 没有人能够看出江明真正的实力 包括已经是大圣后期实力的参天祖王 他根本就没有想到 江明的实力竟然是如此的可怕 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大圣巅峰的实力 而是至尊的实力 那恐怖无比的强大力量 足以改写着天地之间的一切规则 至尊境 毫无疑问的 天地之间长存于世的至尊 这股恐怖无比的力量 根本就不是他们所能够对抗的存在 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为何参天祖王竟然是满头的大汉 就好像他在畏惧 这这个快要步入尘土之中的老头一般 可是 分明江明根本就没有呈现出任何的法力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还有 为什么参天祖王会说 他根本就不是大圣巅峰境界 那他到底是什么境界 难道 他是至尊境吗 这不可能 这绝无可能 绝灵时代 岂会有至尊境的强者诞生 就算是大圣境 也已经是不可思议了 这个江明 怎么可能会是至尊境 他们的心中 已经开始慌了 还不确定眼前所看到的 到底是不是真的 尤其是他们一想到 刚才自己对于江明的种种嘲讽 现在 这所呈现而出的种种反差 原本太古皇族 已经是拥有了 能将江明直接斩杀的可能 现在 局面竟然又一次的巨变 他不是大圣巅峰 难不成 还能是至尊境 参天祖王根本就不敢相信 眼前所发生的一切 那改写规则的力量 本就是至尊境 才会存在的可怕力量 但他就偏偏出现 二百二十三在了江明的身上 甚至于 参天祖王能够感受到那股恐怖无比的压迫力 只要江明愿意 就能够轻而易举 将自己捏死的恐怖实力 试探 已经渐渐地脱离了他的控制 一瞬之间 无数的想法 疯狂地从他的脑海之中掠过 最后 只留下了最后的一个解决办法 参天祖王看向身后的诸多太古族群 那数以亿万的太古族人 虽然是颇为可惜 但是 在这危机关头 他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江明 这一切 都是你逼我的 今日本尊 定要将你斩杀于此 说吧 参天祖王却是手中掐动法诀 念动真言 一种极为特殊的灵魂印记 自他的头顶之上浮下出 转眼之间 整个始祖之地内 却是陡然间染上了一座滔天的血色 在那大地之下 一个沉睡了不知道多少年的残魂 正在迅速地苏醒 江明淡然一笑 却是对此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诸位 还请离开吧 老夫已经知道了你们的决心 日后东荒 就交给你们了 江明说罢此言 却是抬手一挥 一道空间裂缝 瞬间出现在他的面前 打破空间 塑造空间通道 这一切 仅仅只是一瞬之间 江明长老 难道您已然是至尊 有人看了出来 难以置信地惊呼道 但是 还不等众人反应 江明就已经将他们所有人推入了其中 抬手 握住了手中的青木神中 只是一瞬之间 那所有的人族 就直接出现在了 距离此地 足足有数万之外的安全之处了 众人看着那漫天血色的祭坛 周围延绵开来的 竟然是一个巨大的符文 在整个地面上呈现 一个又一个的太古族人 更是不断地在此刻化作漫天的血水洒落 足足是有数亿万的太古族群 皆是在请客之间化作了血水 他们甚至于连反抗的机会 都没有 整个太古族群之中 剩下的也只有站在祭坛之旁的那些各族族长 以及一部分的太古皇族的人 以无族血 献祭先祖 忽然 参天祖王阵闭一挥 那满地的血流 瞬间汇聚成了一个巨大的血海 在那滔天的血海之中 竟然是缓缓地浮馅出一道残魂 当那一缕残魂出现的时候 还活着的太古族群 恶不是纷纷跪拜 不敢有丝毫的动弹 仙族 是仙族残魂 那是一缕大帝的残魂 也就是他们太古族群的仙族之魂 在这十祖之地中最强的存在 便是这一缕残魂 不过 要想唤醒它 必须要有足够的血脉之力 才能将它从悠久的沉睡之中唤醒 何人 唤醒本尊 他方才苏醒 便立于血海之上 滔天的威压 瞬间将整个小世界中的漫天星斗 都碾压作一片积粪 小世界中的空间屏障 更是在短短的一瞬之间 彻底的分崩离析 一股恐怖的气息 陡然间出现在整个东荒之内 这一次 就算是距离此地遥远无比的中周大地上 依然是有人察觉到了 这恐怖无比的气息 太古皇族先祖出世 血染始祖之地 终究是来了 这一天 在那星宿神宗之内 众多的祖劳早有预言 太古皇族先祖之魂 必然出世 只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竟然会是这一天 竟然会在这个时候 在这外界 如今已经是入夜时分 圆月高挂 更是化作了一轮凄凉的血缘 将整个天地都蒙上了一层血色 几乎整个天玄世界中的人 都发现了这样恐怖的变化 血月高升 古皇出世 这个方向 是东荒 此刻 在中周大地的某一处秘境之中 一个神秘莫测的老人 缓缓地自一幅棺木之中爬出来 他的身后 竟然是背着一具极为年轻的肉体 那身躯宛若白玉 道道圣洁的光辉 浮现于其上 其周身遍布着符文 仿若是符文一族的人 但是那年轻人 却是气息全无 甚至于没有任何灵魂的波动 完全就是一具死事 而背负着他的老人 面若枯搞 浑身仿若是只剩下了一层骨架的皮包骨 唯独让人瞩目地势 他那一双悠悠的双眸 其中 焕发出一股邪魅的气息 仿若是看上他人一眼 便能够生吞人魂 他叹息一声 看向东荒 眼中满是疑惑 想不到 太古古皇这个老家伙 竟能够先与老夫夺得肉体 姐姐 天地灵气反补 这天地 又要搭乱了 他说吧这话 便是支压支压地拖着棺木 插着一个满是漆黑的山谷之中走去 在他的头顶 竟然是营绕着无边的冤魂恶鬼 圣人的惨叫 不绝于耳 再配合周遭那四处散发而出的诡异气息 更是让人心中一寒 太古古皇 他竟被人唤醒了 与此同时 另外一处生命禁区之内 一道恐怖无比的巨大刀痕 开 之中 一个浑身被捆绑着赤色锁链 被那恐怖无比的法则之力 所束缚的红发壮汉 却是大笑不止 哈哈 古皇这个老家伙 也敢在这个时候出事 莫不是十万年前 他还没有吃够苦头 带得本尊出世 第一个便拿你这古皇作为血食 滋补本源 哈哈 那神秘的红发壮汉语出惊人 竟是要以太古皇族的先祖古皇为血食 但是仔细看去 此人也并非人族 在他的口中 竟然是遍布着圣人的獠牙 寒芒凌冽 似乎是吞噬天地一般 血盆大口中 竟蕴含着一个浩瀚无边的小世界 无疆剑狱之内 剑祖再一次的被惊动 刹那之间 整个吴江剑狱漫天地剑气横飞 护法大阵竟被开启了 难道是有强敌袭来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与此同时 众多的吴江剑狱的弟子 也是察觉到了不对劲 是他 竟然是他 他怎么可能再度苏醒 十万年岁月 早该被大道生生磨灭 他是如何留存至今的 剑祖眼中涌现出了无边的惊恐之色 更是盯着那遥远的东荒 心中无比的震撼 随着那个神秘残魂的出现 江明手中的青木神鼎 亦是渐渐地涌现 而出一道道青色的法则之力 整个青木神鼎 在短短的一瞬之间 被江明彻底地唤醒 以至尊巅峰的实力 要想唤醒这准地兵器 却也耗费了江明不少的时间 刚才他之所以一言不发 也是在暗中不断地 催动着这准地兵器 先祖大人 是我唤醒了您 还请您斩杀强敌 就我太古皇族 于危难之中 随着参天祖王满脸的兴奋之色 刚刚浮现 那残魂的面庞之上 却是露出了一抹诡异的笑容 哦 既是如此 那你 便将肉身浇出来吧 说吧 他竟然是毫无征兆 一掌拍在了参天祖王的天灵盖上 煞时间 漫天血色狂涌 一股赤色的长红 直接自九天之上 如苍龙一般地 涌入了参天祖王的头顶 他目瞪口呆 更是难以置信地叫喊着 声嘶力竭 却也只说出了三个字 喂 为什么 直到毕命 他也想不到 自己唤醒的仙祖残魂出现之后 竟然第一个杀的 就是他自己 而且 那一招的威力极为特殊 只是将他的神魂直接抹去 而肉体 却是被那残魂直接占据 此刻的参天握了握手掌 满脸的满族之色 多少年了 本尊 终于再一次拥有肉体了 哈哈 人族圣体在何方 本尊今日 定要报仇血恨 此刻 他大喝一声 环顾四周 却是只见到了一众颤抖不已的太古族人 那些孱弱无比的太古族人 在他的面前 光是保持理智 就已经是担惊竭虑了 更不要说 与他说上任何的一句话了 其 其禀先祖大人 人族圣体 已经陨落 随着一旁的一个祖王的禀报落下 那先祖残魂 瞬间便是露出了一脸的惊骇之色 陨落 既是如此 人族如今由谁指掌 那祖王面带诡异之色 皱了皱眉头 又答道 没有人 如今人族最强之人 便在您眼前 的确 以致尊敬的实力 的确已经算得上是 人族如今明面上的最强之人了 一开始 那残魂并没有注意到江明 但是 当他看到江明的一瞬间 目光之中 却是涌现 而出一丝丝的惊骇 那股惊骇之意 旋即又化作了满脸的惶恐之色 支支吾吾的 指着江明手中的青木神鼎 更是惊呼道 青 青殿 的确 系统交给自己这东西的时候 曾经说明过 是某位大帝所铸救 其名字 也是叫做青帝 只是 怎么眼前的这个老家伙 似乎是认识这东西的模样 并且 还被吓得不轻啊 先祖大人 您这是怎么了 一旁的祖王 正是一脸疑惑地看向他 哪里知道 下一秒钟 这个刚才还不可一世 轻而易举 便是一掌拍死了一尊 大圣后期的老家伙 竟然是抬手一振 瞬间撕裂了一道空间通道 逃顿而去 甚至于 连头都不敢回 跑 跑了 这是什么情况 众人皆是一愣 包括在那远处观望的人族 还有妖族的人 都是纷纷一愣 青殿 这是人族的哪位大帝 众人心中困惑不已 更是没有任何的记忆 这一尊大帝 江明若是没有猜错的话 应该是人族的大帝 但是 为何那个太古皇族的先祖残魂 仅仅只是见到青木神鼎 瞬间便是逃离了此地 难道说 那个青帝 就是人族圣体 不过这也不对 人族圣体的话 他方才刚刚拥有肉体的第一时间 便要寻人族圣体的仇啊 这么看来 这个青帝 很有可能给他留下了十分不好的印象 以至于光是见到对方的法器 甚至于想都没有想 就直接逃了 江明对于这太古皇族的往事 丝毫不感兴趣 并且即便此人乃是大帝 但如今的他也仅仅只是一道残魂罢了 实力根本不如自己 即便是真的与自己打斗起来 江明也能够做到轻易的碾压 既然他现在逃了 江明也没有那个去追他的心思 毕竟显然他还有更为重要的事情要做 剩下还活着的几个祖王 已经彻底的失去了争斗的勇气 还好 诸多太古皇族的族长等人 因为靠近祭坛的缘故 并没有被参天祖王直接祭祀掉 江明看向他们众人 只是取出了卷轴 继续说道 要么牵 要么死 如等自己选骂 青木神鼎之上的大地之威散发而出 几乎所有的太古族人 无不是颤抖着跪拜了下来 几位剩余的祖王 更是被眼前的一幕幕突如其来的场景 吓得浑身颤抖 牵 我们牵 还往前辈留 我们一条活路 诸多的太古族群的族长 此刻再也没有了丝毫的嚣张跋扈的样子 方才 不管他们如何嘲讽 可当江明呈现出至尊敬的恐怖实力之后 他们这才意识到 自己到底是招惹了一个何等恐怖的存在 当即 没有了任何人的抵抗 众多的太古族群族长大人 纷纷是牵下了卷轴 待得得到了他们签订的卷轴之后 江明这才开始念动真言 试动法术 随着一道道法则之力 不断地自江明的身躯之上 涌现而出 与此同时 几乎所有签订了卷轴的太古族群 都是纷纷自身躯之上 涌现出了一缕细微的魂魄 还有一缕极为细微的精血 纷纷是飘向了这卷轴之上 这个时候 众多祖王这才意识到 江明到底是在做什么 这是魂血契约 签下魂血契约 便不能违背其中的协议 你 你到底做了什么 几位祖王终于明白了江明的意图 随着那一卷卷轴 不断地浮现 涌现出丝丝的法则之力 旋即在江明抬手一挥之下 那卷轴竟然是直接焚烧殆尽 煞时间 天地一变 天道竟是在此刻做出响应 于无边的穷语之上 垂落万千法里交织 一个浩瀚无边的庞然大物 瞬间将那焚烧的卷轴之中 飘出的无数魂血吞噬 刹那 所有在场的太古族群 皆是在脑海之中 感受到了一条明确的信息 这 这 从今往后 我太古族群 再不能伤及任何一个人族 如若违背 势必受到天道反噬 这个契约的作用 只有一个 那就是限制所有的太古族群 因为太古族群之间 相互以血脉联系 江明只需要将各大族长的魂血 放入卷轴之中 随后焚烧祭天 以法则之力将其融入天道 魂血契约 是最为可怕的魂事之一 一旦被施移 受施法者 就绝对不能违背契约之上的魂血施约 违背者 必将受到天道反噬 神魂俱灭 这就是江明留给人族的保障 让所有的东荒太古族群 再也不能伤及人族 即便是各大族王 也会因为这份契约的存在 而根本无法伤害任何一个人族 怎么 如等不愿意 江明默然开口 话语之间 虽然不带丝毫的情绪 但是在众多族王听来 却是叫他们瞬间如坠冰冤 不敢有丝毫的抵触 不敢 前辈 既然我们太古族群 已经立下了魂血契约 是不是您便不杀我们了 诸多族王心中 依旧是有思思的恐惧 随着那先祖残魂的离开 他们加持的修为 也是瞬间跌落回圣人境界 要是江明愿意的话 此刻就可以直接将他们全部斩杀 以绝后患 不过 江明眼眸之间 却是流露出一抹厌恶之色 默然开口道 老夫 岂会做与如等太古皇族一般无二的事情 滥杀无辜 只有如等蛮夷之族 才会这样做 说吧 江明便是转身离开 留下了一种太古族群的人 在原地发愣 诚然 滥杀无辜 带来的只有滔天的杀戮业力 这样不光是会引动天地 降下无边的亮衰之节 有杀 更是会让一个族群的气韵 迅速地走向灭亡 这样的下下之策 江明说什么 也不会去做的 留下了诸多的后手之后 江明也是回到了孤绝峰 不过接下来 江明大闹太古皇族始祖之地的事情 再一次地轰动了整个东荒境内的诸多圣地 古族 不少的人 在听闻江明真正的实力 其实乃是至尊境界之后 更是难以置信 这一切的变化 都实在是太过于突然 甚至于不少的人 心中都开始恍惚 到底江明是什么来年 他真正的实力 又该是什么修为 那些江明曾经说过的话 如今不断地浮现于所有人的心头 更是让他们在心头止不住的猜测 到底江明所说的话 是真是假 要是江明的修为 仅仅只是真神境界的话 大家或许会觉得 江明说的那些话 不过是一个糟老头子的一番吹嘘吧 但是 当江明的修为 忽然之间成为了大胜巅峰的人族大能之后 众人的内心 毫无疑问的是 疯狂地动摇了一次 而现在 江明的实力 竟然又一次地提高到了至尊境界 这还是诸多参与了那一场大战的人族们 信誓旦旦所描绘而出的事情 就算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但是当日 从始祖之内内传来的恐怖气息 更是震动了整个东荒 这一点 让所有的人都不免开始怀疑 到底江明长老 他真正的身份是什么 那些从他口中说出来的话 到底是真的 还仅仅只是一些玩笑话 没有人知道 并且所有人的心中 都在不断地动摇着 此后 仅仅只是半个月的功夫 江明就已经开始呈现出了 即将步入最后时刻的模样了 他在这段时间之内 不断地凸显 甚至于有的时候 面色已经是毫无生机 太玄圣地之中 众人心中 无不是一股悲戚之意 他的那些弟子 如今 也是每时每刻的守候 在孤绝风之上 虽然这一天 大家早已经有所预料 但是 似乎没有人做好心理准备 谁也不愿意看到江明的离去 谁也不想要他 离开这人世之上 正是风和日丽 远处的天穷之上 渐渐开始入冬的季节 整个东荒境内 已经是满地的枯黄树叶 在孤绝风之上 早已经因为深秋的寒风乍起 小院之内 一片秋黄满地 师尊 您进屋里面歇着吧 这里带着 怕是会着凉了 小徒弟姜楚楚 一脸揪心地看着江明 现在的他 哪里还有什么 至尊敬强者的样子 他的面容枯高 原本还算不错的精气神 如今也已经是 陷入了一片昏尘之中 他的双眸暗淡 仿若是那最后燃烧的 一点点生机 都要在这个时候 慢慢地熄灭 大弟子楚凡 小心地给江明捏着肩膀 同样是一脸心疼地劝慰道 师尊 您就进屋吧 快要入冬了 江明听着这些话 眼眸之间带着几分感慨 看向这即将生机破灭的世界 领东将至 让维师 再看看这泰玄 江明的声音很细微 似乎每说一句话 都要耗费他大量的力气 可就是这样 江明依旧是在这些日子里面 不辞辛劳地教导着弟子们 他将自己 对于修为的各种领悟 在至尊境界 所看到的天地大道的各种玄奥之处 一点点的讲解给所有的人 听 大家虽然是听得十分的晦涩难懂 但是 因为这是江明最后的教导 他们却都是毫不犹豫地 将其一字一句地记了下来 尤其是大弟子楚凡 他乃是人族圣体 这些天地之中的万千法理 在他的心中 更是引起了不小的波澜 从前他对于自己境界的桎梏 难以领悟的突破的难关 竟然是随着这些日子里面 江明一步步地教导 而变得越发的明晰 大家的修为 在这些日子里 似乎都有了隐隐之间 要突破的迹象 尤其是小师妹江楚楚 因为得到了金乌传承 又加上江明以至尊之境 对于天地的感悟 一步步地教导众人 让他的修为 更是一日千里 无江建狱的人 中途又来过了几次 显然是想要打探江明的情况 因为上一次 灵求鲜花 江明的修为 竟然是爆发出了至尊级的实力 这一举动 让整个无江建狱的人 都十分的震撼 尤其是那位建祖大人 更是派出了门下的弟子 多次前来拜访 想要见一见 这位东荒之中不出世的高人 但是 建祖无法离开万建种 江明因为伤重 也没办法离开太玄了 他的时日无多 甚至于找来了太玄圣主 开始给自己安排后世了 近乎整个东荒之内的所有人族 连同在中州大地之上的一些庞然大物门 如今都在关注着江明的一切事情 甚至于 最后就连太古族群与妖族的人 都假惺惺的来过两次 他们的目的 人族又怎么会不知道 不过是想要打探江明现在的虚实罢了 虽然几位祖王十分诚恳的拜见 但还是被太玄圣主拒绝了 如今的太古皇族 无法对人族动手 因为魂血契约的关系 他们一旦动手 就会受到天道反噬 这是他们无法承受的严重代价 而江明的伤势 也成为了他们关注的重点 魂血契约是江明施展的 江明死后 或许百年 或许千年 这份契约的约束力 会越来越薄弱 诸多的太古族群 纷纷都无比地关注江明的生死 因为 只要江明离开人时 魂血契约对于他们的束缚 就会开始不断地削弱 但是 这个时间 对于人族而言 确实已经足够了 如今天帝灵气反哺 虽然魂血契约会不断地被削弱 但是 人族也能够乘着这个时机 不断地壮大自身 或许百年 或许千年 人族会迅速地崛起 灵气已经渐渐地恢复如初 留给人族的时间 完全在江明的计算之中 他做好了一切的准备 在孤绝风之上 迎接着自己最后的时光 每一天 东荒的一个又一个的大家族 大势力 都会前来拜访 尤其是当初与江明站在一起 对抗太古皇族的那几位长老 更是在太玄圣帝之内 哭得泣不成声 他们回想起了当初 与江明站在一起 那汉不畏死的举动 又听闻太玄圣帝的人 与他们说过的那句话 与子同袍 岂约无依 人族之内 虽然没有人能够再见到江明长老 但是江明长老曾经说过的每一句话 都自太玄圣帝 不断地流传开来 这些话 不管真假 都被人们记在了心中 他们记得 人族之中 有这样的一位伟案存在 在自己人生的最后关头 气血即将耗尽之时 更是不惜自己的伤势加重 也要保护整个人族 神城之内 立一碗狂澜 十足之地 逼退太古先祖 几百年前 在众多邪魔入侵的手下 汉不畏死 为了宗门 为了人族 一次次地挺身而出 即便江明有的时候说的一些话 实在是匪夷所思 让人难以置信 但是 现在这些话听起来 却是让众人的心中无不悲弃 要是这位老前辈 不要这么早地离去 那该有多好 众人无不是这样想到 在其他的各地之内 江明的二弟子 三弟子 以及各处分散的弟子们 也是在这段时间之内 陆陆续续地回到了宗门之中 他们当中的不少人 的确是寻到了疗伤圣药 得到了可以医治重病的质保 但是 这一天似乎已经太晚了 江明的伤势 已经无法挽回 一步步地加重的伤势 终于是在某一天 画上了最后的句号 在那一天 星宿神宗的诸多长老 齐聚大殿之上 宗主大人目光凝重 看着那漫天的星斗运转 他们在等待着某个时刻的到来 起初 只是一颗两颗的星斗坠落 随后 便是一片片的星系随之暗淡 最后 那漫天的星斗 竟然是猛然消失 天地之间 忽然弥漫而起 一股浩大无比 且充满了悲戏的气息 星宿神宗 素来对于天下之势 享有最高的知情权 除了星宿神宗那庞大的势力 以及遍布天下的弟子之外 最为重要的 便是门派之中 这密不外传的种种 能够参悟天际的神秘神通 此刻 众多的星宿神宗长老 更是一脸的凝重之色 宗主大人 星象大变 世间 恐有巨变 此刻 一位没发揭白的老人 一脸凝重地说道 眼前的星斗不断地消弭 出现 又一度地消失于星河之上 万千大告星辰 仿若是受到了 某种不可抗拒的恐怖力量 从而不断地自星河之上 陨落崩塌 于万千星河之中 化作漫天的积粪 星云遍布 漫天繁星 已然消失了大半 宗主面色平静 沉默两久 终于是怅然一探 面色之上 同样涌现出 一阵阵的惊骇之色 果然 果然如此 果然如此 什么果然如此 众多的星宿神宗长老 更是难以抑制心中的疑惑 开口询问道 宗主大人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天下万般 您从未有过如此惊骇的面容 到底是什么事情 竟然就连你明眼满脸的惊骇之色 的确 他们的这位宗主大人 掌管星宿神宗 已有两千余年 在这两千余年之间 不管这天地之间 发生怎么样的大事 他都从未有过如此的不可思议 满脸骇然的面容出现 星宿神宗 可恶天机 凡是见过天机万千 纵横这世间百态 静那眼中 沧海桑田 也不过如此了 谁又会再为了一点点的小事情 而露出如此惊二二三害的面容呢 玄机 星宿神宗宗主大人 更是露出了前所未有的警惕目光 直言道 诸位 不日 便是我玄天世界的大祸将至 玉外星域崩塌破碎 天机混沌 无边神魔浩荡 踏破亿万星斗 这是天下大乱 举世震荡的迹象 天机混沌 无边神魔浩荡 踏破亿万星斗 这 自太古以来 天地间再无发生过 如此恐怖的巨变 更不要说 如今乃是绝灵时代 天地之间 尚且留存的强者 少之又少 若是如此 那该如何抵挡 众人心头 不免是浮现出一丝骇然 宗主大人 这该怎么办 是否要唤醒先祖 解开神渊封印 绝圣刀狱之内 那个玉外天魔 尚且欠我心宿神宗一份人情 是否要将他请动 还有东荒境内 传闻那江明 竟然是至尊敬强者 是否也要请他一同商议 此刻 星宿神宗的宗主大人 更是满脸的迟疑之色 他的心中掠过了许多许多的念头 两千年前 他成为这星宿神宗宗主的时候 他的师尊 曾经对他说过 这世间 将会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浩劫 万千神魔踏破 无尽星河 神魔之主将会重现人间 大地之上 万鬼哭嚎 苍天气泄 举世同伤 当时的他 并不觉得 此事会有可能 但是 现在天象如此 无边天机混沌 万千神魔踏破 无尽星河 滚滚而来 不日 便要来到这玄天世界 那预言之中的一幕幕 如今竟然是一步步的出现了 这让整个星宿神宗的人 皆是陷入了一种莫名的恐慌之中 要是不聚集整个玄天世界之内 所有的强者力量 这一切 将会彻底的毁灭整个玄天世界 想到这里 星宿神宗的宗主大人 竟然是鬼使神差的 第一个想到了 远在东荒的江民 想不到 他竟然还隐藏了实力 至尊境界 为何老夫此前推演天机 却是丝毫没有察觉 此刻 星宿神宗的宗主大人 不免想到了当初他耗费了百年寿源 推算出了关于江民的一些事情的时候 有一股无形之中的强大力量 竟然是将他生生的阻拦 让他无法探查过多 不过 推算天机 本就是逆天行 当时他只认为 是因为江民的实力高强 从而无法被推算罢了 但是现在看来 似乎并不是那么简单 想到这里 他便是再度运转了神通 开始推算 只是 他越是推算 脸庞之上 便越是骇然 江民 他 他竟然先逝了 话音一落 更是满堂震撼 江民先逝了 这位人族仅存的至尊大能 竟是先逝了 为何会如此的不凑巧 正是在这天地即将大乱的时候 江民先逝了 此刻 星宿神宗的诸多长老 连同宗主在内 无不是满心的凄凉 人族最后的一尊至尊大能 竟然就这么走了 除了万般的不舍之外 更是有人心中涌现出一丝丝的悲凉 在如今这个绝灵时代之中 江民为人族 已经做了太多 众多星宿神宗的人 虽然是并没有参与其中 但是他们都已经一一知晓 对于江民不惜自身的伤势 更是要为人族 独闯太古皇族的始祖之地一事 更是敬畏不已 太古皇族的始祖之地 那可是 即便大圣境修士 都未必能够活着走出来的显地 其后 那太古皇族的诸多祖王 更是直接借用了先祖之力 实力暴涨且不说 更是在此之后 陷进了亿万太古族群的血肉 唤醒了太古始祖的残魂 以那残魂的力量 至少也是至尊后期的级别 不过 当初那太古先祖 与人族大帝清帝 有过一段过节 以至于是那太古先祖 见到了清帝的准地器 清目神顶的瞬间 便是立刻逃离而去 不知所向 众多星宿神宗的长老们 此刻 对于江民的敬重之意 已经随着他们 渐渐对于江民的了解 而越发的浓厚 此刻 星宿神宗的宗主大人 也是立刻下达了命令 此事 劳烦大长老走一趟了 江民长老 乃是我人族豪杰 他先是而去 无被兴宿神宗 定要祭拜 听到这话 大长老一然是没有丝毫的 觉得不妥 反而是缓缓点头道 哎 可惜了 这位江民长老 于这绝灵时代中 竟还修制了至尊至尽 若是假以时日 他便是我人族的下一位大帝 可惜 可惜了 他之将死 天地灵气便开始反补 若是 他能够多活百年岁月 未必 他就不能突破智谷 成就大帝之资 皆是 君临天下 统于万族 人族将会再度兴旺 不过 这一切 都太可惜了 与此同时 在太玄圣地之内 分明已经是入夜时分 可整个孤绝风上上下下 却是犹如萤火一般 点亮了数之不尽的灯火 一个又一个的太玄子弟 在此刻止不住的乌夜 江明的坐下弟子们 更是痛哭不已 江明先是 整个院墙之内 仅仅只是留下来一座青铜骨官 似乎 他早就预料到了 自己将死 此刻 江明的小徒弟江楚楚 更是匍匐在那床榻之旁 痛哭不已 师尊 您不要走 您不要走好不好 此刻的江明 已经是气若犹斯 随时 都有断气的可能 他目光淡然 看向这满堂的弟子 诸多的太玄长老 那一张又一张熟悉的面孔 心中 只是充满了一种感慨 楚楚 不必为了为师 嗨嗨 伤心难过 生死乃天定 为师走后 你们要好自为之 江明的话 已经十分的微弱了 他的声音 尽管是细弱文盈 但是 全场却是没有任何一个 敢发出半点的声音 他们只想要听一听 江明最后的话 谁都知道 现在的他 已经真的是游进灯枯 不到片刻 便要撒手人寰 不少的弟子 此刻纷纷是别过了脸去 那不争气的眼泪 更是止不住的流淌了下 此刻 圣女宋明言 也是哭得宛若一个泪人 纵然是他 却也不免满腔的悲戏 当初 我们竟然还嘲笑江明长老 我们真是一群魂囚 江明长老 为了我们东荒人族 不惜耗费自己最后的生命 独闯太古皇族的始祖之地 那一战 定是耗尽了江明长老最后的生命 我们 我们为什么如此的无能为力 若是我们有足够的实力 能够保护好江明长老的话 为什么 本来应该我们这些后辈弟子 保护门内的老人的时候 我们却依旧是如此的弱小 不少的人 此刻心中更是满满的自责与悲戏 他们痛恨自己的弱小 若不是因为他们的弱小的话 江明长老就不用耗尽自己的生命 去保护东荒人族 这样的话 三弟子与二弟子带来的疗伤圣药 说不定就能够救活江明长老了 但是 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无能为力了 此刻太玄圣地的众人 更是多么期盼 江明长老能像从前那样 像众多的弟子们 讲述那辉弘无比的神话时代 虽然他们都觉得 那是江明长老在吹牛 但是 即便是吹嘘的话 此刻他们也好想要再听一次 可惜 这样的机会 他们再也不会有了 人将死 所有的事情 无论好坏 终究成了众人心中莫大的遗憾 楚凡 为师走后 你定要好生修炼 人族的将来 便托付于你了 人族圣体 那是足以带领整个人族 踏上巅峰的绝世之才 这些时日里面 江明已经是将自己达到至尊境界的时候 所得到的所有感悟 统统的教导 给了所有的弟子们 太古皇族那边 江明也做了最好的后手 太玄圣地 更是拥有着诸仙帝剑的护佑 即便他死后百年岁月 整个东荒也未必会立刻大乱 时间 要留给人族的 是时间 天地灵气反补 人族的弱小 即将在这灵气复苏的时代中 不断地改写 江明的眼中 充满了期待的目光 一时之间 他不免充满了感慨 那深邃的眸子间 涌现出了丝丝的感慨 为师 多想见见 你们成长起来的样子 那 该是何等的妙不可言 江明话音一落 他的眸子间 终于是燃尽了最后的一丝生命之火 双手垂落 一带泰玄无上大能 便在此刻 先是 呜 终于 再也没有人凭住呼吸 仔细地去听江明的话了 也再也没有人 压抑自己心中悲愤了 先是大弟子楚凡 多不冲到江明的身旁 满脸的惶恐 他又怎么不知道 江明的生机已经彻底的消失 他 已经先逝了 可是 即便如此 他依旧是忍不住的哭喊 嚎叫 所有的话 都化作了滚烫的泪水 沾染了江明的衣裳 四周 跪伴下的众多弟子 纷纷喊着泪珠 强忍着内心那止不住的悲痛 痛哭不已 整个泰玄圣地的孤绝风之上 早已经是响彻天地 一片悲淒哭喊之音 与此同时 在那浩荡的混沌之中 道道恐怖无比的气息 自那混沌中 踏过亿万星河而来 滚滚乾坤 四四 无边浩荡 整个天旋世界 竟然是在此刻 响彻一道恐怖的天鹰乍响 轰隆隆 轰隆隆 骇然的惊雷之音 竟然是接雷响彻了数千道 莫大天穷 更是聚集无边的血色愁云 滚滚血雨 洒落人间 无数人都在此刻感受到了那股悲气 仿若是这天地 都在为了江明的逝去而痛哭一般 天地之上 一股莫大的悲气气息 不断地自久天之上传来 八方生灵 莫管任何的生灵 皆是在这悲气气息的感染之下 止不住地流泪痛哭 就连远在此地千里之外的吴江剑雨之上 几乎所有的人 都是同一时间地感觉到了一股难以抑制的悲凉 纷纷是痛哭了起来 剑阻力于万剑种之内 更是满目的惊骇 这是何方大能陨落 竟是引动天地同伤 四方 江河绝地 大海亡羊 波涛如若要席卷天穷而上 阴风怒嚎 万鬼哭泣而行 无数的大稿星辰 与此刻不断地陨落坠入人间 八方天地 无数的生灵更是痛哭不已 那一片血雨之中 天地同伤 万物同悲 任何人 都感受到了 那恐怖无比的天地同伤 这等奇异的景象 惊动了存在于整个天旋世界的影视之人 他们纷纷是于一处又一处的境地之中 抬起了头 看向那仿若在哭泣的苍天 大惊失色 江明长老掀舍的那天夜里 环宇震动 漫天星斗 竟是尽数消失 整个天穷之上 只剩下了一轮血雨 高高挂起 洒满大地的无边血雨 涌现而出的天地同伤 更是让无数的生灵 在那无边的悲戏之中 不断地痛哭 这是让所有人都震撼不已的恐怖异象 整整持续了七天时间 随后 江明长老的尸首 按照他的遗嘱 被放入了那古朴的青铜观唇之中 没有人知道 这青铜观材 其实是号称天道第一凶煞一宝的震天观 即便是大地葬入其中 也要生死于此 永世不得超生 但是 就是这样的至宝 却是无人能够看出他的神秘之处 众人 只当这是江明长老的准备罢了 并没有太过于在意 随后 之后的七七四十九天之内 太玄圣地的人 足足让江明的尸首 吊焰祭拜了七七四十九天的时间 以整个太玄圣地最恢宏的模式进行办理 在这七七四十九天之内 诸多的门内修士 更是直接不惜耗费自身的本源 构建了一个持续冰冻的护法大阵 将江明长老的身躯冻在其中 不让其腐朽 并且有这个护法大阵在 更是无人能够触碰 或者是能够伤到江明长老的尸身 似乎 所有人都因为 在江明长老活着的时候 未曾相信过他的话 而感到自责 而感觉到悲哀 甚至于 现在他们回想起来 江明长老曾经说过的每一句话 都是那么的让人怀念 不少泰玄圣地的弟子悔恨不已 想到自己曾经因为这件事情 而开江明长老的玩笑 现在他先是而去 即便是想要听江明长老说说话 再向他请教 都已经做不到 那个在众多泰玄圣地弟子心中的骄傲 二是那个对所有的弟子 都一视同仁的江明长老 就这样离开了他们 永远地离开了他们 众多弟子 哭泣了很久很久 甚至于 楚凡最后竟然是昏死过去好几次 其他的弟子 也都差不多 他们都是将江明示弱父亲的人 江明的离开 对于他们而言 更是让他们无比的悲痛 东荒静寐 蜀之不尽的势力宗门 皆是前来吊咽 整个泰玄圣地 更是充满了悲凉无比的气息 甚至于 还有中州的一些宗门 派了门下的弟子 前来拜访吊咽 他们 都是听闻了江明独闯始祖之地的人族宗门 无不是被江明的那股汗不畏死 为了人族 甚至于是不惜耗费自己本就不多的生命的精神所感动 人族自古以来便在万族之中夹缝生长 是一个又一个犹如江明这样的人 将整个人族不断地支撑起来的 东荒境内 无数的宗门 为此直接为江明长老在门内设下了灵台祭拜 所有大势力的族内都供奉得有他的灵位 他们都在缅怀着这位 曾经拯救了东荒所有人族的大英雄 都在缅怀这位为了人族 不顾自己伤重的人族至尊 他所做过的一切 让所有的人族都铭记在心 以至于是当他先世之后 整个东荒的各大势力都前来调研 这样的场面 在数万年以来 甚至于还没有任何的一位人族大能 能够让整个东荒的人族都前来拜访 甚至于中州的人也来了不少 尤其是那传闻之中的无疆剑狱 以及新秀神宗的来人 更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大家纷纷都说 江明长老简直就是当世无双的存在 至高无上的至尊 在这绝灵时代之中 以绝傲的天资成就至尊修为 乃至于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若是假以时日 江明长老甚至于有可能成就人族大帝 在这个灵气反哺的年代中 带领人族走上巅峰 届时即便是统一万族成为万灵主宰 那也并非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一切都是那么的突然 江明长老的先世 让无数人为之惋惜 也让无数的人感到心中无比的悲弃 随着吊咽的结束 终于在这一天 江明长老终于是下葬了 地点就选在了太玄圣地的先祖墓地 而那一天到来的时候 整个天地都仿若是怀着悲痛的情绪一般 一片阴暗 雾云席卷了十万八千里 整个东荒之内 漫天的黑云笼罩 那黑压压的天地 更是让人心中无比的压抑 星宿神宗之内 诸多的长老 宗主 纷纷是在这个时候 浑身一震 旋即更是察觉到了 某种似乎十分不可思议的事情 出现在了他们的感知当中 这 这怎么可能 域外无穷无尽的神魔降临 这天地是要大变了吗 诸天之上 环宇界内 无数的阴魂出世 地府 地府真的存在吗 天呐 天地之间 更是涌现出了无数不祥的征兆 这 这到底是怎么了 诸多的星宿神宗长老 纷纷是满脸的惊恐与震撼之色 在那诸天之外 无边的混沌之中 一尊又一尊的神魔 于此刻踏破无边的虚空 滚滚而来 地府幽冥 竟然是在这个时候 轰然大开 无数的怨恨恶鬼 于此刻浮现于天地之间 万千恐怖的气息 自天地之间涌现 一个又一个恐怖绝伦的存在 竟然是在这个时候 浮现出他那恐怖无比的姿态 星宿神宗的众人 心中颤抖不已 满脸的惶恐之色 纷纷是在哀嚎 在颤抖 他们阻止不了这一切的发生 更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这无比恐怖的一幕幕 出现在整个天旋世界中 与此同时 在某一处刀痕之下 被无数条赤红色锁链困住的红发男子 满脸的惊骇之色 更是无比惊恐地 看向了那欲外 嘶声大喊 仙祖 是仙祖降临了吗 无边天地 万千还宇 难道您终于 是要一统天旋 将这一剑 收入您的统治了吗 他狂笑不已 身躯四周 无数的植被 更是不断地腐朽 重生 又再度地腐朽 往复循环 源源不断 若是有符文一族的人在此 定然能认得出来 他这至少是达到了至尊敬修为 才能够动用的天地法则 与此同时 在那中焉之地 太古皇族的那位老祖宗 此刻满脸的震撼之色 惊恐不已地颤抖着 眼神之中 更是失去了全部的镇定 这 这到底是什么气息 老夫自斩一刀 即便是面对那浩瀚天道 毅然不曾有过如此惊恐 为何此刻天地之间 竟是涌现出了这么多恐怖无比的气息 那是大帝吗 不 只怕是大帝 都不可能有如此恐怖的气息 他们 难道是真仙神奇 难道太玄圣地的那个老家伙 说的都是真的 在神话时代 存在着一尊又一尊强大无比的神奇吗 江明说过的话 他自然也知晓 并且 他一直都有太古族群的人 为他通风报信 包括了神话时代的发现 还有那金乌传承的事情 起初 他并不相信 觉得这太过于匪夷所思 或许那些 只是一些强如大帝一般的存在 因为在他看来 这个世上 绝对没有任何人 能够凌驾于天道之上 即便是大帝也不行 即便是大帝 最终也要耗尽寿源 落得天道降下天人武衰 被无边的量衰之劫 衰败而死 生死 苍天注定 任何人都无法逃避 可是 当那些恐怖的气息出现的瞬间 他更是难以置信地瞪大了双眸 以他那有缺大帝的修为 在这些恐怖无比的气息的强者之下 他竟是宛若蝼蚁一般 即便是面对天道 他亦有拼死一搏的机会 躲到这中烟之地内 长存于世 但是 这些强大的存在 给他的感觉 就是根本无法抗衡 甚至于 他只要有丝毫想要与之作对的念头 都极为有可能 瞬间灰飞烟灭 那无边浩瀚的穷雨之外 浮现的一个又一个强大的气息 更是让那无疆剑狱的剑组 感受到了恐怖的震撼 这一次 他并没有牵动 整个无疆剑狱的剑 但是 无疆剑狱之内 所有的兵器 所有的剑 都在此刻不断地颤抖 他们遮蔽了所有的锋芒 不敢有丝毫的气息 透露 甚至于那常年保护整个无疆剑狱的剑气 也在这个时候 近乎本能地 纷纷躲避了起来 就好像 是这天地之间 有某种无法抗衡的强大存在 出现了一般 所有的有灵兵器 都彻底地失去了 与之争锋的念头 亡羊之上 更是有无数的荒兽咆哮 那些犹如山岳一般 生来便拥有真神经的恐怖力量的强大荒兽 长存在世上 乃至于是千年万年的岁月 身躯能够成长到遮天蔽日的地步 但是在这个时候 这些往日里 在海域之上兴风作浪的无数荒兽 却是在疯狂地颤抖 他们止不住地哀嚎 好像是在恳求着 某个神秘莫测的存在 饶恕他们的存在 那不止一道的恐怖气息 让整个符文一族的人 头皮发麻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难道是造就了我们符文一族的神奇出世了吗 那曾经赐予我们法则之力的无上存在 难道真的还存在于这个世上吗 上邪 为何您要让我们镇守生命禁区 那些恐怖无比的存在 到底都是些什么 无数的符文一族的族人 都是纷纷跪拜在地 拥有法则之力的他们 对于这天地之间的任何一丝气息 任何一点变化 都远远的超过了普通的人族修士 他们更是感受到了在那域外 无边无际的混沌之中 此刻浮馅出的一股股恐怖无匹的气息 域外神魔崩塌星河 九幽地府大开鬼门 诸天万剑 任何223有灵之物 无不是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浮躁 莫名的惶恐 似乎在这个世界上 有一种不知名的力量 在不断地左右着他们的心绪 那恐怖的气息 来至于是波及到了那些生命禁区 在生命禁区之内 一条条浩瀚无边的漆黑长河之上 一个又一个奇异无比的巨大凶兽 此刻纷纷是咆哮不止 狂吼不止 他们充满了愤怒地朝着天穷吼叫 但是随着那些气息的不断逼近 他们的吼叫 渐渐地变成了畏惧的提叫 之后 甚至于是让那一个又一个恐怖无比的凶兽 匍匐在地 哀嚎不止 一种自灵魂深处的畏惧 让他们陷入了这样的恐惧之中 在那星空之上 一条浩瀚的长河之中 滚滚而来 无边的汹涌波涛 但是诡异的是 那波涛之中 滚滚去的并非是河水 而是一个又一个细微的画面 盘古开天 女娲造人 大翼摄日 一个又一个江明曾经说过的事情 不断地从那河流之中浮现 一股股浓重的岁月气息 乃至于是压垮了整个星河 崩塌了无边的混沌 自那长河的尽头 一个巨大的身躯 手中握着一柄巨大的神符 流露出丝丝悲弃的情绪 岁月尽头 万古成空 幽幽哀哄 举世悲鸣 一声淒厉地喊叫 自那长河的尽头传来 只是刹那 整个天玄世界 犹如是受到了巨大的轰击一般 整个天地 竟然是在不断地颤抖着 无尽的天道显化 诸天之上 万千霞光必放 但是那只持续了一瞬间 下一秒钟 整个天道的气息 更是变得无比的悲气 天地之间 竟然是再度地降下了 浩瀚无边的血雨 阴沉 灰暗 数之不尽的悲气 涌现于此刻 那域外传来的恐怖悲鸣 更是让无数的人的心头一颤 星宿神宗的人 更是目瞪口呆 他们浑身颤抖 心中 充满了无边的敬畏 他们看向天穷 那无边的浩瀚诸天之外 竟然是存在这一尊又一尊的神魔至尊 踏破星河 碾压混沌 无边的岁月气息 滚滚来 铺天盖地的万古长河 更是犹如记载了一切岁月的太出河流 涌现于天地之间 那浩瀚无边的震动 震撼着整个天玄世界 无数的强大宗门 族群 皆是在此刻陷入了惶恐之中 天地之间 颇有一种大劫将至 无边灾祸席卷诸天万界 要在此刻覆灭地火风水 重铸宇宙洪荒一般的灰红气息 扑面来 但是诡异的是 在太玄圣地的先祖目的之上 那几乎是席卷了诸天万界 环宇诸天的恐怖气息 竟然是丝毫没有垂落于太玄圣地的迹象 这也是让诸多的东荒人族长老 对此丝毫没有察觉的原因 只是 这天空之上 不断席卷开来的风云涌动 让众人感觉到了丝丝的压抑 没有人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 也没有人仔细地去想 这一切会和江明的葬礼 有任何的关联 下葬之时 无数的东荒人族 在此刻泣不成声 太玄圣地的长老们 在人群之中 不断地讲述着江明的过往 那曾经的一幕幕画面 现在他们恍若隔世 原本在他们的记忆之中 那个喜好吹嘘 修为不高 但是对门内弟子 极为关心爱护的江明长老 如今 却是先逝而去 永远地离开了他们 并且 这一切归根究底 还是因为如今的东荒人族 无力招架太古皇族的侵害 最后 只能是江明挺身而出 拖着病重的身躯 一次次地解决人族的危难 以至于 更是说出了与子同袍 岂约无依这样 让人心中振奋不已的话 众人心中无不感慨 那远在太玄之外 人族为江明送行的队伍 竟然已经达到了数十里之外 千万人族 一眼看不到边际的送葬队伍 已经是让无数的人为之惊骇 人族几乎各大城池的人 都派遣了人前来吊焰 还有不少的人 竟然是主动前来 整个葬礼 没有邀请任何一个人 但是整个东荒 几乎没有一个人族的势力缺席 随着时间的推移 江明长老的官纯 终于是来到了先祖墓地之上 正当众人即将下葬沿途的时候 忽然之间 天地之间风云色变 于那天穷之上 竟然是生生的撕裂 开来一个巨大的口子 自那天穷之外 无边的浩瀚混沌 煞时间浮现于所有人的眼前 此刻 众人纷纷是惊呆了 更有甚者 更是满心的震撼 张大了嘴巴 久久说不出话来 这 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为何天空之上 会出现这样恐怖的场景 这难道是苍天裂开了不成 正当众人话语一落 那看守着江明官纯的众多弟子 却是陡然之间发现 江明的官纯 竟然是消失不见 众多弟子大惊失色 瞬间便是四处寻觅 然而 不管他们怎么用神念扫荡四周 竟然无法发现 那青铜官纯的存在 便当众人焦急不已的时候 忽然 自那天外 阵阵恐怖无匹的咆哮之音 轰然传来 有如是九天玄雷轰落天地一般 一个又一个巨大无比的身形 自天外浮现 那 那是什么 众人瞪大了双眼 难以置信地看着那域外的 一个又一个恐怖无比的存在 这个时候 众人之中的宋宁言 却是忽然之间想到了某个可能 他猛地愣在了原地 旋即更是不断地后退 目瞪口呆地看着那天外的诸多庞大的身躯 那可不得气息 猙獰的面孔 但是又带着无边宿目庄严的模样 头顶垂落无边的阴落 金灯 法器 如与落斑倾斜而下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这 这竟然是江明长老生前曾经描述的大道天魔 大道天魔 如此霸道的名字 竟然是以大道为名 那巨大身形 敌的确确 就是江明曾经向他描述过的模样 那些存在 就是强大无比的先天神魔之一 大道天魔 这还是他问起那盘古大神的来历之时 江明曾经提起的 他说 这天地之间原本是一片混沌 混沌之中 仅仅只有一株混沌清廉存在世间 此后 混沌清廉孕育而出三千大道天魔 而盘古大神 那曾经开天辟地的先天神奇 便是大道天魔之一 大道天魔 那可是江明长老曾经描述过的盘古大神的同胞 他们各自执掌一条无上大道 曾经在盘古大神开天辟地之时 降下无边量衰之节 欲要毁灭盘古大神 其后 江明长老曾经说 是他闯入那无边星域 斩杀三千大道天魔 协助盘古大神开天辟地 宋宁炎现在还记得 当初他听到这些话的时候 曾经是觉得那么的荒唐 那么的不可思议 但是 当那诛天之外 忽然出现的无数大道天魔 那涌现而出的恐怖气息 还有对应着江明曾经与他讲述过的种种细节 这无不是证明了那些大道天魔的存在 竟然是真的 这样的结果 实在是让宋宁炎难以接受 也难以想象 这一切 既然都是真的 这是何等恐怖的气息 为何我等光是看上一眼 便感觉一种莫名的大因果 大灾祸 即将将我毁灭于其中 不少的人 此刻更是灵台道骨 出现了道道的裂缝 那恐怖无比的大道天魔 光是让他们看上一眼 就已经是让他们心中无比的震撼 甚至于 他们自身 都要因为这恐怖无比的大道天魔 而陷入毁灭之中 这样恐怖无比的存在 竟然是真的 居然不是江明长老 随口捏造的谎话 也并非是他开的玩笑 而是真真切切存在的 哗啦啦 哗啦啦 正是在这个时候 在那大道天魔的身后 居然是出现了一条条漆黑无比的锁链 每一根锁链之上 都鸣刻着玄傲无比的符纹 在场的符纹之地 古家之人 光是看到这锁链的一瞬间 便是浑身一震 古月 那个古族之内 这一代符纹之灵的守护者 他竟然是接连后退 随后满脸的难以置信 这 这竟然是至高无上的大道法则 所编制的法则所练 这些大道天魔 竟然真的能够掌控大道法则 在这些天掉焰的日子里面 大家已经知道了 他乃是符纹一族的人 而且不少大势力的人 也对符纹一族颇有知晓 法则之力 更是符纹一族强大的根本 但是 就连古月 这个古家之内 有绝对话语权的人 竟然都这么说 刹那 所有人都是愣在了原地 大道天魔是真的 而且他们每一个 都是掌控了一条无上大道的至高存在 这 这实在是太过于骇然了 太过于震撼了 江明长老曾经说过的那些话 竟然是真的 此刻 众人更是难以呼吸 胸腔十分的难受 他们想要喘气 因为他们的心中 满是难以抑制的悸动 可是 这些大道天魔 以大道锁链 拖拽着什么 这 这三千大道天魔 他们 他们到底 在做什么 古月惊呼不已 在那无边欲外 随着三千大道天魔 不断地朝着玄天世界大步走来 他们每一步 都要崩塌一方星河 塌陷一方混沌 整个天穷 更是因为承受不住 他们的恐怖力量 而不断地颤抖 破碎 以至于是破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 而在他们的身后 那一条条由无上大道的法则之力 所编制的法则锁链 终于是呈现出了他的原貌 在那个锁链之上 竟然是存在着一副古朴的青铜冠蠢 那 那是冠蠢 众人先是一愣 玄疾 楚凡更是立刻认了出来 他们寻遍八方也找不到的冠蠢 竟然出现在那无边的欲外 浩瀚的混沌之中 那是师尊的冠蠢 三千大道天魔 竟然是拉着师尊的冠蠢而来 楚凡惊呆了 他们忽然想到了什么 在江明失去之前 他们曾经说过 在我死后 神魔之主会为我送行 天地为我祈备 玉外青铜骨关落来 将我葬入轮回身处 原本 这样的话 众人只当是江明所开的玩笑 根本当不了真 但是 现在那玉外天魔 拖拽着青铜骨关 一步步的朝着太玄仙祖墓点来 在那青铜骨关之内 正是放置着江明的身躯 这一切 竟然是在一步步的应验 预言 这是师尊的预言 江楚楚瞬间便是满脸泪珠 师尊 师尊 他没有骗我们 这一切竟然是真的 此刻 众多人族 也是满脑子的胀痛感 一下子涌现出了太多的事情 让他们的脑子 一下就当机了 一下就无法思考了 大道天魔 无上大道所铸铸的法则所链 青铜骨关 玉外大道天魔 那一个又一个恐怖无比的存在 竟然是真的 并且 那恐怖无比的景象 早已经是告诉了所有人 那些强大的存在 他们实力的恐怖 是慕庸置疑的 是所有人都无法想象的 岁月尽头 万古成空 幽幽哀红 举世悲鸣 正是此刻 天地之间 再度响起这一声恐怖无比的悲鸣 自那玉外 陡然间浮现出一条浩瀚的长河 自那长河之上 所汹涌的波涛 竟然并非是水滴 而是一个又一个的画面 一段又一段的历史 那恐怖无比的岁月气息 简直要把这天都给压塌了 要把这大地给淹没了 震撼 惊撼 无数人的心中 早就已经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只有那古月 依旧是还在用一种无比艰难的口气 呐喊着 岁月长河 那竟然是岁月长河 它竟然真的存在 在符文一族的典籍之中 有不少的神话故事 其中 便有一条描绘着岁月长河的故事 虽然 这些对于古月而言 仅仅只是一些 并不可完全相信的传说罢了 但是 现在他越发的确定 这岁月长河 就是真的 因为 其上所勇献而出的那一个又一个的画面 正是不久之前 曾经在这天地之间发生的事情 岁月长河 真的有这样的一条长河存在吗 我的老天 那长河之上 竟然存在着万古岁月 无边浩瀚 莫大的震撼 席卷着众人的心神 他们面若癫狂 话语艰难 好像每说出一句话 都要耗费极大的力气一般 个个都是满头的大汗 上尊先世 天地同商 上尊先世 天地同商 上尊先世 天地同商 随后 自 来了好 那岁月长河的尽头 陡然之间 浮现出一个又一个庞大无比的身躯 有一人 顶天立地 浩瀚无边的身形 巨大无比 他的手中 握着一柄巨腹 恐怖无比的凌冽气息 不断自他的身影 知上传来 虽然那身影模糊不已 但是 几乎所有人 都联想到了某个存在 盘古大神 开天辟地的盘古大神 是的 所有人 都联想到了 那位无上至尊 那位开天辟地 三千大道天魔之手的盘古大神 这么说来 盘古大神 莫不就是神魔之主了吗 宋明也猛然间想到 更是瞬间发现 灵 龙 八 五分六 一分零 九 七分八比二这一切 竟然和江明所描述的 一般无二 神魔之主为他送行 域外降下青铜古关 为他埋葬 天地同杀 万灵共碑 但是 那岁月尽头 竟然还不止是有着这个身影 一个又一个的巨大身影 不断地从那岁月尽头浮现 有一个人人手舌身 手持铜顶 恍若有万千圣洁自其周身涌现 有一个人手持神弓 弯弓搭剑 射落无边大稿行尘 为送葬的队伍扑就道路 还有一个人背后悬浮九顶 手持一根擎天巨竹 脚踏汪阳大河 奔腾而来 宋明延昊 江楚楚 他们二人纷纷是盯着那天空之上不断浮现的人影 越发的难以置信 盘古 女娲 大义 大雨 这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为何江明长老曾经描述过的那一个个先天神奇 一个个天地之间的无上强者 存在于神话时代的无上存在 竟然都是真的 他惊呆了 周围的人都全都惊呆了 那浩瀚的长河浓重无比的岁月气息 自诸天之外 无尽的混沌之中 生生的碾碎无边的星河垂落人间 北疆 南海 西末 中州等多地 皆是于此刻掀起了无边的轰动 那恐怖无比的存在 惊恐世人的无数神奇 于狱外混沌中不断的碾压而来 那股恐怖无比的气息 更是让众多大势力 在此刻纷纷惊叹不已 尤其是在一些古老的家族当中 那些原本是躲在家族境地之中 久久未曾出世的先祖一辈的老怪物 在此刻纷纷惊醒 尤其是在南海之内 传闻在南海之内 有一处名为允星海的太古遗迹 其中藏匿了蜀之不尽的神秘存在 强大无比的荒兽 自斩一道的太古妖族 或者是源自于太古时期的强大族群 皆曾经出现在这片允星海之中 此刻 在允星海的某处浩瀚的岛屿之上 一个三头三眼的太古族人 手持三叉戟 狠狠地朝着波涛亡羊之内刺去 煞世间 漫天的波涛席卷亿万里之巨 无边的巨狼之下 竟然是一头神王镜的恐怖荒兽 然而 在这个神秘的太古族人的手中 那只仿若如同山岳一般巨大的恐怖荒兽 竟是被其一道三叉戟 生生于胸前刺穿了一个巨大的洞口 那恐怖无比的力量 甚至于能够踏破八方虚空 此刻 他目光之中掠过了思思的惊骇之色 满脸惊恐地看向天穷 神魔之力 一席话中 带着无边的震撼之色 他死死地盯着那无边混沌之中 所荡漾着的巨大场合 只是刹那 他的三只眼眸之中的一只 竟然是瞬间爆裂开来 轰隆隆的一声巨响 他那原本是强大无比的身躯 竟然是瞬间炸裂了其中的一个脑袋 啊 亡羊之下 那三叶族人更是一脸骇然的颤抖着 心中无比的惶恐 我 我只是想要以我天眼神通窥探着长河的真相 竟是瞬间受到了一股神秘力量的反噬 那到底是什么 为何我仅仅只是看上一眼 便瞬间爆裂了一只神 二百二十三眼 一颗头颅 这三眼族人与一般的族群完全不同 他们的三个脑袋之上 分别蕴含着三颗道骨 各自之间相互连接 同等境界之中 他们能够达到别人的三倍实力 更为可怕的是 他们的三只独眼 可以通古今 知未来 洞悉万物之根本 窥探天地之阴阳 他们是这个世上最为强大的太古族群之一 可即便如此 当他试图窥探那岁月长河的时候 冥冥之中 竟是浮现出一道无比恐怖的力量 瞬间将他的灵台倒果崩裂 就连他的那颗头颅与神眼 都无法保存下来 瞬间是破灭 如此之多的神魔之力 自那神秘长河之上涌现 那天外青铜骨关之内 承载的到底是何人的身躯 为何他身死 竟是有如此之多的神魔 为他悲弃 甚至于是天地同伤 日月同灭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他浑身颤抖着 以他那恐怖的修为 即便是在这陨星海之上 却也是少有人敢轻易地招惹 可是 他仅仅只是窥探了一眼 那域外的岁月长河 瞬间便是陷入了如此恐慌之中 而在他的身后 距离此地约某万里之外 一处幽幽的山谷之内 数之不尽的鬼魂 在这漆黑的山谷之中 咆哮不止 一个仿若是枯骨一般的老人 正是一脸震撼地看向天穷 四周那些哀嚎不止的鬼魂 甚至于 有的乃是鬼皇 鬼帝之类的存在 他 更是这世上少有的鬼修之道 传闻 要想修炼一只鬼皇 需要近乎亿万生灵的魂魄凝炼而成 而想要修炼而出鬼帝 则必须拥有一丝大地气息 融入鬼皇体内 经过无数阴魂的滋养 近乎数千年的岁月 才有可能得到一只鬼帝 任何一个鬼帝 实力都是堪比 半不知尊敬的恐怖存在 而在这山谷之内 竟是有足足三只鬼帝的存在 而那鬼修老头的实力 更是深不可测 他的周身涌动着一道道 神秘不已的奇异法则 仿若是在演化着 太诸天轮回 万物生死 仿若是蕴寒其中 他的身躯如若枯骨 但是那骨骼之上 竟然是焕发着圣洁无比的乳白色光辉 既是圣洁 又是无比阴邪的气息 自他的身躯之上不断地涌现 如此神秘的大能 此刻竟然也是为了那天外出现的异象 震撼不已 三尊鬼帝如此的惊憾 便是老夫 也无法窥探 那恐怖的长河分喉 那到底是什么 为何会有如此浓重的岁月气息 岁月气息 那是在某些活了近乎万年的大地身上 才有可能出现极为细微的 一缕神秘无比的力量 但是 在那长河之上 却是犹如亡羊一般的浩瀚 那恐怖无比的岁月气息 甚至于是亿万万年 都未必能够形成 这样神秘的场面 让他浑身的骨骼都在不断地颤抖 灵气反哺 天帝将要再度开启成帝之路 届时只怕黑暗动乱再度浮现 天帝之间 更是出现了如此恐怖的异象 那青铜骨关之内的人 到底是什么人 若是老夫能得到那人的尸体 将他炼制为一尊鬼帝 又该强大到何种地步 或许 老夫能够在有生之年 炼制出一尊鬼神的存在 若是如此 老夫这阴天宗 便能够名震八放 姐姐 到时候 只怕这天下 又该大乱了 他狂笑不止 四周的山谷之内 诸多的鬼魂疯狂的呐喊 阴风大作 仿若是地府幽名大开鬼门 无数的怨恨恶鬼 煞气纵横 与之城对比的 却是在允星海的某一处 星辰所化的岛屿之上 这一座岛屿之上 遍地皆是数之不尽的奇珍异宝 不少的异草 更是存在了近乎万年的岁月 甚至于 就连那炼制不死药的材料 都出现在了这座岛屿之上 这浩瀚的岛屿之上 浮现而出道道圣洁的光辉 金光普照 遍地一彩 无数仙鹤飞舞 万千祥瑞分成 岛屿中心 更是呈现而出 一座巨大的青铜顶 那青铜顶坊 若是有晴天之能 拔地而起千万里之巨 甚至于 在那巨顶之下 足足能够建立起 一座浩大的宫殿群 正宗的大殿之上 一尊头顶 铭刻着奇异神文的修饰 更是满目惊骇地 看向天外 何方大能葬灭于今日 竟是引动了诸天神魔送葬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就连那关于神话时代的记载之中 都没有如此恐怖的大能存在 此刻 那修饰正是手中 捧着一卷古籍 在不断地观看 古籍之上 所描绘的 乃是在先古时代之前 那恢弘无比的神话时代 这些物品 乃是他一处神秘的秘境之中发现 与此同时 他更是得到了不少神话时代 遗留下来的神秘单方 逆天神器 以及一些 他从前想也不敢去想的恐怖道法 那其中说 描绘的任何一种道法 任何一种神通 都被冠以一种种奇特的名称 沙伐大朔 天道大朔 掘古大朔 一种又一种神秘莫测的神话传承 正是来自于神话时代的无上神通 就算是如他这般 修为深不可测 于乱星海之上 纵横驰骋的无上大能 却也是惊骇不已 尤其是在那些古籍之中 所描述的 种种神话时代的传闻 此刻竟然是在那天外不断地上演 纷纷是证实了 那神话时代的存在 更是让他为之大惊失色 本罪原本以为 先古时代 便已经是最为古老悠久的时代了 可是 在那先古时代之前 竟然还有神话时代的存在 他手捧着古籍 目光之中满是兴奋之色 看向那无边的星河之上 浩瀚的岁月长河之中 索浮现出的道道身影 天地之间 竟然真的有永生不死的神奇存在 这世上 大帝之后 更有真仙存在 永生之路 无上道徒 无辈修士 穷极一生 不就是为了追寻永生大道吗 他的心中 无比的狂热 止不住的兴奋 他终于在这个时候 知道了这世上 竟然真的有永生存在 熹和年 纵然是大帝 那至高无上的存在 却也有寿源结束的一天 最终 被那亮衰之节 不断衰落而死 人们无法揣测 到底在大帝之后 是否还有更为高深的境界 是否 还有更为强大的存在 这世上 是否真的有限 真的有深 真的有人 自天地初开 便更古存在 留存至今 这一切 原本是无人知晓 并且一片空白 但是 随着这欲外的异象出现 他终于是证实了 这世上永生的存在 证明了在大帝之上 更有强大的神魔存在 诸天神魔 同葬一人 也不知道 那青铜骨关之内 到底是何等至高无上的存在 若是有朝一日 本尊能见上一剑 即便只是祭拜 却也是此生无悔了 此时此刻 他的心中 更是充满了感慨 看向那诸天之外的青铜骨关 满脸的震撼之意 在他看来 那神秘莫测的存在 显然就连在神魔当中 也是绝顶一般的存在 不然的话 这诸天神魔 为何要为其拉关 为何要为其悲鸣 浩荡天地 更是为之天地同伤 这样的恐怖存在 已然是超乎了他的想象 除了在这南海境内 在那整个天玄世界最为隐秘 最为古老满荒的南疆之内 存在招数之不尽的太古族群 一个烈烈窃窃的身影 正是不断地朝着南疆的深处而去 若是仔细一看的话 却是能够发现此人的面容 竟然是与当初的 那个始祖之地中的始祖残魂 一般无二 此刻的他 从东荒逃离之后 便是疯狂地朝着南疆而来 在南疆之内 才是他们太古族群 真正的发源地 是他们太古族群 最为鼎盛的根基之处 但是 当初他也不知道是经历了什么 竟然是在那东荒陨落 该死的青帝老头 大爷我好不容易挣脱了你的封印 却又遇到了你的青木神顶 终有一日 大爷我修为恢复 重归巅峰 定要踏平你那狗屁人族 他的眼中满是怨毒之色 更是疯狂地嘶吼 正是此刻 他也是听到了 那域外的天鹰滚滚 见到了那恐怖无比的岁月长河 此时此刻 正是一脸怨毒之色的他 却是瞬间愣住了 这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诸天神魔 竟然是重归天地了吗 不 这不可能 大爷我好不容易逃脱了 那太倾天天尊的囚禁 逃往人间 难道又要将大爷我拖回去 给那什么狗屁天尊看门不成 此刻 他却是语出惊人 他乃是仙古时代的一尊大帝 是所有太古皇族的先祖 但是诡异的是 此刻 在他的口中 那个什么 所谓的太倾天天尊 却是将他这一尊大帝 当作看门狗一般的存在 这样的话 要是让太古皇族的人知道了 只怕 会让所有的太古皇族的人 都为之震撼不已 然而 此刻的他 更是不断地后退 不断地露出了 难以置信的面容 因为 在那个浩瀚无边的岁月长河之上 一个骑着轻牛的身影 却是让他瞬间目瞪口呆 那 那是太上天尊 这个老不死的 为什么还活在世上 岁月长河是何人隐动 到底是何方大能 竟然能让这些个亘古存在的老不死 为之送葬 他彻底的惊呆了 如他这种在天尊手下 仅仅只能作为看门狗的存在 来到人间 却也成为了一方大帝 创下了太古皇族 更是曾经统育过万族 于无数众生的头顶鼎立 但是 在这些岁月长河的神奇面前 他却是宛若一条野狗一般 疯狂的嘶吼 拼命的逃跑 眼中除了惶恐之外 更多的还是难以置信 他根本就难以想象 那个被无数神魔送葬的人 正是当初站在他的面前 以轻木神鼎 将他吓跑的疆灵 在南疆之内 同样是引起了巨大震动的 同时还存在着于一方小世界之内 在这一方小世界之内 一只轻面巨尸 正是吞噬着一个又一个的生灵 在他的脚下 数之不尽的血肉 汇聚成了石山血海 那是一个妖族的领地 而他光是出世之后 便吞噬八方妖兽亿万 以至于是让南疆之内的无数妖族 陷入了惶恐之中 至于他自己 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是何等修为 也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妖族大能 一位封印在神渊之内的大圣后期妖族 曾经试图抵抗过他的残暴行为 然而仅仅只是用了一个照面 这轻面巨尸便将那尊妖黄瞬间吞噬 方圆千里里境内的所有妖族 无不是闻风丧胆 纷纷是溃逃而出 带着他吞噬血肉 差不多终于是恢复了些许生机之后 在他那满是苍老异味的眼眸之间 更是透露出了丝丝的震撼 他陡然间看向域外混沌 在那浩瀚长河之上 存在着的一个又一个强大无比的存在 更是瞬间让他为之亥然不已 不 这不可能 他们怎么会出现在此 岁月长河又为何会出现于天地之间 西年本座逃出逍遥天宫 终于不用沦为他人之奴 为何这些强大无比的神奇 竟然是还存在于这天地之间 难道他们真的是永恒不死的吗 难道他们真的是超越了天道的存在吗 此刻 这轻面巨尸更是浑身颤抖 他回忆起了当初远在万古之前的岁月之中 他被一个名为逍遥天宫的强大势力所囚禁 直到神话时代的结束 先古时代的到来 他终于是自展身躯 以原神逃出了逍遥天宫 在亿万年之后 他于某处境地之中修炼至今 终于是恢复了他的肉身 原本 他以为这一切早就应该结束了 神话时代 早就应该是一个远离了他的时代 但是 他没有想到的是 曾经那让他惊恐 畏惧不已的神魔们 竟然又一次地出现在这天地之间 并且这一次 他们更是直接拉拽着一座青铜骨关 自混沌的深处不断地走来 就好像 这些强大无比的神魔 都要为这个神秘的存在送葬一般 这样的事情 实在是太过于匪夷所思 甚至于是让他浑身震动 满头的大汗 到底是谁 那个葬在镇天关内的无上存在 到底是谁 那可是天道第一凶杀一宝 即便是大帝 都能够轻易镇杀的无上一宝 为何 这样的质宝 仅仅只是用来给他作为官纯使用 他彻底的惊呆了 他依稀还记得 当初 我在那该死的逍遥天宫的时候 曾经有古籍描述 镇天关 乃是三千大道天魔的神魂精血所化 蕴含了这世上的至凶至煞之气 可谓是足以葬灭青天的存在 后来黑暗动乱 一位无上大能 更是借用此关 直接葬灭了曾经的天道 就连现在的天道 都仅仅只是个替代品罢了 该死 这样恐怖的无上一宝 竟然被此人当作官纯 难道这个人 能够与天相比吗 他彻底的愣住了 他怎么也想不到 那曾经葬灭了天道的镇天关 竟然只是江明的官纯罢了 而三千大道天魔 更是直接化形出现 亲自为其送葬 这是何等至高无上的伟案 才能够让三千大道天魔为其送丧 让那曾经葬灭了天道的镇天关 作为他的官纯 乃至于是这天地 亦是为其天地同伤 无尽岁月长河之上 一个又一个强大无比的神魔 更是为其送行 青面巨师皱起眉头 心中泛起了浓浓的疑惑 他猜不到 也想不到 就连他这样存在了亿万年的存在 却也是无法揣测 同样与他相似的人 在昔末之中 也有出现 浩瀚的荒漠戈壁之上 近乎是毫无生机的大地之上 一座焚烧了亿万年火焰的巨大山谷之内 一种神秘莫测的神火 在这山谷之内 足足燃烧了亿万年之久 在那山谷之内 一只浑身泛着金光的神鸟 浑身燃烧着恐怖无比的神火 一脸惊骇地盯着苍天之上 若是小徒弟姜楚楚在此的话 甚至于可以看得出来 眼前的只神鸟 竟然和那三族金乌 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 只是 这只神鸟浑身雪白 却是与三族金乌那漆黑的身躯 完全不同 但是它周身涌动着的恐怖神火 却是真真正正的太阳神火 仙祖在上 吴辈妖族仙祖 竟然长存于这岁月长河之内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为何吴辈仙祖 竟然为了某个人 而纷纷出世 岁月长河 这曾经在天地初开之时 仅仅浮现过一次的神秘长河 如今竟然再度出现 父神 您为他而悲戚吗 他到底是什么人 为何 您会为了这个人 而露出如此悲伤的眼神 他扬天长笑 目光更是死死地盯着那遵守 持神府的巨大虚影 任由谁也不知道 他与那巨大虚影的关系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也没有人知道 他到底是什么人 只是 在他那恐怖神火的影响下 整个西末之上 常年酷热无比 中年不散的酷热 更是让这里 化作了一片荒芜之地 而他 也在这里 足足待了有一万年之久 无生于黑暗动乱之后 诞生于仙古时代之初 这世上的太多事情 是我所不知道的了 但是父神 我不会停下 寻觅您的脚步 不管您祭拜的是谁 只要找到此人 我就一定能够从他的口中 问出关于您的踪迹 说吧 他腾空而起 更是转眼 化作了一个身披白袍的女子 其容貌倾国倾城 恍若世间所有的华彩 在他的面前 都失去了应有的颜色 随着他一步踏出 这座燃烧了亿万年的山谷 瞬间 熄灭了那恐怖无比的神火 而他所去之地 正是东荒 与此同时 在中周大地 一处神秘的生命禁区之中 一个奇异的虚弥世界之内 一袭白衣弱血的女子 精彩绝艳 风华绝代 她抬头看向天穷 眼眸之中 更是涌现而出一抹涓泪 只是这一刻的洞容 更是叫人感到了 无比的酸楚与心痛 仿若是这世上最艳丽的花朵 在此刻凋谢一般 她的容貌 已经美艳到了 能够蛊惑人心的地步 但是 更为奇异的是 在她的身躯周围 道道足以震碎星河的恐怖道运 无数足以构建天地大道的 万千法里 更是浮现于此 仅仅随着她的眼眸移动 那万千法里 无数道运 皆是在此刻震动不已 一股恐怖无比的气息 仿若是要在此刻覆灭诸天万剑 轻浮一切的地火风水 愿君走好 来世相见 半想 她终于是满脸悲欺的 说出了这样的一席话 随着她的话音一落 在这禁地之外 延绵数百万里之巨的无数生灵 皆是在此刻颤抖不已 那恐怖禁地之内 所焕发而出的强大气息 以至于是让周围的所有强大存在 都为之惊骇不已 与此同时 在那附近的一个巨大岛屿之中 更是有诸多强大的人族强者 瞬间被其惊动 那位大人 已经十万年 没有任何的动静了 为何今日 却是焕发出如此悲伤的气息 难道是 与那诸天之外 青铜古官所葬之人有关系 这个强大无比的宗门 整个山门皆是悬浮于半空之上 门内的诸多长老 几乎每一个人 都是实力强大到了大晟级别的恐怖强者 甚至于 在那宗门禁地之中 一些供奉在神渊之中的老怪物 更是达到了至尊境界 只是 这个宗门与世隔绝 基本上中周大帝 无人知晓他们的存在 只有如同吴江剑狱 或者是新秀神宗 这样的超级宗门 才能够知晓他们的存在 而这个宗门 在外界 还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 人祖圣地 传闻 天下所有的人族 灵球鲜花 皆是来源于这个圣地之内 有一本古籍曾经记载 西年有一位无上大能 捏土造人 一开始 他亲手早就了三千六百个先天人族 之后 又造就了十一八千万个后天人族 正是这些人 繁衍至今 成为了今天的所有人族 而那些强大无比的宗门 皆是知道 在这个宗门之内 便有着曾经的先天人族的存在 人祖圣地 也因此而来 而人祖圣地之内 此刻 已经是一片震动 诸天之上 无数的诸天神奇出现 甚至于连那位 曾经造就了人族的大神符 献出一道虚印 这让无数人祖圣地的长老们 纷纷是朝天跪拜 与此同时 他们身旁的那股禁敌之中 留存着一位自神化时代 便存在至今的无上存在 今天 那位无上存在 竟然是为了青铜骨关里面 所埋葬的那个人 而涌现出阵阵悲伤不已的气息 这让诸多的人祖圣地的弟子 为之惊讶不已 就连此刻 那封印在神渊之中的那些个至尊 此刻都是纷纷睁开了双眸 惊恐无比的盯着那生命禁区 直言道 那位大帝 竟然有了动静 天地灵气反驳 难道说 那位大帝将要出世了吗 可是 每次那位大帝出世之时 天地之间都引发了黑暗动乱 难道说 又一次的黑暗动乱 即将出现了吗 无被人族 又要受苦受难了 唉 西年的十大圣体 本该是镇守我人族 但是如今 十大圣体 仅仅留存一人 唉 只可惜 无等不能离开禁地 如若不然 又岂会坐视不管人族之事 岁月长河 无尽混沌 诸天神起 万千神魔 若是那位大帝出世 或许我人族 还有机会 此刻 众多的至尊更是感叹不已 心中涌现出了丝丝的敬畏 似乎是提及禁地之中的那个大帝 他们更是无比的尊敬 在中州大帝之上的诸多禁地 一个个由符文一族镇守的禁地 此刻 也是震动不已 一些存在于太古时代的恐怖大能 纷纷是在这个时候 选择苏醒 甚至于 某些神秘的存在 更是自先古时代 便长存至今 乃至于是斩下了三刀的准地 都在此刻自无边的浩荡中 睁开双眼 于无边的漆黑深渊之下 一尊头漆黑的神龙 缓缓地睁开双眸 眼中 满是难以置信的神情 第二次黑暗动乱 吴被龙族尽数毁灭 唯有老朽 于黑暗动乱中苟活到今日 那些曾经在黑暗动乱之中 震惊环宇的存在 无边浩荡之内的神魔气息 竟然再度出现在世间 上一次出现 还是那位无上存在 杀入星域之内 于无边的域外天魔之中 平定那浩荡的黑暗动乱的时候 今日 到底是谁的葬礼 竟是再度引动 这般恐怖无比的景象 他难以置信的 看着天穷之外 所发生的种种事情 在他的记忆深处 那些强大无比的存在 那个震撼了他一生的恐怖场面 如今再度出现 那一尊无上存在 以一己之力 平定黑暗动乱 于诸天之内 圈养混沌神魔 昔年他种下的柳树 曾经杀入戒海之盼 那个强大无比的存在 昔年的他尚且弱小 可也是听闻过 那人的种种大能 如今 再见到这诸天 浮现如此异象 他不免是在不断的猜测 最终 他的所有想法 却是汇聚而成 某个近乎不可思议的念头 难道说 那位无上存在 竟是先世了吗 不 这不可能 他怎么会先世 他应该是 与这天地同寿 不 甚至于是这天地毁灭 他亦不可能死去 昔年震天观震 杀天道 他以一己之力 改天换地 即便是天道 他也能够轻易地更换 更不要说 这不过亿万年的岁月 他 怎么会死 那漆黑神龙心中无比的震撼 虽然只有那位神秘的存在 曾经引动过诸天神魔 但是 他绝对不相信 那位无上的存在 竟然会先世 漆黑神龙的心中 充满了无边的震撼 更是对那位传闻之中的存在 充满了敬畏之意 不光是他 在多出禁地之中 依然是有不少仙古时代 乃至于是神话时代的存在 纷纷在此刻惊醒 他们仰望天穷 看着那些长存于世间的诸多神魔 或是敬畏 或是惊恐 甚至于有不少的人 更是跪拜于地面之上 匍匐颤抖 浑身上下 更是冷汗直茂 从这一刻开始 原本沉寂在禁地之中的 一个又一个大能 纷纷是在此刻苏醒 各自的心中 又各自怀有不同的想法 如今天地灵气反哺 一个个仙古族群 乃至于是神话族群 已经是在隐隐之间 蠢蠢欲动 天地之间 似乎是要再度迎来无边的震动 随着那三千大道神魔 朝着太玄的先祖目的不断地走来 诸天神魔 无不是呈现出丝丝的悲痛之色 他们的面容凝重 似乎因为江明的离去 而让他们陷入无边的悲痛之中 荡漾于诸天之上 所有太玄圣地的弟子 长老 还有江明的诸多弟子 此刻皆是陷入了无边的悲痛之中 他们纷纷是痛哭不已 整个东荒各大谷族 圣地 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无边的悲痛之中 随着那神魔不断地走来 那恐怖的压迫力 更是直接碾压了一片虚空 不过奇怪的是 那些强大无比的存在 纵然是能够轻易地将那天穷压他 却依旧没有对太玄圣地 对人族 造成任何的伤害 二二三就好像知晓 他们乃是江明生前极为重要的人一般 那股可怕的力量 竟然是选择性的 没有伤及任何一个人族 轰隆隆 正是此刻 在那先祖目的 山峰之上 原本是选做江明的目的 那片土地之上 忽然之间响彻整个山川 一阵剧烈的震动 随之而来的 便是一股让人不寒而栗的阴寒气息 不断地自那裂开的洞口之中传来 一个巨大的 而又忧生不已的深渊 正是在此刻浮现出 一个又一个恐怖无比的鬼神 不断地自其中走出 那强大无比的鬼神们 浑身颤抖着 在迎接那诸天神魔的降临 在那浩瀚的深渊之中 交织着无边的灵魂 飘荡于其中 任何人 只是看上那深渊一眼 便感觉到了一种根本的畏惧 自心头涌现 浩瀚鬼欲 众生死后的往生之地 此刻竟然是浮现于所有人的面前 那 那竟然是地府幽冥 那巨大而又浩瀚无比的神轮 难道就是轮回吗 天哪 这就是江明长老曾经说过的地府吗 此刻 众人的心头 纷纷是想到了江明生前所说过的话 在我死后 神魔之主会为我送行 天地为我祈悲 域外青铜骨关落来 将我葬入轮回身处 天地浩瀚 环宇震荡 不光是天地同碑 三千大道神魔为其拉关 就连幽冥地府 竟然也在此刻浮现于众人的眼前 谁也想不到 江明长老说过的那些话 那些原本不被大家所相信的话 此刻竟然是在不断地化作现实 此刻竟然不断地 于他们的眼前 一点点地呈现而出 难道江明长老没有骗我们 他说的都是真的吗 我的老天 神魔竟然是真的存在的 地府轮回 也是真实存在的 这天地轮回 万物生灵 真的是有来生的吗 众人惊骇无比 那太玄圣主 更是泪流满面 心中难以抑制的激动情绪 早就是让他浑身颤抖 师尊 您曾经对江明长老的来历一言不发 直到您走时 才告诉弟子 江明长老来自于仙慕境地 可我没有想到 他竟然能够让这诸天神魔为其送葬 让这天地为其悲鸣 就连那浩瀚无比的岁月长河之上 竟然都浮现出了一尊又一尊的神奇 站在那岁月的尽头 为其悲鸣 江明长老 您老人家 到底是什么来历啊 太玄圣主的动容 也是让在场的众人 心中一阵阵的涌动 就好像是积蓄在众人心中的一个亡羊大海 此刻竟然是瞬间决堤 惊涛骇浪 打击了他们所有人的认知 改写了他们所有人心中所想 无论他们如何的去想象 如何的穷尽自己的毕生所见 他们都无法描绘眼前的灰红场景 三千大道天魔 以无上大道柱就法则锁链 拖拽着江明长老的青铜骨关 一步步的朝着那浩瀚的轮回深处而去 他们所做的一切 竟然与江明长老生前所描述的 一模一样 甚至于 就连那些处理于岁月尽头 不死不灭的无上神奇 诸多的神话时代的诸天大能 此刻竟然都在为了江明的死 而不断的痛苦 不断的悲鸣 那曾经在紫霞秘境中所见过的壁画之上 那一尊赐予大义摄日神功的无上存在 难道就是江明长老吗 难道他真的 如他所言 乃是至高神明转世 曾经先古之前 传下修行之法 于仙须和白衣女帝论道 于诸天圈养神魔 种下的柳树 曾杀入戒海之盼 那种种的一切 此刻在众人的心中 构建出了一个神秘莫测的过往 一个恢弘巨大的来历 但不管他们怎么去想 怎么去描绘 他们都发现自己的想象力 实在是可笑 只因为他们的境界是如此的低微 没有见过那浩瀚的天地何其广阔 没有见过那天地之间的诸天神魔 是何等的强大 乃至于 江明生活在他们的身边千年岁月 他们竟然都没有发现 江明长老 那个看似喜欢吹嘘 但对宗门弟子无不关怀的老前辈 曾经说过的话 竟然都是真的 这让在场的众人 心头更是无比的震动 诸天神魔 三千大道天魔 于此刻将青铜骨关 送入了那轮回的最深处 岁月长河之上 浩瀚无边的岁月 于此刻降下了无边的浩荡 刹那 仿若是天地都要被其压塌了一般 整个先祖墓地 更是于此刻 被无边厚重的岁月气息所掩埋 那恐怖无比的岁月气息 即便是让至尊敬的大能见到 都感觉到无边的厚重 来至于是不敢靠近分毫 但是就是这样恐怖无比的气息 竟是化作了为江明长老掩埋黄土的力量 深深地将那轮回深渊 掩埋于此 萧萧天地 举世悲鸣 诸天万剑 无人称尊 一席化落 那漫天的神魔 纷纷是朝着江明叩拜 就连诸天神魔 亦要为其叩拜 甚至于 在他死后 这世上 竟然再无人称尊 这是何等的殊荣 这又是何等的强大 到底江明长老 是何等伟岸的存在 才能够让诸天神魔为其送行 让域外青铜骨关 送他葬入轮回深处 江明长老曾经说过的话 竟然是全部应验了 所有的人 都是纷纷震撼不已 止不住地朝着江明跪拜 心头更是无比的敬重 无比的弓箭 在他死后 这世上再无人称尊 一想到这样的一位无上存在 竟是在太玄圣地 为了众多弟子 劳心劳力 对待任何一个人 都是一视同仁 毫无长老的架子 众多太玄圣地的弟子们 一想到自己曾经对江明长老的种种话语 更是无比的惭愧 他们更是想到 在那神城之内 在那始祖之殿 江明长老 若不是因为了如今孱弱的人族 又岂会耗费本源 一次次地在人前险胜 他若不出手 或许他便不会这么快地 就离开人世 或许 众多弟子带来的疗伤圣药 就能够救活他了 想到这里 众人更是无不悲痛 他们痛恨着自己的弱小 痛恨自己的无能为力 若不是因为他们 没有实力去保护人族 那江明长老 又何必拖着重伤的身躯 一次次地保护他们呢 世尊 您 一路走好 大弟子楚凡 早已经哭成了一个累人 他哽咽着朝江明一拜 心中 更是立下了弘天大怨 世尊 您放心的去吧 弟子一定会照顾好所有的人 一定会将圣体修炼之大成 弟子 定要继承您的遗志 江楚楚 叶凡 韩非清 古兴风等等众人 此刻更是满脸的泪珠 灵 与楚凡一同喊道 世尊 您 一路走好 又是一声悲鸣 无数的人 在此刻朝着山头跪拜了下来 不只是江明的弟子们 还有那眼望不到边的无数人族 那些曾经被太古皇族欺压 以至于是流离失所的人族 他们都知道 是江明 让他们免于苦难 是江明 帮他们报仇血恨 如今江明长老走后 他们早早的便来到了山脚之下 守候了一个又一个的日日夜夜 只为了亲眼送江明长老入土为安 那近乎亿万人之多的浩瀚人族 乃至于是排到了千里之外 可是 这依旧是不妨碍他们对江明长老的思念 所有的人 都已经泣不成声 悲痛欲绝 在这泰玄上下 更是有诸多的泰玄弟子与长老们 此刻痛哭不已 一个个的弟子长老 皆是在悲痛之中不断地昏死过去 又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苏醒过来 他们看着江明长老的墓穴 仿若是英荣晚在 那长存千古的浩荡之气 曾经为了人族不惜一切的江明长老 为了宗门不惜重伤的江明长老 甚至于他那神秘莫测 但毫无疑问 无比宏伟的身份 却依旧是对众多泰玄弟子 如此的清静 一视同仁 无微不至的关怀 这种种的一切 让他们既是感动 又是悲痛万分 整个泰玄圣地之上 足足是痛哭了数月的时间 众人 这才慢慢地散去 大徒弟楚凡 更是守在江明长老的墓前 昏死过去一次 又一次 无论用怎么样的言语 都无法形容他们的悲痛 对于楚凡而言 江明比起一个师尊 其实更像是他的父亲 他自小无父无母 是江明将他带大 教他做人的道理 教他修行的办法 为了他 江明曾经步入险地 只是为了帮他寻找疗伤的圣药 为了他 江明长老曾经不惜倾付所有的资源 只是为了帮他突破境界 更是为了他 江明曾经踏入神城 一连斩杀十四尊祖王 那个时候 江明已经重伤 已经是病入膏肓 可是 他还是动用了力量 伤了气血 后来 为了人族的安危 他再一次地踏入了始祖之地 那一次回来之后 江明的气血 便是一天不如一天 所有人都看在眼里 但是所有人都已经无济于事了 直到最后 江明所期盼的 所希望的 也仅仅只是看着他们成长起来 这四 四份感情 这份大安 楚凡和众多弟子 早就不知道如何回报 师尊 你一定会回来的 对不对 您告诉楚楚的 您一定会回来的 江楚楚气不成声 他喃喃地念叨着江明曾经说过的话 对此 他深信不疑 在他看来 江明说过的任何一句话 他从来都深信不疑的 所以 此刻的他固然无比的悲痛 但是心中 依旧是怀着希望 随着江明葬礼结束 整个东荒境内 几乎每一个人族的势力 都纷纷为江明 设立了供奉的牌位 他们想要以此铭记 这位救人族于水火的大能 他们也从未想到过 江明长老 竟然会有如此神秘莫测的来历 诸天神魔为他送行 三千大盗天魔将他葬入轮回深处 曾经那些笑话过江明说的这些话 实在是太疯癫 太离谱的人 现在也都大吃一惊 他们想不到 那些话 竟是成真了 尤其是当初 参与了紫霞秘境的人 他们曾经听小师妹江楚楚 讲述过这些 但是 当时他们谁也没有相信 甚至于不少的人 更是轻蔑地嘲讽过江楚楚 但是 当一切的事实摆在眼前 他们才终于明白 自己到底是何等的 有眼不识泰山 他们到底是有多么的无知 这些事情 甚至于传到太古族群之内后 更是引起了轩然大波 这个强大无比的人族大能 竟然是来历如此的神秘莫测 随后 岁月轮转 半年时间之内 东荒境内的各种传闻 渐渐地传遍了整个天玄世界 在此期间 整个天玄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先是一场波及了整个天玄世界的巨大震动 自西末起 流转至东荒 一条巨大的裂缝 改变了整个天玄世界的版图地面 那蜿蜒崎岖的浩瀚深渊之下 透露出近乎无穷无尽的灵气 弥漫至整个玄天世界 一时之间 无数的宗门 弟子 在这段时间之内 修为进步如飞 仅仅只是半年的功夫 便有不少修为陷入瓶颈的修饰 成功地突破了自身的境界 踏入了更高的修为境界 尤其是小徒弟江楚楚 进步神速 竟然直接跨越了三大修为阶级 直接跨入了真神境修为 而江明的几个老一辈的弟子 更是直接成就了神王境的修为 人族圣体 楚凡原本就需要在富有灵气的时代之中 才能够发挥出 他那超然于他人的绝世姿态 在灵气爆发的这半年以来 他竟然是接连突破 甚至于达到了神王境后期的修为 如此进步神速 简直就是千古罕见 但实际上 四绝灵时代开始 不知道多少宗门之内 富有天资的弟子 本来早就应该突破 他们的境界 本就已经足够突破 可是天地灵气稀薄 突破无望 这就好像 几乎每一个人的身躯里 都有一个巨大的容器 渴望着灵气的补给 但是 天地灵气匮乏 几乎所有的人 都无法填满那空缺的容器 终于 当灵气爆发之后 那仿若是爆发性的提升 根本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尤其是大徒弟储凡 早就得到了江明 对于大道的各种讲述 他的境界 早就应该到此地步 奈何天地灵气不足 以至于是让他久久无法突破 而现在 那巨大的裂缝中 二时 喷涌而出 近乎无穷无尽的灵气 乃至于是在这世上 形成了一道道的灵源 灵泉 乃至于是灵海的存在 这巨大的深渊 带给了整个天旋世界 无尽的可能 与此同时 却也是改变了 整个天旋世界的地貌 不少的地方 因为出现的巨大深渊 积蓄了不少的水分 以至于形成了一个个的巨大亡羊 其中成为了荒兽们聚集的天堂 并且 因为那巨大裂缝的出现 也有不少的宗门与圣地 直接迁移了自己的宗门所在 还有一些裂缝改变了地貌 导致了某些封印了 不知道多少年的禁地封印 竟然是忽然间被其破开 导致了封印了松动 让一些神秘的族群 自那些神秘的禁地之中出现 整个天旋世界 正在发生着一场巨大的变化 那些巨大的裂缝 遍布着整个天旋世界 任何一处裂缝之内 都蕴含着打量的灵石 灵源等宝贵的物品 甚至于一些深渊的下方 竟然是因为灵气的滋补 从而出现了不少极为珍贵的灵财 灵草之类的存在 又因为那些禁地的开启 不少的人族修士 走入了一些不为人知的禁地之中 带着一身近乎是让人落下 终身残废的伤势逃回来 也有的人 虽然是受尽苦难 却是背负着上古 来至于是太古的传承 自那禁地之中走出 转眼便成为了宗门的天骄之子 甚至于某些传闻之中 有人甚至于是发现了 来自于仙古时代的传承 只是 因为那些地方太过于凶险 以至于是进去的人实死无生 所以 倒也只是留下了一个又一个传闻 和前赴后继不断赴死的人之外 倒也没有谁 真的是拿出仙古时代的传承 名震天下 又或者说 真的有大势力 大宗门得到了仙古时代的传承 却是一言不发 闷声发大财的可能性存在 总之 如今的玄天世界 竟然是随着江明长老的陨落 发生了一场又一场巨大的震动 先是那恐怖无比的地震 将整个天玄世界十之七八的地貌 彻底的改变 出现的那些巨大的深渊之下 喷涌而出的无穷灵气 让周边的环境之内 出现了一些 让修士们眼红不已的灵石矿脉 或者是灵犬等物的出现 所以 自从天地大变以来 不少的族群 与仁族之间 发生了一次次争夺灵气深渊的事情 虽然东荒的太古族群 因为江明长老留下的浑血契约 并没有与仁族发生过任何的冲突 但是妖族的人 却是乘着这个机会 与仁族发生过一次次的争端 并且 妖族的底蕴 也是颇为深厚的存在 甚至于 有一位妖族的圣人 自神渊之内踏出之后 更是以强大的实力 屠杀了不少的人族 后来 无双剑神竟然是再度出事 以圣人的强大姿态 将其斩杀于剑下 其后 妖族这才收敛了一些 但总体而言 东荒的妖族 实际上是要比仁族更强大的 因此 固然是人族之中 不少的人实力变得越发的强横 却也是和妖族的人僵持不下 在此后 又过去了数年的时间 妖族境内 更是传出了 有大圣妖皇即将出世的传闻 这让东荒的人族 不免是人心惶惶 好在 随之而来的一次次战斗之中 人族圣体处凡 一次次的力挽狂澜 以神王后期的实力 强行击杀了妖族数十位神王晋大能 一战成名 那一天血海滔天 尸骨成山 数之不尽的人族 与妖族的战斗 以至于是将一整个山谷 都彻底的填满 遍地的尸骸之中 人族圣体临阵悟道 竟然是爆发出了 无与伦比的强大实力 生生斩杀十几位妖族的神王 将那原本看似 即将败退的战局 直接扭转 其后的处凡 于一本流传于 仙古时代的典籍之上 知晓了自己的圣体来源 传闻在那神话时代 人族一共是有十位圣体 曾经的黑暗动乱 一共让其中的九尊圣体 彻底的血脉绝灭 最终是不复存在 仅仅留下了 楚凡的这一尊不朽圣体 具有精实的弃血之力 恢复能力 更是达到了逆天的程度 可以说 普通人若是在重伤之下 必然会死的情况之下 楚凡竟然是能够做到转瞬恢复 在厮杀之中越战越勇 同阶级的情况之下 甚至于无人能敌 古籍之上 还描述了这种不朽圣体 乃至于能够做到滴血重生 越是濒临死亡 便越是能够领悟力量的真谛 甚至于传闻之中 这天地之间的四大至尊法则之一的力量法则 是不朽圣体最强大的本源力量 每一尊不朽圣体的存在 体内都蕴含着一丝力量法则本源的力量 而力量法则 就算是在神话时代 都是无人能够触及的至高法则之一 当知道了这些之后 楚凡终于是明白了 自己那强大的恢复能力 还有体内的一丝丝奇异的力量涌动 到底是从何而来了 并且每一次经历生死之战 他都会有一定的领悟和提升 似乎这一切也与不朽圣体的本质 有着极大的关系 在江明长老走后三年 楚凡修为终于达到了神王境巅峰 在他突破的那一天 一种奇特的力量终于在他的体内苏醒 诸天之上 更是因此垂落一道道浩瀚无边的神类 太玄圣殿 孤绝风之上 众多的太玄长老 纷纷是目瞪口呆地看着那漫天的结云 心中充满了难以置信 楚凡的不朽圣体 竟是被这天地所不容 竟然就连天道 也要降下天法 毁灭于他 这 这可是蕴含着道运的劫雷啊 若是沾染上半分 岂不是要瞬间神魂崩溃 无数太玄的长老与弟子们 皆是为楚凡担忧不已 但是众多楚凡的师兄妹们 却是对他充满了信任 大师兄一定能够突破天结 破镜成功的 不要说这天结 就算是什么祥事 楚凡大师兄都不会畏惧的 可是 那可是蕴含了道运的天法啊 此刻 有长老更是满心担忧地说道 此刻 江楚楚忽然是叹息一声 道了句 哎 燕去安置洪湖之至 他说得十分小声 并没有人听到他说的话 在江楚楚看来 楚凡 他们的大师兄 自从师尊江明先世之后 便是封了师的修炼 他的目标 已经不再是圣体大成 也并非是人族大帝这样的极限 他的目标 放在了那无边的混沌 江楚楚还记得 某天夜里 自己问起楚凡 为什么要这么拼命的时候 他却是说道 他想要足够强大的实力 强大到足以踏足轮回 踏入幽冥地府之下 他 竟然想要成就真仙之呢 踏入幽冥地府 步入轮回之中 寻觅师尊江明的踪迹 如此洪湖之至 更是被人常人所不能理解的 但是 诸多同为江明弟子的师妹师弟们 却是对他的这个想法 无比的感同身受 是啊 谁又不想踏入轮回 在那无边的幽冥地府之下 寻到师尊的身影 江楚楚到现在为止 一直都深信 师尊并没有死 他只是暂时离开了他们罢了 终有一天 师尊一定会像他所说的那样 于无边幽冥之下 踏破轮回 重生归来 不管是楚凡 想要踏入轮回 寻觅师尊 还是江明生前说过的话 江楚楚都是无比的期待的 乃怕此刻 无边浩荡天雷之中 蕴含着无边的道运 那恐怖无比的道运 甚至于能够撕裂天穷 但是 楚凡只是漠然地看着那滚滚的天雷 没有丝毫的动容 曾经沧海难为水 除雀乌山不是云 楚凡早已经见识过更为广阔的天地 在他的认知当中 这个世上 没有任何事情 能够比当初江明下葬之时 那天地之间的震动 更为震撼的事情 纵然是那代表了天道的无上神雷 于此刻汇聚于他的头顶 他竟然都是微然不动 任由那神雷 轰隆的一声坠落在他的头顶 二百四十轰隆隆 一声巨响过后 所有人都惊呆了 他 他是疯了吗 他竟然不躲开 躲开 别人不知道 但是江楚楚 却是再清楚不过了 他若是躲开 脚下便是孤绝风 若是伤到孤绝风的一草一木 都会让楚凡难以接受 所以 他不会躲开 并且 当那道神雷之中 蕴含的强大道运 在他的体内 留下了一道道恐怖无比的伤痕之后 只是一瞬之间 他那肉体之中的恐怖气血 竟然是犹如滔天的巨浪一般 疯狂的席卷 冲刷 只是一瞬之间 他那看似是恐怖无比的伤口 竟然便是瞬间恢复如初 这般场面 更是让不少的人惊讶不已 竟然连到伤 都能够转瞬恢复 这便是人族圣体吗 听闻 这圣体名为不朽圣体 修炼之大成 乃至于可以低血众生 这 这也太夸张了吧 原本不少的人 对于这不朽圣体的夸张程度 是抱着怀疑程度的 但是 现在那恐怖的道伤 仅仅在处凡的身躯之上 留存了不到瞬息的时间 便彻底的消失 这一瞬间 所有人心头的怀疑 都化作了云烟消散 若是换作一个普通的修士 任何一丝道伤 都是致命的存在 乃至于是要耗费数百年的时间 才能够慢慢恢复 有的时候 严重的道伤 乃至于是要一些疗伤圣药 不断的滋补恢复才行 但是 楚凡所受到的道伤 毫无疑问 就是瞬间毙命的那一种 可是 他却是毫发无损 转眼之间 便是彻底的恢复 这近乎是逆天一般的恢复能力 更是让楚凡有了力扛天罚的资本 他扬天向天 手里握拳 一种旋直右旋的力量 于他的拳风之上呈现 这是他第一次 动用这股神秘莫测的力量 他看向天穷 他只打算挥出一拳 轰 一阵惊天动地的巨响之后 却是见到那万里长空 瞬间烟消云散 那恐怖无比的雷法 竟然是被他一拳之威 瞬间轰得烟消云散 乃至于是在那天地之间 更是裂开了一道巨大的裂缝 仿若这天都被他一拳轰开了一般 那一拳之威 竟然是连天穷 都好像被楚凡直接轰开一般 延绵万里的恐怖劫云 竟然是转眼之间烟消云散 一种油然而生的恐怖意味 自他那漠然的眼眸之间淡然而生 他仿若是在藐视着天道 在藐视着天法 他的所作所为 竟然是瞬间激起了天道的怒火 轰隆隆 那原本已经是消散的天法 顷刻之间 竟然是再度毁灭 天穷之上 陡然之间垂落一道赤色锁链 法则之力 那竟然是法则之力 古行风大吃一惊 那法则之力的恐怖程度 竟然和他的三书古月所使用的 竟是一个级别 要知道 他三书古月 可是准大圣级别的大能 他更是古家 当代掌控着符文之灵的大能之一 以他那准大圣级别的能力 才能够掌控这赤色的法则锁链 那么此刻处凡所面临的天法 难道说 已经是准大圣级别的天法了吗 难以置信 在场的所有人 无不是瞬间惊呆 就连楚凡那原本漠不在乎的面孔之上 也终于是浮现出一丝忌惮 天不容我 哼 我便逆了这天 楚凡大喝一声 浑身的气血 终于是彻底的爆发 刹那 他的身躯瞬间变得赤红 仿若是一头荒蛊巨兽 瞬间一股凶悍无比的气息 扑面而来 那浑身恐怖无比的气息汹涌 乃是与是犹如滔天巨浪一般的 不断汹涌澎湃 让人听见那轰隆隆的巨响 甚至于此刻 在楚凡的手臂之上 一道奇异的道文 竟然是渐渐地涌现而出 道文 这 这竟是蕴含了法则之力的道文 与扶文一族的法则之力不同的是 扶文一族的法则之力 乃是一种混沌的法则之力 饱含了万千法则交织其中 是一种对于天地万物规则改写的能力 但是这种法则之力看似强大 但是极为混沌 难以凝视 故此 唯有像他三叔这样强大的存在 寄托符文之灵与身躯之后 才可以使用出比符文更为强大的存在 道文的力量 所谓道文 便是蕴含了唯一一条无上大道的法则之力 这种法则之力 远比混沌的法则之力更为强大 甚至于足以是毁天灭地 而楚凡此刻 他的手臂之上所浮现出的条条玄奥莫测的纹路 正是立之法则的道文 这种强大的力量 才是真正能够毁天灭地的存在 是他们符文一族最强的存在才能够掌控的力量 但是 此刻在楚凡的身躯之上 却是呈现而出这股可怕的力量 要知道 即便是圣人 也无法触及道文的力量 最多是能够触及那混沌的法则罢了 天地秩序 圣人固然可以左右一二 但那极为有限 更不要说 这乃是号称四大之尊法则之一的立之法则了 根据那本古籍上的描述 这立之法则 竟然是西年的盘古大神 也就是传闻之中的神魔之主新年开天辟地所使用的法则之力 这股可怕的力量 更是为天道所布云 在楚凡轰开天道之后 竟然再度汇聚而出更为恐怖的法则锁链 瞬间朝着楚凡如雷霆般席卷而来 大师兄 小心啊 大师兄 这法则之力绝对不能硬扛 这可是圣人级别的恐怖力量 楚凡 你千万不要硬扛 楚凡 快快祭出法器 正是此刻 众多弟子以及长老们 也都是纷纷焦急不已地看向楚凡 纷纷是担忧不已地说道 显然 这股力量 已经不是神王境巅峰的楚凡所能够承受的了 稍有不慎 他便是神魂俱灭 楚凡的心头 不免浮现出了当初在神城之时 师尊江明在面对那天幕 即将收走十位祖王的真灵之时 他一剑劈开天幕 更是生生将那数十位祖王的真灵瞬间阴灭 那等手段 那等强悍 才是楚凡心中所追寻的强大 他根本就不在乎所谓的天法 所谓的天道 他看向那具备着圣人之力的法则锁链 那瞬间撕破虚空 洞穿了一整个天穷 向他狠狠袭来的恐怖力量 心中甚至于没有丝毫的波动 他心中所看到的 所想到的 无不是江明曾经的一切过往 曾经沧海难为水 除雀乌山不是云 昔日 他师尊江明 一剑劈开天幕 视若天道为无物 今日 楚凡依然是默然地看向那天道 眼中没有丝毫的畏惧 他不曾后退 反而是朝着那法则锁链 狠狠地冲了过去 浑身之上流转的励之法则 瞬间将整个虚空都撕裂 他犹如一道闪电一般急驰而去 足以撕裂天地的强大力量 疯狂地冲撞着天地之间所有的一切 气血滔天 毫无花里胡哨的一拳 狠狠地轰击在那恐怖无比的法则锁链之上 只是刹那 整个天空更是轰隆隆的一声巨响 那恐怖的震动 甚至于是将整个天穷 都撕裂了一道道恐怖无比的空间裂缝 无穷混沌 自其中显露 漫天神类 煞时间震怒不已 那好像是天道在震怒 仿若是因为有人胆敢挑衅他的威严一般 让他无比的震怒 而楚凡的手臂之上 道伤所留下的痕迹 乃至于是将他的手臂都给整条废掉 整个又半边深屈的骨骼 在这一瞬间之间彻底的粉碎 肉体撕裂 露出了其中宛若白玉一般 焕发着圣洁光辉的圣骨 在身躯之中涌现而出 那恐怖无比的圣威 乃至于是要冲天而起 冲破那浩瀚天道一般的不可一世 凌厉于虚空之上的楚凡 纵然浑身是伤 却也是气概八荒 一种无比霸道的气息 自他的身躯之中涌现而出 那可怕的力量 乃至于是天道所示放出来的法则锁链 都被其震开 虽然没有请客间将那法则锁链直接震碎 但是 整个法则锁链之上 却是布满了道道骇然的裂纹 好似这般恐怖的法则锁链 都被其生生的震碎 那可是具备着圣人力量的法则锁链 竟然是被楚凡硬抗了下来 而且 虽然楚凡是身受重伤 乃至于是圣骨都露了出来 但是下一个瞬间 他体内的气血涌动 竟然是在请客之间 便恢复如初 那可是盗杀 如此恐怖的盗杀 竟不能伤及他分喉 只是耗费了他一部分的气血 便瞬间恢复 可他那滔天的气血 甚至于是近乎无穷无尽一般 根本就不算是耗费了多少的力量一般 来啊 今日我不要看看 是你这天道厉害 还是我的气血滔天 楚凡浑身剧痛不已 然而他却没有丝毫的退缩 反而是越发的勇猛 朝着那恐怖的天罚不断的冲去 天穷之上 那赤色的锁链 甚至于是疯狂的涌现着 从一开始的一道法则锁链 渐渐的变做了数十道 那 相当于是数十位圣人进强者 围攻楚凡的恐怖力量 更是让所有人 都为他捏了一把冷汗 这就是不朽圣体的力量吗 难怪 难怪不朽圣体 竟然是能够带领人族 走上万族的巅峰 号令天下 原来不朽圣体 竟然是如此的恐怖 那可是盗伤啊 寻常人 若是沾染上半分 都要耗费数百年的时间 才能够慢慢恢复的盗伤 在楚凡的身上 竟然仅仅只留存了数息的时间 众人觉得 这实在是太过于不可思议了 他的力量 实在是太过于强大了 但是楚凡 却是丝毫没有这样觉得 他发现 自己的力量 竟然是如此的弱小 在面对 这不过是圣人静的力量面前 居然是受到如此重伤 熹和年 他的师尊江明 在面对那众多祖王的时候 是何等的云淡风轻 又是何等的披靡八荒 乃至于是展开天幕 藐视天道 那才是他所追寻的强大 现在的他 更是无比痛恨自己的弱小 痛恨在这圣人静实力面前的自己 竟然还会受伤 只是 这些念头 若是被别人知道了 只怕是要惊掉大牙 他还只是神王巅峰的修为 就已经能够硬抗胜人静的天法了 他居然 还不满足 甚至于认为 自己做不到毫发无损 便是最大的失败 这简直就已经夸张到了一个离谱的程度 但是只要楚凡知道 他要想踏入轮回 要想成为这天地之间 第一个做到这等壮举的人 他就必须要追寻至高无上的强大 这一切 对于他而言 对于他的师尊江明而言 根本就不值一提 所以 他看向那天道 眼中满是怒火 今日 我便将你这天道 自乌云滚滚内拖出 我要试问苍天 无被人足 岂可成仙 成仙 他竟然是想要成就真仙 他要超越大地 成为这世上超越大地的真仙 这简直就太过于让人惊讶不已 众多的泰玄弟子 此刻都惊呆了 纷纷是愣在了原地 不敢说话 下一秒 楚凡狠狠地握住 那数十道可怕的赤色锁链 纵然其上的法则之力 不断地将他的肉身 留下一道道恐怖的道伤 但是转瞬之间 他那可怕的恢复力 便彻底地将这道伤掩盖了下去 他狠狠地将整个天道 向着凡间狠狠地一转 自那浩瀚天穷之上 无边缓语之内 滚滚的乌云隐秘之中 一个庞然大物 刹那被他拖了出来 那是何等恐怖的一股压迫力 只是出现的一瞬之间 所有人纷纷都愣住了 这 这便是天道的形体吗 这到底是什么 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怖威严 可怕的压迫力 自那庞然大物之上 传递而来 他的周身 仿若是由无数的法则锁链交织 而成的巨大神轮 滚滚转动 犹如是在运转着诸天之内的万千法力 那可怕的力量 瞬间是让无数人都为之骇人 天道 那竟然是天道之行 哼 不过只是一道天道的投影罢了 却也敢想法于我 今日 我便轰碎你这投影 处罚目光一冷 却是说出了一句 让所有人都震撼不已的话 这么恐怖的天道神轮 竟然只是一道投影 天哪 一道投影 便有如此强大的力量 乃至于这一方天地 都险些要被其压塌了一般 这要是真正的天道本体 又该是何等的恐怖 众人不敢想象 更是想不到 楚凡竟然是如此的强大 此时此刻 她的肉身不断地崩塌 不断地重塑 在一次的浴血重生之中 她那浑身恐怖的励志法则 竟然便会提升几分 仿若 勒妈的 她每一次受到濒临毁灭的伤势 都会让她对于励志法则的真谛 领悟上几分 她傲然于这天地之间 周身的气血滔天 滚滚涌动而来的恐怖法则锁链 自那神轮之上清晰而来 犹如是天道之力轻负于此 欲要毁天灭地 崩塌还雨 一幕幕的场面 早已经是让无数的人愣在了原地 不敢直视 不敢相信 可人足圣体 江明的大弟子楚凡 却是露出了一抹失望 是的 就是一抹失望 她之所以失望 是因为她心中所追寻的强大 根本就不是这样的强大 这些天道锁链 虽然看似强大无比 但根本就不如西年那岁月长河之上 所浮现而出的一尊尊强大的神魔 那些存在 才是楚凡想要挑战的存在 是楚凡想要追寻的脚步 所以 她满脸的失望 更是露出了一脸的悲愤 浑身的力量 随着此刻 不断地掉动 太让我失望了 话音一落 在众人那惊讶不已的面孔之下 楚凡抬手轰落 九天之上 楚凡的身躯宛若一颗流星一般 冲破了万千的法则锁链 刹那之间 洞穿了那恐怖无比的天道神轮杖 轰隆隆 那近乎是代表着无敌的存在 至高无上的天道的存在 竟然是于此刻 彻底的分崩离析 这 这怎么可能 那可是天道的投影啊 就这么被楚凡一拳头轰碎了 众人瞪大了双眸 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幕 那太过于强悍的一幕 甚至于就连众多的泰玄长老和那泰玄圣主 都难以置信地瞪大了双眼 纵然是活了如此之久的老一辈的长老 也未曾见识过如楚凡这般傲然天资的存在 那浩瀚天法不光是被齐一拳轰开 以至于这天道神轮降临 他竟然也能够一拳轰开 虽然现在的楚凡浑身是伤 但是他那滔天的气血 转瞬便将伤势恢复 仿若是从未伤及他的身躯一般 而且那荡漾周身的恐怖圣威 更是代表着他踏入了圣人境界 这等恐怖的实力 实在是让人心中震撼不已 纷纷是快步上前 恭贺道 楚凡 如今 你算是我太玄圣的当代最强之人了 如今我太玄的脸面 可全靠你一人支撑呢 楚凡 你可真不愧是我人族圣体 果然是天资卓越 众人心中大喜不已 更是恭贺道 自江明先世 如今已经是第四个年头了 楚凡的进步 简直可以用神速来形容 这样恐怖的进步 不光是因为他乃是人族圣体的缘故 更为重要的是 他那勤奋刻苦的修炼 此前 天地灵气不足 他自然无法突破修为 但是 随之而来的灵气充裕 给他带来的却是飞速的成长 几乎所有的人 都像是憋足了一股劲头 冲破了原本的稚骨 成就了更高的修为 不过 面对这样的夸耀 楚凡也只是微微点头 并没有多做言语 此刻 太玄圣主 却是开口说道 楚凡 这些日子里安心修炼 本座有些事情 暂且没有与你商议 如今既然你已经突破 那你便与诸位长老 一起来议事大殿吧 太玄圣主此刻的面色凝重 好像是遇到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 一时之间 就连四周的长老们 也都是疑惑不已 玄机 楚凡也只是与诸多的师弟师妹们 交代了一下 便与众多长老 一同前往了义士大殿 在义士大殿之上 早就已经等候了一位 楚凡熟二百四十系的人 天机前辈 您今天怎么会有时间 来我们太玄圣地 许久未见 当初在紫霞秘境分别之后 楚凡便再没有见过天机道人 此番相见 心中却也是颇为喜悦 有道是 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与天机道人 曾经在紫霞秘境之中 生死与共 却也是让他心中 将这位老前辈 放在了心上 此刻 天机道人 瞳孔猛然一缩 却也是大吃一惊 楚凡 你的修为 只是瞬间 原本以天机道人 那神王境的修为 竟然是再也看不透 楚凡的修为 要知道 自从灵气爆发以来 天机道人的修为 也是提高不少 直接跨入了 半步圣人的地步 除了他多年的积累之外 最为重要的 还是天机道人 其实来历不凡 碰巧突破罢了 算不得什么 楚凡对于 自己修为突破 自然是毫不在意 这一点 在天机道人看来 却是不焦不躁的 心性证明 呵呵 老夫姥姥 可没有你们这些后辈 天骄厉害了 这才几年的功夫 楚凡 你真不愧 是那位前辈的弟子啊 那位前辈 自江明离世之后 人族之内 便不再有人直呼其名 多是以前辈 或者上尊相称 江明死后 世上无人再敢称尊 这是人族对他的尊敬 同时也是 那诸天神魔所降下的法治 人族毫无疑问地 遵守了这句 自神魔之主的口中 说出的话 楚凡的眼中一暗 想到师尊 他的内心 便是涌现出了一丝波澜 不过 他始终相信 自己一定能够 踏入幽冥地府 于无边的轮回之中 寻觅到师尊的踪迹 他不会放弃 所以 他也是苦笑一声 直言道 天机前辈此来为何 不会只是为了 与在下见上一面吧 听到这话 天机道人也是微微点头 玄机开口道 那老夫便直言了 其实 老夫并非是东荒之人 不是东荒之人 只是一句话 在场的所有长老雀 都是愣住了 天机前辈 您在东荒 可是有着几百年的名声 您 竟然不是东荒之人 听到这话的众人 也都是疑惑不已 不错 老夫虽然是在东荒 待了几百年的时间 不过 却也只是宗门的意思罢了 老夫 其实是中州之人 而老夫的宗门 便是与太玄结交的新宿神宗 随着天机道人的解释 娓娓道来 众人也是慢慢地明白了 天机道人 为何会多年以来 从未说过自己的来历的缘故 原来 新宿神宗为了探查天下 所有的大小事物 竟然是将门内 所有成为内门弟子的人 全部派了出去 分布在天下五大区域之中 任何一个内门弟子 都不允许提及 自己来自新宿神宗 经过几百年时间的潜伏 将各地的大小时宜 交与宗门处理 每当天下 有任何大事将要发生 新宿神宗 便能凭借着诸多内门弟子 在五大区域之内 建立的诸多眼线 情报 做出最好的补救 新宿神宗多年以来 依靠着这样的手段 曾经挽救过多次人族的危机 所以 新宿神宗 在整个人族之中 算是有一种极为特殊的地位 与此同时 他们的目的也十分的神秘 虽然作为人族的先辈们 或许会留下守护人族的势力 但是像他们这样 掌控着巨大隐秘的宗门 其本身 若是想要掌控整个人族 也是极有可能的 故此 不少的宗门 也是对新宿神宗 有着极大的忌惮 但是碍于新宿神宗的实力 过于强大 所以也仅仅只是忌惮罢了 可太玄圣帝 对于新宿神宗 并没有这么多的怀疑 当初江明在时 他们对于太玄圣帝 算是多有帮助 现在江明离开了 他们也从未改变过初心 故此 整个太玄圣帝 对于新宿神宗 也是颇有好感 这一点 放在楚凡身上 也是一样的 想不到前辈 竟然是新宿神宗的内门弟子 是静 说吧 楚凡拱手一败 此前只知道 天机道人德高望重 在研究古籍这一块 乃是真正的老学究 但是没有想到 他的来历 竟是那个中州的 神秘大宗的内门弟子 这一点 便让他心中 生出了诸多的敬重 新宿神宗 对于太玄的帮助不少 尤其是这几年来 曾经有过几次 对于灵气深渊的争夺 在与妖族的大战之中 虽然新宿神宗的人 并没有直接插手 却是送来了不少的疗伤圣鸟 帮助整个太玄 成功地夺得了一些灵气深渊 如今 太玄圣帝之内 灵石并不缺乏 更是有不少迁移而来的灵权 滋补着整个太玄圣帝 可以说 太玄的今天 少不了新宿神宗的帮助 呵呵 老夫只是一点小小的身份 算不得什么 要真说来的巨大 神秘莫测 还得是西年的 话说到这里 他忽然注意到什么是的 苦笑一声 心中也是犯起了一些苦楚 随后便不再提及 反而是直言 开 道 嗨嗨 其实老夫此次前来 是要告知诸位一件大事 在东荒的西方 一处灵气深渊之下 似乎是出现了仙谷族群的遗迹 诸位 此事 需要警惕 仙谷族群 这 这么多年以来 从未有过的仙谷族群 竟然出现在了灵气深渊之下 具体的位置 老夫已经告知了圣主大人 并且 也有不少的人族宗门 圣地 派遣了人员 去查看 若是楚凡道友愿意的话 老夫愿意与你结伴同行 这一路上 有关于仙谷时代的遗迹 老夫也是略知一二的 言外之意 天机道人的想法 是想要借助太玄圣地的力量 与之一同探查 仙谷时代的遗迹 这一点 楚凡是绝对赞同的 他微微一笑 不免是喜悦道 如此甚厚 若是有天机前辈在的话 我们也能够得知 更多的仙谷时代的事情 另外 若是有关于神话时代的事情 或许 能够让我了解到 师尊曾经走过的那个年代 楚凡的眼中 充满了期待 仙谷时代 那是距离神话时代 最接近的时代 到现在为止 关于仙谷时代的记载 或者遗迹 基本上都是少之又少 若是能够从中得知到 神话时代的事情 那么 关于那个诸天神器存在的年代 或许他就能够了解到更多 对于师尊的事情 他也能了解到更多 他心中不止一次的想要知道 关于师尊的一切 但是江明的来历 就好像是一个巨大的谜团 让所有人都无法猜测 无法想象 如今 几乎所有的人族 太古族群 乃至于与人族起 几次争斗的妖族的人 都对江明 有着极大的畏惧 就连妖族 他们明明是不止一位 圣人静的强者 但是 最后却也只是派出了一位 在楚凡斩杀了此人之后 更是直接选择了退避 这一切 都是对于江明的敬畏 虽然江明长老 已经先世了 但是这才没有过去几年 关于江明的传闻 早已经是让整个东荒 都为之震撼不已 所以妖族的人 虽然与人族有过冲突 却是不敢太过犯 唯恐是江明留下过 什么了不得的手段 足以让他们妖族吃大亏 毕竟 江明生前 看似是从不轻易动手 但是一动手 基本上都是致命的 人前险胜不说 更是手段极为霸道 任何人都为之忌惮 人族今日 能够如此安稳地发展起来 自然也和这有极大的关系 故此 东荒之内的诸多族群 势力 无不是将太玄圣地 当作整个东荒之内的朝圣之地 几乎每一年 都有树之不尽的人 前来祭拜江明长老 而太玄的实力 也是逐年提升了起来 甚至于 不少拥有地气底蕴的圣地 古族 如今 都远远不如太玄圣地 并且因为江明的原因 如今的人族 更是宛若铁板一块 任何的一族 想要侵犯人族 受到的 将是整个东荒人族的回应 这一点 更是让妖族忌惮不已的 那一句与子同袍 起约无一 号召了不知道多少的东荒人族 凡有此话响起之地 必有无数人族愤然崛起 众人的心中 有了一个无比宏伟的精神信仰 哪怕江明长老已然现实 但是他所留下的 却是无数人族的团结 这一点 更是让诸多一族 为之忌惮不已的 所以 妖族的人 最多也就是与人族 有过几场争斗 哪怕他们的族群之内 疑似有大圣经的强者出世 却也迟迟不敢露面的 人族之中 也是在这个灵气爆发的几年之内 出现了几位圣人静的强者 一时之间 人族风光无量 也是底气十足 这一次的灵气深渊 出现仙谷族群的踪迹之后 天机道人 也是第一时间来到了太玄圣地 想要太玄结伴行 天机道人听闻楚凡的话 心中也是颇为赞同 连忙点头道 既是如此 那我们便商议好对策 不日出发 大殿之上 众多的长老也是纷纷赞同 对于仙谷时代的遗迹 他们更是好奇不已 再加上如今的长老们 基本上都突破了智谷 成就了神王境的修为 再遇到什么危险 也不像从前那般的无能为力了 更何况 一听到有可能存在着江明长老 曾经走过的那个时代 众人更是兴奋不已 江明长老来历史在神秘莫测 那些他曾经让别人觉得 不过是吹嘘的话 更是一句句的应验 这些年来 无数的人 更是无比的感慨 想要知道 关于神话时代的隐秘 若是能够找到那个 最接近神话时代的 仙谷时代的族群 并且与之对话 与之沟通的话 那便即有可能 得知道神话时代的事情 甚至于 在遗迹之中 就有不少关于神话时代的 古籍之类的存在 这更是楚凡期待不已的 同时也是天机道人所期待的 神话时代的隐秘 实在是太过于诱人 以至于众人仅仅只是 花了三天的时间 做出准备 就立刻是调集了 大部分的长老 与楚凡等人一同出发 东荒境内现在的地势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以至于 是在整个西方地区的灵气 远比靠着东方的方向 更为薄弱的多 因为相比起 东方地区 西方地区的山川更多 也有不少的太古族群 纷纷在这些地方落定 而人族势力 在这些地方 稍微显得薄弱了一些 虽然整个东边的人族势力 可以说是丝毫不畏惧妖族 或者太古族群的人 但是来到这里 众人却也是需要多加小心 自从他们离开太玄圣地之后 过了差不多半个月的时间 众人这才来到了 这一处灵气深渊之下 原本这处灵气深渊 乃是此地的 一个妖族所掌控 但是因为从这灵气深渊之下 疑似出现了 仙谷族群的势力 以至于是那个妖族的族群 在一夜之间 竟然是被直接屠戮殆尽 就连血肉也被其直接吞噬 然而奇怪的是 这个族群 自从吞噬了此地的妖族之后 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与此同时 也有人发现了下方的深渊之内 出现了一个破损的小世界的存在 里面更是出现了 不少仙谷时代遗留下来的遗迹 以及各种仙草陵墓 甚至于 就连自仙谷时代 留存下来的大量荒兽 也出现在了这个破损的小世界之中 要知道 荒兽并没有太多的智慧 虽然他们具有恐怖无比的力量 和巨大的身形 对于仁族而言 是巨大的威胁 但也是因为他们的智慧不高 所以 不管是妖族 还是太古族群的人 也都纷纷排斥这个族群 严格来说 他们应该是属于妖族的一员 但是显然没有妖族的承认 荒兽族群的存在 再加上荒兽体内 存在着一种极为狂暴的荒谷气息 故此是与妖族彻底的分割了开来 不然 实际上荒兽的体内 也与妖族一般无二 存在着内丹的存在 这也是妖族与其他族群最大的不同 妖族的体内拥有着内丹 是他们沟通天地灵气 修炼道法的象征 这与人族开辟弃海的办法 有着极大的不同 故此 妖族与人族之间 也是素来到不同 不相为谋 甚至于在某些时代之中 人族鼎盛的时候 妖族的内丹 一度成为人族炼制各种提升修为的丹药的材料 妖族的皮毛骨骼等物 也是炼制法器的绝佳材料 只是后来渐渐的人族示威 也发展成了如今的局面 显然 当众人来到了这深渊的时候 在深渊口 有不少妖族的人存在 整个深渊之口 一股浓郁的妖气弥漫开来 其中具有一种特殊的毒物存在 对于人族而言 是极大的威胁 妖族的人 更是十分警惕地看着人族 大家都想要从这遗迹之中 愤意悲耕 但是此时的遗迹之中 被一股神秘的力量包围 要等到入夜十分 才能够进入 那众多人族 还有等候在此的妖族 看到了楚凡等人的到来 也都是纷纷有了动静 是太玄的人来了 楚凡 是我人族的圣体 哈哈 有了人族圣体的铲鱼 这次的遗迹之行 定然是能够高枕无忧了 人族这边无比的振奋 更是惊讶于楚凡的到来 而妖族那边 则是一脸的忌惮之色 想不到连人族圣体都来了 看来先古时代的遗迹 也的确具有这等巨大的诱惑力 虎魁长老 族内支援的人 已经在路上了吗 此刻 众多妖族之中 一个虎头人身的妖族 一脸警惕地看了一眼楚凡之后 便是开口低声地询问道 一旁的那个名为虎魁的长老 也是连忙点头道 禀报族长 族内的诸多长老 已经是发动了祭祀 相比不日 便能与族老们一同到来 听到这话 这族长才缓缓地点头 心中放心了一些 这一次 我们妖族得到了情报 传闻在这内部 似乎是 有我妖族先祖的遗迹存在 此次 我们势必是要得到 此地的至宝传承 听到这话 众人也是纷纷点头 待得入夜时分 妖族的人 便第一个冲入了 那开启的小世界之中 而人族在太玄圣地的带领之下 也是朝着小世界步入 这等秘境 绝对不会是想象中的那般简单 其中必然是凶险异常 所以 人族这边 也是丝毫没有先行进入的打算 带得众人进入其中 却也是发现 里面竟然是自成一片天地 除了漫天的繁星之外 天穷之上 竟然是高高地挂着一轮浩大的明月 这明月给人一种极为特殊的感觉 以至于是所有人的心中 都纷纷是为之一阵 一种莫名的 想要跪拜下来的冲动 涌上所有人的心头 好在 人族对于这种冲动 并不是太过于强烈 所以 众人也是压制了下去 但是妖族的人 却是气不成声 几乎每一个人 都是朝着那月亮跪拜 这 这里竟然真的是我妖族先祖的遗留之地 哈哈 先古时代的妖族圣殿 定有不适的传承至宝 无被妖族 定是要得到先祖的传承 此刻 众多妖族除了跪拜之外 更多的 却是感受到了 此地与妖族之人的联系 极为巨大 但当他们兴奋不已的时候 忽然之间 地面陡然之间震动不已 随后 在众人的脚下 一个巨大的裂缝 忽然之间炸裂开来 轰隆隆的巨响之下 漫天的尘土冲天而起 与此同时 一个巨大的身影 竟然是 从那漫天的尘土之中冲出 只是一瞬之间 一个族族是有树里之巨的舌头 便将几百个妖族的族人 生生地吞入口中 煞世间 漫天鲜血喷涌而出 一股子浓郁的腥臭气息 不断地弥漫开来 众人瞬间大吃一惊 连忙是欲空而行 飞入半空之中 在一看的时候 却是见到那裂缝之中 一个身躯 族族是有百里之巨的恐怖荒兽 生长着族族九个舌头 自那裂缝之中 蜿蜒而行 那一脸的凶横 更是无比贪婪地盯着所有的人 而且 他那恐怖的力量 甚至于是 族族有神王进后期的实力了 这一下 着实是让妖族的人吓了一跳 虽然妖族在这些年 也有所成长 但是他们的成长 与人族的速度相比 就骂了太多了 要知道 妖族的人天赋异禀 生来就具备极大的力量 甚至于有些存在 成年之后 就会直接成为神王进的高手 但是 要想在网上提升 就需要耗费几百年 乃至于是几千年的时间 妖族的人 越活得久 实力就越是强横 虽然灵气爆发 让他们不少的人修为突破 但是这天生在血脉之中 留存的天赋也是限制了他们成长的极限 所以 妖族的人 其实道场的神王进高手并不算多 大多数 则是一些真神进的修为 这些真神进的妖族 在那巨大的九头荒兽的攻击之下 甚至于是没有丝毫的抵抗能力 生生被其吞撤了数百人之多 聂戳 岂敢伤我族人 此刻 那妖族的围首之人 更是满脸的怒不可遏 瞬间是化作一头巨大的猛虎 张开胡爪 朝着那九头荒兽厮杀而去 眼看着妖族的人 与那九头荒兽扭打 人族这边 天激道人却是开口直言道 乘着他们疼不开手 我们快快步入深处 好好地探查一番此地的详细 这是个难得的机会 虽然一路之上 妖族的人 仅仅只是警惕着人族 但是真的要动起手来 只怕也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所以 此刻的众人 也是急忙与天激道人等人 一同前往了遗迹的深处 此刻 在那遗迹的深处 已经是有不少太古族群的人 还有先一步进入其中的人族 和妖族的存在 太玄圣地的众人 以及其他的人族 在半路之上 就已经是见到了不少妖族的人 与人族之间的厮杀 留下来的不少尸首与痕迹 如今因为江明长老的 混血契约的缘故 太古族群的人 是不会和人族的人动手的 但是妖族的人 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轰隆隆 正是此刻 众人正是朝着遗迹的内部 走去之时 灵球仙花 忽然听闻一声 惊天动地的巨响传来 旋即 自不远处的一处山谷之内 更是爆发出了一股恐怖无匹的气息 旋即 一头三眼蛟龙 更是瞬间腾空而起 于天穷之上怒吼一声 如等人族 岂敢探查 无被妖族的先祖之地 新日既然被老夫碰上了 如等便去死吧 说吧 那三眼蛟龙 便是要将那脚下的山谷 移为平地 只是一瞬之间 滔天的妖火 自其口中喷涌而出 乃至于天际 都被那邪魅的妖火瞬间燃烧 天穷之上 更是席卷而出道道火云 铺天盖地 朝着那山谷轰击 楚凡见状 却也是急忙纵身一跃 刹那间 众人恍若是见到了眼前的天地 犹如是缩短了一减 在一看的时候 楚凡竟然已经是走到了 距离此地百里之外了 缩地成寸 人族圣体竟然已经成就了圣人境 这 这灵气爆发以来 才几年的功夫 他竟然就已经突破到了 圣人境的实力 此刻 众人更是激动不已 看着楚凡一步踏出 乃至于是直接用出了缩地成寸 这等对于天地法则 具有极大领悟的道法 楚凡仅此一步 便是来到了那山谷之上 下方不少的人族修饰 正是一脸的惶恐之色 灵 在他们的身边 一个个的人族 早已经是倒下了不少 剩下还活着的人族 也都是满脸是血 一脸的狼狈之色 显然是经历了一场大战 而头顶的那头三眼蛟龙 更是实力极为恐怖 身后悬浮着一座金色的神轮 其中焕发二处到道妖火涌现 仿若是要焚烧天地一般 楚凡看向天穷 抬手一挥 煞世间 那滔天的气血狂勇不止 来至于是犹如亡羊大海一般 不断地席卷开来 煞世间 那三眼蛟龙便是瞳孔一缩 大喝一声 人族圣体 哼 想不到老夫刚刚自神渊之内走出 却是见到了这一代的人族圣体 小子 遇到老夫 算你命歹 说吧 这三眼蛟龙便是毫不犹豫地 朝着楚凡冲杀而来 那恐怖的龙头 足足是有数里之巨 其后的身躯 也是蜿蜒天际数百里之长 他那恐怖的力量 更是将这小世界的空间生生撕裂 张开那血盆大口 狠狠地朝着楚凡撕咬来 像是这些刚刚从神渊之中 苏醒的妖族大能 乃是从那个曾经人族狩猎妖族 夺取内丹的混乱年代走来 他们对于人族 有着极大的恨意 并且 因为刚刚苏醒 对于江明的事情 曾经引动过诸天神魔的事情 也是毫不在意 在他们看来 这样的事情太过于匪夷所思 诸天神魔 那可是大地都没有见识过的存在 所以 这些从神渊之内走出的太古存在 无不是肆无忌惮 上一次与人族发生冲突的那个妖族 也是如此 当然 这对于楚凡而言 并没有太多的区别 胆敢屠落人族 你又算个什么东西 楚凡怒吓一声 玄机握拳冲天而起 一股道文的力量 瞬间凝聚在他的拳风之上 只是刹那 那自太古时代苏醒的妖族大能 却是瞬间感觉到了一种极大的威胁 一种本能的对于危险的蜕壁 让他的心中生出了一种莫大的惶恐 不 这不可能 这小子 不过是个刚刚踏入圣人境的人族圣体罢了 老夫乃是准大圣境的大能 他岂会是老夫的对手 为何老夫 会对这样的一个乳秀未干的臭小子 心生恐惧 只是刹那 三眼蛟龙便是震撼不已 玄机 他也是本能的避免开了与楚凡的肉体碰撞 转而是喷出了一口吆火 又要直接烧死楚凡 但此刻楚凡一拳已经轰出 那恐怖的励之法则 竟然是与虚空之上荡漾而出一道恐怖的气浪 煞时间 整个天穷竟然是生生的撕裂开来 无数星辰崩塌陨落 那一拳之威 甚至于是让那天穷之上的繁星 煞时间坠落不少 纵然这仅仅只是一个小事件 可是那些星辰却也是足足方圆 有数十里之举的山岳 光是权威震荡的鱼波 竟然也是做到了这等恐怖的效果 这的确是让远处见到此墓的众多人族 无不是惊叹不已 楚凡这才几年的功夫 竟然就已然成就圣人的实力 并且他刚才的那一下 甚至于是没有动用圣威的力量吧 光是凭借肉体的力量 就能够做到如此低不猛 却也并非是众人见识浅薄 而是因为圣人真正厉害的 乃是那股强大的圣威 因为得到天道的认可 圣人的一举一动 皆是能够引动着天地之间的法则运转 故此才会有圣威运转 但其实 楚凡却是因为不朽圣体非天道所容 虽然身躯的力量经过了天法的洗涤 从而成为了远比一般圣人更为强大的肉身 但与此同时 楚凡也没有这种独特的圣威加持 不过 取而代之的 却是远比圣威更为强大的道文的力量 这是属于不朽圣体的强大之处 也是楚凡当今最强大的抵御 那三眼蛟龙所喷出的妖火 毫无疑问地 被楚凡那蕴含着道文的一拳威能 瞬间轰灭 震荡的余威 更是直接让那三眼蛟龙 瞬间被凌冽的拳锋刮伤了面旁 他一脸惊骇地看着楚凡 深刻地知道 若是这一拳打在自己的头颅之上 只怕他此刻 就已经自高空坠落 彻底地昏迷过二四灵去了 那光是拳锋的力量 都能轻易地伤到他那无比坚硬的龙铃 这一点 更是让他的心中充满了忌惮 人族圣体 果然是名不虚传 不行 吴被妖族的后援尚且未到 这个时候与之争斗 只怕是会得不偿失 想到妖族接下来的计划 三眼蛟龙也是毫不犹豫地扭头顿去 以他那准圣的修为 自然是极为迅速 楚凡看着他远远的顿去 却也没有追上去的意思 反而是扭头看向下方 此事众人已经到来 并且帮助下方的众多人族疗伤 经过询问 楚凡却是知道了这些修士 原来就是第一批进入了此地的人族 只是因为他们在半路之上 发现了这个秘境的一些隐秘 从而是受到了妖族的追杀 在这秘境的深处 会出现一些强大的荒兽 若是将其斩杀 便能够从这些荒兽的体内 得到一块遗迹的碎片 最后是打开遗迹大门 前往逍遥天宫 逍遥天宫 楚凡听着那人的描述 也是颇为疑惑 那人便是取出了一卷漆黑的铁书 自这铁书之上 竟然是以仙古时代的文字 描写着关于此地的一些隐秘 诸如逍遥天宫 还有获取一记碎片 打开通往逍遥天宫的大门之类的事情 一并被其所知 不错 这的确是仙古时代的文字 并且看着风化的程度 的确是那遥远的仙古时代的物品 只是 这铁书到底是什么材质 竟是能够保存如此之久的时间 得到了天机道人的保证 储凡这才放下了下来 并且将这铁书 小心翼翼地收了起来 诚然 不光是有关于这个秘境的事情 极为重要 这来自仙古时代的铁书 也是具有极大的价值 想必若是圣女宋宁言得到此物 定是会高兴的 太玄圣帝的圣女大人 因为对于古籍的研究 得到了那星宿神宗的邀请 前往星宿神宗阅读古卷 其目的 自然也是为了帮助太玄圣帝 认识这关于仙古时代 以及神话时代的一些文字 或者典籍之上所记录的事情 而这 也是出于想要研究 关于江明长老的来历 而做出的举动 所以 储凡这才会想到 协助于他的事情 现在整个太玄圣帝 基本上 只要是涉及江明长老生前之事 储凡都会格外的在意 谁都知道 他比谁都想要知道江明的过去 到底是怎么样的存在 同样 这也是大部分的人族 想要知道的事情 而星宿神宗的人 也是处于这个目的 协助于太玄圣帝 此刻 再得知了此地 乃是关于一个逍遥天宫的遗迹 储凡的心中 也是颇为在意 储凡道友 我们云天圣帝 固然是 想要继续探索 但是如今 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这遗迹碎片 便交给储凡道友吧 说吧 那位云天圣帝的人 便将一个古朴的玉石碎片 交给了储凡 一旁的天机道人 看着这玉石碎片 只见到其上 鸣刻着一个极为特殊的纹路 这让那天机道人 很是好奇 储凡道友 这东西 拿来给老夫看看 见到天机道人一路之上 并没有对任何东西 如此的感兴趣 储凡也是颇为意外 当即便是交给了他查看 只是 他这一查看 却是陡然之间 发出了一声惊呼 这 这竟然是神话时代的遗留之物 只是一席话下 众多人族 还有储凡等人 也都是纷纷大吃一惊 这是神话时代的遗物 天机前辈 您确定吗 储凡更是无比的激动 不由的接连的询问 听到这话 天机道人更是猛的点头 随后说道 你看着奇特的文录 这其实并非是什么特殊的东西 这是那神话时代的文字 这几年来 我们新宿神宗 对余神话时代的文字 进行了一定的翻译 而这个字 正是逍遥天宫的遥字 而且 根据这玉石内部的痕迹来看 这也的确是神话时代的东西 这真是一旦惊起千层了 只是当天机道人说罢这话 在场的众人 也是纷纷的不淡定了 那岂不是说 这个逍遥天宫 就是神话时代的遗迹吗 我的老天 神话时代的遗迹 就连上一次去网的紫霞秘境 也不过是仙古时代的遗迹 此刻 众人心中惊讶不已 到底 神话时代是一个怎么样的存在 在那个神秘的遗迹之中 又有着怎么样的存在 等待着他们的到来 众多人族心中惊讶不已 更是随之开口说道 楚凡 若是如此 我们太玄圣地 定然是要进去探查一番 说不定 其中正是有关于你师尊的古籍记载 此刻 几个太玄圣地的长老 也是满脸兴奋的说道 楚凡点了点头 玄机开口道 多谢道有馈赠 既然你们现在已经不想再涉及险地 那么这些疗伤的药 你们便拿去吧 等到恢复了伤势之后 再离开此地也不迟 楚凡取出了一些疗伤药 虽然并不算是很稀有 但也是非常难得的上品 云天圣地的人得了这些疗伤药之后 也是颇为感激的点了点头 玄机便是各自开始打作恢复了 而楚凡 却是一刻钟也等待不了 带着众人 朝着那遗迹的内部快步而去 只不多时 众人便是来到了一处浩大的沼泽之上 在这片沼泽之上四处浓雾弥漫 雾气之中 一道道巨大的虚影 不断地自其中浮现 不时之间 更是有着一阵又一阵惊天动地的巨吼声 不断地传来 似乎是有着强大的修饰 正在其中厮杀搏斗 诸位 此地看起来十分凶险 大家尽量跟紧一点 千万不要走散了 楚凡认真地交代了一番之后 便与天机道人一同走在了最前面 只不走多时 众人便是发现了 在不远处 有着一群妖族的人 正在与一只巨大的荒兽打斗 那荒兽仿若一头巨大的鲸鱼 但是周身之上 却遍布着仿若蛇鳞一般的灵甲 而且 它虽然像是海兽 但却是腾空而起 竟然是在这半空之中遨游一般 仿若 它的海洋并非是深水之下 而是九天之上一般 这奇特的荒兽 也的确是让众人心中一惊 而一旁的天机道人 再见到了这只巨兽之后 更是一脸的震撼 天机前辈 难道您看出什么了吗 此刻 楚凡也是看出了他的异样 急忙询问道 灵 坤 这是坤兽 曾经 老夫在一本典籍之上 曾经见过这种荒兽的描述 所谓是 北名有余 其名为坤 坤之大 不知几千里也 虽然 眼前的这只坤 仅仅只是有几百里之巨 和书卷之中所描述的 不知几千里也 有一定的出入 但是 天机道人 却是无比坚定的 确认了这只荒兽 分明就是来自于 神话时代的坤兽 北名有余 其名为坤 坤之大 不知几千里也 这 这也太过于巨大了一点 寻常的荒兽 都没有它这么大的体型啊 这算什么 坤若是成年 必然是有几千里之巨 这只坤 显然并非成年的坤兽 随着天机道人的话音一落 众人也是颇为惊讶 尚未成年 就有如此巨大的身躯 这也太恐怖了一点吧 在场的众人 也并不是没有见识过荒兽 但是寻常的荒兽 百里之巨 就已经是很大了 更大一些的 比如三百里左右的荒兽 那也算是十分难缠的强敌了 但是眼前的这只 尚未成年的坤兽 竟然是足足有 近乎八百里之巨的身躯 它这还是没有成年的坤兽罢了 若是成年的话 不知道还得是恐怖到什么程度 这只坤兽的体内 不知道会不会有碎片的存在 不过 楚凡在意的却是一记碎片 对于这是不是神话时代的遗留族群 他却是毫不在意的 应该会有 难怪 难怪这附近的妖族 在短短的一夜之间 都被吞噬殆尽 更是有人说什么 看到了仙古时代的族群 原来他们看到的 是这坤兽 这哪里是仙古时代的族群 这是神话时代的坤兽啊 是啊 如此巨大的身躯 如此恐怖的存在 唯有在那个宏伟无比的神话时代 才有可能存在 就算是仙古时代 也没有任何的典籍 记载过这关于坤兽的内容 只是 若是这坤兽是神话时代的 那么 他为何尚未成年 一时之间 楚凡也是意识到了问题所在 的确 要是他自神话时代 就活到现在 只怕早就寿源终结 衰老致死了 按照老夫的推测 此地 或许是在近千年时间之内 被悄然唤醒的 而这其中的坤兽 也仅仅活了千年之久 书卷上曾经描写过 坤兽三千年成年 可吞山河 根据他现在的体型来判断 或许他应该 只是存在了千年之久 千年 楚凡不免是回想了起次 次来 师尊江明 从仙木禁地之中走出 也是在太玄圣地 待了有千年的时间 会不会 正是因为师尊江明 从仙木禁地之中走出 才引动了这个神话时代 遗迹的坤兽 从封印之中走出呢 被悄然地唤醒了呢 楚凡思考了片刻之后 却是直言道 我们暂且不用动手 且看看这妖族的人 能不能解决掉这坤兽 现在还未踏入遗迹之中 楚凡也是想要 最大可能的保留实力 现在 那诸多的妖族 围攻这只坤兽 众多的妖族 多为神王境的强者 其中 有一尊圣人境的白熊一般的妖兽 其化作了一只巨大的白熊 身形足足是有千里之巨 浑身的甚微浩荡 正是疯狂地拍打着眼前的坤兽 不过 让众人大跌眼镜的是 这坤兽的皮肤之上 那特殊的灵甲 每次都会焕发出一道七彩的玄光 虽然那圣人境的白熊妖兽 攻势犹如雨点一般 密不透风 但竟然是打了半点 连对方的防御都没有击破 此刻的楚凡 也是感觉头皮发麻 虽然这坤兽看起来满吞吞的 并且被人围攻 甚至于还没有开始动手反击 但是就他这恐怖的防御力 就已经是叫人汗颜了 就算是他 也不可能扛着圣人的攻势 毫无举动吧 这坤兽的肉体 不可能比他的不朽圣体 还要强悍不成 想到这里 楚凡不免是一脸的古怪神色 显然这荒兽的防御力 着实是让楚凡为之一惊 此刻那白熊一般的圣人 竟妖族 竟然是拿着坤兽毫无办法 零 龙 八 五分六 一 零 九比七 八比二那漫天的圣微浩荡 以至于是涌现而出 一阵阵金色的悬光 不断地冲撞着那巨坤的身躯 但每一次 都毫无例外的 仅仅只是 让其后退了几步把了 那妖族的白熊圣人 此刻也是恨得咬牙切齿 咬牙怒吼一声 却是见到其身躯之后 幻化而出一道巨大的金色虚影 那金色的虚影 正是圣人静修士独有的法相天地 此刻那法相与之肉身融合为一体 让他那肉体的威能 再一次地提升上了数个级别 这个时候 他那恐怖的威能 终于是一拳头 轰开了巨坤的鳞片 真正地伤及了他的肉身 吃痛的坤兽 终于是仰天长啸 犹如是震怒一般的 瞪大了双眼 自那巨坤的头顶 一个毫不起眼的独角之上 煞时间涌现而出一股奇异的力量 只是刹那 那圣人妖兽的手臂 竟然便凭空消失 咔嚓一声巨响之后 随之而来的 便是那圣人妖兽满脸震撼的怒吼 啊 老夫的手臂 这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众人 包括了天机道人在内 都对此毫不理解 但是楚凡 却是一眼就看了出来 在那昆兽的独角之上 出现的竟然是道文的力量 与他的立之法则相同的是 这道文之中 蕴含着一条无上大道的法则之力 这到底是何种法则之力 为何能够轻易地将那白熊的手臂 瞬间撕裂 要知道 这白熊也是圣人禁的实力 他的一举一动 甚至于能够引动天地的变化 只是 这个小世界 好像是与外界的天地相互隔绝 故此 现在即便是他受到如此重伤 却也没有产生天降血雨之类的异象 但毫无疑问的是 他的肉身 也是具备着圣人那强大的肉体的 那仿若金玉二十一般 焕发着圣灰的骨骼 此刻毅然是呈现而出 白熊妖兽吃痛 却也是强忍着剧痛 连忙是后退了几步 这个时候 昆兽却也是一声巨吼 旋即 在他的身躯之前 一道空间裂缝 瞬间出现 一股恐怖的犀利 自那奇异的空间之中 瞬间涌出 直接将那白熊圣人的半个身躯 吞入其中 随之 咔嚓的一声巨响传来 那空间裂缝猛地消失在原地 他的身躯便瞬间断做两半 只剩下了下半部分的身躯 留在此地 至于他的另外一部分身躯 消失在了什么地方 确实没有人知道 在那四周的妖族众人 此刻 即是惊恐无比的 接连溃逃开来 再不敢招惹 这只恐怖的昆兽 这一幕幕的情况 被众多的人族看在眼中 一时之间 众人也是心中 生出了退意 这荒兽 实在是太过于恐怖了一些 这 只怕只有大圣经修为的人 才有可能对付得了啊 我们不如去寻找其他的荒兽吧 这只荒兽 实在是太过于强大了 此刻 众人也是纷纷开口议论道 就连那天机道人 此刻也是叹息道 想不到这荒兽 竟是能够控制空间 随意地生成空间裂缝 这 这可是至尊镜 才有可能做到的事情 的确 任何一位至尊镜的大能 都能够动用法则的力量 但是 并不是每一尊至尊镜的大能 都能够使用空间法则 而这只荒兽 虽然看起来其法力的波动 仅仅只是圣人镜级别的荒兽 但是 他那恐怖的手段 却是任何同等级的修饰 都无法对抗的 当然 除了楚凡 作为不朽圣体 楚凡拥有的 乃是四大至尊法则之一的 力之法则 对于这一点 他有极大的自信 而空间法则 则是仅仅赐于 四大至尊法则的力量 若是一个不小心 纵然楚凡是不朽圣体 只怕也要伸手易处 主位 不如让我先去试探试探 楚凡深思熟虑了一番之后 却是如此说道 显然 自当才开始 他就注意到了这只荒兽 似乎并没有任何主动攻击的意图 相反 对方不断地攻击他 直到是破开了他的防御之后 他才出手反击的 到现在为止 这只荒兽 竟然又是安静了下来 似乎是根本就不在乎 这些从外界而来的人 所以 至少试探一下 是不会出现任何问题的 楚凡想到这个 才有了这个提议 听到这话 众人先是眉头一皱 但还是点了点头 楚凡 你一定要小心 若是有任何的情况不对 就立刻离开 这昆兽的空间法则 实在是神秘莫测 若是一个不小心 只怕就要被其所害了 天机道人 以及门内的一众长老 此刻也是叮嘱了一番之后 才让楚凡去试探这只昆兽 带着楚凡来到这只荒兽的面前 终于是发现了 自己与这只荒兽的巨大差异 足足八百里之巨的身躯 楚凡站在他的面前 简直就犹如一只蚂蚁一般的大小 看着他那不断张合壁上的血盆大口 楚凡鬼使神拆的 竟然是纵身一跃 飞了进去 这一幕 看得众人是心惊肉跳 不是 这说好的试探一番 他怎么直接飞进去了 这下可怎么办 天机前辈 诸位泰玄的长老 我们是跟着进去 还是等在此地 此刻 众人一下子没了主意 众多泰玄的长老听到这话 却也是叹息一声 直言道 我们泰玄 素来都是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的 既然楚凡进去了 我们自然也要一同进去 不错 我们泰玄圣地 素来便是团结一致 才度过了一次次的难关 这一次也不例外 众多泰玄长老 一致同意进入其中 听到这话 天机道人也是点了点头 楚凡虽然看似鲁莽 但是他敢这样做 想必是有他的道理 你们看这荒兽 即便是楚凡进入了他的腹中 却也丝毫不动 显然 他根本就不在乎我们 若是进去的话 相比他也不会有什么动作的 天机道人仔细地分析了一下 众人的心中 这才缓和了一些 的确 这只巨大的昆兽 方才明明是 被那白熊妖族打了半天 直到破开了防御 他这才出手的 不然的话 他甚至于都不理会任何一个人 想来 这只荒兽 与一般的荒兽不同 性情并不残暴 若是一般的荒兽 会将肉眼所见的一切生灵都吞噬 根本不会放过任何一人 而这只昆兽 竟然是放走了那么多的妖族 这一点 也足以证明 他与一般的荒兽完全不同 是意 众人这才下定了决心 纷纷是朝着那荒兽的口中飞去 只是 当众人来到了 这荒兽的内部 本来以为 会是一片漆黑的场面 但诡异的是 众人竟然是转眼之间 又来到了另外一片天地之中 此刻的处凡 正是在不远处 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只见到了一座浩大的天宫 浮现于众人的眼前 那巨大的天宫 全然是漂浮于天穷之上 一共是分为十三层之多 就好像是仙古时代记载的天穷 一共是有三十三重天一般 这里的天宫 竟然是足足有十三层之多 并且 每一层天宫 都有着数之不尽的宫殿群 漂浮于云霞之上 那威俄气派的宫殿 秀丽无双的万丈神光 笼罩于四周的漫天华彩 无不是彰显着此地的不同 在那第一层天宫的大门之前 赫然是立着逍遥天宫四个大字 一座巨大的牌坊 便是如此立在此地 众人瞬间都是惊呆了 根本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一切 这 这全都悬浮于虚空之上 乃至于是有一种 轻浮天地的恐怖压迫力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要想维持这样的漂浮 到底需要多大的收别 实际上 人族的宫门 并不是没有将山门悬浮于半空之中的存在 但是 不管是规模 还是浩大的程度 都远远不如此地 因为让一座宫殿悬浮起来 的确并不算难 每年也只需要向阵眼之中 灌注足够的法力即可 但是 这可不是一座两座宫殿 这里可是延绵漫天而去的 数之不尽的宫殿群 而且足足是有十三重天那么多 这着实是让众人心中惊骇不已 此刻 楚凡也是注意到了众人 不免是心中一惊 疑惑道 你们怎么进来了 众人一听 却是面色有些古怪 怎么进来的 还不是你鲁莽的举动 让他们放心不下吗 不过 此刻也没有谁责怪楚凡 没事 我们只是不放心你 故此事一同进入了此地 太玄的长老也是开口解释道 楚凡听到这话 却是疑惑得道 这里不就是铁书所言的逍遥天宫吗 为何我们进入昆寿的体内 就直接进入了这里 众人也是很疑惑呀 纷纷都是你看我 我看你 谁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了 正是这个时候 忽然自他们的身后 一个空间裂缝陡然浮现 随后 自其中走了一群 以一个龙头人身为首的妖族众人 而看那龙头人身的妖族 楚凡却是十分的眼熟 这不就是几天之前 他们来到这里之前 遇到的那只三眼蛟龙吗 在他的额头之处 正是有着那邪魅的第三只眼 哈哈 经历千辛万苦 我们终于是踏入了逍遥天宫 那些愚笨的人族 岂会知道我们妖族 早就收集到了四块遗迹碎片 打开了通往此地的大门 不过 这些妖族才一进入此地 便是一脸兴奋的开口 当然 他们兴奋不到三秒钟 便是看着眼前先他们一步到来此地的人族 中二百四十人 目瞪口呆 半想 那三眼蛟龙 这才一脸骇然的喊道 你们 你们是怎么向我们进来的 他惊呆了 妖族早就有人进入了此地 并且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努力 终于是收集到了四块遗迹碎片 进入了此地 唯独是那只巨大的昆寿 任何人都拿他毫无办法 但是 好在他们是进来了 可是想不到 他们刚刚进来 就遇到了楚凡他们 只是差呢 众多妖族 差点就是被吓得半死 尤其是那三眼蛟龙 更是露出了一副 明明是我们先的 怎么会变成这样的模样 楚凡也是一愣 玄机这才明白了过来 原来这个昆寿的体内 就是逍遥天宫的入口 而收集一剂碎片 的确可以进来 但是要耗费大量的时间 想不到昆寿的大嘴 就是进入逍遥天宫的入口 哈哈 他们妖族的人 竟然还真的四处寻觅那一剂碎片 我们直接就进来了 众人不免是满脸的笑意 纷纷议论道 听到这话 那妖族更是差点气的吐显 昆寿 你们是说 那巨大的荒兽 三眼蛟龙 更是难以置信的说道 不然 还能是哪只荒兽 我们可是亲眼看到 你们妖族的一个圣人静修士 被其以空间法则所杀 怎么 难道你们没有想到 这昆寿的体内 有一个小事件吗 此刻 有人故意嘲讽一般的笑道 三眼蛟龙 此刻气得鼻子都歪了 吹胡子瞪眼睛的 看着那个人族 却又不敢轻易的动手 该死 该死 谁又能够想到 那荒兽的口 就是入口 这些人族 真的是走了狗屎运 气死老夫了 当初为了击败这只昆寿 甚至于是耗费了 老夫几天的功夫 还差点被其斩杀了 三眼蛟龙 此刻一想到 自己当初和这个昆寿 打得死去活来 甚至于是差点被其所杀 便是气不打一处来 谁又想得到 这荒兽就是入口呢 其实 楚凡倒也没有想这么多 他只是想进入 这荒兽的口中 直接找到一记碎片便可以了 但是没有想到 这荒兽之所以 会空间法则的力量 也正是因为他的体内 就存在着这么一个浩瀚的天地 这还真的是世界之大 无奇不有 眼看着人族 竟然是不费吹灰之力 就进入了 这片秘境之中 妖族的人 无不是气不打一出来 这简直就离谱 四块碎片 他们甚至于是 牺牲了两三个 圣人境的妖皇 这才好不容易击起 但是反观人族 不光是没有死伤任何一个人 竟然是直接进了 这昆寿的肚子里面 就寻到了逍遥天宫的入口 一时之间 众多妖族的人 也不知道 自己到底是为了什么 而牺牲这么多了 且不说当初为了挑战这昆寿 三眼蛟龙差点命运 就是当才 人族就见到了 妖族的一尊圣人 陨落于此 哼 如等羞要嚣张 我们走着瞧 此刻 三眼蛟龙的人 也是气得浑身发抖 只是留下了一句狠话 便是离开了此地 朝着那天宫的大门而去 这个时候 楚凡却又不着急了 先看看他们的情况再说 根据自己多年 四处闯荡的经验来说 这里既然是特意设置下了条件 允许人进入此地 那么毫无疑问 此地一定处处是考验 稍有不注意 就会有危险出现 那妖族的人 正是气不打一出来 心中恼怒不已 一时之间 也是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急急忙忙的 朝着那逍遥天宫的 大门冲了进去 哪里知道 随着他们 刚刚踏入逍遥天宫的大门 煞时间 一股汹涌澎湃的大水 竟然是从中直接涌出 并且 这还不是反水 只见到那众多的妖族 只是被那水沾染上半分 便是瞬间沉入了水中 不管怎么挣扎 都无法逃出那大水的冲刷 仅仅只是一瞬之间 就有不少的妖族被 冲向了远方 那大水滚滚东去 竟然是不见踪影 带着一众的妖族之人 不知道消失到哪里去了 而剩下的妖族 更是心惊胆战 满脸惊骇地 看着那天门之中 奔涌而出的大水 这是什么东西 三眼蛟龙 当场就差点气的是脑出血 不光是被人族抢先了 现在他们想要先人族一步 一次到这里的妖族 至少也是真神静的修饰 怎么可能一场大水 就能够将它冲出来 这居然是弱水 所谓弱水三千 其红毛不符 不可渡眼 在古时候 人们发现这弱水不能行舟 便以为这水太弱 且故而称之为弱水 但其实 这弱水源比一般的水 要重上千倍万倍 凡是沾染上的任何事物 都要瞬间沉入其中 无法挣脱啊 随着天机道人的解释 众人终于是明白了过来 但是 这弱水 可是神话时代传闻在天宫瑶池之内的水 是诸天神起 用来圈养龙族之物 怎么会出现的这里 莫非 此地真的是神话时代的遗迹吗 弱水的出现 让天机道人进一步的确定了此地的来历 应该就是神话时代的遗迹 众多的人族听闻此言 心中也是大为喜悦 若是神话遗迹 处凡此行的目的算是达到了 并且 其中还有数之不尽的 关于神话时代的遗迹 任何人能够抢占先机 得到这神话时代的传承 就能够在这个神话时代浮现的年代之中 获得更强大的力量 比如自己的小师妹 就是得到了金屋传承 修为一日千里 若是继续寻觅下去 可能自己能够寻觅得到 关于如何走入幽冥地府的记载 如果是这样 楚凡便能寻觅到师尊的踪迹 不用再苦苦地思念他了 在得知了江明的来历不凡之后 楚凡更是深信 师尊一定不会死的 更何况 是有轮回 即便师尊死去 他若是在轮回深处 寻到师尊的真灵 或许就能够帮助师尊轮回转世 这等红愿 不管是要花上千年万年 楚凡都要尽全力去尝试 此刻见到众多妖族 被弱水冲了出来 一瞬间便折损了半数之多的人 楚凡也是点头道 大家定要小心行事 说吧 他便腾空而起 与一众的太玄长老 还有其他的人族修士 一并飞入了那天宫 身后忙着救下 其他妖族的三眼妖龙 眼看着楚凡等人先一步进去了 此刻却也不敢追赶 谁知道走到下一步 会遇到什么危害 这鬼地方 简直坑得要命 这哪里是什么仙家宝爹 什么仙家 会在大门口放上一条弱水 让人不能踏入其中的 这简直就离谱好吧 总之 妖族的人 此刻算是彻底的被坑怕了 所有的人 都感到了一种奇特的恶趣味 渐渐的弥漫开来 先是传下铁书 说什么要集齐四个遗迹碎片 才能够打开通往此地的大门 他们照做了 结果人族朝着那昆寿的肚子一钻 就直接来到了此地 现在 他们还被这什么狗屁弱水 直接给灭了半数的人 就算是救 也就不出来多少人 这也是让三眼妖龙头疼不已 竹柄 休要慌乱 且随着这些人族的身后 慢慢地跟紧便是 一切 自有老夫等人 若是遇到了我妖族的传承 被抢先了又如何 我们 难道还怕了他们人族不成 此刻 在三眼妖龙的身后 一群身披黑袍的老人 正是开口默然地说道 听到这话 三眼妖龙的面庞之上 连忙是堆出了一脸的笑意 开口道 几位妖族大人 这一次 便仰仗几位了 说吧 这名为竹柄的三眼妖龙 便是功身一拜 带着剩下的妖族 跟在人族的身后 朝着那正中间的一座大地儿去 放眼看去 这四周 无不是数之不尽的一记宫殿 延绵数亿万万里 甚至于一眼望不到边际 那浩大的宫殿 甚至于是直插云霄 琉璃金顶玉盘龙 五彩霞光七彩凤 整个建筑 无不是彰显出一种 恢弘与浩大的气息 随之而来的 还有一种无比古老的气息 扑面而来 那些早就已经灭绝了的 一些仙古时代存在的妖族 竟然是被当作装饰品 雕刻在各个宫殿的房檐之上 而大殿之前 一只坝下 背着一块巨大的石碑 匍匐于此 所谓坝下 便是龙生九子当中其中一子 而这逍遥天宫 居然是以龙子托碑 这是让妖族万万想不到的事情 因为 在那仙古时代 坝下可是明镇一方的妖族大能 天地之间 无不是畏惧其威名赫赫 但是仙古之后 坝下一族便是渐渐的分化消失了 变成了其他的一些妖族 但即便是坝下的后代 如今也是妖族之中 堪称皇族妖兽的存在 在场的圣人静妖兽之中 便有一个名为孝云的妖兽一族 乃是坝下的后代 这天宫 竟敢以无被仙族的雕像驼碑 真的是该死 那名为孝云的妖兽 见到了自己仙族的雕塑 被如此的羞辱 当时 也是憋不住心中的怒火 抬手化作了一只巨大的金色手掌 便想要将这石碑生生的毁拒 孝云 羞要胡来 竹炳本想拦住他 只可惜他出手太快 一道法力 已然是垂落自石碑之上 正是此刻 自那仙宫地面 却是陡然之间 浮现出一道神秘的静致 涌现而出阵阵金光直插云霄 只是一瞬之间 便将那名为孝云的圣人静高手 活生生地劈作两半 顿时是神魂俱灭 肉身化作了漫天的鸡粉 这 好强的道运 在竹炳身后的一众黑衣人 此刻也是看出 那神秘金光乃是何物 这其实便是道文所释放 而出的法则之力 通常而言 被修士称之为道运 而那道运的威能 更是一瞬之间 将一尊圣人活生生地劈开 就连肉体 在那金光之中也彻底的化作了漫天的鸡粉 一时之间 众多妖族也是面露忌惮之色 不敢再有任何的动作了 诸位先祖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不是说 此地乃是我妖族先祖遗留的传承之地吗 为何会是出现这样的事情 还有 那坝下 乃是我妖族的先祖之一 为何会被放在这里驼背 听到这话 几个黑衣老人先是眉头一皱 玄疾便是开口道 此事还带详查 当下 切勿轻举妄动 说吧 更是下令让众多妖族不要轻易出手 接连吃了好几次亏 妖族的人也算是掌了教训 这一切被楚凡这边的人族看在眼里 心中也是有了些许打算 天机前辈 您怎么看待此地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为何会以妖族的先祖驼背 难道这逍遥天宫 来历经是如此的强大吗 竟然是曾经奴役过妖族的先祖不成 因为太玄的长老开口询问道 更是满脸的困惑之色 这个时候 天机道人却也是直言道 或许 神话时代的事情并不是像我们想象之中的那么简单 这妖族 或许在神话时代 根本就是这些强大势力的奴仆罢了 这样的猜测 或许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但又不得不让人想如飞飞 要知道 妖族的底蕴颇深 就即便是强如太古皇族 其实也不过是妖族不相上下罢了 而自古以来 妖族之中也曾经出现过强大的妖族大帝 统于万族 明镇天下的时代 也不是没有 再加上 妖族之人自太古时代以来 便是远远强于人族的种族 他们生来便拥有修为 一些强大的妖族 若是成年之后 甚至于可以直接成为神王境的强者 当然 妖族最强大的 还是他们各自流传下来的天赋神通 这是一种自血脉之中传承而来的道法 与任何世上的神通法术完全不同 只有具备这一种妖族血脉的人 才能够使用 而这一切 全是因为妖族与其他的种族有着极大的不同 他们自出生以来 便拥有着妖族血脉独有的传承记忆 就好像一个太古族群 与一个妖族的族群之间都是非人之物 但是 至于要怎么区分他们 最为重要的 就是这传承记忆 简单来说 太古族群并没有传承记忆 而妖族 却是有着极为强大的传承记忆 这些传承记忆 让妖族生来就知道如何修炼 生来就知道一些 自先古时代传承而来的 种种记忆的碎片 并且 随着他们修为的突破 这些记忆会不断地被解开 这也是为什么 那个名为孝天的妖族会认识他的先祖坝下 并不是因为妖族之中有什么古迹记载 而是因为他的传承记忆 让他记住了这先祖坝下的模样 同样的 这对于其他的妖族之人 也 能妈的 是如此 在这诸天万界之内 妖族的底蕴 其实可以说是所有族群之中最为强大的 因为他们的族群记忆都埋藏在了血脉之中 故此 很多时候 固然是会有太古族群的人 将人族当作血氏吞噬 但是他们却是不敢轻易地招惹妖族 因为妖族和他们 一来是同根同源的存在 二来是妖族 这份血脉的记忆传承 十分强大 轻易招惹 只能说是得不偿失 此刻 众人也都是来到了那十碑之前 只见到在那十碑之上 正是以神话时代的文字 写就了一些 让人琢磨不透的句子 高卧九重云 扑谈了道真 天地玄黄外 无当掌教尊 盘古生太极 两仪四项寻 随着天机道人缓缓地念出 心中却也是越发的惊讶 盘古生太极 两仪四项寻 这 这是证明了盘古大神的存在 江明长老曾经有言 这世上开天辟地的 乃是那传闻之中的盘古大神 这番话 岂不是证明了神话时代 中盘古大神的存在吗 一时之间 众人心中更是掀起了轩然大波 尤其是楚凡 此刻更是无比的激动 师尊 果然您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这一切果然都是真的 在江明下葬的那天 诸天神魔符陷于岁月长河之上 但那无数的虚影 让人无法确定 那到底是真是假 是否真的有盘古大神 这样的一位神奇存在 但是 现在放在他们面前的 这个神话时代的记载之上 竟然就存在着盘古大神的记载 想不到太玄的那个人 竟然说的都是真的 盘古开天辟地 难道这里是盘古大神的道场不成 此刻 妖族的人也是一脸的疑惑 他们也是偷偷地听到了天机道人的描述 心中十分的好奇 天机前辈 要是这么说的话 这里会不会就是盘古大神的道场 同样的 太玄的长老也是发出了一模一样的问题 但是 此刻的天机道人却是摇了摇头 开口道 不太可能 江明长老曾经说过 盘古大神已生开天地 生化洪荒 又怎么会留下道场 这地方应该是另有别人 的确 要是根据江明长老曾经说过的话 盘古大神应该是没有留下过道场才对 那么这地方又是何方高人的道场 又或者说是何方大教的宗门所在呢 但不管怎么说 这逍遥天宫以十三重天宫为道场 也实在是太让人感到难以置信了 众人虽然是疑惑不已 但还是开口道 我们去那大殿之内看看 再做打算 天机道人玄机开口 带着众人朝着那大殿中走去 不多时 众人便是走进了大殿之内 在他们的身后 妖族的人却是窃窃私语 哼 刚才在那门前便有埋伏 现在入这大殿之内 岂会安全 这些人族 定是要吃大亏 不错 我们就跟在他们的身后 看着他们吃扁 妖族的人 现在被这逍遥天宫的主人 戏耍了几番 此刻变得格外的警惕 并且 看着自己吃扁 也见不到别人好 纷纷是开口笑道 但是 让他们预料不到的是 当众多人族 走进这大殿之时 却是见到了一幅浩大的画卷 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 那画卷之上 一个头顶青天 脚踩大地的无上大能 正是顶天立地 身旁 一个又一个的强大神魔 正是不断地朝着他施压 仿若是在阻拦着他 做什么一般 这画卷古朴 其上更是涌现出 丝丝的神秘气息 这气息只是涌动而出 便让楚凡感觉到了 一丝极为震撼的感觉 二百四十丈 这难道是盘古开天 楚凡目瞪口呆地 看着眼前这画卷之上 所描绘的内容 心中 更是充满了敬畏 师尊口中所言的 那盘古开天辟地的景象 竟然是出现在这幅画卷之上 其后 众人妖族的人 见到人族进入大殿之内 并没有遇到危险 便是赶忙冲了进来 一见到那画卷 便是纷纷流露出 一抹贪婪的目光 这画卷好是神意 莫不是神话时代的一件质宝 的确 在这画卷之上不断地涌现 而出一股奇异的力量 这股强大的力量 光是叫人看上一眼 便大为震撼 不由的是有一种 想要上前跪拜的冲动 正是这个时候 一旁的天机道人 却是注意到了画卷之上的 一个独特的细节 不免是瞪大了双眼 指着那处画面 颤抖着手指道 楚凡道友 你快看 那是什么 听到这话 众人也是纷纷看了过去 只见到在那诛天之上 混沌之中 无边星河之上 那蹦碎了无边星河的环宇镜头 一尊身穿白衣的无上存在 正是副手而立 他的目光漠然 似乎是在俯瞰着 这天地之间 所发生的一切事情 但又是一种 毫不关心的样子 就好像 是他曾经见到过 远比这开天辟地 更为宏伟的场景 反而是对此生 不出半点的惊讶 只是漠然地注视着这一切 而他的面容 有些模糊不清 但是 众人纷纷 都在此刻想到了一个人 难道是江明长老 这画面上的人影 难道是江明长老不成 昔年江明长老曾经说过 他于环宇诸天形成之前 来到这个世界 并且指点了盘古大神 开天辟地 这画面之上所画救的 不就是这幅场面吗 众人心中大受震撼 不少 曾经被江明救过 性命的人族修饰 更是满脸的激动 江明长老 果然是来历巨大 这人 一定是他 一定是他 楚凡此刻心中 更是涌现出一种复杂的心绪 他既是激动不已 又是无比的感伤怀念 扑通一声 开 他竟然是情不自禁地跪拜了下来 朝着那画面 重重地磕了几个响头 师尊在上 弟子楚凡 一定会寻找到 踏入九幽地府的办法 于无边的轮回深处 寻觅到您的踪迹 楚凡默默地说道 他的这一份孝心 更是让周围的众多人族 颇为感慨 而就是此刻 妖族的众人 却是毫不忌惮地大笑了起来 真是笑话 江明 不过是个弄虚作假的家伙罢了 什么神魔为其送行 什么自开天以来教导众生 简直就是一笑大方 说话的 正是自神员之中 苏醒的一位妖族大能 他并没有亲眼看到过 那域外三千天魔 为江明拉关送葬的场面 自然 也是对此不屑于过 不光是他 就连一旁的那三眼蛟龙 也是不久前 灵气爆发之时才苏醒的 自然对此也是根本不幸 尽管妖族之内 有不少的人作证 但是他们作为先祖 自然是说一不二 即便是有不少的人 见到过那恐怖的场面 他们也是依旧置若罔闻 此刻 看到那盘古开天图 如此神异 更是冷冷一笑 此物 便归我血魁老祖了 哼 神话时代的至宝 如等明明是先到此地 第一时间竟然不想着夺取宝物 反而在这里跪拜 真是笑话 他笑话一番 便是伸出了他那赤红的双手 自其上呈现而出 一股恐怖无比的凶煞气息 不知道那双手 是沾染了多少生灵性命 才会有如此凶狠的煞气 只不过当他的手 快要触及这盘古开天图的时候 却是陡然之间 自盘古开天图上 涌现而出一股恐怖的气息 煞时间将他震飞了出去 轰隆隆 一声巨响之后 他竟然是狠狠地撞击 在那大殿的一颗柱子之上 柱子虽然是毫发无损 但是他的身躯 却是瞬间崩裂开来 这 这不可能 血魁妖族 可是大圣经的大能 怎么会被一缕气息 直接震伤 三眼蛟龙 此刻更是难以置信的喊道 然而 那血魁妖族 此刻更是灵台倒果受损 浑身上下的肉体 更是仿若被蹦碎了一般的 不断的出现 倒倒恐怖无比的裂纹 蚝蚁 岂敢触犯天威 正是此刻 大殿之上 陡然间响起了一阵 让众人不由的心头一寒的威严声音 旋即 自那盘古开天图之上 再度垂落一道细微的气息 虽然是极为细微 但是那血魁老祖 却是大惊失色 以他大圣进的修为 此刻竟然是无法挣扎 无法逃脱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气息 垂落到他的身躯之上 下一秒钟 哈哈 一声淒厉的惨叫 顿时涌现而出 再一看的时候 那血魁妖族的身躯 竟然是瞬间化作了飞灰 直接被其震碎 随之而来的 便是血魁老祖的元神 斜裹着妖丹 疯狂地逃到了一个妖族弟子的身上 随后 立刻是手中掐绝 大喝一声 血海滔天 分魂化身 九缘脱鞘 再助乾坤 随着他的话音一落 转眼 那个妖族弟子的模样 竟然是瞬间变做了他的模样 只是 此刻的血魁老祖 却是满脸犹如白纸一般 仿若是耗费了大量的本源 他一脸惊恐地看着那盘古开天图 更是不敢靠近分毫 这到底是怎么样的存在 竟是差点将老夫的神魂都直接毁灭 若不是因为老夫拥有一门九缘血魁术 得以重塑肉体 改血灵魂气息 只怕这气息 瞬间就将老夫直接震杀了 此刻的血魁一脸的忌惮之色 更是不敢再靠近那盘古开天图半步 而且 其他的妖族 此刻也是纷纷脸色巨变 心中无比的震撼 正是这个时候 楚凡却是看着那盘古开天图 露出了一脸的疑惑之色 他缓缓地向前 竟然是想要 触碰那盘古开天图一般 下一秒钟 众多人族更是大惊失色 楚凡 不要 你没有看到 那个妖族之人的下场吗 还不快回来 众多的妖族之人健壮 也是愣了一下 玄机更是放声大笑 这人族圣体是傻了不成 竟然还敢去触碰这鬼东西 血魁老祖拥有重铸肉身的天赋神通 轻易便可以换一具身躯再度重生 你楚凡碰了 岂不是当场暴毙 看着吧 一会有的这人族哭的 众多妖族正是一副幸灾乐祸的模样 想要看着人族出丑 但是 叫人预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楚凡抬手 在他的手臂之上 一条神秘的道文 正是涌现而出力之法则 也正是力之法则出现的瞬间 大殿之上 再度响起了一道巨大的动静 无道不孤也 无道不孤也 随着那话音一落 转眼 盘古开天图 竟然是主动地落在了楚凡的手中 死 这是怎么一回事 众人瞬间惊呆了 不光是人族这边惊呆了 就连妖族那边 也是顿时感到了不可思议 怎么他们妖族的人去拿 就瞬间被打得肉身毁灭 而这个楚凡去拿 却是看到那盘古开天图 主动地落在了他的手上 这简直就太离谱了吧 众人更是百思不得其解 不过楚凡似乎对这个结果 并没有太大的意外 因为 他从这盘古开天图上 感受到了一丝力之法则的气息 只是 似乎这盘古开天图上的力之法则 远比他自己的力之法则 更为古老悠久 更为身后强大 所以他第一时间 并没有认出来 只是感觉到了一种莫名的熟悉感 直到那缕气息 垂落到雪葵妖族的身上 他这才发现了这气息 原来就是力之法则的气息 哈哈 看来 我们人族宏福齐天 不像某些人 还没有摸到宝贝 就被毁去了肉身 怎么 刚才是谁说的 楚凡师兄是傻子 我看 你们妖族的人才是傻子 真不知道你们妖族 吃了这么多的亏 还这么得意 到底是哪里来的勇气 此刻 人族这边 也终于是忍不住开口还击了 一时之间 几个老家伙瞬间便是面色羞红 满脸的怒色 如等鼠辈 也敢挑衅我等妖族老祖 本尊看你是找死 说吧 顿时一股恐怖无比的大圣气息 随之涌现而出 妖族的准备 实在是太过于强大 竟然是一下子派出了几位大圣经的妖族 看来这神话时代的遗迹 的确是让他们颇为在意 而且 好像听说妖族的人 是有了消息 一来便说 此地是妖族的先祖之地 或许 他们是得到了什么古籍的记载 得知了这里的一些隐秘 才会如此的重视的 此刻虽然是看到了 他们想要动手 但是人族这边 却也是丝毫没有畏惧 楚凡更是笑了笑 看向他们几人 我看谁敢上前 楚凡手握着盘古开天图 那股恐怖无比的荔枝法则气息 更是瞬间让众多的妖族老祖 望而生畏 倒也不是所有的人 都像血魁一样 能够瞬间转移身躯的 不然的话 刚才只怕血魁 就已经神魂俱灭了 好 好 楚凡 我们山不转水转 走着瞧 几个妖族的妖族此刻 对着盘古开天图 无比的忌惮 更是纷纷的扭头离开了此处大殿 朝着其他的地方搜寻去了 见到众多妖族的人离开 楚凡这才松了一口气 刚才拿到这盘古开天图的时候 楚凡就已经注意到了 图中的立之法则 其实仅仅只剩下一缕了 虽然可以再度重伤一人 甚至于是将其直接斩杀 但是 此后这盘古开天图 只怕就没有什么作用了 面对几个大圣境的妖族 他们还是难以抵挡的 想到这里 楚凡小心翼翼的 收好了盘古开天图 转身对众人说道 我们四处寻觅一下 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机缘 听到这话 众人也是纷纷点头 收获盘古开天图 对于楚凡而言是意外的惊喜 但是对于妖族而言 却是极大的耻辱了 因为他们不光是损射这等宝物 并且那血魁妖族 也是差点就陨落在此 他可是大圣境的大能 若不是因为这一次灵气爆发 天地之间再有了突破至尊的机会 他也并不会离开神渊出世 但没成想 居然是差点就陨落在 这刚刚入口的大殿之中 这简直是出乎意料 而且用那重聚肉身的办法 却是极为损伤他的本源 以至于现在他还没有缓过气来 气死老夫了 卓冰 你确定你的消息没有错 那东西果真在这里 血魁妖族这时候气上心头 不免是满脸怒意的 质问一旁的三眼交融 这我哪里敢欺瞒老祖 自我进入此地开始 便已经感知到了那东西的存在 老祖 纵然我得到的消息是假的 但以我的血脉感应 不会有错 听闻此言 那血魁妖族 这才面色缓和了一些 一旁的其他几个黑衣老者 此刻也是纷纷点头 不错 老夫自从进入此地之后 也有所感应 这一定没有错 无被妖族要想崛起 定然是要夺得此物 不然的话 灵气爆发的如今 正是人族崛起的最好机会 与人族不同的是 妖族对于这天地灵气的需求 并不算太看重 而人族要想修炼到更高的境界 则是需要更浓郁的灵气 妖族 更多的是看血脉的传承 故此 灵气爆发对于妖族而言 的确是一件好事 但对于人族而言 是更大的好事 相比起来 人族更容易比妖族成长起来 这就导致了 妖族也许会在这灵气爆发的时代之中 落后于人族了 故此 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 偶然得到了一件古迹之影的三眼蛟龙 也是为了这逍遥天宫之内的宝物 苦苦寻觅了许久 如今好不容易进入此地 并且是感应到了那件宝物的存在 三眼蛟龙 以及一众妖族老祖 也是势在必得 血魁见到其他的几位老祖 也是感应到了那东西的存在 便不再询问 而是直言道 嗯 既是如此 待得寻到了宝物 那人族等人 我们势必是要全力将其诛杀 哼 想不到那人族圣体进步 竟然是如此之快 这才短短的几年功夫 竟然已经成就圣人 不错 若是继续放任他成长下去 迟早会成为我们妖族的心腹大患 一会若是时机成熟 定然要将此人坑杀 众多妖族的人一面商议 一面却是朝着遗迹的深处遁去 而另外一面 人族这边四下寻觅之下 更是进一步的确定了 此地乃是神话时代的遗迹 诸如各种先古时代族群 各种传闻之中的生物 皆是在此地之中有所出现 一共是十三重天的遗迹 若是一直这样四处寻觅下去的话 只怕是数十年都无法搜寻完毕 众人在商议之后 决定是直接前往最高处的 第十三重天探查 一来是第十三重天之内 显然是整个逍遥天宫宝物 最多的地方 二来是因为 妖族似乎也是在寻找着什么 而他们离开这最初的大殿之后 便朝着上空直接遁去 在天机道人的提议之下 众人便是离开了第一层 直接朝着第十三层而去 转眼 片刻的功夫众人 便来到了这第十三重天的逍遥天宫 不过 此处于下界不同的是 在这第十三重天内 原本是无比畏额的宫殿群 竟然是接连一片片的倒塌 四处宫殿之上 更是显露出一种 极为腐朽的破败气息 在那成群的宫殿之中 甚至于有一些巨大的异兽尸鲫 横跟在这片废墟之中 四处散落的破碎法宝 兵器 无不是显露出 此地曾经经历过的一场场大战 这里 似乎是因为一场极为恐怖的大战 而彻底变成了一片废墟啊 天机前辈 您快来看 这是什么 忽然之间 一个宗门的长老 忽然之间像是发现了什么一般的 站在一个巨大的异兽骸骨之下 惊恐无比地叫喊着 听闻此言 众人纷纷是急忙顿举 待得众人看到眼前的一幕的时候 却是纷纷大吃一惊 这 这竟然是至尊骨 出现在众人眼前的 乃是一具人族的尸骨 只是 与一般的尸骨不同的是 这尸骨之上 竟然是宛若玉石一般的晶莹剔透 隐隐之间 似乎是不断地向外 释放着一股圣洁无比的光芒 而在这尸骨之上 更是铭刻着一道道神异无比的纹路 这些纹路 楚凡再熟悉不过了 这乃是道文 是一条真正的无上大道 在至尊敬强者的身躯 骨肉之中游走之后 留下的痕迹 而这样的骨骼 则是被人们称之为至尊骨 此人即便是一个在如何天资薄弱的废人 也有可能成就圣人之尊 若是本就是天资强悍之辈 乃至于可以拥有成就至尊敬的机会 但是 眼前的这至尊骨 因为死去的岁月太过于久远 已经是失去了所有的道运 故此 即便是移植到另外一人的身上 却也是起不了什么作用了 这里 到底是经历了何等的战斗 竟然就连至尊敬的大能 都死得如此的凄凉 的确 若是在天玄世界中 任何一位至尊 纵然是生死 却也不至于说是暴施荒野 甚至于 每一位至尊敬的大能 都有着各自保命的办法 乃至于是寿源结束 即将受到天道的量衰之劫 也有各种办法 能够让他们躲避这世上的生死威胁 可见这一场战斗 乃至于是让至尊敬的大能 都没有任何的逃跑的办法 唉 神话时代 即便是至尊敬的大能 都无法自保 这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时代啊 天玄道人不免叹息 在玄天世界的人看来 至尊敬已经是无比强大的存在了 甚至于是可以逃脱死亡之故的可怕存在 然而 在这逍遥天宫之中 至尊敬的人 竟然会死在这里 这里 还只是整个十三天的最外围罢了 不远处 妖族的人 显然也是发现了此地的惨烈 不免是眼中涌现出了丝丝的惊骇之意 这些尸骨 这 这竟是无被妖族的先祖大能 他们看着眼前的那些巨大无比的尸骨 更是露出了一脸的惊恐之色 那些尸骨之中 不少的存在 乃是他们妖族的先祖甚至于某一些 还是他们血脉之中流传着的 最强大的先祖的尸骨 若不是因为年代太过于久远 这些先祖尸骨 他们若是等得到其中的任何一份 都是一场莫大的机缘 可惜的是 因为时代太过于久远 这些尸骨早已经是流干了血脉 即便是强大一些的存在 也仅仅只是焕发着圣光 再没有了原本属于身躯的强大 走 我们再进去看看 眼看着这里的惨烈 众人也是不敢多坐停留 毕竟这显然是 对于他们心神的一次又又一次的震撼 可是 他们越是往后走 就越是难以置信 像这样至尊敬的尸骨 竟然 也不过是极为普通的存在 他们越是往内部走去 就越是发现 那些强大无比的存在 一个个的陨落在此 甚至于不少的人 尸骨并不完整 他们的身躯之上 像是被某种奇异的东西 生生的吞噬了身躯 被咬碎了骨头 嚼烂了血肉 哪怕是一些自斩一刀的 有缺大地 毅然是陨落在此 这些恐怖无比的场面 不免是让众人的心头 浮现出了一个极为可怕的可能 或许 这些至尊 自斩一刀的有缺大地 仅仅只是一些普通的弟子罢了 而真正的强者 到现在为止 并没有出现 当然 不管是谁 一想到这里 便立刻是猛地摇了摇头 不敢再继续想下去了 这要是真的 岂不是说 在神话时代 至尊敬的强者 也极为普遍 有缺大地 也不过是稍强一点的修饰罢了 或许就连大地这样的存在 在神话时代 也不过是终上的层次 尽管众人已经经历了许多 灵球鲜花 见到过不少惊骇的事情 但是 现在亲眼目睹 神话时代的存在 依旧是让他们的心中 涌现出了丝丝的亥然 一种敬畏之意 不可避免的 自所有人的心头 油然而生 转眼的功夫 众人就来到了一处 稍显得完整一点的大殿之处 在这大殿之上 四处摆放着各种玉碱 悬浮于半空之中 下方的静置 竟然是亿万年过去了 依旧是不曾腐朽 如今 依旧是化作了一团光团 保护着这些玉碱 妖族的人 显然也是注意到了 此地的大殿 稍显得完整一些 也是跟着人族 走进了这大殿之中 这一次 众多的妖族 并没有急着去争夺 那光团之中的玉碱 显然是吃了太多的亏 妖族的人 也是学聪明了 天机前辈 这些静置 您怎么看 此刻 楚凡也是不敢轻举妄动 其他的诸多长老 也都是十分的谨慎 这些光团看似是 经历了亿万年的岁月 已经有些显得薄弱了许多 但依旧是有着 极为强大的封印力量 轻易不能去触碰 天机道人 仔细地端向了许久之后 却是发现在这大殿的一旁 放置着一块 较为显眼的牌匾 其上以神话时代的文字 书写着一些话 外门弟子藏经殿 零 只听文天机道人 翻译过来这句话的意思之后 众人的面色 显然是有些不自然了 外门弟子 仅仅只是外门弟子 查看典籍 学习神通道法的地方 竟然就布置着 这般恐怖的静置 众人仅仅只是看着 那静置之上 所焕发而出的 阵阵恐怖无比的波动 就已经是感觉到 深不可测了 就这 居然还只是 外门弟子的藏经殿 妖族的人 听到这些话之后 也是面色十分的不自然了 这里既然是 外门弟子的藏经殿 想必也没有什么好东西 哼 若是浪费时间在这里 不如去别的地方看看 妖族之中 也是有知晓神话文字的人 自然 他们也能够看懂 那牌匾上的文字 此刻才确定了 此处仅仅只是 外门弟子的藏经殿 众多的妖族之人 也是不做停留 直接离开了此地 带着他们走后 楚凡这才是 看向了其中的一个光团 试探性的抬手去取 小心一点 若是觉得情况不对 便立刻撤离 其他的长老见状 也是心中颇为担忧地说道 此刻 楚凡也是微微点头 旋即便是默默地 将立之法则的灌注于手臂之上 朝着那光团叹了进去 只是刹那 一股极为恐怖的压迫力 便顺着那光团传来 楚凡能够感受得到 这近乎是达到了 至尊敬强者的强大压迫力 好在 这些禁止 已经是过去了亿万年的时间 变得早就很薄弱了 楚凡又是动用了 立之法则的情况之下 虽然是花费了不少的力气 但还是从中取出了御检 带着查看 叹入神念查看的时候 楚凡却是瞬间愣在了原地 一道道晦涩难懂的文字 瞬间出现在御检的内部空间 但是 偏偏这些晦涩难懂的文字 却是让楚凡感觉到了一种 莫名其妙的玄奥感 其中的几个文字 因为是与现在的文字接近 楚凡倒是认了出来 九 九天沙罗 玄青 神雷 楚凡颇为艰难地念出了 这其中记载的道法名字 随着他的话音一落 一旁的天机道人 却是瞬间大惊失色 九天沙罗玄青神雷 这 这竟然是先古时代的一个超级大宗 九天沙罗宗的不传秘法 先古时代 竟然还是先古时代的一个超级宗门的不传秘法 这 这里不是外门弟子的藏经殿吗 怎么一个外门弟子的藏经殿 就藏着这么一个来历巨大的道法 这要是流传到玄天世界 那岂不是要被数之不尽的大能 争得头破血流 看来此地的任何一件东西 对于我们而言都是难得的珍宝 若是仔细寻找的话 或许能够得到不小的收获 众多人族的长老们 此刻心中也是颇为喜悦 这光是一个外门弟子的藏经殿内 竟然就保留着这样的道法 楚凡 剩下的这些 你能不能一并取出 此刻 泰玄的一位长老也是开口询问道 楚凡点了点头 虽然是要耗费一定的时间 但是对于他而言 却并不算是太难 此后 楚凡也是将此地剩余的点击 一并的取出 一共是332份点击 其中道法占据的多部分 少部分的是关于阵法禁止之类的点击 还有一部分是关于炼丹炼器的记载 不过 即便是一些随意摆放在此的点击 对于他们而言都是极为难得传承 众人各自踏运了一份之后 便是离开了这大殿之内 正是此刻 在那门外忽然之间传来了轰隆的一声巨响 在一看的时候 却是见到了一个巨大的身影 出现在不远处的某处残破的大殿之中 该死 这鬼东西怎么过去这么久了 还能动它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众人目光随之看去 却是见到了诸多的妖族大能 正是在合力围攻那巨大的身影 仔细看去的时候 楚凡等人也是随之一愣 那巨大的身影并非是任何生物 因为神殿的感知传递而来的 此物的身上并没有任何的生机反应 不二次灵过 在他的身上 却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静止 以及极为强大的灵气涌动 在他的胸口 一块巨大的灵源石 正是不断的涌现而出磅礴的灵气 供应着他的行动 这 这是傀儡 哪里会有这么恐怖的傀儡 竟然让几位大圣经的妖族 都要合力攻击 还看起来如此的吃力 还有他胸口的这块灵源石 这也太大了吧 的确 这的确应该是个傀儡才对 不过 对于修道之人而言 傀儡之类的道法 乃是旁门左道 所以 在他们的认知之中 傀儡素来都没有超过 真神静修为的存在 但是这个傀儡的实力 竟然是堪比自斩一刀的有缺大地了 其周身所铭刻的诸多禁止之中 乃至于是有数到道文的痕迹 随着无数到灵气的涌动 被不断的激发驱动 甚至于 能够动用各种强大的法则之力 轻易的对抗着几个妖族的围攻 这一点 看得众多的人族 也是心中颇为惊讶 而且 他胸口的那块灵源石 简直就是前所未有的巨大 要知道 即便是在如今的灵气爆发的时代中 所发现的最大的灵源石 也不过才指头粗细 所谓灵源石 便是诞生出灵石矿脉的源头所在 灵源石蕴含着极为精纯的灵气 并且其中的灵气堪称恐怖 任何一个灵石矿脉之中 都有着这样的一块灵源石存在 而且 灵源石会主动吸收这天地之间漂浮的灵气 从而不断地转化 而成外部的灵石 可以说 只要有一块灵源石的存在 就可以形成一个巨大的灵石矿脉 自然 这需要周围的灵气极为浓郁 或许是因为灵源石可以自动吸收这天地之间漂浮的灵气 所以这傀儡即便是过去了亿万年岁月 依旧是有灵气催动 这些妖族的人 应该是基于这块巨大的灵源石 从而不小心唤醒了这只傀儡 此刻 那傀儡手臂之上 浮馅出一道赤红色的稻纹 自其中涌现而出一股恐怖的神火 煞石间席卷开来 化作了一条浩瀚无比的巨大火龙 朝着众多的妖族之人席卷而来 九天之上 整个天空都因为这恐怖的神火 而瞬间变得空间扭曲 在那巨大傀儡的身躯之上 还铭刻着两种不同的稻纹 而他仅仅只是动用了一种稻纹的力量罢了 此刻 一共是四位妖族的妖族施展力量 转眼之间 四人纷纷是手中掐绝 大喝一声 四项困天阵 风 随着四人话语一落 转眼之间 一股恐怖的道运 瞬间凝聚而成四道赤红色的静纸 一同自半空之上垂落 生生地将那傀儡困在其中 随后 四人一同念动真言 换动法则之力 嗡嗡 一阵轰鸣过后 那傀儡这才被四人一同封印在其中 只是随着封印 四人也不可能取走在这傀儡身上的灵源石了 此地果然处处是凶险 诸位 我们尽量不要分开 若是遇到危险 也好相互照应 见到这突然发难的傀儡 险些是让这些妖族的大圣镜高手都难以招架 处凡也是越发的谨慎 要不是因为这傀儡因为存在的时间实在是太过于长久 身上的诸多静置已经是消灭了不少 以至于是灵气的运转并不通畅 不然的话 或许他们四人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就能封印这个傀儡 诸多妖族的人带着收射了这傀儡之后 却也是在那大殿的废墟之中收起了不少的法器 看来 他们的收获也是不少 人族之中 因为妖族的轻视 倒是错过了那些强大的道法以及神通 接下来 众人的目光也是随之落在了在这十三重天的中心地带 那里是整个十三重天之内最完整的建筑群了 外围的建筑早已经是破碎的破碎 倒塌的倒塌 众人越是朝着里面走 就越是发现那四周倒下的海骨 生前的实力越发的强大 以至于到了那中心地带的外围 竟然是出现了不少有缺大地 乃至于是半部大地的尸骨 而在这地方 始终没有出现过大地级别的存在的尸骨 可即便如此 众人也已经是十分的惊讶了 这足以证明了 西年在这里发生的争斗 是何等的恐怖 至尊敬的强者 有缺大地级别的强者 在这逍遥天宫之内 也不过最为普通的存在 甚至于众人隐隐的猜测 这些人 或许仅仅只是这个宗门的外门弟子罢了 而在那遗迹的内部 或许真的就存在着大地的尸骨了 想到这些 众人也是纷纷加快了脚步 带着众人来到了这内部的宫殿群 这里 显然是完整了许多 虽然依旧是有打斗的痕迹和坍塌的宫殿 但是比起外围 却是好了太多 至少 众人能够看到一些完整的 尚且没有被毁坏的宫殿群 妖族的人 也是一同进入了这内部的宫殿群 此刻 出现在众人眼前的 是一个浩瀚的先公遗迹 四方大地之上 分别是雕刻着青龙 玄武 朱雀 白虎 四大神兽的雕像 正中的地方 则是出现了一个 看起来极为霸道的中年男子 此人面若红枣 面流常然 心眸见眉 中年模样 虽然面色之上毫无表情 但是隐隐之间 一种莫名的宏伟之意 自其周身涌现 他抬头看天 单手背负 犹如是傲礼于世间 一世而独立 颇有几分仙人之姿 众人见状 也是纷纷一败 或许 这是人族的先祖 谁也不知道 他到底是什么人 只是这雕像并无神意 众人也没有察觉到 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而妖族的人 并没有去拜见这些个雕像 其实青龙等四神兽 也应该是妖族的先祖之辈 只是因为他们的身份特殊 已经是达到了神兽的级别 仅仅流传于各种 虚无缥缈的神话之中 故此是没有人在意 但最近出土的 各种神话典籍之上 却也是表明了一个事情 那就是妖族的先祖们 似乎就是这些流传 自神话之中的各种神兽 而此刻 妖族的人 自从进入到这里来之后 便是满脸的焦急之色 四下不断的搜寻 好像是在寻找着什么 众人虽然对于妖族的举动 颇为疑惑 但也没有太过于在意 毕竟个人有个人的机缘 他们之所以不敢和人族动手 多半也是因为 楚凡手里的盘古开天图 那不过是极为细微的 一缕励之法则 便差点将那妖族的妖族 直接斩杀 零 而且 这还是其中的励之法则 因为近乎亿万年的岁月 而变得无比的薄弱的缘故 若是在神话时代的话 这一缕励之法则 只怕是当场叫它神魂俱灭 就连元神逃顿而出的机会 都不可能有了 众人眼看着四周的宫殿 也是四下不断地寻觅着 不过 众人越是四处查看 就越是发现 在这些宫殿之中 往往会摆放着一些画卷 在这些画卷之上 更是有着种种的奇异景象 比如说 在某一个宫殿之内 众人竟然是见到了一座 灰红无比的大山之下 一个蛇手人身的女性神奇 手中挥舞着一根藤条 在不断地抛洒而出 那些抛洒而出的泥土 掉落在地面之上 便化作了一个又一个的人形 这画面 竟然是应对了当初江明所描述的 女娲捏土造人 一时之间 众人也是纷纷感叹 暗中觉得 自己为什么当初 就偏偏不相信江明长老的话呢 现在眼看着这些神话时代的画卷之上 赫然是描绘着这些惊天动地的大事 他们也是不得不在此刻 对江明长老的话 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到底 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 这些看起来 实在是太过于匪夷所思的事情 到底还有多少 怀着这样的心情 众人又一次地踏入了一个 较为完整的大殿之中 只见到 在这大殿之中 并没有任何画卷的存在 放在正中高堂之上的 却是一幅空白的画卷 而妖族的人 正是目光炙热地盯着这空白画卷 满脸的喜悦之色 就是这里了 可是 为何气息会从这空白的画卷之中传递而出 难道这画卷之中 另有玄机不成 此时此刻 众多妖族的人 也是心中疑惑不已 他们迟疑不定 不敢轻易地去触碰这空白的画卷 尽管上面没有任何的气息 见到众多人族到此 那三眼蛟龙 却是露出了一抹奸笑 玄机孝道 楚凡 如等人族有如此机缘 能得到那第一座大殿之内的宝物 怎么 这幅画卷之上 一定是有巨大的隐秘 你要不要来试试 妖族的人 不敢轻举妄动 于是乎 便有了让楚凡先来试试的打算 听到这话 当即人群之中就有人反对 哼 真当我们是傻子不成 这画卷一片空白 谁不知道 其中定有七敲 需要你说 你不过是想要让楚凡道友 来给你们妖族开路罢了 怎么 难道你们妖族 也对此束手无策四 四不成 真是笑话 此刻 人族也是毫不客气的反驳道 被那几个人这样一对 三眼蛟龙的面色之上 瞬间是一片恼怒之色 玄机正是要说什么 却是被一旁的妖族拦住了 此刻 众多妖族之中 一个龙手人身的老者 却是缓缓开口道 诸位 若是困在此地 而不去做任何尝试的话 岂不是白白浪费了时间 要知道 此地的入口 乃是我妖族的领地之内 日后你们要想进入 只怕没有这么容易了 那妖族的言外之意 便是说 你要么就来开路 要么 下次你们人族 一个也别想来这秘境探查 的确 这里本来是妖族的领地 但是附近妖族 不知道被这秘境之中的 什么生物给一夜吞噬 这才给了人族机会 进入此地 众人想着 或许是那坤兽离开了秘境 将妖族的人一并吞没了 现在听着他那略带着威胁的话 楚凡却是笑了笑 直言道 试试便试试 这有何难 说吧 楚凡便是与一众的人族 一同走到了这空白画卷之上 在这空白的画卷之上 似乎并没有任何气息的波动 就连那一片空白的留白之处 也不存在任何的暗笔 或者隐秘的静置之类的存在 至少 眼看是如此 楚凡心中也是颇为疑惑 仔细想了半想之后 他竟然是直接抬手一振 一股磅礴的法力 瞬间朝着那画卷冲了上去 四周的众人见状 也是连忙后退 唯恐会波及到自己 只是 当那股法力 落在了空白画卷之上的瞬间 却是一下子消失不见 仿若是在那整个墙壁之上 都有这一道看不到的障眼法 让所有人都误以为 这里真的存在着一个面墙壁 楚凡只是细细地看了一眼 便毫不犹豫地一步踏了进去 果然 这面墙壁仅仅只是一个障眼法 而那空白的画卷 只怕也是用来迷惑众人的东西 此刻外面的众人看到楚凡 竟然是毫不犹豫地直接冲了进去 并且 整个人瞬间消失在了那墙壁之上 而不管他们用神念如何探查 都无法再发现楚凡的踪迹 不免是心中大吃一惊 想要跟着进去 却又是害怕遇到什么危险 那几个妖族的妖族见状 却也是使了一个眼色 三眼蛟龙立刻开口说道 你们也跟着进去 原本人族这边是正欲发作 但是天机道人 却是按住了躁动的众人 反而是笑道 好 就依你所言 说吧 他便是带着众多人族 一步踏入了那墙壁之中 只是这一步踏出之后 他们却是发现 自己竟然是来到了一处 无比奇异的空间之中 在这浩大的空间之内 四处一片混沌 在那片混沌之中 无数的雷霆涌动 星河璀璨 无边的环宇之中 一股来自于古老洪荒的恐怖气息 不断地在这一片混沌之中涌现 此刻 楚凡正是矗立于这一片 虚空混沌之上 双眸之间也满是异彩 而那妖族之人 此刻也是纷纷进来此地 在见到了空间内部的 一片玄奥景象之后 心中也是颇为惊讶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为何我光是站在此处 便感觉到一种恐怖的威压 震慑心神 难道这里 是古老洪荒的岁月 是那天地未开的世界吗 此刻 众人心中皆是无比的震撼 光是看着这漫天的大高星辰 无边的混沌雷霆 还有那席卷八方的恐怖乱流 在二世这片混沌之中 危机四伏 一股又一股强大无比的气息 不断地自其中涌现开来 似乎在暗处 潜藏了一个又一个 强大无比的存在 此间浩瀚无穷 引人心中震撼万分 正是此刻 忽然有人指着那茫茫 混沌中的一点光亮 大喝道 你们快看 那是什么 正是话音一落 却见到自那远方 缓步而来一尊顶天立地的浩瀚巨人 其掌心持有一柄悬傲神斧 其上蕴含无边道运 万千霞光 一股股凶悍肃杀之意 自那锋芒之上不断地涌现 死 为何我仅仅只是看那神斧一眼 便感觉到了一股心神震荡的感觉 不 我甚至于感觉到了 我的灵台道果不断地颤抖 反若是因为这神斧的锋芒 要洞穿万古 将我批作漫天积焚 此刻 不管是妖族的人 还是人族这边 几乎所有人都陷入了一种 难以抑制的震撼之中 那巨人缓步走来 每一步皆是有无边的异象涌现 万千金莲 自其脚边浮现 亿万法里道运 不断地在其周身演化着一条无上大道 诸天星辰 自其漫步之下 不断地崩塌破碎 化作漫天霞光一般的浩瀚星云 其身躯浩瀚无穷 眼眸之间不怒之微 一股披靡八荒 独断万古的无上气息 自其身躯之上涌现 正是此刻 楚凡更是觉得 眼前的这个巨人 似乎是在哪里见过一般 方才他心中太过于震撼 以至于是一时之间 没有细细地分辨出来 在一细看的时候 他却是惊讶不已地说道 这 这竟然是盘古大神 盘古大神 就是江明掌老口中 开天辟地的那位盘古大神 周围 那众多妖族的人 此刻也是认了出来 这不就是在第一重天 那第一个大殿之中 他们在那画卷之上 所见到的那个神秘巨人吗 此刻 他竟然是出现在众人的眼前 太惊人了 这里 要不是因为 这里仅仅只是一片虚影 或许我光是 看到他的第一眼 就已经灵台道鼓蹦碎 浑身神魂泯灭了 这样无上的大能 仅仅只是他的一道虚影 让众人看到 便已经是引起了 他体内的灵台道鼓 不断地颤抖 气海之内 更是有数之不尽的法力 不断地溺乱 仿若是在恐惧着 这样的无上存在 欲要迸毁于此一般 的确 在进入此地的第一时间 所有人都发现了 这里所呈现 而出的一切景象 仅仅只是一道虚影 可即便是虚影 那盘古大神的模样 却依旧是让人心中震撼不已 正是此刻 盘古大神不断地向前踏出 他的脚下 竟然是有一股股的空间 不断地崩塌 收缩 他仅仅只是一步 便已经踏出了亿万万里 在他向前不断地走着 不知道踏过了多么遥远的距离 崩塌了不知道多少条大道行尘 终于 他停留在了一条浩瀚长河的面前 那该是一条 如何让人惊讶的存在 无尽的岁月气息 自那长河之上涌现 一幅附神秘的画面 自那长河之上涌现 众人心中纷纷是一愣 旋即 更是生出了无边的震撼 这 这是岁月长河 是的 忽然出现在众人眼前的 却是那岁月长河 昔年江明长老先世的时候 自那无边混沌之中 浮现出这条长河的虚影 自那长河的尽头 也就是岁月的尽头 诸天神魔 为其送葬 三千大道天魔 将他拉关 送入轮回深处 这一幕场景 是何等的 让人心中感到熟悉 又是何等的 让人心中感叹 楚凡此刻眼角滴落一滴眼泪 他的心中 更是涌现出了无边的酸楚 一股难以抑制的悲伤 自他的心中涌现而出 师尊 不光是他 四周的诸多太玄圣地的长老们 此刻也是难难的念叨 江明长老 他们纷纷想起了那一天 诸天神魔降临于岁月尽头 于诸天之外 为其悲鸣 那位一辈子都不曾显露真正身份的无上存在 已经葬入了轮回的深处 他们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 既是怀念 又是感伤 妖族的那几个妖族 对此很势不解 但此间却也没有多说什么 因为 他们也曾经听闻过那个传闻 但是他们大多都保持着怀疑的态度 因为没有亲眼见过 所以他们也不愿意去相信 此刻 那传闻之中的岁月长河 呈现于他们的眼前 那传闻之中的盘古大神 浮现于他们的眼前 他们的心中 虽然是再怎么难以置信 却也是出现了动摇 故此 他们此刻却是纷纷选择了闭嘴 因为眼前的事情 已经难以用常理去形容 那个太玄的长老 真的是如此神秘莫测的存在吗 众多的妖族心中 毅然是在不断地自问 下一秒 自那岁月长河之上 一尊身披白袍的身影 陡然间浮现于众人的眼前 众人只是看到了一个极为模糊的背影 但是 不管是谁 却都是涌现出了一股莫名的熟悉感 那 那是 太玄的众人 更是止不住地颤抖 他们的脑海之中 那个曾经刻在他们记忆之中 永远无法忘怀的存在 即便只是一道极为模糊的虚影 却也让他们难以忘记 楚凡此刻 更是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悲气 师生痛哭了起来 他跪倒于虚空之上 更是大喊道 师尊 是您吗 师尊 可惜 这一切 仅仅只是万古之前的一道虚影 他纵然是满心的怀念 满心的期待 希望那人能够转身看他一眼 但终究 未能如愿 让人预想不到的是 那盘古大神走到这里 便是停留于此 眼眸之间 涌现出一股沧桑 且寂寞的神情 尊上 吴至今 依旧无法解开心中困惑 究竟该如何为这世间带来繁华 吴已然受够了 这万古枯戒 吴边寂寥 还请尊上指点 他竟然是来请教的 众人见到这一幕 更是难以置信地 后退了几步 不免是想到了江明长老曾经说过的话 他说 他曾经指点盘古大神 开天辟地 教导女娲娘娘 捏土造人 原本众人实在想象不到 这究竟是何等宏伟的场面 直到此刻 那岁月长河之上 矗立的无上身影 还有盘古大神的 一脸寂寥之色 众人这才明白了过来 开天 是啊 这吴边的混沌 纵然是有漫天的星辰璀璨 却也是一片死寂 这混沌之中 吴边的寂寞 即便是如盘古大神这般的无上强者 却也是难以抵御这等寂寥 那白袍身影 沉默半想 玄吉 却是开口说道 混沌清廉造化开 三千大道化天魔 乾坤浩荡荡无人在 是无天地辱自开 那话应略显得年轻 并且 也丝毫不像是江明的声音 这却是让他们心中 泛起了浓浓的疑惑 到底 这位无上存在 是不是师尊江明 是不是江明长老 众人的心中 充满了无边的疑惑 与那虚影之中的盘古大神 一般无二 皆是困惑不已地看向他 只是 那身影实在太过于模糊 就连声音 也无法分辨 众人根本无法确定 他到底是不是江明长老 楚凡心中涌现无比的悲戚 他多么想要呼唤那人 扭头看他一眼 好让他心中 最后的一丝疑惑 烟消云散 但可惜的是 那人始终没有回头 仿若是这世上的一切 他都不会在乎 他处立于这岁月长河之上 于万古之前 端立于无尽的混沌之中 那一世而独立的气息 叫人无法去接近他分喉 就仿若一尊众人 无法想象的古老存在 充满了谜团 充满了厚重 乾坤号二百四十档无人在 是无天地辱自开 此刻的盘古大神 正是开口不断地喃喃念叨 他的眼中 那片疑惑的神色 渐渐地化作了一片清明 忽然 他忽然间面露狂喜之色 更是无比欢喜的大喝道 哈哈 吾明白了 吾明白了 说吧 他扭头看向四周 那无边的混沌之中 早已经让他无比寂寥的万古寂寞 此刻 却是化作了他心中的一腔怒火 是无天地 无字开来 是无天地 无字开来 是无天地 无字开来 那浩瀚的红鹰 乃至于是震荡着整个混沌 刹那间 无边混沌之中 一个又一个强大无比的存在 皆是在此刻涌现而出 那是与盘古大神 一般无二的大道天魔 他们聚集于此 于万古之中 无数的空间未免之中 强行破开混沌而来 纷纷是满脸震撼地盯着盘古 大喝道 盘古 如其敢开天 盘古 开天大劫 必将毁灭五等大道天魔 届时大道引盾 天地浮现 如莫非是要与五等三千大道天魔作对 盘古 你休要忘记 你也是混沌清廉所孕育的一尊魔神 盘古 速速助手 此时此刻 三千大道天魔一同浮现 皆是于无边的混沌之上 涌现出一条又一条的无上大道 三千大道天魔 自无边的岁月与空间之中 横空降临 纷纷是要出手阻拦盘古 开天辟地 然而 盘古大神却是面色漠然 仿若是毫不在乎 那与他一样的大道天魔的存在 抬手举起手中的神符 悍然挥动 煞时间 一道开天气刃 瞬间劈开了那浩瀚混沌 无边的星河璀璨 皆是在此刻化作了漫天的星云粉末 诸天神魔 皆是在此刻露出了一脸的亥然神情 浩瀚天地 竟是被盘古大神一腹劈开 这 这太让人难以置信了 这天地 竟然真的是被盘古大神一腹劈开的 这到底是何等恐怖的存在 才能够有如此强大的力量 盘古大神 究竟是何等存在 那让人无比震撼的场面 彻底地让所有的人都愣在了原地 不管是人族 还是妖族的人 此刻心中都是涌现出了无边的震撼 那浩瀚无穷的混沌 竟然仅仅只是被盘古大神一腹劈开 无边星河 穷雨初开 三千大道天魔 皆是在此刻涌现出无边的怒火 盘古 如其敢匿命而行 盘古 今日你必死无疑 此时此刻 三千大道天魔 竟然是降下了无边大道威呢 只是煞时间 那刚刚开辟的天地 竟然是被那恐怖的三千大道 不断地逼得闭合 眼看着 刚刚开辟而出的天地 便要这般被三千大道天魔 直接镇压 轰隆隆 轰隆隆 阵阵骇然无比的巨像 不断地自那天地之间传来 与此同时 盘古大神 竟是以身躯头顶天 脚踏大地 抵抗那恐怖的三千大道 不断地镇压之力 看到这里 众人早已经是平住了呼吸 满脸的冷汗 三千大道 一并镇压 这是何等恐怖的力量 五等纵然是穷尽一生 却也未能见到过 这般力量的亿万分之一 昔年盘古大神开天辟地 竟然是受到如此巨大的压迫 这便是五等众生的盘古大神吗 他一念开天 更是以身撑开天地 不让其闭合 即便是三千大道镇压 竟然也丝毫不畏惧 这般恐怖的场面 更是让那不远处的妖族众人 心中悍然不已 如此大能 果真是恐怖如斯 盘古大神 今后我妖族 供奉的先祖神器之中 定有其一席之地 并且定要供奉在最上之位 不管人族与妖族的恩怨如何 但是 盘古大神是众生的盘古大神 他已伸开天地 三千大道天魔自无边的时空之中 洞穿万古而来阻拦于他 可即便如此 他依旧是以一己之力 立扛三千大道的压迫 这等气魄 这等宏伟 瞬间是让众多的妖族之人 钦佩不已 人族众人 也差不多是这个想法了 实际上 此前江明长老提及这些的时候 他们的心中 始终是不相信 直到江明长老下葬的那一天 诸天异象浮现 三千大道天魔为奇拉官 将其葬入轮回深处 此后 天下的众多人族 这才对此事有了几分相信 但是 毕竟不是亲眼所见 盘古开天 依旧还是有不少的人 对此心存怀疑 江明长老来历惊人 这的确不假 但是盘古开天这等事情 因为他们的想象力 见识实在短浅 却是难以想象 直到此刻 众人看到那盘古开天的景象 那三千大道 镇压诸天的恐怖力量 就连那无比厚重的混沌 都被奇拉得分崩离析 这等恐怖的场面 终于是让所有的人 都对此深信不疑了 盘古大神 恐怖如此 这三千大道天魔 竟然是以三千大道一并镇压 这 这也太恐怖了 众人心中止不住的惊骇 那恐怖的场面 更是让众人接连的感叹 眼看着三千大道镇压 可盘古大神 依旧是用身躯 撑开了这天地 三千大道天魔 终于是露出了一抹惊恐之色 盘古 今日势如自寻死落 今日无等便降下 三千大道亮衰之劫 较如神魂俱灭 随着众多的神魔大喝一声 玄疾 震震真言 坠落天地之间 无奈时间大道天魔 降下无边亮衰之劫 衰灭盘古之身 无奈空间大道天魔 降下无边亮衰之劫 衰灭盘古之身 无奈火之大道天魔 降下无边亮衰之劫 衰灭盘古之灵 无奈先之大道天魔 降下无边亮衰之劫 衰灭盘古之精 无奈 三千大道天魔 降下一重又一重的亮衰之劫 欲要将其覆灭于此 诸天混沌 无边还宇之中 那恐怖无匹的大道之能 更是瞬间让盘古大神的身形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他猛然一震 周身的精气神法力魂灵 皆是在此刻不断的衰败 这恐怖的亮衰之劫 来至于是衰灭其根本 让其彻底地在这混沌之中 化作一片虚无 这才是真正的大恐怖 大因果 大杀伐之术 众人此刻已然说不出话来了 他们难以想象 这世上 竟是会有如此恐怖的亮衰之劫 即便是至尊敬面对的亮衰之劫 也不过才天人武衰 而盘古大神此刻受到的 却是整整三千大道的亮衰之劫 他的一切根本 本源 乃至于是因果 存在 都要在此刻彻底的覆面 鸿蒙戒账 正是此刻 盘古大神高呼一声 却是自其身躯之上 涌现而出道到鸿蒙神光 这浩瀚的神光 顷刻之间 便是将那三千大道亮衰之劫 阻拦在其身躯之外 可是即便如此 他的身躯 却依旧是因为那恐怖无比的道伤 而不断的破碎 肉体 仿若是斑驳的墙面一般的 不断的剥离 他那恐怖的巨大身躯 此刻竟然是在不断的崩塌 造化悬光 此刻 盘古大神再度高呼一声 旋即 一股造化悬光 煞时间自这天地之间不断的涌现 煞时间 阴阳分晓 五行遁出 延伸出了无穷的火风水 天地洪荒 竟然是在此刻不断的完善 他这一种种 让人无法理解的恐怖手段 甚至于是足以造就着浩瀚天地 一时之间 三千大道天魔 更是心中焦急不已 纷纷是各自冲沙而来 朝着那浩瀚无穷的环宇 诸天震煞 肉体的崩塌 本源的损耗 还有那浑身震荡不已的痛苦 煞时间 让其眼眸之间 涌现而出一抹不易察觉的绝望 善 正是此刻 天地之间 仿若是一切都陷入了 无边的凝固之中一般 所有的大道天魔 皆是与此刻陷入了停滞之中 包括盘古大神在内 那无穷的地火风水 也是与此刻停息了眼花 无边的天穷之上 岁月长河涌现于此 一道白袍身影 垂落一道漠然目光 那 是一种何等叫人震撼的目光 纵然是他们根本就无法看清 那白袍之人的模样 但是那一道目光 却是仿若洞穿了万古岁月 隔绝了一切的真假虚实 煞时间垂落众人心头 带给众人一种无边的大恐怖 大因果 几乎是同一事件 所有人都是心生恐怖 纷纷是朝着那伟岸的身躯 无上的存在 跪拜了下来 其惊鸿一片 端蒂是举世无敌 叫人不敢直视 如此 你可满足 那人缓缓地开口 语气之中 却是带着一丝淡淡的悲伤 盘古大神眼中 流露出一抹从未有过的愉悦 仿若是见到了天地之间 最让他喜悦的事情一般 高呼一声 昭闻道 惜死可以 他未曾说过 自己是否愉悦 是否满足 但是 光是这一句昭闻道 惜死可以 便已经是诠释了一切 这番话 同样是让众人 心中涌现出了无边的感慨 昭闻道 惜死可以 原来 这才是那真正的 追寻大道的存在 这等无比宏伟的道心 更是叫众人心中震动不已 只可惜 无虽开天 却是不如遵上这般举世无敌 他苦笑一声 仿若自嘲 可瞎一秒 那白袍之人 却是缓缓摇头 并非举世无敌 此乃 随着他的话音到此 周围的一切时间空间 再度地流动 他的目光 再度地涌现出了一抹 漠然之色 只是 这一次那漠然之色中 却是充满了一种叫人 无法捉摸的无敌之意 他看向那三千大道天魔 斩钉截铁地说出了四个字 举世 接敌 举世 接敌 此时此刻 盘古大神周身猛然一震 恍若是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一般 猛然间抬头看向了那不断朝着他杀来的三千大道天魔 心中 一种透彻的感悟 瞬间涌现而出 哈哈 哈哈 多谢尊上赐道 盘古 终于明白了 何为无敌 说吧 他浑身的气势 竟是在此刻疯狂的暴涨 他的目光 竟然也是变得和那白袍之人一般无二 那莫然 充满对一切的敌意的目光 仿若只是叫人看上眼 便瞬间陷入了无边的灾火 无边的大因果 大恐怖之中 三千大道天魔 皆是在此刻露出了无边的惶恐之色 纷纷是满脸的震撼 愣在了原地 狮声喉道 这 这竟然是大道境的气息 万古岁月 无人能够踏足大道境 纵使无限接近 却也无人能够成就 盘古 如究竟是 三千大道天魔 皆是与此刻陷入了无边的惶恐之中 盘古大神 亦是在此刻抬手一挥 他的目光之中 充满了那种无敌之意 煞世间 纵然是三千大道天魔旗帜 却也显得是不屑一顾 天地同伤 随着他大喝一声 那无比骇然的无敌之意 煞世间涌现于天地之间 顷刻之间 三千大道天魔 瞬间分崩离析 肉体 灵魂 真灵 一切的有形无形 虚妄真假 瞬间是纷纷破碎 不 这不可能 有人瞬间洞穿了万古岁月 欲要逃亡到岁月的尽头 躲避这股恐怖的力量 可依旧是被其覆灭 有人妄图以无上大道 硬抗这股无敌之意 却是瞬间化作漫天的道徽 飞灰烟灭 有人顿入空间的深处 无尽世界的世界之中 却是瞬间被其崩塌了无穷世界 覆灭于此 那恐怖无匹的无敌之意 更是让楚凡看得浑身一震 一时之间 他仿若是有了明雾 心中一点点涌现而出的清明 更是让他的境界 在此刻不断的提升 原来 这才是真正的举世无敌 他那那的说道 随后 更是朝着那白袍身影 无比敬重的功身一拜 师尊 想不到您 即便是已然葬入了混沌深处 却是再度于万古岁月之前 叫倒了弟子 此时此刻 楚凡的心中 涌现出了无边的复杂心绪 更是无语宁验 心中无比的感激 下一秒钟 那白袍的身影 恍若是隔着万古岁月 朝着他所在的方向 注视了他一眼 竟然是隔着万古岁月 投来了一道赞许的目光 只是刹那 楚凡的心中 更是涌现出了无边的骇然 这 这不可能 这仅仅只是一道虚影 难道 难道师尊在那万古岁月之前的惊鸿一瞥 便能够看到弟子吗 此时此刻 楚凡心中那 对于江明的无限思念 更是让他扑通一声 于虚空之上跪拜 师尊 他嘶声呐喊 那妈的 那白袍之人 却已经收回了目光 谁又能够想到 那是万古岁月之前 就已经注定了因果 楚凡心中 此刻更是细思极恐 师尊 到底是何等恐怖的存在 才能够洞穿了万古岁月 向我投来一道注视的目光 他已然是震撼的 说不出话来了 只是心中 却是止不住的想象 这叫人无比震撼的一幕 同样是让四周的众人 心中涌现出了丝丝的惊恐 自然 那白袍之人 周身悬光无尽 他们即便是穷尽一切力量 却也看不到那人的面容 但是 他向楚凡投来目光的举动 却是让他们在心中 想到了一个又一个 近乎不可能的事情 难道说 江明长老 便是在这开天辟地之时 就已经知道了自己日后 会收楚凡为弟子吗 这 这到底是何等恐怖的存在 才能够做到 如此独断万古的事情 我的老天 那个人 真的是江明长老吗 此刻 众人除了无比的震撼之外 更是想要知道 那个白袍之人 到底是不是江明长老 笑话 如此大能 岂会与你相识 还失尊 呵呵 不过是凑巧罢了 楚凡 你也太看得起 你自己了 此刻 妖族的大能 更是因策策地说到账 显然 他们也是注意到了 这惊鸿一批 但是 他们却绝对不相信 这一眼 是投向楚凡的 甚至于 他们还为此嘲讽不断 楚凡对此并不在意 在他的心中 师尊永远是他最敬重的存在 他无比的坚信 那个白袍之人 一定就是自己的师尊江明 楚凡的心态十分的平和 质疑 师尊需要你们的质疑吗 在楚凡的心中 他早已经不在乎 这些所谓的质疑了 还有什么 比青年所见 更为真实的吗 师尊的存在 需要他人的认可吗 本就是至高无上的存在 他的人的质疑 或者是认可 都变得那么的无关紧要 就好像师尊生前 被无数的人质疑 数之不尽的人嘲讽 可他依旧如初 不管如何 始终是保持着 自己那平和的心性 如今楚凡仔细想来 原来师尊 却是对此毫不在意 真正至高无上的强者 是不需要任何的人的认可的 即便是质疑嘲讽 那又如何 能改变已经发生的事实吗 显然 这是不可能的 楚凡如今 也是渐渐的与江明长老 有了几分相似之处 他根本就不在乎 那些妖族的人说些什么 他已经看到了 自己想要看到的东西 至于别人是相信也好 还是不相信也罢 都已经无所谓了 随着眼前的虚影 渐渐的消失 渐渐的 那漫天的星河混沌 皆在此刻呈现出一种淡化的迹象 一个巨大的空间 逐渐地浮现于所有人的眼前 一股古老洪荒的气息 也是随之传递而来 首先出现在所有人眼前的 是一个巨大的身躯 那身躯无比浩瀚 乃至于是延绵而去 不知道几亿万里之距 那是一个怎么样 让人难以置信的存在 那巨大的身躯 浑身扑就金色的鳞片 每一块鳞片之上 皆是浮现而出 一道道玄奥无比的道文 其上所流转的道运 乃至于是过去了亿万万年 却依旧是充斥着 让人无法轻易靠近的恐怖威能 随后 在那巨大存在的头顶 呈现而出的种种迹象 无不是显露出 其真正让人骇然无比的身份 仙族 这 这竟然是我妖族的仙族 三眼蛟龙 双眸之间 更是涌现出了无边的狂喜之色 他近乎是癫狂一般的 朝着那巨大的身躯跪拜了下来 随后 四周几乎所有的妖族 无不是满脸 震撼地盯着那恐怖无比的存在 纷纷是朝着他疯狂的跪拜 即便是死了亿万万年 可他那让人无比震撼的气息 依旧是扑二百四十面而来 这 这难道是 天机道人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来 他看着那蜿蜒而去 一眼看不到头的巨大身躯 一片金色圣灰所笼罩之下 那恐怖无比的气息 依旧是让人震撼不已 在他那巨大的身躯之上 那无比锋利的笼罩之上 赫然是呈现出五只手指 这让所有的人 不由得想到了 那传闻之中 龙族至高无上的存在 五爪金龙 这 这竟是一头龙族之中的至尊血脉 五爪金龙 显然这巨大的尸体 他真正的身份 让在场的所有人 都陷入了无比的震撼之中 五爪金龙 那可是传闻之中 才可能存在的龙族至尊 在这秘境之中 竟是有一头五爪金龙的尸体 留存在此 这实在是太让人惊骇不已了 然而 更为让人震撼的 还不是那五爪金龙的存在 而是在那五爪金龙的头颅之旁 一个已然陨落的绝世大能 其手中持有一柄赤红长剑 周身涌动着 道道玄奥无比的神光浮现 整个空间 因为他这无比恐惧的气息 甚至于是有些崩塌破碎的迹象 而他那一柄长剑之上 更是涌现而出 阵阵无比骇然的煞气奔腾 那龙躯之上 早已经是断裂成七八节的模样 而每一个断口处 都是无比的光节 显然 那是被此剑所斩 五爪金龙 那已经是独断万古的存在了 可是那恐怖大能 竟然是能够斩杀这五爪金龙 只是可惜 他不知道是遭遇了什么 竟然是陨落在此 只留下了一身焕发着 洁白盛辉的尸骨 留存于此 他的尸骨之上 大部分的尸骨 早已经是失去了 原本应有的道运存在 也就是彻底的失去了作用 即便是取之 也并无大用 但是 在他的右手之上 那一只持剑之掌 却是依旧如初 一股无比恐怖的气息 自那手掌之上涌现而出 仿若是自万古岁月之前 曾经独断万古的无上存在一般 让在场的所有人 都是心生震撼之一 此刻 妖族的人与人族 分别是对视了一眼 却是十分有默契的 各自走向了一边 纵然那无上大能的掌骨 十分的诱人 但是五爪金龙 作为妖族的无上先祖之一 显然是妖族的首要目标 这一次 他们反而是没有了 任何想要与人族争夺的样子 楚凡 这掌骨 便由你取走吧 不错 这柄神剑 似乎是玄奥非凡 你乃是人族圣体 却是从未有过一件衬手的兵器 不如你将这神剑一并取走 楚凡听到这话 本来是想要拒绝 他已经得到了盘古开天图 回去之后 若是仔细参详 自然能够提升自己 对于立之法则的领悟 对于这兵器 和这大能掌骨 心中却是没有太大的兴趣 楚凡 你便收下吧 你乃是人族圣体 人族希望 寄托于你一身 如今人族 没有人比你更适合手下 这无上大能的掌骨 已然是独断万骨的存在 他至少 也是一位大帝 只是因为 他那恐怖无比的气息 叫人无法猜到 他到底是何等存在 但是 就连五爪金龙 这等无上的存在 都被弃斩杀 可见其强大之处 传闻之中 五爪金龙一旦成年 便能够成就大帝之能 是这世上 极为恐怖的超级神兽的存在 即便是这样的存在 在这大能的剑下 竟也是身死盗宵 可见其实力之强横 楚凡此刻心中虽然是犹豫 但最后 还是耐不住众人的劝谏 选择手下了这大能掌骨 还有那柄傲无比的长剑 他先是朝着那尸骨败了败 口中无比敬重地说道 前辈独断万骨 纵是身死 亦是有无边微能垂落 晚辈斗胆 借取您的一掌之力 说吧 楚凡抬手轻轻地握住了那掌骨 只是刹那 自那掌骨之上 却是涌现出了一股极为恐怖的气息 竟然是在转瞬之间 彻底地将楚凡的右手手掌 直接轰作了碎片 旋即 那洁白的掌骨 竟是自动接在了楚凡的右手之上 一道血光涌现 楚凡的手臂之上 更是直接恢复了伤势 那圣洁无比的掌骨 也是直接替换了他原本的掌骨 这个时候 楚凡才发现了一个 让他震撼不已的事实 这 这位前辈 竟然也是人族圣体 在那血脉与他勾连的一瞬间 他彻底地明白了过来 这位无上存在的前辈 竟也是一位人族圣体 故此 当他接触到这掌骨的一瞬间 其竟然是直接替换了自己的手掌 一股强大无比的气血之力 煞时间自那掌骨之中 不断地奔腾而出 楚凡那原本是滔天的气血 此刻更是化作了一片赤金之色 看起来 更是无比的圣洁 什么 这位前辈 竟是我人族的圣体 如此一来 此掌骨非楚凡不可取 看来是我人族先祖 在冥冥之中护佑 让楚凡得到了他的传承 看 楚凡心中也是颇为感慨 再度朝着那尸骨一败之后 失去了圣洁光辉庇护的尸骨 也是转眼化做了漫天的飞灰 消散而去 与此同时 楚凡也是将那长剑握在手中 只感觉到了一种极为特殊的气息 自那长剑之中涌现而出 仿若是感受到了那剑中 涌现而出的恐怖战役 竟然是极度的渴望着鲜血 楚凡心中感叹不已 更是直呼道 这柄神剑好是悬翼 仿若有一念真灵蕴含其中 而这一缕剑灵 更是有着极为恐怖的力量 楚凡能够感受得到 那长剑之中滔天的煞气 仿若他只需要一念之间 那恐怖无比的煞气 便是要奔腾而出 毁天灭的一般 与此同时 五爪金龙的巨大身躯 也是被妖族的人 收入了须弥戒子的空间法器之中 这诺大的空间 便是在此刻显得一片空荡荡 唯有在他们 进入此地的那个地方 有着一片空间的波动 楚凡收下了长剑 便是与众人说道 走吧 众人点了点头 玄吉便是与之一同 离开了这处秘境之中 待得离开了这空白画卷之中的 内部世界之后 众人又花费了半个多月的时间 在这逍遥天宫的遗迹之内 四处寻觅 虽然期间颇有收获 或是得到一些尚且有用的兵器 或是得到一些神话时代 流传下来的各种点击文献 但是较为特殊的宝物 却是再没有看到了 最后 眼看着妖族众人 提前离开了此地之后 人族的众人 也是纷纷离开了这处秘境之中 其他宗门的长老 各自回归宗门 太玄圣地的人 则是与天机道人 一同回归宗门之内 正是在一行人 走在半路之上 刚刚要离开这妖族的领地之中的时候 忽然间 楚凡那极为敏锐的感知 却是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 急忙是开口说道 诸位 来者不善 说吧 楚凡便是摆出了架势 准备迎接强敌 其实这一点 他们早已经有了预料 他们得了那无上存在的掌骨与长剑 还有那盘骨开天图 这等质宝 妖族的人 岂会轻易地放他们 离开自己的地盘 故此 这一路上 太玄的众人 先是让其他的宗门离开 然后自己则是一路警惕 直到快要离开妖族的领地 楚凡终于是察觉到了妖族之人的埋伏 说 正是此刻 自诸天之上 陡然之间垂落九道长虹 一共是九感镇齐 于此刻垂落众人的身旁 以无知显 献祭万魂 九鬼镇天 炼狱鬼皇 随着一道呼和之音 响彻于耳尽 玄机 浮现于众人眼前的 却是阵阵九只青面獠牙的恐怖鬼皇 那每一只鬼皇 皆是有着半步大圣镜的恐怖气息 周身涌动着一只又一只的凶煞异常的小鬼 在不断的号角 阵阵凶煞之气 不断的自这阵法之中涌现而出 随之从虚空之上走来的 却是足足四个妖族的大能 人足圣体 如等今日必死无疑 若是继续放任你成长下去 日后必成大患 如等 今日便去死吧 说吧 四人更是一同祭出兵器 陡然之间 四股恐怖无比的大圣镜妖族 竟然是同时降下了无边的圣威 万千法里于众人的头顶交织 化作了一个又一个的杀伐大树 那恐怖无比的力量 甚至于是让一些神王镜的长老煞时间浑身一震 无法动弹 在场的众人纷纷是大惊失色 一共是四尊大圣镜的强者出动 这样的阵仗 简直就是前所未有 可见在他们的心中 人足圣体 是何等的威胁巨大 此刻 天机道人抬手一挥 却是取出了一枚符钻 他咬了咬牙 更是直接捏碎了这块符钻 陡然间一股空间之力在这符钻之上涌现而出 这是他们在遗迹之中所发现的一枚符钻 而这符钻的来历 更是无比的巨大 这是那仅仅流传在仙古时代都十分稀少的传颂符钻 乃是逃命的最佳质宝 也是因为有着这东西的存在 众人这才是故意将这些妖族的人引到这里 而选择让其他的人提前离开 目的便是要在他们出手的时候 直接传颂离开 逃过此劫 下一秒 那四尊妖族大能纷纷是目光一宁 各种抬手一挥 四道悬光陡然之间垂落于楚藩的头顶 其他人可以走 唯独你 必须得留下 说吧 众人纷纷是大喝一声 四阳求天阵 煞时间 那四道悬光竟然是直接将楚藩身躯周围的空间直接冻结 让他无法离开此地 诸位先走 不必管我 我自有办法脱快 见到这危机的情况 楚藩也是立刻大喝一声 抬手抽出了那柄赤色长剑 便朝着那众多妖族杀去 嗡 随着一阵轰鸣响起 太玄的众人皆是消失不见 唯独 剩下了楚藩在此 那四阳求天阵生生将楚藩留在了此地 四尊强大的大圣经妖族 此刻更是一脸冷意地看向他 交出在一记之内得到的所有宝物 或许 本尊还能留你一个全尸 楚藩 今日你必死无疑 天地灵气暴涨 若是再留你百年岁月 只怕 汝定会成为我妖族的心腹大患 楚藩 今日你若是敢逃 五等便杀上太玄 踏破如等人族 此刻的四大妖族 更是满脸的肖张之色 仿若是已将楚藩看作了一个死人一般 冷笑不止 四位当真以为 凭你如等便能斩杀再下于此 楚藩的面色平静 好似有着极大的把握一般 流露出一股自信的模样 今日 我便看看 凭借如等的实力 能否将我留在此地 楚藩说罢这话 却已经是运转了功法 一身的法力 瞬间灌入手中的赤色长剑 煞世间 那赤色长剑中的汹涌煞气 更是瞬间狂涌而出 诸天之上 那原本是漫天清明幽深的天空 在这一瞬间 化作了一片黑压压的乌云密布 好似诸天环宇 将要在此刻降下无边凉节 一股莫大的威压 煞世间垂落众人的头顶 这 这柄神剑 难道是大地兵器 一时之间 众人也是纷纷地猜测 这柄赤色长剑 是否是地气 不过不管其是不是地气 以处凡的修为 也仅仅只是能够换动其中的漫天煞气 至于真正的想要唤醒此剑的威能 确实还需要更高的境界 但这已然足够 那漫天的煞气奔涌 化作了一道道锋芒无双的剑芒 不断地向四人斩落 那恐怖的剑威 乃至于是将虚空 都瞬间撕裂 在天穷之上 留下了一道道的极为不稳定的空间裂缝 只要稍有不慎 便会陷入其中 被那恐怖的空间乱流 但若是直接面对这恐怖的空间乱流 却也是要费上一番功夫 一时之间 四人也是立刻转手为功 直接化作了一道长虹 冲向楚凡 四周 那九只强大无比的鬼皇 毅然是在此刻朝着他冲煞而来 原本这个阵法 是他们为了将其余的太玄长老困主而布置下的 只是没有想到 他们竟然有极为珍贵的空间传送福传 此刻只剩下了楚凡一个人 这阵法便朝着楚凡狠狠地冲煞而来 与此同时 那四周环绕的无数恶鬼冤魂 毅然是疯狂地嘶吼着 朝着楚凡袭来 一时之间 他可以说是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且不说那诸多鬼神 便已经是极难对付 便是四个大圣境的妖皇 便已经是颇为棘手 楚凡眉头一皱 那不朽圣体的恐怖气血 煞时间弥漫出一股疯狂的涌动声 轰 轰 随着那滔天气血的涌动 一道悬傲莫测的道文 瞬间是顺着楚凡的右臂攀附而上 一股强大无匹的力量 瞬间自其掌心传来 与此同时 那九只鬼皇 已然是冲到了楚凡的跟前 张开了血盆大口 便于将其直接吞噬 楚凡提剑横过天穷 一剑之下 更是有滚滚气浪席卷开来 一道晴天剑影 更是陡然之间浮现而出 那九只拥有准大圣级别修为的强大鬼神 此刻竟然是浑身猛然一阵 仿若是见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一般 煞时间浑身一阵 他们本就是这世上至凶至煞之物 可是 那赤色长剑之上所涌现的恐怖煞气 竟是远比他们九只鬼皇加起来 还要恐怖几分 只是刹那 那仿若是先天就能够压制他们的赤色长剑 更是呈现了一种近乎变态的碾压能力 那远比他们九大鬼皇更为凶悍的煞气 更是直接破开了他们周遭树枝不尽的滚滚黑色煞气 直冲他们的身躯而来 斩 随着楚凡一声爆喝 旋即 那晴天剑影自云霄之上垂落而来 只是一剑之威 竟是瞬间将九只鬼皇之中的五只生生斩断 那恐怖无匹的煞气 更是瞬间朝着剩余的四只鬼皇冲煞而去 那煞气仿若是化作了千军万马 煞时间如浪潮般奔涌而来 将那剩余的四只鬼皇吞噬其中 只是听闻一阵阵令人心头发寒的凄厉惨叫落下 旋即 那赤色常见的煞气 竟然是将九只鬼皇一并吞噬 随后 恍若是意犹未尽一般的 朝着那剩余的四人冲煞而来 漫天的煞气 恍若是化作了诸天神兵 疯狂地朝着四人攻来 剑状 四人也是大手一挥 陡然间一道神轮自棋身后涌现 万千圣灰涌动不止 将那漫天的煞气陡然之间冲破 这剑 端地是凶煞无比 如此至宝 留在你的手里 实在可惜 哼 楚凡 留下此剑 见到这赤色常见的威能巨大 四人心中 更是涌现出了一股浓浓的贪欲 目光之中 更是凶光绽放 杀气涌动 四尊大圣竟修饰 此刻抬手一挥 煞时间便是万千法里涌动 道道恐怖无比的道运 涌现而出 楚凡心中 涌现一种难以置信的危机感 若是那道运之力 垂落自己的身躯之上 只怕 即便是自己的不朽胜体 也难以抵抗 情急之下 楚凡更是全力地催动 涌入其中 自那长剑之上 终于是呈现而出一股难以置信的恐怖煞气 那煞气陡然之间 化作了一尊巨大的鬼神 犹如是地府幽冥之下 踏入人间的无上鬼尊 执掌为剑 狠狠地朝着那四羊球天阵轰落 轰隆隆 一阵巨响涌动之下 那由四尊大圣竟修饰铸就的四羊球天阵 竟是被那鬼神瞬间破开 一时之间 四人更是大惊失色 满脸的难以置信 这怎么可能 四羊球天阵如此强大的封印阵法 即便是空间也能禁锢 为何会被这鬼神一瞬破开 四人眼中 亦是流露出一抹浓浓的忌惮 纷纷是死死地 盯着那柄赤色长剑 不由自主地后退了几步 也正是乘着他们对自己忌惮 楚凡立刻是朝着远方急驰而去 逃了 该死 给老夫追 人足圣体 今日必死无疑 实际上 方才的那一下 已经是耗费了楚凡体内大部分的法力 要是再发动一次 只怕他当场就要法力耗尽 不能动弹了 这赤色长剑果然是恐怖无比 这到底是何人的兵器 竟然是有如此恐怖的能力 此刻 楚凡更是心有余悸地看着手中的赤色长剑 自那长剑之中 依旧是有一股源源不断的吸力 在不断地吸收着他体内的法力 那长剑无比的贪婪 纵然是身为驱动他的主人的楚凡 也逃不过这长剑的吞噬 好在其吞噬的速度并不算快 楚凡此刻连忙是掏出了丹药 一把胡乱地塞进了口里 瞬间涌入的灵气 将他体内匮乏的法力滋补一番 终于是让他那略微泛白的脸庞 好看了一些 实际上 这长剑虽然一招一式都极为强大 但实在是太耗费法力 以至于楚凡此刻 不得不将自己为数不多的丹药 吞入口中 现在再舍不得丹药的话 等到那四人追了上来 自己可就惨了 四尊大圣经修为的强者 要想追上自己 那也只是时间的问题 此刻楚凡脑海之中 正是疯狂地掠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想法 他必须想办法 逃离这四人的围追堵截 只是半个时辰之后 终于 那四尊大圣经的妖族 也是迅速地追上了楚凡 并且再一次地将他困在中间 本尊今日 看你逃向何方 小子 即便 你逃到了仁族的领地 那又如何 如今仁族纵然是有了几个不成器的家伙 成就了圣人之尊 但是 那又岂能奈何得了老夫 的确 人族如今虽然是多出了几位圣人静的修士 但是比起这妖族的几位大圣静的强者 还是不值一提的 楚凡现在也深刻地知道 自己即便是逃到人族的领地 却也是无济于事 情急之下 楚凡冷哼一声 更是直接取出了那盘古开天图 煞时间 自盘古开天图之上 涌现而出的恐怖道运 更是让四人身形一致 灵求鲜花 不敢再上前半步 今日谁敢追上来 便羞怪在下不客气 在这盘古开天图内 还留存得有一缕荔枝法则的存在 但即便仅仅只是极为细微的一缕荔枝法则 却已经是足够震慑到四人 起初在那秘境中的时候 血魁妖祖 就是因为小看了这盘古开天图 被其中的一股恐怖无比的荔枝法则 生生碾压 差点就直接当场毕命 要不是因为它可以瞬间转移原神 重造肉身的话 只怕已经是毕命于此了 但是 当下的四人 却是没有那血魁老祖一般的变态本事 他们各自之间 虽然是有妖族的先天传承 但是各自的神通不一 且并不是保命的能力 故此 若是楚凡拼死一搏 直接祭出这盘古开天图的话 说不定他们当中的一人 便会直接在此陨落 他们也是活了不知道多少年的存在 之所以封印在神院之中 跨越了几万年的岁月再度出世 便是为了寻觅突破境界的可能 从而延续寿命 长生 永远是诸多修士追寻的大道 然而自古以来 长生何其艰难 越是像他们这般活了许久的老妖怪 便越是熄灭 哼 小子 莫非你以为老夫便拿你没有办法了吗 此刻 四人之中的其中一人 灵 却是掀开了自己头顶的黑袍 自他那蛇手人身的双眸之间 透露出一股极为特殊的邪魅气息 今日 便叫你见识见识老夫的灭世神光 但见其大喝一声 旋即自他的双眸之间 更是涌现而出一股紫色的霞光 那霞光具有莫大的毁灭威能 仅仅只是掠过虚空 便已经是撕裂了无数的空间裂缝 道道乱流于半空之中 不断的撕裂 一股恐怖的气息 瞬间垂落楚帆的头顶 扑斥的一声闷响 旋即楚帆的腹部 便是立刻出现了一个拳头大小的洞口 纵然是他的不朽圣体 具有极为强大的修复能力 但是此刻 那个拳头大小的洞口 竟然是无法修复 道道金色的血液 不断的自楚帆的腰间流淌而出 轰隆隆 与此同时 天地一向陡然浮现 煞世间天降血雨 圣人蒙难 楚帆的腹部洞口 周围涌现而出 一股股具有毁灭气息的道云 不管他的肉体如何修复 都无法填补那恐怖的伤势 吃痛的楚帆满脸的大汗 他面色紧绷 心头更是浮现出了一股 无比浓重的绝望之色 不管如何 他的实力还是太弱了 在面对这四尊大圣经修士的面前 他竟然是感觉到了 如此巨大的无力感 此前 他在神王境的时候 虽然是曾经越阶 斩杀过一尊圣人境的妖族 但是 那是在诸多人族的帮助之下 并且凭借他那恐怖无比的恢复力 才做到的壮举 但是眼下 此人的毁灭气息 竟然是能够阻碍自己的肉身修复 这一瞬间 他那滔天的气血 却也是变得苍白无力 楚帆一咬牙 却是手持神剑 再没有半点的犹豫 将自己剩下的所有丹药 一并吞入口中 大喝一声 便是朝着那四人杀去 哼 找死 随着那尊妖族冷哼一声 又一道灭世神光涌现而出 在这一瞬间 楚帆化作了一道长虹 硬抗着那恐怖的灭世神光 贯穿了他的身躯 毫不犹豫地将盘古开天图 于那妖族的头顶寄出 立之法则的涌动 更是直接垂落于他的头顶 那不过是极为细微的 一缕立之法则 此刻却是传出了一股 极为恐怖的压迫力 四人纷纷是浑身一震 这 这到底是什么法则 为何老夫竟然是动弹不得 楚帆 如其感 他的目光之中 涌现而出一股惊恐的神情 那无比巨大的死亡威胁 瞬间是让他浑身颤抖了起来 楚帆以自己的法力 生生地将那盘古开天图中 最后的一丝立之法则逼出 只是随着那立之法则出现的刹那 天地之间 竟然是浮现而出 阵阵恐怖无比的异象 但见到自那天穷之上 煞时间涌现而出 无数道神魔的虚影 他们的面容争鸣恐怖 仿若是见到了这世上 最为恐怖的事情发生一般 满是惊恐之色 那一个又一个强大无比的神魔 逐天之上 碾压无尽星河的万古存在 皆是因为看到了 这立之法则的出现 而陷入了无边的惶恐之中 楚帆的心中也是颇为震撼 与自己的立之法则相比 这一丝立之法则的强大 乃至于是超过了 自己的千万倍之多 这等恐怖无比的存在 早就已经超乎了 他所有的认知 同样 是超乎了那四位妖祖的认知 那恐怖无比的气息 乃至于是犹如洞穿了万古岁月 自那天地初开之时 就已经留下了莫大的因果 莫大的灾祸 莫大的恐怖 随之出现的刹那 就连天地也为之色变 四人此刻纷纷是惊恐万分 接连后退 可是 那被立之法则 垂落于头顶的那一尊妖祖 却是根本无法动弹 那立之法则何其恐怖 以至于世光凭借一丝气息 便将它生生地镇压在原地 死吧 随着它的一声抱贺 那妖祖的头顶之下 瞬间是裂开了一道巨大的裂缝 七厘地惨叫声音 瞬间是惊动了整个山林之中 所有二死林的生灵 零 龙 八 五 六 一 零 九七八二群鸟 慌忙逃窜 乌云遮天蔽日 陡然之间 在那滚滚乌云之上 一座天幕 赫然呈现 老三竟是瞬间毕命 他 他居然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 难道这真的是那西年的盘古大神 人的力量吗 如此大能 昔日曾经开天辟地 于万古岁月之前 镇杀三千大道天魔 他的力量 竟是恐怖如斯 剩下的三人 更是瞬间浑身一阵 满脸的难以置信 死死地盯着 那已经是化作了尸体的老三 眼中呈现而出一种莫名的惊恐之色 犹如在他死前 他经历了一种莫大的惊恐 莫大的震撼 天幕垂落 如天之上 血雨纷纷 一尊大圣镜 妖族大能 居然是死得如此憋屈 甚至于是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 楚凡已经是催动了所有的力之法则 那盘古开天图 也是刹时间化作了一道金光 落入了楚凡的头顶灵台之中 耗尽了其中的力之法则 那盘古开天图 刹时间涌现出了无边的信息 涌入了楚凡的脑海之中 一时之间 他更是感觉到头颅之中 恍若是要炸裂开来一般 剧痛无比 但是现在的他 根本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咬牙坚持了一下 楚凡立刻将那老三的储物袋 收入了怀中 立刻化作了一道金光 朝着远处顿去 随之而来 便是那老三的身躯 直接化作了一只巨大的蛇形妖兽 彻底地化作了原形 楚凡本想取走他的妖单 但是时间有限 他也只能取走对方的储物袋 便是立刻开始跑路 其余的三人 先是满脸的悲痛 对楚凡又是无比的忌惮 唯恐他在降下一道力之法则 生生地震杀他们三人 但是随着楚凡开逃 三人也是立刻反应了过来 这小子 这小子定然没有了后手 快 追上去 给老三报仇 三人愣了一会 旋即便是立刻朝着楚凡追了上来 虽然楚凡原本是打算 靠着这盘古开天图的威力 直接震慑其他的三人 好让自己安然无恙 但是没有想到 盘古开天图中的力之法 则耗尽之后 竟然是直接朝着自己的灵台之中涌入 甚至于直接化作了 一股磅礴无比的技艺 这 这竟然是开天四世 此刻 不断的逃顿当中 楚凡更是看到了自己的脑海之中 那化作了记忆的盘古开天图 到底是记载了什么 一刹那 他不免是浑身一震 先是一阵狂喜 但是很快 他又立刻陷入了郁闷之中 图中记载的不是别的 正是当初 他们在异象之中所看到的盘古大神 开天辟地所使用出来的四种招式 但是 这开天四世虽然是威力无穷 可是 对于使用者的法力要求 也是出乎意料的高 楚凡光是试着运转了其中的第一招攻法 瞬间就有大量的法力 以及自身的气血 转化为力之法则 只是一瞬间 他体内的法力就被抽离了近乎半数 刚刚好不容易恢复起来的一点点法力 就这么直接没有了 至于他的气息 他本就是人足圣体 可谓是气血滔天的存在 根本就不畏惧被抽离一部分的气血 甚至于 他的气息足够支撑他使用开天四世之中的第一世 但是他的法力 可就不允许了 要是强行使用 只怕会导致他受到攻法反噬 虽然 这开天四世的威力大的离谱 就连楚凡自己 也都是露出了难以置信的面容 不免是在心中感叹 这世上竟然会有如此玄傲的杀伐大数 但可惜的是 这仅仅只是能够作为杀手锏使用的招式 一旦自己轻易地用出 就会立刻陷入无法动弹的重伤状态 可以说 是以命换命的招式了 楚凡此刻情急之下 也是神念扫荡了一番那妖族的储物袋 很快 楚凡便是露出了一脸的狂喜 不愧是妖族的妖族 所得到的各种宝物 也是极为珍贵 甚至于就连疗伤圣药 以及各种恢复法力的高阶丹药 都一应俱备 其中 更是摆放着一些妖族的内丹 人族若是吞噬妖族的内丹炼化 更是能够提升修为 不过 最让楚凡震撼不已的 却不是这个 而是在那储物袋之中 足足是有一万里之巨的 一头五爪金龙 那只在逍遥天宫得到的 五爪金龙尸体 竟然是放在此人的储物袋中 而自己无意之间斩杀了他 竟然是将他们妖族 视若珍宝的五爪金龙的尸体 直接夺了过来 这个时候 楚凡看着身后 那一脸焦急的其他三个妖族 面色之上 更是涌现出了丝丝的古怪 该死 怪不得这三个老不死的 要拼了命地追我 楚凡这才意识到 自己好像摊上大事了 原本要是自己 直接斩杀了那人 那威慑的余威 会让他们为之忌惮 自己还有吓唬逼退他们的机会 但是现在 五爪金龙的尸体 在自己的手里 就算是自己想要吓唬对方 对方只怕也会硬着头皮 和自己争斗了 明白了这一点的楚凡 更是拼命地逃奔 以他人族圣体的速度 远比一般的人快上不少 甚至于是让那几个 大圣境的妖族 一时半会追不上他 此刻的楚凡 也是发现了 在那除袋中 五爪金龙的尸体 似乎是被分作了几部分 那五爪金龙体内的血脉 被他们妖族的人 直接凝练成了一滴精血 装在一个玉瓶之中 而五爪金龙的内丹 则是放置在另外一部分之中 至于五爪金龙体内的筋骨 却是不知所踪 只留下了大量的血肉 不过 精血和内丹 就已经是极为重要的存在了 若是在他们妖族之中 有龙族后代的妖族 吞服炼化之后 甚至于有可能蜕变成真龙 从低阶的妖兽 直接进化到神兽级别的可能 到时候 他们妖族的实力 自然是会暴肠不少 那蛇形妖兽 头上隐隐浮馅 出一只独角 好像是即将化作蛟龙的蛇妖 若是他吞服了这精血 只怕就不用化作蛟龙了 可以直接腾空而起 化作遨游九天的神龙了 当时之中 龙族血脉固然是流传不少 但是龙生性好营 各种妖兽的体内 都存在着龙族血脉 只是稀薄的不成样子 所以 真正具备真龙血脉的存在 几乎是不存在的 这一次发现的这五爪金龙 更是那龙族的皇者一般的存在 任何的一丝龙血 都能够让他们妖族壮大不少 尤其是在除物代中 那提炼出的真龙精血 灵 竟然是族族有拳头那么大一团 甚至于 足够数百个具有龙族血脉的妖兽 直接化龙了 这 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宝贝 而且 还是会引起所有妖族 对自己疯狂追杀的宝贝 楚凡此刻加大了法力的驱动 疯狂地朝着一个山谷之内逃了进去 眼看着身后的三人已经是快要追上自己 楚凡索性是 站在了山谷之内 再也不逃了 小子 交除除物代 楚凡 如其敢杀我三弟 楚凡 代得无等斩杀了你 便杀上你太玄圣地 将如等人族 全部诛杀 三人此刻是怒火冲天 恨不得将楚凡生吞活泼了一般 但是 似乎三人又有所忌惮 虽然是怒骂不断 但是始终不敢直接出手 楚凡当然知道 他们是在畏惧什么 他抬手一挥 那拳头一般大小的真龙精血 就出现在众人的眼前 如等想要的 是不是这个 随着楚凡的话音一落 三人瞬间是瞳孔猛然一缩 正要上前抢夺 却是见到楚凡大喝一声 停 谁敢再上前一步 在下便直接将这精血蒸发 叫如等得不偿失 说吧 在楚凡的掌心一股真火 瞬间涌现而出 这是修饰体内的法力真火 任何人都拥有 可以借此炼丹炼气 不过 同样这真火 要想直接蒸发了真龙精血 也是一瞬间的事情 三人终于是浑身一震 满脸的恼怒之色 却是不敢继续上前 他们还真的怕楚凡动手 五爪精龙 那是已经超出了妖兽范围的神兽 是妖族真正至高无上的存在 他的精血 足以造就数个人 潜力巨大的妖族圣人 甚至于 月百年岁月 这百人就算是 直接成就大胜之境 也是极有可能的事情 得到五爪精龙的尸身 乃是妖族谋划已久的事情 且不说 为此他们准备了多少 就连族群内所有的大圣经老族 都因此被唤醒 妖族 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因为 从神渊之中唤醒先祖 需要耗费极大的抵御 但是为了这五爪精龙的尸身 妖族也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如今要是失去了 这五爪精龙的内担和精血的话 那简直是要让所有的妖族之人 彻底的疯狂 这对于他们妖族而言 简直就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甚至于是等于妖族之内 诞生了数百个 犹如楚凡一般的圣体存在 巨四 四有莫大的潜力 这要是被楚凡给毁掉 那可真的是得不偿失了 楚凡 老夫奉劝你 三思而后行 若是你胆敢有任何不轨之举 今日老夫便是拼了一条老命 也要将如等人族阵杀 楚凡 若是你现在交出楚无代 五等或许还能放你一条生路 楚凡 你要是不怕死的话 大可以试试 三人目自欲裂 通红的瞳孔之中 更是涌现出了丝丝的怒火生腾 可以看得出来 此刻他们三人都是气得浑身发抖 但是又根本不敢拿楚凡怎么样 正是楚凡心中不断地思索着 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处理这精血 又应该怎么想办法逃走的时候 他那从秘境之中得到的大能圣骨 此刻竟然是传来了一阵 不由自主的圣光涌动 我的右手 我的右手竟是不受控制了 楚凡大惊失色 他的右手手掌 融入了那神话时代的强大存在的掌骨 而且对方 竟然也是人族圣体 自己原本是没有打算 立刻植入这大能掌骨的 对方却是直接粉碎了自己的右手手掌 自己挪了上去 这就很离谱 现在楚凡的右手 不受楚凡控制的 朝着那精血狠狠地一抓 下一秒钟 那拳头大小的真龙精血 竟然是被右手手掌 直接吞噬吸收 一道恐怖无比的圣灰 煞时间自他的右手手掌之上 狂涌而出 三人都看傻了 楚凡 你该死 三人彻底的慌了 没有想到再秘境一行 竟然是直接攻亏一溃 真龙精血丢了不说 竟然还是当着他们的面丢了 这和直接骑在他们的头上 狠狠地给他们一耳光 没有什么区别了 四个大圣经的妖族 竟然拦不住一个圣人精的小子 而且还叫他斩杀了一人 夺去了妖族的至宝 现在 又眼睁睁地看着他 吸收了那真龙精血 一时之间 三人更是满脸的怒火冲天 再也顾不得任何事情 纷纷是大喝一声 楚凡 今日你必死无疑 楚凡 带得老夫将你带回妖族 定将你抽筋拔骨 抽血练碎 三人已然是气疯了 他们显然没有注意到的是 在楚凡的右臂之上 一股无比恐怖的气息 正是悄然涌现而出 正是那滔天的杀意狂勇 三人冲上前去 本是要直接斩杀楚凡 但是与此同时 那手持赤色常见的右臂 竟然是狂勇 而且一股无比精纯的恐怖气血 那犹如是古老爵士圣体降临 呈现而出的一种 让人难以置信的惊世气息 瞬间是惊艳了三人 旋即 楚凡抬手不受控制的 挥动右手之上的赤色常见 煞世间风云涌动 那恐怖无比的滔天煞气 更是直接将其中的一人镇压 轰隆隆 一声巨响轰然而至 那恐怖无比的滔天煞气 竟然是直接镇压了其中的一人 而另外一人满脸惊恐地看着这一幕 更是难以置信的吼道 这 这竟然是一丝大地之威 骇然无比的三人 彻底的惊呆了 就连楚凡 此刻也是惊讶无比 自己无意之间得到的右手圣鼓 竟然真的是大地圣鼓 那垂落于九天之上的恐怖地威 更是犹如君临天下的绝世帝王 俯瞰三人 犹如是要将三人彻底覆灭一般 呈现而出无二十笔恐怖的力量 只是刹那 三人之中的为首一人 更是咬牙切齿 陡然间捏碎了一块传送符传 立刻是将三人一同传送离开了这里 他们 竟然是毫不犹豫地逃走了 随着三人逃走 楚凡也终于是松了一口气 他看自己那焕发出帝威的右手手掌 心中更是涌现出了丝丝的惊讶 想不到 这竟然是一位人族大帝的圣鼓 惊喜之余 那充斥于手骨之中的龙族精血 更是在不断地提升着楚凡的肉体力量 此刻 他也是不再多坐停留 急忙是朝着泰玄赶回 约莫是半个月的时间之后 楚凡终于是回到了宗门之内 门内的诸多长老 也是刚刚回到此地不到数日的功夫 戴德见到了楚凡之后 更是忙不迭地询问他是如何逃出来的 随之 楚凡便将自己一路之上所经历的事情 一一说出来之后 就连天机道人也是一脸的惊讶之色 想不到这位人族圣体 竟然是已经圣体大成 成就了大帝之威 哈哈 若是由此圣鼓在身 楚凡 你的圣体大成 不久已 众人心中也是颇为喜悦 这一次的秘境之行 收获颇丰不说 最为重要的是 楚凡竟然还得到了一位 人族圣体大能的圣鼓 而他 竟然还是一尊成就了大帝的无上存在 只是 逍遥天宫之内所发生的战斗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众人心中 也是颇为意外 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场大战 才会让人族圣体大成的大帝强者 也是陨落在其中 甚至于连离开战斗之地的养伤的机会都没有 实际是战死沙场 随后 没有过去多久 那妖族领地中的秘境 也是传了开来 如今的东荒之内 太古族群纷纷是避世不出 他们在等待着浑血契约的失效 而与此同时 在那中烟之地 一尊有缺大地 正是缓步地踏出了 那环绕着无边死气的山谷 多少年了 老夫终于是重见天日了 此刻 他满脸的狂喜之色 自其身躯之上 竟然是荡漾而出一阵阵浓郁无比的死亡气息 而整个中烟之地中 那蕴含了浓郁死气的泉水 竟然是被气直接收入了体内 此刻 在他的汽海之内 那浩瀚无边的死气海洋 正是将他的一身修为掩盖 就连天道 也没有发现 这个本应该是寿源结束的太古皇族 原本 像他这样的强大存在 寿源结束之后 肉体自不会消亡 而天道 则是会在这个时候 降下量衰之劫 以天人武衰灭亡于他 为了躲避天人武衰 他逃入了中烟之地中 寻觅着遮掩天机的办法 终于 现在的他 彻底地将整个中烟之地中的死气泉水 移入了汽海之内 虽然他整个人看起来浑身的死气 仿若是一个已经死了不知道多少年的死人一般 但是 他浑身的气息 却是被这一股浓郁的死气所遮掩 就连天道 也没有办法探寻到他的存在 因为他此刻就像是一个死物一般 试问 天道又怎么会像一个死物降下量衰之劫呢 戴德离开了中烟之地 回归了太古皇族的他 立刻就成为了这一代的太古皇族的掌权之人 几乎所有的太古族群的人 纷纷是奉他为皇 最终 以他的道号为尊 号称是御林古皇 虽然 他并没有成就大帝之境 但是有缺大帝 也已经是如今的世上 绝无仅有的强者存在了 随着御林古皇执掌太古皇族之后 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让人前往西末 寻觅太古皇族的先祖 因为当初先祖残魂夺取了那参天祖王的肉身之后 便是直接逃向了西末 这些年来 也有不少的人曾经发现过他的踪迹 但是他似乎是在寻觅着什么 不断地在西末之地四处奔走 随后 在听闻了人族在秘境之中的事情之后 诸多的大势力 也是纷纷地呈现出不同的反应 太古皇族这边 因为御林古皇刚刚踏出中烟之地 尚且没有恢复自身全部的实力 不方便有动作 于是整个太古皇族依旧是影视的状态 不过 谁都知道 太古皇族如今有了一尊有缺大地的存在 其实力之强 更是较无数的人为之忌惮 与此同时 在东荒的某一处拥有地气的大势力中 听闻太古皇族出现了新的古皇之后 人族当中也是陷入了一片惶恐之中 宗主大人 这御林古皇到底是什么来临 为何他竟然是能够重出世间 此刻 在这拥有地气的大势力中 一位尚且年轻的长老开口询问道 那宗主面带阴冷之色 却是叹息道 想不到十万年过去了 此人竟然还活了下来 十万年 那岂不是就是太古时期吗 有人惊叹道 难道这一尊御林古皇 竟然是自太古时期 就长存于世间了吗 众人惊叹之余 又听闻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老开口说道 西年吴辈人族圣体大成 带领人族反攻万族的妻呀 这御林古皇早在太古时期 就已经是自斩一刀的有缺大帝 林震一方 实力深不可测 然而 他依旧不是我人族圣体的对手 在那惊天动地的一场大战之中 他生生被我人族圣体 消去了五千年寿元 以至于是天道将要降下 亮衰之劫 毁灭于他 其后 他不知道是逃向何方 竟然是躲过了亮衰之劫 活到了今天 哎 真的是造化弄人 造化弄人 此刻 宗门之内的众人 无不是心中叹息 随之 那宗主大人 却是接着开口道 不过 此人虽然是重新军临太古皇族 却也未必 会对我人族动手 听到这话 众人也是疑惑不已 这是为何 为何 这也是多亏了江明前辈呢 此刻 他叹息不已 心中也是涌现出了 思思的感怀 昔日 他曾经与江明 在那太古先祖之地中 迎战诸多的太古祖王 如今 他已经成为了一中之主 但是 江明前辈 却是已经先世 这让他的心中无比的悲痛 这一整个宗门上下 更是供奉的有江明的灵位 每年忌日 便有无数的人族 为其感怀 听到江明二字 众人似乎是明白了什么 是魂血契约 如今 有魂血契约的签制 那太古古皇 即便是想要动手 却也是要等待百年之后了 不错 江明长老早有先见 强制要求所有的太古皇族 签下魂血契约 签制了所有的太古族群 这样一来 即便是他身为古皇 却也要受到这魂血契约的致援 一时之间 众人 也是心中感叹不已 想不到这魂血契约 竟然是如此的逆天存在 不过 你们也不必担忧 百年之后 无人族圣体 定然能成就大成 届时 即便是这太古古皇 那又如何 无被人族 定当兴旺 众人听闻此言 心中也是无比的欢喜 人族圣体 尤其是不久之前 他曾经得到了 不知道是哪一位 人族先祖的圣骨 如今对于圣体的修炼 更是一日千里 这等速度 或许只需要百年的岁月 定然能够圣体大成 到时候 即便是古皇出世 要对人族发难 却也要好好地掂量掂量了 此刻 这个拥有地气底蕴的 大宗门之内 也是充满了期待的神情 看向了太玄圣帝 如今的太玄圣帝 已然成为了整个 东荒人族的主心骨 人族能够有今天 也全是靠了太玄圣帝的江明长老 这一切 没有人会忘记 而另外一面 在那妖族圣帝之内 一共二百四十 是十三尊大圣镜的妖族 出现在此地 他们各自面色阴冷 更是带着无边的怒火 这该死的人族圣体 吴辈定要以亿万妖族压境 屠戮无尽人族 以谢吴辈心头之恨 此刻 一人满脸怒意地说道 哼 索性那真龙之骨 已经被我族之人拿走 不然的话 依旧是被你族掌控 那岂不是全部丢失 但是 妖族之内 却也是各自为营 虽然在面对利益的时候 他们会聚集一堂 毫不犹豫地 为了利益而合作 但是 一旦是到了分担责任的时候 妖族内的不齐心 便会呈现而出 老不死的 莫非如等还相遇 我族开战不成 莫非老夫怕你不成 上一次 如等族群 被老夫一人震杀千万族人 莫非如等还没有掌教训不成 二人唇枪舌剑 剑拔弩张 眼看着 便是要在这圣队之内打了起来 就是这个时候 自那黑暗之中 缓步走出一个浑身是血的老人 此人面如枯稿 头顶龙脚 身披灵甲 一股莫名的恐怖气息 不断地自其身躯之上 涌现而出 但是 他所焕发而出的 却并不是龙威 而是另外一种极为特殊的恐怖气息 随着他的出现 一道血池不断地自其脚下 演化着一条无上的凶煞大道 万千冤魂恶鬼 仿若是在其中不断地哀嚎 如等若是想打 不如让老朽来陪陪你们 如何 随着他那冰冷的话音一落 众人更是瞬间满头大汗 那恐怖无比的存在 是整个妖族之内 绝无仅有的一尊绝世强者 十万年前 他曾经是威名赫赫 以一门血池大法 诛杀过无数仇敌 不光是外族之人 对他无比的畏惧 便是这妖族之内的所有人 都对他无比的惶恐 不敢不敢 血祖大人 您得高望重 这些事情还得您来主持公道 是啊 若是没有血祖大人 无等真的是没有了主心果 二人见到这血祖之后 纷纷是堆满了一脸的笑意 宛若是在讨好对方一般 这老者的实力之强 竟然是让两尊大圣经的妖族 都对其无比的恭维 这等实力 实在是让人惊叹 不过要说此人的来历 那更是能够追寻到先古时代 只可惜的是 他这一族妖族 如今仅仅只是剩下了三人 其中一人 正是当初步入逍遥天宫的那个血癸妖族 不过血癸妖族 因为失去了真身 如今也是不得不在族内休养生息 若是如此 那老夫今日便主持大局 人族圣体 既然是如等放走的 便由如等斩杀 随着他的话音一落 四周的诸多妖族 也是纷纷窃笑 当初他们都没有能够斩杀处犯 如今即便是再出手 只怕会更难 且不说太玄圣地 有诸仙地剑的保护 就连那中周的星宿神宗 和吴江剑狱 只怕是难度极大 故此 当此话一出 二人的心中也是涌现出一丝绝望 最后 此事也是由他们的族群承担了责任 妖族与人族的恩怨 也因此事儿越发的不可了结 不过妖族的内部始终是在内斗 所以一时之间 人族之内却是获得了一片安宁的日子 得以休养生息 此后 约莫百年岁月 整个东荒的局面 竟然是保持着一片极为特殊的平和 虽然妖族的人 不断地与人族起过各种冲突 就连死伤也不过才百万之多 百年岁月 百万之多的死伤 这已经是近千年岁月以来 整个东荒人族最为安宁的日子了 西年太古皇族出世之时 更是寝客之间 赤地千里 屠戮亿万人族 那样悲惨的日子 随着各大势力的崛起 渐渐地在岁月之中被抹去 东荒之内 一个原本仅仅只有圣人出世的圣地之内 竟然出现了一个绝世奇才 在这百年岁月之内 成就大圣初期 一举成为了明镇东荒的存在 而那些拥有着地气的大势力 更是在这百年时间之内 四处寻觅诸多的机缘 在诸多的灵气深渊之中 藏匿着的无数灵草 在这百年岁月之中 造就了诸多的强者 尤其是太玄圣地 西年人族无圣人 但是如今的太玄圣主 竟然是生生成就了圣人境巅峰的实力 那太玄圣地的圣女宋明年 竟然也是突破到了圣人境初期的修为 太玄之内 诸多的长老 也是纷纷地从神王境不断地朝着圣人境突破 整个太玄之内 早已经是出现了至少二十余人的圣人境强者 这与西年的神城之内 二十一位祖王压迫人族的时候 形成巨大的反差 此后 最为恐怖的 还要鼠孤绝峰一脉 孤绝峰一脉传成自江明座下 自江明先世之后 他的所有弟子 即便是资质再普通的 如今也都成就了圣人境界 这完全是因为 当初江明离开之前 曾经与众多的弟子 讲解过这天地大道 当初 他以致尊敬巅峰的修为 为众多弟子传道 领悟了诸多大道奥妙的弟子们 在这百年岁月之中 不断地提升修为 二弟子赵浩 更是直接突破到了大圣境初期 他的天赋过人 当初依据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末期少年穷 将他与江明之间 留下了一条不可磨灭的纽带 如今 他不光是成就了大圣境修为 更是回到家族之中 成为了那拥有着 地气传承的赵家家主 执掌赵家帝妾 而赵家 其实是在中州大地之上 曾经名震一方的大势力 只是后来渐渐地衰败 以至于是 曾经的地气传承的大家族 也是渐渐地落得名声不在 直到赵浩成就大圣境修为 回归中州 以那惊艳绝世的天资 傲然于整个中州的 诸多古族世家之中 彻底地 让整个赵家 再度兴旺了起来 为此 赵家的人 甚至于是与太玄圣地 成为了勇士交好的联盟 不光是因为他们的家主大人 乃是太玄的弟子 更为重要的是 太玄如今的实力 已经是堪称整个东荒的绝顶存在 除了二弟子之外 三弟子叶辰 却也是在江明离开之后 独自一人背负长剑 前往吴江剑狱 因为感激江明长老 为人族所做的一切 吴江剑狱的剑祖 特意允许叶辰 作为一个不是吴江剑子的存在 去闯纳万剑种境地 在那万剑种境地之中 人族历代的绝世剑修 曾经在其中留下过 无数的剑道造诣 整个境地之中 无不是存在着 恐怖无比的大能剑气 叶辰移去五十年 五十岁风霜岁月之内 他更是直接打破了 整个吴江剑狱中 所有的历代剑子 在境地之中留存的时间 要知道 寻常的剑子 已经是无数人仰望的绝世天才了 但是 即便是这样的存在 能够在境地之中待着的时间 也不超过一个月 若是天赋更为强大的存在 便是能够在其中待上一年之久 西年明镇太古的金氏剑地 曾经的吴江剑狱第三代剑主大人 更是以傲然的天资 在这剑狱之中 待了足足有二十五年之久 自他离开剑狱之时 整个剑狱更是漫天剑气齐名 无数的剑气腾飞九霄云外 一代强者 在这二十五年之间 集合了百家剑修之常 练就了一番金氏剑意 更是在太古岁月 那个强者纵横的年代之中 惊艳了整整几代人 但是 让吴江剑狱的人都想不到的是 叶辰 那个东荒来的太玄弟子 竟然是足足在境地之中 待了有五十一年零六个月 有三天之久 这个记录 直接打破了当初的金氏剑主 他也不过才二十五年 但叶辰 却是直接打破了 整个吴江剑狱的历代剑子的记录 这让吴江剑狱的当代剑主大人 都为之震撼不已 整个中州大帝更是见识到了 这位绝世天才的精彩绝艳 纵观整个吴江剑狱的历代记忆 没有任何一个剑修 能够与之相比 或许 也只有西年 创建了吴江剑狱的吴江剑地 能够与其相提并论了 剑主大人曾经多次提 想让叶辰成为吴江剑狱的当代剑子 但是 他都毫无例外地拒绝了 最后 剑主大人甚至于愿意 直接让他成为吴江剑狱的少主 等到百年之后 便让他接任吴江剑狱的剑主之位 成为这问鼎整个 中州大帝的吴江剑狱的宗主大人 可惜 他还是拒绝了 那一天 他踏出吴江剑狱禁地之时 回应他的 却是无数剑气的悲鸣 好似 他的离开 是这无数剑气的最大遗憾 甚至于当时就有人怀疑 是不是他已经学会了所有剑气之掌 甚至于是 掌控了所有历代剑修的强大之处 掌育了这亿万剑气 他已经没有了可以学习的剑气之后 才不得不离开禁地的 或许 他根本就不是因为承受不住禁地中的凶悍剑气 才离开了这里 而是因为 这里对于他而言 已经没有了任何的挑战性 这一点 没有人对其做出回应 但是谁都知道 五十年岁月 当他离开之时 他抬手一挥之下 一道破天剑影 乃至于是冲破了天穷 直接洞穿了这天地环宇 一剑之下 更是洞穿了混沌虚空 洒落无边的大高星辰 在其头顶颤抖 似乎 他要以此剑劈开着天地 叫这世间一切 都见识他的锋芒 他在那禁地之外跪下 朝着天地跪拜 口中 却始终是在念叨着 江明师尊的名字 有人记得 他好像说过什么 要展开幽冥地府 展开那无边轮回 于九幽之下 迎接师尊的归来 几乎所有的人 都觉得这话 实在是近乎癫狂 但是他那足以破开天地的 今世建议 却是让所有人都不免想到 或许有一天 他真的能够做到 三弟子叶臣 离开了吴江剑狱之后 便独自前往了南江 听闻那是距离地府 最近的地方 南江的尽头 似乎就是世界的尽头 渐渐的 有人传闻 在那南江之地 有一尊大圣镜的绝世建修 独自一人 斩杀了无数的太古族群 乃至于是让人闻风丧胆 三弟子叶臣 经历了风风雨雨 最终 也是回归了太玄圣地 而与此同时 在太玄圣地之中 有一个最让人觉得意外的人 却是小徒弟江楚楚 在百年之间 江楚楚也仅仅只是真神境的修为 但是 江楚楚随后独自一人 前往了西末之中 在那西末大地之上 传闻有天阳之火 曾经陨落在此 日出东方而西归 他在那日落之地 竟然是偶然之间 闯入了一片神火遍布的山谷之中 没有人知道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也没有人听闻过 他在这里得到了什么 只是有一天 一道耀眼的天阳 于黑夜中自西末亮起 整个天玄世界 竟然是破天荒的天阳 自西方升起 那一道惊艳事件的耀眼光辉 乃至于是自西方而起 落入东荒 所有人都说 曾经在那天穷之上 见到了神话时代的神奇 三足金屋的影子 又有人说 那是神鸟凤凰 但不管结论如何 最终 那道天阳 竟然是坠落到了太玄圣地 一时之间 震撼八方 东荒之内 更是无比的惊骇 江明最小的徒弟江楚楚 竟然是引发了如此恐怖无比的异象 让天阳自西升起 自东而落 那一天 有人感受到了一尊大圣之修的恐怖威雅 也有感受到了 那天阳之火的炙热灼烧 无数的人都在无比惊骇之中 惶惶不可终日 直到有人发现 那竟然是太玄弟子 是江明的小徒弟江楚楚 一时之间所有人都惊呆了 而在东荒的妖族之内 更是气愤不已 几乎所有的妖族之人 皆是扬言要斩杀小徒弟江楚楚 将其金屋血脉夺回 然而这话才传出来的第二天 江楚楚便一人杀上了那个妖族族群 以一己之力 将那妖族的族群之地彻底的化作一片亡羊火海 那是五年之前发生的事情 到现在为止 那个地方依旧是一片火焰 冲天而起 仿若那太阳神火 根本就是不会熄灭的存在 除了小徒弟 二徒弟 三徒弟之外 最为惊艳世人的存在 其实是自逍遥天宫之内归来的大徒弟楚凡 他吸收了五爪金龙的真龙之血 于十年之后 震撼东荒一片龙鹰 那响彻天地的龙鹰 乃至于是让整个东荒都为之颤抖 众人纷纷以为是有一尊真龙出世 纷纷是朝着那龙鹰之地而去 带得来到此地 却是发现 孤绝风之上 无边天乏浩荡 他竟是再一次的破解 一股恐怖无比的气息 不断地自欺身躯之上涌现 一道真龙虚影 浮现于他的身后 响彻天地一片惊艳无比的龙鹰震撼 而他的 妈妈的 修为 更是极为恐怖的 在短短十年之内 突破到了大圣境出气 那降下的天法 便是因为他的不小圣体 乃是天道所不容 大圣之境 更是迎来了一道 浩大无边的天道神轮 垂落于太玄之殿 那一天 所有人都看到了 让他们毕生难忘的事情 那在所有人心中 都是不可违背 不可逾越的天道存在 竟然是在人族圣体 那滔天的气息浓威之下 彻底地崩塌破碎 当那金光崩塌 漫天天道法则破碎的时候 一尊大圣境初期的人族圣体 以绝对的强者姿态 君临天下 那还只是九十年之前 九十年前 楚凡就已经挑战天道 以无上的不朽圣体 以无边浩荡的龙威 震撼诸天 九十年的时间之内 他一次次的惊艳世人 一次次的突破修为 直到九十年的今天 如今的楚凡 距离圣体大成 却也是只差一步之遥 在他即将突破到 大圣境巅峰境界的那一天 数十位妖族大圣杀来 越要在他破镜之时 将他彻底的诛面 然而 那一场战斗 妖族近乎是以惨败收场 人族圣体 竟然是恐怖如斯 整个天玄世界的所有人族 都是纷纷注视着 这位人族的希望 同时 江明的其他弟子 诸如五弟子 六弟子 也是纷纷的突破修为 或是明镇一方 或是统御一族 又或者 在某处神秘的境地之内走出 成为了经验八方的绝世强者 而这一切不过短短百年 在这短短百年的时间里面 江明门下的所有弟子 皆是得到了极高的成就 这在此前的绝灵时代之中 这几乎是无法想象的事情 但是随着灵气爆发 各地的诸多灵石矿脉的产出 以及在那神秘的逍遥天宫之中 处凡所得到的诸多典籍 宝物 皆是最大程度上的 壮大了整个人族的底蕴 江明的众多弟子 虽然也有天资普通的人 但是所谓 尽朱者赤 尽末者黑 那些精彩绝艳的弟子们 甚至于带领着 原本是天资普通的弟子 成就了原本他们无法企及的高度 这一切 更是靠着从逍遥天宫之中 得到的诸多典籍 才做到了这样 近乎难以置信的事情 自然 妖族之中 虽然是失去了 五爪金龙的精血和内胆 但也是因为得到了 五爪金龙的肉体 与通体的骨骼 在这百年之内 造就了不少的妖族强者 而太古皇族 则是因为那玉林古皇的存在 传下了众多太古时代 便已经在太古族群之内 失去的诸多神秘神通 让整个太古族群的实力 在这百年之间 同样是提升了不少 其中 也是出现了不少精彩绝艳的存在 而南疆与西末之内 那些 原本是隐匿在此的太古族群 和妖族之人 毅然是朝着东荒迁徙 其中 甚至于传闻 有人曾经发现 妖族和太古族群的人中 竟然是出现了 至尊敬强者的存在 自然 这一切自然是传闻 并没有切切的证据 但是 随着大弟子楚凡 成功地踏入大圣境巅峰修为之后 整个东荒之内的太古族群 与妖族之人 更是呈现出了一种 极为忌惮的状态 此刻 在那妖族的圣地之内 供奉着诸多妖族先祖的圣地之中 如今在血族的掌控之下 聚集一堂 这本来是一年一度的妖族大会 但是这一次大会之上 却是多出了不少 自南疆迁徙而来的妖族之人 这也极大的加剧了 整个妖族的内部的不稳定 不过 好在这一代 二百四十的妖族掌权之人 血族大人 乃是一个杀伐果断之人 自他出世以来 整个妖族内部的混乱 因为他那铁一般的统治手段 竟然是出乎预料的 让整个族群的内部 发生了趋向于一种 近乎团结一致的模样 当然 这也只是表面上的 再加上血族族下 只有三人罢了 就算是滥用职权 占据了一些好处 却也是占据不了多少 这也让不少的妖族之人 更愿意去听他的话 毕竟 他不管做的决定 再如何自私自利 都会与他人奋一杯羹 再加上其实力之恐怖 整个妖族内部 更是不敢对其有任何的意见 从这综合的条件上来看 他反而是 成为了整个妖族内部 最有威严的一位统治者 就连这一次 从南疆之处迁徙妖族前来 其实也是他的意见 最重要的一点 还是因为太玄圣地的问题 还有如今不断壮大起来的人族的问题 西河年 人族孱弱之时 他们妖族对于人族 可是视若为鱼肉 任由妖族的宰割 但是现在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自从太玄圣地的那位 惊艳了世俗的绝世强者 江明的出现 导致了在这关键时刻 人族居然是生生地挺过了最后的危机 成功地在这灵气爆发的年代之中 直接依靠着各自的底蕴 还有获得的机缘 成长到足以和如今的妖族抗衡的地步 并且 那原本是属于妖族的真龙精血 还有真龙内丹 却也是被人族圣体处凡夺走 这更是让所有的妖族 一提到太玄圣地 便是又惧又恨 惧怕的是 如今人族圣体即将大成 若是其大成之后 甚至于是能够与大地这样的存在一战 这等恐怖的战力 已经是让妖族的人 惶惶而不可终日 仿若是那人族重新掌育万族 统领天下的时代 要再一次降临了一半 到那个时候 不管是太古族群 还是妖族的人 都不会有好日子过 毕竟 新年绝灵时代中 人族受到妖族与太古族群的压迫 以至于是赤地迁 凯 李 横施亿万 这样的血海深仇 人族也不是不报 只是实力 味道罢了 带着他们真正积蓄了力量 再度拥有了挑战整个妖族的力量之后 只怕 如今东荒的妖族都要被赶到南疆那个蛮荒之地 如今召集诸多的妖族族群 在此地召开妖族大会 将要商议的 正是如何应对人族 此刻 那周深涌动着一股恐怖血海杀气的邪族大人 脚下踩着一股滔天的血海 自九天之上垂落于圣地之中 有人曾说 这位大能乃是至尊敬的强者 也有人曾说 他乃是自斩一道的有缺大帝 更是有人说 他其实是一位半步大帝 实力之强 东荒之内无人能敌 他是自太古时代遗留下来的绝世强者 从没有人知道他的来历 也从没有人知道他的实力 到底是何等的恐怖 只是 在妖族的内部流传着一个又一个关于他的传闻 曾说 他与人族圣人经历过一场大战 以十一八千万血魂分身 大战亿万人族而不败 曾说他自斩一刀 引动了无边大道好动 诸天降下雷伐之劫 又要惩罚他逆天行 一个又一个的传闻 无不是证明了 这位血祖大人的强大 乃至于是任何一个自神员之中走出的妖族大能 都要对其恭敬无比 不敢有丝毫的不敬 这位妖族的大能 已经存活了不知道多久 甚至于 有人说 他其实拥有着超级神兽的血脉 只是因为不愿意耗费气血 以消耗自己为数不多的兽源 所以才从未出手 但是 光是他脚下的那一坛深不可见底的血海翻涌 就已经是让无数的妖族之人为之胆寒 没有人敢挑衅他的威严 也没有人敢质问他的任何决定 此刻 众多自南疆而来的妖族部落 涌现出一种近乎蛮荒的意味 这些人 远比东荒的妖族更为凶悍 他们在那资源匮乏 西伯平级的南疆之地 厮杀拼斗 与南疆的人族 太古族群争夺修炼的资源 一步步的走到今日 几乎每一个活着的人 都比在场的东荒妖族要强大不少 这一点 正是血族想要看到的 哼 这些东荒妖族 简直就是在和平岁月之中待得太久了 竟然是没有丝毫的杀伐之气 若是放在南疆 这样的妖族 就连一个月的时间都活不下来 干脆你们便让出各自的领地 交由我们南疆妖族统治吧 不过是一群蝼蚁都不如的妖族 便老老实实地让出零食矿脉 各种资源 好让我们对付那颇具威胁的人族吧 此刻 大会虽然还没有开始 但是众多的南疆妖族之人 就已经是开始止不住的嘲讽了 他们素来是以杀伐定结论 以杀伐定天下 任何事情若是犹豫不决 打一场 活着的那个人 便是能够做出决策的人 至于弱者 只有化作一捧黄土 面对这样彪悍不已的南疆妖族 东荒的妖族 竟然是一改从前的嚣张 不敢有丝毫的言语 因为 此他们到来 整个妖族的内部 早已经是发生过一次又一次的大邪习 任何招惹到南疆妖族的人 都被活生生的举足灭杀 被其占据了领地 就连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这一点 妖族的人看在眼里 上面的那些强者们 更是喜悦于此 因为 只有如此强悍 团结一致的妖族 才有可能战胜如今的人族了 血族坐在那最高之位上 面色冷漠地俯瞰众人 旁边的一个妖族 此刻心中也是颇为感叹 血族大人的决策 果然是一道良机 这些南疆妖族的人 更是让我想到了 太古时代的妖族众人 那个时候谁认不是弱肉强食 谁认不是强者为尊 再看如今的东荒妖族 平日里气压人族倒是可以 如今人族成长了起来 倒是成了一群窝荡废 众多的妖族妖族 此刻也是一润纷纷 显然 他们不光是在拍马屁 同时 也是真心的觉得 血族的决定无比的正确 东荒妖族 其实一点都不算弱者 只是因为内部不断的内斗 并且气压人族 那种鱼肉百姓的日子过习惯了 以至于是 失去了过去的血性 如今人族渐渐的崛起 在那厮杀之中 不断成长起来的人族 在那仇恨之中 不断成长起来的人族 以至于是让这些妖族 都感觉到头疼 尤其是那个楚凡 当初他成就大圣境巅峰修为 诸多的大圣境妖族 一同围攻 但是 却依旧是不能伤其其分好 任何的攻击手段 落在楚凡的身上 都会瞬间化作虚无 他那滔天的气血 竟然是能够瞬间做到 重伤之势瞬间恢复 断须之伤 转眼复原 就算是距离那传闻之中的 滴血重生的境界 只怕也是差之不远了 真的到了那个时候 即便是至尊敬的强者 也要在其见下寒恨 这就是人族圣体的恐怖 那不朽圣体的强大 已经是渐渐的浮现出 乃至于是惊艳了 这整整一个时代的所有强者 不少自太古时代 封印到现在的妖族 更是记得 在太古时代 上一代的人族圣体 那是何等恐怖的存在 太古皇族的先祖大人 只留下了对方的一道残魂 躲在先祖之地中 不敢出事 那位大人 可是大地境的存在 可当初的人族圣体 也不过才是尊敬罢了 就是这样 足以跨越一整个 几乎无法逾越的 大境界的强大实力 让所有的妖族之人 不得不展开 对于他个人的谋算 宿敬 此刻 看台之上 一个妖族的族长 默然开口 一时之间 整个妖族内部 更是直接进入寒蝉 他们纷纷是 抬头看向上方 一股恐怖无比的气血压迫 瞬间是让他们所有人 都不敢再有半点的言语 南疆虎奔一族 南新号新号眼蛟龙一族 南疆三眼缠除一族 随着一份名单的不断念出 大多是南疆妖族的人 渐渐地站出了队伍 其中虽然是有一些东荒的妖族 但是人数并不算多 带着这些族群的族长 都站了出来之后 血族这才缓缓地开口 老夫 遇召开万族大会 如等当为入选族群 不日 进入血妖池内 能提升多少修为 便看如等自己的造化了 血妖池 难道就是那个传闻之中 能够为妖族改写本源 重塑跟脚的血妖池吗 血族大人 竟然愿意释放血妖池 几乎所有的妖族 都是彻底的惊呆了 那血妖池 乃是历代血妖一族的作画之地 其中蕴含了历代血妖强者的 妖族血脉 其后 更是在血妖一族的收集之下 在其中融入了无数的妖族强者的血脉之力 妖族最重血脉 任何一个妖族 能够踏入其中 便能够改写本源 重塑自身跟脚 并且跨越年龄的限制 在短期之内 成就大成的妖体 这样的对于血妖一族 可谓是至高无上的宝地 竟然是被血族留给了外族之人 这让在场的妖族众人 纷纷是心头大振 显然 这一点其实也不难想通 血妖一族 如今就算加上血族 也仅仅剩下三人 而血妖池的洗涤效果 任何妖族一生 只能承受一次罢了 所以对于血妖一族而言 血妖池已经是作用不大 但是留给其他的族群 却是能够让妖族之内 不少的天骄一样的人物 得到极大的实力提升 这个消息传开来 更是让无数的妖族之人 为之振奋不已 当然 万族大会 才是这一次 开放血妖池的重点 他们此刻只是在一片兴奋之中 并不知道 这万族大会中 包含了哪些族群 正是随着血族大人的话音一落 随后 自其身后 却是缓步地走出一个人 在此人出现之后 更是有无数的妖族为之惊讶 他 他不是太古皇族的御林古皇吗 他怎么会在这里 难道说 十个百年岁月 太古皇族 终于又再一次地有动作了吗 都是曾经盛极一时的强大族群 又岂能甘愿寂寞 哼 若不是那该死的人族 不错 人族都该死 既然是如此孱弱的种族 又何必挣扎 老老实实做我们的血时 被无等圈养又如何 哈哈 若是有太古族群的协助 我们便是覆灭人族 那又如何 此刻 再看到了御林古皇的出现 众多的南疆妖族 无不是心中喜悦至极 但是很显然 东荒的妖族们 似乎都怀着一丝忌惮 一丝恐惧 曾经在那神城之内 万族大会之上 江明以一己之力 轰动周天心陡坠 落人间 乃至于是覆灭了 不知道多少的太古族群 多少的妖族族人 这让众多的东荒妖族 还有太古族群的人 都心生忌惮 以至于 是过去了百年的时间 依旧是文之色变 此刻 御林古皇缓步地走上台前 面色凝重之下 是那一身的恐怖修为 这可是 真正的有缺大地 自斩一刀的 有缺大地 南疆的诸多族群 在看向他的时候 更是充满了一脸的崇拜之意 对于这些南疆的妖族而言 世上之人无论是谁 只要实力强大之人 都是他们崇拜的对象 显然 作为如今整个东荒境内 明面上的最强之人 御林古皇的存在 自然是让诸多的南疆妖族 心中充满了向往之意 在他那恍若蛇眸一般的眼眸之中 似乎是蕴含着 无边的法理交织其中 其身躯是周围 更是环绕着万千道运 在演化着一方无上大道 尤其是自其身躯之上 不自觉地涌现而出的滔天死气 更是让众人看到的刹那 感觉到了心头一寒的敬畏感 这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存在 竟然会有如此滔天的死气环绕 它的存在 就好像是一方行走的幽冥鬼域一般 阴森恐怖 叫人止不住地颤抖 受邀血族之请 老夫今日率众而来 欲要见识见识 血妖一族那名胜一时的血妖池 说吧 自那不远处的大殿之中 却是缓步地走来了一众 太古族群的众多族人 这些人的出现 也是让妖族的人心中顿时一惊 血族大人的血妖池 竟然不光是给我们妖族的人使用 这 这岂不是便宜了外人吗 此事 血族大人自有决断 你算个什么东西 也敢质疑血族大人的决定 可是 再不管怎么说 太古族群的人 始终并非我妖族之人 的确 太古族群的人 修炼的方式 实际上与人族无异 他们和妖族最大的区别就是 为了加快自身的修炼速度 而选择学习人族 甚至于就连肉体 也是渐渐地趋向于人族 这一点 没有人知道是为什么 也没有人知道 太古族群的人 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不过此前的太古族群的始祖 曾经说过 自己来自于那逍遥天宫 似乎也是与此有关 但实际上 太古族群的人 与妖族之人 也没有太大的区别 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 也拥有着自古流传的血脉传承 但是他们 并不会选择血脉传承之中 所记载的修炼方式 而是不断地学习人族 修炼的进步速度 也是与人族无异 这一点有好有坏 但也是彻底的 将太古族群与妖族分割了开来 实际上 谁都知道太古族群的人 与妖族的人 其实是同根同源的存在 只是在那太古之初 太古族群的先祖大人 似乎是因为 曾经在那逍遥天宫之中 以人族的修炼方式修行 最终演变成如今的样子 所以 太古族群的人 不光是先天比人族 拥有着更为强大的血脉 并且 因为他们与人族 毫无异样的修炼方式 更是让他们的修炼速度 与人族相差无几 从这一点上面 太古族群能够长期的圈养人族 以人族为实 也不是毫无道理的 宿敬 高抬之上 那妖族的一位族长 再一次的高呼道 煞世间 也没有人再多做议论了 此时老夫心意已决 若有人再敢议论 休怪老夫不客气 待得他话音一落 煞世间整个圣地之内 无不是涌现出一股滔天的气血压迫 漫天血云滚拐来 请客间 自那天穷之上 垂落无边的浩瀚气息 这股来自于血脉之中的压迫 来至于是让在场的太古皇族的人 都感觉到了一丝深深的忌惮 血祖大人好生厉害 只怕 您早在十万年前 便已经自斩一刀了吧 此刻 玉玲古皇眼中略有深意 却是淡然开口道 血祖笑而不语 只是道 玉玲 若是你愿意归顺我血妖一族 我这血神大法 便是传授 你又如何 你又何苦自我遮掩天机 以至于修为十万年步的长进 血祖玩耳一笑 仿若是抛出了 让那玉玲古皇 极为心动的条件一般 煞时间 让他不免是为之动容 实际上 他深刻的知道 早在十万年前 血祖就已经是自斩一刀的 有缺大地了 其后 因为天人武衰 天道降下量衰之劫 衰灭其生机 哪里知道 他血妖一族流传下来的血神大法 竟然是为其凝聚了 十亿八千万道分身 以这十亿八千万道分身 他竟然是硬扛着量衰之劫 又多活了数千年的时间 再一次的斩下一刀 修为精进之后 他也成功的躲避了量衰之劫 其后人族圣体大成 人族终究是势不可挡 在一次次的失败之中 血祖自封神人之内 再不出事 直到如今 才出现在这个灵气爆发的年代 显然 他这是不甘心 虽然玉玲对于他这血神大法 很是心动 但是 要付出的代价 也是太过于巨大 玉玲叹息一声 却是苦笑道 血祖大人 您又在开玩笑了 淡然地掩饰了自己的心思之后 血祖也不再多说什么 此刻他抬手一挥 自其脚下的血海之内 陡然间浮馅出一座高台 在那高台之上 一池子蕴含着无边的血脉之力的七彩血池 煞世间浮现于众人眼前 血魁 血力 赤鬼 炼魂 玉神 慕容绝 宇林峰 叶一山 随着血祖与玉玲古皇二人分别开口 人群之中 却是一下子站出来八人 此八人 无不是大圣经的妖族 或者是太古皇族的大能 这些人 基本上都是自神渊之中走出的祖王 或者是妖族之中的妖族 这等强大无比的存在 可即便是他们 在血祖与玉玲古皇二人的面前 依旧是晚辈 此刻 八人纷纷上前 皆是拱手道 拜见血祖 拜见玉玲古皇 此刻血祖看了看八人 玄机更是缓缓点头 开口说道 如等八人先行进入血妖池 说吧 八人也是缓步地踏上了高台 走进了那七彩霞光 绽放的血妖池内 血妖池内 蕴含了无数妖族的先祖大能 所遗留下来的血脉 那股恐怖无比的血脉之力 乃至于是寝客间 犹如炙热的火焰一般 将八人的肌肤 全数灼烧殆尽 一时之间 虽然是有莫大的痛苦在身 但是八人却是一言不发 这 这血妖池好恐怖的力量 竟然就连祖王这等存在 都险些无法承受吗 你懂什么 这血妖池十万年以来 再一次的开放 其中蕴含的血脉之力 乃是最为强盛的时候 若是没有八位妖祖和太古祖王 吸收血脉之力的话 我们根本就无法承受 其中那恐怖无比的血脉之力 原来是这样 不知道八位先祖 若是吸收了这血池的力量之后 将会达到何等恐怖的修为 哈哈 这便是我等无法揣测的了 随着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 转眼 三天的时间终于是过去了 陡然之间 天地之间 忽然是风云巨变 自那天穷之上 煞时间涌动无数道劫雷涌现 一股冲天而起的恐怖气息 煞时间从那血腰池内狂涌而出 有妖祖大人突破成功了 灵球鲜花 快看 眼看着那血腰池内 释放而出的恐怖气息 一时之间 所有人的目光 皆是聚集在那浑身 释放着玄傲光芒的妖祖的身上 只见到一尊青面獠牙 浑身赤红色的妖祖 身后陡然之间 浮下而出一道巨大的恐怖虚影 但见到那虚影呈现而出三头六臂 头坠阴落 宝灯 金莲 无数至宝如雨柱般垂落 自那天外 环不踏来 其周身涌动着一股凶煞之气 仿若是自那地府之下 走出的一尊绝世修罗 叫人光是看上一眼 便是浑身一震 不免是心中震荡不已 不敢直视 那强大无比的存在 这是 修罗妖皇 这不是修罗妖族的先祖虚影吗 此时此刻 那赤面的修罗妖族 忽然之间生出了与那虚影一般无二的三头六臂 周身的血脉之力 犹如小蛇一般的不断的涌动着 他的肉身 亦是从一片赤红之色 化作了一漆黑无比的悬光 仿若是一个深不可见底的深渊 叫人轻轻地看上一眼 便是心中生寒 玄煞修罗 这 这竟然是修罗一族最强大的血脉象征 这血妖池 竟然是如此的恐怖 居然轻而易举的 便让其本源蜕变 成就了玄煞修罗吗 在修罗一族之中 零 赤色的修罗 不过是第三等的血脉象征 而在网上 却是有着青煞修罗 和玄煞修罗 两种不同的等级 最强大的 也就是他们修罗一族的先祖 玄煞修罗的真身了 此刻 那成就了玄煞修罗之体的妖族 更是气息大增 周身的修为气息 更是瞬间自大盛初期 直接跨入了大盛中期 以至于是 引动了这天罚降临 又要将其毁灭 玄灵古皇看着那成就了玄煞修罗的人 更是一脸的笑意 想不到这赤鬼 在五万年前 曾经有过机缘 得到过一丝玄煞修罗的本源血脉 如今得到了这血腰池的彻底激发 竟然是直接蜕变为玄煞修罗了 血祖淡然一笑 却是开口说道 我血腰一族的血腰池 聚集了妖族历代大能之血脉 便是小小的玄煞修罗 又算得了什么 若是他有那个本事 再待上数日的功夫 即便是突破血脉禁锢 成就更为强大的血煞修罗 也并非不可能 听到这话 玉灵古皇却是为之一阵 难道便是那位曾经名震一时的血煞大帝 想不到 他竟然是修罗一族的人 其实在血祖的面前 玉灵古皇也只能算是一个后辈 他也并不知道一些太古时候的一些巨大的隐秘 尤其是关于妖族的各大族群之中 他们真正的血脉传承之中 到底什么才是最为强大的血脉象征 在场的所有人当中 也只有这血祖知道了 你有所不知 修罗一族本是存在于九幽之下的一个神秘族群 他们本来并非我妖族 而是一位神秘的无上存在 亲手造就的一个族群 这个族群 以杀天杀的杀众生为己愿 是要杀尽一切 以杀伐拯救大道 岂有伤天河 以至于受到杀伐业力的降临 渐渐的是血脉遗失 后来与妖族通婚 这才诞生出了他们如今的族群 实际上 修罗一族 当是在先古时代之中的一个强盛无比的强大种族 甚至于 是与那神族无异的存在 神族 此刻 当提到了这两个字之后 玉林古皇的面色 不免是随之震动 心中更是翻起了惊涛骇浪 他不曾经历过 那个恐怖无比的时代 但是 那个恐怖无比的时代 却是带给了他莫大的恐惧 自其诞生以来 神族一直都是太古皇族最为恐惧的存在 他们 竟然就像是太古族群以人族为血食一般的 圈养诸天的太古族群 以太古皇族为食 他们太古皇族的过去 曾经 仅仅只是这个神族所圈养的牲畜罢了 在那个神秘的先古时代之中 天地之间 哪里有什么太古皇族的存在 那个神秘莫测的种族 在先古时代之中 纵横八荒 太古皇族 曾经也不过是他们圈养的血食 而血祖提到的修罗一族 曾经 竟然和那个种族一般无二的强大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的确是让人疑惑不已 血祖 这修罗一族 当真与那神族一般无二 这 这也太 显然 玉玲古皇满脸的难以置信 他不敢相信这话 居然是血祖口中说出来的 这是自然 因为 老夫便是与修罗一族同根同缘 你以为老夫的血神大法 到底是从何而来 老夫血妖一族 你以为 到底是什么来临 血祖忽然之间双眸紧缩 却是感叹不已的说道 若不是因为神话时代的典籍出世 只怕就连老夫自己 也不知道自己 到底出自何方 他越发的感叹 玉玲就越是好奇 是啊 血妖一族 竟然和修罗一族 同根同缘 甚至于 他们还能够 与那个曾经圈养 太古皇族的神族相媲美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还望血祖直言 玉玲开口 越发的好奇不已 昔日 你可还记得 那个人 下葬之时了 那个人 玉玲在那中烟之地之中 曾经见到那诸天神魔浮现 岁月长河的尽头 无数神魔 为其悲鸣 混沌之中 三千大道天魔为奇拉关 玉外青铜古关之中 那个太玄的江明长老 竟然是拥有着 让玉玲想都不敢相信的恐怖来历 这也是为什么 自从玉玲掌管 太二四零古族群以来 他便一直下令 让所有的太古族群 隐世不出的原因 魂血契约 那东西 他都能够破除 自斩一道的 有缺大地 又如何不能抹去 一个小小的魂血契约 但是 他不敢 是的 他并非是做不到 而是根本就不敢抹去 那个江明长老 他的来历 实在是太过于 让他感到了匪夷所思 让他实在是 太过于惊骇不已 以至于 是其死后百年 他才敢与妖族 一同密谋人族之事 不然 一个魂血契约 根本无法限制住他们的 但是 江明那个人 到底是什么来历 玉玲的心中 充满了无边的疑惑 更是无法揣测 不敢去试探 而当这个时候 血祖提及这个人的时候 他却是猛然间愣住 血祖大人 此人之事 不过是杜撰罢了 血祖是在江明死后 才离开了神渊封印 他自然不知道 当初那场巨大的震动 是何等的恐怖 估计 玉玲此刻 也是在揣测对方的想法 认为对方对于江明 根本就是不屑一顾 哪里知道 下一秒钟 血祖却是叹息道 你我族群 自古以来 便是败在这轻敌之上 玉玲 我虽是在神远 但你 该是亲眼见证当初的一切 你且直言 那江明 到底是不是如传闻之中的那般 诸天神魔为其送葬 话说到这里 几乎是有了几分坦诚相待的意思了 玉玲道 也是不再打马虎眼 他那原本是从容的面色 也是瞬间化作了一脸的慎重 直言道 不错 此人 的确是如传闻之中的一般无二 不然 百年岁月 我太古族群 又岂会甘愿屈如百年 玉玲的话 让那邪祖目光一暗 他本不愿意相信 这是真的 直到从那逍遥天宫之中 他们得到了一些 来自于神话时代的典籍 在那些典籍之中 一个又一个 让人难以置信的事情 被其所知晓 故此 他才会提及江明 因为 当初在逍遥天宫一行 虽然人族的人并没有发现 但是妖族的人 却是在某一处幽深的大殿之上 赫然发现 那供奉在历代 逍遥天宫公主之上的名讳 那被尊为无上天尊的人 江明 那个原本他们以为 不过是杜撰的存在 不过是人族胡言乱语的存在 竟然是真的 在那祖宗祠堂之内 不光是有着江明的神位 甚至于 还供奉着江明的雕像 这一切 都被妖族的人施展法术掩盖了下去 让人族的人 不曾看到 但是 当他的玄孙血癸 将此事一一告知他的时候 他却是彻底的不淡定了 心中 也是渐渐地陷入了一份 难以置信的疯狂之中 他们血妖一族的来历 太古皇族曾经的过往 还有妖族之中 诸多被他们 奉为先祖的存在 在那逍遥天宫 竟然仅仅只是 看门的所谓护宗神兽 这一切 若是在如今的东方之内 传出去的话 只怕 会引起天下大乱 无数的妖族之人 陷入疑惑之中 这样的事情 他是不愿意看到的 他也不愿意看到 人族见识到 他们那近乎辉煌的 不可一世的过去 唉 既然如此 那这百年来 老夫一切谨慎行事 看来也都是正确无比的 他叹息一声 旋即接着道 我血妖一族 其实不过只是在那久悠之下 一处名为血海明河之中 所诞生而出的 一个小小的族群罢了 而在那个神话时代中 修罗一族 甚至于是 比我血妖一族 更为强大的存在 真正统治着 那片血海幽冥的 乃是一位至高无上的先天神奇 我们 在其眼中 宛若楼也 血祖的话 让玉林古皇 更是心中骇然不已 他还记得 下葬的那天 曾经有一尊 无比凶煞邪魅的神奇 脚踏犹如血祖一般 踩着无边的血海亡羊 当初所见到的先天神奇 实在是太多了 那些恐怖无比的存在 现在想来 竟然能够一一的对应上 这就实在有些离谱了 罢了 这些话 你我知晓便可 那人已然离开百年 这百年之间 我妖族的人与人族 大大小小的争斗 也不见到有任何的大事发生 便是当初数十位妖族的妖族 出手阻拦那处凡突破 却也没有见到过太玄圣地 有那个人的存在出来 可见 他是真的死了 百年时间 整整百年时间 妖族的这位先祖 看似是对此毫不相信 但是 实际上他又是何其的忌惮 竟然在这百年的 时间之内不断的试探 最终 是确定了 江明是真的死了 是真的 对于他们妖族而言 没有了太大的威胁 这个血族 的确是妖族万年 难得一遇的民主 竟然是如此的谨慎 以至于是到现在为止 才有了与人族争斗的谋划 这或许 和他的来历有极大的关系 也正是因为 血族曾经经历的那些 见识到的那些 让他知晓 什么叫做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他不曾 因为自己的实力 是当下最强大的存在而狂妄 反而是甘愿忍耐下来 稳重地发展妖族的实力 这也的确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玉灵也是自太古时代走来的 他也不曾想过 原来在那神话时代之中 有着这么多的隐秘 此刻 那妖族的修罗成功地突破 为玄沙修罗 那恐怖无比的雷法 对于他而言 更是算不得什么 仅仅只是在两位先祖的谈话之间 那可怕无比的雷法 便是如此轻易地被其渡过 其修为 也是达到了大圣境中期 众人眼看着他实力提升 更是跟脚彻底地提升了不止一个档次 不免是心中狂喜不已 血妖池的作用 实在是太过于逆天 天赋 这可是天定的根角 若非天大的奇遇 几乎是难以更改的 但偏偏血妖池 却是拥有这等神秘莫测的能力 不过是进入其中三天的时间 就让其彻底地脱胎换骨 随后 又过去了十天的时间 在那血妖池内 那个名为慕容爵的太古皇族 忽然是大喝一声 玄疾 自其周身涌动而出道道通天彻地的金光涌动 其身躯竟然是在一瞬之间 化作了一只六尾灵狐 只是 随着他的身躯之上不断地涌现 而出道道的血色 那原本是六尾灵狐的真身 竟然是煞世间不断地崩裂开来 道道白芒 不断地自其身躯之上涌现 下一秒钟 一只通体雪白的九尾天狐 煞世间浮现于众人的眼前 灵 与此同时 同样是好动无比的雷劫浩荡 轰然而至 那恐怖无比的雷劫 乃至于是直接超过了此前的玄煞幽罗 直接呈现出了一种 近乎毁天灭地的恐怖威能 那只化作了九尾天狐的太古皇族 此刻却是面无巨色 但见其向前踏出一步 张口嚎叫 顿时有一股恐怖的威压 席卷八方 他原本就已经是大圣境巅峰的强者 如今 在这血池之中待了十三天之后 不光是一下子改写本源 成就了比灵狐更为强大的九尾天狐 甚至于 就连修为 也是直接踏入了至尊境 这让无数人都难以置信的恐怖力量 竟然是陡然之间 涌现而出阵阵压迫虚空的恐怖气息 万千法里 煞石鉴于虚空之上将整个天穷镇压 随后 他大口一张 竟然是直接吞天 浩荡劫云 无数的雷伐 汹涌之的恐怖劫难 竟然 被其直接一口吞噬 九尾吞天狐 这 这难道就是太古典籍之中 传闻在那仙古时代出现过的九尾吞天狐吗 死 这等恐怖的实力 这 这也太恐怖了 众多妖族 太古族群的人 此刻纷纷是震撼不已 便是御灵此刻 也是露出了一脸的惊叹之色 想不到这灵狐一族 如今也能够成就一代天狐 看来 血祖大人的血妖池 果然是无上神物 血祖听到这话 只是淡然一笑 随后说道 如何 你那玄孙玉神 什么时候蜕变真龙之体 血祖淡然开口 却是让御灵狠狠地皱起了眉头 虽然他体内已经有了一块五爪金龙的真龙之骨 但那真龙之骨的力量实在太过于恐怖 以至于是让其无法冲破真龙之骨内强大的力量封锁 若是他能够凭借着血妖池的力量化作真龙 或许 御灵说到这里 确实不再多言了 他曾经向血祖讨要过一块龙骨 想让自己的这个玄孙玉神突破 然而 奈何那五爪金龙的力量过于恐怖 他即便是融入了龙骨 却也难以成就真龙 这一直是御灵心中的一个心结 此刻看着那在血妖池内不断挣扎的玄孙 他也是面色凝重不已 固然 他是无比的期待 但是 他也无法知道 自己的玄孙到底能不能彻底的冲破血脉 毕竟 他们这一族 其实只是稍有龙族的血脉罢了 之所以无法彻底的冲破龙骨的力量 本来就是因为他们的血脉不纯 这一点 一直都是御灵心中的痛 四四 而在妖族之内 因为有着一个族群的人 本就是龙族传下的血脉族群 他们倒是能够成功的吸收龙骨的力量 造就了一些强大的存在 御灵一族的血脉 除了龙族之外 更多的还包含了其他几个族群的血脉在其中 故此 若是不小心的话 只怕化龙不成 到时候血脉逆流 怕是会引起极大的刀伤 这一点 是他无论如何 也不愿意看到的 放心吧 真龙血脉何其强大 固然你这一族的血脉斑驳 但是 若是他愿意放弃其他血脉力量带来的强大 只接受龙族的血脉 他未必不能成就道果 听到这话 御灵也是松了一口气 实际上 御灵自己便是选择了 只接受龙族血脉的力量 而彻底的从自己的身躯之内 剥离了所有的他族血脉 最终 才让他成就了如今的地位 再加上此后 他不断地收集龙族的精血 荣于自身 也是渐渐地成就了更为强大的血脉 如今的他 可以说得上是 真正的真龙一族 虽然仅仅只是最差的黑龙 但是也是极为精纯的龙族血脉 根据传闻 在那神话时代中 黑龙之上 还有赤龙 白龙 青龙 最后 踩到那真正强大的金龙一族 而不断更替提升上来的他 仅仅只是黑龙血脉 就成就了这自展一道的有缺大地 可见 若是更为强大的赤龙 或者是白龙青龙的级别的话 那 又该是何等强大的潜力 时间很快 又是半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所谓是休者不济年 这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之后 血腰池内的其他修士 终于是露出了一丝丝的坐不住的模样 一共八人 如今已经是离开了六人 自那妖狐离开之后 其后 血腰池中的炼魂 血力 雨凌峰 叶一山等天骄 也是各自出关 虽然前后的顺序不一样 但是这四人几乎是同一天出关 都是在这血腰池内待了 足足有二十多天的时间 最终 四人也是各自提升了根脚 秀为无一例外的 成就了至尊敬的大能之修 现在 唯独剩下的 只有两位老祖的两个玄孙了 一个是那血腰 一个便是那玉神 二人分别是血祖的玄孙 另外一个 则是玉林谷皇的玄孙 二人虽然是资历不同 血脉不同 但都毫无例外的 撑过了一个月的时间 他们二人血肉 不断的在血池之中剥落 又不断的在血池之内复原 肉体之上 更是不断的呈现出 道道奇异的玄光 就连二人的圣谷 都毫无例外的呈现而出 毫无例外的是 二人的脊柱之上 分别都是蕴含了一节龙骨 这一节龙骨 乃是五爪金龙的真龙之骨 蕴含着无穷的威能 只不过 二人最为不同的就是 那玉神的真龙之骨 竟然是在不断的生长壮大 不断的替代着 他浑身上下的所有骨骼 而那邪魁的真龙之骨 则是在不断的消弥 不断的被其本体的骨肉吸收着 似乎是隐隐之间 要被其本体的血脉 直接融入自身 彻底的泯灭 那作为真龙之骨的存在 二人这完全不同的发展趋势 同样是让两位老祖看在眼里 不过这也和他们预料之中的相差无几 一方面 玉神若是想要化为真龙 就必须包除体内的其他血脉 而那血魁 本就是融入万二世族 血脉为一体 化作血妖大成 凝聚滔天血海 他要做的 则是彻底的将那龙骨血脉 彻底的融入自身 化骨为险 血有骨生 二人要做的 皆是如此 很快 时间又是过去了十天 如今的二人 在那血腰池内 仿若是烧红了的肉一般 浑身赤红 不管是谁 都是浑身的血肉不断的剥落 就连那血腰池 毅然是在此刻不断的翻腾 十万年积累下来的底蕴 如今却是被这二人 吸收了足足十指有益 这等恐怖的天赋 毅然是超乎了血祖 和御灵谷皇的预料 想不到血祖的这个玄孙 却是天资如此惊人 如今已经是世第四十天了 却依旧是微然不动 血祖轻笑一声 同样是说道 你这玄孙又如何不是绝世之才 龙骨竟是不断的生长 渐渐要替代其全身的骨骼 如此一来 它必然化作真龙 且品级定然在你之上 要知道 御灵不过才黑龙血脉 虽是真龙 但却是真龙之中最差的一等 再往下 还有盘龙 逆龙 行龙 脚龙 蛟龙等龙族等级 这些都算不上是真龙 唯有成为黑龙血脉之后 才能够称之为是真龙血脉 龙族 那可是 即便在先古时代 都是强大无比的存在 如今传出的诸多神话时代的典籍之中 甚至于是有种种的迹象显露 在那神话时代之中 龙族 甚至于是曾经的世间霸主 只是 不知道什么原因 或是万族讨伐 或是天降亮节 总而言之 在一场浩大的杀戮之中 那所有的龙族 几乎都是消失殆尽 只剩下少部分的龙族 留存在先古时代 但到了太古时代 龙族却是算作彻底的灭亡了 但是 龙族的传闻 自古以来便是强大无比 他们是堪比先天神奇一般的存在 任何一个真龙 在成年之后 皆是能够拥有大地境的实力 就即便是御灵 其实他的黑龙本体 也没有彻底的大成 故此 他如今也仅仅只是自斩一刀的有缺大地把了 眼看着二人越发的反应剧烈 无数的太古族群 以及妖族的人 更是无比期待的看着他们 还有那古皇与血族二人 此刻心中 也是渐渐的有些焦躁了 在第四十五天的时候 终于 二人几乎是同时离开血腰池 一时之间 天地出现了两道无比浩瀚的异彩 只见到东方传来三千紫气奔腾 一道白龙虚影 自东方垂落于此 煞世间化作了那玉神的白龙真身 玄奥非凡 而那血魁 则是脚踩一座浩瀚海 那恐怖无比的血海之中 更是存在着几乎数亿个分身蕴含其中 每一个分身都与他本体一般无二 也就是说 若是这血海不灭 他便是永生不死的存在 而白龙一族 已经呼啸 便是惊动天地 天下万灵 纷纷是潮其跪拜 万般祥瑞 更是油然而生 一道洁白圣语 自天穷垂落 无边天道 更是在此刻降下厚大神轮 垂落于其身 白龙一族 乃是真龙一族之中 都极为特殊的存在 这一族的真龙 更擅长于各种道法神通 仅仅只是他蜕变为白龙之史 他的脑海之中 便是多出了数之不尽的龙族传承 那一个个玄傲无比的神通 更是让其实力大增 并且 白龙圣洁 乃是和世间的祥瑞之物 更是受到天道的护佑 他突破致至尊敬的修为 竟然没有引动天法 反而是受到天道的护佑 直接降下天道神轮 护佑其身 就连一旁的邪魁 与其一同突破 竟然都免去了天法的考验 直接突破到了至尊境 这样的情况 更是让两位老祖都心中 生出了无边的喜悦 血祖大人 今日且多谢你这血腰池 赐语造化了 御灵谷皇此刻大喜不已 他更是想不到 自己的族群之内 竟然是出现了一尊白龙真龙 就连他 也不过才是黑龙血脉罢了 这也不愧是因为 五爪金龙的真龙之骨的传承 才让他拥有了如此强大的抵御 此后 这太古皇族与妖族之人 更是继续让不少的族人 继续进入那血腰池内 在短短的半年时间之内 更是造就了诸多的强者出现 与此同时 在那中周大地之上 某处神秘的生命禁区之内 那成就了白龙血脉的御神 与御灵谷皇 竟然是同时出现在此地 他们缓步地在这浩大的禁区之内行走 四周不断地传来阵阵荒兽的狂吼 那些强大的荒兽 占据了整个生命禁区的十之七八 任何人想要踏足此地 若是没有大圣境的修为 几乎是实死无生 但是这对于 已然是成就了至尊修为的御神而言 根本不算什么 更何况 作为他先祖的御灵谷皇 更是实力达到了 有缺大地的绝代强者 他们来到此地 踏足了一片又一片的险地 跨过了一个又一个神秘的太古境治 终于 二人来到了一处巨大的石像之前 这巨大的石像之内 充斥着一股太古蛮荒的恐怖气息 其身躯浩大 更是有百里之巨 在他的体内 一股让身为白龙血脉的御神 都不免骇然无比的血脉压制 更是不断地自其身躯之内传递而出 这让御神都无比的惊讶 先祖大人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便是连我都感觉到了血脉之内 那恐怖无比的压制 这位先祖 到底是什么人 此刻 御神不免是心中惊讶 疑惑地询问道 御灵谷皇面色凝重 看向这巨大的龙形石像的时候 更是目光之中掠过了丝丝的敬畏 他乃是我族之内 唯独留存至今的青龙血脉 虽然当初他封印之时 不过才至尊巅峰的修为 但是 即便是老夫 也不是他的对手 听到这话 那御神煞世间满脸的惊讶 就连先祖大人 也不是他的对手 越灵谷皇乃是自斩一刀的有缺大帝 竟然就连他 也不是眼前这个 不过才至尊巅峰修为的老祖的对手 这 这让御神感到了 有些不可思议 不错 龙族之内 若是血脉强盛 即便是越界而战 就至尊巅峰的修为便是老夫也未必能够胜过你 这就是血脉之间的差距 他说的是实话 并且也让他相当的无可奈何 此刻 他叹息一声 便是直言道 如今 你成就了白龙血脉 终于是能够唤醒这位先祖的存在了 好了 释放你的本源精血 唤醒这位先祖吧 说吧这话 御神也是凝重的点了点头 旋即 抬手一挥 一滴释放着无边的圣灰的白龙精血 便是垂落在那石像的头顶 诡异的是 他的精血并没有滴落下来 反而是自那石像的头顶 直接融入了进去 起初是片刻的宁静 随之来的 却是震动了这整个生命禁区的恐怖威压 轰隆隆 只是刹那之间 整个天地竟然是无边乌云滚滚 万千神雷煞时间轰然垂落 无边的浩荡雷霆 乃至于是蕴含了丝丝的道运威能 直接轰击在了这龙族石像的身躯之上 但是奇异的是 那雷霆轰击在其身躯之上 非但是没有让其受到丝毫的伤害 反而 是让他那石化封印了的肉身 不断的焕发出丝丝的清光涌现 风云涌动之间 天地之间的无边雷霆 其实在此刻不断的涌现 那雷霆之威 便是作为有缺大地的御灵 都无比的忌惮 这并非是寻常的神类 这乃是蕴含了九天之上 无边天道的雷伐之力的神类 这 乃是蕴含了天道之力的神类 轰隆 终于 随着一阵犹如惊世雷霆的轰击之下 那青龙终于是彻底的被唤醒 他缓缓地睁开双眸 眼眸之二百四十间 更是透露出了无边的浩荡龙威 一时之间 方圆亿万里之内的所有生灵 皆是在此刻 纷纷跪拜了下来 不敢有丝毫的不敬 此刻 玉林古皇急忙是单膝跪下 高呼道 在下玉林 拜见先祖敖历大人 那名为敖历帝青龙 此刻目光之中 腾险而出一股滔天的怒火 下一秒钟 一道蕴含了天道之力的神雷 竟然是直接轰击在了 玉林古皇的身躯之上 轰隆 他那作为有缺大地的强大修为 此刻在这蕴含了天道之力的神雷之下 竟然是毫无作用 煞时间 更是瞬间重伤 周身涌现而出一道道 恐怖无比的巨大裂纹 其灵台道果 毅然是在此刻不断地颤抖 仿若是要在此刻彻底地崩塌破碎一般 蝼蚁 也敢唤醒本尊 只是一席话 甚至于直接将那玉林古皇 视若蝼蚁一般 而此刻 身为白龙血脉的玉神 在这青龙的面前 竟然是丝毫不敢动他 这便是血脉的压迫吗 这便是青龙血脉的恐怖之处吗 他感觉有些难以置信 青龙一族 竟然能够掌遇天道之力 这 简直就是难以置信 此刻 那名为敖利帝青龙 忽然是注意到了脚下的玉神 终于 他那盛怒的面庞之上 终于是福夏儿出一丝缓和的神色 白龙血脉 小子 你还算不错 本尊允许你与本尊对话 听到这话 玉神终于是想起事的高呼道 晚辈玉神 拜见先祖大人 听到这话 青龙的脸庞之上 福夏儿出丝丝的不耐烦 更是直言道 如等唤醒本尊 所为何事 这个时候 玉林古皇终于是缓缓地站了起来 摇摇晃晃地跪拜了下来 心中 更是无比的震撼 他原本以为 自己就算与对方的实力差距再大 也不可能如此的不堪一击 但是现在看来 这血脉上的差距 竟然是如此的巨大 以他这有缺大地的修为 在青龙一族的面前 竟然是毫无抵抗的力量 这 简直就太过离谱了 似乎是注意到了 玉林古皇上且无视 敖利的眼眸之间 终于是露出了一抹惊讶 哦 想不到 你只是一只血脉斑驳的黑龙 却也能够承受本尊一击 不错 本尊姑且 承认你的存在 那到底是何等恐怖无比的存在 此刻的玉神 已然是匍匐在地 不敢动弹了 听闻 对方不过是至尊巅峰的修为 为何这恐怖的实力 竟然已经是堪比一些传闻之中 自斩三刀 成就了大地之尊的恐怖存在 青龙血脉的真龙强者 已然是超乎了他的想象 随着青龙先祖对于他的认可 玉林古皇终于是颤颤巍巍的开口 晚辈到此 是想要请求前辈出山 坐证我太古皇族 说吧 他更是将这些年来 在东荒之内 所发生的所有事情 一一地说出 不过 当着敖利听闻这些话之后 却是不免吃笑的 简直就是笑话 人族之内 什么时候有了这样的存在 即便是在那仙古时代 亦未曾有过这般传闻 青龙敖利生于仙古时代 不过 自他出生不久 便是被封印在此 其目的 只是为了让龙族保留一丝血脉 可惜的是 自其封印之后 必须要以龙族之内 较为精纯的血脉之力 才能够解开封印 将其唤醒 故此 他虽然是长存至今 但后代之中 却是无人能够将其唤醒 直到玉神成就了白龙血脉 太古皇族 才能够将之唤醒 从玉灵的口中 他也是渐渐地 明白了如今的世界 具体的局面 还有那人族圣体的存在 并且 玉灵古皇 也是用自己的性命担保 他所见到的一切属实 尤其是关于逍遥天宫的事情 听到这些话之后 青龙敖历 这才是露出了一副谨慎的模样 不错 吴辈先祖之内 的确是有一尊 五爪精龙的皇族之人 乃是逍遥天宫之人 只可惜 那一场黑暗动乱 他的双眸之间 仿若是在此刻 洞穿了万古岁月 回忆起了那个无边灾祸 遍地黑暗的年代 罢了 如今 本尊刚刚苏醒 这些事情 暂且在意 若是人族圣体即将大成 这的确是一件麻烦的事情 至于你所说的 内名为江明的人 哼 照本尊来看 不过是人族故弄玄虚罢了 此事 如等不必太过于担忧 只待静观其变 小心形势便可 说吧 他便是化作了一个 极为年轻的少年模样的 俊美少年 其身躯之上 并无任何的龙族象征 甚至于 那一身的龙族气息 也是瞬间消失不见 此刻的他 就好似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族 不久之后 这位神秘的青龙先祖 便是回到了太古族群之内 只是 他自回归之后 却是从未有过任何的表示 甚至于 对于族群之内的事情 也很少过问 虽然玉林古皇 曾经不止一次的 将族内的事情 一一的过问于他 但是 这位先祖大人 似乎是对于这些毫不在乎 相比起来 他更为在意的 却是那人族圣体 此后 那玉林古皇 才在青龙敖礼的口中 得知了在先古时代之前 人族 其实并不只是有一位圣体 而是拥有族族十位 强横无比的圣体 在那个神话时代之中 人族圣体 乃是这个世界上 最为恐怖的存在 不光是天赋惊人 甚至于是一次次的遭遇大难 都能够不死 而且 每当他们 被逼入绝境之中 甚至于有可能临阵突破 卷土从来 便是这些无比强大的人族圣体 带领着那个时候的人族 纵横于整个世间 只是后来 因为一场恐怖无比的黑暗动乱 为了镇压这恐怖的黑暗动乱 并且保护人族的子嗣 最终 十大圣体之中 仅仅只有一位圣体的血脉流传了下来 而这位圣体 还是传闻之中的不朽圣体 要想要斩杀不朽圣体 极为困难 这也是为什么 敖历在知道了 人族圣体即将大成的时候 却是让太古族群 依旧保持了沉默的原因 若是没有十全的把握 直接斩杀人族 圣体的话 带得他卷土从来 便会以一种任何人都想象不到的强大逆转 凌厉于众生之上 也正是因为如此 敖历才不愿意在 没有十全的把握之下 去对方人族圣体 按照他的话 现在只需要继续请动那些 留存在禁敌之中的太古大能 让那些至尊敬的强者们 不断地出事 至少 也要十尊至尊敬以上的强大存在 才有可能有十全的把握 斩杀人族圣体 这一点 在玉林古皇看来 近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但是 最终他还是接受了这个条件 此后 在他与血祖携伤的情况之下 妖族 依然是开始四处寻觅那些 躲藏在生命禁区之中的太古大能 若是人族圣体大成 到时候 一切都将会功败垂成 所以 这一切都必须秘密地进行 不能让人族的任何一个人 知道他们的意图 原本沉寂了许久的东荒妖族 也是在这个时候 开始在东荒之内 四处掀起争端 一场场浩大的杀戮 开始在整个东荒之内 再度席卷 他们要用足够多的事情 去吸引人族的目光 好让人族 无法发现他们的目的 此后 他们的计划才能够顺利地进行 在不知道这样的目的的情况之下 人族也是立刻做出了反击 在某处人族的城市之外 一位人族天骄 奥立于群妖之上 他乃是某处拥有地气的大家族的子弟 名为王丰 此人在决灵时代 便已经成为了神王镜的高手 此后 灵气爆发 他更是借着这股浪潮 迅速地成为了人族之中的第一批圣人 随着楚凡从逍遥天宫归来 他们的家族 也是随之得到了大量的神话时代的典籍 这些毫无疑问 是足以壮大一个族群的底蕴至宝 在得到了这些之后 他更是成功地在十年前 突破了圣人境的智谷 成为了大圣境的强者 并且 自那逍遥天宫的诸多典籍之中 他掌控了一门 鸣风雷玉神爵的仙谷奇术 以此奇术 他更是斩杀妖族无数 在这一次的妖族动乱之中 立下了赫赫战功 乃是人族之内 毫无疑问的强大天骄之一 然而 今日 他却是头一次的陷入了一片窘迫之中 在他面前出现的 是一个身穿血色长袍的邪魅男子 此人脚下踏足一片浩瀚的血海 自那血海之中 近乎数亿个分身 不断地自其中涌现而出 纵然他的风雷玉玲术 乃至能够破除万煞 逐灭任何妖邪的强大术法 却依旧是难以抵抗 如等妖族 到底是异于何为 此刻的王峰喘着粗气 略有些吃力地吞下了几枚丹药之后 他的面色这才缓和了一些 而那站在他面前的妖族之人 却是一脸的轻松之色 似乎是对于这场战斗 毫不在意 此人倒也不是别人 正是那当初成功成就了 至尊尽修为的血魁妖族 此刻 血魁妖族向前一步 却是淡然孝道 怎么 昔年儒等人族 于神城之内 吐露我妖族千万之重 如今我们妖族是大 便不能吐露儒等人族 以牙还牙 他的这个理由 实在是太过于牵强 任何一个人族 都可以看得出来 此人的实力 分明远远在王丰之上 但是 对方却是屡屡地放过王丰 根本就没有要斩杀王丰的迹象 这样的玩弄一般的举动 让王丰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 他隐隐地感觉 这一次的妖族动乱 似乎并不是表面上 看起来的那般简单 故此 他才有了这样的询问 此刻 正是当二人对峙之时 那下方的城池之内 却是陡然之间 飞来数百个王家长老 他们虽然都仅仅只是 圣人静的修为 有的人 更是只有神王静的修为 但是 此刻面对着即将族群毁灭 人族受尽困难的时刻 他们却是奋不顾身地站了出来 大长老 你们来做什么 族内的年轻血脉 又该怎么办 此地 自有我王丰坐镇 见到他们 王丰也是着急了 他的父亲 这一代的王家家主 早已经死在了妖族的手中 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 他也只能是代替父亲接管王家 原本他是想要拖住所有的妖族 然后让人前往人族的各大圣地 请求圣地的人族帮助 但是 足足数月的时间 他们竟然是没有一个人 能够突围出去 正是这个时候 他忽然见到在那下方的城池之内 一部分的人族 竟然是集体自爆 那恐怖的自爆威能 煞世间将整个妖族的包围圈煞世间 打开了一个突破口 随后 大量的人族年轻弟子 纷纷是朝着外围逃出 看到此幕 王丰终于明白了为什么 这些长老要来与自己一同面对妖族了 原来 他们是想以死相搏 换取年轻一代的存活 这样的牺牲 还有那几个人族圣人自爆的场面 更是让王丰的心中 涌现出了无边的酸楚 好好好 今日我王丰 便与诸位长老一同斩杀妖险 陡然间 他扭头 看向身后的邪魁 眼中更是涌现出了丝丝的怒火 四周的众多王家长老 毅然是满脸的决然之色 显然是 以精致之生死于度外了 不过 当那些人族逃亡的时候 血魁的面色之上 终于是流出了几分正色 想逃 只怕是没有那么容易 说吧 他抬手一挥 煞时间便有数万个分身 直接朝着那大量的人族杀去 一时之间 以他那每一个分身 都有着圣人境界的强大程度 更是犹如践踏蝼蚁一般的 轻而易举的 便斩杀了不知道多少的人族 在这一刻 眼看着他们的牺牲 已经是化作了无用功的王家 更是于心头浮下而出一股浓浓的绝望 你 该死 王峰怒火冲天 更是按捺不住内心的圣怒 一时之间 他更是点燃了自己的本源精血 一股恐怖的气息 不断地自他的身躯之上攀升 燃烧精血 这固然可以暂时地提升他的实力 但是一旦精血燃烧殆尽 他不光是会有生命危急 更是此生 再没有了突破修为的可能 这几乎是一命换命的做法了 但即便如此 在血魁看来 他的大胜修为 依旧是如此的不堪一击 罢了 本尊也算是完够了 便灭掉你这一族吧 说吧 他抬脚一阵 煞时间 那无边的邪海陡然之间席卷开来 犹如是天地轻浮于此 无边血海 瞬间是吞没了所有的人族 那具有极为恐怖的吞噬能力的血海之中 无数的人族在其中哀吼 数之不尽的冤 了妈的 魂 在此刻一个接着一个的浮现于血海之上 哈哈哈哈 蝼蚁 不过是一群蝼蚁 也敢奋力挣扎 如等人族 不过是无碑的血石罢了 今日 本尊便屠戮亿万人族 较如等 知晓我血魁老族的厉害 说吧 那犹如倾覆天地的浩瀚血海 瞬间席卷而下 漫天翻涌的恐怖气息 瞬间吞没了无数的人族 直此一战 人族死伤亿万 当初太古皇族屠戮人族 赤地千里的景象 再一次地出现在东荒境内 随着这件事情的发酵 整个东荒的人族 都彻底地震怒了 他们想不到的是 自己如今的实力 已然是提升了不少 人族如今 也并非当初一般的孱弱 但是妖族的人 竟然还敢如此地挑衅人族 一时之间 无数的圣地 诸多的古族 还有包括了太玄在内的诸多大势力 纷纷是天骄其至 无数的人族强者 纷纷是 加入了这一场浩大的屠戮之中 只是一个月的时间 不管是人族 还是妖族 都死伤惨重 不知道多少的人族 在那争斗之中 悍不畏死 百年之前所凝聚的人族决心 在今日得以见证 那疯狂的屠戮之中 人族近乎癫狂一般的厮杀 更是让一个又一个的妖族之人 为之胆寒 原本 人族之内无数的天骄诞生 局势眼看着 就要渐渐地被其所掌控 也正是这个时候 自妖族之内 不知道什么时候 多出了一个又一个实力强大无比的天骄 也是因为 将要请出各自的抵御 妖族与太古族群 如今正是在秘密地谋划着 四处的人族城池 一下子陷入了诸多妖族的围攻之中 甚至于那原本是不敢对人族动手的太古族群 也是再度重现人间 这一天 人族早已经有过预料 实际上 因为人族的圣人竟修饰的增多 那些拥有着地气传承的大势力 也是在一场场大战之中 维持着局面 只不过 妖族和太古族群同样 是有着地气的存在 故此 虽然双方实力各有所长 各有所短 但整体来说 人族却是 往往处于下风的状态 原因不外乎其他 只是因为人族之中 诸多的天骄 虽然是强大无比 但那妖族和太古族群的天骄 竟然是远比人族的天骄 更为恐怖 一时之间 众多的人族也不知道 这么多的生面孔 到底是从何而来 除了那龙骨的提升之外 还有在血妖池之中 洗涤本源 蜕变成功的众多妖族和太古族群的人 一下子蜂拥而出 在人族的大地之上 掀起了无边的争斗 王家的陨落 在根本的原因上 是因为一切发生的太过于突然 若是王家能够祭出家族之中的地气 倒也未必会落得灭亡的下场 故此 在随后的争端之中 人族往往会先去集中内的强者 祭出各自拥有的大圣兵器 或者是地气 在严阵以待的情况之下 人族终于是不至于呈现出一边倒的情况 甚至于有了一种能够驱赶异族的迹象 但是 偏偏妖族和太古族群的人 又时常寻觅一些 实力并不算强大的势力出手 屡屡是让拥有地气传承的宗门 无法支援的吉时 这样的混乱局面 让整个东荒的人族 都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在这片乱世之中 妖族和太古皇族的目的 始终都没有显露 他们那般穷凶极恶的屠杀 就好像是对百年之前的事情的报复一般 让仁族忽略了妖族和太古族群的目的所在 不过 仁族当中 也有不少的人 感觉到了太古皇族和妖族的目的 似乎并不只是报复那么简单 尤其是江明二百四十的三弟子叶晨 自从他从吴江剑狱归来之后 便一直在宗门之内 参悟那诸仙帝剑之中的无上剑意 越是像他这样 对于剑道有极高造诣的人 便越是能够发现在那诸仙帝剑之内 所蕴含的无上剑道 究竟是何等的恐怖 但仅仅只是一丝丝的感悟 就已经让他大为受用 他可是 就连中州第一剑宗的无数历代剑子 都无法超越的绝代剑修 就连他 也仅仅只是 能够从诸仙帝剑之中 领悟到一丝丝的感悟罢了 不过 随着他察觉到妖族和太古族群的人 似乎并没有那么简单的目的的时候 他在东荒的人族各地城池之内 寻觅着妖族的踪迹 现在妖族的人 专门挑选那些实力较弱 但是人数众多的城池下手 虽然一时之间数量庞大 无法及时地支援 但是他也因此拯救了不少的人族城池 剑修乃是天下诸多修士之中杀伐最强之人 再加上叶臣对于剑道的造诣 已然是超出了当代的同辈 剑修不知道多少 往往在面对一场浩大的混乱战斗的时候 他就是能够力挽狂澜的那种人 甚至于 即便是越界而战 对于他而言 也不过是习以为常的事情 如今的叶臣 紧随着大师兄楚凡的身后 于不久之前突破到了大晟巅峰的实力 但是 往往即便是至尊敬的妖族 或者太古皇族的强者 在面对他的时候 最终也只能是以败局收场 虽然因为对于天地法则的掌控 叶臣并不能做到将对方诛杀 但是妖族之内 却也是对于叶臣极为头疼 因为这一次的目的 更多的是要对人族进行试探 并且让诸多的祖老 前去寻觅秘境之中的太古先祖 故此 往往一旦是遇到叶臣的局面 妖族的人都会极为头疼 所以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妖族的人都会刻意地去打探叶臣的消息 以避免与其正面交锋 各处境地之内 虽然族内的不少典籍之上有所记载 但是因为 时代太过于久远 有的时候 一处境地之内 未必能够寻觅得到先祖的痕迹 甚至于有的时候 根本无法寻觅到先祖的痕迹 所以 整个太古族群与妖族的人 也是耗费了大量的时间 去各地禁地之中寻觅 以至于是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太大的成果 只不过 对于屠戮人族这件事情上 众多的妖族之人 与太古族群的人 却是对此乐在其中 这也导致了人族那些稍弱的势力 在这场劫难之中 十分的悲惨 在那十分靠近妖族领地的那些城池之中 这样的事情 更是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这一天 随着夜晚的降临 漆黑笼罩整个东荒的大地之上 雨林城内 三千万人族百姓 无不是在惶恐之中度过 在那城墙之上 雨家的众多修士 正是在看守着此地的安危 尽管他们尽心尽力 并且族内的圣人敬老祖 更是随时准备 祭出大圣敬兵器 对抗强敌 但是 他们谁都知道 一旦妖族来犯 他们势必战败 他们要做的 仅仅只是拖延时间 只要在妖族 或者太古族群的人 还未攻破城池之前 等来了拥有着地气的 大家族大势力的支援 他们就能够安然地度过此间 可惜的是 这样的局面 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面对了 上一次 妖族出动了数位大圣敬强者 以至于是让整个雨林城 险些足破人亡 也正是好在当时 距离他们最近的一处 拥有地气传承的大势力 及时支援 他们才逃过一劫 但是当时 他们也是凭借着 家族传承下来的太古法阵 才勉强支撑了下来 那法阵在上一次的战斗之中 已经是彻底地化作了废墟 想要重建 也完全不可能了 现在的雨林城 一旦是遭遇危机 那就只能依靠着 族内的众多长老和弟子 拼死一搏了 此刻 城墙之上忽然走来了一个 身穿白袍的少年弟子 虽然他不过 才二十来岁的模样 但是 他却是东荒年轻一代之中 十分难得的天骄之子 仅仅只是修到数百年的功夫 便已经是突破到了 圣人境的修为 这等速度 在过去的东荒 几乎是不敢想象的 那城墙之上的众多长老 见到他出现在此 不免是满脸担忧地说道 少主 您这是做什么 守卫城池 交给五等来做便可以了 他说的没错 虽然这位少主大人 的确是天赋过人 以至于是东荒境内 不少的大家士族 拥有地气的强大圣地 都对其抛来了橄榄枝 想要将其收为核心弟子 但是 他最后都一一拒绝了 他想要在自己的家族之中 好好地守护着 几千万的人族百姓 西年 人族奋力抵抗太古皇族的事情 他一一地记在了心中 尤其是对于西年江民独闯太古皇族的圣地之事 他更是不敢忘记 那一句与子同袍 岂约无依 更是让他立下了要守护好 开家族子弟的誓约 但是 他乃是羽家的少主 他若是在这里出了什么事 羽家的天骄 羽家的士气 都会受到极大的打击 三长老 你无需担心我 孤行知晓 我作为少主的重要性 但是 若是我作为少主 却不与大家一同对面强敌 这又算得上什么少主 他的这一习话 说得十分的诚恳 周围的诸多长老 以及弟子听闻 心中意识涌现出了丝丝的感激 是啊 他本来可以安然无恙地待在城中 根本不用出来面对危险 但是 为了振奋士气 他情愿选择与大家一同守护 这一点 让众人的心中 无不适感到了一丝丝的感慨 想当初 他都是诸多长老看着长大的 这个孩子年轻的时候 零 龙 八 五 六一分 零九 七 八 二还学着人族的先辈们 说着什么与子同袍 起约无依的话 说什么誓死守卫人族百姓 现在看来 这些话不光是一个赤子的真心之言 更是他他与孤行 作为羽家少主的这份重担 所要承担起来的责任 听到这话 众人之中 虽然还是有人想要说点什么 却见到这个时候 羽家的大长老站出来大笑道 哈哈 好 孤行 这才是我羽家的弟子 你长大了 九泉之下 你的父亲见到你这般模样 想必是会无比的欣慰 他说的原本是高兴的事情 但是众人听来 不免觉得心酸 上次的大战之中 羽家的家主大人 就是在那诸多妖族大能的围攻之下 神死盗孝 在他死前 他甚至于是不惜以自身的弃海丹田自暴 将一共三位大圣经的妖族大能直接重伤 如此 羽家的人 这才成功的守护住了整个城池 让城池之中的百姓免于受苦 他的那份决然 那股奋不顾死的勇气 更是让众多的羽家之人为之悲愤不已 现在 大长老提到这点 吴不是想要告诉大家 羽家之人 或许会败 会死 但是 羽家之人 绝对不会退缩 羽孤行作为少主 他的这般举动 完全就是正确的行为 看到这里 众人也不再多说什么了 反而是因为羽孤行的到来 众人心中也是多出了几分温暖 纷纷是振奋了精神 不再有丝毫的犹豫 也正是这个时候 自那不远处的天际线上 不知道什么时候 仿若是迎来了一场滔天的大水 那滚滚的浪潮 席卷着四面八方的所有山林树木 一切的浓耕稻田 任何的事物 在那大水之下 乌不是瞬间吞没 他眼看着很慢 但是谁都知道 那大水汹涌无比 朝着雨淋城而来的速度 更是无比的迅速 之所以看起来缓慢 是因为那是远在几百里之外 可即便如此 眼看着 那洪水滔天 便要瞬间席卷整个雨淋城了 见到此幕 瑜伽的大长老 也是毫不犹豫的大喝一声 护佑大阵 立刻祭出 随着他的一声爆喝 旋即所有人都是立刻激活了手中的阵旗 一个浩大的法阵 瞬间笼罩了整个雨淋城内 这大阵名为混沌五行掩天阵 乃是百年之前 于逍遥天宫之内所得的无上法阵 这大阵的功效惊人 甚至于是能够让圣仁静的修饰 在祭出之后 拥有抵抗大圣境巅峰实力的强大修士的攻击 只要实力不达到至尊境的强者 都无法将其在短期之内击破 这样强大的阵法 自上一次那拥有地气的大势力来到之后 便将这来自于神话时代的强大阵法 传授给了羽家 也是幸亏这个阵法的存在 当那滔天的洪水席卷来的时候 无边的巨浪 更是瞬间拍打在了那无形的大阵之上 只听到轰隆隆的一声巨响 虽然整个大阵动荡不已 但依旧是微然不动 众人健壮 更是大喜不已 这个护佑大阵好生厉害 竟然是比我们传承自太古的防御阵法 都要强大不少 这也多亏了那位大人的传授 原本这样的阵法在过去 那足以成为一方大势力的不传之密的 但是为了人族的安危 众多拥有着这套阵法的大势力大宗门 也是纷纷将这些防御型的法阵 传授给大部分势力薄弱的城池与宗门 人族已经渐渐地抛弃了宗门之别 家族之别 在曾经的那位大人的影响之下 人族也是越发的团结 只不过 众人才高兴了没有多久 下一秒钟 他们这才发现 这无比浩大的洪水 哪里是什么洪水 那赤红色的亡羊 根本就是一袭浩大无比的血海 血海出 则血溃线 那在在人族之中留下了诸多恐怖传闻的妖族大能 它的象征 便是这浩瀚无边的血海 是它 是那个妖族的至尊 至尊敬 所有人想不到的是 这一次迎来的 竟然是至尊敬的强者 妖族虽然不止 一位至尊敬大能 但是至尊敬 即便是在如今这个时代之中 也是屈指可数的存在 所以 妖族之内几乎所有的至尊敬大能 甚至于是太古皇族之内 所有的至尊敬大能 无不是被人族的人迹 录在岸 一旦是有至尊敬的强者出现 那毫无例外的 这将会是一场无比壮烈的血战 此刻 瑜伽的众多长老 已然是深刻的意识到了这一点 立刻让族中长老 带领年轻一代的弟子撤离 少主大人 这里交给我们吧 少主大人 此地不宜久留 至尊敬强者出现 与凌晨定然无法守住 你必须带着年轻一辈的希望 寻找到大宗门的庇护 原本 雨孤行的到来 众多的长老是无比的喜悦 但是现在 情况已经是刻不容缓 他们也只有奋死一战 才能够保全整个瑜伽的希望 雨觉醒此刻心中 毅然是在疯狂地动摇着 他本来想要和众多的长老 拼死一波 奋力死战 但是眼下的局面 却是容不得他有丝毫的犹豫 在迅速地思考一番之后 雨觉醒 更是一脸悲痛欲绝地看向了众人 他知道众多长老 这是想要以死相搏 至尊敬的强者 根本就不是他们现在 能够对抗的存在 就即便雨觉醒留在这里 最终也只会战死沙场 事业 他再也没有半点的犹豫 一言不发地离开了城墙之上 现在的他 必须乘着城中的防御法阵 还没有被彻底的击破之前 带着族内的年轻弟子 离开此地 纵然他知道 这样的选择 等于是直接放弃了城中的众多百姓 但是 他也无法选择 一时之间 一种无比悲痛且无奈的痛处 蔓延上他的心头 该死 若是我能拥有改写局面的能力 今日我与凌晨 便不用遭逢于此大祸 我却是无能为力 巨大的实力差距 让他感到了一种 深深的无可奈何的感觉 他没办法改写当下的局面 他只能拼死一搏 带着族群之内年轻一代的弟子 逃离这个即将失陷的城池 只是片刻之后 当他带着族内的年轻弟子 通过城内早已经挖掘出的密道 离开了雨林城之后 城池之内那浩大的法阵 终于是因为承受不住 那血海之上恐怖无比的至尊威压 整个雨林城 但那一席 近乎是要轻负一切的恐怖气息 瞬间席卷了整个雨林城 只是一瞬之间 犹如是五雷轰顶一般 那逃离在外的雨家之人 彻底地陷入了一片绝望之中 不 与觉醒双眼目自欲裂 他更大了双眼 不甘心地握住了手中的长剑 心中更是涌现而出无边的悔恨 他恨自己的无能 恨自己没有实力去保护好属于他的族人 他的心中早已经被那仇恨所淹没 此刻的他 更是恨不得手刃所有的妖族之人 用那热血去祭奠城中的百姓 此刻 四周那些年轻一辈的弟子们 显然已经吓得浑身颤抖 不敢有丝毫的动弹了 但是 强忍着悲痛的雨觉醒 依旧是咬牙说道 走 我们走 带得赶到天眼圣地 你们便没有危险了 说吧 雨觉醒更是狠狠地咬着牙 即便是那嘴唇之上 因为太过用力 而不断地流淌下 丝丝鲜红色的痕迹 可是 他依旧是知道 自己现在的责任 是护送所有的人 前往天眼圣地 作为方圆千里之内 唯一拥有地气坐镇的宗门 即便是至尊敬的强者 想要围攻 却也是难以攻入 所以 他们是绝对不会选择 和天眼圣地 进行正面对抗的 因为拥有着地气的宗门 一旦是 唤醒了地气的威能 即便是至尊强者 也要退避三社 接下来的半天时间里 雨觉醒几乎是无比沉重的 走着每一步 她的心中 早已经是犹如死灰一般 待得带着所有的弟子 来到了天眼圣地之外 雨觉醒 却是将自己身上 唯一留存的家族盛气 雨林神鼎赐予了门下的弟子 甚至于 他当场任命了一名门下的弟子 作为下一代的雨家家主 雨大哥 你这 你这到底是要做什么 众多的门下弟子 不知道他 到底是什么意思 心中 只是隐隐地感觉到了一丝不妙 现在 你们已经到了安全的地方 而我 作为上一代的雨家少主 我岂能放任一族 吐露我人族百姓 此刻 他的目光之中 充满了恨意 众人这才知道 他这是要去报仇 一时之间 众多的雨家弟子 更是怀着热泪 疯狂的呐喊 我们和你一起去 雨师伯 我们也不是懦弱之辈 让我们也一同前往吧 雨大哥 你 你这一去 岂不是送死吗 就算是送死 也要带上我 我也是雨家子弟 我岂能退缩 随着众多弟子的呼应 雨觉行的心中 却是涌现出了思思的感动 雨家之人 自是没有一个人畏惧 但是 他们是雨家最后的血脉 雨觉行不能让他们面临 这样的危机 此刻 他只是微微一笑 旋即 却是抬手一挥 一片紫色的迷雾 浮现于众人的面前 他们只是闻着一股奇异的香气 旋即 便是全部倒下了 施展了迷幻之术 将所有人迷晕之后 雨觉行手中掐绝 一道符传 便是纵入了天眼圣地的内部 他这是向天眼圣地的人求援 只不过 他只是希望对方 能够收留这些雨家的弟子罢了 而他自己 则是义无反顾的 踏上了归途 在第二天的夜晚 夕阳落下之后 孤身仗剑的雨觉行 终于是回到了雨林城内 此刻 整个雨林城外 数之不尽的尸骨堆积成山 那被妖族啃咬吞噬 却没有完全消失的血肉 洒落了一地 到处都是惨死的人族 那近乎是灭绝一般的做法 更是让他瞬间触目惊心 从前 他只是听闻 人族弱小之时 只能沦为妖族和太古族群的血实 那些话 纵然是让他的心中无比的愤怒 但是 却依旧是没有亲眼所见 更加的让他愤怒无比 势地牵连 这简简单单的四个字 所描绘的 竟然是眼前的这般 宛若地狱一般的场面 那一个个惨死在路边 临死之前 依旧是满脸惶恐的人族 倒在路边 他们的身躯 大多数是不完整的 妖族的人 食人血肉 但是他们更多的 却是享受着这屠杀的乐趣 哈哈 逃啊 快逃啊 老狗 你不是很能逃的吗 杀了大爷七八个兄弟 现在你逃不掉了 正当与觉醒心中悲痛无比的时候 不远处 却是传来了妖族的痴笑声音 他在一看的时候 却是发现 一个人族的中年修士 断掉了双腿 一脸绝望地躺在地上 看着那些不断地嘲讽他的妖族 面色之上 更是充满了绝望 他的手中 抱着一个怯懦的孩子 他不过才七八岁大的模样 似乎是因为保护这个孩子 他才陷入了如此的险敌之中 此刻 众多妖族的人 更是走上前去 用兵器狠狠地刺入了他的手臂之上 生生地从他的怀里 将那个可怜的孩子夺了过来 哈哈 老家伙 你不是想要保护这孩子吗 大爷 我现在就吃了这小娃娃 让你知道 得罪我们妖族的下场 说吧 那个宛若巨虎一般的妖族 便是张开自己的血盆大口 正是要一口吞下这个可怜的孩子 这一幕 落在了与觉醒的眼中 更是瞬间叫他的心中 涌上一股奔腾的热气 那犹如惊涛骇浪一般的怒火 瞬间让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所有冲动 轰隆 随着一身巨响垂落 一道神轮煞世间自其身后浮现 天地之上 更是瞬间席卷无边的剑气浩荡 一柄恍若擎天俱剑一般的法香 煞世间自九天之上垂落 圣 圣人尽大能 那七八个妖族的人 见到了这股恐怖的巨剑法香 煞世间更是心中充满了惶恐 丢下了那个孩子和中年人 便是奋力地朝着远处逃去 但是 与觉醒岂会留下他们的幸免 死吧 灵球鲜花只是冷冷的一声利和 旋即 那浩瀚的巨剑 便是寝客之间垂落无边的盛威浩荡 煞世间 七八个妖族的族人 陡然化作飞灰烟灭 也正是随着他动手之后 在那城市之内 原本是在打坐养神的邪魁妖族 却是陡然之间睁开了双眸 哦 竟然还有圣人静的修饰 呵呵 本尊便陪他玩一玩 说吧 他便是一脚走出 与此同时 与觉醒拿出了自己所剩不多的丹药 分给了那个中年修饰之后 在对方千恩万血的感激之下 带着那个孩子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眼下 整个雨林城宛若一片炼狱 实力但凡是在圣人静之上的人族修饰 已然全部战死 只有像是中年男子这样的实力低微 并没有第一时间触及第一道战线的修饰 勉强活下来了几个 可惜的是 即便是有 也不过是沦为妖族的玩物罢了 这样的下场 让与觉醒的心中燃起了滔天的怒火 站住 该死的人族 如其敢斩杀本座坐下虎将军 找死 随着一声立刻响起 出现在与觉醒面前的 却是一个圣人静的妖族大能 此刻 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与觉醒甚至于没有多想 便是化作了一道剑芒 急驰而去 灵 杀 杀 杀 他那疯狂的呐喊声 在整个天地之间回响 以至于是引动了天地的变化 煞世间 乌云滚滚 黄蜂大作 漫天雷霆涌动 无数赤色的凝食杀意 自其身躯之上涌现而出 在他毫无意识的情况之下 与觉醒的剑道造诣 竟然是出乎预料的 步入了人间合一的地步 那妖族的圣人静大能 甚至于还没有来得及 击出法器抵抗 便是被七一剑 斩断了一只手臂 凄厉地惨叫声音 煞世间在天地之间响起 你不过是一个 宛若蜂蜂一般的人族 岂敢伤我 此刻 妖族的狂妄显露无遗 他更是瞬间化作了本体 一只巨大的擎天巨兽 鹿角 虎身 牛头 蛇铃 那无比怪异的身躯之上 拥有着强大的力量与速度 然而 剑修士整个修真界之中 杀伐最盛的修士 尤其是在这个时刻 毅然彻底因为仇恨 而陷入了疯狂之中的他 甚至于是十分巧合地 进入了那传闻之中 人见何一的境界 天穷之上 那晴天剑影之中 他手中掐绝 念动真言 更是瞬间化作了万千道剑气 疯狂地朝着那妖族圣人 直接斩来 无数道密密麻麻的剑气 犹如羽柱般倾线下 他那庞大的身躯 更是犹如最好的靶子一般 被羽绝心狠狠地刺穿 煞世间 漫天的血雾涌现 数之不尽的妖族 再见到这一幕之后 更是心中生出了莫大的惊恐 这 这个人族 难道是封了不成 分化如此之多的剑气控制 甚至于不惜撕裂元神 这 这简直就是一命换命啊 那每一道的剑气之上 竟然都蕴含着他的一缕元神 为了能够做到剑气的最大化 他甚至于不惜 直接撕裂了自己的元神 剧痛不断地自他的灵台之中传来 但是他却是置若罔闻 此刻的他 只想要将这些妖族 一个不胜的全部斩杀 那巨大的妖族圣人 因为一时之间的判断失误 显露了本体之后 却是被与觉醒以万简诸心之威 煞时间斩断了他的妖单 就连元神 也随之破碎 只是刹那 天降血雨 在那滔天的血雨之中 天幕之上 更是生生地埋葬了一尊圣人 妖族圣人一死 四周的那些实力并不算强的妖族 更是一脸惶恐的四处逃窜 然而 此刻已经是杀红了眼的与觉醒 根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妖族 在那血雨之中 远比血雨还要腥红的 却是他那一双赤色的眼眸 或许百年千年 或许典籍之上 能够记载着人族悲惨的过去 但是任何一个有血性的男儿 在见到眼前的这般场面的时候 没有人能够抑制住内心的疯狂 从前 与觉醒只是在那口口相传的前辈们的口中 听闻着人族请微 百族来犯 势帝牵连 遍地哀鸿 这一切 只有当他亲眼所见的时候 他才能够理解 为何前辈仙人提到这些的时候 那近乎是 带着满眼的通红之色的悲痛 还有那咬牙切齿 以至于是咬破了唇齿的痛恨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滋味 杀 他的嘶吼声不断 在他的心中 更是充满了 对于妖族的痛恨 他的父亲 母亲 都死在了战场之上 自小看着他长大的大长老 也是死在了此前的战斗之中 他身边那些自小看到大的风景 被妖族无情地摧毁 他心中牵挂着的每一个人 都在妖族的蹂躏之下 彻底地粉碎 在这一刻 他再也没有了半点的稚嫩 再也没有了丝毫的侥幸 生死之争 族群之争 是何等的残酷 何等的现实 他已经彻底地见识到了 现在的他 只想要报仇 报仇 将那些入侵他的家园 摧毁了他全部牵挂的妖族 敌人 一个不胜的全部斩杀 妖族之内 早已经是陷入了一片大乱之中 驻扎在城外的圣人静妖族 刚刚已经被他以万剑诛星之术 直接斩杀 而剩下的妖族 二四灵 却全都不是他的对手 那早已经因为仇恨 而染红了双眼的羽觉形 更是驱动着数万道剑气 不断地诛杀着眼前 所能看到的所有妖族 直到 那片汹涌的血海降临 转眼之间 血海滔天 至尊静的恐怖威压 瞬间自虚空之上垂落于此 自那城中缓步走来的邪魁妖族 眼中带着几分玩味 漠然地看向 那幻动着数万道剑气的羽觉形 已然是无人可挡 但是 在他的眼中 即便是人剑合一的羽觉形 也不过是宛若蝼蚁一般的存在 正 面旁之上略微带着几分 不耐烦神情的邪魁老祖 仅仅只是抬手挥动之下 煞时间垂落于羽觉形头顶的恐怖威压 陡然将他自百米的高空 直接压到了泥土之中 轰隆的一声巨响 他艰难地抬头 看向天穷之上 满脸的恨意充斥了他的所以意识 现在的他 只想将这个人族的大敌狠狠地撕碎 叫他尝到 那万剑穿心一般的撕心裂肺的痛楚 他那一腔怒火 所积蓄而来的滔天杀意 甚至于是让他的肉体 乃至于灵魂都彻底地燃烧了起来 就连他的本源精血 此刻也是奋不顾身地燃烧了起来 凭借着燃烧精血带来的强大力量 他竟然是挣脱了对方的气势压制 陡然之间化作了一道剑影 朝着血魁老祖冲了过来 哦 还算有点本事 不过 蝼蚁便是蝼蚁 即便是领悟了一丝剑道的真谛 那又如何 此刻 血魁老祖的面色之上带着轻蔑之意 更是毫不犹豫地抬手一挥 煞时间 一道恐怖无比的血色魔神 自其身后涌现而出 朝着与觉醒狠狠地一拳轰击而来 只是刹那间 原本是无误不斩的杀意剑气 此刻竟是节节崩塌开来 被那近乎是摧枯拉朽的一拳之威 彻底地轰作了漫天的碎片 与此同时 与觉醒的身躯 也是犹如流星炮弹一般的倒飞了出去 足足是贯穿了大地整整数百里之身 这才于一片尘土之中停滞了下来 此刻 他的头顶垂落无边的血雨 自他的身躯之上 彻底熄灭的本源之火 并非是他的本源已经燃烧殆尽 而是因为 在那绝对的强大力量之下 即便是他燃烧本源之火 毅然像是在狂风骤雨之前的 轻而易举便被对方熄灭 他的心中充满了不甘 屈辱痛恨 悲愤不已的心绪 更是充斥了他的全身 但是 他更多感受到的 却是一股浓浓的无力 他的实力和对方的实力 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 别说是战胜对方 即便是对方随意的一击 便能让他彻底的重伤不起 难道 我就到此为止了吗 他苦笑一声 浑身上下 竟然是开始渐渐的发凉 生机 也是在不断的流逝 巨大的实力察觉 带给他的事彻底的绝望 随着那血海滔天 即将倾覆而来的恐怖威压 席卷四方 他知道 自己必死无疑了 所以 他缓缓地闭上了双眼 他又一次地看到了雨林城内 那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 看到了人族大帝 鼎盛的年月 看到了那一个又一个 为了族群奋不顾身的长老 前辈们 现在轮到他了 他没有丝毫的畏惧 只是 他可惜的是 在自己死前 没有多斩杀几个妖族的孽畜 轰隆隆 天穹之上 响彻四方的恐怖轰鸣 于此刻不断地传递开来 一股恐怖的震动 随之涌现而来 他睁开了双眼 陡然之间 疑惑无比地看向天穹 只见到了一个绝世的白袍身影 手持一柄青色长剑 于虚空之上 斩断了亿万里邪海 那恐怖绝伦的一剑 乃至于是洞穿了天穹 引动了无边的好动 太玄圣殿 那位大人的三弟子 叶辰 他一眼就认出了对方 不外乎其他 那位已经先世了的大人 东荒所有的人族 各大势力和宗门之内 都流传着他们的传闻 甚至于有人 将他们的画像 一一地记录了下来 四处传抄 而叶辰 作为江明的三弟子 整个东荒首区一指的 绝世剑修 他的存在 更是被其铭记在心 他还记得 自己也正是因为 叶辰踏上的剑修之道 此刻 叶辰的突然出现 更是让他的心中 瞬间燃起了希望 叶辰 你不过是大圣巅峰的修为 也敢挑衅本尊 此刻 血魁早就听闻了 那叶辰曾经战胜过 族内的至尊敬大能 其实力 的确是深不可测的存在 但是 即便是至尊敬 却也有 这天差地别的存在 他早就已经蜕变了本源 如同血祖一般的 凝聚了滔天的血海 并且 他的血腰分身 更是他最大的仪仗 在他的眼中 纵然叶辰实力非同一般 但也绝对不是他的对手 此刻的叶辰 眼眸默然地看向了四周 随后 他竟然是直接无视了 那血魁老族的存在 反而是直接朝着下方的 诸多妖族 冲杀而去 那众多的妖族 实力最强的三人 也不过财胜人静的修为 面对这样的一尊 能够与至尊敬初期 大能对抗的 大圣静巅峰强者 却是毫无还手之急 只是转眼之间 整个城内 无数的血迹冲天起 一个又一个的妖族 更是在夜沉的屠戮之下 瞬间暴毙 那血魁此刻人都傻了 他怎么也想不到 对方竟然不直接与他对抗 反而是直接出手 将城内的众多妖族子弟 全数斩杀 整个过程 甚至于他都来不及阻拦 或者说 他根本就无法阻拦 夜沉根本就不在乎 对方是不是比自己弱小 或者说 对方是不是能够与自己一战 在夜沉看来 任何一个屠入了人族的异族 都该死 夜沉 你竟然是强凌弱 有种你与本尊一战 血魁老祖 此刻更是目瞪口呆 他想不到夜沉竟然是如此的蛮不讲理 夜沉听闻此言 只是默然地开口道 如等杀我人族之时 可曾说过此话 势强凌弱 今日本作便势强凌弱 那又如何 如等妖族之人 全都该死 说吧 夜沉更是抬手一挥 煞时间那整个城池之内 几乎所有的有灵兵器 更是瞬间被其换动 见者 万兵之手 当他那作为万兵之手的无上剑意 涌现而出的时候 整个城池之中的无数兵器 更是被其直接控制 煞时间漫天的血雨横飞 仅仅只是一个瞬间 几乎所有的城中妖族 都在此刻彻底的陨落 你 你岂敢 怒不可遏的邪魁老祖 根本想不到夜沉首先做的 竟然是直接斩杀城中的所有妖族 灵 这样的举动 根本就是不将他放在眼里 并且 因为夜沉的剑招极为迅速 即便是他想要阻拦 却也是完全无法阻拦 若是待得回去之后 他带出去的兵马 全部陨落 这岂不是要让他在族内颜面尽失 一个至尊敬的强者 在面对一个不过才大圣境巅峰的人族见修 居然无法阻拦对方 屠戮妖族 这样的结果 更是让他无法接受 因为 这等同于是在他的脸上 狠狠地打他的脸 丝毫不给他一点面子 此刻的与觉醒 看得都有些呆了 他想不到 这个自己心中至高无上的存在 竟然是如此的痛恨妖族 任何一个手上沾染了人族之血的妖族 毫无例外地被他转眼斩杀 他这样的做法 更是让与觉醒心中无比的激动 是啊 什么是强凌弱 什么强弱之贬 什么受人吃笑 在族群之恨的面前 妖族的人死一个便赚一分 根本就不需要顾及那么多 可以说 叶晨的做法 比起那些平日里冠冕堂皇的大家士族 要强上不少 至少 他能够让城中 还没有死于妖族之手的人族活下来 或许 这才是对方真正的目的 与觉醒此刻越是细想 便越是觉得叶晨的厉害之处 他更是无比崇拜地看向叶晨 心中充满了莫名的感激 是啊 他无力去报仇 甚至于无法敌过那浩瀚的妖族大军 但是 叶晨轻而易举 就做到了他做不到的事情 轻而易举 就报了他报不了的仇 此刻叶晨迟见在前 漠然地看着眼前的邪魁老祖 那浩瀚的至尊净气势 竟然是对他毫无作用 甚至于环绕其周身的滔天剑意 有一种与对方分庭抗礼的趋势 就连血魁老祖 此刻也是心头一惊 这个叶晨 他不过才大盛进巅峰的修为 便有如此大能 此子 绝不能留 想到这里 血魁更是毫不犹豫地大喝一声 煞世间滔天血海之上 更是涌现而出 一尊又一尊的强大血妖 那数以万计的血妖 不断地朝着叶晨杀来 以至于那凝食的煞气 在整个虚空之上 将整个天穷撑破了一般 整个天地 也是为之色变 叶晨默然持剑 在他的手中 一股无痞的剑意 油然而生 自那天地之间 数之不尽的有灵兵器 皆是在此刻颤抖不已 就连羽孤行手中的长剑 此刻也是在四 四不断地颤抖 剑者 万兵之手 长剑锋芒之下 再无任何兵器 敢露出半点的锋芒 尤其是当叶晨出剑之时 一道犹如是开天辟地的锋芒 煞世间贯穿了九天十地 于无数的空间之内 洞穿了万千法里 瞬间斩断了数之不尽的血腰 直接一剑落在了那血魁老祖的头顶 只此一剑 血魁老祖更是心头大惊失色 这 这不可能 你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血魁老祖面色俱变 他感觉自己 就好像是见鬼了一般 分明滔天血海之上 无数的血腰 阻拦着对方的进攻 但是此刻 他却是轻而易举地 将自己锁定 更是轻而易举地 突破了道道重围 直接斩落一剑 在自己的头顶之上 只听闻轰隆的一声巨响 那滔天的剑气 更是直接斩断了意外里血海 让整个血海之上 都是泛起了无边的惊涛海浪 一脸惊恐的血魁老祖 更是直接被斩断了身躯 下一秒钟 万千的血腰分身之中 其中的一个血腰分身 陡然化作了血魁老祖的模样 他目光之中 掠过了丝丝的惊骇之色 他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的性命 在刚才 已经算是没有了一次 他拥有数一分身 每一道分身 都可以让自己重活一次 但是 即便是想要斩杀自己的本体 那也近乎是可能的事情 直到今天 这一道惊世剑意落下 血魁老祖也终于意识到 为何叶臣能够屡次的战胜妖族 与太古皇族的至尊大能了 原来 他的实力根本就不是大圣境级别的 血魁老祖原本以为 自己就已经是当代天骄之中的佼佼者了 但没有想到 这叶臣更是他还要变态的天骄 不光是 那个太玄圣帝的天子骄子 人族圣体更是强大到 需要数十位至尊的大能 才有可能对付的存在 这一点 是血祖他老人家亲自认定的事情 即便他心中有所不服 却也是不得不看到眼下的现实 是何等的触目惊心 虽然刚才的他是败于轻敌这一点上 但这也同样证明了 眼前的叶臣 是真正具有击败他的可能的存在 并且 眼看着叶臣手中的那柄青色的长剑 血魁老祖更是越发的感觉头皮发麻 那柄长剑 看似是古朴无化 但是 当那柄长剑 斩到他的身躯之上的时候 他便立刻感受到了 其中极为恐怖的一丝大地气息 那 竟然是一柄地气 大圣境巅峰的强者 虽然是无法依靠自身的力量 全然换动地气 但是初步的唤醒 并且具有面对至尊敬强者的可能 已经是足够了 若是对方的手中持有大地兵器 并且在没有唤醒地气的情况下 就已经足够与自己一战 带着他唤醒地气 自己也绝对不会是他的对手 想到这里 血魁老祖 更是心中涌现出了丝丝的惊讶 哼 叶晨 今日你我的恩怨 来日定叫你百倍偿还 眼看着自己 绝无击败叶晨的可能 血魁老祖也深知 此地不宜久留 若是拥有地气的大势力降临于此 两柄地气的威能 即便是他 也得含恨 并且 族群内的需求 也仅仅只是引动各方人族大势力的注意力罢了 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 血魁老祖 也没有留在此地的必要 在留下了一句狠话之后 血魁老祖也是毫不犹豫地离开了这里 眼看着血魁老祖离开 叶晨也没有丝毫追上去的意思 二是他所在的叶家 底蕴极大 更是拥有着地气的存在 他成为了叶家的家主 自然也是执掌了叶家的地气在身 此刻 叶晨看着四周的废墟之上 那些尚且还活着的人族 对自己投来感激的目光 他也仅仅只是微微点头 郑玉离开 却是见到了一个年轻的弟子 朝着他急时而来 弟子宇家宇觉醒 拜见叶晨前辈 叶晨见到了 这浑身是血的宇家弟子 冰冷的面庞之上 却也是多出了几分柔和 方才在他斩杀妖族 奋不顾身的场面 却也是被叶晨看在了眼中 对于这个少年 也是颇为赞赏 眼中毅然是蕴含着几分欢喜 在那生死关头 这与觉醒领悟了人见合一的真谛 更是在剑道之上 有极高的天赋 这些 叶晨都看在眼中 不必多礼 宇家门下 献剩余多少人 连忙道 在下已经将他们送往天眼圣地 一共一百七十一人 现在都算是周全 在下因为不愿意苟且偷生 便回到此地 面对妖族众人 纵然是一死 在下也要因为斩杀妖邪而死 与觉醒的话 说得十分的从容 仿若并不是在谈论自己的生死 而是在讲述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 叶晨此刻 也是略有深意地看了他几眼之后 缓缓点头 若你此番没有去处 可带领门下弟子 来我泰玄 本座见你颇有见到天赋 可指点你一二 说吧 叶晨抛下了自己的身份令牌 开口道 凭此令牌 你可到泰玄孤绝峰寻觅本座 说吧 他便是转身离去 与孤行如获至宝 珍重地收好了令牌之后 立刻便回到了城中 安置了所有的存活者 随后 他便是败入了泰玄圣地 自此之后 便跟随叶晨修行 成为了叶晨门下的弟子 与此同时 除了叶晨之外 二弟子赵浩 亦是在对抗妖族的途中 收取了三名弟子 其他的诸如武弟子 韩非清 门下亦是有了几位弟子 虽然孤绝峰一脉 门下弟子并不算多 甚至于可以说是整个泰玄圣地 弟子最少的山峰 但是 孤绝峰一脉 却是整个泰玄 乃至于是整个东荒人族之内 实力最强 天赋最强大的一脉弟子 楚凡等一众弟子 本都是有成为门内长老的机会 但是他们都无一例外地拒绝了 而后 随着诸多弟子收取了门下的弟子 以当初师尊江明那般宽厚的教导 出了一个又一个的绝世天骄 这一过 便是五年的岁月 在这五年期间 妖族和太古族群的人 也是屡次冒犯人族 但随着人族的防范加强 渐渐的 他们对于人族的侵害 也是降低到了一个最低点 而与此同时 妖族与太古族群之内 也是从各地禁地之中 请出了诸多的太古先祖 在这五年时间之内 他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在各处生命禁区 中州 东荒 乃至于是南疆境内 寻觅到了多达十三位至尊境的先祖出世 妖族与太古族群 也终于是积蓄了足够的力量 准备是进行下一步的谋划 只不过 在东荒大地之上 却是忽然传来了一个让人预想不到的事情 自极东之地的天穷之上 某一天 有人传闻见到真仙降临 随后 那浩瀚无边的天宫异象 浮现于整个东荒的上空 无数的大能 在这一天被其唤醒 仙慕禁帝之内 一道长虹 煞时间直插云霄 洞穿了九天十地 踏破了无边的星河 自天地之间 形成了一条浩瀚无穷的通天大道 东荒之内 煞时间震撼环宇 响彻天地无数道回响 仙慕开 地露险 踏破星河争地位 悠悠亿万载 地露终于重现人间 这一次 无人再能阻拦本尊 踏上地露 世上无人再能与本尊地露争锋 一时之间 诸天万界 一个又一个强大无比的气息 自那一个又一个神秘悠久的境地之中 涌现而出 煞时间 东荒境内 更是涌现而出 无数的强者浮现 那些曾经在古籍之中 留下了一个又一个传闻的太古大能 纷纷是浮现于此 甚至于 有人见到了半步大地 在当日白日踏空 走上那浩瀚无边的地路 仙慕禁地大开 一个又一个的神秘强者 悄无声息地踏入其中 那震惊了还与诸天的恐怖消息 同样是让众多的人族势力 为之惊骇不已 师尊 您真的要踏上地路吗 此刻 太玄姑绝风之上 羽姑行一脸惊恶地看着夜晨 四周的众人 也都是颇为惊讶地看向他 师爹 你真的想好了吗 地路之上凶险无比 不光是有至尊敬的强者 甚至于那些有缺大地 半步大地之等强大无比的存在 也是数不胜数的 此刻 赵浩同样是一脸担忧地开口 是啊 二师伯说得对啊 师尊 您要三思啊 众人此刻 也是纷纷劝道 但是 夜晨却是缓缓地摇了摇头 人族示威 若是无被人族之中 能够诞生出一尊大地强者 势必能够改写一切的局面 但若是被一族夺得地位 那我们人族 还有活路吗 夜晨的话 让众人陷入了一片沉思之中 诚然 他说的并没有错 况且 大师兄与小师妹 已经先后踏上了地路 寻觅成帝的契机 我又如何不能 实际上 当地路出现的时候 小师妹江楚楚 与大师兄楚凡 却是毫无例外的 先后踏上了地路 他们二人 都已经成就了 大圣境巅峰修为 但是却都是陷入了 修炼的瓶颈之中 若是能够从地路之上 寻觅到突破 致志尊境的契机 或者说 成就大成圣体的契机 毫无疑问 人族将会拥有 两股强大无比的 巅峰强者 而在他们之后 思虑许久的夜晨 也是决定踏上地路 寻觅成就至尊的契机 并且 争夺地位 也并非完全不可能 在浩瀚的人族历史上 也曾经有天资 纵横之辈 以大圣境的实力 踏上地路 最终是成就了大地之尊 回归凡尘 夜晨的心中 同样是抱着这样的期待 他不愿意再等候在此 剑修之道 更是注重杀伐 即便是遭遇危险 对于他而言 同样是机遇 与大徒弟处凡的人族圣体 一般无二 他的剑体 毅然是在沙伐之中 不断提升的强大道体 而小师妹江楚楚 因为得到了三族金屋的 金血传承 早已经改写了 自身的根脚本源 成就了金屋神体 他也许 是三人之中 最有可能夺得地位的人 因为这些年来 他本来是最落后的一人 却是因为这金屋传承 竟然是成为了 众多弟子当中 实力最强的几人之一 西年自西末 横跨亿万里而来 自天穷之上 点燃一片璀璨星河 那傲然于天下的绝世之姿 更是精彩绝艳 让世人为之惊骇 此刻 见到劝说无果之后 众人也只能是缓缓点头 罢了 师弟 既然你只要去 师兄我也不拦你了 你放心吧 带着你离开之后 孤行便交给我了 叶辰的心中牵挂的不多 除了众多的师兄弟之外 便只有他这唯一的弟子了 这五年来 他倾付自己的一切心血 教导与孤行 其剑刀造诣 毅然是一日千里 渐渐地 呈现出了当初他作为一代 见到天骄的绝艳姿态 不少的人都说 他是继夜城之后 东荒境内的绝世建修之一 当然 这一切夸耀 宇孤行从未放在心上 宇家纵然是没有了 但是他在这里 得到了另外一个家 新年的江明 是如何教导众人的 二百四十 今日 众人便是如何教导他们的弟子 整个孤绝风上下 更是同气连之 虽然大师兄楚凡 多年以来从未收过弟子 但是他对于门下的这些弟子 却是一视同仁 不管是谁人的弟子 向他请教 他都是尽心尽力的教导 渐渐的 他的身上 也是多出了几分江明的影子 其实 夜城想要踏上地路 更多的却是想要寻觅 师尊曾经走过的道路 仙慕境地 那个师尊曾经走出的神秘境地 如今地路自其中涌现 是不是说 这地路之上 有着师尊曾经的影子 夜城不敢保证 但是他的心中 却是充满了期待 想必 大师兄楚凡和小徒弟江楚楚二人 也应该是为了这个目的 才会义无反顾地踏上地路 他们二人 对于江明的思念程度 更是无与伦比 尤其是楚凡在那逍遥天宫之内 见识到了 师尊是如何教导盘古 开天辟地 是如何自万古岁月之前 投来那惊鸿一瞥的时候 楚凡的心中 更是产生了无数对于 师尊江明的思念 还有困惑 到底师尊江明 是来自何方 他又是怎么样的一个存在 他的过去 到底是怎么样的 这让他充满了无边的好奇 小徒弟江楚楚去往西末的时候 亦是在某处遗迹之中 见到了关于师尊曾经的故事 他曾经见到在那一处秘境之中 那师尊口中讲述过的 神话时代的历史 被人们所记载 师尊的身影 也自那秘境之中浮现 虽然仅仅只是一个 虚无缥缈的身影 但是他却无比的坚信 那便是师尊江明 师尊走前 曾经说过的每一句话 如今都一一地应验 那让他们无比震惊地过去 如今却成为了他们不断追寻的道路 在这一条道路之上 出现了地路这条 横根于诸天之上的浩瀚天路 孤绝风一脉的弟子 更是近乎所有人 都想要踏上此路 寻觅师尊的过去 不过 终究是实力有限 能够有那个实力 踏上地路的人 仅仅只有那么几个人 再加上如今的局面混乱 一部分的强者 也必须留在太玄圣地之内作证 所以 能够去往地路的人 却是更少了 且不说地路之上 到底是有何等的凶险 光是那些近地之中 等待着地路出现 而一直隐识不出的大能 便已然是不计其数 整个天旋世界 更是一片风雨欲来的景象 虽然众人对此无比的担忧 但是最终 大家还是同意了叶辰的做法 成帝之路 无论是有多么的艰辛 但是不管是谁 都终将走上这条通天大道 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罢了 如今东荒之内 局面极为混乱 人族之内 若是没有人踏上地路 寻觅那成就大地的契机 那早晚要被其他的族群踩在脚下 最终 叶辰告别了门内的诸多弟子和长老 踏上了那通天大道 在那仙慕禁地之内 古老蟒荒的气息 让其仿若一头吞噬众生的恐怖巨兽一般 张开了血盆大口 在那仙慕禁地之旁 一句又一句焕发着圣灰的尸骨 无不是代表着 一个又一个强者在此陨落 那近乎是毁灭性的动荡 无时不刻 都在整个地路之上不断地涌现 强大的气息 古老的蟒荒存在 那一个又一个让人难以置信地存在 纷纷出现在地路之上 叶辰看向地路之上的无边征途 深吸了一口气 更是毫不犹豫地走上了那条无比沧桑的通天大道 而与此同时 妖族之内 在那浩大的妖族圣地之中 一个又一个强大无比的气息 自那大殿之上涌现而出 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曾经在太古时期 名震一方的至尊强者 如今 在听闻人族圣体即将大成的时候 几乎所有的人都是露出了一脸的凝重之色 西连的人族圣体何等的强悍 纵然是大地之境 却也是难以对付 若是让其在地路之上 寻觅到了成就大地的机缘 那天下妖族岂有安宁 此刻 一尊妖族的大能 更是满脸担忧地说道 不错 若是我们继续放任他成长起来 我们所谋划的一切 都将成为泡影 太古族群之内 一尊至尊敬的大能 同样是满脸的担忧之色 唤醒他们的邪祖 与御灵谷皇 此刻 却是圣券在握 心中早已经有了打算 不久之前 太玄门下的绝世剑修叶臣 也是踏上了寻地之路 此人天赋 不下于人族圣体 不过 其实力却并不如圣体 若是能够将此人 也一同击杀在地路之上 对于我妖族而言 是一件极好的事情 此刻 血溃老祖 更是满脸怨恨地说道 当初与叶臣的一战 让他认知到了这人族之内 不光是有叶臣这样的一尊强者 那绝世剑修的叶臣 同样是一个大麻烦 不错 听闻那个江明的小徒弟姜楚楚 竟然是得到了神话时代的金乌传承 这才仅仅百年岁月 就拥有了在地路争锋的实力 这是何等的恐怖 哼 说到底 金乌乃是我妖族的先祖 就算是他的传承 也该是由我妖族继承 放任他继续成长 更是我妖族所不容之势 此刻 众人更是提出了小徒弟姜楚楚的问题 妖族要面对的三人 无不是天资绝傲之才 但是更为恐怖的是 这三个人 竟然都是同一个人的徒弟 而那人 实力强悍无比 在那百年之前 掀起了一阵腥风血雨 让整个太古族群 沉寂百年 不敢有丝毫的动弹 况且 百年之前的那场浩大场面 不少的人刚刚苏醒 虽然是对此怀有质疑 心中也是颇为震撼 但是毫无疑问 他们都对此毫不在乎 毕竟那个人 早已经死去了百年岁月 又何必在意 即便是他生前 再如何的来历隐秘 实力强悍 最终 他也终究是作画了 现在 他的弟子们 竟然也都成长到了 让所有人都为之忌惮的地步 这一点 才是妖族和太古族群所 不能容忍的事情 是也 血族与玉林古皇二人 此刻也是露出了一抹冷笑 不管是他们当中的哪一个人 都将要踏上那地路 成帝之路 何等的渺茫 即便是他们二人 西年也是历经了无数的灾祸 在万千天骄之中夺得了那成帝的机缘 但即便如此 如今寿源将近的他们 却是不得不自斩一刀 在禁地之中苟延残喘 最后 二人各自寻觅到了 重出人间的办法 虽然他们的实力 远比至尊敬强横不少 甚至于就连准地都 未必是他们的对手 但是 实际上他们二人 却是轻易不能动手的存在 并且 以他们二人此前的见识 在这天玄世界 如他们一般的存在 可不只是一人两人 成就了大地之资 最终迎来量衰之劫的众人 本就是惊艳了一整个时代的绝世强者 他们又岂会轻易地放弃 任何一个有缺大地的存在 都是想要重归昔日巅峰的人 再加上 如今神话时代的浮现 他们更是得知了这世上 还有成就真先的契机 如此一来 他们才会变得如此的谨慎 现在一切都还不算是真正的动乱 若是天降异象 诸天万界诸多大能浮现人间 那些耗尽了生机 不得不汲取众生生机狗活的自斩一刀的存在 才会是掀起无边动乱的恐怖存在 甚至于 地露之上 那个神秘莫测的地方 其中所蕴含的诸多隐秘 也会随之浮现而出 就连曾经成就了大地之资的他们 都未曾彻底地在那地露之上 知晓地露的全部隐秘 地露尽头 水与争锋 意向涌动 届时 天下大乱 此刻 玉陵古皇更是想到了那位太古族群的无上先祖 那位龙族之中 仅存的一位青龙先祖 他又在等待着什么 自他苏醒之后 他更是不断地在收集着 关于神话时代的典籍 似乎 是要从中 寻找到什么不为人知的东西 地露出现的时候 他这才震动了一番 玄疾 更是毫不犹豫地选择踏上地露 不过好在因为血脉之间的联系 即便是他走上地露 玉陵古皇想要寻觅到他 也是极为容易的事情 而他的那位玄孙玉神在青龙的教导之下 已经是掌控了诸多的龙族秘书 实力 早已经是不可同日而语 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之中 要想成就真正的大道 唯有在那片黑暗动乱之中 才能寻觅到成就永生的契机 所谓昭文道 惜死可以 任何一尊强绝于天下的大能 无不是想要踏上永生大道 如今 在那地露之上 有人见到了漫天的虚影浮现 一棵浩大的柳树 与穷雨之间遮天蔽日 万千神魔朝着其杀来 竟然是纷纷落败 血染长空 无边的虚空之上 一尊白袍身影踏破虚空 于无边的浩瀚之上 传下无上大道 环与诸天开辟 天道涌现 甚至于就连那改天换日的恐怖景象 也都曾经在地露之上浮现 楚凡听闻了这些 更是心中无比的喜悦 这些异想 无不是一一的应对了师尊曾经说过的话 他一直在期待着 师尊能够重归人间 纵然如今 他毅然不曾放弃 但与此同时 妖族与太古族群的动乱 终于是进行到了最后一步 于各地之上 出现了一尊又一尊强大的至尊敬强者 他们沉寂十万年 早已经是耗尽了精血 已经出世 便是四处吞噬人族 以弥补自身的精血 一时之间 人族各地 更是掀起了一场又一场的浩大灾火 此刻 在某处拥有着大圣兵器的人族圣地 无数的宗门弟子 纷纷是在此刻济出了自身的精血 与圣地的圣主大人 一同激活那大圣兵器的恐怖威能 然而 他们面对的 乃是一尊强大无比的至尊敬强者 在他们的门下 依附于他们的人族城池 那数以千万的人族 在一夜之间被其生生吞噬 遍地的尸骨 血流飘如 这一切仅仅只是开始 就已经有一些实力并不算太强的圣地 陷入了无边的灾祸之中 即便是拥有着神话时代 留存下来的护法大阵的存在 可是依旧无法抵抗着尊敬强者的恐怖实力 此刻 众多的宗门弟子 汉不畏死 眼看着远处 那犹如滔天之水 轻浮而来的漫天妖族 心中早已经是充满了无边的绝望 他们每一个人 都身负重伤 重伤之下 却是没有一个人退缩半步 他们眼看着那漫天的威压 轻负而来 近乎是无法抵抗的强大力量 早已经是将宗门的大圣兵器 压得不断地破碎 绝望 惊恐 还有满满的不甘 和满腔的悲愤 不过是一群蝼蚁 却也是敢死命相争 哼 此刻 九天之上 更是传来了一声冷喝 玄疾 那恐怖的至尊敬大能 更是周身涌动着漫天的法理交织 一道道蕴含着道运的威能 不断地垂落 万里山脉 煞时间被夷为平地 莫大宗门 无数的弟子 千万众多聚集于此 希望能够得到庇护的人族 皆是眼睁睁地看着那 恐怖的威压垂落 大圣兵器煞时间崩塌破碎 此刻 他们的天 恍若是塌了下来一般 那一个又一个强大无比的存在 更是毫不留情地 屠杀着一个又一个的人族 轻负全族之力 却是无力抵抗 万里山河血染 尸骨一寒 但是这样的惨状 不只是发生在这里 如今 一个又一个的人族圣地 人族的古族城池 纷纷是受到了诸多的 至尊敬强者的攻击 他们的实力无比的恐怖 往往需要那些 拥有着地气传承的宗门 才有抵抗的可能 可是 人族之内拥有地气传承的大势力 又有多少 就算是他们 也仅仅只是自保而已 虽然是一次次的 支援八方的人族 不断地试图击退那些 至尊敬的强者 但是 依旧是有一个又一个的人族圣地 以及人族的古族城池 陷入那无边的灾祸之中 落入那无尽的杀戮之中 随着接连数月的屠戮 人族之内 更是死伤无数 妖族与太古族群 也是因为那惨烈无比的战斗 死伤了不少的人 但是这对于那些至尊敬的强者而言 根本就不值一提 他们真正要做的 仅仅只是吞噬生灵精血 吞噬众生生机 得到足够的弥补之后 便直接踏上地路 寻觅处凡与叶琛的踪迹 首当其冲的这两位人族的希望 成为了妖族与太古族群 实施计划的首要目标 在那地路之上 不断呈现而出的恐怖异想之下 一个又一个的大能 为了争夺一些秘宝 甚至于是不惜大打出手 每时每刻 地路之上都是 了妈的 呈现出一种 让人难以置信的紧张气氛 肃杀的意味 在整个地路之上不断的涌现 即便是作为人族圣体的处凡 毅然是渐渐地感受到了丝丝的疲倦 此刻的他 正是端坐于一块陵园之上 恢复着自身的气息 随之而来的 却是一道道贪婪的目光 朝着他的身边聚集而来 在这里 没有人会管你是谁 也没有人在乎你是什么来历 不管是人族圣体也好 还是那无上健体 在这地路之上 永远会有试图挑衅他们 从他们的手中夺取丹药 临时的存在 地路之上 唯一能够活下来的办法 就是想尽一切的办法 去掠夺他人 尤其是一些从禁地之中出世的太古大门 他们自身生机泯灭 甚至于有的人 已经是步入了天人武衰的灾祸之中 可即便如此 他们也是在此掀起一片死战 试图吞噬那些强大的存在 以他人的生机为生 整个地路之上 更是犹如一个巨大的绞肉机 任何一个人步入其中 都要被其狠狠地撕碎 此刻的处凡 已然是满脸的鲜血 他的浑身衣物上 也满是血污 不知道那是他自己的血 还是他人的血 凝结成块的血块 他甚至于没有心思去清理 因为有任何的时间 他都必须要恢复自身的实力 好让自己随时保持在最完美的状态 因为接下来 他将要面对的 是近乎数十人的围攻 那一个个潜伏在暗处的强者 犹如嗜血的狼群一般杖 嗅探着一切能够吞噬的气息 随后 地路之上经过了数月的争锋 已经有不少的人 走到了地路的中间地带 前半部分 已经将大部分的实力不计之人 彻底的清除 那些原本是隐秘于世上的诸多强者 如今竟然是实不存一 以至于半截地路之上 皆是滔天的血色亡羊 各处埋下圣人骨 八方涌动至尊法 无数的灾祸 严绵不绝 甚至于有的时候 地路之上浮现的种种惊恐无比的异象 曾经在地路之上陨落的大能至宝出世 都会引起数之不尽的人前往抢夺 严绵不绝的大杀伐 大恐怖 让整个地路之上 都笼罩上了一种莫名的肃杀之意 在一片血雾之中 一道剑芒掠过 随之而来的 便是树道强大气息的浮现 叶辰 今日你必死无疑 叶辰 速速将太古秘宝交出来 此刻 在那地路的一端 七八个大圣巅峰境界的强大存在 正是在疯狂地追逐着叶辰的踪迹 这一场轮战 已然持续了半月之久 起初只是因为在地路之上的 一具陨落的至尊骨上 所得到的太古秘宝 蕴含着一道自太古时代所遗留而下的一道无上剑意 其中足以让任何一个大圣巅建修 在短期之内 实力暴涨的至尊敬大能毕生所学 让无数的大能为之屈之若鹜 甚至于是不惜死命相夺 这一路上 叶辰已经斩杀了四位大圣巅巅峰的强者 然而 剩下的七八个人 却依旧是不愿意收手 对于他们而言 现在收手 此前付出的一切都将会化作虚意 并且若是在地路上能够得到提升 甚至于是 提升至至尊敬的话 那更是能够让他们在接下里的道路上 具有更为强大的实力 从而加大他们成就大地的可能 这是任何一个剑修都无法放弃的巨大诱惑 叶辰 今日你必死无疑 本尊看你逃亡何方 随着众人的一声爆喝 玄机却是见到 一共是七十二柄 蕴含着风雷之力的长剑 急迟而来 化作了一道巨大的剑阵 将二百四十叶辰死死的困在其中 此刻的叶辰浑身是血 眼看着众人包围了上来 他却是没有丝毫的畏惧 反而是咧嘴一笑 露出了十分从容的面色 自其掌心 一道璀璨的清廉 正是孕育而生 那让人无法直视的恐怖轻盲 其中更是蕴含着诸天大道的演化轨迹 仿若是与这天地契合一般 一惊出现 更是煞世间天露异下 只见到那无边天地之间 竟然是浮现出一道清廉孕育而生 那清廉之下 万千法里交织其中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陡然之间 竟然是演化而成那三千大道的虚影 浮现出 众人煞世之间 更是目瞪口呆 一股叫人无法直视的大地气息 陡然间自夜晨的身躯之上 孕育而出 这 这是地剑 清廉一念化大道 这难道是清帝的地铁 夜晨 夜家 你 你竟然是 众人心中煞世间涌现出无边的惊骇之色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夜晨的来历 竟是那西年的人族大帝清帝的后代 而其实 清帝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名称 夜天帝 之所以称之为夜天帝 正是在那个人才辈出 无数大能涌现的时代之中 这位夜家大帝 竟是一举超越众多的大能 于无边的地路之上 斩杀无数的准帝 半帝 来至于是最后 他更是亲手斩杀妖族 与太古族群的三尊大帝 一举成就夜天帝的名号 尤其是他那一柄清廉地剑 更是声名赫赫 以至于是如今的这个时代之中 依旧是有不少的人 一眼就认出了这柄地气 原来他一直东躲西藏 只是为了乘此机会 唤醒地气 该死 夜天 本尊与你拼了 此刻 众人的心头 陡然间攀上了一股 难以抑制的死亡危险 那莫大的恐惧 一下子让他们所有人的身上 都沁透了冷汗 虽然有人试图抵抗 但是 在地气的威能之下 纵然是至尊大能 也只能含恨 更别说他们甚至于连至尊敬都 开 未曾达到 死吧 夜晨默然开口 掌心掠过了无边的青涩剑芒 刹那间 亿万里虚空崩塌破碎 无数浩瀚气息 化作苍龙拔地而起 只是瞬息之间 一共是八尊大圣敬强者 皆是再次含恨 天幕之上 更是瞬间多出了八尊大圣 无数的人看到 那天幕浮现 心中更是早已经麻木不仁 在这地路之上 每一天都有圣人被天道所埋葬 每一天都有圣人陨落于此 纵然是至尊大能 也难以幸免 更别说大圣敬 在这地路之上 也不过才是最低端的存在罢了 此刻 夜晨虽然是斩杀了这八人 但其实 他之所以一直东躲西藏 却并不是因为这八人的追杀 诸位 再不出手 莫非是要在下亲自请动诸位吗 此刻 夜晨冷哼一声 旋即 掌心浮现的无数青芒 更是化作了一道滔天的剑阵 那无边的威能 仿若是要在此崩 他还与诸天 覆灭无穷的火风水 再演日月洪荒 一时之间 那雾蒙蒙的地路之上 却也是缓步走出了一个身影 他一脸的微笑 似乎是毫不在乎夜晨手中的地气 眼中 也满是赞赏的模样 不错不错 夜晨 若是亲地九泉之下 得知他的后辈之中 有你这样的一位子孙 相比他 也会含笑九泉的 来人龙手人身 身披紫袍 一身环绕着一股若隐若现的大地威压 自其身后 悄然浮现出 一共十三个强者的身影 而那当中的每一个人 竟然都是至尊敬的强者 此人倒也不是别人 正是踏上了地路的玉林古皇 在他的身后存在的 更是妖族与太古族群聚集而来的 十三尊至尊敬强者 玉林古皇 哼 想不到 你竟然对在下这等小人物感兴趣 地路之上 强者如云 夜晨的话 倒也不算是虚假 以他这大圣境巅峰的修为 实在算不上什么 但是 玉林古皇却是摇摇头 淡然道 非也 夜晨 以你的天资 在这地路之上 即便是那只尊敬的强者 却也是奈何不得你 人族有你 可谓是如虎天意呢 玉林古皇虽然是说的云淡风轻 但是显然 他身后的十三人 早已经是杀意蹦险 似乎随时都有可能 对其出手 你们 是冲着大师兄来的 夜晨早就发现了 这太古族群与妖族之间的不对劲 现在看着那些从禁地之中苏醒的太古至尊 他也是一下子 什么都明白了过来 真是个聪明人 只可惜 夜晨 你非我族类 不然的话 本尊却也不想杀你 如何 不如你加入我太古族群 成为我太古族群的又一尊祖王 日后 说不定你还能够成就一代古皇 听到这话 夜晨几乎是想都没有想过 便是当场否决 要动手便动手 哪里来的这么多废话 此刻 在众人头顶悬浮着的剑刀大阵 更是陡然之间随着他的话音一落 自诸天之上垂落 万千剑气涌动 每一道 皆是有着强大无比的锋芒 任何一个至尊敬的强者 都不敢轻易地去触碰 这恐怖无比的剑气 唉 本尊好心劝道 你却是冥顽不灵 玉林谷皇长袖一挥 终于是面色大变 一股浓烈的杀鸡 陡然迸发 那你便给本尊去死吧 夜晨递剑在手 却也是毫不畏惧 想要在下的性命 如等 大可以试试 说吧 却见到那又一道青莲浮现 那青莲之上 浮现出三千大道的虚影 仿若是与此刻花开花落 孕育而出无边法力交织 无比恐怖的威能 毅然是在其中浮现出 大帝兵妾 威能强横无比 再加上夜晨那恐怖的剑道造诣 煞事之间 剑阵之上 更是浮现出一片青色的莲叶 那莲叶化作一柄无上剑意 朝着众人狠狠地劈来 那一剑 仿若是开天辟地一般 在无边的混沌与漆黑之中 恍然间掠过一道白芒 一时之间 整个天地都是瞬间亮起一道白芒 轰隆隆 只是刹那 剑阵与地气的威能 更是狠狠地轰落 无边的烟尘席卷 整个地路之上 更是震荡不已 这 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为何整个地路都在摇晃不止 这是何方大能拼杀 竟然是有如此恐怖的威能 只此一剑之下 便是八方震动 无数的强者为之骇然无比 叶臣纵然只是大圣境巅峰 可那一道无上剑意 却是连玉玲古皇 这等有缺大地的存在 都为之惊讶 好强的剑意 可惜 实在是可惜 玉玲古皇的眼中掠过了思思的黯然 他不由地想到 人族之内 一代又一代的精彩绝艳的绝世强者 可是 他们太古族群 虽然号称无数傲然添骄 却无一人 能够超越当初的清帝 这等强大无比的存在 似乎历来都仅仅在人族之内出现 不过 人族孱弱 他们几乎每一个人 都犹如是流星划过 在闪耀了无边的璀璨光芒之后 几乎都无一例外的 被各大族群围剿至死 虽然他们生死 但是各大族群 却也是在历史之中 一次次的付出惨重的代价 玉玲古皇不免感叹 为何他们太古族群 却没有这般耀眼的存在 而眼下 这个绝世的剑修 却也是要如同历史之中的人族强者一般 再一次的陨落在他们的手上了 此刻 十三位至尊敬强者 一同祭出一杆混沌齐帆 自那齐帆之上 道道神魔之力不断的涌现 无边的浩瀚帝威 随之孕育而出 十三尊至尊敬强者 一同唤醒地气 更是在一瞬之间 爆发出了无比恐怖的力量 轰隆 又是一声巨响 叶辰惊讶地发现 他所斩下的那一剑 竟然是没有伤到对方分毫 在那混沌齐帆之上 一道模糊的兽影 呈现而出无边的神威 仅仅只是其抬手一挥 便是轻而易举地 将自己的剑气震碎 十三尊至尊敬强者的联手幻动 那地气的威能 更是超出了叶辰手中的清廉地剑 一时之间 叶辰瞬间是感受到了一股死亡的危机 袭上心头 虽然这么多年以来 他不止一次地感受到这样的危机 但是这一次 却是前所未有的巨大 仿若是天塌地陷一般 无边的灾祸向他狠狠地袭来 他仅仅只是注视 那蕴含着恐怖帝威的地气眼 煞时间便是浑身一震 他的气息 更是被其狠狠地压了一头 那强大的威压 更不是现在的他 所能够抵挡的 叶辰知道 这一战将会是无比的艰难 或许 他极有可能会陨落至此 叶辰 那是东方的太旋第一剑袖 叶辰 他手上的难道是清廉地剑吗 他与那清帝 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的老天 这 这竟是太古皇族的混沌四乡棋 传闻之中的太古皇族的无上地气 西年的太古族群的先祖地气 他们 他们这是要干什么 此刻 众多被这恐怖的震动吸引而来的诸天强者 更是注视着这一场恐怖无比的战斗 杀 随之 玉林古皇毫不留情的一声令下 煞时间虚空之上 涌现而出四道强横无比的虚影 无边地危 震动的整个地路之上 无比的动荡 漫天剑气横飞 无边意向涌动 一场惊世之战 更是在此刻掀起 有幸得以一剑的人 纷纷是心神震撼 不敢再回忆当初见到的那一场恐怖的场景 仿若光是提及 便有无边的大因果 大灾祸 席卷而来 那恐怖无比的一战 到了最后 仅仅只有一柄青色的长剑 垂落于地路之上 漫天的剑鸣 仿若是在哀嚎一般 血染长空的叶辰 犹如是夜空之中一颗最为明亮的灰星 洒落无边的悲壮 随着这一战的结束 自那浩瀚的地路之上 一道青芒掠过了无边的长空 垂落于叶家静地之中 在那叶家的静地之内 一位满脸皱纹的苍老修士 却是露出了一脸的惊骇之色 地气归位 叶辰 他 他难道出了什么事情吗 这老人名为叶青 乃至整个叶家之中的太上老祖之一 昔和年 叶辰剑谷被挖 年幼的他本是无法存活下来 却是因为这位叶家老祖的缘故 得以苟活 此后 叶辰果然是不出他所望 重塑剑谷 涅槃重生 于无数的天骄之中杀出 执掌叶家大权 得到了西年的青帝配剑 青连地剑的认可 然而 今日地剑归来 这是否是意味着 叶青不敢多想 只是立刻传输到太玄 询问事情的详实 然而 仅仅只是数天时间 整个东荒大地之上 却是传遍了叶辰陨陨落的消息 那一场惊世之战 以至于是在东荒的天穷之上 划过一道道的恐怖异象 太玄圣地之内 众多的太玄长老此刻 握着叶家太上老祖的信件 眼中更是充满了难以置信的神情 这 这完全就不可能 叶辰如此天骄 岂会陨落于此 不 我等绝不相信 他现在 应该是遇到了麻烦 绝对不可能陨落 宗门之内 众多的长老 还有江明的众多弟子 皆是聚集于此 他们早就听说了传闻 但是 大家虽然嘴上说着 不相信 但是叶家的来信 却是带给了他们莫大的惶恐 帝剑归来 莫非 叶辰真的出了什么事情吗 此刻 众人心中 更是涌现出了思思的惶恐 二徒弟赵浩 更是皱起眉头 斩钉截铁地说道 诸位莫要惊慌 或许三师弟他只是 遇到了危机罢了 现在就下定结论 未免太早 听到这话 众人的心中 这才缓和了一些 是啊 叶辰他天资傲然 或许他仅仅只是 遇到了危机罢了 再者说 见修者 越是濒临危机 越是拥有破镜的可能 说不定 这一次 他也能够凭借自己的天资 安然度过 不错 叶辰福泽身后 岂会就此陨落 大家不必惊慌 此事 我们还需要从长计议 不过 话虽然这么说 叶辰凶多吉少 却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这让众人的心头 不免是笼罩上了一片 挥之不去的阴霾 哈哈 这个该死的叶辰 终于是死了 与此同时 某处人族的城池之外 血魁老祖 更是喜出望外 昔日与叶辰一战 他早就感受到了 叶辰的天赋之强 若是继续放任他成长起来 最后只怕是成为 太祖皇族的心腹大患 然而 此刻听到这番话的人族们 却是不免皱起了眉头 怒斥道 你胡说什么 血魁老祖 休要以为 你们太古皇族 能够攻破我们王家 燕北城有地气作战 如等在花上多少年的时间 都不可能破改 不错 血魁老祖 叶辰乃是我人族天骄 岂会这么容易就陨落 你休要胡言 如若不然 便叫你尝尝我王家的地气之威 此刻 天穷之上 悬浮着一座浩大的神顶 此乃王家的镇族质宝 皇天镇元顶 乃是流传自太古时代的一尊 大地传承而来的无上地气 王家众多的圣人境 大圣境的修士再次祭出 这皇天镇元顶 抵抗着外界不断地朝着 此处进攻的妖族众人 原本 血魁老祖并不会攻击此地 因为他知道 王家拥有地气传承 是一个强大无比的古族 不过 因为王家背靠生命禁区 在那一处禁区之中 存在着一位流传自太古时期的妖族大能 听闻 这位大能早在太古时期 便已经自斩一刀 在生命禁区之内 躲避了无数岁月 血魁老祖的目的 便是要攻下王家 并且踏入禁地 请出这位妖族的老祖 不过拥有地气坐镇的王家 却也并非轻易 便能够攻下的人族大势力之一 此刻 见到立功不行 他便是攻其心智 地路之上 早就传来了 人族天骄夜晨陨陨落之事 他这样说 可谓是杀人诛心 王家之人 此刻更是愤慨不已 心中积蓄的无边怒火 早已经是难以抑制 那恐怖的地气威严 此刻更是让邪魁老祖 感受到了丝丝危机 人族之内 对于此事的反应 也是各有不同 稍微谨慎一些的 认为此事还需要商议 不过 不少的人却是心中产生了恐慌 毕竟在那地路之上 危机四伏 纵然是一带天骄 也并非没有陨落的可能 这一点 早已经让人族之内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不少的人心中生出了恐慌 再加上如今风雨飘摇的局面 更是让不少人感觉到了 一丝风雨欲来的感觉 与此同时 在那中周大地之上 星宿神宗的诸多长老夜观星象 以不传秘法窥探天机 却是察觉到了星象紊乱 诸天之上 仿若有无边的黑雾笼罩 太玄此事 实在是难以预料 想不到一夜尘如此天资 却也是落得如此下场 如今 他生死难料 即便是无等以不传秘术探查 却也是无从得知啊 众多星宿神宗的长老们 面色凝重 心中更是充满了担忧 因为忽然之间变换的星象 似乎是预料着有大事的发生 此刻 却是恍然间睁开双眸 一股沧桑的感慨之意 自其一道叹息声中 传递开来 更是引来了众人的疑惑 诸天异象 永夜将至 天下轻微 大难将至啊 一席话下 却是引动了众人的面色动容 那近乎晦涩的话语之中 到底什么意思 莫非东荒 又要如同百年之前那般的动荡了吗 此刻 众人纷纷是闭口不言 不敢多过询问 仿若是害怕知道 那可怕的事实一般 而另外一面 不管怎么说 楚凡此刻 依旧是在地露之上 若是有他在的话 或许能够帮到叶晨 泰玄之内 此刻也是有人提出了这一点 听到了人族圣体的消息之后 众人的心中 却是多出了几分的喜悦 不错 若是有楚凡在的话 就算是叶晨遭遇了危机 却也能够安然度过了 众人早已经将希望寄托在了 大徒弟楚凡的身上 如今人族之中 有了不少的微词 纷纷是有不少的人认为 叶晨这一次 或许真的是陨落在了地露之上 但是最终 大家都无一例外地提及了 人族圣体处凡 在各大圣地 诸多的大势力之中 众人依旧是觉得 或许叶晨遭遇了危机 但是人族之内 只要圣体依然是安然无恙 那么便不需要担忧什么 毕竟 人族圣体是整个人族的希望 并且 如今圣体即将大成 人族的希望 依旧长存 并且 或许有朝一日 圣体大成 他们的一切担忧 都将会彻底地化解 毕竟 人族圣人 一旦大成 便是能够与大地争锋的存在 届时 人族将会拥有绝对强大的实力 横扫八方一族 驱逐一切的危难 最终 甚至于是踏上地露的尽头 成就一代无上大地 更是极有可能的事情 故此 想到这里 人族之内 固然是有不少的惶恐之言 但依旧是不至于慌乱 不过 在那地露之上 小徒弟姜楚楚 在听闻了夜晨陨落的事情之后 却是难以抑制的心情激动了起来 此刻的他 看着那漫天的血污 在这危机四伏的地露之上 他见到了太多的生死 见到了太多的厮杀 他知道 夜晨这一次 是生死难料 三师兄 你一定不会有事的 一定不会 他拥有着金屋传承 那强大无比的妖族传承 在地露之上 更是无往不利 任何一个基于他身上金屋传承的人 无不是被那炙热的太阳神火 所焚烧殆尽 唯独让他感觉到心神不宁的 只有今天而已 此刻 在那迷茫的地露之上 前方的天穷之上 陡然间浮现出一道浩瀚的虚影 自那虚影之中 一棵晴天巨树 垂落无数的柳条 坠落于诸天万界 万千神魔 自那界边涌现 灵球鲜花 那巨大的柳树 竟是化作了一尊无上神奇 越过无边界岸 踏入万千神魔之中 以通天彻地之能 斩杀万千神魔 环宇震动 诸天震撼 那无比恐怖的场面 更是让小徒弟姜楚楚 心中生出了无边的感叹 那 那难道就是师尊 曾经所言的柳树吗 小徒弟忽然想到了当初 师尊曾经说过 他无意种下一棵柳树 却在日后 成就了一方无上大能 以通天彻地之能 杀入无边界海 而此刻 那恐怖的异象 无不是在显露着 曾经的江明说过的 每一句话 都在一一的应验 小徒弟的心中 生出了无边的悲气 他想到了师尊 想到了自己 那遇到了危险的三师兄 更是阳天高呼 师尊 您如今到底在何方 楚楚不相信 您已经离去 他高声呼喊着 心中更是涌现出了 丝丝的悲楚 哼哼 想不到 得到了金屋传承的 一代神女 如今却也是如此的茫然 地路之上 岂可容许你掉以轻心 正是此刻 小徒弟的耳边 响起了一道 极为不和谐的声音 只是刹那 小徒弟的周身 更是涌现 而出滔天的神火 那智阳之火 代表着天阳 犹如是普照万物的太阳一般 叫所有的人都无法直视 灵 出现在他面前的 是十三尊强大无比的 至尊敬强者 还有那尊太古族群的 无上古皇 玉林古皇此刻眼眸之中 掠过了丝丝的惊骇之色 更是无不感叹地说道 金屋传承 果然是名不虚传 他眼看着小徒弟 周身不断扭曲的空间 那恐怖的温度 乃至于是至尊敬的大能 所释放的强大威压 都无法靠近他分毫 那浑身的神光涌现 竟然是带着一丝 难以言喻的神性 即便他是曾经的大帝之尊 却也未曾见到过 如此恐怖的气息 那金屋的精血 带给小徒弟的 不光是金屋的传承 更是有一丝 古老时候的金屋气息 光是这一股气息的存在 便是足以让 至尊敬的强者 为之骇然 一时之间 垂落于小徒弟头顶的 恐怖气息 更是让他瞬间面色巨变 这 这是地气威呢 此刻 众人早已经记出了地气 那无边的地气威能 更是生生的席卷而来 不错 既然是被我等寻到了 那你也去死吧 说吧 御灵古皇更是没有丝毫的犹豫 大喝一声 杀 话音一落 却是见到那九天之上 垂落四道恐怖无比的虚影 煞时间坠落虚空 那恐怖的地气威能 更是叫人心中骇然无比 小徒弟姜楚楚 纵然是傲然添娇 但他的实力 甚至于不如叶臣 即便是叶臣 也在他们的手中含恨 他又如何能够抵挡 只是一道恐怖无比的地气 威能垂落他的身躯之上 顿时便是打得他浑身金光破碎 无数的神火陨落高空 犹如是漫天的星火一般 洒落便宜 不 我不能死在这里 小徒弟的心中 顿时涌现出了无边的绝望 那巨大的实力差距 更是让他无法抵御 然而御灵古皇的目的十分明确 他甚至于连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 便是直接换动着地气 以最大的威能轰击而来 势必是要将小徒弟斩杀于此 是谁允许你们 动我的小师妹 正是此刻 一道冰冷的话音 陡然间自地露之上浮现 刹那 所有人的攻击瞬间停滞 就连那即将垂落的四道恐怖虚影 此刻也是停留在了半空 御灵古皇的眼眸之间先是一愣 旋即便是涌现出了无边的狂喜之色 触发 想不到你竟然自己送上门来了 人族圣体 那个代表了整个人族希望的存在 此刻竟然是十分关键的出现在了这里 看到楚凡的刹那 小徒弟眼中的委屈便再也无法掩饰 一抹涓泪 更是顺流而下 大师兄 小徒弟江楚楚泪眼婆娑 他终于在这冰冷的地露之上 见到了自己身边的亲人 那万般委屈 一瞬间便涌现而出 三师兄的 江楚楚心中无比的担忧 他不知道叶臣到底怎么样了 也不知道叶臣到底是死是活 越发恐惧的想法 不断地在他的脑海之中蔓延开来 渐渐地化作了一股浓浓的恐惧 楚凡宠溺地揉了柔小徒弟的脑袋 一脸正色道 放心吧 你三师兄 他一定会活下来的 他非寻常之人 这点小问题 拦不倒他 玉林谷皇此刻冷笑不止 更是满脸的不屑 活下来 哼哼 如等今日都得死 说吧 十三尊至尊大能 执掌妖族地气 毫不犹豫地以莫大杀伐之术 向二人袭来 地露之上 煞世间无边异彩涌现 阵阵恐怖无比的波动 叫人难以置信 那剧烈的战斗 更是持续了数月时间不止 最后 却是见到一道人影 自地露之上飞出 一脸惶恐地朝着泰玄逃去 两天之后 小徒弟浑身是血地回到宗门之内 他满面风尘仆仆 再没有了之前的神采 地露之上 那震撼了环与朱天的遗战 引动了朱天异象涌现 整个东荒 都看到了 那无边恐怖的天地异象 那是什么 没有人知道 此刻 当小徒弟逃回宗门的时候 众人的心头 更是一瞬间凉了半解 楚楚 你 你这是怎么了 太二五七旋 众人见到江楚楚 连忙是包围了上去 或许是询问 或是安慰 或是给予丹药 江明的二弟子赵浩 此刻心中更是陡然一惊 不免是浮现起了 丝丝不妙的情绪 楚楚 你 你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赵浩不解 以江楚楚那神火护体的能力 纵然是有至尊尽大能 想要为难他 却也未必能够伤到他 但是如今 他竟然会如此的狼狈 这和那地露之上 涌现的无边异象 是否有什么关联 是不是 大师兄楚凡 出了什么事情 众人的心头 不免都是浮现出 这个十分不妙的想法 不过很快 众人也是纷纷摇头 楚凡乃是人族圣体 且不说他那近乎变态的 恢复能力 便是他的立之法则 就已经能够做到越阶杀人 纵然是至尊尽巅峰的大能 也未免不可一战 他怎么会出事呢 然而下一秒 惊魂未定的小徒弟 此刻更是死死地抓住了赵浩的手臂 一脸惊恐地喊道 二师兄 快 快救救大师兄 轰隆隆 只是一瞬之间 众人的心头 更是如遭雷击 楚凡出事了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你别着急 你慢慢地说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赵浩的心已经乱了 但是他还是强压着内心的冲动 仔细地询问道 我与大师兄在地路之上遭遇截杀 那妖族和太古皇族的人 竟然召集了十三位至尊敬大能 还有那御灵古皇 一同出手 大师兄为了保护我离开 已经身负重伤 我 我真不知道怎么办 说到这里 小徒弟紧咬着牙 不争气的眼泪 煞时间流淌了下来 十三尊至尊大能 还有一位太古皇族的有缺大弟 这 这样的局面 可以说是必死之局了 太玄众人心乱如麻 但还是好生地安慰了小徒弟 送他去疗伤去了 原本太玄的人 并不想对外声张此事 更是不想引起人族的恐慌 但是 不到一天的功夫 整个东荒之内 便传出了地路之上 人族圣体疑似陨落的传闻 整个东荒人族 终于是在此刻 引起了极大的惶恐 而后 人族各地 不少的宗门 圣地 更是接连遭到了太古族群 与妖族之人的屠杀 有不少的太古大能出世 于出世之地 吞噬周遭亿万人族 人族百年积蓄 好不容易再度兴旺了起来 却是再一次地陷入了无边的惶恐之中 一时之间赤地牵连 无数的灾民四散而逃 大地之上一片哀鸿遍野 各地纷纷是传来了一个又一个噩耗 更是有传闻 一个拥有着地气传承的古族王家 竟然是被那邪魁妖族攻陷 整个城池屠入亿万人族 尸横遍野 血流成河 无数的冤魂在大地之上飘荡 数之不尽的人族在东荒境内悲鸣 太玄圣地之内 更是噩耗连连 江明的三徒弟叶臣生死未卜 很快 叶臣的弟子宇孤行 听闻在守卫人族城池的路上 被那妖族大能截杀 他虽然是艰难的逃离 但是与之同行的众多士兄弟 却是纷纷战死 这其中 包括了其他众多弟子的徒弟们 太玄之上 更是瞬间死伤了不少具有希望的年轻弟子 在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 不少的宗门长老 门内大能 更是一夜之间愁白了头 妖族 太古族群 在这大乱之中 乘乱而起 四处屠戮人族 百年之前的那般人间炼狱一样的场面 如今竟然是再度浮现 与此同时 地禄之上 楚凡浑身是血 无比艰难地 朝着地禄的深处逃顿而去 身后 十三位至尊敬大能 不断地寻觅着他的踪迹 此刻的他 早已经是近乎游近登枯 纵然他是人族圣体 具有莫大的恢复能力 可依旧是险些被那妖族的传承地气击败 就连他体内的法力 也是早就枯减 若不是他这一路之上 靠着各种丹药填补 只怕他也是在劫难逃 但自古好事不成双 或是不单行 好不容易逃离了十三尊 至尊敬大能的追杀 来到了这地路深处的他 却是再度遭遇了 众多异族的强者 那是人族的圣体处罚 哈哈 想不到传闻竟然是真的 他果然是受了重伤 人族圣体 这等天生圣体 若是被老夫以血练大法 炼化其血脉 老夫便有了成就大地的契机 杀 杀了他 夺了他的地气 夺了他的圣体血脉 在地路之上 本就四处凶险起伏 此刻的处凡 更是状态极为糟糕 他咬牙切齿 记起了手中的赤色地剑 抬手一道立之法则的涌动之间 更是化作了一股 无比恐怖的气息 开天气刃 随着他抱贺一声 那自百年前 从逍遥天宫之内 得来的开天四世 煞世间浮现于楚凡的手中 十三尊至尊大能 若是别人 根本就无法逃离 唯有他 凭借着自己的圣体强悍 以及自己得到的这古老秘法 以开天气刃 活生生地杀出了一条生路 但是此法极为消耗他的气血 甚至于会掠夺他的本源 刚刚已经使用过一次的他 却是不得不再一次的饮阵止渴 以无边的杀伐大树 活生生地杀出一条血路 冲出了人群 正欲逃离之际 天穷之上 陡然将垂落四道浩瀚虚影 处罚 胆敢诛杀无辈同胞 处罚 今日你必死无疑 随着阵阵暴鹤声响起 追杀而来的妖族大能 更是满脸的怒火滔天 那一道开天气刃 乃是盘古大神开天辟地所用的无上秘法 仅此一击 更是瞬间斩杀了两尊妖族的至尊敬大能 仅仅剩下了十一人的至尊敬大能 在御灵古皇的带领之下 更是瞬间追上了楚凡 要将他诛杀于此 开天四世 何等恐怖 纵然楚凡仅仅只是大圣境巅峰的修为 却是能够凭借着这无上秘法 无上的杀伐大树 顷刻间覆灭两尊至尊敬大能 更是在此刻再度用出 斩杀众多欲要夺他血脉的大能 他欲血奋战 以一己之力斩杀了众多阻拦他去路的修士 只可惜 最后追上的十一位至尊敬大能 与那御灵古皇 却是丝毫没有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 一场大战 更是无法避免 那一天 有人于无边的虚空之上 见到了漫天的异象涌现 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 以无上大能 劈开浩瀚天地 那恐怖的异象 更是让无数的人浮想连翩 而泰玄的众人 更是明白 那到底是什么 开天四世 这是开天四世 是楚凡大师兄 此刻 灵 泰玄之上 赵浩满脸喜悦的 看着那天穷之上浮现的异象 心中更是无比的喜悦 原来 楚凡没事 但是 下一秒钟 那浩大的虚影 却是陡然之间 被四只模糊的太古巨兽 咬住了四只 刹那间 四只巨大的凶兽 竟然是将那浩大的身影撕裂 那四分五裂的身躯 血染长空 漫天之上 更是有无边的血雨垂落 刹那间 泰玄众人 原本刚刚浮现的喜悦 更是瞬间跌落至低谷 不光是他们 天穷之上浮现的恐怖异象 更是让东荒之内的无数人族 见到了那无比恐怖的场面 随着地露之上 传来了人族圣体 被古皇打得四分五裂 血染长空的消息传递开来 人族之内 当时陷入了一片绝望之中 众人听闻 楚凡在那绝境之中 依旧是以无上大能 诛杀了八大至尊敬强者 然而 他依旧是寡不敌众 最终被那尊太古皇族的有缺大帝 打得肉身崩裕 四分五裂 以至于是血染长空 坠落人间 那恐怖无比的天地异象 正是与他的遭遇一般无二 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 人族之内 更是响彻天地一片哀嚎不止 人族圣体 代表着的 乃是整个人族的希望 更是东荒之内 数之不尽的年轻一代弟子 所崇拜的对象 众多老一辈长老们 所寄托的天骄 然而 他却是在地路之上遭遇危机 身躯四分五裂 血染长空 这样的消息 更是随着那天地异象的印证 被一一证明 众多的人族 此刻心中 更是再度陷入了绝望之中 大帝之上 本就是四处灾祸延绵 数之不尽的人族 被那妖族和太古族群的势力所诛杀 在人族奋起反抗的同时 他们的心中 始终怀揣着希望 因为人族圣体即将大成 一旦成就大成圣体 东荒人族 势必是能够彻底的崛起 再也不用畏惧任何的异族侵害 但是如今 他们的希望 被人狠狠地摔碎 甚至于是碾压成渣 这样的绝望 更是毁灭性的打击 一瞬之间 整个东荒人族的绝望 更是达到了顶点 而与此同时 在那浩瀚的地路之上 来到了地路后半部分的众多强大存在 却是于无边的虚空之上 见到了一座座飘渺的仙宫 浮现在一片片岛屿之上 那浩瀚的仙宫之上 一股无比恐怖的真仙气息 垂落九天之上 更是犹如要倾覆天地一般的 镇压诸天万剑 四四 一时之间 有无数的大能朝着那浩瀚仙宫而去 朝着那非仙岛屿寻觅 不久 地路之上 更是传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成仙契机 似乎在那地路之上 出现了成就真仙的契机 不光是有成就大地的可能 而且 那忽然浮现的非仙岛屿 更是印证了无数出土的神话古籍之中 对于那天界的描绘 长生大道 无数人毕生所追寻的 至高无上的重点 即便是强如大地 最终也难逃一死 可是 若是能够成就真仙之境 或许这世上 便会有人能够永生不死 刹时间 整个世间更是掀起了一片巨大的好动 在那王家祖地 耗费了无数力气 将这拥有地气的城池攻下的妖族 终于是迎来了邪祖的降临 他踏入了那片王家镇守的生命禁区 在其中 寻觅到了太古时期 与他一般无二的有缺大地 这些流传自太古时期的无上存在 本是明镇一时的无上帝尊 然而 天地有终焉之石 寿元将近的他们 为了躲避天地的稚古 最终是自斩一刀 躲在这禁区之内 等待着永生的契机 随着承仙契机的出现 血祖更是将这惊动环与诛天的大消息 带到了各处禁地之中 一时之间 无数的禁地之内 更是涌现而出 一股股无比恐怖的地危 不光是在东荒之内 中州 南疆 北末 南海 五大疆域之内 如今纷纷是好动不已 在这万族好动 无数太古大能随之浮现的动荡之中 泰旋之内 却是呈现出一片凄凉的场景 整个泰旋上下 莫不是一片狗塑 众多长老 门内添交 他们的门下弟子 皆是在这一片好动之中 命运身亡 而人族最有希望的人族 圣体处凡 如今更是血溅地露 命运于此 三弟子如今生死未卜 不知去向 但也多半是凶多棘手 在这无比悲痛的情绪之下 泰旋之内 数之不尽的修士 无不是心中悲弃 他们想到了百年之前 那位江明长老 想到了在这百年之内的安宁 想到了曾经浮现 与天地之间的恐怖异象 他们的心中 更是无比的沉痛 世尊 您到底在何方 楚楚到底应该怎么做 如今的东荒 到底应该怎么样 才能扭转局面 江楚楚 矗立在那孤绝风之上 他看着无边星河 漫天的漆黑 仿若是洞穿了万古岁月 看到了那位无上的存在 他想到了师尊江明的话 想到了曾经他所说的一切 他说 在他死后 他将绘画深大地 平定黑暗动乱 在如今这个让人 无比绝望的情况之下 他更是无比的期待 师尊会在某个时刻 出现在他们的身边 但是 他苦等百年 等来的是三徒弟的噩耗 等来的是大师兄 为了救他 而身负重伤的悲惨 等来的是这东荒亿万人族 无数人的哀鸿遍野 人族各地血流飘鲁 尸横遍野 陷入绝望 但也是这个时候 东荒大地之上 陡然之间浮现而出 无边的异象涌动 一个又一个无比恐怖的存在 煞世间掀起了 无边的异象涌现 转眼之间 感受到这一切恐怖气息的 东荒人族 更是心生绝望 那浩荡的朱天 震遂环宇的地位浩动 一个又一个太古大能 横空出世 更是在二世他们出世的瞬间 吞噬周遭无数的人族 炼化众生精血 为自己弥补生机 突如其来的灾祸 袭剪了八方大地 不光是东荒境内 甚至于在那其他的四大疆域之内 毅然是浮现出无数的异族大能 那些原本是在太古时代 便已经成就了无上帝尊的强大存在 于太古之后 自斩一刀 躲在那诸多的生命禁区之中 不敢出世 为了逃脱天地的稚骨 躲避天道的亮衰之劫 他们自斩一刀 不惜是让自己的实力降下 只是为了等到 如今出现着成仙契机的时候 地路飞仙岛横空出世 本尊苦等十万年 终于有了永生的契机 一声震破穷雨的呐喊声 惊动着所有的人内心 转眼之间 浩荡的帝威更是踏破了虚空 随之涌动 无边的灾祸延绵 今日本尊重见天日 再寻永生契机 如等人族便作为本尊血石 弥补本尊生机吧 又是一处人族大地 亿万人族被那有缺大地 当作血石吞噬 这一次 纵然是拥有着地气传承的大势力 却也是难以抵御 因为那些强大无比的存在 乃是真正的大地 虽然他们自斩了一刀 实力早已经不复巅峰 但是光是那些没有完全唤醒的地气 只能发挥出一半或者半数 不到威能的地气 更是难以阻挡 这些恐怖无比的存在 无奈人族准地 欲须上人 如等一族 岂敢屠入我人族生灵 与此同时 在那众多的禁区之内 同样是出现了人族的一些大能出世 这些强大无比的存在 同样是隐匿了无数的岁月 等待在生命禁区之内 希望能够打破生死的稚固 但是 当看到人族尸横遍野 血流飘鲁的时候 他们却是再也无法忍耐下去 纷纷出世 于五大疆域之内 阻拦这些强大的有缺大地 哼 不过是一尊准地 却也敢再次放肆 真的是找死 然而 原本人族之内 刚刚燃起的希望 却是随着那些 有缺大地的强横镇压 转眼间荡然无存 那些强大的人族先辈们 竟然是纷纷叠血长空 纵然也有一些自斩一刀的 有缺大地出世抵抗 却也是无济于事 太古族群与妖族 或是一些神秘异族的强大存在 远远地多出了人族大能的数量 在他们的围攻之下 人族的诸多大能 或是陨落 或是重伤不起 仅仅只是半年的时间之内 五大疆域之内 更是风云涌动 人族的头顶 笼罩上了一片漆黑的阴云 零 龙 八分五 六一 零 九七 八二 在这个时候 太古族群与妖族的人 更是颁布法旨 要求各方人族奉上血食 臣服于他们 各地人族愤然而起 纷纷是死命的抵抗 却依旧是在那诸多的有缺大地 无上的至尊大能的强大镇压之下 纷纷是战死沙场 人族百年积蓄 诞生出的一尊又一尊强大的圣人镜 大圣镜的强大存在 竟然是在短短的百年时间之内 便是死伤了不少 整个人族大地之上 诸多的圣地 宗门古族 更是每月都有牺牲之人 那一场场的葬礼 一次次的抗争 都在打击着人族的自信 毁灭着人族的希望 最终 妖族与太古族群的人 更是下达了法旨 认为人族竟然是胆敢反抗 势必要彻底的覆灭人族 叫其不复存在 这一切 便要从东荒的太玄圣地开始 所有的人 都在这个时候 陷入了无边的绝望之中 无数的人族 遍地的大宗门 大势力之中 更是陷入了无边的灾祸延绵之中 在这个危难之时 中州大地之上的新宿神宗 更是彻底的关闭了山门 以无边心欲 阻拦众多强者在外 这个神秘悠久的宗门 似乎也是产生了畏惧 认为人族彻底的失去了希望一般 只能是勉强自保 无将建狱之中 百年建子 千年建主 万年建神 一众绝代添交 每一天都迎来无数的异族入侵 纵然是他们 却只能勉强抵抗 靠着建祖大人 以无边建狱的威能 勉强阻拦 整个无将建狱 强如这等浩大的宗门 却也是陷入了一片风雨飘摇之中 他们纵然是拼死一搏 最终距离覆灭 也不过是时间问题 太玄上下 如今聚集了众多的弟子 长老 还有那早已经满头白发的太玄圣主 我们和他们拼了 纵然是一死 我们太玄上下 却也没有一个孬种 人族轻微 若是我们太玄 能够为天下人族抵挡住一阵子 那便已经足够了 此刻 众人早已经怀着必死的决心 想要以死抗争 众人之中 小徒弟江楚楚 目光黯然 他又一次地想起了 江明死前所说过的每一句话 他不甘心 屈辱 无奈 满腔的悲愤 如今都化作了一声质问 响彻孤绝风之上 世尊 您到底在哪里 众多弟子看似慷慨激昂 但那又是何等的凄凉 他们没有活命的打算 只希望能够为人族多抵挡一些时日 纵然是一切希望都已经彻底的负面 他们能够做到的 便只有以死相拼 与此同时 整个东荒之上 漫天之上浮下出滔天的血海涌现 一尊焕发着无边地危的有缺大地 带领着亿万妖族 浩浩荡荡的朝着太玄沙来 血族 有人惊呼 更是满脸的难以置信 虽然他们知道 妖族一定会动用大手笔 诛杀太玄众人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 竟然是血族亲自降临 只是刹那 众人的心头 更是涌现出了无边的绝望 那可是有缺大地 纵然他们能够激活诸仙地剑的部分威能 却依旧无法抵抗 这等强大无比的存在 此刻 血族凌驾于虚空之上 脚踏无边血海亡羊 满脸的漠然之色 更是神色复杂地看向太玄圣地 百年岁月 因为某个神秘莫测的存在 便让太古族群沉寂百年 如今 更是让他不得不亲自出手 覆灭这个圣地 即便他再是觉得 江明早已经陨落 根本无法对其造成任何的威胁 但是 为了慎重起见 他还是亲自动手了 此刻 血族面色冰冷 他知道 覆灭了太玄 杀人并非目的 出兴 才是覆灭人族的最犀利的手段 新年太玄出现的那位神秘的存在 力挽狂澜 拯救整个东荒人族 于水火之中 如今 他就必须以雷霆之势 以无敌之资 彻底的覆灭了这个代表着人族希望的宗门 人族圣体 只是第一步 东荒的太玄圣地 便是他们的第二步谋划 覆灭了太玄 整个东荒人族的所有希望 都将会彻底的泯面 届时纵然是那些人族凝聚力量 聚集在一起 奋死抵抗 却也是难逃毁灭的命运了 此刻血祖凌空俯首 漠然开口 太玄众人 速速出来受死 随着他的话音一落 那浩大的天鹰 更是传遍了亿万里天穷 整个太玄上下 如今更是人人咬紧牙关 他们满脸的不甘 满心的悲愤 可是 那又有什么用呢 人族将威 灾祸将至 太玄覆灭 便在今日吗 有人无比绝望地说道 不 江民长老曾经说过 他一定会重生归来 化身大地 踏破一切的危难 又有人不死心 依旧是咬牙道 不可能了 百年岁月 江民长老早 已经陨落了百年了 我们 我们没有希望了 绝望 不断地在人群之中蔓延 那诸天之上 亿万妖族压境 无比恐怖的气息 更是让所有人 都无法承受 那恐怖的威压 诸仙地剑在上 万千赤色剑气纵横 那无上地气的威能 即便在墙 但又能扛得了几时呢 正是这个时候 诸仙地剑 那原本是焕发着 无边剑气威能的 无上地剑 二百七十 竟然是陡然之间 化作了一道长虹 破空而去 这一幕 宛若是这无上地剑 都抛弃了太巡而去 看到这一幕 那血祖先是一愣 巡疾更是放声大笑 哈哈 想不到 想不到 如等人族的镇族至宝 竟也是抛弃如等而去 这是天意 天意呀 哈哈 那响彻天地的狂傲笑声 更是让众人彻底的浑身冰凉 诸仙地剑 竟然是在这个时候 离太巡而去 这到底是为什么 难道 太巡真的是注定灭亡吗 师尊 您在吗 小徒弟江楚楚 看向天穷 那远去的诸仙地剑 更是彻底的击碎了 他心中最后的一丝希望 也正是这个时候 血足那满脸狂傲的面庞之上 陡然间 竟然是彻底的凝固 一股惊恶 自他的面庞之上浮现 随后 便是化作了阵阵的不可思议 难以置信的情绪 自他的心头疯狂的涌现 他猛地抬头看向天穷 那诸仙地剑远去的方向 浩瀚的星河之上 竟然是陡然浮现出一幕 让他难以置信的恐怖场景 一尊又一尊强大无比的大道天魔 焕发出远比大殿 还要恐怖的强悍气息 在那无边的虚空之上 大道法则所助就的法则锁链 拉拽着某样东西 不断地自星河而来 那深邃的星河之上 漫天的混沌之中 一股庄严 肃穆的气息 游然而生 天地之间 万物众生 皆是在此刻 如若受到了莫大的惊骇 纷纷是愣在原地 目光呆滞地看向 那天穷之上的恐怖异象 诸天神魔涌现 无数虚影浮动 有名久悠 大开鬼门 无边混沌 三千大道 天魔拖拽着一副青铜骨关 缓步前行 那是什么 不可能 这绝无可能 那到底是何等恐怖的存在 难道那便是传闻之中的神魔吗 死 纵然是大地 亦不曾有如此恐怖的气息 那青铜骨关 埋葬何人 为何有如此之多的神魔 为其拉关 星河崩与 无边混沌碾压破碎 这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此时此刻 那些与禁地之中苏醒的 有缺大地 诸多至尊们 纷纷是愣在了原地 难以置信地看着那星河之中 缓缓而来的青铜骨关 诸仙帝见 犹如是见到了自己的主人一般 悄然跟随其后 浩瀚诸天之上 域外青铜骨关显化 三千大道 天魔拖拽前行 踏破亿万里 星空浩荡 那浩瀚无比的景象 瞬间是让所有人都愣在了原地 血祖从未见过 如此恢弘之景象 在他的脑海之中 纵然是在曾经的地露之上 那无数的恐怖虚影 都未曾有过这般的大恐怖 仿若他仅仅只是窥探其存在 便是要陷入无边的大灾祸 大因果 大劫难之中 此刻 他的目光注视着那天穷之上 出现的青铜骨关 竟然是感觉到了一种 莫大的恢弘感 仿若他这一尊有缺大地 在那无边的神墨面前 犹如一只渺小的蝼蚁一般的无力感 自他的身躯之上 不断地涌现 血祖接连后退了几步 纵然是那八方大军 此刻也是纷纷地愣住 那 那是西年的那座骨关 人群中 有人忽然认了出来 不免是大惊失色 那位无上存在 西年他下葬之时 便是安葬于这一座青铜骨关之内 西和年 那无比恐怖的场景 如今竟然再度浮现 那 那难道真的是江明长老的官纯吗 这简直就不可能 世上怎么会发生如此诡异之事 不少的人 纷纷是想起了当初 那无边的异象震撼心河 逐天之上 玉外青铜骨关 将那位江明长老 那一天 无数神魔自岁月长河浮现 天地为其悲鸣 众生为其哀悼 它的存在 宛若这一个巨大的谜题 让所有人都在不断地猜测 但是没有人能够知道 它到底是什么来历 究竟是怎么样的存在 竟然能够引动如此恐怖的场面出现 地府之门为其大开 三千大道天魔 为其送葬 就连那青铜骨关 都是如此的神秘莫测 竟是在星河之上 碾压无边虚空混沌 那古朴且苍茫的气息 更是让无数的人为之惊叹 而这一切 早已经是百年之前的事情了 但是 东荒的所有人对于这一切 依旧是记忆犹新 那无比恐怖的一幕幕场面 早已经是印刻在了 所有人的脑海之中 挥之不去 无法抹除 以至于是形成了 所有人心头的一场大恐怖 大震撼 随着此刻 那青铜骨关的再度出现 一瞬之间 便是点燃了那片 叫所有人都为之骇然的记忆 犹如烈火燎原一般 无比剧烈且复杂的情绪 在整个东荒境内 不断地蔓延开来 所有人都陷入了 无边的疑惑之中 那位曾经名震八方的江明长老 难道他没有死 难道他 这是卷土重来了吗 泰玄之内 小徒弟江楚楚 更是捂住了双唇 一双眉眸之间 更是涌现出了一丝丝 不可思议的惊骇之色 他浑身颤抖 以至于是难以抑制 他那无比激动的心绪 世尊 是您吗 是您将要归来了吗 弟子还记得 西年您曾经说过 您会深化大地 镇压无边黑暗动乱 世尊 一定是您 对吗 江楚楚此刻已然是气不成声 在他的心中 不止一次地幻想着 江明能够归来 不止一次地幻想着 那个在他心中 无比伟岸的存在 能够重归他们的身边 纵然是百年岁月 沧海桑田 他依旧是在等待着 无比地期待着 直到现在 当那青铜骨关浮现的一瞬间 他更是难以抑制心中的动容 与此同时 在东荒的各大圣地之中 一个又一个在百年之前 曾经在那太玄圣地之中 参与了江明的葬礼的人 更是纷纷涌现出了不可思议的神情 那 那是江明长老的官传吗 此刻 在人族的某一处 拥有着地气传承的圣地之中 一位曾经亲眼目睹了这一切的圣地长老 满脸惊讶地说道 与此同时 周遭与他一同见证了当初的那一幕幕 神意无比的场面的众人 更是咕噜着唾沫 艰难无比的说道 不会有错的 这就是江明长老的那副官传 还有这三千大道天魔 以法则锁链脱拽官传的场面 除了江明长老 还能有谁 纵然他们的心中 早已经是回忆起了当初的一幕幕场景 可依旧是有人因为太过于震撼 太过于难以置信 而无法想象眼前所发生的一切 这简直就不可思议 生死 上天注定 无数的大能 尝尽一切的办法 最终都无法逃过生死的稚骨 可是 这位江明长老 到底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 没有人敢去细想 也没有人能够想象得到 这背后 到底是有多么让人难以置信的大因果 大恐怖蕴含其中 就连那曾经浮现与域外的岁月长河 都是如此的来历神秘 无比的恐怖 让整个天旋世界 都陷入了莫大的惊恐之中 此刻 这样的场面 再一次的上演 在中周的某一处禁地之中 那被妖族唤醒的某位有缺大地 周身涌动着无边的浩瀚地危 一个破碎腐朽的铜顶 在他的周身浮动 那看似沧桑古朴的铜顶之上 竟然是蕴含着大地的气息 在这一片浩瀚的生命禁区之中 更是存在着一个又一个 早已经消失在了太古时代的恐怖巨兽 然而 没有任何人敢靠近最中心的那片 宛若废墟一般的古迹之中 那无比恐怖的强大存在 甚至于是身躯残缺了一半 浑身生机全无 却依旧是焕发而出 丝丝恐怖无比的气息 碾压周遭的空间 以至于是虚空不断地破碎 弥合 阵阵让人骇然无比的气息 在此地不断地蔓延开来 此刻 那个身躯残缺的有缺大地 眼眸之间涌现出了丝丝的惊骇之色 他能够感知得到 青铜铜骨关之上 透露出的无边煞气 世上竟有如此凶煞一宝 这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观唇之内 埋葬的又是何方大门 等等 忽然之间 他更是想起似的说道 难道说 这就是御灵那个小子 与本尊描述过的那个人 他的眼眸之间 再没有了丝毫的桀骜与阴冷之色 取而代之的 却是一抹浓浓的震撼之一 纵然老夫横根于太古岁远 见识过了无数的天地大秘 纵然是那天道 老夫也曾与之拼死一搏 最终是落得半身消弥 可是 纵使老夫 竟也无法窥探这青铜骨关 此刻 他的心中涌现出了无边的好奇 更是动用了一股力量 试图窥探 那青铜骨关的本源所在 正是此刻 他仅仅只是一念动之 瞬间 一股无比恐怖的气息 自他的意识之中涌现 他洞穿天机 想要窥探那青铜骨关的存在 但是 一股恐怖无比的力量 瞬间让他如遭雷击 只是刹那 他那原本是残缺的身躯 竟然是布满了裂纹 就连他那一身无比恐怖的地位 依然是在一瞬之间彻底的消逝 他难以置信的瞪大了双眼 眼眸之间 竟然是涌现出了思思的惶恐 这 这不可能 满头的大汉 已经是自额头之上垂落 他接连摇头 更是难以置信的喊道 这到底是怎么样的存在 为何我仅仅只是看上一眼 便要陷入无边的灾祸之中 甚至有 就连我的灵台倒果 都是一瞬之间崩裂开来 不断的颤抖 仿若是在提醒着我 这根本不是我能够窥探的存在 他动用力量 本想于天机之内 推算出青铜骨关的来历 但是 他还未触及 便被一股无比恐怖的凶煞气息 瞬间阻拦 更是在他的灵台倒果之上 留下了恐怖无比的倒伤 纵然是他身为有缺大地 乃是西年大地自斩一刀 而成的无上存在 纵然是这天地之间 能够与之对抗的存在 便是一只手都能够数得过来 甚至于 他曾经与那天道对抗 于天夺命 但是现在 他却是被一个 他连看都看不清楚的神秘存在 直接中伤 原因 仅仅只是 他想要窥探对方的来源 仿若 那股力量 就连天机都无法承载其恐怖 他那眼 犹如是洞穿了万古岁月 看到了无边的岁月尽头一般 煞时间让他感受到了莫大的沧桑 仿若那无上的存在 来自于源自于万古岁月之前 天地初开之前 纵然是天道 亦无法承载其浩瀚 这青铜古关所埋葬的人族大能 实在是神秘莫测 看来无等 还需要静观其变 原本 众多秘境之中的大能们 早就已经要离开境地 出现在这世界 他们的出现 势必要引动无边的灾祸 好大的动乱 但是 强如他们这般的存在 更是无比的惜命 此刻见到这天穷之上 无比恐怖的场景 更是纷纷不敢有过多的举动 甚至 此刻有一些境地的大能 再见到了这一幕场景之后 便立刻封印了境地 他们已经等了不知道多少年了 即便是在等上一段时间 那又何妨 若是此刻轻举妄动 所有人都知道 那无比恐怖的青铜古关 是有足以震杀他们的强大力量存在的 几乎所有境地之中的恐怖存在 都曾经尝试勾连天机 推算着青铜古关的来历 但是无一例外的 他们所有人都受到了极为恐怖的道伤反噬 没有人能够窥探其存在 于是 那青铜古关的存在 便越是让他们感到了神秘莫测 来历不明 在无法确定的情况下 没有谁愿意去冒这个风险 成为第一个陨落在这神秘意象之下的人 如今 整个东荒境内 那各地的动乱 竟然也是随着这恐怖意象的浮现 而渐渐地开始了平息 不少的人 回想起来了 当初江明长老那傲绝天下的恐怖 还有他下葬之时 那浮现于诛天之外的恐怖意象 岁月长河 那仅仅只是在流传之中的仙古传说 竟然是真的 江明长老 原本所有人都以为他说的话 不过是一个老头子的吹嘘 但是 当他所说的一句又一句话 不断地被验证之后 所有人都陷入了无比的震撼之中 可惜的是 他已经先是 但是 当那青铜古关再度出现的时候 没有人不为之骇人 没有人不为之惊动 尤其是那些苏醒的禁区大能 那些流传自太古时代的至尊 准地 又或是有缺大地 这样的恐怖存在 他们都感受到了 那青铜古关之中所蕴含的滔天煞气 那足以震杀他们所有人的力量 彻底地让他们所有都安静了下来 原本是蠢蠢欲动的东荒境内 可照的 竟然是煞世间平静了下来 在那泰玄之上 血族脚踏无边血海 他的眼眸之中满是震动 他不断地后退 随后更是感受到了 那神秘莫测的青铜古关 竟然是无法从天机之中得知来历 更为恐怖的是 他仅仅只是窥探一眼 便是受到了莫大的恐怖 莫大的因果 带来的巨大的伤 他沉默了许久 终于是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众儿郎听令 撤离此地 随着他的一声令下 数之不尽的妖族 皆是在此刻 犹如潮水一般的退去 他那滔天血海 此刻也是禁数收缩到了他的脚下 他不敢去试探 不敢去冒险 若是现在 他对泰玄动手的话 到底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 他完全无法预料 他已经等了太久的岁月了 漫长的等待 早就让他容不下半点的失误 他无数的谋算 皆是为了能够踏破生死的稚骨 但是 当某个无上的存在 仅仅只是流传在传闻之中的存在 当着他的面 疑似是要死而复生 彻底地打破生死的稚骨 这 简直就太过于匪夷所思了 他不敢去赌 他怕一步错 便是满盘皆输 所以他毫不犹豫地撤退了 那个神秘莫测的存在 那三千大道天摩拉关前行 于域外混沌之中 拖拽青铜骨官而来的恐怖场面 竟然是真的 玉林古皇的描述 非但没有半点的虚假 甚至于是减弱了这恐怖异象 所带来的震撼 若不是亲眼所见 他又怎么能够想象力 世上竟然会有如此惊骇世人的场景 虽然 血祖因为那无比恐怖的异象 纷纷是选择了撤退 但是 如今的泰玄 却并没有因为他的撤离 让泰玄的众人心中有丝毫的喜悦 相反 因为青铜骨官的出现 泰玄上下 更是无比的悲弃 人族圣体 如今身死未卜 三弟子 叶陈吉有可能是陨落于地路之上 大家纷纷是想到了当初 江明下葬之前的种种 心中更是无比的沉痛 江明长老 若您未曾重伤陨落 那该有多好 江明长老 若是当初我们有如今的实力 我们岂会让您 耗费了最后的生命力 为了东方人族 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 江明长老 您 您这都会归来吗 泰玄之上 众多长老 还有老一辈的弟子们 皆是陷入了无边的回忆之中 他们还记得 当初的江明长老 是一个怎么样的存在 虽然平日里 大家对于这个看起来 平平无奇的老前辈 算不上有多尊重 但是 当初的他 却是为了泰玄上下 付出了太多太多 他为了护送泰玄的弟子 不惜与域外邪魔大战 最终是落下了无法恢复的道商 其后 原本可以保留实力 保留自己的本源 还可以支撑到弟子们 带来疗伤圣药的他 为了东方的人族 再一次毫不犹豫地站了出来 这一次 他更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在他陨落之后 无数神魔符陷于虚空之上 三千大道天魔 自域外脱拽青铜骨关 为其下葬 那一天 所有人才明白 原来江明长老所说的话 竟然都是真的 他从未骗不大家 但是 大家却不止一次地 对他产生质疑 甚至于 因此而轻视于他 这一切 让如今的泰玄众人想起来 纷纷是涌现出了无边的愧疚 他们的心中 更是充满了 对于江明长老的思念之情 如今的东荒各地 因为有着各大禁区之内 出现的诸多太古存在 那些强大无比的存在 甚至于有的 乃是在太古时期 自斩一刀的有缺大地 就算是实力稍微弱一些的 也至少是至尊境巅峰时 270例的强大存在 其中 还有不少的准地级别的老怪物 这些强大无比的存在 已经出世 便是吞噬八方生灵 将亿万人族 当作他的血石 炼化精气 弥补自身的生机 人族大地之上 一片凄凉惨淡 无数的人在哀吼 数之不尽的人流离失所 每一天 人族都活在无边的惶恐之中 每一天 人族都在拼死反抗 这一次的灾祸 远比百年之前的 更为恐怖 更为浩大 因为即便是百年之前 那众多拥有着地气传承的大家族 大势力 还是能够拥有自保的能力 但是如今 就算是他们 在面对那些有缺大地的时候 同样是根本无法对抗 那些有缺大地 本就是太古时候的大地 只是因为 要躲避生死的稚谷 自斩一刀 自愿躲避在那生命禁区之中 等待着日后 能够迫近的机会出现 而如今 他们已经出世 便是立刻掀起了一片黑暗动乱 吞噬八方生灵 助就无边的沙法 人族大地之上遍地哀鸿 众多人族的心中 远比百年之前的绝望 还要绝望 还要凄凉 如今 在看着那青铜古观的出现 众人的心中 却也是无比的想念 但是更多的 却是一种浓浓的悲气 他们想不到江明长老 以生命换来的百年平静 最终 却依旧是抵挡不住 这浩瀚无边的黑暗动乱 抵挡不住那些太古强大的有缺大地 纵然是拥有着地气的传承 但是他们并非大地 就算是唤醒地气 也无法发挥出 能够抵抗有缺大地 这样的存在的威力 绝望 痛苦 不断的在人族之中蔓延开来 曾经带给他们希望的 江明长老的观传出现 更是将这一抹绝望 带到了高峰 因为起初 大家的心中是十分的感激 更是无比的感叹着 江明长老 曾经为人族做过的一切 甚至于 大家更是寄托 希望于江明长老的身上 希望这尊来历神秘的无上存在 能够死而复生 再一次的力挽狂澜 但是 众人忽然发现 自己竟然是如此的软弱 竟然是如此的无能 竟然只能寄托 希望于一个 近乎虚无缥缈 并且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上 人死又岂能复生 纵观万古岁月 纵然是大地 这等精彩绝艳的存在 也无法打破这样的禁锢 这样的事情 根本就不可能存在 原本保护人族 护卫家园 是他们自己的责任 是他们自己该做的事情 但是 无能的他们 却是一次又一次的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人族受尽苦难 朝不保夕 这样的无能为力的感觉 让人族大地之上的 众多大势力 圣地古族 感觉到无颜面对 江民长老 无比复杂的情绪 更是在人族之内 不断地涌现而出 而那些禁地之中的存在 更是看着虚空之上 浮现而出的 那恐怖的神魔虚影 亿万神魔之力 崩塌心路 无尽神魔虚影 横更万古岁月 那无比恐怖的存在 叫人难以置信地 强大气息 每一个 都是足以捏死 他们的恐怖存在 该死 此人到底是没有陨落 还是在算计我等 此人生前所言 无不是荒唐至极 这样的事情 又怎么可能 若是他真的是 至高神明转世 又岂会陨落 此刻 诸多的禁地之中 那些强大无比的存在 更是纷纷地产生了质疑 他们没有亲眼地见过 江民长老死后的 恐怖景象 他们更多的 是听闻了江民长老 曾经如何的强大 还有他所说的那些话 是何等的惊人 以至于是整个东荒境内 没有人选择相信 直到那些话 一句句的应验 众人这才发现 原来江民长老是 何等的一个无上存在 但是 身为至尊 身为太古时期的 有缺大地 那些强大无比的存在 却是纷纷对于这些话 产生了极大的质疑 很明显 若是江民长老 真的如同传闻一般的 堪比神明的话 那他又怎么会死 还有 他所引动的这些异象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他到底是什么来历 众多的强大存在 纷纷是陷入了 莫大的疑惑之中 他们纵然是不敢轻举妄动 但也是充满了质疑 其后 青铜骨关于 虚空之上显化之后 更是于此刻 呈现出无边的恢红气息 那浩大无比的强大气息 仅仅只是出现的一瞬之间 便让那些不断质疑的 太古大能 纷纷是目瞪口呆 满脸的惊骇 这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青铜骨关 到底是什么来历 那江民 又到底是来自何方 只是随着那气息的垂落 整个东荒境内 诸天之上 竟然是被其生生的镇压 没有人敢再煽动干戈 也没有人再敢轻举妄动 即便是有缺大地 也能够感受得到 那无比恐怖的气息 自天穷之上不断 开的传来 那恢弘无比的气息 镇压着天下万族 数日不散 随后 青铜骨关的踪迹 竟然是自东荒境内 一一的飞过了 那一个又一个的生命禁区 那些原本是复苏的生命禁区 也都是纷纷死寂了下来 在那股恐怖无比的气息的压迫之下 没有任何一个禁区 敢发出丝毫的动静 太古各族 也都是静若寒蝉 眼看着这一幕 人族原本是心中无比的喜悦 心中更是无比的振奋 一度觉得 或许人族的灾祸 得到了彻底的解决 但是这件事情 越是仔细想来 众人就越是觉得 这或许仅仅只是江明长老留下的后手 若是他真的会复活的话 又怎么会只用一具骨关来镇压万族 太玄圣地之内 众人也早就是这个想法 师尊 难道说 这仅仅只是您留下的后手吗 若是您还活着的话 为什么不来见我们 此刻 江明的二弟子赵浩 早就想到了这一点 心中更是涌现出了无边的悲愤 振振酸楚 自他的心头涌现 他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 其他的众多弟子 也都是极为聪慧之人 稍微想一想 便能够察觉得到 若是江明未曾陨落 那他又何必仅仅只是 用一座骨关来镇压万族呢 若是他真的可以不死的话 那他又何必沉寂百年呢 想到这里 众人的心中便是越发的悲戏 他们无比的思念着江明 更是想不到 师尊既然便是陨落之后 却也要留下这样的后手 来镇压万族 来为人族留下希望 随后 待着整个东荒境内 彻底的安定之后 骨关却是再度消失在了星河之上 这个时候 一些禁区的大能 却是心有不甘 甚至于是有所猜测 或许 此人根本就没有附上 不久之前 地路之上 有人曾见过飞仙岛屿 那无边的异象震撼环宇 证明了世上有仙人的存在 或许 这关唇 便是一具仙关 只是在暗处 被人族的强者合力祭出 震慑万族罢了 那古关之中 根本就没有人 如此恐怖的青铜古关 除了真仙之外 谁还能够埋葬其中 这一切根本就是人族的阴谋 无数的禁地之中 传来了一道道质疑的声音 众多的太古大能 纷纷是打算再度发动黑暗动乱 彻底的清算天下 而与此同时 在那星宿神宗之内 一个又一个恐怖无比的强大存在 竟然是聚集于 这浩瀚无边的星域之中 让所有人都预想不到的是 人族之内 竟然是有不少的准地大能 至尊大能 留存于这星域之中 而星宿神宗的背后 竟然是以这些人族的至高 存在为依仗 此刻 星宿神宗的宗主大人 面色凝重 他缓缓地摇了摇头 却是开口说道 诸位大人 纵然老夫欲要以寿元换取天机 知晓此事的隐秘 却是无能为力 此事 以老夫的实力 根本无法推算 听到这话 那坐落于星域之上的 诸多人族大能 却也是纷纷叹息不已 他们不管是人数 还是整体的实力 都远远不如 那万族的禁区强者 即便是他们想要出事 挽救人族 在那些有缺大地的面前 却依旧是不堪一击 虽然他们 在暗中执掌着人族的一切 但是如今的黑暗动乱 却并非他们所能够阻挡的莫大灾祸 难道说 这一切 真的只是那位无上存在留下的后手吗 那神秘莫测的青铜骨官之中 若是真的是那位无上存在的话 他为何不亲自动手 是啊 众人纷纷是感受到了 那青铜骨官莫大的威能 任何一个禁区大能 乃至于是有缺大地这样的存在 都无法抵抗 青铜骨官所镇杀 那么既然如此 现在的唯一解释 就是有人在幕后 催动着青铜骨官镇压万族 江明长老 是真的彻底的陨落了 唉 生死至故 又怎么可能被打破 这位人族先辈 已然是先士 又怎么会附生 可悲 可叹 我人族纵然是有如此之多的 精彩绝艳的存在 却依旧是要陷入无边的灾祸之中 早在此前 星宿神宗的宗主 便已然推算到了 人族的灾祸将至 黑暗动乱 将会席卷天下 他们之所以封闭 整个星宿神宗 最大的目的 便是要保留人族 最后的一股力量 好在人族即将毁灭之际 护卫一部分的人族血脉 留存下来 这是他们唯一能够做到的 也是他们最不想看到的 若真的是这样的话 到时候 人族又要死伤多少人 天下苍生 又要付出多少的代价 那些禁区大能 为了弥补自身的生机 更是吞噬无数的人族 为血食 这些 他们又怎么会没有看在眼里 他们不敢轻易地动手 只是因为 他们人族最后的力量 若是他们动手了 只怕是人族最后的一点血脉 都无法保留 到时候 便是真正的族毁人亡了 随着那青铜骨关的再度消失 隐隐之间 众多的禁地大能 却也是越发的按捺不住 那突然起来的恐怖镇压 虽然是强大无比 但是随着飞仙岛屿的出现 他们越发的感觉 这世上定然是有真仙的存在 在那大地之上 定然是有永生部 死的长生大盗 很快 地路之上 更是传来了无数的传闻 在那地路之上 竟然是有仙人出现 有人看到东方的一片虚影幻想之中 无数的神魔尸骨煞气冲天 在那片尸骨之中 一棵浩瀚参天的柳树 矗立于其中 它竟然是 以那无数神魔的尸骨为养分 又有人 从那飞仙岛屿之上 窥探到了一个白衣仙女 持剑划破无边星河 于无边的漆黑之中 洞穿穷域而去 有人试图踏上仙弓 寻觅成仙气急 但却是陷入了无边的灾火之中 引动了八方的强者 为之震动 在那飞仙岛屿之上 种种恐怖的异象不断的涌现 甚至于有人 找到了仙气的残骸 这越发的 是让那些禁地之中的大能们认为 青铜骨官 仅仅只是 一件仙气 人族卑鄙无耻 竟然是以这仙气的威能 哄骗我等 若是真的有不出事的大能 只怕早就踏入禁地 诛灭我等 各大禁地之中 再得知了那飞仙岛屿之上 所出现的种种迹象 那些隐匿了多年的大能们 更是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 想要发动黑暗动乱 汲取众生生机 以踏上那飞仙岛屿 寻觅成仙气急 在青铜骨官镇压诸天的这段时间之内 整个玄天世界莫名其妙的安静 但其实却是暗潮涌动 不知道多少强大无比的存在 在暗中想要屠戮生灵 汲取生机 以换取踏上地路 寻觅仙机的可能 那可是成仙的契机 纵然是在那个浩瀚无比的太古时代 无数的强者纵横 天地之间 崩允无数的诸天大能 毅然未能寻觅 得到的无上仙机 如今 竟然是出现在这地路之上 几乎所有的人 都是越来越没有耐心 那风雨越来之前的宁静 更是让整个东荒的人族 都陷入惶恐之中 吴被人族请畏 江明长老 若是他真的未曾仙事 为何不出现拯救我们 青铜骨官 难道真的 仅仅只是他留下的手段吗 就连我们最后的希望 人族圣体 也陨落在了地路之上 吴被人族 到底出路在何方 一个又一个的圣地之中 众多的修士 无不是心中 涌现出了无边的悲凉 正是人间一片疾苦 又逢北风呼啸而来 漫天的乌云滚滚 本该是七月流火的盛夏时节 竟然是诡异地 下起了漫天的飞雪 那冰冷的寒风 让所有人都在其中颤抖不止 这就好像是 人族的寒冬已经到来 所有的人都要在这片寒冬之中 彻底的陨灭 这是前所未有的灾祸 无数的禁地大能 不断地透露出恐怖无比的气息 那族已镇压诸天环宇的强大存在 早已经是按捺不住 他们之所以还没有动手 只不过是还在迟疑 还在犹豫 但是 若是他们一旦出手 人族又拿什么去抵挡 若仅仅只是至尊敬的强者 那些拥有着地气传承的大家士族 尚且有抵抗一二的可能 但若是如有缺大地 这般恐怖无比的存在出现 纵然是地气在手 他们也无法发挥出全部的地气威能 除了人族之中 会有大地出现 但是这样的希望 根本就太过于渺茫 人族境内更是因此一片绝望 那风雨越来的感觉 更是让人止不住的惶恐 如今的泰玄圣地 早已经是无法再等待下去了 我要踏上地路 寻觅大师兄的踪迹 不错 我们在这样等下去 也得不出一个结论 大师兄和三师兄到底是生是死 我们都不得而知 现在各大禁地之中的那些恐怖存在 都不曾出事动手 显然是在忌惮着师尊留下的后手 若是等到他们真的察觉到了其中的问题 只怕我们再也没有了机会 若是我们能够寻觅得到大师兄和三师兄的话 或许他们根本就没死 此刻 泰玄圣地之内 一部分的弟子 更是想要前往地路之上 寻觅大师兄和三师兄的踪迹 因为与其这样坐以待毙下去的话 倒不如怀着最后的希望 去寻觅二人的尸骨 不管如何 生要见人 死要见尸 不到最后 他们也不愿意放弃这最后的希望 若是人族圣体未曾陨落的话 那么人族就还有希望 这是他们唯一的希望 即便这希望 十分的渺茫 在那大殿之上 所有人都迟疑了 现在到底是应该聚集所有人的力量 对抗强敌 还是让他们前往地路之上 寻觅最后的希望 没有人能够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如今 各大境地之中 所涌现出的恐怖气息 已经是无比的强大 诸天之内 众多的宗门 早已经是做好了玉石俱焚的打算 这一点泰玄圣地 也是毫不例外 因为青铜骨关出现之后 竟然又一次的消失了 那就再明显不过 仅仅只是江明长老 在死后留下的后手罢了 若是江明长老真的没有死的话 那他为什么不回到宗门之内 为什么还要让那青铜骨关环绕朱天 掠过一个又一个的太古境地 只是为了镇压那些强大无比的存在 隐隐之间 所有的人都已经不再对此事怀有希望 毕竟 人死复生 这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是超乎了他们所有人想象的事情 纵然是无数的岁月之中 诸多的大帝们 却只能够自斩一刀 苟延残喘 人族之内 更是早就没有了大帝的存在 这一点 是所有人都心知肚明的 赵号站在高台之上 也是叹息一声 最后 不得已是开口道 罢了 你们去吧 不管是生是死 你们一定要寻到大师兄和三师弟的踪迹 维兄在此坐镇宗门 与众多师兄弟同生共死 赵号的修为 早已经是太玄第一 当然 这是在大师兄与三师弟消失不见的情况之下 实际上 他根本就不在乎这所有的宗门第一 这有什么用 人族请微 他纵然是太玄第一 也并非是天下第一 太玄圣帝 如今即便是有赵家的地气坐镇 却也难以抵抗那恐怖无比的有缺大帝 光是一尊邪祖 就已经让他们难以抵抗了 现在 赵号再也无法拒绝这些师弟师妹的请求 开口答应了他们的话 听到这话 众多的太玄长老 以及一众的修士 也是纷纷叹息一声 如今的太玄上下 依附了不少的宗门势力前来 他们想要得到江明长老的庇护 但是仔细一想之下 发现 那或许仅仅只是江明长老在死后留下的后手 几乎所有人都无不识叹息 现在 他们聚集于太玄之中 凭借着众多的修士 还有诸多的圣器 地气的存在 又或许能够抵抗一二 也是怀着这样的想法 不少与太玄交好的势力 也是纷纷到此 随后 在那五师弟韩非清的带领之下 一众的太玄弟子 也是朝着地露而去 纵然在那地露之上无比的凶险 以他们的实力 极为有可能会遇到极大的危险 但是现在 他们也顾不得这么多了 若是能够寻到大师兄的话 或许人族还有一线生机 但是 他们最害怕的是 最后只能见到一副枯骨 这将会彻底的抹去他们所有的希望 但不管怎么说 他们都要尝试一下 随着他们的离开 终于 在这东荒境内 那些沉没了许久的禁地大能们 竟然是纷纷出世 煞世间 整个天地之间 涌现出无数的黑暗意向 有人见到域外天魔吞噬日月 无数星河之上 域外天魔降临人间 有人见到一尊有缺大地积出太古地气 震杀八方生灵 吞噬无边的人族 化作生机 人族各地 无不是一片凄凉 尤其是在那些拥有着地气的宗门而言 他们的处境 更是无比的悲惨 灵求鲜花 因为拥有着地气 他们的门下人族 依附极其之多 往往就是延绵数百万里浩大的人族居住之所 数以亿万的人族依附其下 但是随着那些禁地大能的出现 他们便立刻发动了黑暗动乱 以无边黑暗意向 镇压诸天 宏伟无比的地威 扫荡八方 一个又一个的人族城池 不断地沦陷 有人在战火之中悲鸣 却无能为力 有人想要以此抗争 却命丧当场 作为东荒之内 鼎鼎有名的古族 凌家之下 仅仅只是数天的功夫 就已经有半数的人族 陨落在那有缺大地的手上 家家挂白符 处处是悲歌 人族的城池之内 不知道多少的人流离失所 不知道多少的人凄苦喊叫 这个时候 凌家的人却再也坐不住了 他们举足出洞 祭出了凌家的传承地气 凌云图治 数十个圣人境的大能 加上三尊大圣境的修士 以全部的力量 换动着凌家的地气 尤其是当代的凌家家主 在这百年之内 更是踏足了大圣境后期的修为 其天赋不可一世 蕴含大地血脉的他们 本就是人中之龙 但是 在那强大无比的 有缺大地的面前 他们竟然是如此的弱小 此刻 出现在他们面前的 乃是一尊太古族群的太古古皇 灵 其周身若玄铁胶筑 无边煞气滚滚 形态仿若上古瑞兽麒 但是 他并非是带来祥瑞的麒麟 而是带来无边灾祸的太古一族 哈哈 纵然是凭借儒等这点势力 也想要与本皇一战吗 这种人形 周身一片漆黑的铠甲 释放出了无边的地威震杀八方强者 仅仅只是一瞬之间 灵家的长老便是死伤过半 那仅仅只是一道威亚 就有半数的圣人敬长老 在此陨落 圣人之下的灵家子弟 更是纷纷承受不住 那恐怖的威亚 瞬间爆铁王 他们 甚至于连抵抗的机会都没有 怀着一枪愤慨而来 却是在无比憋屈的痛苦之中死去 这样的场面 让周遭的人族见到 更是心中涌现出了无边的绝望 这就是有缺大帝的强大势力 即便是人族之中 拥有着地气传承的大势力 在他们的面前 依旧是宛若蝼蚁一般 那些有缺大帝 不过是一抬手 一头族 便能够轻而易举地 覆灭这些强大的古族族人 灵家家主满脸的绝望之色 他的灵台道国 此刻再不断地破碎 光是承受那恐怖的帝威 便已经让他竭尽全力 更不要说出手抵抗 这些强大无比的存在了 众多灵家的祖老 那些原本是强大无比的存在 在人族之中 拥有着巨大威信的长老们 此刻更是无比的绝望 他们发现 即便自己想要玉石俱焚 与之拼死一战 但实际上 他们甚至于连对方的衣角都摸不到 无奈太古黑玄古皇 如等人族 不过是本皇的血实 岂敢释放锋芒 触怒本皇 此刻 他满脸的不屑之意 更是抬手狠狠的一押 那恐怖无比的威压 瞬间是将数十个圣人静的长老 碾压作漫天的积粪 煞时间血染长空 无数人为之惊恐不已 无边的绝望 不断地在此刻蔓延开来 灵家家主咬牙切齿 更是在这一瞬之间 激活了全身的精血 他宛若一颗流星一般的 在虚空之上燃烧着 释放着自己最后的光芒 无奈灵家家主 灵云志 如等一族 岂可伤我人族 诸位长老 今日无等虽死 无憾 沙 沙 漫天的呐喊声音 不绝于耳 那一个又一个的人族长老 更是直接释放本源 毫不犹豫地点燃了自身的精血 纵然他们的气息强大了不少 但是比起那有缺大地儿言 却依旧是如此的渺小 他们视死如归 纵然是粉身碎骨 彻底的烟消云散 也没有丝毫的畏惧 但这一切 在那太古古皇看来 却是如此的可笑 一群蝼蚁 却是毫不自知 明知道是送死 却是偏偏要来 人族 果然是这世上最愚钝的族群 随着那古皇的冷笑声不断的响起 下方的诸多太古族群之人 更是无比狂妄的大笑不止 这些人明知道是送死 却偏偏还是要来 他们除了让古皇陛下 再添一份血食之外 还能有什么作用 放弃吧 你们谁也无法保护 甚至于是自身难保 人族 不过是无被太古族群的血食罢了 昔和年 我们太古族群圈养无数人族 那个时候 人族将五等奉若神明 你们算个什么东西 也敢挑衅古皇天威 如等再不甘心 那又如何 人族孱弱 这样孱弱的种族 本就该被五等圈养 可偏偏如等要试图反抗自己的命运 那么 便只有送你们去死了 太古族群的大军 早已经在下方屠戮了 不知道多少人族 那些尚且 还在抵抗的人族们 听到这些话 看到虚空之上 那些抵抗的林家长老们 心中更是涌现出了无边的愤慨 五等即便是死 也要与如等拼了 太古族群骑鸭五倍人族 纵然五等今日死在此地 终有一日 我人族将会兴起 统于万族 将你们全部驱逐 此刻 人族大帝之上 一个又一个人族修士 更是想要以死相搏 他们想到了百年之前 曾经的人族大帝宛若交土 遍地哀红 四处尸骨 无处埋葬 那些人族的先祖们 为了现在的他们 不惜拼死一战 纵是生死 却也是毫不犹豫 如今 他们也想要学那先祖先辈 为了人族的西二七零旺 拼死一战 但是 他们这样的举动 却是引来了太古族群 更为不懈的嘲讽 笑死人了 若是如等人族圣体 尚且还在的话 如等说这话 或许还有一些依据 但是如今人族圣体 已然陨落 如等又算得上什么东西 此刻 那嘲讽的声音 毫不留情 更是在这一瞬间 击溃了所有人内心的 最后一道防线 是啊 人族圣体 那作为人族 最后的希望的人族圣体 已经在太古族群 以及妖族的联手之下 被彻底的绞杀 就连太玄圣体 那极具希望的绝世剑体夜城 也都陨落在了地露之上 继承了金污金血的 小徒弟姜楚楚 也是被打落地露 这一切 都是早已经布置好的局 人族 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希望 没有希望 只有永无止境的绝望 不断的灌入 所有人空荡荡的内心 毁灭 就在这个时代了吗 人族跨过了一个又一个时代 纵然是在那太古时代 数之不尽的强者出现的时代之中 人族依旧是存活了下来 人族依旧是历经了无数的苦难 走到了今天 但是现在 人族即将毁灭在这个时代了吗 就连最后的希望 也都看不到了吗 所有的人 此刻心中更是陷入了无边的黑暗之中 原本是要与众多太古族群的人 拼死一战的众人 更是无能为力地低下了头 人族到底应该何去何从 到底如何度过如今的困难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能给出答案 甚至于林家的人 此刻也不知道 自己这样做 豁出去性命 到底能够换回来什么 是永无止境的绝望 还是徒劳无功的牺牲 人族将亡 人族将亡 那一席话 传遍了人族大地 人族的城池之内 那一个又一个眼含泪珠的人族百姓 更是无比的沉通 谁说 无被人族将亡 偏偏 在这个时候 城池之内 竟然是涌现出了一股无比强大的气息 那气息让所有人都彻底地惊呆在了原地 林家的各大长老 同样是无比惊讶地看着那道浑身焕发着地位的强大存在 那 那竟然是先祖大人 西年的人族至尊 临天至尊 是他 他消失了数万年 没有想到 竟然是躲在了此地 不 他的气息 他的修为 他竟然踏入了地境 此刻 林家众人更是目瞪口呆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这位林家的先祖 竟敢还留存于世 并且 他的修为 更是达到了地境 虚空之上 那尊太古古皇健壮 却是露出了一抹痴笑 更是冷冷地说道 不过是准地罢了 纵是出世 那又能改变什么 黑玄古皇冷眼看着那灵天至尊 心中更是充满了不屑之意 纵然是有准地出世 也改变不了什么 他乃是有缺大地 曾经便是独断万古的大地存在 若非是因为寿元将近 他又何必自斩一刀 隐匿在境地之中 不再出世 如今飞仙岛屿浮现 成仙契机出现在这个灵气爆发的时代 他们更是拥有了正道真仙的可能 故此才会有如此之多的太古大能 联手发动黑暗动乱 汲取众生的生机 此刻 凌云至尊面色凝重 他知道自己的实力 虽然仅仅只是准地级别 面对这样的有缺大地 虽然仅仅只是有一战的可能 但是绝无斩杀他的机会 不过 此刻他的早已经无法再隐匿下去了 凌家将要灭亡 他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凌家毁灭于此 东荒人族更是陷入了无边的灾祸之中 甚至于在那人族势力最强大的中州大地之上 如今也是一片势如水火 无数的人在这黑暗动乱之中挣扎 他抬头看向那浩瀚无边的地露 在地露之上 有成就真仙的契机 届时不知道多少的地级实力 会在那地露之上争锋 他们每一个人 都是曾经独断万古的存在 都是拥有着 倾覆天地众生的强大存在 即便是此刻 他以准地之姿出手对抗 却难以保全家族 因为地级实力的争斗 寝刻间覆灭亿万里山山河 那也是极有可能的 他纵然是能够与之一战 却也是担忧 万一有其他的太古势力出现 当已少敌多的时候 他也只能含恨陨落 但是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他能够达到准地的修为 便已经是十分难得了 在他寿原的最后时刻 他想要做到的 仅仅只是为了人族 做一点什么 哪怕只是拖延一二 好让人族能够保全一部分的血脉之力 却也足够了 此刻 黑玄古皇的面庞之上 似乎是浮下而出了丝丝的不耐烦 他抬手挥动着手中的 一柄巨大的齐帆 自那齐帆之上 呈现而出一尊强大无比的虚影 那虚影 仿若是来自于神话时代的无上神魔 凶煞无变 那巨大的身躯 以至于是将整个天地都给彻底地覆盖 那恐怖的獠牙 宛若是最刺破了天穷一般的 让四周的空间不断地扭曲 黑玄古皇以无比强大的姿态 凌厉于众生之上 更是狠狠地向下一挥 那蕴含着莫大威能的地气 更是寝客之间自虚空之上垂落 凌云图至 开天 眼看着那无比恐怖的神魔虚影 自上垂落 他更是抬手一挥 寝客间便是激发了凌家地气之中 所蕴含的恐怖威能 煞时之间 三千须迷事件 自其中涌现而出 无穷的地火风水 自虚空之上垂落 一座浩瀚精巧 垂落人间仿若是镇压一切的浩瀚仙桥一般 呈现出莫大的威压 地气 彻底地唤醒了 众多的人族见到此目 心中更是燃起了一丝希望 仙族大能 无被人族有希望了 吴等终于是等到了这一天 此刻 众多的凌家之人 更是无比的喜悦 眼看着那彻底被唤醒的地气 心中喜悦不已 然而 随着那天穷之上的浩瀚神魔垂落 那神魔抬手一挥 竟然是犹如挥动了无边的星河动荡一般 漫天的神魔之力不断地涌现而出 煞世间 便是洞穿了数十个虚迷世界 红隆隆 天穷之上 那毁天灭地的恐怖威能 更是让人心头一振 这便是地级实力的争斗吗 顷刻之间 便能够覆灭数十个虚迷世界 纵然是全然唤醒的地气 竟然都无法抵抗得住 这恐怖的神魔之力吗 人族之中 零 无数的人惊叹不已 更是煞世间 发现了这可怕的事实 即便是全然唤醒了的地气 竟然都无法抵抗 那有缺大地的恐怖实力 因为拥有地气的人 不光是灵天至尊 还有那黑玄古皇 他的手中持有的地气 乃是明镇太古的镇魔藩 太古时代 玉外天魔入侵天地 他便以这镇魔藩镇杀了无数的玉外天魔 最终 竟然是让其中诞生而出一尊无比强大的天魔存在 此后 黑玄古皇更是以自身地血滋养此魔 于无数的岁月之中 铸就了这样的一尊无比恐怖的天魔存在 而灵云土质 却仅仅只是西年的灵家大地所铸就的地气 虽然是弃本命法宝 但是 未能比起这镇魔藩而言 却是差距太大 这镇魔藩吸收了不知道多少年的地血 滋养了不知道多少人的魂魄于其中 以至于是弃强大的力量 差不多于真正的大地相差无几 就算是灵天至尊彻底的唤醒地气 以灵家地气对抗 却也是立刻高下立判 众多的太古族群 此刻见到到了黑玄古皇 近乎是碾压一般的强大实力 更是无比的兴奋 哈哈 纵然是在地气之间 却也有高下之分 如等灵家的地气 又岂能比得上古皇陛下的地气 简直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如今出世 却不是送死 还能是什么 虽然那些太古族群的话 让人无比的愤怒 甚至于是彻底的激怒了灵天至尊 但是他们说的话 却又是事实 是他无法抹去的事实 那恐怖无比的天魔威亚 所蕴含的神魔之力 根本就不是他这个级别的人 所能够抵抗的 即便他以灵家地气对抗 彻底地唤醒了地气的威能 最终也只能是勉强地抵抗一段时间 不到半天的功夫 那三千须迷事件 无边的地火风水 乃至于是那座玄傲无比的金桥 竟然都在此刻不断地崩塌 破碎 灵家帝尊 哼 一个准地罢了 也敢称尊 死吧 此刻 黑玄古皇周身精血涌动 那无比恐怖的大地精血 任何一滴 都拥有着负灭一方 环宇世界的恐怖威能 当那些精血 滴落在那天魔虚影的身上 瞬间是让其气息暴涨 只是刹那 他仰天长笑 爆发出了无比恐怖的强大气息 吼 死吼声 于虚空之上不断地回响 甚至于是镇破了山河 让大地之上不断地崩裂开来 一个又四 四一个孱弱的人族 在这一声巨吼之中 瞬间暴毙 那三千须迷事件 转眼之间 被其催枯拉朽一般的彻底轰碎 就连悬浮于虚空之上的凌云图至 此刻竟然也是变得无比的暗淡 灵光皆无 那在灵家之中 流传了不知道多久的地气 此刻竟然是近乎半毁一般的 变得无比的暗淡 旋即 那虚空之上的天魔 更是狠狠的一拳头 轰在了灵天至尊的身躯之上 煞时间 漫天的金光迸发 灵天至尊那强横无比的地区 此刻毅然是不断的破碎开来 化作了点点的金光崩裂 破碎 虚空之上 那天地之间 更是呈现出了一道道 天地崩裂的恐怖异象 仿若是在彰显着 这一尊准地 即将陨落的命运 灵天至尊此刻身躯四分五裂 血染长空 在那浩瀚的天穷之上 崩裂开来 诸天之外 无数的大高星辰 与此刻不断的陨落崩塌 天机混沌 天道隐秘 地血洒落 环宇皆惊 星辰崩云 天塌地陷 大地陨落 人族将亡 那无比恐怖的景象 让一个又一个灵家弟子 心中燃起的希望 在此刻不断的化作了虚无 他们的心中 最后的一点点希望 也被太古古皇彻底的剥夺 彻底的消失 那强大无比的存在 更是瞬间化作了漫天的星光坠落 纵使准地 也无可奈何 完了 彻底的完了 灵家上下一片骇然 纵然是准地大能出世 却也无能为力 在这一场席卷诸天的黑暗动乱中 人族 难道就注定灭亡吗 他们一次次的燃起希望 又一次次的被其破灭 那无比强大的禁区大能 甚至于就连准地大能都无法敌过 星宿神宗之内 众多的人族至尊 此刻更是满脸的绝望之色 灵天道有 他 他竟是不惜以命相搏 众多的至尊 准地 虽然他们的力量 实在是难以抵抗这么多的 有缺大帝 异族强者 但是 他们依旧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 此刻 有一尊准地陡然站起 浑身爆发出一股恐怖无比的气息 更是愤怒不已的说道 人族将亡 我们还在这里等什么 行宿劳道 你让我们等什么 我们还有什么好等的 若是继续这样下去 人族将亡 我们又拿什么脸面 去面对那历代仙族 人群之中 那些愤慨不已的大能 早已经不愿意再苟活下去了 他们只希望能够拼死一战 挽救人族于水火之中 星宿神宗的宗主不曾说话 他那苍老的面庞之上 满是无奈 他又何尝不想驱赶异族 挽救人族于水火之中 但是 即便是这里的所有人都出面 难道能够改变什么吗 老夫为如等算尽天机 如等若是出去 便是必死无疑 届时 人族再无任何的力量 可以抵抗异族 你们 真的想好了吗 他深吸了一口气 更是凝重无比地说道 听到这话 众人更是毫不犹豫地开口 纵是一死 那又如何 无等虽是人族希望 但若是眼睁睁地看着人族覆灭 紧紧留下这里的人 那又有什么用 无等愿存天理 灭人欲 生无所欲也 然而族群大义 不可不重 今日纵然是死 却也要将那一族付出代价 无边的愤慨 在人群之中蔓延 他们丝毫不像是那隐匿了 二十不知道多少年的至尊大能 反而像是一群出生牛 明知道此去便是送死 却依旧是要站出来 狠狠地让一族知道人族的厉害 新秀神宗的宗主大人叹息一声 他不免想到了人族的历史 在那漫漫长河之中 有如同他这般 为了人族保留最后实力的人 也有如同眼前这些人一般 为了人族不惜拼死一战的人 同样 那不止一次出现的青铜骨官 却是完全地打破了 新秀神宗宗主大人的所有预料 他每一次出现 就好似骄阳 带给人族大地无边的希望与光芒 如今 他最后的手笔 也彻底地压制不住那些四类人间的异族 就算是宗主耗费大量的寿源 想要探查 其是否是会复活 却依旧是无法探查 得到半点的消息 这还是新秀神宗的秘书 头一次无法窥探到的天机 就好像那个人 根本就不在天机之中一般 已然是顿出了这天道的左右之中一般 浩瀚天地 纵观岁月 纵然是大地这样的存在 也不过是天道之下的除狗 新秀神宗始终认为 这世上根本没有什么生灵 能够超越天道的存在 直到那江明长老的出现 不管他如何的推算 如何的窥探天机 都无法寻觅得到 仿若是天道 根本无法承载其存在一般 关于他的一切信息 都是荡然无存 他到底是什么人 他到底会不会复生 挽救人族于水火之中 此时此刻 宗主大人叹息一声 心中泛起了无边的感慨 周围的众人听闻此言 却也是皱起了眉头 心中泛起了无边的疑惑 他 难道是那个江明 唉 这位人族大能 纵然是死后 却也是为我人族 留下了后手 吴等竟然躲在此地 真的是羞愧于人 吴曾经听闻 他曾经于无边星河之上 碾压诸天星斗 传授盘古开天辟地之法 教导女娲捏土造人 偶然种下一棵柳树 杀入无边戒海 逆乱神魔 这些传闻 到底是真的 还是假的 不管怎么说 那青铜骨关 毫无疑问 绝对是在地气之上的存在 他的存在 毅然非我等所能够猜测 他到底会不会复生 这样的问题 我们无法揣测 我们也没办法 将希望寄托于此了 星宿老道 多谢你的好意 我们要离开此地 从东方开始 征战一族 不错 纵然无等是死 今日 也要死得坦坦荡荡 吴被人族 何有巨眼 与子同袍 起约无一 众多人族大能 此刻纷纷是撕裂了虚空 踏破了星域 朝着那外界去 在他们的身后 星宿宗主此刻双眸之间 满是困惑 更是叹息道 人族 真是叫人琢磨不透 老夫 纵然并非人族之人 却是受之人族之恩 掌管星域十万年岁月 时至今日 老夫却依旧无法看透人族 到底是怎么一个族群 他们 为何会如此的汗不畏死 为何明知道是死 却还是要拼死一搏 这位存在了十万年岁月的 星宿神宗宗主大人 其实并非是人族 化身成人 只是因为昔年渡劫之时 遭遇劫难 被那夜天帝所救下 因其本命神通 具有造化乾坤 窥探天机之能 于是夜天帝 便邀请他成为镇守人族的 星宿神宗宗主 他这一镇 便是十万年 而他的寿源 因为长存于这片 极为独特的星域之中 而彻底的凝固 十万年来 他在这星域之中 纵观无数的人族 一次次的拯救人族于危难之中 在人族最危难的时候 选择保留下人族的血脉 这一切 只是为了报答当初的 夜天帝的救命之恩 然而 即便是十万年过去了 他却依旧是无法看透 人族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族群 此刻 那些人族大能 纷纷是踏上了东荒 在那无边的浩瀚动乱之下 开始对那些 四略人族的异族出手 哈哈 人族当王 无被妖族鼎立人间 通天大道 成仙契机 如等纵然是化作 本尊的一缕生机 却也是莫大的幸运 此刻 一尊妖族的准地 四略一方 他的手中 持有一柄残破的准地兵器 虽然仅仅只是准地 却并非是那些 不过圣人禁的人族 所能够抵抗的强大存在 黑天老狗 你竟然还没有死 正是他四略人族大地之时 浩浩荡荡的人族大能 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一时之间 那号称是黑天老族的妖族大能 更是瞬间面色惊骇不已 皇天 帝浩 薛元辍 如等人族至尊 竟然还没有死 他一下子便认了出来 这些人 乃是在太古时代末期 人族最后的一些那些强大存在 而如今 这些人有的成为了至尊巅峰 有的成为了准地 甚至于有的人距离成就帝尊 只有一步之遥 这是一股极为强大的力量 仅仅只是出现了瞬间 便让无数的人族 瞬间愣在了原地 仙族 是仙族 吴辈人族 竟然还有这样的大能存在 我们有希望了 有希望了 那本已经是垂落万丈深渊的希望 此刻又一次的在人群之中燃起 无数的人族 站在那血海之中 仰望苍穹 那些曾经的人族大能 如今终于是出事了 然而 黑天老祖却是冷哼一声 脸上的惊慌 也是再也不见 如等真当无辈妖族 当真是一点防备 都没有吗 说吧 他更是冷笑不止 正是这个时候 自众人的身后 竟然是陡然之间 浮现一片浩瀚无边的威压 席卷而来 一个又一个强大无比的气息 自虚空之上 悄然浮现 那是一片浩瀚无边的血海 血海亡羊之上 血祖大人 似乎早已经等候在此 许久的时间 带在身边 一个又一个的太古大能 更是冷笑不止 看着那下方的人族众人 开口吃笑 黄天 而等真的以为 我们不知道 如等也是藏匿了起来吗 我们早就等候如等多时了 带得斩杀了如等 人族便彻底归无等太古族群所有 不错 无被妖族 岂会忘记十万年前 如等人族层出不穷的手段 如今 我们势必要将等赶尽杀绝 叫天下的人族 再也没有半点的希望 随着他们的话音一落 一个又一个的地气 刺他们的身后浮现 他们每一尊 都是有缺大地 并且数量 足足是有六尊之多 妖族 太古族群的有缺大地 竟然是直接选择了 联手等候着人族 最后的力量出现 在过去的岁月里面 他们已经吃过了太多的亏 明白了人族 到底是一个何等坚韧不拔的族群 他们就像是野火 只要有一点点火星未曾破灭 就会重现人间 再一次的烈火燎原 血族的目光深邃 他已经谋划了太久太久了 他不允许任何人 打乱他寻觅成仙契机的机会 如今人族的所有底牌进出 只要覆灭了眼前的这些大能 再将所有的人族 一并吞噬殆尽 那股庞大的生机 便会让他们拥有挑战 递入尽头 成就真仙之境的可能 今日 人族将亡 如等 受死吧 此刻 随着他的话音一落 六尊有缺大地 加上血族在内的所有人 无不是释放出滔天的威亚 那恐怖的地威 甚至于是要将整片天穷 都要压碎了一半 整个世间 陡然之间陷入了无边的黑暗之中 永夜已至 在这茫茫的漆黑之中 所有的人族 都陷入了彻底的绝望之中 真正的绝望 十分的宁静 没有丝毫的叫声 没有任何的悲愤呐喊 他们心中那股无可奈何的绝望 击溃了他们所有求生的欲望 这就是近乎死亡的绝望 寂静到天地 都彻底不再传出任何人的声响 唉 一声悠悠的轻叹 自那心欲之中传出 星宿宗主眼中满是复杂的情绪 他明明知道是这样的结果 可是 他还是想要赌上一赌 赌那最后的希望 人族圣体 并不是人族最后的希望 眼前的这诸天大能 也并不是人族最后270的希望 发而是那神秘莫测的青铜骨关 才最有可能 是人族最后的希望 因为 他能够看透这一切 看到人族圣体陨落 看到无上剑体 坠落星河 看到无数的人族大能 在这六位有缺大地的围剿之下 彻底的灭亡 看到亿万人族 化作血海 唯独 他看不到那个人 他看不透 轰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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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此刻 所有人都陷入了 无边寂静的绝望之中的最后时刻 律外星河 那浩大的青铜骨关 再一次的浮现于星河之上 星宿宗主双眸之间掠过了万般凝重 更是期待 那唯一的变数 会成为人族最后的希望 又是这个装神弄鬼的家伙 纵然是死 却也是不知道安宁 即便这青铜骨关 乃是仙气 但你就算于此刻出现 却也无法阻拦无等 青铜骨关镇压于九天之上 无数的人族 心中都回想起来了 那个曾经的无上存在 在他死后 世上无尊 江明尊上 您 回来吧 救救我们吧 人族需要你 太玄需要你 师尊 您是那至高无上的神明转世 弟子相信 您一定不会死的 无边的星河浩瀚 再无一人 能够拯救人族于水火 而您 是那最后的希望 无数的祈祷 在人们心中响起 他们依旧沉默 但是 却是再度燃起了希望 找死 一尊有缺大帝 满脸的不屑 更是祭出地气 朝着那青铜骨关 狠狠的落去 然而 也是正当他出手的刹那 一股无比恐怖的气息 煞世间自虚空 之上浮现 万古岁月 无边时空 那青铜骨关 像是横跟了无尽岁月一般 独断万古 一股浓浓的岁月气息 自其中涌现而出 那无比恐怖的气息 自虚空之上 悄然垂落一缕 仅仅只是细微的一缕 落在那有缺大帝的身上 下一秒钟 轰然乍响 一尊自斩一刀的有缺大帝 竟是被一缕细微到无法重视的气息 瞬间震杀成了漫天的血污 煞世间 所有人都在此刻 陷入了无边的惊悚之中 他们纷纷是 祭出了各自的地气 要在下一个变数之前 彻底地将这青铜骨关破碎 然而 虚空之上 一个无上的身影 却是在此刻缓缓地坐起 那一瞬间 星河遥望 如隔万古 诚如诸天万界 在此刻倾泻崩塌 还宇诸天 与此刻覆灭 所有人的心中 莫不是涌现而出 他们毕生所能见到的最大惊恐 只是目之所及 便见到那浩瀚星河之上 无边异象涌现 诸天环宇之内 莫不是惊恐 骇然之声 延绵不绝 纵然是天崩地裂 也没有眼下这般的 让人心中骇然无比 不光是因为那一缕气息 轻而易举地 便正杀了一尊有缺大帝 更为恐怖的是 自那星河之上 所传递而出的莫大恐怖 让无数的人都为之一阵 星宿神宗之内 众多星宿神宗的长老等人 纷纷是瞪大了双眼 难以置信地看着 那不断变换的 星界星宿排列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为何我等 从未见过 如此诡异的星相排列 这简直就是 前所未有的事情 这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难道说 那位人族的大能 真的复活了吗 死而复生 这 这根本就不可能 就算是强如大帝 却也无法做到这样的事情 这话得到了 众多星宿神宗 长老们的一致认可 他们纵观人族多年 有诸多的古籍文献 为他们参考 关于这 环与诸天的一切事情 所以 这世上没有星宿神宗 更具有权威的宗门 可以说 他们就是整个 玄天大陆活着的 万古历史 整个玄天世界之内 大大小小的事情 他们都有所记载 不要说是大地 纵然是一些古老的隐秘 都被他们记录在 星宿神宗之内 整个星宿神宗 自太古时期开始 便是在人族的 大地的掌管之下 不断地寻觅着 这天地之间的诸多隐秘 想要以此推算而出 那有关于长生大道的隐秘 推算出那天道的隐秘 推算出诸天气韵的 一切隐秘 可是 纵然他们拥有着 极为巨大的资料 拥有着谁人 无比比拟的情报与信息 他们依旧是无法推算得出 这江明长老的一切来历 还有神话时代的一切事情 对于他们而言 都是难以想象的恐怖隐秘 那些神奇的存在 已经彻底地超乎了 他们所有的想象 江明一次次的 宛若死而复生一般的迹象 同样是让他们不断地猜测 不断地想要窥探天机 知晓其中的隐秘所在 但是 不管他们耗费多大的力气 纵然是动用五大区域之内的 所有力量 却也无法推算得到 江明就好像一个巨大的隐秘 堪比那浩瀚无穷的天道一般 甚至于 他们对于江明的了解 比之天道更为稀少 也就是说 比起江明而言 他们竟然知道 天道的隐秘更多一些 江明的一切信息 都远比那天道更为难以推算 他们知晓这世上的一切 是开天辟地之后 天道才孕育而出 所谓天道 不过只是一种秩序 一种毫无感情存在的法则 换句话说 天道与那三千大道 根本就没有什么区别 甚至于 天道还不如三千大道之中的任何一道 只能说是三千大道演化而来 取而代之的替代品 却是远比大道更为薄弱 这一点 尤其是在他们知道了 上一次的黑暗动乱之中 似乎是有一位不知名的大能 以某件无上之宝 将那天道生生的葬灭 如今的天道 却是在先古时代之后 才自然孕育而出的新的天道 这天帝 曾经更换过一次 就连这样的隐秘 都被星宿神宗 掌控在自己的手中 但是 即便是他们知道这么多 他们却不知道 埋葬江明的 正是曾经葬灭天道的镇天官 而这能够埋葬天道的镇天官 却是葬不灭江明 葬不灭这神秘莫测的存在 以至于 如今虚空之上 浮现一道赫然的无上身影 那身影的周围 蕴含着无边的岁月气息 那浓重的岁月气息 即便是自开天辟地之时 积累至今 也无法蕴含 如此磅礴的岁月气息 简直就好像 好像那一尊无上存在 仿若是在开天辟地之前 就已经存在的无上大能 而这个世界 对于他而言 不过是漫长旅途之中的 一个小小的站台 对于玄天世界的 亿万万横杀众生而言 那是无法想象的万古岁月 但是对于那阵天官之内的江明而言 却不过是转瞬即逝 不过是平天一缕不起眼的 岁月气息的短暂时间罢了 岁月气息 那是需要数个会员的时间 经历三藏六蕴之术 乃至于开天辟地至今为止 也仅仅只能够继续得出 一丝一缕的玄傲存在 但在此刻 那无上身影的周遭 却是犹如碾压而过亿万星河 无边混沌一般的磅礴岁月气息 生生地镇压了整个诸天 覆盖了整个大地 无人不是在那股浓郁的岁月气息之中 感受到了一种悠久浩瀚的古老 沧桑 莽荒 混沌 乃至于是深不可测 仅仅只是看上眼 便犹如是度过了亿万年岁月 可谓是一眼万年 而这 还仅仅只是他周围的一道道气息罢了 更为可怕的是 在他的身躯之前 那拖拽着青铜骨关 不断前行的三千大道天魔 他们 可是每一尊 都代表着一条无上大道的存在 他们 每一个人都是足以独断万古 开天辟地的存在 然而 即便是这样的无上存在 却仅仅只能够为其拉罐 这样的气魄 这样的大手笔 若是别人 根本就想不到这么多 但是 知晓着世上一切隐秘的星宿神宗 却是因为了解的越多 越是对那不了解的巨大隐秘 而感觉到无与伦比的震撼 惊恐 难以置信的气氛 不断地在人群之中蔓延 他们是这个世上最为神秘的一个族群 他们拥有着寻常生灵 所不能够拥有的悠久寿源 星宿神宗的宗主大人 就是他们的先祖 尤其是那宗主大人 更是自太古岁月存活至今 历经了十万年的岁月洗礼 他们 看到了太多太多的事情了 原本像他们这样 矗立在岁月之上 自问对这世间的一切隐秘 都了如指掌的存在 如今 却是对那一道虚影 感觉到莫大的冲击 震撼 那是他们未曾了解的巨大隐秘 是隐秘在岁月一时 世界诞生之初 甚至于是世界诞生之前的无上存在 他究竟是有何等的伟案 或许 只有这些活了几万年的老家伙 才能够知道了 虽然 他们这个族群的实力并不算强 但是 他们活了这么久的岁月 其境界 早已经不是一般的人所能够企及 甚至于 就连一些大地 都未必能够企及他们的境界 这种境界 是对于真理的认知 是对于这世间万物 道法自然的认知 对于这天地大道 无上天道的认知 他们知道世间的一切 知晓何时会有灾祸降临 何时会有强者出世 何时会有大变发生 甚至于 有些时候 他们更是能够力挽狂澜 改写局面 唯独现在 在碰到了这位太玄圣地的江明长老之后 一切都变了 他们推算不出江明的来历 感知不到江明的所在 理解不了江明是何种存在 为何诸天神魔为其送葬 三千大道天魔以大道锁链 为其拉拽青铜骨关 甚至于 就连那青铜骨关 大道锁链的存在 都是他们无法理解的 现在的他们 才深刻地感知到了 自己到底是有多么的无知 是有多么的愚蠢 他们竟然认为自己的认知 已经是这无所不知 但其实 他们在知道了江明的存在之后 却是一次次地改写了自己的认知 一次次地打破了自己的认知 神话时代 仙谷族群 时日横空 盘古开天 那一个又一个神秘的过往 在他们不断地发觉 并且不断地证实之后 发现江明曾经说过的话 竟然是一一地验真 一一地证实 甚至于 极有可能 江明真的是 自那开天辟地以前 就已经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无上存在 极有可能 他曾经说过的那些话 都是真的 虚空之上 众人能够看到了 无上的身影出现的刹那 朱天星陡煞时间 失去了所有的光辉 日月坠落 不敢有丝毫的光芒必放 天穷犹如是被黑暗吞没了一般 煞世间没有了光彩 只有在那一道身影的周遭 浮现着万千的法里交织 无边的大道 自万古岁月 无尽穷语之间 演化着无边的天地 似乎在其身边 一颗小小的尘土 一缕细微的长风 其中都蕴含着万千世界 无尽法则 以至于是 就连那一尊有缺大地 都无法承受其浩瀚 只是刹那 便瞬间化作漫天的血污 崩塌破碎 陨落于天地之间 大地陨落 那是何等震撼无比的事情 若是平日 这样的一尊无上大能陨落的瞬间 便会有天道回响 无数星辰陨落崩塌 然而如今 随着那青铜骨关的身影 做起 那诸天的异象 浩瀚的天道 竟然是全然不见 就好像是在畏惧着 这样的一个无上存在 不敢在他的面前 有丝毫的光芒必放 有丝毫的一彩呈现 唯独那无上的身影 是这之上唯一的真理 三千大道为其所开辟 诸天环宇因其而诞生 纵是神魔之主 盘古大神 也不过是他教导出来的 其中一人 还有无数的隐秘存在 无数的诸天神魔 不断地自那浩瀚星空之上 浮现身影 他们的眼光之中 充满了崇拜 激动 乃至于是无边的狂热 谁也无法想象 那些代表了 诸天神魔的一道道虚应 竟然会因为 这样的一个身影 而露出如此崇拜的神情 他们处立在 那岁月长河的尽头 仿若是不死不灭的存在 超越了这世上 所有人的无上存在 即便是他们 在看先那道 无上身影的时候 依旧是带无比的敬重 仿若在那无上身影的面前 如他们这样的存在 根本就不值一提一般 但是 星宿神宗的人 却是十分的清楚 这些人 乃是在神话时代的 诸多典籍之中 所记载的先天神奇 他们当中的某人 曾经开天替地 以身化作诸天环宇 开创洪荒 他们当中的某个存在 曾经于那不舟山之下 挥舞上股神器 造就人族 他们之中的某些存在 曾经立下无上大教 传承无上圣道 为天道代言 然而 即便是这样的存在 却依旧如此的崇敬 甚至于可以说 是狂热 此 老赵的 克 星宿神宗的宗主大人 目光之中 略过了数次的情绪变化 他有过震惊 有过疑惑 有过惊恐 甚至于是 有过惧怕 但是 最后的这一切 都化作了一声悠悠的长叹 唉 老夫想不到 这世上竟有如此无上的存在 纵然是诸天神器 在他的面前 也不过如此 人族 为何人族 始终是有着 这样的无上存在呢 难道这一切 仅仅只是 和这位无上存在 有关系吗 又或者说 这位无上存在 根本就是人族的先祖 他的猜测 已经十分的接近事实了 甚至于 已经有古籍记载 证明了他的猜想 可他依旧 还是难以置信 这样的事情 实在是太过于震撼人心 太过于让人难以置信 以至于他无法去相信 纵然他活了数十万年 什么样的灰红浩瀚 在其眼中 也过时过疆之际 但是现在 他却始终无法 将目光 从那无上的身影之上挪开 无他 只因为他的心中 充满了无边的崇拜之情 那是一种 何等伟岸的存在 以至于是 如若他这般 活了数十万年 见识过了无尽岁月的人 都要为之感觉到 一种久违的激动 并且 这种激动 前所未有的巨大 就好想他生来 便是为了见证 眼前的这一幕一般 让他感受到了 一种莫大的圆满 仿若是在此刻 纵然是他立刻暴毙而亡 却也是死而无憾了 这种犹如是 顿悟大道的神秘感触 让他终于是 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力 朝着那无上的身影 狠狠的一拜 他这一拜 拜的却是心服口服 不光是在新宿神宗之内 如今的东荒大帝之上 各大圣地 宗门势力 以及那太古皇族和妖族在内 看着天空之上的虚影 心中涌现出了无数的想法 那根本就不可能 就算是他 也不可能就此复生 在遥远的南疆大帝之上 一个神秘的存在 瞪大了双眼 难以置信地看着 那天空之上的虚影 他不由地想起来了 当初在始祖之地 那祭出了青木神鼎 将他下退了的疆灭 当初的他 也不过才是尊敬巅峰的修为 可是为什么在这个人的身上 竟然发生了这么多 不可思议的事情 这让他根本就无法理解 无法猜到 这到底是为什么 当初逍遥天宫的那些老家伙 都没有这家伙这么的恐怖 这太离谱了 大幼活这么久 还真是头一次见到 这到底是哪位大人 那些足以逆流时空 踏破天道的存在当中 这么就没有听说过这么一个家伙 他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这神秘的存在 若是如今江明出现在这里 一定是能够认得出来 他就是夺赦了参天祖王肉身的 太古皇族先祖 昔年的他 曾经不过是逍遥天宫的一条看门狗 但也是见识了不少 关于神话时代的隐秘 可以说 他是一个真正知晓 当初那一场黑暗动乱的人 但是 即便是他经历了这么多 见识了这么多的隐秘 甚至于他的见识 已经超越了星宿神宗 可是 如今的他 却依旧无法看透 眼前的这个无上存在 他就好像 是一个蕴含着巨大谜题的混沌 神秘 且无比的浩瀚 他完全无法猜测得到 对方到底是从何而来 是哪位独断万古的大人物 即便是他这样 在那个无比混沌的年代之中 走过来的人 却依旧是感觉到了莫大的震撼 那已经完全的超乎了他的预料 超乎了他的认知 是在他所活过的这么多年以来 头一次所感知到了莫大震撼 犹如是天崩地裂一般 甚至于比当初的逍遥天宫破灭 更为让他震撼不已 曾几何时 他以为那浩大的逍遥天宫 根本没有陨落崩塌的一天 270 那个曾经主宰了一切的浩大宗门 甚至于如今不少的太祖族群 乃至于是妖族的诸多仙族 在那个宗门 也不过是被圈养的灵虫 说得好听一点 他们是护卫山门的神兽 说得难听一点 他们不过就是一条狗 就连这位太古先祖自己都想不到 自己的血脉 竟然是号称太古皇族 号称是主宰一切的存在 但是 只有亲自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他自己 才会有这么多的感悟 有这么多的忌惮 他知道在他之上 有太过恐怖无比的存在了 大帝 那不过是个笑话 是凡人们编制给自己的一场梦 甚至于他们连生死都无法超越 还谈得上什么独断万古 每当他想到这个 他就觉得好笑 十分的可笑 在那个时代 某一些强大无比的存在 乃是真正的与天地同寿 虽然依旧是在天道秩序之中 但却已经是拥有了永生的寿源 而在其之下的那些强者 即便是会陨落 但也能够依靠着轮回转世 再修一室 直到踏上那真正的永生 而据他所知 这样的存在 在天地之间就不下百人 妖族那个血族 也真是可笑 他不过是那明河之上的一滴乌血 滴落人间 便化作了妖族的血族 哼哼 他的血海与轮回之下的那一条血海相比起来 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还有那个什么玉林古皇 开什么玩笑 黑龙这样的龙族 也能被称之为龙族吗 新年的天庭之上 黑龙一族 也不过是血食罢了 所谓的龙肝风碎 便是如此 最近待着境地之中的 那个最后的青龙一族的族人 貌似是出事了 哼 龙族即便是出事 开 又怎么样 曾经引动天地大乱 以至于是天地降下了无边业力 导致这一族群必然毁灭 难道说 你们躲了几百万年 就能躲过这一切了 天道天道 天道之下 皆为蝼蚁 纵然是西年的那些无上存在 也只是天道之下的蝼蚁 唯一的最强之人 却也只是稍微高一点 成为了天道的傀儡 还说自己是什么天道的代言人 简直是可笑啊 此刻 这太古先祖看着天空之上的大道天魔 更是无不感叹地说着这些 但是 这可是真正的大道天魔呀 或许在别人看来 这仅仅只是虚影 他皱了皱眉头 眼眸之间更是多了几分凝重 大道天魔 乃是代表着三千大道的存在 他们根本就不可能陨落 即便当初旁古大神开天辟地 让三千大道天魔陨落 他们也只是化作了无数的碎片 本质上还是没有消失 但是眼下 这三千大道天魔竟然是凝聚出自己的一缕本源 化作了眼前的这托官之人 这个江宁到底是什么来临 一时之间 他不免是心中难以抑制住那思思的激动 难道说 他真的是像他自己之前所说的那样 是那传闻之中挤得至高神明转世 曾经教导过盘古大神开天辟地 要是这样的话 这也太过于匪夷所思了 混沌未开 天地之间仅有一道清廉 这清廉之下 生出大道 大道化作三千大道天魔 与无边混沌震慑还宇 其后 立之大道天魔的盘古大神 不知道为何 竟然是生出了开天辟地的想法 最后 以立开天 竟然是踏入了那超越了众生的大道境 大道境 那到底是何等恐怖的存在 只可惜 昭文道 惜死可以 盘古大神开天之后 便立即而亡 最后是出现在了岁月的尽头 注视着时间万物 他虽然仅仅成就了片刻的大道境 却依旧是这世上至高无上的存在 难道说这个江明 真的是一个大道境的无上存在吗 他不断地猜测 而他所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这个世上的人所无法理解的 因为这些事情实在太过于悠久 太过于让人震撼 乃是那传闻之中的神话时代的巨大隐秘 甚至于可以说 一部分的内容更是神话时代之前的事情 而这些 在他所在的那个年代 不过是人尽皆知的事情 神话时代 那个浩瀚无边的岁月 新年 天地未曾断绝联系 在专须这个老不死的通天绝地之前 扶桑便是通天之道 奈何 人神交汇 最终是引发了一次次的大乱 最终 竟然是引动了那恐怖无比的黑暗动乱 人与神 万族与天地 发生的巨大动乱之中 死伤了无数的生灵 即便是神奇 在那个岁月之中 也不过是随时都会陨落的存在 所幸 大爷我生于这黑暗动乱之后 不然的话 以我这大地境的修为 还真的活不下来 大地 在曾经的那个岁月中 也不过是当当踏上修行之路罢了 可笑的是 在如今的时代之中 大地境竟然成为了一切的巅峰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莫非是后来的天道 禁锢了众生成就真仙的道路 须知道 即便是真仙境 也不过是诸多仙人之中的最底层罢了 话而言之 就是蝼蚁啊 可如今的这些家伙 个个却都想要成为那蝼蚁 大爷我就不一样了 大爷我只要能好好地活着 管他蝼蚁不蝼蚁的 哼 成就仙人 到时候只会成为炮灰 为了不成为炮灰 大爷我压制修为容易骂我 说到这里 他竟然是忍不住呜呜地哭泣了起来 该死 那些家伙 天天逼迫大爷我吃灵丹鹤仙鹿 差点就一不小心突破到了真仙境 马上就被人当成炮灰了 还好大爷我机智 打死不成真仙境 不过 现在逍遥天宫没有了 那些个无比恐怖的存在也没有了 天地之间 再也没有了大地以上的存在 大爷我到底要不要突破突破修为呢 这个时候 他却是认真地思考了起来 只不过 带着他看了看天空之上的那道虚影之后 却是一下泄气了 哎 怎么老是有这样恐怖无比的存在出现呢 要是这个家伙 在引动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 大爷我可又得装死个几百万年了 可恶啊 活着咋就这么难呢 他不免是吐槽了起来 显然 他的经历 已经是彻底地改变了 他对于这世间万物的看法 他也不思求道 也不愿意成就 那无数人都想要成为的真仙 光是凭借着 当初在逍遥天宫之中 所喝下的无数仙草灵露 就让他的寿源 远比无数的生灵 都要长远许多 但其实他知道的是 神话时代 是一个远比现在的这个时代 要长远的太久的时代了 那是一个以亿万万年为技术的年代 动不动一个仙人 便要修行几百万年的岁月 亿万横杀众生 即便是普通的人族 在修为得道之后 甚至于能够与那些神明对抗 天地之间 也同样是没有任何的阻拦 三界可以畅通无阻的通行 这导致了一场巨大的动乱 最终 是一棵巨大的柳树 杀入无边界海之中 屠戮无数的神魔 然后 一个神秘莫测的存在 平息了那场恐怖无比的大乱 此后 人黄专须通天绝地 将那天地之间的通道 彻底的断绝 于是乎 三界彻底的隔绝 世上也没有了成就先人的存在 并且似乎因为曾经的天道 被毁灭过一次 出现的全新的天道 太过于孱弱 以至于是无法承受那先人的存在 这位太古皇族的先祖大人 看着这浩瀚天地 心中不免是感慨安全 这位无上存在 您可千万千万别再闹出什么幺蛾子了 我这好不容易又活了过来 我可不想才活个几百万年 又要被迫躲起来了 他朝着那天空之上 虚影不断的朝拜 心中更是在不断的祈祷着 什么狗屁的太祖皇族 不过就是一群废物 还想要寻大爷 我去送死 打死我也不去 这些家伙 根本就不知道 那个官唇之中的存在 是有多么恐怖 真不知道 大爷我当初怎么留下了这么一群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的后代 此刻的他好像是气急败坏 破空大骂着自己的子孙后代 大爷我只想好好地活着 找死的事情 别找大爷我 哼 听说那位白衣女帝已然出事 还有西末之中的那个 和妖族仙族有极大关系的家伙 也出事了 这些人就不能安分一点吗 不行 大爷 我得找个地方躲起来 躲得远远的 这些家伙 每次打起来 都要打得天崩地裂 日月轰鸣 你们是不知道 你们就是一群蝼蚁吗 唉 还好当初大爷我逃了 不然这个家伙 直接给大爷我灭了的话 那岂不是得不偿失 听闻像他这样的存在 即便是我存在于 无数的岁月 或者时空之中 都留下过残破的魂魄 能够转眼之间再度重生 也能够轻易地 将我从无数的岁月 时空之中拉出来 给你捏死了 这家伙 简直就离谱 他越是说 便越是感觉心中发毛 还有这个家伙 居然拿当初 镇杀了天道的镇天官 做官纯 就你厉害 镇杀天道的质宝 到了你手里 也不过是官纯 惹不起惹不起 大爷我赶紧溜了 说完这话 他便是朝着那南疆的深处 不断地顿去 似乎是要逃到 某个不为人知的地方 继续苟活个几百万年 显然 像他这样 知道了许多隐秘的人 才会真正地感受得到 江明的恐怖之处 然而对于那些 禁地的至罪而言 这样的感受 显然就薄弱了许多 甚至于 他们更多的 确实忌惮 显然这些禁地之中的存在 还没有意识到 这道虚影的恐怖之处 起初 众多的有缺大地 无比的震撼 更是惊叹于那 无比恐怖的气息 竟然仅仅只是 极为细微的一缕 便能震杀一方有缺大地 然而 渐渐的他们 却是意识到一个问题 或许说 这仅仅只是 这仙气的威能 人死岂可复生 哼 此人也太会装神弄鬼 也只有那传闻之中的仙气 才能够具有如此大能 轻易便能震杀一尊有缺大地 哼 即便是你再怎么装神弄鬼 又有什么用 带得你这仙气 威能散去 我们还不是一样 能够吞噬无数人组 此刻 众多的禁地大能 虽然是在不断地自圆其说 但实际上 他们谁都是无比的恐惧 越是修为 到了他们这个地步 就越是西面 那神秘的青铜骨官 轻而易举的便能够震杀一方有缺大地 不管是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出面 都不可能敌过这恐怖无比的存在 此刻 太玄之上 几乎所有人都是痛苦流涕 江明长老 是你吗 江明长老 难道是我们的祈祷 让您听见了吗 回来吧 江明长老 我们需要你 一个个的太玄弟子 还有诸多的太玄长老 无不是心中激动无比 他们原本都已经堕入了绝望的深渊之中 已经无法相信 江明还会归来 更加想不到 人族还会有希望存在 因为 即便是那人族最后的一些强者出现 想要保护人族 试图抵抗那些禁地至尊的时候 竟然是出现了六尊有缺大地 联手围攻这些人族最后的希望 但是就是在关键的时刻 青铜骨官出现了 犹如是划破了无尽黑夜 照亮了一切的最后一道曙光 让所有人看到了那希望的存在 师尊 师尊 您果然没有骗楚楚 您真的回来了 此刻 孤绝风之上的江楚楚满脸的兴奋之色 他从没有放弃过希望 从没有质疑过江明的话 所以 当那青铜骨官出现的时候 他的心中更是涌现出了无边的喜悦之情 纵然他一次次地陷入绝望 纵然他心中不止一次地悲痛欲绝 但是 在那道身影浮现的时候 他彻彻底底地欢呼了起来 那个他日日夜夜思念着的身影 终于再一次地引入眼帘 与此同时 他的心中 同样是涌现出丝丝的悲楚 师尊 您知道吗 大师兄死了 三师兄也死了 那些可恶的太古族群 还有妖族的人 他们竟然是在地露之上 截杀大师兄 为了保护楚楚 大师兄不惜燃烧本源精血 但即便如此 大师兄最终还是死了 是他们 是那些该死的太古族群 是那些无恶不作的妖族之人 他们以我等人族为鱼肉 四亿宰割 他们一次次地侵犯我人族的家园 师尊 你一定要为大师兄他们报仇啊 此刻 不光是江楚楚是这么想的 人族大帝之上 几乎所有认出了 那一道身影的人族 无不是满脸的悲愤 心中所有的酸楚 此刻都化作了浓浓的恨意 黄涌而出 在那道眼圣地 众多对于江明十分敬重的道研长老们 纷纷是满脸的泪珠 江明长老 您终于归来了 您不知道 人族大帝之上 血流成河 尸骨遍地 无数的人族被妖族屠戮 无数的太古族群的人 当作血尸吞噬 就连我们道眼圣地 也已经是人数十不存一 甚至于 我们不得不放弃了我们的宗门 逃离到太玄圣地 那逃亡的路上 我们一次次地遭遇危机 一次次地被妖族和太古族群的人追杀 我们躲过了所有的危难 苟活到今天 我们悲愤 我们不敢 我们原本以为一切的希望 都已经彻底地消失了 但是我们错了 因为您归来了 道眼圣地的众人 朝着天穷不断地呐喊 不断地在控诉着 那妖族与太古族群的残忍于无道 他们将人族赶尽杀绝 驱逐无数的人族 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 不知道多少的人 死在了逃亡的路上 人族大地满地悲鸣 哀红遍野 这样的血海深仇 早已经是让所有人 都已经红透了双眼 江明长老 您一定要为我们报仇啊 吴北人族 岂可认人在各 吴北人族 如今更是水深火热 江明长老 只有您可以拯救我们 救救我们吧 江明长老 就像那百年之前的一样 此刻 虽然每一个人的心中 都怀着无边的悲愤之情 痛苦让他们难以置信地 大哭了起来 但是 他们早已经不再绝望 他们坚信着 当那位无上存在的归来 一切的危难 都会化作乌有 只有那位无上的存在 才能够拯救所有的人 那截杀人族的有缺大地们 此刻满脸的忌惮之色 死死地盯着虚空之上 浮现的那道身影 满脸的惊恐与错愕 填满了他们的面庞 他们的心中 更是感觉到了 不可思议的感觉 这到底是何等恐怖的存在 才能单单凭借着 一丝细微的气息 便能镇杀一尊有缺大地 他们可不是什么土鸡娃狗 更不是什么轻易 就能够斩杀的弱者 即便是诸天还宇 无上天道 在此刻降下量衰之间 他们也能通过莫大的手段 躲避这样的灾祸 玲珑 八 五比六 一 零 九七 八分二就算是天道 最终也无法奈何他们 甚至于是让他们存在了这么长的时间 最终是在这个灵气爆发的时代 这个神话时代 被发现的时代 在这个成仙契机 终于出现的时代之中 横空出世 更是直接发动了 浩大无比的黑暗动漫 汲取众生生机 试图踏上地露尽头 寻觅那虚无缥缈的成仙契机 为此 他们不惜御尊将贵 却劫杀一些 不过才知尊敬 准递进的人族强者 目的 也仅仅只是为了保证计划的施行 能够完美无缺 但是这突如其来的青铜骨关 却是彻底的打破了他们所有计划 他们原本以为 这仅仅只是恐吓 甚至于 他们已经吞噬了亿万人族 都不曾出现过任何的问题 终于在这个时候 当一切都陷入了彻底的绝望 莫大的恐怖之中的时候 他终于出现了 在最关键的时刻 阻拦了所有人的去路 在那诸多的禁地之中 有大能想要试探那神秘的存在 因为他们认为 真正强大的 其实是那尊青铜骨关 至于江明 甚至于有可能根本就没有复活 那浮下而出的虚影 也仅仅是弄虚作假 但即便如此 却依旧没有谁敢轻举妄动 众多的有缺大地 禁区大能之中 唯有那血祖大人 是站在近乎所有人的巅峰的存在 他拥有着流传自神化时代的恐怖血脉 自那神秘莫测的血海之中诞生 随手一挥 便能够换动无边血海涌动 顷刻之间吞噬一切的生机 此刻的血祖无与伦比的愤怒 他的心中宛若是在滴血一般 该死 该死 江明 你到底是谁 你到底是什么来年 为何老夫的一切谋算 都要被你一次次的打断 青铜骨关 这定然是来自于天界的无上仙气 该死 这世上 竟有人能够掌控如此之宝 但这简直就是暴殖天物 你不过是一个早已经陨落的人 却依旧是一次次的阻拦老夫的计划 血祖为了今天 不知道付出了多少的代价 他甚至于不惜将自己积蓄了十万年岁月的血腰池 赐予众多的年轻一辈弟子 更是直接造就了两尊至尊敬的无上强者 而他之所以这么做 完全就是要保证自己的计划 万无一失 保证自己能够有那个机会 踏上飞仙岛屿 进入那神秘莫测的天界之中 寻觅到成就仙人的契机 他早已经自斩了一刀 纵然是实力早已经不复当初的巅峰境界 但他的实力 依旧是所有的有缺大地之中最强大的存在 他的无边血海之中 所蕴含着的那股浓浓的沙天正道的恐怖沙气 更是能够在转眼之间 轻易的覆灭眼前的这些所谓的人族大能 他已经等待了十万年了 灵球鲜花 十万年的积蓄底蕴 十万年来不断的谋算和策划的局面 一步步的走到今天 就只差着最后的一步 他便能够炼化众多人族的精血 弥补自身的亏缺 最终是恢复巅峰的实力 踏上那亿万年来 从未有人踏上的飞仙岛屿 在那地露的尽头 寻觅到真正的长生之境 他想要狠狠地以血海之威 彻底地将这青铜骨关镇压 想要不惜一切代价 打破当下的局面 但是 他们谁都不敢再有轻举妄动的行为 那个无比恐怖的存在 竟然是光凭着一缕 看似是毫不起眼的气息 便震杀了一尊有缺大地 这个青铜骨关的威能 实在是太过于让他们震撼不已 以至于是让他们的心中 早已经是彻底地产生了畏惧 他们怕死 远比任何人都要畏惧死亡的存在 因为他们拥有着 别人无法拥有的强大力量 活了别人无法活到的悠久岁月 他们的境界越是高 实力越是强大 就越是惜命 越是舍不得自己苦修多年 换来的尊荣 可偏偏眼下就有这样的一个人 轻而易举地 就踏破了他们所有人的傲然 仅仅凭借一个身影 就让他们不敢再有丝毫的动作 忌惮 猜疑 无边的惊恐 在那众多的境地至尊们的心中蔓延开来 零 他们见识过太多太多的绝世之人了 但现在他们惊讶地发现 他们曾经所认为的最为精彩绝艳 最为强大宏伟的存在 却依旧不如眼前的这一道虚无缥缈的身影 原本他们以为 那所谓的神魔为其送葬的事情 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直到现在 在那青铜古关之后 一条浩瀚无边的宏伟大河之上 矗立着的诸天神魔 那些无比强大的存在 让他们的心中彻底的骇然 他们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绝望 这份绝望 即便是在他们寿源将近 天道降下了量衰之劫的时候 都没有如此的让他们惶恐失措 因为即便是天道的力量 他们也能够依靠着各种各样的手段 去避开 去躲避那注定到来的死亡 但是 眼前的这个无上虚影 还有那诸多的神魔的存在 这些强大无比的存在 与天道带来的压迫力 完全不同 天道只是一个秩序 一个无情 没有主观意念的存在罢了 天道无法掌控他们的生死 但是 这些强大无比的神魔 却是拥有着 轻易掌控他们生死的强大力量 这种被人掌控的强大 更是让他们所有人感觉到无比的痛苦 他们苦修这么多年 沉寂了这么多年 等待的便是今天 等待的便是这个时刻 然而 眼看着一切都要成功的最后时刻 他们发现自己的一切努力 竟然是如此的可笑 在那些无比强大的神魔面前 他们依旧是蝼蚁 依旧是无法改变任何事情的弱者 曾经以为 人族不过是他们眼中的鱼肉 任由他们的宰割 但是现在 他们却纷纷不敢动手 黑暗动乱在此刻戛然而止 所有的人 都在畏惧着 擅自动乱的后果 畏惧着那诸天的神魔 更是畏惧着 忽然坐起来的身影 那个太玄圣地的江明长老 真的是如同传闻之中的那般恐怖 真的是能引动诸天神魔出现的存在 若仅仅只是这样的话 那也就算了 或许他们还不至于如此的忌惮和惊恐 现在 摆在他们面前的 是那无穷无尽的位置 对于未知的恐惧 彻底的蔓延了所有境地大能的心中 他们原本的一切自信 原本对于这局面的一切掌控 都在这个时候 分崩离析 就好像他们越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高耸的山头 站在了群山之巅 认为自己已然是天下无敌 但是 这个时候 天上却是浮现而出无上的神器 告知他们 他们不过是一群在地上爬着的蝼蚁 无数的境地大能 都在等待着那位无上存在的消失 等待着那浩瀚天穷之上 无数意向的消失 对于他们而言 他们已经谋算了不知道多少年的计划 根本就不应该出现这样的变数 这已经是超乎了他们的预想 天地之间 岂能容纳这样的强大存在 那神秘的青铜骨关 为何能够轻而易举地震杀有缺大地 这神秘莫测的存在 带给了众多境地大能无边的忌惮 与此同时 在那中周大地之上 某个背法则锁链所囚禁的神秘存在 与此刻睁开了他那满是沧桑的眼眸 心中更是充满了无边的疑惑 最后 他那满心的疑惑 更是陡然之间化作了一股无边的恐惧 整个境地之中 皆是成长着一个又一个悠久古老的存在 他们有的是 早已经在太古时代灭绝了的神秘荒兽 有的是远在那仙古时代的时候 不得不躲到禁区之内藏匿的神秘族群 但是 不管是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存在 都在此刻陷入了惊恐之中 他们目瞪口呆地看着那遥远的天穷之外 域外星河之上 那神秘莫测的虚影浮现 那个让他们所有人为之震撼无比的存在 就算是在他们存在的这漫长的岁月之中 也从未有过如此的神秘景象出现过 尤其是在那禁区之内被囚禁的无上存在 他的眼眸之间 更是充满了难以置信的模样 难道说 昔年我们所见到的那个神秘的无上存在 就是这域外星河所出现的这个大能吗 270 神话时代之中流传着的那位无上大能 他的种种事迹 早已经成为了无被追寻的道路 听闻 有人若是能得到他的指点 纵然是成就无上道祖那般的存在 亦非不可能的事情 如今 人族之内不断流传着他的事迹 起初老夫还以为 这一切仅仅只是虚假的情报 毕竟这么多年以来 想要冒充这位无上大能的人 也是不计其数 可如今 就连那曾经震杀了天道的无上第一凶杀一宝 都浮现于世间 或许 这个人 真的就是那位无上大能 他的眼眸之间掠过了丝丝的惊骇之色 心中更是回想了起来了无数的岁月之前 那个蟒荒且充斥着无数灾祸的岁月 在那个岁月之中 甚至于是有着真正能够与天地同受的大能存在 可即便是这样 在那一场恐怖无比的好动之中 诸天大能为了夺取这天地之间的气韵生机 不惜是人神大战 万族征伐 在那一场场恐怖无比的动荡之中 不知道多少强大无比的存在陨落 不知道多少岁月之中 明镇万古的无上大能死亡 天地之间万法不存 诸天大能陨落 就连天道也曾经崩远了一次 如今的天 早已经不是神话时代的天 如今的世界 更是无法承受这样恐怖无比的存在出现 仅仅只是那诸天的异象浮现的瞬间 整个大地之上 竟然就在不断的震动 仿若是有一条横跟了整个玄天世界的浩瀚苍龙 在地面之下不断的翻动着龙脉一般 这无边的动荡 以至于是万族都为之骇人 存在于世间的所有生灵 皆是陷入这莫大的恐慌之中 人人皆是惶恐不已 甚至于是在他的这片禁区之内 那些自先古时代留存下来的许多强大的族群 都在此刻感受到了足以覆灭一切的恐怖灾祸 仿若是将要降临于此一般 这恐怖无比的存在 以至于是让他想要离开这禁地之内 踏上玉外星河去追问那位强大无比的存在 一切的缘由 这天地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些曾经的大能们为何都消失不见 仅仅在那浩瀚无边的岁月长河之上 浮现出一个个的虚影 还有 那位无上存在到底是从何而来 他将要去往何方 他的目的又是什么 这一切都成了他心头的一个又一个巨大的疑惑 可惜如今的他根本无法离开这个境地 更是不敢靠近那玉外星河之上 他能够感受得到 那三千大道天魔的恐怖力量 轻而易举就能够将他彻底的覆灭 那无边的大恐怖 大因果 大灾祸 更是存在于如今的这片天地之间 他无法理解这样恐怖无比的存在 以至于只能是对天长叹 同样对于这些事情感觉到不可思议的 还有那些镇守着一个个禁地的浮闻一族 此刻 浮闻一族的人感觉到了莫大的困惑 因为他们原本镇守着的那些禁区之中 那些就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来历的恐怖存在 如今竟然是在不断的颤抖 悲鸣 仿若是那虚空之上的青铜骨官 那个无上的虚影 激起了他们内心的莫大恐惧 古月端坐于禁区之外 多少年来 他掌管着符文之灵 不断地击退着这些禁区之中的神秘存在 在这浩瀚的禁区之中 一个又一个非人的强大存在 身躯之上具备着莫大的妖邪气息 任何的一丝都能够叫人彻底的走火入魔 陷入无边的灾祸之中 若是放任这些恐怖的存在 来到天玄世界 不用百年的时间 就会彻底的将整个天玄世界化 做一片浩瀚的魔域 是他们自先古时代的末端 就开始镇守在这些禁区之中 走过了太古时代 走过了这期间 不知道多少年的岁月 保护着外界的族群 生灵 天地众生 不受到这些邪魔的侵害 听闻 这些邪魔 似乎是自那浩瀚宏伟的神话时代 遗留下来的无上存在 被某个神秘的大能 以莫大的力量封印在此 那位无上大能 赐予了他们符文一族法则的力量 将那天地的法则 以符文的模样 一代代的传承下来 依靠着这股力量 他们不止一次的击破了那些 试图冲出封印的邪魔 然而现在 随着那天穷之上的虚影浮现 三千大道 天魔拖拽着那青铜骨关出现之后 这些禁地之中的邪魔 禁区之内不断地哀嚎悲悯 有的 更是试图冲破禁区的封锁 逃往御外 但是毫无疑问的是 那御外的神秘虚影 显然是曾经带给了他们莫大的惊恐 带给了他们莫大的灾祸 甚至于极为有可能的是 那神秘的虚影 就是将他们封印在此的无上存在 就是那个造就了符文一族的无上存在 古月的神情无比的复杂 他看着那御外的虚影 眼中只感觉到无比的熟悉 江明长老 那难道真的是您吗 古月的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的神情 曾经与江明的接触 给他带来的是一种十分奇妙的感触 新年的他认为 江明只是一个来历神秘的存在 或许是某位隐秘于世上的大能 又或者是曾经自斩一刀的大地 但不管怎么说 他都未曾将其与自己符文一族的来历 联想到一块 直到现在 当这整个禁地之中的邪魔 开始在躁动不安的时候 他的内心便越发的怀疑 当初那个给予了符文一族 能够使用法则之力的神秘存在 会不会就是江明呢 法则之力 那是至尊静的大能 才能够动用的强大力量 就即便是圣人 大圣静的修为 也最多是引动法则的改变罢了 而至尊静 则是真正的接触到法则的人 能够使用法则力量的无上存在 这一点 几乎是无法改写的事实 但是 整个符文一族 自出生便能够使用那符文的力量 借用着符文的力量 驱动着构建了天地之间 一切秩序的法则力量 这是一股无比强大的力量 强大到他们符文一族 必须要立下祖序 不得干扰外界的任何事情 因为他们这股强大的力量 一旦蔓延到外界 便是足以毁灭 任何一方大势力的强大力量 甚至于 那太古族群 在当初的神城一战的时候 其实古家是有那个实力 去改写当时的局面的 只是 因为祖序的原因 不管古航风是如何的恳求他们 希望他们 能够出手帮助东荒的人族 零 他们都不能出手 他们的职责只有一个 那就是守护好这生命禁区 让这些藏匿在禁区之内 封印在禁区之内的邪魔 不至于是离开这里 围惑人间 法则的力量 就是对于这些邪魔最强大的武器 尤其是继承了符文之灵的古元 他能够轻易地幻动那法则锁链 以法则锁链的力量 轻易地诛杀任何一尊邪魔 但是 原本只会伺机而动 乘着他们松懈之时 试图突围的邪魔们 如今却是出现了不守 不顾一切 想要逃离这里的存在 他们十分的恐慌 仿若是在畏惧着 那天穷之上所浮现的虚影 那个无比恐怖的存在 甚至于仅仅只是 一道极为细微的气息 便瞬间诛杀了一尊有缺大帝 这样的实力 简直就是闻所未闻 因为即便是大帝这样的存在 也根本不可能做到这样的事情 事实上 不光是古月有这样的猜想 符文一族的其他族群 同样是怀着这样的想法 在中州的某一个 浩大无比的禁区之中 那些狂暴无比的邪魔 不断地朝着外界冲去 他们每一个都无比的惶恐 在嘶吼与咆哮之中 不断地试图逃离这境地的封印 然而 一个守护在禁区出口的强大存在 却是不断地挥舞着手中的赤红锁链 一次又一次地 将那些强大无比的邪魔 直接诛杀 江明 听古家的那个小子说 此人深不可测 无被符文一族的人 本是不应该干涉外界的事情 可偏偏 却与此人有过一段联系 他的神情无比的复杂 当初古航风的事情 的确是在符文一族之中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作为符文一族的人 即便是不愿意接受符文之灵的传承 守卫禁区 却也根本不可能说是离开禁地 成为人族的修士 但是 当初的古家 似乎是在江明的身上 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存在 一种近乎让他们无法理解的浩瀚宏伟 自江明的身上 震慑着所有的古家族楼 所以 当初的古月才放任了古兴风的离去 符文一族的风家同样是感觉到神秘莫测 因为拥有着法则之力的他们 可以通过法则之力勾连着天道的存在 于天道之中 窥探无边的天机 但是 当时的古家 风家 曾经联手窥探过天机之中 有关于江明的一切来历 却始终无法窥探得出任何一个结论 四 四他们只是看到了一个极为可怕的虚眼 看到了在那仙目禁地之中走出来的江明 那个传闻是陨落了真仙的仙目禁地 是东荒之内最为神秘莫测的存在 然而 只有他们符文一族才知道 仙目禁地的传闻 其实是真的 这仙目禁地 是真的埋葬了传闻之中的真仙 然而 当他们发现 江明竟然是从这个神秘莫测的地方走出来的时候 所有符文一族的人 都直接选择了沉默 不再去管古航风的事情 因为 他们曾经想过 或许江明 是他们唯一能够了解到 符文一族是如何诞生的强大存在 或许 江明是真正知晓当年真相的 随着这百年以来 不断发生的种种事情 他们符文一族 更是不断地确定了这个猜想 尤其是后来神话时代的各种典籍出现 证明了在先古时代之前 还有一个神秘莫测的神话时代的时候 他们更是确定了这个猜想 然而 就是在古家 想要进一步地与江明接触 从江明的口中 了解到关于他们符文一族的事情的时候 江明却是先世了 他先世的那一天 万千神魔为其送葬 玉外青铜骨关将他葬入了轮回的深处 无边浩瀚的岁月长河浮现于混沌星河之上 那些无比神秘的存在 终于是彻底地证明了他们的存在 与此同时 符文一族的人 也更加地确定了自己的猜想 封家的这位祖老 是所有的符文一族之中 天赋最高 实力最强大的族人 同时他所掌控的符文之灵 依然是最为强大的存在 只不过 即便是他 所能够动用的法则之力 依旧是比不上那玉外青铜骨关之上 用来拖拽骨关的法则锁链 这是何等的讽刺与可笑 封家的祖老此刻面色之上露出了一谋荒唐 更是不免回想到了从前 西年 他是所有的符文一族之中 具有最强大的天赋的天骄 曾经有人说过 他是整个符文一族 历经十万年以来 最具有天赋的存在 他不光是在年纪不过十五岁的成年里上 成功地掌控了符文之灵 更是唤醒了 在那符文一族最深处最深处的秘密 就是那诞生了所有符文之灵的至高法则 那被所有的符文一族 奉若神明的至高法则锁链 十万年来 只有他感应到了 那强大的法则之力的存在 他还记得 那是一条通体漆黑的法则锁链 只有不过拇指大小 但是自其中所蕴含的法则之力 却是任何符文之灵 都远远无法比拟的存在 他自然而然地认为 这是天地间的无上存在 所留下的至强法则 但是 如今的他才发现 自己是有多么的愚蠢 究竟是错误的 有多么的离谱 那被符文一族奉若神明的法则锁链 只不过是三千大道之中的其中一道 并且 不管是其威能 其蕴含的气息 都远远不如那域外三千大道天魔的手中 所浮现出的法则锁链 同样是漆黑的法则锁链 同样是远远超出了天道存在的大道锁链 但是 他们那不过拇指大小 并且气息时有时无 仿若是已经游进灯窟 力量耗尽的大道锁链 却是被符文一族视若神明 这是一个多么令他感觉到荒唐的事情 他们符文一族的骄傲 竟二世然 仅仅只是为江明拉官所用的锁链 这样的事实 让这位封家的天骄 感觉到了莫大的荒唐 他毕生所追寻的道路 在别人的眼睛 竟然是毫无意义 那无上的存在 光是为其拉官的锁链 便是那蕴含了三千大道法则的法则锁链 又或者说 曾经在那万古岁月之前 创立了符文一族的那位无上存在 或许也仅仅只是 留下了一丝根本就毫不起眼的力量 但就是这样 依旧是被他们符文一族 视若珍宝 甚至于成了这数百万年以来 诸多符文一族毕生追寻的目标 他们如此的倾覆全力 用尽了毕生的力量 也不过是为了幻动 与这不过拇指大小的大道锁链的一丝丝联系 得到对方的一点可笑的认可罢了 原来 这才是真正的强大的存在 我们 在他的眼中 简直就宛若楼野 他感觉到了一种巨大的无力感 他深刻的认知到 他们符文一族的信仰 其实只是这无上大能所有力量之中 最细微最细微的一部分 仅仅只是这一缕细微的力量 便助救了这浩大的符文一族 甚至于是足以保护整个天玄世界 所有生灵如此之久的岁月 让他们免于受到邪魔的侵害 这个时候 他更是忽然意识到了一个事实 一个十分可笑的事实 或许 并不是当初的大能们 没有那个实力彻底的诛杀这些邪魔 而是因为 以他们的实力 他们根本就不屑于诛杀这些 根本就算不上威胁的邪魔 他们不屑于 对这些宛若蝼蚁一样的存在 出手 于是 便赐予了他们符文一族的先祖力量 让他们这样同样是蝼蚁一样的存在 去斩杀那些蝼蚁 此刻的他 越发地觉得 自己的这个听起来十分荒唐 甚至于足以惹怒所有符文一族族人的想法 是真实的 那岁月长河之上 在那浩瀚的岁月尽头之处 那一个个强大无比的存在 他们所带来的无边恐怖 莫大气息 根本就不是符文一族的质保 所能够比拟的 那被用来拖拽官纯的大道锁链 更是远比他们所拥有的那条大道锁链 浩瀚了不知道多少倍 强大了不知道多少倍 就连这玄天世界之中 已然是站在了众生巅峰的有缺大地 在面对那青铜骨关的强大存在的时候 对方仅仅只是一道细微道 几乎无法看到的力量 就瞬间将其震杀 这样恐怖无比的力量 这样恐怖无比的存在 足以颠覆他 对于这世间大道的一切认知 他终于是意识到 自己这个所谓的天骄 是何等的可笑 他们自问强大的力量 又是何等的可笑 是啊 自出生开始 便拥有着掌控法则之力的符文力量 甚至于 他们可以和那大道锁链 有所感应 得到大道法则的认可 但是 当西年江明先世的时候开始 他就已经在怀疑了 现在 当他看到那有缺大地 在一瞬之间化作了漫天血雾的时候 他更是完全地证明了内心的想法 符文一族 只不过是那些无上存在 留在人间的 宛若蝼蚁一般的可笑力量 而他们的作用 也仅仅只是将那同为蝼蚁的禁地邪魔 斩杀殆尽 那些无上的存在 对于他们而言 虽然他们曾经或许是面对过和他们一个量级的强大存在 但是 这些剩下的邪魔 对于他们而言 实在是太过于弱小 弱小到 他们会以对其出手为耻 不得不将他们封印在这里 将这件事情交给同样是蝼蚁的符文一族来处理罢了 虽然 他的这个想法并没有得到任何的证实 但是 他在这百年岁月以来 却是不止一次地这样想到 他看了看那浩瀚无边的地路 心中 更是浮现出了无边的不甘之意 符文一族坚守了这么多年 无数仙祖用命去坚守的生命禁区 到头来 或许仅仅只是一个无比可笑的存在 在那些拥有着真仙之境的实力的诸天神魔的面前 世上的一切都是那么的可笑 实力 强大的实力 他更是彻底地涌现出了 当初古行风想要逃离古家的时候 等那个想法 凭什么 他们就要被束缚在此 这位封家的祖老 他彻底地丢失了自己所有的信仰 更是彻底地被那青铜骨官的出现 改写了自己的道心 诸天神魔浮现欲外混沌 那真正的强大 在其眼前展现出了无与伦比的强大姿态 这一刻 封家的这位祖老 更是朝着那虚空一拜 无比民众地说道 有朝一日 我定要寻访泰玄 向您寻求 释放我符文一族的办法 我符文一族 不应该就甘愿永生永世 只是为了驱逐 封锁这些蝼蚁而存在 无道 即便是放弃这所谓的符文力量 再修大道 也未尝不可 此刻的他 早已经是下定了决心 曾经的他 以为古行风的做法 不过是离经叛道 不过是背叛家族 背叛了符文一族的荣耀 但是现在 他终于是明白了 自己多年以来所坚持的一切 是如此的可笑 在那真正的强大面前 他们就好似蝼蚁 甚至于连蝼蚁都不如 被他们凤若神明的大道锁链 其实也不过是那些强大存在的 一丝细微的力量罢了 可即便是这样细微的力量 却是横根了万古岁月 从那仙古时代 一直延续到今天 依旧是让他们无法逾越 他想要再修大道 哪怕是抛弃他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力量 都在所不惜 同样 如若他一般 怀有这样荒唐想法的人 其实还有那血祖 血祖之所以会如此感觉 完全是因为他回想起来了 自己的记忆之中 那崩腾厮杀 无数阿修罗族人 杀天杀的杀众生 以正大道的那段记忆 他记得 在轮回的深处 一条浩瀚无边的血海之中 存在着的阿修罗一族族人 还有那位造就了 阿修罗一族族人的无上存在 那些强大无比的存在 任何一个人 都远比大地更为恐怖 任何一个族人 都拥有足以随意震杀 他们的恐怖力 不管他们是如何的强大 存在了多少年的岁月 但是 每当他想起来 这段传承于自己的 传承记忆之中的画面的时候 他都是感觉到了 一种莫大的无力感 他不止一次的质疑 这些强大无比的存在 是真的存在吗 当初 他与御灵古皇说过 妖族之中的修罗一族 其实与他们血妖一族 是有着极大的关系的 是出自于同源的 只是 他碰巧运气好一些 曾经修炼到了大帝之尊 此后 更是自斩一刀 留存至今 但是他还记得 他仅仅只是那浩瀚的血海之上 一滴毫不起眼的污险 他自那血海之上坠落 滴落到玄天世界的一处 至阴至寒 至凶至煞之处 经过了不知道多少年的岁月 化作人形 拥有了自我的意识 并且 从此之后 自称为血妖一族 并且还模仿着 记忆之中的那位大人 以无边的凶煞之气 无边的至阴至煞之气 化作了滔天的血海 但实际上 他完全清楚 那位大人 是他永远都无法超越的存在 无法企及的存在 可即便是在他的心中 乃是至高无上的那位大人 如今 却也是矗立在那岁月长河的尽头之上 脚下踩着无边的血海 眼中 却是对那江明 流露出无边的狂热崇拜 是啊 多么的可笑啊 那曾经是让他诞生而出的血海之主 无数阿修罗一族的造物主大人 就连他 也仅仅只是 对于江明涌现出狂热崇拜的 诸多神魔之中的一人罢了 他这样强大无比的存在 在那岁月长河的尽头 竟然是存在着不止一个 甚至于 某一些存在 是如今的270他们 在一些斑驳古老的传承记忆之中 所能够找寻到的妖族先祖们 他们奉若神明的先祖大人 甚至于是匍匐在地 不断地朝着江明那的缓缓做起的身影跪拜 仿若 他们的存在 甚至于不配在江明的面前处理 只能够远远的跪拜罢了 那些存在与神话典籍之中 曾经明镇八方的妖族天庭之中 那十大妖圣 三百六十五尊妖疆 以及诸多的妖族神奇 竟然是在那岁月的尽头 不断地朝着江明跪拜 这让许多的妖族大能 陷入了无边的疑惑之中 他们传承自记忆之中的强大先祖们 对于江明 竟然是如此的恭敬 他们甚至于不配在江明的面前站着 仅仅只能够远远的跪拜 因为 在他们的周遭 那些远比他们强大了 不知道多少的先天神奇们 此刻 也是一脸的崇拜与狂热 他们似乎是在欢呼 在激动于江明的回归 这样的场面 让拥有着传承记忆的妖族大能 以及血族大人 感觉到了莫大的惊恐 当然 除了他们之外 其他的禁区之中 那些太古族群 或者是异族的有缺大帝们 感觉到的 只是一种深不可测 他们甚至于无法意识到 那到底是何等恐怖的存在 根本就是一种 让他们根本就无法触及的强大存在 他们在忌惮 在猜测 心中更是在想着 死而复生这种事情 根本就不可能存在 江明 也并不是真正的复活了 这一切 或许仅仅只是那仙气的恐怖威能 但是 他们又根本无法意识到 那青铜骨关 就真的是仙气吗 符文异族的人 或许对于这一点 最为清楚不过了 他们深刻的知道 那拖拽着青铜骨关的大道锁链 是何种恐怖的强大力量 这样的可怕力量 也只配拿来拖拽关纯 那具备着无穷浩瀚威能的镇天官 更是曾经镇杀了一个时代的天道的存在 可即便如此 这样的无上至宝 也仅仅只作为江明的关纯罢了 浩瀚天道 在此刻更是躲避了起来 再不断的颤抖 不断的畏惧 那仅仅只是 作为一种法则秩序存在的天道 竟然也是刻意的躲避着镇天官 无它 只是因为 昔年的古老天道 便陨落在这无上至宝的镇压之下 在这样巨大的压迫力之下 众多的禁区至尊 无不是陷入了惊骇之中 不敢有丝毫的轻举妄动 与此同时 太玄的众人 人族大地之上 更是重新燃起了希望 他们更是在不断的欢呼着 期待着江明能够出手 彻底的拯救天下间的万千人族 江明长老 您终于出现了 有了您出手 天下的妖族又岂敢放肆 太古族群的这些该死的家伙 你们的末日到了 纵然如等出动了 这么多的至尊敬强者 甚至于是 有有缺大地这样强大无比的存在 那又如何 难道你们敢触怒 那位大人吗 人族之内 一片欢腾 众人无不是激动的热泪盈眶 因为他们的希望终于到来 那位在百年之间 拯救人族于水火之中的大能 终于再度出现了 此刻 众多禁地之中出世的大能们 纷纷是露出了极为难看的脸色 不过事无被太古族群的血使 却也敢抵抗 胆敢放肆 如等人族 不过是一群蝼蚁罢 一个虚无缥缈的身影 难道就能拯救你们吗 哼 异想天开 你们难道真的寄托希望 在这样的一个虚无缥缈的身影之上 虽然 这样的话 不过是众多禁地大能们心中的不满 所说出来的狠话罢了 现在那镇压于诸天之上的恐怖气息 更是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但是 这样的话 却也是让人族的心中有了动摇 是啊 若那是江明长老的话 他为何现在还不现神 他若是复活了的话 又岂会眼睁睁地看着那些禁地之中的恐怖存在 吞噬我们人族亿万 青铜骨关 早已经出现了不止一次 但在这期间 妖族与太古族群的人 早已经屠杀了亿万人族 我们 我们到底是看到了希望 又或者是更深刻的绝望 众人的心中 无不是在颤抖 在动摇 那仰望苍天的人族准地 此刻也是满脸的悲泣之色 难道我人族 真的没有希望吗 他们不免是叹息了起来 的确青铜骨关 曾经出现过不止一次 但是 还是有妖族和太古族群的人 不断地屠杀人族 那青铜骨关 固然是威能巨大 甚至于轻易便能震杀 有缺大地这样强大无比的存在 但是 到现在为止 江明长老 却依旧从未现身 难道说 他根本没有复活 这一切 只是他为了保护人族的执念 所带来的异象吗 毕竟 人死而复生 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纵然是强如大地 这般独断万古的存在 也根本不可能做到 并且此前 青铜骨关 也不过是镇压过哪些 禁区大能罢了 或许 真的只是因为 这仙气的威能巨大 以及江明长老 曾经留下过后手罢了 随着人族之内的骚动 不断地回想 诸多太古族群的人 还有哪些禁区大能们 更是渐渐地放松了警惕 的确 青铜骨关 固然是拥有着无上的威能 但那也仅仅只是镇压 至于说 江明死而复生 那根本就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这一切 或许就是江明留下的一个布局 真是虚惊一场 这个人族的江明 真是狡猾无比 即便是死 却也死得不安分 虽然 血祖这些真正的顶尖级别的强者 依旧是在忌惮 在猜测 但是 其他的禁区大能 那些早已经是按捺不住 内心冲动的有缺大帝们 却是已经开始渐渐地放心了下来 只要我们不去触动 那仙气的威能 人族 还不是任由无备屠宰 不错 那仅仅只是因为 仙气的威能浩大 若是那个人真的死而复生 他怎么不现在 就现身 此刻 伶俐于人族之上的 诸多禁区大能 更是冷笑不止 心中 充满了不屑 五等早已经等待了这么多年 想不到 差点被一个弄虚做假的家伙给吓到 哼 到现在还依旧不现身 看来他根本就没有死而复生 如此 人族还有什么希望 哈哈 如等 难道还在一想天开 随着那诸多的大能 不断的再度释放出恐怖无比的气息 天地之间 果然是没有丝毫的改变 那天穷之上 青铜骨关 依旧是停滞在那域外混沌之中 根本就没有丝毫要覆灭 这诸多禁区大能 平定这一场黑暗动乱的迹象 知道了这样的结果之后 人族之内 那原本就是在不断动摇着的众人 更是满脸的震惊 怎么 怎么会是这样 难道我们 就真的只能够面对灭亡吗 难道我们人族的希望 就这样彻底的消失了 那无边的悲愤 屈辱 化作了滔天的悲愤 与此刻彻底的在人族大地之上回响 上邪 无被人族 真就应该在此覆灭吗 无等不甘心 凭什么 那些禁区之中的太古存在 便能够任意的突入无被人族 我们人族 纵然是死 却也要拼死一战 哈哈 简直就是笑话 如等即便是拼尽全力 又能够如何 又能够改变什么 垂死挣扎 弱者 便只配成为无等的血世 诸天万剑 各大势力宗门 此刻更是陷入了一片绝望之中 那星宿神宗之内 那位宗主大人的眼中 此刻更是带着极为复杂的情绪 难道人族真的要在此刻覆灭吗 老夫守护人族十万年 难道 如今便是人族灭亡之时吗 不光是他感觉到难以接受 甚至于 诸多的大宗门 大势力 那些强大的人族先辈 如今 也是满脸的唏嘘 不管他们如何的呼唤 如何的期待 那虚空之上的青铜骨棺 竟然是毫无动静 那倒做起的模糊身影 同样是丝毫没有反应 绝望 悲戚 不断地在人族大地之上蔓延 怀中满腔的悲愤 江明的弟子们 更是在那太玄之内 不断地呼唤着 世尊 你一定会回来的 不管别人怎么说 我们一定相信 您会归来 太玄的众人 回想起来 当初江明所说的话 想到了那一次次 不断地验证的话语 曾经的江明 那个太玄的长老 他本来在所有人的眼中 仅仅只是 一个喜欢吹嘘的老头罢了 直到他寿援将近 有关于他的那些神秘过往 才一点点的浮现出 起初 太玄的众人对此 只是当作是江明长老开的玩笑 并没有人真的在意 但是 随着江明的话 一点点的变成了真相 随着神话时代的一切隐秘 不断地被揭露 在这环宇诸天之内 一个又一个的人族 更是因为江明长老 曾经做过的事情 而得到了百年岁月的安宁 原本 在那神城之内 万族大会之上 诸多的太古祖王 就要人族每年奉上百万人族 将整个人族 当作那肆意宰割的鱼肉一般的看待 是江明 带给了所有人希望 人族也渐渐地诞生出了 一个又一个强大的存在 更是在这灵气爆发的时代之中 出现了一个又一个 精彩绝艳的人族天骄 原本 人族认为 整个人族将要兴旺 就算是不能统一万族 成为这世间的主宰 至少 人族也能够安然地度过任何的危机 不用再畏惧任何的危难 但是当那些禁地之中 那些太古时代 便留存至今的强大存在出现的时候 所有的人族 都是再一次地陷入了绝望之中 他们吞噬亿万人族 以众生精血 来弥补自身的寿源 哈哈 不甘心吗 即便是不甘心 那又如何 这一场黑暗动乱 乃是无等等待了十万年的谋划 任何人都无法阻拦 儒等人族 不过是无等的血实 这是你们注定的命运 你们所有人 都将绘画做无辈的生机 帮助无辈 踏上寻仙之路 纵然儒等穷尽毕生 都无法窥见一丝成仙的契机 今日儒等成为无辈的生机 这是何等的荣幸 儒等还不跪拜感激 反而是试图反抗 简直这不知好歹 这一场黑暗动乱 没有人可以阻拦 没有人能够阻拦 儒等人族 势必灭亡 诸天环宇之内 那一个又一个强大的存在 皆是在不断的肆意狂喜 他们依旧是要继续发动黑暗动乱 掠夺这众生的气韵生机 随后 踏上那地路 寻觅飞仙岛屿 成就真仙之境 但是这一切 需要所有人族的生命 来作为前进的基石 人族 在此刻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希望 一点点的消失 那原本已经是让他们感觉到了一丝希望的无上身影 更是没有丝毫的动作 这让人族大地之上 更是无比的悲愤 绝望 他们的心中更是无比的憋屈 不甘 但又因为实力的巨大察觉 而感觉到了一种深深的无奈 孤绝风之上 小徒弟姜楚楚的双眼 早已经是一片通红 他看着那九天之外 狱外混沌之中的那道虚影 那曾经是何等熟悉的身影 现在却依旧是毫无动静 人族大地之上 更是一片哀鸿 小徒弟不相信 不相信人族 真的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他的心中 再不断的祈祷 再不断的祷告着江明的归来 人族圣体陨落 就连那绝世剑体 竟也是陨落在了地露之上 人族到底应该怎么做 在那无疆剑狱之内 剑祖大人的面庞之上 竟然是浮现出了一丝丝的疲倦 他护佑无疆剑狱数十万年 曾经的无疆剑帝 与他一同征战八方 斩杀了不知道多少的强敌 驱逐了不知道多少的太古皇族 在那个争容的岁月当中 他的每一段回忆 都是与人族息息相关 甚至于可以说 虽然他仅仅只是一道剑陵 但是 他却早已经将自己视若人族的一员 人族生 他生 人族亡 他亦不会苟活 无疆剑狱之外 无数的太古族群 将整个浩大的无疆剑狱团团的包围 灭荒海之上 那一个个强大的气息 更是足以覆灭 整个无疆剑狱的强大存在 传承十万年 中洲大地之上的至高无上的存在 无疆剑狱的末日 仿若是要在今日到来 剑祖大人的眼眸之间 更是涌现出了思思的不甘 他不想看到人族的灭亡 他更加不愿意接受 那些禁地大能为了一己私欲 而覆灭人族的举动 江明长老 若是您在天有灵 便请求你 再度忽悠我人族吧 此刻的剑祖大人 早已经是以人族自称 他的心中 更是无比的期待着 他寄托于希望 在那一道无上的虚影之上 再深刻的明白 只有那位大人 而赵的 才能够挽救人族于水火之中 只有当他彻底的归来 这一场黑暗动乱 才会得到终结 人族各地之上 无数被太古族群 以及妖族的人包围的各大势力 宗门 还有诸多的人族城池之中 那无边的绝望 让所有的人 都是面如死灰 但是 他们看着那天穷之上的身影 依旧是忍不住的祈祷着 江明前辈 您归来吧 若是 您真的如若您亲口所言的那般 将会化深大地归来 平定黑暗动乱的话 便请您显灵吧 江明前辈 人族需要你 我们人族唯一的希望 便只有您了 此刻 人族大地之上 那些对于江明 曾经为人族带来百年安宁的事迹 感到无比的敬畏的人们 纷纷是跪地祈祷 他们朝拜着 那虚空之上的无上身影 将自己内心之中所有的绝望 悲愤以及憋屈 化作了一声声的呼唤 在此刻 犹如是要振脱天穷 传递到那域外之中 诸多的禁区大能 诸天至尊们 此刻见到此目之后 更是冷笑不止 哼 今日无人可救人族 如等人族 今日是必死无疑 他们满脸的不屑 心中更是无比的得意 小徒弟的眼眸之间 那无边的期望 已经是化作了滚烫的热泪流淌而下 正是这个时候 嗡嗡 一阵无比玄傲的轰鸣 煞世间 自天地之间 响彻还宇 那声音传遍了天地 一瞬间 便是让所有人都侧目注视 这个时候 忽然有人发现 在那浩瀚的域外混沌之中立 那个无上的身影 似乎 动了一下 只是刹那 犹如岁月在此刻停滞一般 所有的人都不由自主地愣在了原地 无他 自是九天之上 一道浩瀚气息有上自下 横跟了这九天十地 洞穿了这太古巴荒 那身影浮动的刹那 随之而来的恐怖气息 转眼间震慑八方 所有的禁区大能 此刻纷纷是瞪大了双眼 止不住地后退 死而复生 这 这怎么可能 天道之下 生死乃是天地治理 亿万年来 从未有人能够改写 难道如今 真的有这般大能的存在 能够踏破生死的禁锢 天地之间 浩瀚生机 滚滚死气 扑救了万古的苍茫 无人能够改写 无人能逆天行 死而复生 纵然是那独断万古的大地 却也只能自斩一刀 躲在禁地之中十万年 岁月苍茫 天道横在 这穷雨之间 仿若是破天荒的举世震惊 无不是漫天的惊叹 疑惑 还有浓浓的难以置信 游荡八方天地之间 谁也想不到 世无真限 依旧有人能够逆天 无将建狱 无数围攻此地的妖族 还有那些太古族群的人 纷纷是停下了所有的攻势 就连那灭荒海之上的无数荒兽 此刻毅然是陷入了惊骇之中 那些自太古岁月流传至今的强大荒兽 并没有其他族群一般的智慧生长 野蛮成长的他们 对于这天地自然的感知 远超凡俗 尤其是在此刻 那诸天之上 玉外星河 缓缓浮动的身影 更是叫他们感受到了一种莫大的威慑 那自星河之上所浮现而出的恐怖气息 无不是让那些强大的荒兽 在此刻静若寒蝉 不敢有丝毫的动弹 仿若他们若是有丝毫的放肆 便会被其彻底的覆灭于此 那斗转之间所呈现而出的恐怖威压 更是叫围攻在此的诸多太古族群的人 以及妖族的人 纷纷是愣在原地 难道他真的死而复生了 不 这不可能 百年之前 那个以一己之力 震慑整个东荒的太古族群的大能 难道真的重现人间了吗 二百七十 吴辈已然是谋算了多年 终于在今日能够覆灭人族 难道 这一切便要在此刻功亏一篑吗 他们纷纷是瞪大了双眼 满脸的难以置信 看着那浩瀚虚空之上 那浮动的身影不断地颤抖着 随着那身影的浮动 随之而来的强大气息 毅然是传遍了整个天地之间 当他复苏之时 天地之间的一切生灵 都好似在冥冥之中 感应到了那无上的存在 犹如是在转瞬之间 有一道无上天音 横跟了这诸天万界之内 让这天地之间的所有生灵 都感知到了 那无比恐怖的存在 剑狱之内 漫天的长剑 皆是在此刻彻底的平息了下来 一时之间 数以万计的有灵仙剑 纷纷是锋芒不在 便是那身为万剑之祖的剑祖大人 此刻毅然是目瞪口呆地盯着虚空之上 周身止不住地颤抖 他 他竟然真的复生了 那个人 他竟然真的复生了 剑祖满脸的惊骸 引起了周围剑子们的疑惑 剑祖大人 您 您到底是怎么了 为何我们从未见过 您如今的惊讶 谁复生了 难道是那江明长老 众多的剑狱剑子 此刻无不是心中惊讶不已 他们虽然也感受到了 那无比恐怖的气息传来 但是 他们却是以为 那是仙气的威呢 是那青铜骨关所释放出来的气息 但是 如剑祖这般强大的存在 却是能够清楚地感知到 那青铜骨关之中的江明 已经彻底地复生了 在他的身后 那滔天的生机 犹如是囊括了亿万万横杀众生的一切气息一般 浩瀚无比 他仅仅只是感知那无边的生机 便已经是感觉到难以置信 这么恐怖的生机 这 这简直如若是将整个环与天地之间的所有生灵 都加在一起 也不过如此吧 此刻 他甚至于是没有反应过来 诸多剑子的疑问 而是自顾自地在不断地惊叹 他的眼中 更是浮现出了丝丝的惊骇之色 他回想起来 当初在那江明陨落之时 那无边的恐怖异象 那自东荒之内传来的种种传闻 江明曾经说过的每一句话 如今 都在一步步地实现 那些彻底地改写了他 所有认知的事情 如今 更是在不断地 震慑着他的心神 纵然是他镇守了 这吴江剑狱 这么多年的岁月之中 他也未曾见过 天地之间 竟然真的有这样无比恐怖的存在 能踏破这生死的滞骨 真正的做到死而复生 那诸多的剑子 见到剑祖大人 竟然已经惊讶到 无法注意他们的询问 心中 更是确定了他们的想法 江明长老 真的复活了 那百年之前的人族大能 竟然真的复活了 这简直就不可思议 便是剑祖大人 都已经确定了这件事情 我们还有什么好质疑的 不 这完全打破了 我们对于这世间常理的认知 即便它真的发生在我们的眼前 我们也无法真的确信 到底是什么来练 为何它 能够做到这等逆天形的壮举 无疆剑狱之中 那一个又一个天之骄子 此刻更是惊骇无比 他们乃是这中州大地之上 闻名已久的无疆剑子 曾经在中州大地之上 留下过一个又一个 震慑一方的惊世之举 可即便是它 此刻也是忍不住的 再自我怀疑 认为自己的认知 是错误的 认为这天地的常理 已经被彻底的颠覆了 死而复生 这样的事情 纵然是在万古岁月之中 就连那关于神话时代的 种种典籍之中 依然是不曾有过记载 这是真正的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真正的独断万古 无人能够做到 直到江明的出现 直到这青铜古官的出现 直到这诸天神墨的出现 这就像是在一场大梦之中 众生都沉浸在这一场 无比的清醒的千秋大梦之中 他们奋力地想要苏醒过来 心中的认知 在不断地告诉他们 这根本就不可能 这简直就是在做梦 然而 这却是事实 是他们亲身经历的 再明确不过的事实 于是 他们开始怀疑自我 怀疑自身的存在 怀疑这天地自然的存在 他们无法想象 即便这一切 已经发生 那无上的身影 已然复活 茫茫南疆大地 不断地朝着南疆深处 顿入的太古族群的先祖大人 此刻他愣在了原地 一脸的冷汗 瞬间是顺流之下 他艰难地回过头 看向那东荒的方向 那域外天穷之上 已然死而复生的江明 所释放而出的无边生机 煞时间 叫他彻底地愣在了原地 这 这竟然是真的 当初的那个江明 竟敢真的复活了 他竟然真的死而复生 原本是准备逃到这南疆深处 看 等待一切动乱结束 再重出人间的他 此刻更是彻底地愣在了原地 忘记了自己的一切目的 这 这他娘的 就算是当初的逍遥天宫的那几个老家伙 也不可能逃过生死的智果 他们可是真心啊 这个江明 莫非他比这真仙还要恐怖 他还记得 当初在那逍遥天宫的时候 那些真正的仙人 也不可能做到死而复生 即便是他们能够延续自己的寿命 让自己的近乎与这天地同寿 却也根本不可能做到死而复生 因为生死注定 一切都在天道的秩序之下 不可能更改 纵然有人能够躲避一时之间的天道制裁 却也不可能直接绕过天道 直接做到死而复生 那些长存于天地之间的存在 他们也不过是在活着的时候 以付出极大代价的方式 躲避天道的秩序 还从未有人 能够直接无视天道的存在 直接复生的 就连这位太古族群的先祖大人 他也是依靠着夺舍的办法 夺取了他人的肉身罢了 严格的来说 如今的他 早已经不是亿万年之前的他 他的残魂 不断地与一个又一个的人融合在一起 所形成的 也是一个新的生命 虽然是依旧属于他原本的记忆 但是他的灵魂 早已经发生了不止一次的质变 真正的他 早在那一场 席卷了诸天万界的灾祸之中 彻底的负面 仅仅只是留下了一道残魂 一个不断地依附在别人灵魂之中的残魂 苟活于世间罢了 甚至于 可以说他现在其实就是参天祖王 与那先祖残魂的融合罢了 这一点 他自己也心知肚明 所以 现在的他 才会如此的惊骇 如此的难以置信 凡天地万物 皆有其命格 命格磨灭 便彻底地与这世间磨灭了 而与命格相匹配的 便是此人的灵魂气息 大有的灵魂气息 早已经是斑驳无比 不知道融入了多少被我夺舍的倒霉家伙 可是 这个江明 他的灵魂气息 依旧是当初的那个人 这也就是说 他的命格 竟然是不曾被天道所磨灭 不可能 这根本就不可能 此刻的他 越是细想 便越是觉得不可思议 即便一个人再怎么强大 他的命格 也是自诞生之初 便常存于天道之中的 而属于这个人的气息 更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但是 此刻他 却是察觉到了江明的灵魂气息 与当初他见到江明的时候 一般无二 但是 更加恐怖的事情 就在这一点上面 这个江明的灵魂气息 竟然是远比当初 他来到我那先祖之地的时候 浓厚了不知道多少倍 即便是这天玄世界的 亿万万横杀众生加在一起 也不可能有他这般 恐怖厚重的灵魂气息 这 这简直就像是 忽然 他更是瞪大了眼睛 他想到了某个特殊无比的存在 那个长存于天地之间 主宰着世间一切秩序的存在 天道 这简直就像是天道 他瞪大了双眼 难以置信地说道 但是 很快他就后悔了 不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说的夸张了 而是因为 他觉得自己所认为的 完全就是严重的低估了 不 这远比天道的气息 还要厚重了 不知道多少 这 这到底是为何 他死而复生 灵魂气息 却是越发的厚重 以至于是超越了这天道 他 他难道是远比这天道 还要恐怖的存在吗 他到底是什么人 他到底是谁 此刻 这位太古皇族的先祖大人 更是无比的惊骇 心中 涌现出了一个又一个 关于那神话时代的隐秘 天道自洪荒而生 乃是大道顿去之后 天地所演化 而出的替代品 虽然三千大道天魔皆是陨落 但是 他们其实只是大道 在这世间的化身 大道不可磨面 三千大道天魔 便有着在陨落之前 转世成人的可能 难道说 他是某位大道天魔转世吗 此刻的他 更是在不断的猜测 但是 接着他又 立刻推翻了自己的言论 不不不 不可能 他若是大道天魔转世 那么那三千大道 天魔的虚影 又岂会为其拉官 除非 除非他 他还在那大道之上 死 他感觉自己越发的异想天开 越发的说得离谱了 他本来就是个看起来疯疯癫癫的人 因为融入了太多人的灵魂 他本就近乎癫狂 但也是因为他这份癫狂 完全忽视这世间的一切常理 用这样 看似是离经叛道的眼光 去看戴江面 不不不 这太离谱了 太离谱了 此刻的他 更是不断的推翻自己的言论 不断的用那近乎离经叛道的话语 再不断的猜测着 他壮若癫狂 更是越发的疯癫 最后 竟然是彻底的疯了一般 他到底是什么人 他到底是什么来历 纵横万古岁月 还有谁比他更为神秘莫测 在那南疆大地之上 太古的先祖 那不断近乎的声音 更是越发的悠长 自那位太古先祖的口中 道道惊不断的传来 随着他的话音 不断的回荡在整个南疆大地之上 与此同时 天穷之上的那道身影 毅然是随之站起 在天地众生 万众瞩目之中 他缓步的一步踏出 犹如混沌清廉 自虚空之中浮现 在他的身后 无边法里交织天地之间 一道贯穿了九天十地的悬光 震慑八方 环宇诸天 皆是凝固在这一个瞬间 所有人的目光 皆是被其所吸引 每一个生灵 皆是屏住了呼吸 不敢有丝毫的动静响起 那叫人惊骇不已的声音 终于是在诸天之上 显露其身形 当东荒的人族 见到那一副叫人 熟悉又陌生的面容之时 几乎所有的人 都在一瞬间之间 彻底的崩溃 师尊 真的是你 师尊 太玄之上 一个又一个的太玄弟子 吾不是痛哭流涕 江明长老 您终于回来了 呜 江明长老 吾等还以为 今生今世 再无法与您相见 师尊 弟子日思夜想 不断地祈祷着您的归来 师尊 您听到了吗 师尊 孤绝风之上 小徒弟江楚楚的心中 更是涌现出了无边的欢喜 还有浓浓的悲楚 他无不欢喜 师尊的归来 他又陷入了无边的悲楚 大师兄 三师兄 还有那一个又一个人族的士群 人族已然付出了太多的代价 太古族群 八方妖族 将人族推到了生死存亡之际 是百年之前的江明 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 拯救人族于水火之中 而如今 江明长老死而复生 这已然是震撼胡诸天 独断万古的壮举 尤其是此刻 江明长老的模样 更是与此前 有了极大的不同 且不说他那滔天的生机涌现 更为神异的是 那道道蕴含着碾压诸天的恐怖力量的大道法则 环绕其身 混沌原力化作漫天的气息 不断地涌现 欲外天穷 那无边的虚空之上 不断地被其恐怖的气息所崩塌破碎 他每踏过一步 便有无边的金莲自其脚下浮现 万千亿象 环绕其身 一个又一个无比恐怖的诸天大道 在其周身不断地演化着诸天万道 犹如是在其中孕育一方洪荒天地 浩瀚无边 他的面容 也不再是当初先世之时的那般苍老 而是一副无比年轻的模样 其貌若真仙 一袭白衣飘然入尘 仿若是一尊绝世而独立的仙尊将士 一落无边的孤绝气息 众生不由的都看呆了 他们从未见过如此宏伟的景象 也从未见过如此神异的画面 更是没有见过 一个人 竟然能够以一己之力 一身气息 镇压诸天 他的出现 恍然让这日月都失去了光芒 让这诸天星辰都不再明亮 他的存在 更是盖过了这诸天世界 一切众生 一切的大因果 大恐怖 大震撼 不断地浮现于其周身 那三千大道天魔 纷纷于此刻跪拜 诸天混沌之中 无边的岁月长河 与此刻浮现一道道无上的先天神奇 诸多神魔 更是在此刻 投来无边的狂热 自那地露之上 忽然有人见到 一片浩瀚的戒海之上 一尊晴天俱留 与此刻释放出无边的神光 转眼之间 化作一清一男子 其好似有覆灭一切的火风水 重演混沌洪荒的莫大威能 踏破诸天环宇 隔着万古岁月 朝着江明一拜 眼中 更是无边的崇拜 他的目光之中 好似有无边的思念之情 言语无法说之 只在那浩瀚无边的地露之上 让一个又一个踏上地露的天骄大能 为之惊骇不已 这柳树 这柳树 难道是那传闻之中 杀入了无边界海 屠戮亿万神魔的那棵柳树吗 东荒的江明 关于他的传闻 难道是真的 他曾经种下一棵柳树 其后竟然化作一尊无上大能 杀入无边界海 屠戮神魔亿万 这些描述 竟然是一一的对应 飞仙岛屿之上 那延绵无边的仙宫之中 一袭白袍席卷诸天 碾压万古 镇压诸天的恐怖气息 自一袭白袍女子的身躯之上浮现 他的周身有无边的仙气滚滚 仿若是一尊无上的仙尊 一道又一道的神秘异象自其周身涌现 那 那是白衣女帝 白衣女帝 那岂不是江明曾经说过的那个白衣女帝 你们看 他竟然也如那柳树所画的无上大能一般 对江明投以无边的思念 这 这怎么可能 这女子的气息 早已经是超越了大地 不知道多少倍 便是这样的存在 毅然是与那江明有关系 江明曾经说过的话 竟然都是真的 在那浩瀚仙宫之中 一道又一道的仙灵神器的虚影 不断的自其中浮现 有人手持宝塔 那宝塔之上浮现出玄黄之气 周身神光涌动 身后有不计其数的强大前兵 有人脚踏灵霄宝殿 掌域万仙 身边无边是浩瀚威亚 有人脚踩烽火 头顶红灵 有如是一尊无双神将 踏破诸天而来 有人在那仙宫之上 一个又一个的神魔虚影 皆是在此刻浮现于地露之上 地露上的众多修士 无不是彻底的愣在了原地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的是 江明的归来 竟然是引动了这般恐怖无比的异象浮现 那个江明 到底是什么来临 他所说的一切 竟然都变成了真实 此刻 那一个又一个的禁区大能 更是在心中疯狂的涌现出无边的惊恐 原本 他们以为那一切 仅仅只是一个垂死之人的胡言乱语 根本就不足以相信 并且 那些话语所描绘的事情 又是何等的恢弘恐怖 怎么可能真的存在于世间 但是 随着此刻那诸天异象不断的浮现 一个又一个的神秘存在 纷纷是朝着江明败去 一时之间 所有的人都是彻底的震撼了 他们纷纷是目瞪口呆 眼中满是难以置信 心中犹如是江河决堤 掀起了无边的洪水滔天 人族大地之上 一个又一个 原本已经是陷入了绝望的人族 更是无比的喜悦 他们的心中 充满了难以言喻的激动之情 这段时间以来 人族经历了太多太多 即便只是不到短短的半年的时间 但是人族大地之上 早已经是陷入了无边的灾祸 甚至于 距离彻彻底的覆灭 王族灭种 也不过是时间问点 但是 当诸天之上浮现出青铜古关的时候 那个身影踏出棺木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彻底的激动了 他们疯狂地流露出那无边的狂热之情 满脸的崇拜 朝着天穷之上不断地呼唤着那个名字 众生之中 无数与此间有关无关的任何一个存在 都是在此刻对其投以精卫的目光 然而 那仪式而独立的存在 那让泰巡无比熟悉的江鸣 此刻才缓缓地睁开眼眸 他那漠然的目光 仿若是凌驾于众生之上的至高神奇 凡是众生 皆若蜂蚁 他那一袭白衣翩翩 副手而立于虚空之上 只是轻轻地踏出一步 便有无边金莲涌现 万千霞光碧芳 无数的祥瑞意向分成而出 诸天神奇 皆在此刻为其敬拜 纵然是那浩瀚无边的岁月长河 也是在此刻停滞了滚滚的洪流 好似这岁月 毅然要为其而停滞一般 他那一双眼眸之间 交织着无边的法理 好似天地大道 在其眼眸之中蕴含 其身后 滔天的气韵滚滚而来 三千紫霞化作一条条气韵苍龙 席卷 奔腾 咆哮于环宇之上 他那一副绝世无双的俊美面容 更是雌雄难辨 人神羞愧 无人能够与其争辉 于是这世间的一切色彩 都失去了颜色 只留下他那绝世无双的容颜 此刻的他 轻起唇齿 于诸天环宇之间 响彻他那犹如 黄黄天鹰一般的言语 何人 幻无醒来 只是一席话下 那犹如黄黄天鹰一般的话语 竟然是贯穿了九天十地 自每一个人的灵台道果之中 响彻脑海 仿若这一句话 直接洞穿了所有人的灵魂 灵球鲜花 又于诸天世界 四面八方的天地之中 传递而来 一如那浩瀚天道 自此拨下天鹰滚滚 那犹如是无边浪潮一般的黄黄天鹰 虽是没有任何的情绪波动 却是蕴含着一股莫大的威严 无边的宏伟 自其中煞时间涌现 几乎所有的人 都是忍不住在此刻朝着虚空跪拜 那内心之中 不断涌现而出的冲动 乃至于是如同邪祖这般的强大存在 毅然是忍不住朝着虚空跪拜 这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 他 他到底是什么人 此刻 诸多的有缺大帝 纷纷是艰难的抬起头 看向天穷 他们 竟然也忍不住朝着江明跪拜 那源自于内心的惶恐 犹如是一只蝼蚁 看着苍天之上的滚滚天雷 那无边的大恐怖 轻而易举 便能够覆灭众生一般 叫他们不敢有丝毫的不敬 叫他们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他们感觉到难以置信 那无上的存在 彻底的诠释了 什么才叫真正的伟案 纵然是那浩瀚天道 也不过如此 不 它的存在 甚至于已然超越了天道 毕竟这些有缺大帝 乃是曾经向天道发起挑战 以自身的无上力量 自斩一刀 夺避那天道的无边量衰之节 但是 此刻他们纷纷是感受到了一种莫大的恐怖 灵 仿若自己的生命 被其轻易地掌控在手心 任何一个人 在江明的面前 似乎只要他一念动之 便能够轻易地将其覆灭 那恐怖无比的存在 强大无比的气息 乃至于是让所有的生灵都止不住的颤抖 星宿神宗之内 诸多的星宿长老 纷纷是目瞪口呆 他们看到了星界之内 那代表了无边天机的诸多火星 在此刻纷纷是彻底的崩塌破碎 天机 毅然是一片混沌不堪 不管是任何一个人 想要以任何一种手段 去推算其存在 去感知其来历 都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最为震撼的 还是那星宿宗主 此刻的他 更是难以置信 人族历经这么多年的苦难 不管是天大的灾祸之下 似乎都会有一个绝世的存在 降临于时间 拯救众生于水火之中 然而 这一次 是前所未有的浩大 前所未有的宏伟 以至于是 就连他这样活了十万年的老家伙 都不免是浑身颤抖 颤颤巍巍的 朝着那虚空跪拜了下来 他的心中 无边的敬畏之一 一如对于那天道的敬畏 对于那浩瀚天理的敬畏 彻底的爆发而出 虽然他曾经想过 江明的存在 或许是堪比天道的存在 但是 他想不到的是 江明的存在 已然是超越了天道 甚至于是超越了大道 即便是那三千大道所化的 三千大道天魔 毅然是在此刻为其跪拜 诸天环宇之内 一个个的神秘虚影 不断地对其投来 狂热无比的目光 浩瀚无边的岁月长河之上 但那岁月尽头之处 那些强大无比的存在 更是涌现出了滔天的狂喜 仿若是这世间的一切万物 都为了他的苏醒 而感到了莫大的狂喜 诸如他们这样渺小的存在 感受到的 却是只有滔天的震撼 无边的惶恐 那莫大的敬畏之意 油然而生 一如生来对于天地自然的敬畏一般 早已经是超越了时空岁月 超越了天地自然 万事万物 毅然是没有了任何的局限 超越了一切的大宏伟 大震撼 在此刻浮现于所有人的内心 尤其是他那周身浮现出的大道气息 那碾压了无边星河的莫大威压 不断孕育而生 又物自生生灭灭的万千法里 仿若是不断地演化着诸天万道 犹如是其一念之间 便能够轻易地覆灭此方世界 再注洪荒 此刻的星宿宗主 感觉到很荒唐 他竟然觉得 这一方世界 在江明的面前 似乎 也不过如此 整个中洲大地之上 甚至于可以说 在这整个天玄世界之中 星宿神宗 可以说是少数见到这天地之间 最为宏伟的存在 他们长年以来窥探天机 于这茫茫天机之中 知晓了一个又一个巨大的隐秘 对于他们而言 这个世上几乎没有什么事情 可以引起他们的震撼了 也没有什么事情 可以让他们为之惊讶了 甚至于就连人族所遭遇的 一次又一次的灾祸 几乎是即将灭族而亡的灾祸 在他们的眼中 似乎也都已经是在这漫长的岁月之中 不断出现的自然秩序罢了 甚至于可以说 他们能够推算得出 人族是否是到了生死存亡之际 即便是在这最危急的时刻 他也是做出了 能够保留人族最后血脉的决断 这片星域极为特殊 即便是那有缺大地 也无法寻觅到此处的存在 因为那是当初的夜天帝 所造就的无边星域 是给予人族最后的希望之地 但是他终究是算错了一步 他没有想到的是 人族竟然是如此的汉不畏死 如此的为了自己的族人 甚至于明知道是送死 却依旧是要拼死一战 人族带给了他太多的惊讶 他更加想不到的是 那个让他有生以来 第一次无法推算其存在的疆命 竟然真的犹如他自己所言的那般 重生归来 他那无比恐怖的气息 震荡八方强者 无人不是望而却步 不敢靠近七分毫 他的实力早就超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他的270存在更是一个巨大的隐秘 让人无法猜透 让他无法感知推算 此刻的星宿宗主更是苦笑一声 心中充满了惊骇 与之不同的是 如今的太古族群 还有那八方妖族 原本是在整个玄天世界之内掀起无边灾祸 四处围攻人族势力的他们 此刻却是止不住的在颤抖 心中更是涌现出无边的畏惧 那朗朗一声 犹如贯穿了九天十地的无上天鹰 响彻所有人的脑海 如若是他们的灵魂 也要为这天鹰回响 没有人能够知道 这到底是何等恐怖的大能 才能够做到这样的壮举 诸多的禁区大能 此刻的面色 也是在不断的变换 此前 当江明出现的时候 一道极为细微的气息震杀一尊太古大能的时候 他们感觉到了一种极为惊悚的畏惧 但是 很快他们察觉到 久久不曾有动作的青铜骨关 或许仅仅只是那强大的仙气威能 他们的心中更是从质疑 再到肆无忌惮的狂喜 一起一落 本就已经是出乎预料了 但当那个无上身影 真的踏出了青铜骨关的时候 他们的心 又一次地坠入了谷底 并且 还是前所未有的漆黑深渊 这一次 轮到他们感觉到那无边的绝望了 这哪里是什么仙气的威能 江明周身涌动的那一丝丝大道的气息 早已经超越了他身后的任何一尊强大无比的神魔 那震慑环宇诸天 九天十地的恐怖存在 更是叫人难以置信 万族亥然 几乎所有的禁区大能 都是满脸的难以置信 他怎么可能会复活呢 这世上 真的有这样的存在吗 若是如此 五等族群 岂不是要在今日彻底的覆灭吗 这一切 到底应该怎么面对 江明苏醒之后 将会做什么 我们要不要立刻封印境地 躲避这即将到来的危机 诸多的禁区大能 此刻心中更是无比的复杂 他们有的人想要重归神渊之内 再不敢出事 有的人想要封印境地 当作这一切无事发生 又有的人 甚至于想到 在此刻逃亡天外 顿入茫茫混沌之中 不再归来 总而言之 他们将自己所能够想到的一切可能 都彻底地想了一个遍 但是 最终他们都发现了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 那就是这位无上的存在 根本就不是他们所能应对的存在 即便是想要在他的面前 做到逃跑这件极为狼狈丢脸的事情 都几乎无法做到 他的气息 早已经是涵盖了整个诸天万界 自古以来 只有大帝能够做到这样的壮举 但是显然 江明此刻的气息 早已经超越了大帝 纵然是那诸天混沌星辰 此刻也是在不断地颤抖着 仿若是在畏惧着这样的一尊无上存在一般 人族之内 众生痛哭不已 他们已经受过了不知道多少的灾祸 在绝望之中 度过了不知道多少个日日夜夜 终于 他们终于是等到了人族的希望到来 等到了江明的附生 此刻 他们憋在心中的那一枪悲愤 早已经是无法掩饰 江明前辈在上 请您出手震杀八方进去大能 终结这一场黑暗动乱 人族轻微 在您沉睡的这段时间里面 我们仁族遭遇了千古未曾遇到的巨大灾祸 那些可恶的妖族 太古族群将五等当作血食 肆意的吞噬厮杀 五辈仁族 在他们的面前 犹如牲畜一般 被其任意于肉 江明前辈 请您为了我们那死去的亿万人族同胞 报仇血恨 此等血仇 若不血债血偿 又岂能未见我们那死去的亿万同胞 仁族大帝之上 那些痛斥着太古族群 以及妖族罪行的人们 早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 太玄之上 江明的弟子们更是满脸的泪痕 师尊 您不知道楚凡大师兄 为了护佑人族 踏上地路 寻觅成就大乘圣体的契机 却是被那妖族与太古族群的人围攻 最终是陨落于地路之上 还有三师兄叶晨 他是我们人族未来的绝世建修 纵然是他 却也是惨遭妖族与太古族群的毒手 诸多的人族 江明的弟子们 还有那太玄的诸多长老 也都是在不断地痛斥着太古族群 以及那些妖族的诸多罪行 虚空之上 江明的目光掠过着浩瀚人间 遍地哀鸿 尸横遍野 人族大地之上 更是无数的惨状浮现 妖族的众人 还有那太古族群的人 纷纷是被那冷漠的目光掠过 一瞬之间 所有的人 都是陷入了一片惶恐之中 尤其是那个禁区之内的诸多至尊强者们 如今的他们 便是发动着黑暗动乱的罪魁祸首 若是江明复生 那么第一个遭殃的 便是他们 此刻 听着人族的不断控诉 再加上江明那掠过了众生的冰冷目光 诸多的禁区大能 更是感觉头皮发麻 惶恐不已 似乎 莫大的灾祸 将要降临于此 但是 江明听着众生的控诉 面色之上 却是没有丝毫的神情变化 渐渐的 他的眼眸之间 却是浮现出一丝迷茫 他看向着天地众生 更是说出了一句 让所有人都预料不到的话 无奈 何人 如今的他 竟然是记忆一片空白 他还没有彻底的苏醒 仅仅只是在那青铜骨棺之内 听闻有人的呼唤 好似在那漫长的漆黑之中 看到了一片光明之中 有无数的人 在呼唤着他一般 于是 他这才睁开了双眸 走出了那骨棺 他摇了摇头 似乎是要努力地想起来 自己到底是什么人 而这一幕 却是被天地众生所看到 人族大地之上 太玄圣地之内 更是浮现出一个个惊恶的目光 江明长老 他竟然失忆了吗 不 这不可能 江明长老 难道你都忘记了 你曾经为了人族 而不惜牺牲自我 踏上那太古祖地 护卫人族的事情了吗 师尊 师尊您怎么会忘记了我们呢 师尊 您难道不记得了吗 这近乎千年岁月以来 是您在我们的身边悉心教导 才让我们拥有了如今的修为 师尊 您难道真的忘记了我们吗 太玄之内 此刻更是想起了一片悲伤的话音 他们不敢相信 江明的记忆 竟然是消失不见 他苏日安是死而复生 但同时 却也忘记了自己的国囚 这让所有的人 都感觉到了难以接受 心中 更是无比的悲痛 他们想不到的是 江明复生之后 竟然是会失去记忆 灵 此刻的太古各大族群 更是在此刻心中 涌现出了无边的狂喜 那些原本是感觉到了 莫大惊恐的禁区至尊 诸多的有缺大帝们 也都是心中平静了许多 若是他失去了记忆的话 那么 当初的种种 他又岂会在如过往一般 去护佑人族 哈哈 想不到 他竟然是失去了记忆 若是如此 我们太古族群 便还要博弈的机会 人族即便是说干了嘴巴 却也劝不动他的出手了 这些 我们妖族虽然是暂时不能继续发动黑暗动乱 但也不用担忧会 被其覆灭 失去了记忆 即便是他再怎么强大 那又有什么作用 人族危难 他或许根本就只会冷眼旁观罢了 哈哈 此刻 诸多的太古族群的众人 还有那些发动了黑暗动乱的诸多大能们 纷纷是在暗中传音 打算暂时先停下一切的计划 因为不管怎么说 江明的强大 是母庸置疑的 但是 若是他失去了记忆 那么他们就还有博弈的机会 只要能够拖住一定的时间 并且汲取到足够的生机 他们便能踏上地路 去寻觅那成仙的契机 到时候江明再怎么强大 也与他们没有太大的关联了 现在的诸多妖族 太古族群的人 纷纷是窃笑不已 人族大帝之上 却是再度陷入了无边的悲戏之中 他们悲戏的 倒也不是别的 只是因为 这位人族的先辈 虽然是死而复生 但竟然是失去了极为重要的记忆 想来 这或许是因为 当初他为了护卫人族 不惜动用自己的本源 耗费了自身的力量 才会陨落 他为了人族 做了太多太多了 这样的一位伟案存在 原本不应该受到这样的苦难 但是如今 他却是陷入了这样的苦恼与折磨当中 这让人族的众人 感觉到了莫大的悲戏 他们的心中 更是在痛恨着自己的无能为力 纵然江明对于人族而言 有着莫大的恩情 但是 现在看着江明的一脸迷茫 他们却是无能为力 这实在是让人无比的心疼 与此同时 那些禁区大能 正式准备收手 各自要封印自己的禁区 再让族群的人 回归族内 等待时机再寻觅出手的机会 但是 那遥远天边的江明 却是陡然间 犹如鬼魅一般的消失不见 下一秒钟 他竟然是出现在了一尊 禁区至尊的面前 只是刹那 那个禁区至尊 更是吓得魂飞九天 他四 四怎么也想不到 江明竟然会突然之间 出现在他的面前 那无比恐怖的气息 以至于是将那整个禁地 都生生的碾压 无数的太古生灵 在禁地之内不断的颤抖 仿若是在畏惧着 这一尊无比强大的存在 此刻 江明平静地开口 虽然现在的我不记得自己是谁了 但我却记得 有人将我唤醒 让我平定这一场黑暗动乱 说吧 江明那漠然的眼眸之间 却是涌现出了一抹精芒 他抬手一挥 便抓住拉一尊强大无比的至尊大能 那可是一尊自太古时代 封印至今的至尊大能啊 以他的强大 即便是天道 也未必能够轻易地寻觅到他的存在 但是 江明却是这么轻易地抓住了他 在江明的手中 他就好似一只鸡子一般的 软弱无力 不管他再怎么疯狂地催动自身的力量 竟然 都无法有丝毫的作用 江明的身边 那延绵无边的浩瀚气息 演化诸天万道的无上法则 仿若是能够将这一片天地 都给轻易地镇压 在这样无比恐怖的存在面前 他就好似苍天轻浮之下 一只小小的蝼蚁 那在浩瀚犹如惊涛骇浪一般的恐怖气息面前 根本就无力阻拦 众多的至尊 只感觉到了一股恐惧与不安 惊悚与惶恐 下一秒钟 那尊强大无比的至尊敬强者 竟然被江明轻轻地一念 煞世间 化作了漫天的血物 魂飞魄散 那原本是震慑八方的太古强者 在江明的抬手一挥 轻轻地一捏之下 竟然是瞬间化作了漫天的血物 在此刻瞬间陨落 那无比恐怖的实力 更是叫无数的人为之骇然不已 这 他到底是何等修为 这根本就不可能 既然没有依靠仙气的威能 便能够轻易地斩杀一尊禁区大能 他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此时此刻 举世皆惊 众多的禁区大能 纷纷是露出了一脸的骇然之色 神情之中 更是带着一抹难以置信的神情 这个时候 他们才意识到 不管江明是否恢复记忆 他们都将会再劫难逃 而这一切 仅仅只是江明根据自己的本能去做的事情罢了 他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敌意 甚至于 在他的眼中 这整个玄天世界的诸天大能 在他的眼中 也不过是蝼蚁一般的存在罢了 他根本就不需要提起丝毫的敌意 也根本不是因为恨意去斩杀那些禁区大能 而仅仅只是因为苏醒以来 所听到的第一道声音 遵循着声音 而做出的本能反应罢了 这样的结果 远比江明恢复记忆的情况之下 更为叫人畏惧 因为 若是江明在拥有记忆的情况之下 或许还会想到什么所谓 上天有好生之德之类的想法 或许 他还会留下一部分的禁区大能 让他们好自为之 但要这仅仅只是凭借本能 去做这样的事情的话 那他就不会有丝毫的留情 那近乎是冷血一般的末世面容 更是叫无数的异族 感觉到了一种莫大的灾祸 即将降临 哈哈 你们这些异族 儒等真的以为 江明长老尚未曾恢复记忆 便不会斩杀儒等了吗 血海深仇 即便是记忆忘却 但是江明长老 却依旧是记得自己 曾经说过的话 记得无等对他的祈祷 江明长老 来世无辈人族的无上大能 儒等萧小之辈 今日必死无疑 此时此刻 那浩瀚的人族大帝二世之上 更是燃起了无边的希望 江明此刻抬头 掠过着诸天万界 那一个又一个的太古族群的大能们 还有那些妖族的强者 皆是在此刻感觉到了一种 自灵魂深处传递而出的莫大危机感 这种危机 让他们感觉到了一种 宛若死亡濒临之前 所感受到的莫大危机感 煞世间浮现于所有人的心头 刹那间 几乎所有的人 都只想到了一个念头 逃 煞世间 近乎所有的禁区大能 都是瞬间催动自身的所有能力 不管他们现在是否是寿源将近 发动全部的实力 是否会引来天道降下量衰之间 他们知道 现在已经是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了 此刻 唯有飞向天外 逃亡那无边的混沌之中 远离玄天世界这个危险之地 才有改写命运的可能 只可惜 当江明第一时间感受到 他们的这个念头的一瞬间 便是看着那诸天大能 眼中流露出一种迷惑的神情 旋即 他缓缓地抬手 在那域外天穷之上 那镇压于虚空之上的镇天观 陡然间更是迸发出了无边的威呢 那无边的大道锁链 煞世间化作了一张铺天盖地的巨网 浮现于诸天之上 朕 随后 江明更是轻轻地吐出一个字 煞世间 一如纳言随法出一般 诸天环宇之内 无边的道运涌现 自那天穷之上 浮现而出无边的神魔虚影 那一个又一个强大无比的神魔虚影 竟然是各自施展而出莫大的威能 只是斗转之间 便赋予了那铺天盖地的巨网 无边的大道威能 整个天旋世界 竟是在此刻瞬间空间冻结 不管是任何一个人 任何一个禁区大能 试图动用法则的力量 要打破那恐怖无比的空间冻结 都变作了不可能 甚至于 有一尊禁区大能 寄出了一件蕴含着空间法则的无上地气 试图以此地气 破开那禁锢的空间冻结 然后 轰隆隆的一声巨响传来 那尊有缺大地 连同他手中的无上地气 竟然是在短短的一瞬之间 彻底地化作了漫天的积烦 甚至于连触碰那无上神威的可能 都没有 在南疆大地之上 太古先祖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 更是惊呼一声道 这 这便是天地第一凶煞一宝的无上威能吗 便是这环宇诸天 无边世界 都能够被其瞬间镇压吗 西河年 这无上一宝 便是如此镇压过西年的天道吗 他的心中无比的骇然 即便是他 当初也仅仅只是从逍遥天宫的诸多古迹之上 看到过这样的传闻 但是 他从未见过镇天官真正的威能 也从未见过 有人能够驱动这无上第一凶煞一宝 说这镇天官是仙气 都是贬低了他的存在 这镇天官的品级 乃是天地第一凶煞一宝 甚至于 能够与那天地之间 仅仅留存了三件的先天至宝相媲美 甚至于 论凶煞的程度 杀伐的能力 其更是天下第一 此刻江陵 也仅仅只是动用了这镇天官 镇压了朱天 让所有的人 都无法逃离这玄天世界罢了 实际上 此刻的江陵的脑海之中 却是浮现出了一道又一道 让他感觉到陌生的记忆 比如 对于这天地大道的掌控 对于这世间秩序的左右 对于这阵天官的使用方法 都不断地在他的脑海之中浮现 他感觉很迷惑 为什么 自己会拥有这些记忆 这些记忆 是自己生前就存在的吗 还是说 自自己死而复生之后 才出现的吗 江陵固然是感觉到迷惑 但是 他却是没有忘记 在他的脑海之中 一个让他无法忽视的声音 再向他祈祷 向他恳求 希望他能够终结这一场黑暗动乱 将那些强大的禁区大能 一个个地震杀在此 江陵的目光之中 掠过了一丝漠然 旋即 他的身形 更是不断地变换 在这诸天万界之内 他不断地穿梭 不断地浮现于 一个又一个的禁区大能的面前 五等于你拼了 江陵 你休要以为你真的便是天下无敌 今日老夫便自暴而亡 与你同归于尽 与此同时 当有三个禁区大能 见到江陵陡然之间 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约要斩杀他们三人的时候 这三个有缺大地 更是露出了无比疯狂的面色 煞时间 便是点燃了自身的本源 那自斩一刀的道果之中 蕴含着无比强大的气息 若是自暴的话 只怕是整个玄天世界 都会受到波及 甚至于 他们自暴的威能 能够瞬间的毁灭 这整个玄天世界之中的半数生灵 虽然他们自斩一刀 实力已然不复当初 但是 他们都是实打实的大地之尊 任何一个大地级别的强者 都是足以撼动 整个世界的强大存在 此刻 三个大地级别的道果自暴 那威能 更是能够将整个天玄世界的所有生灵 在此刻彻底的覆面 其他的禁区大能们见到此目 更是满脸的惊骇 疯了 都疯了 儒等要拼死一搏 拉上我们做什么 该死 难道你们不知道 如果儒等自暴的话 这整个天玄世界 都会被儒等毁灭吗 此刻 众多的禁区大能 更是叫苦不迭 他们的脸庞之上 更是充满了无边的绝望 这 这该怎么办 难道我们 就要这样等死了吗 就连那些禁区大能 都对这三尊有缺大地的自暴 感到了巨大的威胁 更不要说 那些实力远远弱于他们的人族了 甚至于 不光是人族 那些太古族群 八方妖族的人 同样是在此刻 陷入了无边的绝望之中 不 先祖大人 难道您就真的不管 无等的生死了吗 若是你们自暴 我们也难以自保 难道你们 是要覆灭这整个玄天世界吗 此刻 一道道绝望的呐喊声音 不断地自四面八方传来 那些原本就已经是足够绝望的 妖族和太古族群的人 更是被打入深渊 哈哈 死吧 都死吧 既然无等活不了 那你们都给本尊陪葬吧 江明 这是你逼我的 此刻 那三人更是满脸的疯癫之色 宛若是已经看到了 江明再一次的陨落的模样了 但是 在那南疆大地之上 那知晓无数隐秘的太古先祖 却是露出了一脸的鄙夷之色 唉 这些家伙 果然是蠢得要命啊 原则这样的存在 自暴就能伤到他了吗 果然 他的猜测 没有丝毫的误差 正当那三个有缺大地自暴之时 江明却只是抬手一挥 陡然间 一柄赤色地剑 却是浮现于他的掌心 那是 诸仙帝剑 想不到诸仙帝剑 一直跟随在江明长老的左右 他要做什么 不是吧 他难道要以这一剑 直接斩杀了这三尊有缺大地不成 轰隆隆 随着一道道无比惊骇的声音落下 与此同时 那三尊有缺大地 却是纷纷自暴 巨大而又无比恐怖的威能 更是席卷诸天万劫之内 那三尊有缺大地的声音 更是回响于天地之间 死吧 都给本尊死吧 江明 纵然你强大如斯 却也抵挡不住五等的拼死一击 江明 你死定了 随着他们的话音落下 江明的面庞之上 只是一如既往的漠然 萤火 也敢与昊月争辉 什么 只是刹那 江明的话音一落 却是剑倒在那诸仙帝剑之上 陡然间浮现而出 无边的威能涌现 271到无上剑芒 犹如是要毁天灭地一般 陡然间自穷语之间浮现 你剑光如耀眼的天阳 煞时间照亮了一切 陡然间驱逐了一切的黑暗 江明抬手一挥 一剑落下 那无边的浩大威能 三尊有缺大地自暴所带来的无边恐怖气息 煞时间 在此刻不断地平息 那无比恐怖的一剑 竟然是瞬间平息了一切的地火风水 万千环与诸仙帝内所涌现的自暴威能 皆是在这一道剑芒之下 不断地阴灭 这 这才是真正的大破灭 真正的剑道 如此恐怖地毁灭大道 这便是大道的威能吗 天地之间 所有的人都彻底地惊呆了 他们眼睁睁地看着那三尊有缺大地的自暴威能 在江明的这一剑之下 彻底地化作漫天的虚空阴面 一股莫大的毁灭气息 不断地自其中传递而来 仿若是触及其分毫 便是要彻底地毁灭 而这种毁灭 与寻常的斩杀 或者是破坏 完全不同 从本质上就有完全的不同 这股恐怖无比的力量 甚至于是直接洞穿了万古岁月 直接在无边的岁月空间之内 将那对方的存在彻底的阴面 就连那自暴的忠心 三个有缺大地残存的神魂 皆是在此刻不断地崩塌破碎 他们的眼中 更是充满了难以置信的神情 仿若有人自万古岁月之前 将刚刚是强暴之中的他们彻底的阴面 从一切的根源 岁月的衣食之处 将他们的存在 直接抹去 这莫大的恐怖 莫大的毁灭大能 更是让无数的人陷入了癫狂之中 他的实力 竟然强悍如此 纵然是自暴而亡 欲要与之同归于尽 都完全不可能 甚至于被其直接抹去了本源 天地之间 根本就不再诞生 而出这三人一般 不对 我为何 为何会忘记了他们的性命 此刻 所有的人 无不是感觉到自己的脑海之中 关于这三个 有缺大地的记忆 纷纷是在不断地分崩离析 那从本源之上抹去的毁灭大能 竟然连他们 已经存在的记忆 都瞬间抹去 陡然之间 那莫大的恐怖 更是席卷诸天万剑 让无数的强大存在 在此刻陷入无边的绝望之中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江明如今的实力 竟然已经达到了 超乎他们的想象的地步 纵然是曾经纵横于天地之间的那些大地 却也对此无能为力 报仇血恨 便在今日 吴辈人族 终于得以一血前耻 哈哈 如等先祖 接拜于江明长老之手 今日 吴辈人族 便要驱逐如等 随着江明那强大无比的实力呈现出来 与此同时 在这东荒境内的诸多人族 连同那其他几大区域之内的人族们 纷纷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反击 浩浩荡荡的人族势力 终于是迎来了报仇血恨的机会 人族的各大强者 此刻纷纷是施展各自的神通道法 连同各大圣地 宗门之内的诸多法器不断地祭出 人族大地之上 更是掀起了一片无穷无尽的战役 在那中州的某处宗门 原本是被诸多禁区大能压制 而无法对抗那些妖族的人族领地之上 那拥有着地气传承的中州圣地 忽然之间祭出了一柄悬傲无比的锯齿 那锯齿之上涌现而出滔天的气息 虽然远远比不上江明长老的般 近乎碾压性的强大力量 但是 这股强大的力量 若是对付眼前的妖族大军 那却是完全足够了 尤其是在那江明长老的带领之下 人族大军的士气 远远的超乎了预想 此刻 那掌管着这一方妖族的大圣后期的妖族妖族 更是露出了一脸的惶恐之色 虽然 在他面前的仅仅只是一些圣人级的人族修士 大圣级的存在 也仅仅只有一人 还只是大圣初期的实力 但是 人族那锐不可当的气势 却是让他们所有人都感觉到了一种莫名的惊恐 该死 都给我杀 杀光这些人族 那妖族的妖族满脸的恼怒之色 此刻 看着那一个又一个禁区大能被江明不断地屠杀 他的心中也是无比的惶恐 他不得不下令展开最后的垂死挣扎 但是 早已经被吓破了胆子的妖族大军 又岂会有丝毫的胆量继续抗争 虽然他声嘶力竭地吼叫着 但是 听从他指令的人 却是一个都没有 几乎所有的妖族大军都在不断地后退 他的眼中 充满了惶恐之色 仿若那些原本在他们的眼中 只不过是血食的人族 此刻竟然是角色互换 完全就是他们为鱼肉 人为刀族 任由人族宰割他们了 你们 你们不许退 给本尊杀 谁敢后退 本尊便杀谁 他的眼中涌现出了 思思绝望的神情 叫他难以置信的事 零 龙 八 五 六 一 零 九比七 八 二妖族的大军 竟然是会崩溃得如此之快 当初人族面对着 诸多的禁区大门的时候 面对着那近乎是绝望的局面的时候 人族 依旧是毫不退缩 哪怕是自暴王 也要拖上几个垫背的人 这样的悲壮 这样的汉不畏死的人族 在这玄天世界之内 比比皆是 但是这么换到了妖族的这边 反而都变成了一个又一个孬肿了呢 这位妖族 也是自不知道多少次的生死拼杀之中 一步步的走过来的 或许他有那个勇气继续抵抗 但是其他的妖族 却是完全没有这个勇气了 不知道多少年来 妖族与太古族群的人 从出生以来 便远比人族要强大的许多 他们天生就将人族示弱血实 根本就瞧不起这些孱弱的人族 更加想不到的是 人族竟然会有将他们当作蝼蚁一般 肆意屠杀的一天 在江明的手中 任何一个妖族的大能 又或者是说太古族群的先祖大能 不管是至尊境 还是有缺大地这样的强大存在 全都不是江明的对手 甚至于 他们连抵抗的能力都没有 任何一个强大无比的禁区存在 在江明的手中 基本上都一箭斩之 就连此前的三尊有缺大地的自爆 也都被江明一箭覆灭 甚至于 连对方的存在这个本源 都直接抹去 这样恐怖的实力 已然是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 那无与伦比的惊骇 让他们在这一瞬之间 彻底的失去了任何抵抗的想法 就即便是知道对方 要将他们斩杀 他们是彻底的吓破了胆子 甚至于连抵抗的勇气 都没有了嘶吼 杀 报仇血恨 便在今日 浩浩荡荡的人族大军 此刻早已净冲出了城池 沿着那原本被妖族封锁的道路 冲入了整个妖族的大军之中 一时之间 漫天的道法涌现 无边的厮杀声 在这天地之间涌现 人族的反抗 终于在此刻被彻底的点燃 整个天旋世界 一个又一个强大的人族强者 各自带领着圣地与宗门 还有那些古族的修士们 不断的突破着妖族与太古族群的封锁 没有了那些禁区大能的镇压 人族的强大 终于不再被掩饰 纵然很多时候 人族面对的 往往是远比自己强大的存在 但是 依靠着族群内各自传承的圣气或是地气 人族的大军 竟然是凭借着这股一往无前的气势 将那些妖族与太古族群的人 杀得头破血流 一时之间 不知道多少的妖族 多少的太古族群的人 都陷入了一阵惶恐之中 他们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奋力拼杀的人族 心中更是陷入了无边的惶恐之中 人族什么时候拥有这般恐怖的力量 到底是因为他们的气势受到了打击 而变得不堪一击 还是因为人族本就有如此强大的力量 只是因为诸多禁区大能的压制 而没有展现出来 那些浩瀚的妖族大军 太古族群的大军 一个接着一个的 如若潮水一般的退去 在这天地之间 那些原本是无比强大的禁区大能 更是不断地被江民所斩杀 没有丝毫挣扎的余地 没有任何能够抵抗的办法 江民的强大 在此刻斩现一览无余 这一场席卷八方的大战 以至于是持续了数个月的时间 直到人族的领地之上 再无半个异族 直到那些发动黑暗动乱的大能们 都彻底地付出了陨落的代价 终于 天下大定 这一场原本是带给无数人 绝望与恐惧的黑暗动乱 竟然是在江民的异己之力之下 彻底地颠覆 那些强大的妖族与太古族群的人 更是没有任何抵抗的能力 远在南疆的太古先祖 因为他不曾参与这一场黑暗动乱 竟然也是相安无事 此刻的他 心中不由的是涌现而出丝丝的惊恐 那种劫后余生的后怕 不断地向他袭来 他不断地庆幸 自己没有参与这一场所谓的黑暗动乱 没有对任何一个人族出手 因为在他的心中 他根本就对这所谓的黑暗动乱 丝毫没有任何的兴趣 那些出世的大能 因为需要弥补自身的生机 不惜发动这场黑暗动乱 以屠戮人族掠夺生机 以至于是遍地失衡遍野 人族大地之上血流成河 他虽然是太古族群的先祖 但是自从他离开逍遥天宫以来 他就从未理会过太古族群的事情 因为他亲眼见到过无数的强大存在 见到过哪些远比他更为恐怖 甚至于是他毕生都无法超越的存在 此刻 他的心中更是浮现出了丝丝的骇然 是他 绝对是他 他一定是逍遥天宫 供奉了不知道多少年的那位大人 他此刻无比的确定 在那逍遥天宫之内供奉着的那个存在 就是江明 逍遥天宫的来历 十分的隐秘 来是当初在那一场仙谷之前的黑暗动乱之中 活下来的仙人们所创建的一个恐怖的大势力 他们对那位平定了黑暗动乱的大能 无比的崇拜 以至于是亲自为其立下了牌匾 供奉了雕像 像太古先祖这样 犹如奴仆一般的低级存在 甚至于没有朝供对方的机会 只有有在亿万年之后 血溃这些妖族的人 踏入了逍遥天宫的遗迹之中后 才发现了那被供奉着的江明雕像 但是 他选择了对人族隐瞒 最终 当江明呈现出这无比恐怖的力量之后 他也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那逍遥天宫的内部 会供奉着江明的雕像 原来 他所说的一切 都是真的 那有关于神话时代的传闻 也都是真的 太古先祖凝望东方 眼中早已经是透露出了思思的难以置信 对于江明曾经说过的那些话 他也有所耳闻 但是 经历了许多的他 对此也仅仅只是将信将疑 最后 直到现在 他才确定了 逍遥天宫曾经供奉着的那位强大无比的存在 便是江明 这样的事实摆在他的面前 更是叫他无比的震撼 也正是因为 对于那些曾经无比强大存在的敬畏 他当初甚至于直接逃离了东荒 夺到这南疆大地之上 现在 他更是无比的庆幸自己当初的决定 这 毫无疑问是 让他捡到了一条性命 那些后代子孙的事情 他根本就毫不在意 对于他而言 能够活着走出逍遥天宫 就已经是毕生最幸运的事情了 故此 当他听闻一个个后代 建立起一个所谓的太古皇族的时候 他甚至于没有丝毫的动容 也没有丝毫的想要庇护对方的想法 他摸了摸自己头顶的冷汗 更是心中充满了惶恐 朝着那南疆大地的深处不断的前行 而另外一面 人族大地之上 终于是彻底的结束了一场黑暗动乱的人族们 更是纷纷的开始建立起一个又一个宗堂庙宇 不知道什么时候 人族之内 开始不再以江明长老来称呼江明 而是称之为江天帝 曾经的人族大地之上 能够这样被人族称呼的存在 便是一只手都能够数得过来 如今江明的强大实力 力挽狂澜 平定这天下间人族亿万年来最大的危机 他们更是毫不犹豫地 将江明的雕像不断地树立起来 建起了一个又一个宫殿 只是为了供奉这位人族的大能 而此刻的江明 他彻底地斩杀了所有的禁区大能之后 便回到了域外天穷 在那青铜古棺之旁 他的神情依旧是一片迷茫 他看着那人族大地之上 不断地朝着他跪拜的人族 心中不知道为何 却是充满了欣慰 他依旧是想不起来 当初有关于自己的一切记忆 但是毫无疑问 自己这样遵循本能 去做了这些事情之后 毫无疑问 是正确的选择 人族大地之上 无数的人族不断地欢呼庆祝 那些原本是强大无比的太古族群 还有妖族的众人 而照的 如今更是在这一场大战之中 实不存一 妖族尚且留存了一部分的力量 躲避了起来 而那太古族群 却是几乎彻底的负面 西年 人族大地 被那太古族群的人当作血石屠戮 一夜之间 便是吞噬亿万人族 也是常有的事情 人族对于太古族群之间 是一种无法磨灭的深仇大恨 那莫大的仇恨 唯有以牙还牙 以血还血 才能够洗刷 如今的人族 无不是焚香告祖 像那些曾经死在太古族群手中的人族先祖们 告知如今人族的成果 十万年了 人族终于彻底地碾压了整个太古族群 即便是在当初 人族大地横更万古 以一己之力驱逐那些强大的太古族群的时候 人族却始终无法触及到对方真正的底蕴 或许当初的人族大地拥有强大无比的力量 但是那些太古族群的底蕴实在太过于深厚 以至于是当初的人族大地 也仅仅只是做到了驱逐一族罢了 其后 这些太古族群便自我封印 等到了人族示威的时候 又再度出事 纷纷是屠戮人族 将人族当作牲畜一般的圈养 这样的过往 是整个人族都难以忍受的悲痛 而如今 在江天帝的带领之下 人族终于彻底的覆灭了太古族群的绝大部分的力量 即便是剩下了一些势力 却也再无兴旺的可能了 那些太古族群的一个又一个圣地 一个又一个禁区里 被人族们彻底的踏破 报仇血恨的人族们 终于能够迎来真正的和平 不过 江明看着这一切 却是感觉到了一种既是陌生 又是熟悉的感觉 他的脑海之中 恍若是笼罩着一层层厚重的浓雾 让他无法看透 其中到底蕴含着怎么样的记忆 这一切都让他感觉到迷茫 陌生 甚至于可以说 有些不知所措 他只是看着人间欢腾 遍地人族得以报仇血恨的模样 心中 却是浮现出一丝丝的悸动 就好像是那场 做过了很久很久的梦 梦里出现过的场景一般 在那东荒的太玄圣地之内 小徒弟等人 此刻依然是心中 毅然是浮现出了一丝丝的悲楚之意 十尊失去记忆 在那虚空之上 一脸迷茫的模样 更是让他们感觉到了 一丝不知所措的感觉 左思右想之下 太玄的众人 决定还是要接近江明 然后向他说明一切 纵然 江明的身边 那无边恐怖的气息 碾液而来 纵然是那各大禁区之中的强大存在 都无法靠近他分喉 众人依旧是毅然决然地 决定做出这个举动 虽然 在人族之中 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件极为危险的事情 毕竟江明现在还未恢复记忆 很难保证 他不会误伤到别人 不过 江明的弟子们 早已经顾不得这么多 纷纷是朝着虚空之上飞去 只是刹那 江明自虚空之上 投来了一丝警惕的目光 看向那众多的人族修士 眼中本能地掠过了一抹杀意 毫无疑问 再对于自己的过去 已经是忘记的一干二净的江明 那种源自于生物本能的自保 会让他直接选择 除掉任何靠近他的人 但是 江明眼中掠过了那一抹杀意 仅仅只是一瞬之间 便是很快的淡去 一种难以掩饰的悸动 在心中悄然地浮现 他很疑惑 为什么 当他见到这些人的时候 心中却是莫名地浮现出了一丝熟悉 甚至于 还有一种莫名的怀念 难道 他们认识我吗 江明愕然地想到 师尊 师尊 弟子赵浩 拜见师尊 弟子韩非清 拜见师尊 弟子古行方 拜见师尊 弟子月山兴 拜见师尊 弟子 太玄之中 那些二百七十 曾经在江明门下的众多弟子 不断地朝着虚空之上拜倒 那一个又一个 叫他无比熟悉的声音 煞时间 像是点亮了 他内心之中的某一处 许久许久 都未曾唤醒的柔软 让他感觉到了一丝 想要泪流的冲动 而非任何的悲楚 而是一种喜极而泣的冲动 在他的心中涌现 弟子 江楚楚 拜见师尊 人群之中 众人无不是满脸的喜悦 而只有那最后 略微有些怯怯的声音之中 却是带着一丝哭腔 刹那间 江明只感觉 自己如受雷击 一种撼动了内心的冲动 止不住地动摇着他的内心 他的脑海之中 陡然间浮现出那年的冰天雪地 一片废墟之中 那个一脸惶恐的孩子 那个让他无法放心下来的可怜的孩子 那个被他带到泰旋 悉心照顾的孩子 现在他长大了 那个在他沉睡的时候 在他的脑海之中 不断地唤动着他名字的声音 也渐渐地浮现出 他的脑海之中 关于江楚楚的记忆 也一点点地恢复了过来 楚楚 当江明说出这个名字的时候 众人更是喜出望外 小徒弟江楚楚此刻 也是满脸的悲楚 渐渐地化作了喜悦 他早已经泪流满面 但是 口中却依旧是在向江明 讲述着当初的一点一滴 他说起了那年风雪漫天 是江明就吓了他 若不是江明的话 或许当初 他早已经死在了那片风雪之中 他给江明说起来了 关于那些年 江明是如何悉心地教导众人 是如何对门内的弟子 一视同仁 即便是那些弟子 对于江明曾经说过的那些话 抱着怀疑的态度 甚至于曾经拿这些话开过玩笑 但是江明却依旧毫不在意 他说起来 当初在泰玄圣帝之中 几百年前邪魔入侵的时候 是江明亲手拯救了泰玄圣帝的诸多弟子 是他为泰玄圣帝 留下了最后的希望与抵御 甚至于 他不惜是付出了重伤的代价 此后 开 在太古皇族威逼人族的时候 在大弟子楚凡 将要面临危机的时候 是江明 出手以绝对强大的姿态 斩杀十三尊祖王 更是亲自展开了天幕 将那十尊祖王的魂魄 彻底地打到灰飞烟灭 这才让那太古皇族的人 对仁族产生了巨大的畏惧 让仁族得到了休憩的机会 此后 他为了仁族的未来 更是不惜耗费自身的本源 踏入太古皇族的先祖之地 让那些太古族群 签订了混血契约 才束缚了太古族群整整百年岁月的时间 让仁族得到了百年岁月的和平 这些话 让江明的脑海之中 不断地浮现出那一段段的碎片 一段段的回忆 随着弟子们的讲述 那带着或是激动 或是悲愤或是感伤的讲述 不断地落入江明的耳中 他的记忆 也是犹如潮水一片的涌来 那一段段犹如碎片一般的记忆 渐渐地浮现在江明的脑海之中 随着江明的记忆恢复 转眼之间 一个让他无比熟悉的声音 终于再一次地 响彻他的脑海 叮 恭喜宿主复生成功 大道医院完成度已达百分之八十 获得奖励 四大至尊法则之一 利益之法则 获得奖励 四大至尊法则种子 岁月法则种子 获得奖励 残缺混沌至宝 灭世大漠 获得奖励 寻黄混沌体 灭世大漠 残缺混沌至宝 具有灭世之能 可参悟天地毁灭大道 至尊法则种子 四大至尊法则之一岁月 法则种子 可以参悟岁月法则 逐渐掌控岁月法则 成就岁月主宰 四大至尊法则之一利之法则 三千大道神魔之主盘 古所领悟的大道法则 完全炼化之后 可以成就大道境 目前炼化进度 百分之十 玄黄混沌体 目前世界最高级别防御肢体 即便是混沌至宝 亦不可将其磨灭 并且 以此道体发动的任何道法 都具有百倍振服的效果 随着江明的脑海之中 不断的浮现 出一道道提示音 与此同时 在江明的身边 那股玄奥无比的玄黄气息 毅然是呈现而出 那漫天的玄光 以至于是 夺取了日月的光辉 较在场的所有人 都是面色惊骇无比 感觉到一种莫名的震撼之一 自心中流转 尤其是当两大至尊法则的融入 江明的身躯之上 那原本就已经是 无比磅礴的岁月气息 此刻竟然是更加的厚重 更为恐怖的是 一条蜿蜒而去的岁月长河 此刻竟然是浮现于 江明的丹田之内 那玄奥无比的岁月长河之上 漂浮的并非是任何的水源 神通或者是道法 而是那过往的一切岁月之中 所承载的一个又一个过往的画面 还有那恐怖无比的灭世大魔 一股无比惊骇的毁灭气息 更是自其中涌现而出 让江明感觉到了一种莫名的震撼 在这灭世大魔的面前 似乎任何一柄大地神兵 都犹如废铁一般的存在 轻易便能够被其碾压 这一个又一个恐怖无比的奖励 竟然还仅仅只是 完成了80%的大道遗愿 这要是完全的完成之后 自己所制定的那些设定 只怕就直接化为现实了 想到这里 江明的内心 也是不免浮现出一阵狂喜 不过 很快他便是平淡了下来 似乎是因为岁月法则种子的存在 江明的心性 也是犹如那万古岁月一般的 厚重无比 任何的事情 都不可能再引起他过于的情绪波动了一般 此刻 他淡然地看向自己的诸多弟子 心中 也是一暖 想不到 在自己死亡的这段时间之内 自己的弟子们 都已经成长到了如今的地步 赵浩 想不到你 也成就了大圣境修为 不错 如此可教也 没有辜负师尊对于你的期望 韩非清 你资质虽然普通 但是如今 你也是圣人境巅峰的实力 想来 你付出了不少的苦修啊 楚楚 你是为师的最年轻的弟子 如今 却是后来者居上 成为了大圣境巅峰的强者 今后 泰玄的弟子 可要靠你来保护了 江明一脸的笑意 对着自己的诸多弟子 一个个地讲述着心中的感慨 他看着这些弟子 不过是百年岁月的时间 他们竟然就有了这样的变化 显然 这也出乎了江明的预料 虽然这一切 有关于如今的天地灵气爆发 但是 毫无疑问 这也和自己的这些弟子的辛勤苦修 逃不了干系 自己的教导是一部分 他们自己的努力 却是谁也无法取代和磨灭的 再加上那韩非清 还有一些天赋 本就不算是很强大的弟子 他们的进步 也真的是让江明感觉到无比的欣慰 在自己死亡的这段时间之内 江明一直都陷入了一片长年之中 像是在一片混沌之中 不断的漂浮一般 游离在混沌之间 此后 那不断呼唤自己的声音 让他感觉到了一种无法磨灭的感触 那存在于他内心深处 始终无法对弟子放心下来的冲动 不止一次的 让他想要苏醒过来 终于 他在某个时刻 睁开了双眼 重新看向了这个世界 死而复生 这样的事情 即便是在天旋世界亿万万年 岁月的历程之中 也从未有人做到 但是江明 却是破天荒的 成为了这头一个人 这一点 就足够所有的人为之骇然不已了 甚至于 如今的人族大帝之上 就已经有人开始记录这段传奇 尤其是那星宿神宗 他们真正的掌权之人 其实并非是人族 他们的本体 乃是源自于神话时代的玄武一族 自那神话时代的玄武一族的后代 所遗留下来的血脉 让他们拥有了近乎变态一般的漫长寿命 此后 因为在太古时期 有那些强大的一族 发现了他们一族的隐秘 故此是想要夺取他们身上的玄武血脉 以此来强大太古族群 此后 自然是有人族的夜天地 为了天地苍生 也是为了这玄武一族的血脉 得以流传 救下了他们玄武一族 于是 星宿神宗一族 这才是得以流传 十万年的岁月之中 他们不断地记载着 关于整个天玄世界的所有历史 他们就好像是这个世界的见证者一般 不断地记录着 关于这一切的事情 而那星宿神宗的新建 其实就是当初的神兽玄武的遗体所化 其防御力 可谓是天下无双 能够在人族陷入末大的危机当中的时候 为人族保留下最后的血脉 但叫他们想不到的是 那些人族的强者 居然都不愿意苟活 最后是选择了站出来 与诸多的一族对抗 这样的人族气节 更是让他们不由地佩服 也只有这样 充满了勇气与团结的族群 才能够自那个恐怖无比的神话时代 一直留存至今 即便是西年的神族 那些先天神奇所诞生 而出的族群 都毁灭在了岁月的长河之中 西年的龙族 那强大无比的存在 甚至于是一度成为天地霸主的强大族群 最后也都只剩下斑驳的血脉 在大地之上流传 而真正的舞爪金龙异族的血脉 如今也是几乎不复存在了 但是人族 这个看似孱弱的族群 却是一步步地走到了今天 甚至于 是诞生出了江明这样的无上尊者 这让星宿神宗的宗主大人 感觉到了无比的感慨 他想到了西年的夜天帝 关于夜天帝的一切历史 都存放在星宿神宗的最顶级 最机密的藏宝阁之中 而如今 在那藏宝阁之中 又夺出了另外一个为人族强者的名字 江明 江天帝 他们自四方收集而来的种种传闻 种种关于江明的描述 都记载在了其中 甚至于 关于那曾经是至高神明转世的传闻 亦存放其中 星宿神宗肩负的责任 可谓是无比神圣的 不光是要记录 关于整个人族之内 所发生的各种事情 并且在人族危机时刻 同时还要保护人族的未来 这一点 星宿神宗 虽然并非是人族之人 但却是对于人族而言 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随着人族各大势力 建立好了各种宗族庙语之后 江明也是与众多的弟子 回到了孤绝风之上 在这里 有不少的弟子 提到过江明的大弟子楚凡 还有关于三弟子叶臣的事情 说起这些的时候 太玄圣地的众人 也是颇为唏嘘 哎 若是楚凡在这里的话 他一定是最开心的 可惜了 想不到叶臣也 此刻 太玄的诸多长老 也都是满脸的悲戚之色 显然 对于他们而言 这件事情所带来的影响 是巨大的 让他们无法忘怀的 不过江明听到这些之后 只是淡然的掐指一算 玄机笑道 诸位不用担忧 老夫的弟子 岂会这么容易就陨落 听到这话 小徒弟江楚楚的面庞之上 先是一愣 玄机便是露出了一脸的惊恶之色 连忙是追问道 师尊 难道说 大师兄 他们没有死 这下 众多弟子都坐不住了 纷纷是开口询问道 师尊 他们现在在哪里 他好了 师尊都这么说了 他们一定没有事情 哈哈 大师兄与三师弟 吉人自有天相 我就知道 他们绝对不会这么容易就陨落 二师兄照后 此刻也是满脸的喜悦之色 这可真的是双喜临门 不光是师尊江宁 死而复生 现在 那让他们感觉到 无比担忧的二位师兄弟 竟然也都相安无事 自古有道是福无双至 或不担心 但是如今 却是福无双至今日至 想到这里 众人更是连忙寻问道 师尊 您就别卖关子了 大师兄和三师兄 现在在哪里 是啊 我们可是日日夜夜 都念想着他们 师尊 大师兄他们 什么时候能够回来 不如您直接将他们带回来吧 正好是与我们团聚啊 看着众多急不可耐的弟子们 江明也是带着一脸的笑意 淡然地说道 此事 你们不必太过于担忧 他们不光是没有事情 相反 还有一场莫大的机缘 在等待着他们 现在让他们回来 并不合适 随着江明的话音一落 众人也是纷纷露出了一脸的惊讶之色 想不到他们陷入了莫大的危机 非但是没有陨落 反而是正在得到机缘 这一点 无不是让众人感觉到惊讶不已 既是感觉到意外 又是止不住的 为他们感到高兴 与此同时 在那地露之上 一个神秘的仙岛之中 笼罩着无边仙气的仙岛之上 一个充斥着大量强大气息的道场之内 该死 怎么这些家伙 都解决不完了 一个让众多弟子无比熟悉的声音 煞时间自这道场之内响起 若是小徒弟江楚楚在这里的话 一定是能看得出来 眼前的这人 正是大徒弟楚凡 而且 此刻的楚凡 早已经不同以往 他的修为 不光是突破到了至尊境 就连他周身的气血 也是非比寻常 在他的眼前 那一个个强大无比的气息 竟然是曾经走过这条地路之上的 诸多大地境强者 所留下的虚影 虽然仅仅只是虚影 但是这些虚影 却是有着准地级别的强大力量 甚至于 其中的一部分 更是拥有着 有缺大地级别的恐怖实力 当然 若只是如此的话 那还算不得什么 在楚凡面前的这些虚影 更是足足有数百尊之多 这些恐怖无比的大地虚影 不断地朝着他攻来 一次次地打破了他的肉身 一次次地将他的身躯刺穿 折断 来至于是直接让他的肉身四分五裂 但是 十分诡异的是 楚凡的肉身 不管受到多么严重的伤势 竟然都能汲取这四周弥漫的仙气 不断地恢复 就算是四分五裂 他的肉身 也能够迅速地恢复过来 并且 这个恢复的速度 随着他不断地在瀕临死亡的死痘之中 更是在不断地提升着 眼看着 他那原本就快要成就大乘境界的不朽胜体 如今 竟然也是迅速地朝着那传闻之中的 滴血重生的境界 不断地进发着 这个神秘的道场 是楚凡当初被众多的至尊追杀之时 偶然闯入其中 当时的他 早已经是身负重伤 然而 危机时刻 楚凡的不朽胜体 竟然是再一次的破茧 能够让那四分五裂的肉体 瞬间回归本体 但是 严重的伤势 却急需要灵气的弥补 所以 他感受到 此处拥有着浩瀚无边的恐怖仙气 立刻是落入了其中 果然 那远比一般的灵气 更为浓郁的仙界仙气 仅仅只是转眼之间 就弥补了他体内匮乏的力量 只是转眼之间 就让他恢复了那空缺的法力 转眼 便恢复了肉身上所有的伤势 并且 因为他那濒临死亡的死斗 他的境界 竟然是在那场死战之中突破 达到了至尊境的修为 让他感到奇怪的是 这片空间之内 似乎是与外界的世界 有着绝对的隔绝 天道都无法探查其中 以至于是他突破修为的时候 并没有天法降下 所以 他才得以安然无恙地突破了修为 不过 当他的肉体恢复到巅峰的时候 眼前的这些大地虚影 便是一个接着一个地出现了 这些日子以来 楚凡每天每夜 都在与这些强大无比的 大地虚影战斗着 不断地提升着自己的实力 随着江明的苏醒 那碾压诸天的恐怖气息 来至于是让诸多的大地虚影 都彻底地停滞在了道场之内 楚凡也是第一时间 感受到了师尊江明的气息 虽然当时他十分想要回到太玄 与师尊团聚 但是 一想到自己的实力不足 才导致了如今的局面 楚凡便是下定了决心 继续在这个道场之内 提升自己的修为 直到他的圣体大成 再回归太玄 得知师尊死而复生 楚凡的心中 更是无比的喜悦 他的修为与圣体的境界 也是在这一次次 濒临死亡的战斗之中 不断地提升着 而另外一面 同样是一处极为特殊的道场之中 三徒帝叶凡 此刻画掌为剑 一脸凝重地看着眼前 漂浮着的无数仙剑 这些无比恐怖的仙剑 散发着阵阵恐怖的仙气 其中所蕴含的威能 更是与那准地级别的强者 毫无差别 虽然 这些仙剑的模样 十分的残破 甚至于发挥出来的力量 也仅仅只是准地级别的力量 但是这些仙剑的剑道威能 却是远远地超出了当初的 他在万剑种之中 所遇到的那些剑气 这些是真正的真仙剑道 若是在这个道场之中修行的话 我便能够领悟得到 远远比大地级别 还要恐怖的剑道造诣 起初 这些仙剑并不会主动地攻击叶凡 但是 随着他的伤势恢复 想要离开这里的时候 这些仙剑竟然是群起而攻之 以至于是他一直 拖到了江明复生之后 那无比恐怖的气息 镇压了诸天环宇的时候 这些仙剑 才停下了攻击 但是 与楚凡一样的是 在得知师尊死而复生之后 叶凡也是没有选择离开这里 而是继续待在这个道场之内 领悟着诸多仙剑之中 所蕴含的无上剑道 他们两人 都在这非仙岛屿之中 偶然地闯入了一个独特的道场之内 不断地汲取着 那蕴含着恐怖力量的仙气 学习着仙人的道法神通 在这非仙岛屿之上 不断地修行 这一切 江明仅仅只是心念一动 便察觉到了 关于他们的事情 故此 江明才会有了两个弟子安然无事 只是拥有了更好的机缘这样的话 得知了这些之后 太玄的众人也不再担忧 接下来的日子里面 孤绝风之上 也始终是络绎不绝的 来来往往众多的宗门势力 中州大地之上 还有其他的三大域内 灵囚鲜花 也是有不少的人族势力 古老的古族 一个接着一个的前来拜访 更加让人预料不到的是 符文一族 还有那星宿神宗的宗主大人 竟然也都是纷纷来到了孤绝风之上 他们的到来 绝对可以说得上 是让所有人都预料不到 尤其是当江明第一眼 就看透了星宿神宗宗主大人的身份之后 更是让众人惊讶不已 星宿宗主 你乃玄武传人 为何要为我人族做这么多事呢 随着江明的话音一落 周遭的诸多大势力 诸多族群的长老们 也都是纷纷一乐 就连那符文一族的人 也是惊讶不已 星宿神宗的宗主大人 竟然并非我人族 并且 他的身份 竟然是那神话时代之中 传闻之中的四大圣兽之一 这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随着众人惊讶不已的话音落下 星宿宗主 也只能是苦笑着 将当初的叶天帝 与他们玄武一族的事情 一一地说了出来之后 众人这才是恍然大悟 当然 对于星宿神宗的质疑 自然是没有的 毕竟这十万年来 星宿神宗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在拯救人族 甚至于可以说 没有星宿神宗的话 人族早就负面了 他们为人族做的事情 数不胜数 零 现在 得知了是叶天帝留下的手笔之后 众人倒也是不再多想 毕竟 虽然他们非人族 但是对于人族而言 他们却是代表着西年的叶天帝 众人心中 也是不由地生出敬佩 非人族的玄武一族 仅仅只是为了报答 当初叶天帝的恩情 竟然就守卫了人族十万年之久 这样的品性 还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呢 江天帝果然是火眼金睛 想不到 我们玄武一族隐匿了这么久 却是被你眼看出 他也是不免惊讶 他们玄武一族的隐匿之法 可谓是天下第一 就连大帝都看不出来 因为他们的隐匿之法 乃是传承自神化时代的仙家道法 大帝级别的强者 也无法看穿的 若是江明能够看穿的话 那岂不是进一步的证明了 江明的实力 已经是在那大帝之上了吗 此刻 新秀神宗的宗主大人 也是一脸的惊讶 西年的四圣兽族群 镇压四方天帝 老夫若是没有记错的话 该是杨梅所做的事情 想不到 当初老夫随手种下的一棵柳树 却是江明的目光之中 犹如是洞穿了万古岁月 回到了那神话时代的种种一般 露出了一脸的沧桑 这话别人听来或许没有什么 但是在那新秀宗主听来 却是叫他大吃一惊 这 江天帝 您 您是怎么知道的 不错 当初正是杨梅大仙分化四族 教五等坐镇天帝四级 此乃五等毕生的使命 不对 您随手种下的一棵柳树 死 若是老夫没有记错的话 杨梅大仙 不就正是一棵空心大柳树 修炼成仙吗 此刻 新秀宗主所说的每一句话 都犹如是过山车一般的 叫所有人的心中 不断地跌宕起伏 一时之间 那莫大的信息量 融入了大家的脑海之中 更是让他们感到了 种种的不可思议 江明长老当初随手种下的一棵柳树 居然还修炼成仙了 不光是修炼成仙了 就连那当初的四大圣兽 也都是那棵柳树留下的手笔吗 这 这也太过于骇然听闻了 虽然 过去的众人 会去怀疑江明所说的话 但是现在 他们已经是见证了 太多太多的匪夷所思的事情 被一一证实 就算是他们感觉到不可思议 却没有一个人质疑 而且 此刻江明的来历 也是越发的 让众人感到惊讶不已 他到底是从何而来 他的修为 又到底是高深到了何种地步 这一切 都彻底的成了一个巨大的谜团 让所有的人都愣在了原地 只不过 新秀神宗的宗主大人 对此倒是并不在意 江明能够看穿他的来历 显然已经是预料之中的事情了 从江明一掌 灭掉那有缺大地的时候 新秀宗主就已经感觉到 江明的实力 只怕是远在大地之上的 这样强大的存在 即便是看透他的仙法 倒也没有什么意外 只不过 现在更重要的 却并不是这一点 此刻的新秀宗主看向了江明 却是直言道 江天帝 还请您出手 斩杀其他的三大圣兽 随着新秀宗主的话落下 周围的众人 却也是疑惑不已 新秀宗主 您这是什么话 传闻四大圣兽 守护天帝四级 乃是祥瑞 又何必斩杀他们 是啊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还请新秀宗主大人直言 随着众人露出的疑惑面色 新秀宗主也是叹息一声 将那十万年前的事情 一一地说出 原来 在夜天帝所在的那太古时代 竟然也发生过一次黑暗动乱 这 这怎么可能 为何我们传承的古籍之中 却是毫无记载 是啊 当初太古时代 纵然是有数之不尽的强者 但似乎并没有黑暗动乱的记载 在场的诸多势力 有的乃是传承自太古时代的 拥有地气的强大宗门 有的 则是一些悠久的古族 但是 这些家族 却是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件事情 甚至于 就连来自中州的夜家 对此也是毫不知晓 唉 其实此事 乃是当初的夜天帝 曾经下令抹去了1287切关于这场黑暗动乱的记载 唯独在我们星宿神宗留下过记载罢了 所以 当初的夜天帝 叫我们星宿神宗 尽量保存人族的力量 目的 就是为了应对这一场黑暗动乱带来的后患 听到这话 那些曾经被星宿神宗保护的诸多人族准地 半步大地的存在 却也是疑惑不已 这么说来 您之所以 让我们不要动手 是知道 除了这一次的黑暗动乱之外 在那十万年的太古时代 也曾经有过一场黑暗动乱的后患存在吗 听到这话 星宿宗主也是微微点头 不错 若是老夫没有猜错的话 只要这一次的太古族群以及妖族的人 成功地发动了黑暗动乱 就该是这些人出手的时候了 而他们 却是真正拥有着大地的存在 大地 此话一出 瞬间是满堂震惊 大地级别的存在 竟然在这个时代 还存在于世上吗 显然 众人也是被句话 给吓得不轻 若是真的有大地出事 那在如今 这个没有大地存在的玄天世界 大地岂不就是绝对无敌的存在了 故此 这样的话 才会引起这样剧烈的轰动 不错 因为他们乃是圣兽 守卫天地四级的存在 早已经是魂归天道 即便是量衰之劫 对于他们而言 也几乎是不存在的 也就是说 其他的三大圣兽家族之中 是一定会有大地实力的存在留存下来 而西年的那场黑暗动乱 则是源自于域外的一场邪魔入侵 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 导致了其他的三大族群彻底的入魔 虽然西年的叶天帝 天资纵横 独断万古 却也只能将他们封印 而无法彻底的斩杀 不过 若是江天地的话 说到这里 他那沧桑的眼眸之中 终于是流出了一丝激动之情 江明听到这话 却也是笑而不语 其实 早在他复苏的第一时间 他就已经感受到了 这三大圣兽的存在 只不过 当时的他记忆尚未恢复 所以 并没有出手一并解决 三大圣兽 尚且留存了两人 至于白虎一族 则是留存了一人 朱雀一族的人 甚至于留有一丝气息 在小徒弟江楚楚的身上 楚楚 您且过来 仔细思考了一番之后 江明却是开口 对江楚楚淡然说道 听闻此言 江楚楚也是一脸的疑惑 师尊 您这是 虽然他一脸的疑惑之色 不过 还是走到了江明的身边 下一秒钟 随着江明抬手一挥 旋即便有一只小小的火缝 自江楚楚的身躯之上 浮现而出 那无比恐怖的火焰威能 只是出现的一瞬之间 便是叫周围众人吓了一跳 纷纷是后退了几步 这 这是火凤凰吗 难道凤凰一族 还有存活于世上的人吗 听到这话 江楚楚却是皱眉道 咦 这火凤 怎么会留在我的身上 他也是一脸的疑惑 不过 江明却是抬手一挥 一股强大的气息 瞬间是将那火凤囚禁在半空 让其动弹不得 楚楚 你是不是接触过 西末深处的一个山谷 江明的话 瞬间是让他想了起来 与此同时 周围的众人 也是纷纷想了起来 当初小徒弟江楚楚 乃是深化金乌 直接自西末 飞回了太玄圣地 当初 更是将整个黑夜 照耀的犹如白昼 震惊了整个天玄世界 听到这话 小徒弟江楚楚 也是微微点头道 不错 弟子的确是步入了一个 满是火焰的山谷 并且 在其中遇到了这火凤 弟子当时觉得好奇 便走入那山谷之中 只不过 弟子才一走进山谷 便感觉昏昏欲睡 随后便是昏迷不醒 带着我苏醒之后 却是感觉到了 浑身精力充沛 并且融入了诸多神火的力量 修为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说到这脸 他终于明白了过来 原来 这一切都是这火凤的原因 硬 此刻 那火凤更是露出了一脸的惶恐之色 满脸惊讶地盯着江明 似乎是见到了 这世上最为恐怖的事情一般 江明面色瞬间就阴沉了下来 更是冷哼着说道 哼 胆胆打老夫弟子的主意 找此 说吧 江明却是抬手一挥 下一秒钟 他更是抬手捏住了那火凤体内的真灵 刹那间 在那溪末之中 那片满是神火的山谷之中 一个浑身漆黑的朱雀 却是满脸的震撼 不 不可能 他 他是怎么隔着如此遥远的距离 捏住本尊的神魂的 朱雀此刻满脸的亥然之色 他怎么也想不到的是 那个火凤 仅仅只是他的一个分身罢了 而江明 仅仅只是捏住火凤的真灵 竟然就直接牵动了他的神魂 下一秒钟 江明却是冷哼一声 狠狠的一转 煞时间 一个空间裂缝 陡然浮现于众人的眼前 旋即 一只约莫是有百里之巨的漆黑猪雀 浮现于众人的眼前 如等如若蝼蚁一般的人族 岂敢对本尊如此放肆 当他出现的刹那 更是释放出了一股 无比恐怖的大地威亚 陡然之间 这漫天还雨之内 更是涌现出了无边的异象 烈焰焚天 那漫天的穷雨 煞时间化作了一片火红 恐怖无比的烈焰 犹如是要彻底的将整个世界焚烧了一般的浮现于天地之间 那强大无比的朱雀 更是陡然间爆发出了 让所有人都不由得想要跪拜的恐怖威严 但是 诡异的是 他的周身 却是释放着丝丝的魔气 便是这股漆黑的魔气 将他的身躯彻底地染作了一片漆黑 江明默不作声 只是抬手轻轻地一捏 转眼之间 那火缝的真灵 便是瞬间爆裂开来 转眼化作了漫天的火星散落 啊 一声淒厉的惨叫 更是瞬间浮现于整个孤绝风之上 下一秒钟 那漆黑朱雀的眼眸之间 更是涌现出了无边的狂怒之色 狠狠地盯着江明 既是充满了忌惮 又是带着无边的怒火 他亲眼目睹了江明平定了这一场浩大的黑暗动乱 心中也是认为江明的实力 至少是大帝级别的存在 只不过 在他的认知当中 也仅仅只有大帝这个级别的实力 他没有想过 江明的实力 是大帝之上 所以 他固然是对江明感到忌惮 却依旧是满脸的巨傲之色 恼羞不已的吼道 人足 如其敢伤无神魂 那火缝虽然只是他的分身 但也是蕴含了他的一缕神魂的 此刻被江明捏碎 也是瞬间让他受到了反噬 从而是受到了不小的损伤 灵 伤辱神魂 那又如何 此刻 江明的面色只是漠然无比 手中的诸仙地剑 更是涌现出了丝丝的毁灭气息 只是刹那 那朱雀的眼眸 更是瞬间狠狠地收缩了几下 惊讶地说道 诸仙地剑 这竟然是诸仙地剑 这一秒钟 他好像是想到了什么 让他感觉到十分惊恐的事情一般 浑身止不住地颤抖了起来 似乎 诸仙地剑 有着极大的来历 此刻 江明也是明白了过来 诸仙剑根本就不是什么大地兵器 根据自己的遗愿制定的结果 诸仙剑 其实是结教教主的法器 诸仙四剑 其实是真正的无上凶煞一宝 这诸仙四剑 若是四剑合一 再加上诸仙阵徒的威能 纵然是先天至宝 也比不过次剑 并且 随着自己的苏醒之后 也是随之提升到了神话时代的级别 成为了真正的无上凶煞一宝 故此 在诸雀看到了诸仙剑的时候 才会有如此惶恐的面色 西年西末须弥山 被魔祖罗侯冲破 解开了盘古封印取出的四大凶煞一宝 诸仙四剑 怎么会在你的手中 此刻的诸雀 更是说出了这段悠久的过去 听到这话 新秀宗主也是叹息一声 诸仙地剑的来历 他自然也是知道的 不过 因为其后此剑为人族所掌管 于是 就成为了镇压人族气运的质保 江明淡然一笑 却是直言道 若是我说 此剑 乃是老夫埋在须弥山下的 你信吗 随着江明玩味的一笑 这话 却是更叫人心中惊骇不已 人族镇压气运的质保 居然是江明买下的 这 这个消息 实在是太过于震撼 众多的人族修士 甚至于就连那新秀宗主 也是一脸的惊骇之色 不过 一想到西年 江明曾经种下一棵柳树 然那柳树此后 竟然是踏入了戒海之中 屠入无边神魔 其后 更是留下了四圣兽 守卫天地四己 那么 诸仙帝剑 乃是江明的所有物 这也完全可以解释了呀 想到这里 新秀宗主 更是不小的震惊了一番 你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此刻 朱雀更是感觉到了一丝 难以掩饰的危机感 吸上心头 似乎 只要江明愿意 随时都可以轻易地捏死他一般 这简直就太过于离奇了 他可是大地级别的实力 就算江明同为大地 也不可能有这等实力 除非 江明的实力 是在大地之上 终于 朱雀的脑海之中 终于是想到了这个可能 他想到了 在那先古时代之前 神话时代之中 便是存在着无数的真线 那些强大无比的存在 乃是曾经的天地主宰 难道说 江明就是其中的一人 他竟然躲过了那一场 神话时代末尾的浩大灾祸 成为了这个世上唯一留下的真仙 你 难道你是真仙剑 朱雀一脸的惊骇 更是疯狂地猜测到 此刻 他终于是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更是开口说道 前辈 是在下的过错 在下不应该利用前辈弟子的金屋肢体 炼化神火 还请前辈饶恕在下 此刻 朱雀更是疯狂地求饶 他也是活了不知道多久的老妖怪了 求饶 尊严 那算得了什么 只要能够活下来 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说不定 有朝一日 他突破真仙境 也能够一雪今日的耻辱 但是 若是死了 那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现在的朱雀 更是后悔不已 不应该去利用江楚楚的金屋肢体炼化神火 不过 江明的面色渐渐地漠然 他冷冷地看向朱雀 只是淡然道 胆胆打老夫弟子的主意 今日 你必死无疑 随着江明的话音一落 一道恐怖的剑气纵横于天地之间 刹那间 犹如是开天辟地 那恐怖无比的剑气纵横 乃至于是蔓延诸天万界之内 涌现而出一股无比恐怖的毁灭气息 蕴含着毁灭大道的一剑 即便是大地级的存在 亦是无法抵抗的朱雯侯 那朱雀无比惊恐地惨叫着 浑身上下更是止不住地颤抖着 他预想不到的是江明的这一剑的威能 不管他如何地挣扎 竟然都无法躲避 不 不可能 本座早已经是魂归天道 可以做到不死不灭 你 你不可能斩杀我 他乃是这守卫天地四级的四大圣兽之一 不光是只是因为他拥有大地的实力 才会如此的肆无忌惮 更为重要的 却是因为他魂归天道 受到天道的庇护 即便是江明斩杀了他的肉身 他也拥有着卷土从来的机会 只不过 这份庇护并不是永恒的 他最多能够拥有三次于天道之中复生的机会 此前在太古岁月之中 他已经是用掉了一次 如今尚且有两次复生的机会 但是 他却依旧感觉到了死亡的危机 无法被抹去 就好像江明的这一剑 能够彻底地抹去他的本源一般 魂归天道 江明眼中露出了一抹不屑 似乎 即便是天道 在江明的眼中 也不过如此 江明看向了朱雀 手中的长剑却是陡然逆转 竟然是直接朝着那天穷之上斩去 这一剑 势必展落于天道之上 话音一落 在那众人惊恶不已的目光之中 江明的那一道无上剑影 竟然是贯穿了穷雨 涌入了无边的虚空之上 在那浩瀚的混沌深处 一道圣光 煞时间是照亮了整个天穷 无边的天道威能 更是与此刻涌现而出 那浩瀚无边的巨大形体 呈现出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怖存在 浮现于所有人的眼前 那 那难道是天道吗 出现在众人眼前的 是一个十二十分神秘莫测的天道神轮 那浩瀚的神轮之上 蕴含着无边的法理交织 无数的天地大道 蕴含其中 尤其是那涌动着万千法则的神轮之上 仿若是天地众生 皆是蕴含其上 这 这不可能 难道 难道他真的能够一箭展落于天道之上吗 此时此刻的朱雀 早已经是陷入了无边的惶恐之中 他预想不到的是 自己只不过是想要谋算一个 得到了金乌传承的人族 居然 就给自己招惹来了杀身之祸 试问当初 天地众生 也不过是他所谋算的棋子 即便是这诸多的禁区大能 也不过是被其所谋算的一部分罢了 只要等到这太古族群 还有妖族的人 成功地汲取了众生的生计 他们就会立刻动身 亲自将这一切收入自己的囊中 但是现在看来 这样的想法 已经成为了不可能 他不得不重新审视着眼前的这个男人 在他的记忆深处 在那个浩瀚无边的逍遥天宫之中 曾经被那些人族所供奉的 某个神秘的大能 此刻竟然是一点点的 与眼前的江明重合 终于他大惊失色地盯着江明 露出了难以置信的面容 咦 难道你是 只不过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便见到了那一道 充斥着毁灭气息的长剑 轻而易举地垂落于天道之上 刹那间 天道崩溃 那浩瀚的天道神轮 煞世间化作了漫天的粉末 自其中 涌现而出一只小小的朱雀 一剑落下 那朱雀的神魂 更是彻底地崩云 他目光呆滞地盯着江明 浑身的生机不断地流逝而去 他回想起来当初的仙古时代之中 那个强大的逍遥天宫之中 即便是作为四大圣兽的他们 都不敢轻易招惹的逍遥天宫 却是供奉着一个神秘的大能 这个大能不曾留有性命 只有一个又一个神秘的传闻 而那个大能的模样 竟然 是与江明一般无二 答案已经呼之欲出 但是现在的朱雀 却是再也说不出半句话 只剩下那一句大地尸身 垂落于天地之间 楚楚 以你太阳神火 炼化这朱雀真身 今后你便是我人族南方圣主 统于天地四级之一 随着江明的话音一落 只是刹那间 天空之中 那原本是已经溃散了的天道神轮 竟然是再度的凝聚 更是在此刻化作了一道无上的圣灰 落于江楚楚的身躯之上 江楚楚此刻也是没有丝毫的犹豫 竟只化作了那金乌真身 随后将那大地之躯 生生炼化 煞世间漫天神火涌动 七彩的火焰焚天主海一般的 涌现出无边的威能 天穷之上 天道更是垂落无边的甚微浩荡 于江楚楚的身后 凝聚而出一个巨大的天道神轮 仿若是在昭告天下 江楚楚作为南方圣主的存在 即便是天道 竟也认可了江楚楚 这 江天帝这到底是何等恐怖的力量 竟然是直接号令天道侧封 星宿宗主此刻也是一脸的震撼 他的心中 早已经是感觉到了一种莫名的惊恐 这到底是何等恐怖的存在 才能够号令这一方天帝所孕育而生的天道 显然 江明的存在 早已经是超乎了他的想象 让他无法再做出任何的描述 他思考了半想 终于是苦笑着说道 罢了 看来回去之后 关于江天帝的记载 却是要更改一番了 原本 星宿神宗对于江明的记载 是疑似真仙的存在 不过现在 显然 江明可不是真仙了 甚至于 有可能是那超越了天道的存在 是那先王级别的存在了 想到这里 星宿宗主的眼眸之中 却是充满了喜悦 甚至于 可以说是狂喜 若是有江明在的话 那么人族 甚至于他们玄武一族 都有重归西年的巅峰时代 这一切 已经从不可能 渐渐的变做了可能 西年的神话时代 天帝有真仙 那些超越了大地级别的存在之上 甚至于 还有先王 先尊 先帝级别的恐怖存在 那些至高无上的存在 自先王之上 便已经是超越了一方天帝 所孕育而出的天道了 所谓天道 其实 也仅仅只是 这一方天帝之中 所孕育而出的天帝秩序罢了 若是超越了这一方天帝 能够踏足更为广阔的世界 那天道 也无法束缚这样的存在 换句话说 天道只是三千大道之一的 乾坤大道 所分化而出的一个分支 甚至于 根本无法与任何一条大道相比 而真仙 却是追寻大道的存在 是于无边的浩瀚混沌之中 踏破虚空而行的强大存在 这些无比强大的存在 甚至于能够横渡星域 开辟一方世界 甚至于 在他们的手下 还有能够造就另外一个天道 另外一番天地的存在 在大地之上 还有无比遥远的道路 等待着修行者 如今 天地灵气爆发 看似是灵气反补 但实际上 这么多年的灵气匮乏 本就是这三大圣兽的所作所为 他们要将所有的天地灵气 囚禁于大地之中 等待着黑暗动乱的发生 然后 汲取众生的生机 将这积蓄了数万年的灵气 彻底的吸收 最终 是踏上那成就真仙的道路 星宿宗主 对于这一切的了解 也就仅仅如此 但是当江明灭掉了朱雀之后 却是淡然一笑道 星宿宗主 看来 你所推断的事情 也不算完全正确 这世上 竟然还有真仙境的存在 随着江明的话音一落 一时之间 在场众人 更是无比的惊讶 真仙境 这怎么可能 天地间纵然是大地级别的存在 都不可能诞生出来 怎么还会有真仙境 自然 其他的众人 对于这个消息 是无比的震撼 但是星宿宗主 却是听到这话 不免是苦笑一声 接着说道 哎 想不到 这三大圣兽压制天地灵气多年 真的是依靠着真仙境的力量 才做到的壮举啊 他早已经有了猜测 毕竟 即便是大地级别的存在 都无法超越天道 唯有这真仙境的存在 才能违背天道的存在 压制着世上的灵气 让这天地维持了数万年的绝灵时代 以至于是人族连一个大地级别的强者 都没有诞生而出 这一方面 是为了制约人族的强者 为了避免当他们实行计划的时候 会有那傲然于天地之间的无上天骄 打破他们的计划 而另外一方面 则更是为了借用这万年继续的灵气 突破到更高的境界 现在仔细想来 如此恐怖的灵气 也只有那突破真仙境 他足心王境的需求 才会是如此的恐怖 此刻 江明抬头看向天穷 却是淡然一笑 既是来了 又何必躲藏 莫非 要老夫亲自动手 随着他的话音一落 那原本是万里晴空的天穷之上 煞时间 便是涌现出了无边的乌云滚滚 下一秒钟 一个强大无比的气息 自天穷之上垂落 那是两尊强大的圣兽 浑身布满了青色的灵甲 双眸之间 更是涌现出了无边的圣灰 两只幽长浩瀚的青龙 此刻竟然是 浮现于天地之间 以绝对强大的姿态 均临于太玄之殿 敖丽 你竟然 星宿宗主此刻目瞪口呆 更是一眼认出了 其中的一条青龙 太古时候 这青龙与他们玄武一族 有过一定的交集 并且龙生性好赢 更是留下了诸多的血脉 在那太古族群之中 故此 太古族群的一部分族群 也是供奉青龙为先祖 而敖丽 正是当初的玉林古皇 所唤醒的龙族强者 并且青龙一族 更是四大圣兽族群之一 代表着天地四级之中的东方 287此刻 这风云涌动的无边异象 正是青龙一族的象征 不是所有的龙族 都能够轻易地唤动天地风云 执掌着雷伐之力的 也唯有这位天道 所认可的青龙一族 才能够掌控雷伐之力 唤动无边的风云汇聚 掌控着这强大无比的圣威 此刻 在那敖丽的眼眸之间 掠过了一丝漠然 他只是冷哼着说道 本尊便是存活至今 那又如何 如等玄武一族的老家伙 不也是狗活到了现在 说吧 这青龙更是扭头看向了身后的 那尊强大的青龙 正色道 父皇 如今我们的谋算 皆是被这人族所毁 既是如此 我们便亲自动手吧 听到这话 那强大的青龙 也是微微点头道 罢了 纵然是屠戮诸多的生灵 会引来无边的杀伐业力 导致我青龙一族的气韵受到重创 但是 如今显然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他说吧这话 却是目光凝重地看向了江明 缓缓地说道 老夫青龙一族族长 敖海 人族 如可知晓 今日 你犯下了弥天大罪 随着他的话音一落 煞时间 他那原本是蕴含着滔天甚微的金光 竟然是陡然间化作了滚滚的魔器 刹那 他那青色的龙铃之上 也是浮现而出道道漆黑的魔纹 所谓魔削 自是修得毫无顾忌 他虽然是入魔许久 但是入魔对于他而言 并不是魔器对他有所影响 而是 他选择了魔道罢了 天地众生对于魔道素来都有误解 认为入魔之人 都是魔器侵蚀所害 但其实 入魔之人 乃是自己想要入魔 才步入的魔道 为了强大的力量 追寻大道 他们不惜是付出一切的代价 乃至于是屠戮众生 也毫不在乎 这便是魔道 随心所欲 肆无忌惮 但是这样的结果 往往是会带来无边的毁灭 魔道之人 往往就是带来无边毁灭的存在 青龙敖海 纵然是入魔 但是 这是他自己的意愿 虽然曾经作为四圣兽之一的他 有着莫大的功劳 但是此刻 在江明看来 他既然是自己选择了入魔 那便没有什么好商量的了 你算了什么东西 也敢质问老夫 江明依旧是那莫然的语气 但是 此话一出 却是叫那青龙不免为之一了 显然 他没有想到 江明 竟然对他如此的不屑一顾 敖海显然没有想过 江明会对他如此的不屑 不过 江明此前的所有举动 他都是尽收眼底 所以 他的心中 其实对江明 是怀有极大的忌惮的 尤其是他手中的诸仙帝剑 更是让这青龙敖海无比的忌惮 只不过 他既然是敢显露真身 自然是有他的遗仗 此刻 敖海看向江明 却是改口劝道 江明道有 你我皆为真仙 又何必相互作对 这世间 尚且有辽阔无边的混沌 在那漫无边际的心域之中 有着数之不尽的先王 先帝级别的恐怖存在 你我 为了这天地众生 难道就有这个 争得你死我活的必要吗 随着敖海的话音一落 江明自然也是早就注意到了 他们所在的世界 只是这诸多未面之中的 其中一个罢了 在那漫漫混沌之中 还存在着 不知道多少个 如若天玄世界这般的修仙世界 其中 先王 先尊级别的强者 也不在少数 只不过 这话虽然江明听来 并不算什么稀罕事 但是 在别人听来 却是纷纷地让他们感觉到了 十足的意外 在这天玄之外 竟然还有其他的世界 这 这其他的世界之中 竟然还有先王级别的强者 这要是有域外族群入侵 我们天玄世界 岂不是要遭逢大祸 随着众多人族的叹息声 惊讶声 甚至于是惶恐不安的声音 不断地响起 在场的众人 也是渐渐地涌现出了 思思的不安 江明倒也并非想要 与青龙一绝生死 毕竟 他曾经也护卫过人族大帝 至于朱雀 他对江明的小徒弟 江楚楚下手 这是触怒了江明的底线 所谓龙有逆龄 触之必怒 江明的底线 便是如此 但是青龙 虽然他谋算太古族群 以及那诸多的妖族 并且在背后推波助澜 甚至于是封印了 整个天玄世界的灵气 但是明面上 他从未有过任何的举动 或者说 他从未去真正地 直接触碰任何的人族 或者是伤害任何一个人族 他始终是老辣了一些 做事都留得有后路 现在他的话 也是让江明仔细思索了一番 玄疾 江明却是孝道 既是如此 你我之间 依旧还是要有一战 敖海 老夫要你作证我人族器语 与我人族同生共死 你可愿意 话音一落 那敖海却是怒吼一声 满脸的愤怒 更是毫不掩饰 人族 如等不过是一群蝼蚁罢了 也岂敢说出 如此大逆不道 住口 只是 还未等他说完 敖海便直接呵斥了敖海 父皇 您 这一点 的确是让敖海百思不得其解 但是 敖海却是十分的清楚 江明的实力 深不可测 他也知道 自己光凭借三言两语 就想要化解这其中的恩怨 也根本不可能 江明道有所言 不无道理 老夫毕竟封印了天玄世界三万年的灵气 各种恩怨 自是要以战化解 况且 若是阁下能够胜过老夫 老夫便坐镇你人族 那又如何 敖海无论心性 还是气量 都不是敖历所能比拟的 这一点 就连那玄武一族的星宿宗主 也都是颇为惊讶 好 今日 老夫便你一战 敖海说罢这话 便是化作了一道金光 自天穷之上直接垂落 旋即 漫天的雷光涌动 那带着天乏之力的恐怖力量 瞬间是震碎了无边的虚空 以至于是诸天之上的天穷 都裂开了一个又一个巨大的口子 那无比恐怖的力量 更是远远的超过了大地级别的恐怖实力 这就是真仙境吗 想不到世上 竟然隐藏了如此大能 我的老天 江天帝 还能不能出手降伏 这 此刻 人族众人 也都是担忧不已 敖海丝毫没有留守的意思 甚至于就连他那蕴含雷伐之力的雷霆之刃上 都蕴含着丝丝漆黑的法则符纹 那无比恐怖的力量 甚至于是能够劈开这一方世界 颠覆整个天地 真仙威压 更是压得所有的人 都抬不起头 最叫人惊恐的 还是那青龙异族的恐怖龙威 那蕴含着无边圣洁威严的恐怖力量之中 混杂着丝丝的魔气 让原本是蕴含浩荡盛威的气息 瞬间浮现出一抹肃杀之意 其身躯涌动之间 更是无法看透其本体 究竟是有多么巨大 纵然天地相隔数亿万里之巨 却根本无法容纳他那浩瀚的身躯 这般恐怖无比的战斗 几乎是这世上的任何一个人 都无法参与其中的 江明莫然地看着这一切 自他的身躯之上 缓缓地涌现而出一丝丝的奇异法则 那无比奇异的法则 仅仅只是浮现而出的刹那 便是瞬间让整个天地之间 陷入了一种无比恐怖的动荡 仿若 这法则的力量 足以是开天辟地 重塑洪荒 再造日月 蕴含着无边威能的法则之力 更是让那青龙目瞪口呆 盘古大神 难道是盘古大神的力量 他惊骇无比的喊道 但是 他的攻势已经无法停下 只是一瞬之间 他已经来到了江明的跟前 对方风驰电掣 引动无边的天地异象 乃至于是天崩地裂 无数的虚空撕裂 掀起亿万万里 灵力风暴 然而江明 仅仅只是抬起手指 轻轻地向着 那青龙的头顶这么一点 只是这一指落下 青龙 那原本无比恐怖的攻势 竟然是瞬间停滞在了半空 十分诡异的是 眼前的所有画面 犹如是彻底的凝固了一般 江明的手指头 便这样轻轻地点在了 那青龙的头顶 下一秒钟 青龙竟然是满头的大汉 眼神之中 更是涌现出了无边的惶恐 轰隆隆随着一声巨响落下 那青龙原本是宛若真仙法宝一般 坚硬无比的去窍 此刻 竟然是彻底的破碎开来 便连他身上最为坚硬的那块逆绫 也都直接粉碎 一口龙血 更是洒落长空 此时此刻 众人纷纷是被眼前的这一幕 彻底的惊呆了 众人纷纷是一副我是谁 我在哪里 我在干什么的模样 面面相去 目瞪口呆 完全不知道 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下一秒 敖海更是瞬间收起了自己的本体真身 直接化作了一苍老的老者 落在了江明的跟前 他的浑身上下 宛若是军烈一般的 充斥着一道道亥然的裂缝 但是现在的他 竟然也顾不得这些伤势了 反而是直接跪拜在了江明的面前 大喝道 老夫敖海 从今日起 以大道起事 愿为人族守护 与人族同生共死 若为此愿 定叫我神魂俱灭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下一秒钟 他的一念真灵 竟然是瞬间浮现于虚空之上 落入了那茫茫的混沌之中 大道誓约 你 你竟然以大道誓约起誓 星宿宗主都惊呆了 这可是先古时代 都很少会有人敢发的誓约 这等誓约 直接受制于大道之中 若是违背 那定然是会如若他所立下的誓言一般 落得神魂俱灭的下场的 他到底是察觉到了什么 居然立刻就发誓 成为人族的守护 还有 江明刚才 到底做了什么 他不过是轻轻的一点 居然就让这敖海 犹如是受到了重伤一般 此刻 那敖厉也是来到了孤绝风之上 一脸愕然的看着自己的父皇 难以置信的说道 父皇 您 您这到底是怎么了 您为什么要效忠于人族啊 不过 敖厉的话还没有说完 敖海已经是一个大嘴巴子打了上去 逆子 还不会跪拜 你我的公主 所谓公主 大概指的就是江明了 敖厉受到的这一巴掌 可谓是实打实的针线之力 不光是一巴掌打得他满脸肿胀 甚至于连嘴巴里面的大牙 都被打掉了几颗 他可是真龙啊 能把真龙打成这样 还不至于伤到他的筋骨 可谓是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极强 但不过 人家这是老子教训儿子 旁人也不好说什么 大家在意的是 江明长老到底是做了什么 怎么这青龙转眼之间 就变得如此的顺从了 一时之间 在场的众人也是心中惊骇不已 不过在场的众人之中 最为惊骇的 还是敖海 那传闻之中的四大至尊法则之一的 立之法则 出现在江明手中的第一时间 便已经彻底我的 让他感觉到了一种 濒临死亡的威胁 瞬间袭来 纵然是他拥有真仙境的实力 也绝对不是江明的对手 甚至于可以说 整个万古岁月以来 世上唯一拥有过立之法则的人 仅有人族之中的不朽圣体 还有那传闻之中的神魔之主 盘古大神 而现在 江明的身上 竟然是出现了这立之法则 甚至于 似乎是一条完整的无上法则 这般恐怖的实力 即便是先帝级别的强者来了 都得老老实实的臣服 敖海是从神话时代存活至今的人了 他已经看过了 不知道多少强大无比的存在 在那神话时代 即便是先帝级别的强者 也无法面对人族的不朽圣体 立之法则 作为四大至尊法则之一 其微能 根本就是深不可测的存在 他那天伐之力 在至尊法则的面前 就好像是个屁一样的可笑 故此 敖海这才是毫不犹豫的选择了臣服 只不过 可怜的敖力此刻满脸都委屈 堂堂的龙族太子 竟是被敖海打得鼻青脸肿 甚至于大牙都掉了几颗 虽然伤害性并不大 但是侮辱性极强 这简直是让他在那被他 视若蝼蚁一般的人族面前 丢了大脸 只不过 敖力自然也不是蠢货 他虽然是高傲 但还是能够明白 自己的父亲 为什么要这么做 解释只有一个 那就是江明的实力 真的恐不到了 连他身为真仙境的父亲 都不得不臣服 虽然敖力的心中固然是有不悦 但他还是老老实实的跪拜了下来 如如敖海一般 对着江明立下了大道誓约 见到此幕 江明这才放下了下来 青龙一族 如今只有这么两人罢了 龙族想要壮大 也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了 因为 根据他在大道医院之中制定的情节 在那神话时代的龙汉初劫之中 龙族就已经惹下了无边的沙伐业力 以至于是整个族群都彻底的衰败 气运可以说是差到了极点 别说是延续了 那前兆 能够有他们两人活到现在 也都是因为 敖海成为了四圣兽之一 魂归天道之后 能够得到近乎永生不死的生命罢了 而因为龙族的强大 这么多年以来 敖海居然是一直从神话时代活到了现在 再加上他不断的窃取天地灵气 也是十分巧合的突破到了真仙境 不过 这样的境界 在神话时代 也算不得什么 毕竟在神话时代 随便拉出来一个强者 都是先王级别的存在 真仙境 仅仅只是十分普通的存在罢了 江明对于神话时代的设定 已经是一一记录在了系统的大道遗院之中 敖海的存在 大概也是系统根据自己的大道遗院 所改写的天地历史 换句话说 其实江明才是敖海的造物主 收下他为人族守护 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 此刻 江明微微点头之后 便是开口说道 今后你既是我人族守护 自当受我人族供奉 新秀宗主 此事便劳烦你 今后让天下人族 供奉青龙之尊 让其受尽香火气欲 听到这话 敖海瞬间便是喜笑颜开 就连一旁的敖历 也都是目瞪口呆 更是难以置信地说道 尊主大人 您 您真要如此 这 这等于是将人族的气欲 分给了我青龙一族啊 敖历有些难以置信地说道 他们龙族 最缺乏的便是气欲 可偏偏 天地之间的人族 最不缺乏的 反而就是气欲义 或许他们并不知道 根据江明的设定 大道遗愿之中 人族的气欲 可谓滔天 这的确是让青龙 完全预料不到的事情 人族愿意将气欲 分出一部分给龙族 这毫无疑问 就是给了青龙一族 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 龙族杀伐过剩 以至于是业力缠身 为了改变龙族的命运 敖海也是迫不得已 才不如魔道 追寻更为强大的力量 但是现在看来 似乎自己并不需要 做这么多了 江明十分自然地看向他 却是开口说道 今日老夫既收了 如等龙族 今后 你便将太古族群 与妖族之中 有机会成就 真龙的血脉族人 收入龙族麾下吧 如今天下大定 老夫还有一些事情 要去做 听闻此言 四周的诸多弟子 也是纷纷询问道 师尊 您这才刚刚回到太玄 还有什么事情要做 是啊 此间让我们帮你去做吧 怎么还需要您亲自动手 众人之中多是担忧 不过新秀宗主对此 却是有了几分思量 难道江天帝是想要 与万族签订契约 好约束他们 显然 江明的目的 已经十分的清楚了 他让青龙将妖族 与太古族群之中的龙族血脉 都分化到龙族当中 这便是为人族 收下了大量的守护 另外 龙族血脉 在整个妖族与太古族群之中 都占据了极大的份额 青龙收下这些人之后 其一是能够壮大龙族的血脉 其二 则是从根本之处 彻底的分化妖族与太古族群 所谓赌不如书 要是一昧的杀法 最终 只会得不偿失 天玄世界 固然是有着 属之不尽的灾祸延绵 甚至于是不少的仇恨 是无法轻易化解的 但是 若是年轻一辈的话 这些事情 都是可以解决的 江明自从复生之后 早已经感受到了 在这天玄世界之外 还有着属之不尽的世界存在 这些世界之中 或许还会有先王 先帝 买至于是先尊级别的强者出现 而自己 也不可能一次次的出手守护人族 让他们丝毫没有成长 故此 现在开始团结整个天玄的生灵 让他们同仇敌忾 面对这域外仇敌 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至于此前的深仇大恨 如今随着自己斩杀了所有的妖族 与太古族群的大能之后 基本上都已经不复存在了 妖族与太古族群的人 也是负灭了其中的十之八九 二百八十七 再加上青龙分化龙族血脉之后 他们更是难以以族群相称 最终 只能是彻底的融入人族之中了 这一切的谋划 只需要千年岁月就差不多能够办到 而现在 江明要做的 却是另外一件事情 此刻 但见到江明抬手一挥 眼前便出现了一个空间裂缝 他踏足其中 立刻便来到了位于南疆的某处秘境之中 这是一方浩大的小事件 一个让江明十分熟悉的男子 却是坐在此地 似乎是等候多时了 在下参天 拜见江天帝 随着那个男子的话音一落 江明却是笑了出来 不知道如今该称呼你为太古始祖 还是参天祖王 眼前的人倒也不是别人 正是太古一族的始祖 在下不过只剩下一缕残魂 即便夺赦 也是与对方的魂魄融为一体 换句话说 我既是参天祖王 也是太古始祖 自从青龙现身之后 他便是等候在此 眼中依然是带着些许的期待 他根本就不在乎太古族群的死活 他在乎的 只是自己的性命 之所以现在选择等候在此 是他早就预料到了 江明会来找他 因为他是太古始祖 所有的太古族群 都会听从他的命令 这是源自于血脉之中的压制 任何人都无法抵抗 所以要想制约太古族群 只需要找他一个人 就足够了 既然你猜到老夫要来 接下来该怎么做 你应该清楚 江明倒也直截了当地说道 下一秒钟 那太古始祖 却是抬手一挥 旋即 四下缓缓地走出一个又一个的 太古族群 如今还留存着的生灵 他们大多数都身染鲜血 满脸的惶恐 再看到江明的一瞬间 纷纷是跪拜了下来 五等拜见江天帝 五等拜见江天帝 没有丝毫的犹豫 他们更是直接跪拜了下来 纷纷是选择了臣服 五以大道启示 今后我参天 便带领太古族群 臣服于人族麾下 若为此事 便叫五等神魂俱灭 随着参天第一个立下了 古老的大道誓约 此后 后方的一个又一个太古族群 也都是纷纷开口 五以大道启示 今后我等太古族群 臣服于人族麾下 若为此事 便叫五等神魂俱灭 五以大道启示 今后我等太古族群 臣服于人族麾下 若为此事 便叫五等神魂俱灭 延绵不绝的誓言声 想撤于整个小世界之内 看到这一切 江明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玄机说道 今后如等风山千年 千年之后 再重归人间 届时 恩怨淡去 天地自会有如等一席之地 江明的话音落下 犹如是赦免了所有人的法指一般 刹那间 叫在场的所有太古族群的人 纷纷是心中欢喜不已 看似是封印他们千年 但其实 若是他们现在任何一个人出现在外界 只怕 那些对太古族群恨之入骨的人族 只会将他们屠戮殆尽 毕竟 曾经的太古族群 对人族做的事情 几乎可以用王族 灭种来形容 如今 他们只剩下最后的一丝薄弱的力量 江明却依旧是许可他们的存在 这一点 却是让他们感激不尽 要知道 若是江明愿意的话 即便是将他们彻底的覆灭 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但是 江明如今网开一面 留下他们一条活路 这已经是万幸了 江明做完这一切之后 便是扭头踏入了空间裂缝之中 下一秒 他便来到了一处 位于中洲大地之上的禁地之中 在这浩大的禁地之中 一道恐怖无比的刀痕 延绵而去 一个赤裸上身 浑身透露着丝丝磨气的大能 正是被这股恐怖的刀痕不断地镇压 而他的身躯之上 一条条大道锁链 更是死死地将他困在这里 此刻 他的身边聚集着众多的妖族 无不是在他的面前不断地哭诉 想要请他 这位妖族的老祖 重出世间 重振河山 但是 当江明出现之后 四周的那些妖族 无不是露出了满脸的惊恐之色 纷纷是接连后退 这些妖族之中 甚至于连神王靖的修饰 都少之又少 在人族的追赶之下 妖族几乎所有圣人靖的强者 都死伤殆尽 再加上那些圣人靖之上的大能 基本上都别江明一箭斩杀 如今妖族的实力 更是跌落了太多太多了 要想重归巅峰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而他们所拜求的这位先祖大人 仿若是一个域外邪魔一般 周身涌动着无边的魔器动荡 并且 他的修为 也的确是如今世上首屈一指的存在了 江明看向四周 那些看着他满脸惶恐的妖族 纷纷是后退了几步 更是无比惶恐地喊道 江天帝 是江天帝 先祖大人 救救我等 不 江明 你还要怎么样 无等妖族 如今已经是无路可退了 妖族的众人 开 如今的确可以说是无路可退了 甚至于 江明可以毫不费吹灰之力的 便将他们彻底的覆灭 只不过 这种惹得天怒人怨的事情 江明并不愿意去做 更何况 接下来的天旋世界需要各大族群的相互团结 才能够度过 故此 他也是没有丝毫的杀星 只是那被封印的邪魔 才是江明最为在意的人 几百年前 狱外邪魔入侵 便是阁下的手笔吧 想不到 西年的四圣兽一族 竟是用如此下作的手段 为你汲取生机 自江明苏醒以来 得到了岁月法则的种子之后 那岁月长河流淌在自己的体内 让他能够看到 这一切关于过往的事情 故此 他一下子就知晓了 西年那一场差点是覆灭了 整个泰玄圣地的邪魔入侵 其实是眼前的这个男子所为 哼 不愧是江天帝 老夫在此不知达多少岁月 若没有人族的生机弥补 又如何能够支撑到现在 我白虎一族 如今仅剩下老夫一人罢了 今日 老夫便与江天帝 做个了断吧 说吧这话 他却是缓缓地自地面做起 他的周身之上 所涌动着的强大气息 随之更是呈现而出 如若星宿宗主所言 四大圣兽 白虎一族最后一人 也是拥有着大地级别的恐怖实力 那些束缚他周身的大道锁链 还有那恐怖的刀痕 其实 只是为了镇压他这一身的气息 让他的生机不再流逝罢了 换句话说 他其实是自己 将自己封印于此的 吼 随着他身躯迎风一丈 刹那间竟然是化作了一尊巨大的白虎 只是这白虎的身躯之上 遍布漆黑的魔纹 早已进入魔的塔 眼中充满了嗜血的意味 带着一抹邪魅的笑意 他更是狠狠地朝着江明撕咬而来 只是 江明对此根本没有半点在意 只是抬手起剑 刹那间一道剑芒掠过 甚至于没有任何太大动静的发生 那白虎的身躯 便被江明一剑斩断 煞世间魂飞魄散 你 你竟是斩杀了先祖大人 他 他可是大地级别的实力 面对这一众妖族的惊恐呐喊 江明却是面无表情 只是抬手举剑 默然地说道 要么臣服 要么去死 你们自己选择吧 话音一落 所有的妖族之人 无不是浸入寒蝉 他们再没有丝毫地抵抗 不少的人 先是犹豫了一会 玄疾便是纷纷地跪拜了下来 仅此一日之间 江明便是将这万族众人 全数收复 并且 让他们封山千年 再重归人间 如今的天地之间 终于算是彻底地归于人族之手 再没有任何一个族群 出现在天地之间 基本上 能够对人族造成威胁的族群 都已经是封山不出了 随着江明做完了这一切之后 他便是重归太玄 与众多的弟子 团聚于孤绝峰之上 不过 数月时间之后 在那地录之上 却是再度浮现出了 飞仙岛屿的迹象 这一次 一股股浓郁无比的掀起 自那飞仙岛屿之上 涌现而出 引动了天下间的诸多势力 对此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就连江明坐下的诸多弟子 也都是对此疑惑不已 师尊 这飞仙岛屿之上 果真是有成仙的契机吗 二弟子赵浩 眼中带着金光 看向那浩瀚的地露 眼中更是充满了向往 真仙之境 古往今来 只有那神秘莫测的神话时代 才有着真仙的存在 在这天玄世界之中 更是早已经不知道多少年 没有出现真仙的存在了 就算是有 也唯有那青龙异族的 敖海艺人罢了 而江明的实力 可谓是深不可测 但是没有人能够看到 他的修为极限 更是不知道 他到底是什么境界 严格来说 人族可以说是亿万年 没有诞生出真仙了 所以 不少的人族 如今都在猜测 那飞仙岛屿之中 到底有没有成就真仙的机遇 江明听闻此言 只是府长一笑道 不光是有 而且 今后天玄世界 必然是有数之不尽的真仙诞生 江明的目光投向 那飞仙岛屿 那岛屿看似是漂浮于地露之上 但其实 它却是存在于无数的位面之中 一个又一个星域之间 几乎所有的修真事件 都在此刻察觉到了飞仙岛屿的存在 不光是天玄世界的人 想要踏足其上 更是有不知道多少个位面的诸多强者 想要成就真仙 只不过 这飞仙岛屿 自从出现以来 竟然是无法有人能够踏足其中 那飞仙岛屿之上 似乎是有一种奇异的力量包裹其中 以至于是让这天地之间的所有人 都无法踏足 只是漂浮于地露之上 让人渴望而不可及 只不过 如今的人族之中 却是有两人 十分幸运地踏足了这飞仙岛屿 此刻的飞仙岛屿之上 某一处神秘的仙人道场之内 江明的大弟子楚凡 正是气喘吁吁地看着眼前的这些虚影 感觉到了莫大的艰难 这些虚影的实力 实在太强大了 他们到底是什么存在 为何会有如此强大的力量 实际上 楚凡自己也并不知道 他来到了这飞仙岛屿之上 他只是在急于寻觅一处灵气充裕的地方 能够恢复自身的伤势 想不到 竟然就来到了这里 并且 这里的仙气 实际上他自己并不清楚 这边是传闻之中的仙气 他只是觉得 此地的灵气厚重无比 但是完全不知道 这边是传闻之中的仙气 况且 实际上仙气的厚重 根本不是一般的修饰 可以直接吸收的 唯有那些体质强大的存在 才能够吸收仙气的存在 若是体质不足的人 则是需要境界达到一定的程度 自身的修为将体质提升至此才行 十分碰巧的是 楚凡的体质 乃是人族圣体之中的不朽圣体 不光是能够吸收仙气 甚至于 这仙气对于他而言 乃至于是大补之物 他不光是 能够吸收这仙气 并且 仙气对于他而言 甚至于能够锤炼肉体 这一点 另一面的叶凡 也是如此 叶凡天生健体 体内早已经被那先天诞生的健气 锤炼得远比一般的人 体质更为强大 不过这仙气的厚重 甚至于是 远比他那天生的健气 更为犀利 以至于他们二人 光是在这道场之内长期存在 体质 也是一日接着一日的发生着变化 这要是一般的至尊敬强者踏入其中 只怕是一天都撑不下去 好在 他们二人皆不是一般的体质 能够在这仙气之中长久的存在 对于修为低微 体质不强的人而言 这非仙岛屿之中 简直就犹如是一个十分危险的险地 仙气 对于他们而言 也是极为严重的毒气 此刻处凡的目光之中 掠过了一丝厚重无比的疲倦 长久的战斗 已经让他有些站不稳了 他早就已经摸清楚了 这漫天的虚影之中 唯有一个正中间的雕塑 是真正的本体 每当他斩杀一个虚影 就会从那雕塑之中 浮现出另外一个虚影 那无穷无尽的虚影 便是从那雕塑之中涌现而出 此刻的处凡 唯一的目的就是毁灭那座雕塑 好彻底的脱离这个危险的地区 只不过 当下正是危机四伏 他的实力也似乎到了瓶颈 很难再往上提升了 要想冲入中心区域 打破那雕塑 也是十分艰难的事情 他仔细地打量 这个道场之内的所有布置 但见到这四面八方 即使存在着一个又一个奇怪的雕塑 他们每一个的姿态 都十分的怪异 让楚凡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那些雕塑的姿态 仿若是在做着某一个动作 并且每一个雕塑的动作 都完全不同 让人感觉像是某种武学 但是 这些动作又完全不能称之为是武学 因为他们的动作 要是连贯起来的话 却十分的怪异 甚至于 某些动作 根本就不是正常人所能够做出来的 那些奇怪的动作 比如说 是将整个腰肢扭转一百八十度 扭过身躯下腰 或者说是手指的关节 十分怪异的错位 以一种无比奇怪的姿态站立 这些姿势 楚凡已经看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但依旧是无法缠悟其中的道理 左思右想之下 楚凡又是一拳头 轰开了一个虚影之后 咬牙切齿地大喝一声 罢了 便死马当作活马医吧 说完了这话 他便对照着那奇异的雕像 不断地做着上面的动作 那些近乎不是人所能够做出来的动作 对于拥有人族圣体的处凡而言 根本算不上什么难度 甚至于可以说 就算是他愿意 他甚至于可以将整个手臂的关节 都给扭转过来 当然 这套动作虽然是无比的怪异 但是依旧是没有脱离人力 所能够做到的范围 只是有些动作 需要长年的磨练 才能够做到罢了 不过这对于楚凡 这样的体质而言 根本就不算是什么问题 楚凡早就想明白了 这里既然是一处道场 道场之内又摆放着这么多的奇异塑像 显然 这里是某个神秘的宗门 为了锻炼门下的弟子 而制作出来的一个练习场 而那些不断飞出来的虚影 就是为了锻炼弟子的实力而做的 这一点 其实在泰玄也有类似的道场 所以 他第一时间想到的 便是这套动作 就是脱离这个道场的关键 要想脱离这个道场 就一定要学会这套动作所教导的武学 此刻 楚凡的动作 虽然是看起来十分的诡异 但是几乎每一个动作 都是超级高难度的动作 他不断地扭动着全身的关节 筋骨 乃至于是自己的肌肉 都在此刻不断地变换着方位 起初他并不熟练 做了一套动作之后 只是感觉到了浑身的酸胀 并且 似乎是有一种奇异的力量 在自己的体内呼之欲出 在此期间 还有不少的虚影 不断地打断着他的动作 让他无法连贯下去 但是 仅仅只是一套动作之后 他便是满头大汗 感觉神采异议 仿若这套动作 彻底地激活了 他体内的所有筋肉血脉 让他的身躯 进入了一个 近乎完美的状态之中 这一点 就让他十分的意外了 这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为何我仅仅只是 做了一套 便感觉自己的体内 似乎是有一种 融会贯通的奇异舒畅 此时此刻 楚凡只感觉 自己的身躯之中的 每一丝力量 都因为这套动作 而被唤醒 并且 他体内的力量 似乎因为自己的姿势 不标准 其实还没有完全的唤醒 但仅仅只是如此 起初他对付起来 并不算轻松的强大虚异 此刻竟然也能够 轻易地一拳轰碎了 哈哈 我赌对了 这里就是一处传道的道场 楚凡大喜不已 更是仰天长笑 旋即 他更加专注地 做起了这一套动作 那几乎变态一般的扭曲 难以置信的肌肉运转方式 在他不断地练习之下 竟然是隐隐地察觉到了 这套动作真正的目的了 原来 这套动作 竟然是在帮我 调动着全身的筋骨 肌肉 乃至于我体内流转的法力 都随着这套动作的变化 而不断地充斥着 我的整个身躯 他渐渐地察觉到 这个动作 虽然是怪异无比 但是 竟然是隐隐之间的 契合着天地大道的运转 仿若 这套动作便是为了人族 去感受着天地大道 而定制的神秘道法 楚凡只感觉自己的四肢百骸 在这套动作之下 渐渐地是被不断地打开 人体之中的一处处 神秘莫测的宝藏 正在被他不断地开启 自脚底的涌拳 再到头顶的灵台 他的浑身上下 无不是在无比贪婪地 吸收着四周弥漫的仙气 这可比他自己打作修炼 更为迅速 修道之人 修炼的方式 一般都是靠着吐息 一呼一息 吸收着天地的灵气 不断地改变着自身的肉体 丹田乃至于是灵台 其后 冲开丹田气海 开辟灵台石海 最终是踏上修行的道路 这一点 处凡无比地清楚 但是 人修行 便需要七窍 天地间唯有七窍的生灵 才能够吐纳修炼 但是这套动作 似乎是将人体的七窍 变成了百窍 千窍 将整个身躯之内的所有的穴位 气孔 不断地打开 源源不竭地吸收着天地的灵气 同时 调动着自身的血脉 以及力量的运转 让整个人体的利用程度 瞬间达到一个巅峰 此时此刻 楚凡才终于认识到了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了 这完全 就是一套极为特殊的吐纳方式 并且 其吐纳的强度 远比寻常的吐纳方式 更为恐怖 楚凡光是做了十次这动作 便是感觉到了自己的实力 得到了再一次的提升 并且他的肉体之中 那奔涌不断的气血 似乎是更为厚重 更为强大了 灵球鲜花 他乃是人足圣体 本就是在肉体之上 有着极为强大的优势 可以做到滴血重生的地步 随着他一步步的 将这套动作 不断的完善与熟练 楚凡感觉 自己原本是很难突破的 那层稚骨 竟然是隐隐有了松动 这太不可思议了 楚凡不免是惊呆了 他实在想不到 自己苦修了多年 都无法突破的圣体境界 竟然因为一套诡异的动作 而发生了松动 这一切 全都是因为这套动作 彻底的调动了 他体内的所有的气血 让身躯之中的气血 达到四肢百孩的每一处地方 到达肉体的每一个末端 以至于是融会贯通 化作了一个无比喧傲的周天 他一次次的运转 拟着这套动作 来至于是不眠不休 此刻的他 不光是没有了丝毫的疲倦 反而是越发的精神 这套动作带给他的好处 实在是太多了 楚凡的修为与力量 也是随着不断的 吞噬着这四周的仙气 而不断的提升 便是这样 他足足是舞动着这套动作 半个月之久 终于 在某一天 楚凡大喝一声 竟然是犹如苍龙咆哮一般 带来了一股恐怖无比的龙吟之音 下一秒钟 楚凡的气血之力 更是远比过去更为浩瀚 如今的他 虽然是圣体尚未大成 但是距离大成 已经是不远了 现在他突破的 乃是他的丹田境界 他已经成功地从至尊敬中期 突破到了至尊敬后期的修为 而这一切 仅仅只是用了半个月的时间 这要是放在玄天世界 只怕是花上几百年 乃至于是上千年的时间都未必能够做到 但是 在这个道场之内 凭借着这仙气的厚重 还有他所做的这套动作的玄奥 他终于是突破了境界 踏入了至尊敬后期的修为 此刻 楚凡的身躯之上 响起了阵阵恐怖无比的轰鸣 那立直法则的道文 也是遍布他的周身 他的一拳一脚 如今都已经非比寻常 那些强大的虚影 此刻竟然是再也无法阻拦他半分 楚凡只是踏足向前 抬手一拳打出 瞬间 四周的空间 竟然是被其直接撕裂开来 一个巨大的空间裂缝 横跟于此 那些强大无比的虚影 再也无法阻拦他前进的脚步 甚至于是做到了 一拳轰碎一个虚影的地步 终于 楚凡来到了最中间的那个雕像之前 不过 他正准备一拳头 轰碎这个雕像的时候 却是思索了一番 旋即朝着那雕像一半 下一秒钟 四周那漫天的虚影 即使彻底的消失不见 就连楚凡自己 也都很是惊讶 他原本只是 想要对这教导了自己 修炼土纳之法的雕像 报以敬意 这才有了这一摆 但是没有想到 解决这些虚影的办法 居然仅仅只是 需要走到雕像的面前 一败便可 楚凡苦笑一声 旋即便是见到了不远处 一扇大门 忽然之压之压地打开了 显然 他现在已经通过了试炼 学会了这一套神秘的动作 大门的开启 便是示意 他离开的意思了 楚凡看了看四周 整个道场都被一股 神秘的力量所包围 近来容易 出去可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此刻的楚凡 也是不免一阵后怕 若是自己直接打碎了雕塑 只怕自己就难以寻觅 得到离开的办法了 好在 楚凡从来都受到了江明的教导 认为对一切的事物 都要保持一颗敬畏的心 天地自然 大道自然 这天地的一切大道 都是远远高过于自身的存在 甚至于是一块石头 都是存在了亿万万年的存在 而人 只不过是岁月长河之中的沧海一宿 他受到江明的教导 自然是从不会有丝毫的不敬 所以 此刻的他 也是十分幸运地 开启了通往另外一处的大门 楚凡通过大门 才赫然发现 在那看似是并不算是庞大的道场之外 竟然有着一个 仿若是小世界一般巨大的空间 只见到四周环绕着群星闪耀 无数的光芒 自那天地之间涌现而出 那仿若是浩瀚的苍龙一般浩瀚气 涌现自四面八方 汇聚成一条浩瀚的仙脉 涌动于正中心的仙泉之上 更是呈现出一股股凝聚成了水滴形状的仙气液体 这近乎凝实的仙泉之中 不断地涌现而出阵阵无比磅礴的仙气 不断地填补着四周的空缺 楚凡踩着脚下的大地 只感觉到此地的空间似乎是异常的巨大 各处仙台楼阁数之不尽 遍地所在之处 无不是充斥着无比磅礴的气息 向远处看去 只见到在这道场的四周 矗立着一个又一个的飞仙岛屿 而这道场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罢了 莫非这里 便是那不久之前出现的飞向岛屿 想不到我慌忙逃离 竟然是落入了这里 楚凡一开始也是没有想明白 为什么那些御灵古皇等人 追到这里就不敢再上前半步了 而经过这段日子的修炼 他也是渐渐地明白了 这里的仙气 根本就不是一般的人能够踏入的 御灵古皇自己虽然能踏入这里 但是他身边的那些至尊敬的修士 却是纷纷感觉到了极度的不适应 也正是因为这仙气的压迫 让他们感觉到了巨大的威胁 认为这其中 定然是有着极为强大的存在 继续追下去 只怕会得不偿失 所以就放任楚凡躲进其中了 但是现在看来 287 这飞仙岛屿之上 与其说是一片世外桃源 域外仙境 倒不如说 这里完全就是一处先虚 因为四面八法残破的壁画 破碎的塑像 还有那些因为太过于久远 而腐朽了的建筑 完全是彰显了这里 已经不知道多久没有人踏足了 虽然地露在这数十万年以来 出现过不止一次 但是 地露之上出现这飞仙岛屿 却是第一次 至少 在这十万年以来是第一次 至于此前有没有出现过 没有人知道 也没有人去仔细思考这个问题 而另外一面 楚凡此刻也似乎是注意到了 不远处的一个大殿之中 似乎是蕴含着一股极为特殊的气息 这让楚凡 不免是靠近了这大殿几步 朝着内部打量 只是一看 却是在这大殿之内 见到了不少奇特的丹炉 这些丹炉 或是以某种四目飞目 四铁飞铁的材质构价成 或是以一整块巨大的鲜石雕刻而成 又或者 其中的一部分丹炉 甚至于直接是一座完整的小山 其中蕴含着极为恐怖的热量 让人不敢轻易地靠近 楚凡仔细打量着这些丹炉 却是偶然发现 大部分的丹炉虽然已经是损坏 但是正中间的那个四铁飞铁 四目飞目的丹炉之中 却是依旧释放着一股股炙热的火焰 其中 仿若是依旧在炼制着某种丹药一般 楚凡此刻抬手一挥 那柄浑身血红色的长剑 便是浮现于他的手中 这长剑的材质极为特殊 纵然是面对着那些极为恐怖的 强大虚影的攻击之下 竟然都是毫发无损 这是楚凡见到过的 最为坚硬的一种材质 现在他想要打开丹炉 又恐怕会遇到危机 故此是借用这无比坚硬的长剑 来投食问路 此刻 楚凡抬手起剑 将那丹炉的炉顶缝隙撬开 也正是刹那间 楚凡只闻到了一股奇异的香气 自那丹炉之中涌现而出 并且 随着他不断地撬开丹炉的缝隙 那股丹香便越是浓郁不止 待得楚凡彻底地打开炉顶 却是见到了那漂浮而出的七彩丹香 竟然是化作了一片奇异的霞光涌现 那霞光之中 浮现而出诸多玄奥的意象 乃至于是让楚凡看得目不暇接 只感觉到了玄奥非凡 那无比恐怖的气息 不断地涌现而出 甚至于是闻所未闻 这百年岁月之中 也有人曾经讲述过 这关于神话时代的一些无上丹药 甚至于有的丹药 能够做到 让人白日飞升的可能 这丹药 难道便是 这传闻之中的仙丹不成 楚凡这个时候 不免想起来了 当初在太玄之中 偶然看到 那宋明言收集而来的 关于神话时代的典籍之中 其中 对于仙丹的描述 任何一种仙丹 在开炉之时 都有着种种的意象 而每一种仙丹的级别 都十分的好分辨 因为其中所炼制的丹药 所能够产生的力量 已经是与这天地大道相互牵连 故此 丹药之上 会浮现出一丝丝的丹纹 一般而言 若是有九条丹纹 则是被称之为一品仙丹 从一至九 每一品都会平添九条丹纹 若是有九九八十一条丹纹 便是那传闻之中的九传经丹了 传闻之中的九传经丹 乃至于是服用一力 便能够让一个毫无修为的普通人 百日非先 成就真仙之境 如此恐怖的丹药 甚至于是让楚凡觉得不可思议 而其中 一些品级还算不错的仙丹 至少是三品以上的仙丹 在出丹之时 会有无数霞光 化作到的异象 此为丹物 并且 眼前的这枚丹药所呈现的丹物 竟然是诸多丹物之中的 最为顶级的七彩丹物 可以推断 这丹药至少是三品仙丹以上 并且其炼制的精度 品质 也都是上上之选 楚凡不免是心中大喜不已 神念玄疾探入这丹炉之中 想要查看 这到底是几品仙丹 只是 当楚凡正欲探查的时候 那丹炉之中的仙丹 竟然是直接横飞了出去 他竟然是浑身释放着七彩霞光 滴溜溜地旋转一圈之后 便是想要逃走一般的飞奔而去 楚凡见状 更是觉得神意非凡 这难不成 还修炼成精了不成 世上能够修炼成精之物 无不是拥有七彩之物 即便是一块万年的灵石 要想修炼成精 至少也需要天地自然形成的七彩 让其吐纳周天才行 而这丹药 完全没有所谓的七彩 丹药之上 更是福谢尔出族族四十五条丹文 这 这竟然是五品仙丹 哼 岂能让你逃走 楚凡大喝一声 旋即便是抬手一挥 煞时间 他那无比恐怖的励志法则 瞬间是化作了一只大手 牢牢地将这丹药抓在掌心 那丹药拼命地挣扎了一会 半想 终于是安静了下来 似乎是接受了自己的命运一般 安然地躺在了楚凡的掌心 此刻 楚凡这才注意到 在这丹药之中 隐隐地可以见到一个小小的人影 在丹药之中浮现 那十分神异的一幕 也是让他颇为惊讶 这果然是有灵丹药 只听闻法器能够因为使用者的法力 而慢慢地诞生出气灵 却不曾想 这丹药 竟然也能够诞生出丹灵 这个非仙岛屿之上 发生的一切事情 基本上都在冲击着楚凡 对于过去的一切修炼之道的认知 他更是感觉到无比的好奇 这仙人的修行 果然是完全与他们不同 不光是那极为诡异特殊的一套动作 便能够彻底地打开四肢百骸所有的孔洞 吸收天地的灵气 让修炼吐纳的速度 以几何倍数的程度飞升 更是连着炼制出来的丹药 竟然都是具有丹灵的存在 这等丹药的玄奥 更是让楚凡感觉到了莫名的喜悦 正当楚凡御药将这丹药吞下 直接炼化的时候 忽然 自那丹药之中 却是传来了阵阵的哀嚎 我 大人勿要吃我 大人放我一条生路 我愿意从此往后 拜大人为主 侍奉作药 楚凡先是一愣 玄机看向四周 却是发现并无任何一人 再一看的时候 小小人影竟然是不断地朝着自己跪拜 这 楚凡不免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感觉玄奥非凡 这丹药 怎么还会说话的 方才说话的是你 楚凡愣了愣 还是有些难以置信地询问道 正是小人 小人名为非联 乃是这亿万年前的丹顶先宗宗主所留下之物 只因为丹顶先宗此后覆灭 门内弟子全无 小人又被封印在这丹炉之中 才被困在此地亿万年之久 零 龙 八 五 六 一 零 九比七八 二听他的描述 零 楚凡也是颇为惊讶 想不到在这亿万年前 这里竟然是一个仙人宗门 看来 自己此前的一切猜测 也是完全正确的了 大人 您只需要释放您的一丝精血魂魄放于小人身上 小人今后便是您的奴仆了 滴血认主之后 小人便能够为大人孝全马之劳 此刻 那丹药之中的小人不断地开口 更是将如何收复他为奴仆的办法 都一一告知了楚凡 楚凡对于这仙人的丹药 也是毫不知晓 故此 没有太多的思索 便是抬手一挥 一点精血与一缕自己的魂魄 便是荣为魂血 落在了这丹药之上 只是 当他的魂血落在其上之后 这丹药之中的小人 却是陡然间露出了一抹邪笑 哈哈 如等凡人蝼蚁 果然是鱼不可及 竟然轻易地便献上了你的魂血 待得小爷我吞了你的精血 便夺舍了你的肉身 从今往后 小爷我也拥有肉身了 只听闻他语气大变 玄疾更是直接化作了一道红光 冲入了楚凡的体内 这一下 却是给楚凡吓得魂飞魄散 他的确没有预料到 这小小的丹药 居然是有这么恶毒的心思 当即 他便是立刻催动了自身的血脉 那恐怖无比的人族圣体 更是寝客之间 涌现出滔天的气血 煞世间 那落入他体内的丹药 竟然是 发出了一声凄厉的惨叫 啊 这 这是什么血脉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 你根本就不是什么凡人 你 你竟然是人族十大圣体 丹药之中的小人惊呆了 他完全没有想到 自己好死不死的 居然是遇到了人族的十大圣体之一 当然 他更加不知道的是 经过了这么多年 人族只剩下了楚凡这一尊圣体 这几乎是亿万万分之一的概率 居然就被他碰上了 可谓是倒霉至极 若是普通的凡人 他若是得到了对方的精血 便能够以这浑血为牵引 直接顿入对方的体内 并且将对方夺射 但是 偏偏楚凡的浑血的强大程度 远远的超乎了他的想象 只是一瞬之间 那无比恐怖的圣体血脉之中 便是以诸多的荔枝法则倒纹 将他活生生的捆绑了起来 再然后 楚凡便将他从口中吐了出来 一脸笑意的看着他 充满了善意的笑容 让那丹药中的小人越是看 便越是觉得心头发寒 不 不要 小人错了 圣四 四体大人 您不要吃了我 小人愿意以大道启示 从今往后 小人以大人马首是瞻 为奴为仆 若是违背 定叫我神魂俱灭 只听闻他话音一落 旋即 这诸天之上的 那存在于隐隐之中的大道 竟然是随之落下了一条道文 落入了这小人与楚凡的体内 只是刹那 楚凡便感觉 自己与这小人 有了一丝极为特殊的联系 似乎 只要自己愿意的话 便可以一个念头 便叫对方直接暴毙 嗯 看来 以大道启示 才是真正的签订主铺契约的办法 非连 多谢你教了我一招 楚凡淡然一笑 此刻更是满脸的笑意 这让非连看来 简直就是丧心病狂 你都占了这么大的便宜了 居然还要感谢我 这 这不是杀人 还要诛心吗 此刻的小人 躲在丹药之中 咬牙切齿 但又不敢拿楚凡怎么样 反而是楚凡 明显的察觉到了小人的不敬 不由的是咧嘴一笑道 怎么 你不服气 听到这话 非连顿时是满心的惶恐 连忙是对着楚凡磕头认错 不敢再流露出丝毫的恨意 他以大道启示 立下了奴仆的契约 楚凡只需要一个念头 就能感知到他的所有想法 虽然这样 他是亏大了 但是此刻 他也知道自己 若是再慢一点 只怕楚凡 就已经一巴掌将他捏碎了 显然 这丹药之中的小人非连 此刻再也不敢有丝毫的不敬 只能是俯首称臣了 不过 很快楚凡就从他的口中 得知了关于此地的一些情况 首先 这里早已经是人去楼空 那诸多的仙人 似乎是在亿万年前 卷入了一场浩大无比的战乱之中 以至于是所有的仙人 都已经全军覆没 不复存在了 此后 楚凡还得知了关于此地 其实是是通向诸多未免的一个传颂阵 只不过是属于这单顶仙宗所有罢了 像是这样的传颂阵 在整个非仙岛屿之中 也是有着数之不尽的存在 话而言之 这里根本就不是真正的仙界 而仅仅只是仙界通往万界的一个中间站罢了 这整个非仙岛屿群 都只是这样的一个存在罢了 而在真正的仙界之中 那仙界恐怖无比的威压 甚至于是 实力在大地级别以下的任何人 都无法踏入其中的 所以 就算是别人想要踏足仙界 却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甚至于有可能 光是这作为中转站的非仙岛屿 对于大部分的人而言 都是禁地一般的存在 就连至尊敬的强者 想要踏足此地 都感觉到了莫大的威压 不过 好在楚凡的体质 与一般人完全不同 甚至于可以说 他是大地之下最强大的体质了 只差一步大成 他便可以堪比那大地一般的存在 不过很快 楚凡就知道了一件 让他十分头疼的事情 那就是 虽然这里能通向仙界 但是 通向下界的道路 居然是他娘的随机的 换句话说 楚凡若是离开此地 很有可能会传送到其他的位面 而未必会传送到天玄世界 除非 楚凡现在圣体大成 能够打破这里与下界的空间屏障 才有百分百通向玄天世界的可能 二是因为飞仙岛屿此刻 正是悬浮于玄天世界之上 不过 因为飞仙岛屿同时存在于诸多的位面之中 所以一旦传送 未必会传送到这玄天世界罢了 而在这下界之中 似乎每一个位面 都有着类似于这地路一样的地方 只不过每一个世界的叫法不同罢了 楚凡左思右想之下 打算 还是先离开这里 毕竟自己就算是在此地久等 却也不能够提升自身的实力了 因为圣体若是想要大成 除了足够的灵气之外 更为重要的 却是要以战斗来提升 而在这里的这诡异的虚影 对于楚凡而言 已经够不成太大的威胁了 并且 这些虚影的攻击方式极为单一 甚至于没有人使用法技之类的东西 虽然修为是堪比之尊敬的强者 但实际上 却并不算太过于强大 这一点 也是让楚凡极为头疼的事情 再加上 这里不过只是一个小小的中转战 自己即便是在其他的世界 无法敌过对方的强者 也能够逃到此地 带着自己拥有打破空间屏障的能力 便可以直接回到悬天世界了 飞仙岛屿的本体 固然是在悬天世界之上 但是在其他的诸多世界之中 也呈现出了他的影子 这里乃是仙人设置下来的恐怖屏障 想要进来容易 想要打破屏障离开 这可就相当的艰难了 想到这里 楚凡便是开口询问道 现在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你有什么能力 若是带上你 却又不能帮到我 我凭什么留下你 看着楚凡那似笑非笑的模样 丹药之中的小人 不免是颤抖了几分 玄机师立刻开口道 主人有所不知 小的乃是仙人炼制的丹宝 所谓丹宝 便是如若法器一般的存在 小人可以吞噬主人的精血 或者是敌人的精血神魂 不断地提升修为 随着时间的提升 而不断地提升品级 到最后 小人即便是提升到先尊的级别 也不是不可能 说到这里 他似乎还有些得意 楚凡也是从他的口中 得知了仙人的实力划分 既是有真仙境 又有先王 先帝 先尊等级别 先尊之上 似乎又有那传闻之中的无上主宰 不过那些人 都不是非连所能够知道的存在了 而他的作用 也并不是炼制出来给人吞噬的 在神话时代 像他这样的丹宝 整个丹顶仙宗 也仅仅只有他一枚罢了 原因很简单 因为炼制他的材料 实在是太过于难得 这等于是 创造出了一个 足有成仙底子的生灵 他作为丹宝 更是可以随着不断的吞噬 而提升自身的修为 甚至于成就仙尊之境 也不是不可能的 可惜的是 丹顶仙宗自从炼制出他之后 便是直接覆灭在了 那一场大灾祸之中 以至于是让他在这丹炉之中 待了亿万年之久 只能是不断地汲取此地的仙气存活罢了 所以 他的实力 现在而言 不过是神王境罢了 但是 这样的实力 在面对楚凡的时候 根本就是不堪一计的存在 更不要说 楚凡的血脉之强 更是蕴含着力之法则的力量 这让他十分的惊恐 甚至于差点以为楚凡是真仙之境了 毕竟 能动用如此强大法则之力 除了仙人之外 似乎也没有别人了 但是可惜 楚凡现在还并不是真仙境 甚至于圣体 都还没有大成 在得知这样的事情之后 飞连更是吓得不轻 这都还没有成就真仙呢 就已经拥有 堪比真仙的法则之力了 这要是成就了真仙 那岂不是逆天一般的存在 也是不得不感叹着 人族圣体的强大 不过 听闻你说 人族圣体 族族是有十尊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飞连听闻此言之后 却也是直言道 人族圣体 乃是昔年的 某位无上至尊 以莫大的神通 赐予十位人族 各种不同强大的力量 如主人的力量 则是来自于盘古大神的精血所造就 不朽圣体的来历 此刻在他的认知当中 甚至于可以说是人尽皆知 神话时代的一切隐秘 在这小小的担保看来 只不过是他亲身所经历的事情罢了 所以 他才会知晓得如此的清楚 楚凡思索了一番之后 最后还是决定离开此地 另寻机缘 带着自己突破之后 再回归此地 打破空间屏障回归 做完了这一切的想法之后 楚凡便是带着飞连 准备是前往下界 而另外一面 在某一处未面之中 这个世界 被称之为问道界 在这问道界之内 有一处名为问道山的仙山 每当十万年岁月过去 便会自这问道界的中央 从天而降问道山 不过这一次 随着问道山一同出现的 还有那恐怖无比的非仙岛屿 自非仙岛屿之上 所透露出来的无边威压 更是让这下界的诸多宗门族群 为之震撼不已 整个问道界内 几乎所有的人族 都蜷缩在灵气最为贫瘠的 北疆大地之上 北疆大地亿万年悬兵覆盖 形成了一道又一道 浩大无比的天谦 阻拦着一族的入侵 甚至于 人族为了抵抗诸多一族的入侵 更是在这里建立起了 一座浩大的冰雪长城 那亿万年悬兵的长城的构建 乃是西年的 一位人族大地 在自己将死之时 以自己的毕生修为所铸就 其中 更是蕴含着大地的威严 让那一族 不能轻易地踏足人族的领地 在这北疆之中 虽然是灵气稀薄 人族的生存并不好受 但是 整个人族却是出奇的团结 在这风雪与中日的寒冬之中 人族甚至于是不惜耗费 一代又一代的力量 不断地守护在这冰雪长城之上 只是为了抵抑诸多的一族 其中 最让人族头疼的 却是那兽族的人 与天旋世界不同的是 温道界内并没有所谓的妖族 修炼的方式 也大体不分正魔 几乎所有修炼成型的修士 都是拥有蹊跷者 故此 妖族这种特殊的传承记忆的族群 并没有出现在这温道界内 那些兽族 因为学习了人族的修炼方式 其后更是因为其远比人族 更为强大的肉体 逐渐的是驱赶了所有的人族 将人族赶往了北疆大地 他们则是占据了 大部分的温道界的土地 除了兽族之外 还有一些古老的强大族群 在这世界之中存在着 而人族之中 不管是修魔还是修道之人 都同仇敌忾 阻拦着兽族的入侵 不过 兽族的强大 没过去万年岁月 都会在冰雪长城之下 发动一次兽朝 恐怖无比的兽朝 乃至于是几乎汉不畏死 兽族与人族的道德观念 有所不同 他们不在乎自身的得失 更是不在乎一个族人的死亡 或者说 是亿万个族人的死亡 因为想要占据整个温道界 他们更是不断地扩张 试图将整个人族 从温道界内抹去 这亿万年来 他不断地让族人 冲撞着冰雪长城 只是为了打破人族大地 曾经留下的最后一道防线 不管是十万年 还是百万年 他们都一直持续着这样的举动 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亿万年来 兽族都没有诞生出过 任何一个大地级别的强者 他们似乎是因为 某种先天的缺陷 而无法诞生出大地 但是偏偏人族 却是能够诞生出 这种绝顶的强者 每当人族出现 这样的强者的时候 兽族都要付出 极为惨重的代价 才能够勉强地 将那大地级别的强者击败 这也是给了 其他的万族生存的机会 也是让人族能够留存至今 与兽族保持平衡的最大原因所在 他们将人族的血脉 视若是最邪恶的存在 一旦人族诞生出强大的大地 若是正道之休的话还好 若是魔道大地的话 那几乎就是整个兽族的巨 287大灾难了 不过 人族与兽族之间的恩怨 本就是血海深仇 他们亿万年来 屠戮的人族也不在少数 所以 冰雪长城的里外 人族与兽族之间的争斗 更是不断地发生 而最为剧烈的时候 就是现在 当那恩道山出现的时候 人族之中 那些强大无比的存在 若是能够登上恩道山 得到那恐怖无比的仙气的滋养 便拥有突破到大地的可能 所以 每当这个时候 兽族都会发了风势的 不断地冲击着人族的领地 但是今日 整个冰雪长城之外 竟然是没有任何一个兽族的存在 在昨天 城墙之下 还有数之不尽的兽族陨落在此 偏偏今日 却是一个也不见了 人族的正魔两道的领袖 也是纷纷陷入了疑惑之中 纷纷是聚集在了那人族诸多领袖 相互谈论大事的圣地 北疆圣殿之中 谈论此事的发生 诸位 今日兽族的举动十分的怪异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处理这样的局面 此刻 人族之中 一位正道的领袖面带疑惑之色 不免是满脸的担忧 而魔道那边的人 则是显得洒脱了许多 哈哈 黄梅老道 你这是修炼修的神志不清了吧 兽族不来 这岂不是天大的好事 说话的人 是个玩世不恭的老顽童 身披魔祖的道袍 在魔道之中 更是有着极高的地位 但是他这个人 似乎是因为魔道的随性所欲 而对于自己的身份丝毫不在乎 根本就没有半点的架子 谁又能够想到 像他这样的一个玩世不恭的老顽童 居然会是一尊准地级别的强者呢 而另外一面 那一脸黄色长须的老道 却也是吹鼻子瞪眼睛 这叫防范于未然 求千川 有本事 你就去那温道山去瞧瞧 今日城外的探子可是来报了 说是这温道山上 发生了一场巨变 以至于是让兽族的人 大量地聚集在温道山上了 随着那黄梅老道的话音一落 名为求千川的魔祖 却是笑了笑 满脸的不屑道 你这老家伙 又想坑老子 你分明就是想让老子给你们探路 不求 老子打死也不去 求千川虽然是玩世不恭 但也不是愚笨之人 一下子就看出了 这黄梅老道的想法 人族之内 魔道与正道之间虽然是纷争不断 并且因为各自秉承的教义不同 多年以来也是有颇多的怨恨 只是在这面对兽朝之时 魔道与正道之间会携手对抗兽族之人 也是因为如此 魔道与正道之间的关系 却是十分奇特 说是爱恨参半都不为过 并且因为双方式经常会有冲突 但是很少会有大规模的厮杀发生 这一点 也是因为人族需要积蓄力量对抗兽族 从而让正魔两道同仇敌忾 这一次 在这兽朝接连半个月的攻势之下 竟然是忽然之间停下了攻击 纷纷是聚集主要的力量到那温道山之下 这便让人族之中的诸多大佬产生了极大的疑惑 黄梅老道与这裘千川乃是正道与魔道的足佬 素来在众人之中 他们二人都颇有话语权 此刻黄梅老道 看那裘千川并不吃他的激将法 玄疾便是叹息道 罢了 既然如此 你我联手前往温道山如何 若是温道山果真有什么变故发生 以你我的实力 却也能够脱身 你看如何 听闻此言 裘千川这才满意的点了点道 这才像点人话 黄梅老道 到时候就算是死 老子都要拉上你垫背 听到裘千川那蛮不讲理的模样 众多的正道修士 不免是纷纷皱起了眉头 这魔道之人端蒂是可恶至极 哼 魔道中人素来心狠手辣 谁知道到时候 他会不会对黄梅老祖下手 无等正道之修 早就应该铲出这些魔道的家伙 免得他们拖了我们的后腿 正道这边虽然是一轮纷纷 但不过现在正魔两道正式联手之时 虽是颇有不满 但是明面上 却是没有表露出来 不过 这一次的提议 却是正道之人提出来的 所以 他们倒也不好多说什么 带着魔道这边相互商议一番之后 双方便是确认了各自的守护地点 以及派出的人数 两位人族的准地 亲自出手到温道山去探查 这一点对于人族而言 在弥补两大强者离开战线之后 所带来的损失 毕竟人族这边的顶尖实力 往往是能够以一挡万 拥有准地坐镇的地区 往往都是坚不可摧 一旦他们离开了镇守的地区 就会导致那个地方 极有可能会被兽族直接攻破了 为此 双方也是加大了兵力 到两大准地坐镇的地点 严加防范 带着做完了这一切之后 两大准地便是联手 前往中心区域 以两大准地强者的实力 斗转之间 便是来到了温道山之下 此刻裘千川定睛看去 却是发现在那温道山之上 垂落无边的仙气 浩浩荡荡地镇压了八方的兽族 光是这仙气的镇压 就瞬间镇杀了数之不尽的兽族 那些根本就无法抵抗 仙气压迫的兽族 更是瞬间暴毙而亡 将整个温道山的山路 染作一片血红色 这也难怪 为了防止人族登上温道山 寻觅仙气成就大地 兽族的人派遣了 不知道多少的强者 在此地镇守 可是 让人预料不到的是 平日里几乎都很难透露出 一丝仙气的温道山之巅 竟然是涌现出一股 无比磅礴的仙气坠落 这却是让裘千川与黄眉老道 感觉到了一种极为震撼的感觉 这 这难不成是真仙降临了不成 这么磅礴的仙气涌现 甚至于等于是那 打开了温道大门 换来上界的仙气一般了 这难道是 有人打开了 温道大门不成 二人满脸的惊骇之色 更是在不断地推断着此事的玄机 不 这绝对不是兽族所做的事情 如若是兽族的人 想要打开这温道大门 不管怎么说 他们都不会让实力低微的人 白白死在这里的 兽族的人虽然是汉不畏死 甚至于是以战死为荣耀的族群 但是 他们却不可能白白地送死 这亿万年来 不断攻击那冰雪长城的结果 已竟是导致了人族不止一次的 被兽族险些杀到族群灭亡的地步 而冰雪长城 也不只是倒塌的一次两次 只是幸运的是 人族往往都能够在危机的时刻 诞生出一尊强大无比的大帝 从而是力挽狂澜 此后 在由大帝作画之时 修复那浩瀚的冰雪长城 人族便是这样一路以邪的代价 一步步的存活至今 所以 常年在厮杀之中的他们 早就已经对于这种厮杀拼斗的事情 十分冷漠了 只是 看着这么多的商员 但几乎都是白白牺牲 黄眉老道 只是眉头一皱 暗自察觉到事情的不对劲 你看那是谁 正是这个时候 裘千川忽然是指着那众多兽族之中 一只恍若是小山一般巨大的野猪一般的巨兽 出现在了兽族当中 这不是炼狱兽王当康吗 他怎么会出现这里 该死 这家伙上一次给老子的兵器都给打断了 这家伙的力量 简直就堪比准地的权力一击 这样变态的家伙 怎么也出现在了这里 兽族以肉体的力量渐长 往往强大的兽族 光是凭借肉体的力量 就足以是堪比人族的强大修士 尤其是这炼玉兽王当康 其乃是上古异兽当康异族 血脉最为浓厚的一人 自其出生之时 便吞噬了方圆万里之内的所有族人 以此来填补他那天生的贪欲 其贪欲之强 每当在战场之上遇到这当康异兽 便会有数之不尽的人族 被其当作血石吞噬 甚至有 就连兽族的同胞 他都不会放过 这家伙 可谓是残暴之急 就连当初球签穿手持准地级兵器 与之大战了三年之久 最终竟然是被这当康一拳头 打碎了自己的准地级兵器 当然 这是三年时间以来 当康不断的攻击才导致的下场 不然随随便便就能够打碎人族的准地级兵器 这兽族早就将人族屠戮殆尽了 但是 这样的结果也很是惊人了 此刻 当康张开 他那血盆大口 满脸的贪婪之欲 更是不断地显露而出 他疯狂地吞噬着 那不断流逝而出的仙气 竟然是随着他不断地吞噬 那漫天的仙气 也终于是被其吞噬殆尽 终于 四周的兽族 也不再畏惧那仙气恐怖威压 纷纷是朝着那山巅之上的问岛之门看去 那是一个无比古朴的大门 矗立于问岛山巅亿万万年之久 其上攀龙气凤 施以万千神秘的道文为禁止守护 天地之间 除雀人族 无人能够踏足这门飞之前 也正是因此 人族一旦是踏足门飞之前 便能够不再受到兽族的打扰 只需要推开大门 安心地借用那仙气突破修为即刻 但即便如此 人族在这亿万年来 能够登顶此地的人 也是少之又少 可谓是问道难 难于上青天 不少人族的修饰 仅仅只是踏足半山腰的地方 就已经被数之不尽的兽族 吞噬屠杀了 不知道多少人族的准地级别强者 在这问道之路上陨落 也不知道多少的人族 为了踏上山门 寻觅成就大地的契机 而陨落在此 总而言之 每一次地问道大门开启 就等于是 人族将有大地的强者诞生 但是显然 现在那门飞 竟然是被人打开了 但是 却并没有任何一人影 坐落在那大门之前 这就让两人十分的疑惑了 并且 那炼狱兽王当康 却也是满脸的疑惑 四周不断涌现而出的兽族强者 也是一脸警惕地盯着那大门 心中无比的困惑 这破门之外 根本就没有半个人族出现 为何会忽然打开 此刻 当康终于是耐不住内心的疑惑 开口质问道 四周 一个兽族的强者 却是站了出来 开口说道 听闻在那上古时候 似乎是有真仙从这问道之门中降下 传出修炼之法 难道说 如今真仙重归天地了吗 那说话的人轻面獠牙 壮若修罗 背声四翼 乃是兽族之中 鼎鼎有名的非名一族 他的实力 也是与当康不相上下的存在 虽然他的力量并不如当康 但是他的速度 却是整个兽族之中 首屈一指的存在 连空 你也疑神疑鬼了 上古时候的先人 早已经是没有了踪迹 如今亿万万年过去了 难道他们 还能死而复生不成 只不过 当康的话还没有说完 却是忽然之间愣住了 下一秒钟 无数人兽族 以及那不远处的两个人族大能 皆是露出了难以置信的面容 因为 在那问道大门之中 竟然是缓缓的 出现了一个人影 这 这是什么人 在无数的掀起笼罩之下 楚凡一步步的自那传送法阵之中走出 根据丹宝小人非联的说法 这传送阵 需要先使作为力量 才能够启动 故此 楚凡也是从那上界 带来了一些先使在身上 以防止来到这一方世界之后 便再也无法传送回去了 好在 先使在那道场之内 倒是有上不少 楚凡所幸就将大部分的先使带走 只留下了少部分的先使 继续维持着上界的传送法阵 毕竟知道 先器对于修炼有极大好处的楚凡 更是愿意以先器修炼 此刻 他刚刚离开这传送阵之外 便是看到了山下 数之不尽的异兽 正是以一种无比惊骇的目光看着他 尤其是那非民意族的连空 此刻更是满脸的惶恐 死死地盯着楚凡 大喝道 不知道先人来自何方 来我问到剑内 所为何事 听闻此言 楚凡也是微微一愣 这家伙 居然将自己当作了仙人 这也是自然的 楚凡如今的修为 虽然只是至尊敬后期 但是因为 他体内的法力 完全是由那强大无比的先器 所转化而成 故此 他的法力 也是变得无比的浑厚 再加上楚凡身为人族圣体的 恐怖气血 仅仅只是出现的刹那 便是叫那当康满脸的惊骇 这到底是什么人 为何我感觉 此人的血脉 竟比我的当康血脉 还要回后不少 西年当康出生之时 便将所有的当康一族的族人 吞噬殆尽 世上仅仅只剩下了他一尊当康 并且 他的上古血脉 也是强大无比 因为吞噬了所有的同族 他的血脉之力 甚至于是堪比西年的始祖当康 但即便如此 他依旧是感觉到了 楚凡那滔天的气血之魂后 根本就不是他所能够比拟的存在 当然 这样的场面 落在了连空的眼中 就直接成了仙人的证据了 比当康 和前兆 还要浑厚的气血 浑身以仙气助就的法力 这不是真仙降临 还能是什么 对此 兽族的人保持无比警惕的姿态 不外乎其他 只是因为这问道大门 根本不被他们兽族所能够踏入的 而仁族却是能够轻易地踏足其中 这就导致他们认为 上界的仙人 乃是他们兽族的大敌 但是仁族看来 就不一样了 也是因为仁族能够踏足其中 所以仁族反而是觉得 这上界的仙人 一定是仁族的仙族 此刻不管是老顽童求千川 还是黄眉老道 二人都是满脸的狂喜之色 真仙降临 竟然是真仙降临 无被人族 终于有了翻身的机会了 若是有真仙先祖的帮助 即便是推倒冰雪长城 让我们人族重归天地 离开那该死的北疆 也不是不可能了 人族这亿万年来 过得实在是太憋屈了 且不说北疆那冰天雪地的恶劣环境 就是那北疆的灵气 也都犹如凌冽的寒风一般的无比的狂暴 任何一个人想要修行的第一步 就必须要承受住 这狂暴的灵气入体的灾祸 一般而言 基本上大部分的人族 都会直接被那狂暴的灵气割伤经脉 轻则重伤 重则当场暴毙而亡 所以 能够成就修炼者的人 无不是人族之中的佼佼者 这除了对人族有极大的磨练之外 也带给了人族数之不尽的痛苦意 如今 看到了楚凡出现 他们二人更是觉得 人族的未来 一片美好 随着楚凡 踏足问道界内 与此同时 在天玄世界之中 江明此刻 正是躺在一张老叶椅之上 眼看着那天边的夕阳照在身上 初春时节的暖风吹拂而来 很是惬意 忽然 他却是缓缓抬手 掐指一算 旋即却是笑道 想不到 楚凡竟然是踏入了那十方古界之一的问道界内之中 罢了 便时刻关注他一二 若有危机 老夫也不怕来一次横渡虚空 穿行万剑 随着这些日子不断的动员 人族之中 全陵园等物纷纷是搬入了宗门或者是人族的城池之内 并且 还有不少的宗门 在这些禁地之中 发现了不死药 这等无上圣药的存在 一时之间 整个人族宗门倒是获得了不少的好处 而江明如今的神念 更是能够瞬间囊括万界之内 探查到楚凡的踪迹 也只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罢了 随着他复苏这段时间的神念 环游诸天 渐渐的倒是明白了一些 别人毕生都无法明白的事情 比如这天玄世界 其实乃是这诸天万界之内 十大古老世界之一 而这十大古老世界 则是被统称为十方古界 这一点 只是在某些神话时代的典籍之中 或者是某一些神秘的小世界之中 有所记载 而在这十方古界之下 还有数之不尽的大千世界 大千世界之下 还有无数的小千世界 虚迷世界 诸如那些虚迷世界 便是犹如某些秘境一般的存在 乃是一些神秘的大能所造就 而小千世界 则是一些强大的族群 为了保留自己族群的完整 故此是以举足之力 造就的一方世界 在这小千世界之中 往往是有诸多的强大存在 再往上 大千世界便是构建了 大部分世界的未面世界了 或是存在于某处心域之中 或是藏匿于某一段空间之内 十大古界 便是诸多的大千世界之中 最早诞生的十大世界 而这十大古界 不管是大小 还是灵气的浓郁程度 都是在其他世界之上 江明如今的实力 也大概是达到了 那传闻之中的先尊级别 这般实力 在环宇诸天之内 已经是顶尖的存在 除非 不过 这些对于拥有系统的楚凡而言 以287金氏 没有了任何的问题 现在最重要的 却是自己的两个弟子 楚凡与叶诚二人的事情了 他们二人皆是得到了不小的机缘 尤其是楚凡 现在踏足的温道界内 更是蕴含着一个惊天的大隐秘 江明十分清楚 当这十界汇聚 这一个巨大的隐秘 将会汇聚成一个 任由谁也预料不到的事情 而关于这一点 似乎这十方古界之中的某些强大无比的存在 亦是对此知晓颇多 只是 大多数真正留有后手的强者 都不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出手 江明躺在摇椅之上 只是面带笑意 目光所及 却是在那万界之外 与此同时 在那问道界内 兽王当康 与那非明异族的兽王连空 此时也是一脸的警惕之意 死死地盯住楚凡 唯恐他会做出什么 对诸多的兽族不利的事情 只不过 楚凡此来并不想立刻 与那众多的兽族产生冲突 此刻 也仅仅只是淡然开口道 如等可知 此界内人族身在何方 首当其冲的 楚凡自然是要寻觅到人族的所在之地 随后 好去好好地了解一下 关于这个世界的一切事情 只不过 当他的这话落下 瞬间 那两尊兽王的面色 便是立刻拉了下来 敢问前辈 可是人族的仙人 听闻此言 楚凡倒是不置可否 显然 对方那眼中的敌意 让他明白了 在这一方世界之内 大概 这是与人族敌对的势力 甚至于 极有可能 这一届的人族 已经被眼前的这些异兽 屠戮殆尽了 也并非不可能 想到这里 楚凡的眼中 隐隐地掠过了一抹杀击 不过这杀鸡并不算明显 仅仅只是掠过了一瞬之间 便很快地掩饰了下去 此刻 他也仅仅只是笑道 非也 无奈丹顶先宗内门弟子 不过是前来此界 寻觅一株仙草罢了 若无其他之事 本座便就此离去了 如等好自为之 说吧 楚凡便正欲离去 只是当他正欲离开的时候 那当康却是立刻冷笑一 开 声道 上仙若不是心中有鬼 又何必找急走 以本王看 你也不过是个冒名顶替的家伙 当康虽然是残暴无比 但是他毕竟活了数以万年的岁月 可谓是人老成精 只是刹那 便看出了楚凡的话语之间 带着一些蹊跷 当下 他更是毫不犹豫地大喝一声道 诸步兽将 给本王拦住此人 随着他的一声令下 那连空此刻也是反应了过来 当即便是带着一种的兽族之人 将楚凡拦在了此地 楚凡看着眼前的诸多兽族 早已经知晓 这些人非我族类 此刻也只是冷笑一声道 也好 既然如等要打 本座便陪如等到个天翻地覆 随着楚凡的话音一落 煞世间 自其头顶之上 更是汇聚而出无边的滔天意向 一道无比恐怖的气息 直插云霄而上 陡然间刺破了天穷 万里白云 煞世间被生生撕裂开来 那滔天的气血 更是犹如亡羊大海一般 带来了无边的威压 修为稍弱一点的妖族 在楚凡的面前 甚至于是不敢直视他的存在 而那些兽姜更是目瞪口呆 满脸的惊骇之色 这 这还是个人族 此人简直就非人在 如此浑厚的气血 这 简直比我们兽族还要恐怖 兽族本来就以气血见长 光是凭借气力 就能够堪比人族的诸多强者 而此刻 楚凡竟然是爆发出了 远比他们更为恐怖的气血 这 简直就让这些兽族的人 可以挖个坑 给自己埋了 当康将这一切看在眼中 心中更是涌现出了无边的贪欲 哈哈 若是能吞了这小子 再炼化了他这滔天的气血 本王定能够突破 这困住了我们兽族亿万年的稚骨 他心中无不是想要踏足 那大地级别的实力 但是 不管他们兽族如何的修炼 乃至于是占据着温道山多年 不断地吸收这温道山上落下的仙气 却依旧无法成就大地之尊 咦 这些兽族似乎是天生有缺啊 凡为生灵 皆有三魂七魄 而这兽族之人 却是缺少了天魂所在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便是此刻 丹宝非连却是疑惑无比的开口 这话让楚帆皱了皱眉头 不过现在不是问话的时候 只是开口道 一会 我杀 你收尸 懂 丹宝非连一听这话 瞬间便是来了精神 好的主人 小的一定一根毛 都不给他们留下 哈哈 跟着主人 有肉吃 说吧这话 丹宝便是化作了一道金光 环绕在楚帆的周围 实际上 楚帆也很想知道 这丹宝到底能不能通过不断的吞噬 成就那真仙之境 若是可以的话 以自己对他的束缚 自己就等于是 拥有了一个强大无比的大手 能够成就仙人的资质 这即便是在天玄世界之中 也是极为罕见的存在了 古往今来多少大地 又有几个人 能够成就真仙 显然 是一个都没有 丹宝非连若是能够成就真仙 那就代表了这家伙 天赋强的可怕 所以 楚帆才有了这番话 随着楚帆 引动了体内的圣体血脉 只是刹那间 他的周身更是环绕而出 一条条的稻纹涌现 一股足以是镇压一方世界的恐怖道运 更是随之荡漾而出 见到此幕 那躲在远处的人族的两大强者 无不是瞪大了双眼 难以置信地喊道 这 这是什么稻纹 我的老天 老夫即便是活了五千年之久 却也未曾见过如此恐怖的稻纹 此刻 黄梅老道第一个是瞪大了双眼 惊骇不已地说道 而一旁的老顽童球千川 更是眨巴着双眼 似乎是有些难以置信地 揉了揉自己的双眼 终于是一脸凝重地说道 这 这难道就是传闻之中的 四大至尊法则之一的立之法则吗 这可是传闻之中 开天辟地的那位盘古大神 所使用的法则呀 显然 在这个世界之中 神话时代的一切传闻 早已经不是隐秘 诸多的修士都是知道 在那上古时代之前 存在着一个无比恐怖的神话时代 只不过 这个神话时代之中的一切存在 如今都已经不复存在 他们也只是从某些上古的典籍之中 得知这些罢了 此刻球千川看着这神秘的道文 再看向楚凡那滔天的气血与力量 瞬间便想起来了 在他们魔道之中 所存放着的一本源自于神话时代之中的典籍 上面所描述的 正是这盘古大神的故事 盘古大神 这竟然是盘古大神的法则 不错 若此人是盘古大神的立之法则的话 普天之下 只有那传闻之中 仅仅存在于神话时代之中的十大圣体之一的不朽圣体拥有 问到世界的人 对于神话时代的事情知晓颇多 尤其是关于那人族的十大圣体 他们更是无比的向往 毕竟 人族孱弱 他们又何尝不想拥有一尊强大无比的圣体 带领整个人族踏破那该死的兽族 是也 一贯是嬉笑荒唐的球千川 此刻更是难得的露出了一脸的凝重之色 这些人都是我人族的大能 我们现在就必须出手 协助这位大能回归人族 听闻此言 黄梅老道倒也是毫无意见 毕竟正魔虽然是对立 但是在人族这一点大是大非上面 却是十分的团结 好 只听闻他说罢这话 却是抬手咬破自己的指尖 煞世间一滴精血字指尖涌出 旋即 他于虚空之上划过一个神秘无比的符文 口中更是念念有词 惶惶天雷 为我所以 九霄天外 欲虚神雷 但听闻他话音一落 煞世间风云色变 自那九天之上 更是于无边的混沌之中 涌现出了一道紫色的恐怖神雷 欲虚神雷 难道是禅教之人到此 黄梅老道正是那禅教之人 不过 根据江明的大道遗愿 禅教乃是与结教 人教相媲美的无上大教 传闻之中 盘古大神铸就天地之后 其原神仪器化三清 成就了三尊先天神起 而这三尊先天神起 便是太上老子 原始天尊 以及通天教主 三大神起所立下的道统 在这问道界之内 竟然是出现了禅教的人 只不过 如今的禅教 与神话时代的禅教 却是天差地别 虽然依旧是正道的统领 但整体的实力 还是比不过这兽族的人 而这欲虚神雷 则是禅教的传教秘书 乃是真正的仙人大树 威力 自然也是不同凡响 只是随着他的幻动之下 那九天之上所降下的玉虚神雷 更是瞬间轰落在了百万兽族的头顶 只是刹那 便是诛杀了数以百万的兽族 与此同时 那裘千川也是抬手一挥 则时间 一杆阴风阵阵的齐帆 瞬间出现起掌心 万鬼是魂 随着他大喝一声 他手中的法器 瞬间是涌现出了滔天的鬼气森然 则时间 一尊又一尊的鬼王 自那齐帆之中涌现而出 并且 其中的每一尊鬼王 都拥有着至尊境的恐怖实力 首当其中的唯一一尊鬼王 更是拥有着准地级别的恐怖实力 这万鬼崩腾 所过之处 更是寸草不生 且不说万里鬼气森然 便是那滔天的煞气阴气的涌现之下 便是有数之不尽的兽族 被其直接诛杀 两尊代表了人族的顶尖实力的准地 无不是轻负自己最为强大的手段 一同协助楚凡 而楚凡看到此目 却也是微微一愣 玄机也是孝道 此界的人族 果然还存在 眼看着人族的出现 楚凡的心中 却也是放心了许多 毕竟在那一族的手中 人族可谓之鱼肉 任人宰割 甚至于 便是灭族王种 也是极有可能的事情 好在 这一方世界的人族 似乎是拥有着诸多的强者 故此 那一直让楚凡心头悬着的担忧 终于是放了下来 此刻看着那浩瀚的兽族 犹如潮水一般的袭来 楚凡却是再没有了半点的留守 即使如等寻死 便休怪本作了 楚凡却是抬剑一挥 煞世间那赤红色的长剑之上 顿时是涌现出了滔天的杀气 随着他那无比恐怖的 力之法则的运用 如今的楚凡 已经能够将力之法则 融入这柄神秘的兵器之上 这柄神秘的兵器 在楚凡看来 如今虽然是未曾涌现出 任何的大敌兵器的神威之类的存在 但是 这兵器之中的滔天凶煞之气 却是能随着他法力的灌注 而不断的涌现 并且 在他的立之法则的灌注之下 他所斩出的任何一道剑猛 都带着无比恐怖的力量 只是划过那虚空之上 竟然就犹如是撕裂了亿万里虚空一般 留下了一片扭曲破碎的空间 他的力量 竟然是足以撕裂空间 该死 还有黄眉老道和魔道的球千川 这两个老家伙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此刻的连空满脸的惊恶之色 更是难以置信的 盯着眼前突如其来的一幕幕 玉须神雷几乎每次落下 都要带走数以百万的兽族 而那白鬼奔腾的魔道魂藩 却也不是什么善茶 仅仅只是转眼之间 便有数以千万的兽族 被那无数的恶鬼撕咬拉扯 失去了战斗的能力 那些恐怖无比的鬼王 甚至于是不断地吞吃着那些兽族族人的神魂 并且 在楚凡的攻击之下 那一个又一个的兽族 更是宛若潮水一般的倒下 楚凡那恐怖无比的实力 甚至于仅仅只是让那剑盲触及对方的身躯 瞬间便将一个兽族披作漫天的碎肉 而跟在楚凡身边的那丹宝飞帘 更是十分迅速地将那些横飞的血肉 不断地收入自身 甚至于 他连那漫天飞舞的魂魄真灵 都不曾放过一个 他那无比恐怖的吞噬能力 此刻在楚凡看来 才是真正地察觉到了可怕 只见到那丹宝浑身上 下燃烧着一丝丝的鲜火 每过之处 便是将那些横飞的血肉提炼精纯 甚至于那些神魂 经过他所释放而出的鲜火断烧 更是直接化作了一股股精纯无比的能量 在他这鲜火的焚烧之下 百万兽族 最终只化作了一滴极为精纯的魂血 而这魂血之中 所蕴含着的恐怖力量 更是随着他的吞噬 不断地传递到楚凡的身上 似乎 只要担保吞噬任何的能量 都会因为他与楚凡的主仆联系 而直接被楚凡得到一部分 关于这一点 楚凡终于是有些明白了 为什么仙人要费尽心思的 去炼制这样的一个丹宝了 这简直就等于在这战场上面 直接带了一个提炼仙丹的炉顶 随着丹宝的不断练化 而作为他主人的楚凡 也能够得到不断的滋补 这久而久之 就算是丹宝提升到了真仙境界 那楚凡的修为 也会永远比他的修为高出不少 或许 这一点从一开始 那些炼制丹宝的仙人 便在这丹宝的体内留下了静止 让其达成这样的循环 可以说 这的确是楚凡预料之外的好处 此刻 随着战斗越发的激烈 甚至于已经有不少的寿王加入其中 但是依旧无法阻拦 三人恐怖的攻势 那寿王当康颜看着情况 并不利于他们寿族 虽然此地的寿族数量庞大 但是根本就招架不住三人的土路 连空 速速通知族内各部 此人 绝不能放他回到仁族领地 他深刻的知道 一旦是 让楚凡回到冰雪长城以北 到时候 人族就会平添一个强大无比的存在 而且 此人竟然是从那上界而来 说不定 他距离成就大地 也只有一步之遥 实际上 他没有想到的是 楚凡实际上 根本就没有成就大地 甚至于实力 也仅仅只是至尊静后期罢了 此刻 楚凡在那亿万兽族之中 不断当斩杀 漫天的鲜血横飞而出 又瞬间被那丹宝以鲜火炼化 仅仅只是片刻的功夫 楚凡便已经感受到了 丝丝的即将突破境界的感觉 但是他在以战养修 同时还是靠着丹宝不断地地回的能量 那磅礴的生命能量 还充斥着精纯的魂力 以及无比浑厚的灵气 这样的一个丹宝 放在自己的身边 虽然此刻他的实力并不算强大 但是 他的作用已经是显而易见的强横了 二位道友 此地不宜久留 我们速速离去 还请你们带路 让我回到人族领地 听闻此言 二人却也是缓缓点头 没有过多的言语 而是只是杀出了一条血路 不断地朝着北方急迟而去 此刻 楚凡也是察觉到了二人的目标 乃是前往北方 旋即便立刻跟紧了上去 楚凡这边陷入了极为可怕的血战之中 而另外一面 叶辰此刻的情况 也是不容乐观的 此刻的他 甚至于还没有离开最初的道场 在那道场之中 不断蔓延而出的恐怖剑气 乃至于是让他无力招架 即便是天生拥有剑骨的他 也是在这无比凌类的剑意之下 不断地后退 若不是因为此地的仙气浓郁 让他不断地弥补着自身的伤势 只怕他早就支撑不住了 该死 若是这样下去 我早晚落败于此 此刻的叶辰 修为也是达到了某个瓶颈 难以突破智骨 但是他有预感 一旦是自己突破这个智骨 带给他的 将会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此刻 那漫天的剑气不断地涌现 而涌现出这股剑气的 便是坐落于正中间的 一柄长剑之上 这长剑仅仅只是以一种 恍若石头一般的材质所铸就 但是 长剑之上所蕴含的无上剑意 却是远远地超乎了他的预料 这是一种无与伦比的锋芒 甚至于光是目光所及 都能够让他感觉到一种 仿若要被这长剑一剑斩断的恐怖锋芒 这让叶辰的心中 涌现出了一种极为不可思议的感觉 他实在想不到 这十剑之上 所蕴含的剑意 竟是会如此的恐怖 那十剑长一尺三寸 长剑之上 甚至于未曾开封 不过是一把钝剑罢了 可即便如此 那样的一把钝剑 却是释放出了如此恐怖的威能 这一点 更是让叶辰想不通 到底是哪里出错了 为何我天生剑骨 竟然连这一点道理都想不通吗 他只感觉到 那长剑之上 似乎是蕴含着一个十分玄傲的意味 但是 不管他如何去细想 他都想不到 这长剑之上存在的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力量 他一面抵挡着那漫天的剑气 也是一步步地朝着那长剑逼近 可他越是逼近中心的长剑之上 那攻击他的剑气 便越是疯狂 但是 此刻的叶辰 却也顾不了这么多了 他的修为已经停止了增长 但是这漫天的剑气 却是越发的疯狂 他若是找不到突破桎梏的办法 就只能是等死 所以 唯一的解释 就是在这十剑之上 存在着答案 他一步步地向前 不止一次地 被那恐怖的剑气 划破了身躯 甚至于 那些恐怖的剑气 直接刺穿了他的肉身 斩在了他那天生的剑骨之上 也好在这剑骨足够强横 任何剑气落于其上 都会瞬间被其中所蕴含的剑一击飞 纵然他是身负重伤 可依旧是来到了这十剑之前 他抬起满是鲜血的头颅 死死地盯着那十剑 却是在十剑之上 看到了这样的八个字 大巧不公 重剑无风 只是在见到这八个字的瞬间 叶辰陡然之间 便是愣在了原地 刹那 他更是感觉到了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 犹如是五雷轰顶一般的 狠狠地落在了他的头顶之上 轰隆隆 煞时间 叶辰更是明白了这十剑的剑意 到底如何 下一秒钟 叶辰更是眼中透露出一丝明雾 毫不犹豫地将手中的一柄神剑撇开 他竟然是抛弃了自己的剑 随之而来的 便是那漫天的剑气 不断地朝着楚凡攻击而来 陡然剑 叶辰再度睁开双眼 此刻的他 却是仿若变了个人似的 犹如一柄出鞘的利剑一般 迸发出了一股无比锋芒的剑意 刹那 他的这股剑意 与他的周身 化作了一道又一道锋芒无双的剑意 弱行剑道 何须兵刃 无极是锋芒 无极是这三尺长剑 叶辰此刻终于明白了 这无比的锋芒剑意 为何会从一柄盾剑之上 涌现而出了 那全是因为 这盾剑之上 拥有着一股奇特的剑意 这剑意 好似要斩断天下万物一般 锋芒无比 剑之凌冽 剑之锋芒 竟是从一柄没有锋芒的石剑之上呈现 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大巧不公 重剑无锋 真正的剑意 不需要寄托于任何的形体 而是源自于剑修的一念之间 唯有这一念 势必斩断万物的一念 才将会化作这锋芒无双的剑意 此刻的叶辰 眼眸间的凌冽 仿若是要斩断这万古岁月一般 浸透出一股 让人不寒而栗的锋利 只是一瞬之间 他那无比恐怖的剑意 更是狠狠地展落在那石剑之上 嗡嗡 只是一瞬之间 那漫天的剑气 便是陡然消失 在那石剑之上 也仅仅只是留下一道极为细微的痕迹 其他的剑意 竟然是被这石剑直接吸收 叶辰这次注意到 在石剑之上 有这一道又一道密密麻麻的痕迹 似乎 这里有数之不尽的仙人 曾经在此地 顿悟这无上的锋芒意念 可谓之一念 一剑 一念斩天 一念之间 独断万骨 而那石头所制的石剑 更是不知道什么材质铸旧 竟然能够吸收修士的剑意 看来 这石剑之中所释放出来的剑意 便是此前一个又一个 通过这石剑考验的人 所留下的剑意了 叶辰的心中不免感慨 玄机 也是朝着那石剑一半 便是准备离开 随着叶辰离开这道场之内 同样的 也是来到了一方小世界之中 周遭环绕的诸多仙道 那奇异的景象 也是让他大开眼界 在他所处的位置 有着一个又一个的楼阁建筑 叶辰这才发现 在这里所出现的 根本就是一个更为漫长的涌道 在那涌道之前 还有一个又一个的道场 似乎 接下来 对于他而言 还有更为可怕的考验等待着他 不过 在这下一个道场 与这一个道场的中间地带 倒是留下了一个休憩的大殿 大殿之上 摆放着诸多的典籍 其中 也是记载了不少的东西 叶辰随之 便是开始翻阅着这里的典籍 查看其中的奥秘 慢慢的 他也是渐渐的了解到 这里其实也并非是仙界之内 而仅仅只是仙界的中转站罢了 而这个中转站 则是一个名为开天建宗的仙宗所有 目的 也是为了考验下界 来到此地的修士 让他们通过一个又一个的考验 最终 登上前往仙界的通道 看来这里 根本就是那开天建宗留下的考验啊 叶辰感叹一声 却也是不得不说 此行的收获 却也是颇为叫他意外的 此地 除了此前所领悟的建议之外 楚凡还发现了 在这里的诸多典籍之中 有着一些强大无比的见证 还有一些对于现在的他 有着实质性提升的东西 比如说 在这某一个红色的典籍预检之中 就记录了一一种名为 本命剑气的炼制方式 这本命剑气的炼制方式 极为特殊 竟然是要修士 削骨为剑 削肉为鞘 削魂为剑灵 削一念真灵 为剑中本源 带得本命剑气炼制而成后 还需要将此剑 融入灵台道骨之中 彻底地与修士 融为一体 这种本命剑气 从根本上来说 只有当修士不断地提升自身的剑意 提升自身的剑道造诣 才会慢慢地提升起来 但是 因为其与修士本身同根同源 甚至于 完全可以看作是修士自身的一部分 也正是因为这极为特殊的一点 这本命剑气的可塑造性 可以说是永恒无尽的 并且 任何人都无法将其夺去 因为本命剑气与修士自身相互融合 乃是真正地做到了 人间合一的地步 哪怕是其破碎成亿万道碎片 修士都可以将碎片收回 在自己的灵台道骨之中 慢慢地修复 这极为神秘的本源剑气 让叶辰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不光是因为 其拥有着近乎不灭的可能 更是因为 这剑气的能力 会随着叶辰自身的境界提升 而不断地提升 比如 现在叶辰乃是至尊境 那么他炼制出来的本命剑气 便是至尊级别的武器 若是他突破到大地级别 这本命剑气 便能够突破到大地兵器的级别 他这独特的成长性 乃至于可以是有朝一日 叶辰成就真仙之境的同时 也会成就为仙气级别的先兵 这就十分的诱人了 毕竟 即便是叶辰此前得到了叶天帝的配件 虽然是那大地兵器 但是其与叶辰之间的契合程度 并不算高 虽然是能够换动其中的帝威 但是与叶天帝比起来 差了不是一点半点的契合度 在战斗的过程之中 也是无法完全地发挥出叶辰的剑道造诣的 但这本命剑气 却是完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一点是让叶辰真正动心的287原因 因为 若是一剑与自己完美的契合的兵器 哪怕只是至尊兵器 或许 远比自己动用 昔年那叶天帝的配件 都要强大不少 故此 叶辰也是毫不犹豫地 开始了炼制这本命剑气 比起寻常的兵器 剑道所需要的兵器 远比一般的兵器更为要契合 原本 叶辰也是想要自己炼制一兵 属于自己的兵器的 只不过 因为这黑暗动乱 发生的太过于突然 叶辰也是来不及去炼制兵器了 好在 在这开天剑宗的门派之内 叶辰倒是找到了一种 更为契合自己的炼制兵器的办法 想到这里 叶辰倒也是立刻坐了下来 开始截取属于自己的剑骨 经过了一番思索之后 叶辰也是决定 截取自己的一截腿骨 他如今已经是至尊镜的修士 即便是截取了一截剑骨 也可以慢慢的生长出来 只不过 这个过程极为缓慢便是了 但是 在这掀起环绕的剑宗之地 他倒是有自信 可以在一个月的时间之内 恢复自身的骨骼 随后 叶辰也是根据那典籍之上的描述 取下了自己的血肉为剑鞘 所谓剑鞘 便是藏剑之气 其不光是能够藏匿剑之锋芒 更为重要的 还是其能够养剑之气 这样的言论 此前叶辰也是闻所未闻 他也从不知晓 剑鞘 也是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这本命剑鞘 取之血肉为剑鞘 目的便是为了让修士的气血 滋养剑气 而修士之气血 无不是关乎剑之力道 剑之性质 所以 以这些血肉为剑鞘 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步骤 叶辰一一地 照着典籍之上的记载 制作出剑形 剑长一尺三寸 连同叶辰的小腿骨 都截取了一截出来 以一种特殊的结构 连接在一起之后 再以自身的血肉施加净制 让整个剑身浑然一体 其后 剑鞘的制作 更是施加了蜀之 不禁叶辰闻所未闻的净制在其中 这些净制 或是聚集灵气 或是壮大剑的锋芒 甚至于有一些类似于 加快舞动 长剑速度的净制 都蕴含其中 这样的一番加持之下 叶辰也是有所预感 这柄剑一旦制作出来 只怕是难以形容的锋利 其后 叶辰再次削自己的一丝魂魄 为剑中之灵 削下自己的一念真灵 为剑之本源 这一步 需要两件事情一同做出 在削下自己魂魄于真灵的时候 叶辰也是感受到了一种 难以言喻的剧烈疼痛 自自己的魂灵之中传递而出 但不过 这一切 都是非常值得的付出 叶辰做完了这一切之后 整个长剑 这才是浑然一体 叶辰将那白骨所致的长剑 握在手中 只察觉到了一种隐隐之间 自身与长剑的联系 简直就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现在 就到最后的一步了 叶辰摸了摸头顶的冷汗 终于是开始了最后的一步 将本命剑气 融入自己的灵台道果之中 只见到他口中念动真言 换动长剑 转眼之间 他那毕生所修的无上剑意 更是不断地融入长剑之中 渐渐地 那白骨所致的长剑 越发地呈现出一种极为恐怖的灵染 原本 以白骨所致 便已经带着一种无名的凶杀 此刻 再加上叶辰不断地施加禁止 长剑之上的气息 更是越发地提升 最终 竟然是彻底地化作了一柄至尊兵器 温温 但听闻一身剑影响彻天地 旋即 长剑终于是融入了叶辰的灵台道果之中 刹那 叶辰的整个人的气质 乃至于是他浑身的法力 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此刻的叶辰 整个人就犹如是一柄出鞘的利刃一般 锋芒直插云霄 那目光之中的凌燃 更是仿若随时都会喷涌出道道剑意一般的凌练 如此炫耀的仙属 也只有那些仙人宗门 能够做到了 此刻 叶辰不免是感叹一声 旋即便是开始打坐 恢复自身的肉体 削去一部分的腿骨 以及血肉 带给叶辰的损失 也是巨大的 不过 以他如今的修为 这也只需要数月时间的修养罢了 而另外一面 在那温道界内 却是见到了铺天盖地的兽足 不断地涌现 兽足真正的可怕之处 终于出城陷在了楚凡的面前 罢了罢了 今日老夫便舍了这肉身 以我磨到的天魔施暴大法 红开一条道路 裘千川看着那不断涌现的兽足 心中也是涌现出了思思的担忧 此刻出现的 不过只是一些杂鱼罢了 但就算是杂鱼 数量达到了某个程度 也是相当的麻烦 一旦是让兽足的兽王们聚集到此 他们三人 只怕就没有逃回去的机会了 所以 为了不拖延时间 裘千川却也是开口抱贺一声 准备是直接引爆自己的肉身 只留下一道元神逃顿而出 这是魔道的一门极为霸道的法术 可以让修士直接引爆自身的肉体 但是元神与真灵却是丝毫没有损伤 能够在自爆之前离开肉体 寻常而言 若是自爆的话 元神与真灵是无法离开肉体的 可偏偏这天魔施暴大法 却是分割了自身的一部分元神与真灵 让那一部分的元神控制肉体自爆 而剩下的元神与真灵便可以寻找机会慢慢的恢复肉身 但毫无疑问 这是杀敌一千 自损八百的招数 一旦使用 裘千川若是没有五百年的苦修 是绝对无法恢复肉身的 此后 还需要五百年的苦修 才能够恢复巅峰的修为境界 按使用 它就等于是要在千年岁月之中 无法再重现人间了 此刻 楚凡将这一切看在眼中 却是皱起了眉头 直言道 二位道友 不必如此牺牲 你们且先前行 我在后面断路即可 听闻此言 二人正是要说什么 却是见到了楚凡手持血色长剑 浑身的气息 竟然是陡然之间暴涨了不少 下一秒钟 自他体内几乎所有的立之法则 都在此刻被其调动 开天气愿 此刻 楚凡竟然是爆喝一声 旋即 自其身后 竟然是浮现出了一道恐怖无比的虚影 只见到了那茫茫的天地之间 一个巨大无比的虚影 自远方缓缓地踏出 所有的人光是看到了虚影的刹那 无不是纷纷愣在了原地 心中 更是涌现出了无与伦比的震撼 尤其是那裘千川 此刻更是杂巴着有些干涸的嘴唇 惊讶无比地喊道 盘古大神 是的 这一道虚影 正是盘古大神的虚影 而楚凡所用的 也正是新年的盘古大神 所使用的开天四世 零 便是这四世 以利开天 造就了这无边世界 此时此刻 二人的面容之上 更是犹如见鬼一般的 露出了无与伦比的震撼 他们原本自己是捡到宝了 遇到了人族圣体 这是振兴人族的希望 但是 现在他们忽然发现 自己这哪里是 捡到宝了呀 这简直就是祖坟上冒清烟了 先祖保佑 人族来了的大救星了呀 裘千川此刻面色极为不自然的 用手肘捅了捅一旁的黄眉老道 一脸古怪的说道 黄眉老道 你说这位道友 到底是什么来历 黄眉老道听了这话 却是吹着胡须 没好气的骂道 你个老不死的 你可是比老夫还多活了一千年 你都不知道 老夫怎么知道 听到这话 裘千川也至好是尴尬的笑了笑 只不过 二人的心中 无不是涌现出一阵狂喜 人族 有救了 那冰雪覆盖了亿万年的北疆大地 人族已经在上面蜷缩了不知道多少岁月 即便人族会诞生出大地级别的存在 能够力挽狂澜 将那兽族杀退 并且长驱直入 占据中州 但是 很快那些兽族的老家伙们 就会拼了老命的和人族的大地同归于尽 有的时候 人族大地诞生而出 甚至于不愿意踏足中州大地 因为 一旦踏足 就等于是要和兽族同归于尽 但是兽族的繁衍能力 那简直就是恐怖无比 他们即便是损失了大量的巅峰强者 但只需要百年千年的岁月 其规模 又会一度的大过人族了 所以 往往人族出现大地 也只会坐镇在北疆 最多是给人族取回一部分的灵脉 或者是天才地宝 让人族得以发展 待得万年岁月 人族大地寿元结束 他们就会自己作画于冰雪长城之上 以身躯 不断地加强这冰雪长城 最终是让人族在没有大地的时候 得以苟活在北疆 说实话 这样的日子 求千川这些老家伙 可是一天都不愿意过下去了 人族孱弱 但这不代表 人族就应该被外族宰割 天地广阔 生灵都是自由的 凭什么 人族就要被兽族不断地屠戮 不断地囚禁在这北疆大地之上 若不是亿万年前 人族大地化作冰雪长城 保护人族不受到兽族的侵犯 只怕 人族早就从这个世界上被抹去了 但是 此刻二人看着楚凡 只是有一种预感 或许 人族真的会诞生出一尊寺 寺前所未有的强大帝尊 远比过去的任何一尊大帝 都要强上千倍万倍的存在 现在就出现在了他们的眼前 这一点 是二人心中最重视的事情 展 也正是这个时候 楚凡的一句话 却是打断了二人的思绪 只见到那楚凡身后的巨大虚影 手持俱斧 与楚凡手中的长剑 一同斩出 陡然间 整个天地 竟然都是彻底的蒙上了一片漆黑 所有的人 都在这黑夜之中 看到了一道无比恐怖的气人出现 煞世间 犹如是开天辟地一般 那无比恐怖的气人 瞬间是斩断了这片漆黑的世界 轰隆 下一秒钟 却是见到了自处凡脚下的数千万里距离之内 那无比恐怖的气人 竟然是直接将这数千万里的大地 生生地斩出了一个巨大的裂缝 天摇地动 那恐怖无比的气人席卷八方 更是将无数的兽族 在这一瞬之间彻底的斩杀殆尽 那远处观望的两个兽王 此刻更是目瞪口呆 心中充满了难以置信 若是这一剑 展落于他们的身上 只怕 他们便会立刻魂飞魄散 如此恐怖的力量 如此恐怖的招式 还有那神秘莫测的盘古虚影 都说明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 储凡的实力 已经是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 第144章 为了一个储凡 竟动用斩杀大地的杀伐大树 开天四世的威能 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抵挡 仅仅只是刹那间 便有数之不尽的兽族被其直接斩杀 这让人族的二人 无不是心中惶喜不已 兽族这边 也是让人前去统治族内的诸多族老 只不过 毕竟那兽王当康是有私心的 他深知若是这开天弃人再来一次 即便是他也无法抵挡 过此 他此刻却是按兵不动 根本就没有丝毫阻拦处凡等人的意思 只能看族内的人 什么收到了 哼 若是能够得到此人的血脉 即便是让本王掌控兽族 也是十分有可能的事情 兽族之内 固然是看似团结一致 但是实际上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兽族根本就没有表面看起来的那般团结 整个兽族 基本上就是四分五裂 各自为正的状态 根本就没有人会去想过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兽族族群 别说是大一统了 甚至于在当康看来 当下兽族能够勉强地维持各族的统一 而不至于是产生太大的混乱 就已经是万幸之事了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兽族之内 各族之内相互之间更是彼此之间名震暗斗 对于统一族群的事情 根本就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明确的目的 这也是因为在族群之内 基本上没有任何强大到足以颠覆任何一个族群的强者出现 但是 偏偏人族就能够诞生出这样的强者 这就是让诸多兽族如此仇视人族的原因之一 因为大地的存在 那可以说是能够轻而易举的颠覆整个兽族势力的强大力量 每一次出现都会导致兽族的元气大伤 虽然 兽族凭借着占据各地多年 拥有着极为深厚的底蕴 能够力挽狂澜 但是这也加剧了兽族内部的内乱 这么多年以来 兽族与人族之间就好像是一场拉锯战一般 人族无法踏出北疆大地 兽族无法完成一统 但凡是那些老家伙能够存活的够二十九 久而久之就会有一个族群 因为族内的强者够多 而统一起他的各大族群 但是 因为人族大地的原因 兽族的这些巅峰强者 等于就像是一个又一个的消耗品一般的 被不断的消耗 所以 当康如今也是看出了 兽族这亿万年来最大的问题 还有如何打破这一平衡的所在 这一切都因为储凡的突然到来 而发生了一变 人族得到了储凡这样的一个强者 就拥有足够的机会 彻底的冲破兽族这亿万年来的束缚 而当康若是能够吞噬储凡的圣体血脉 他更是无比的坚信 自己能够成为整个兽族之中 唯一的一个成就大地 或者是实力极为接近大地级别的存在 储凡从上界所带来的隐秘 让所有的人都为之疯狂 当下 仅仅只是因为储凡的一招开天气刃 转眼之间 便有无数的兽族被其斩杀 玄机 他们三人也成功的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得意突破兽族的包围圈 并且以现在的情况看来 兽族的人 即便是想要再聚集力量 阻拦三人 只怕也没有那么容易了 没有过去多久 三人便是来到了北疆的边界 在此处之外百里之地 便是那冰雪长城 楚凡仅仅只是看上那冰雪长城一眼 便感受到了这冰雪长城之上 竟然是蕴含着无比恐怖的大地威严 这 这是什么东西 为何会有如此恐怖的大地威严 这即便是地气也未必能够有如此恐怖的地威吧 楚凡此刻先是一乐 玄机便是惊讶地说道 听闻此言 黄梅老道 却也是直言道 道友有所不知 这冰雪长城 乃是我人族历代大地作画之后所画 这亿万年来 已经有不下百尊大地作画其上 已经是彻底地形成了一道不可突破的壁垒 数百尊大地 这个数量 光是让人听闻便感觉到了莫名的骇然 可若是有大地诞生 人族又为何蜷缩于此 这里 天地灵气狂暴无比 根本就不适合人族的居住 楚凡此刻 也是一眼看出了这里的问题所在 此后 黄梅老道也是叹息着 将关于此地的一切事情都一一说了出来 玄机 楚凡这才明白了过来 此刻的他 更是怀着一腔的悲愤 看着那浩瀚的冰雪长城 咬牙道 哼 总有一日 吴贝人族 定然会将这些该死的兽族 屠戮殆尽 以暴这亿万年来的血海深仇 楚凡的态度 让二人很是不解 楚凡的来历十分的神秘 并且 他更是从那问道山之上的上界而来 难道说 上界 人族也是如此的孱弱 以至于是受到了其他族群的迫害吗 想到这里 二人纷纷是露出了一抹苦笑 心中 也是涌现出了丝丝的酸涩 人族孱弱 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 以至于是在那上界 人族都这么的惨烈 唉 想不到道友在那上界 人族却也是遭遇了如此的灾祸 看来 道友西年 也是深受异族之害啊 听到这话 楚凡微微点头 不过 很快他又解释道 我并非是此界之人 其实 我来自于一个名为天旋世界的位面 登上了飞仙岛屿 这才来到了此地 至于我所在的天旋世界 有诸如太古族群 妖族 诸多的异族之人 侵害无被人族 好在 在下有一位了不得的师尊 他乃是那只高神明转世 曾于天帝未开之时 教导那盘古大神开天辟地 于那天帝初开的时候 指点女娲捏土造人 西年 他曾经踏足万界 环游诸天 在偶然之间 种下的一棵柳树 此后竟然化作一尊无上神奇 杀入那界海之内 屠戮无边神魔 更是在那神话时代 以一己之力 平定了黑暗动乱 他曾经处立星河之巅 遥望苍生 举世无敌 此后 与我玄天世界之内 平定各方大能 更是死而复生 以一己之力 光复人族 其实 江明复活之时 楚凡也叶尘 都在那非仙岛屿之上 看到了天玄世界 所发生的一切 所以 江明复活之后的一切事情 他们都看在了眼中 这也是楚凡不着急离开的原因 他现在只是觉得 自己的实力实在太弱了 必须要提升实力 才能够帮到自己的师尊 但不过 他的这番话 在二人听来 却是有些太过于离谱了 不过 此刻见到楚凡的实力之强 二人却也不好质疑 只是尴尬的一笑 不置可否 楚凡见到二人 那并不相信的眼神 心中 却也没有丝毫的波澜 曾经在太玄圣地 天玄世界之中 不知道多少人 对自己的师尊质疑 就连自己 也曾经怀疑过师尊的话 所以 楚凡明白 很多时候 并不需要做过多的解释 他抬头看天 心中想到的 却是此时此刻 或许江明正是在关注着他 哈哈 真的是一笑大方 如等人族之中 若是有如此强者 又何不将五等兽族全数诛杀 反而是在这北疆之内 受尽寒冰之苦 也正是此刻 在三人的眼前 忽然之间 出现了一人 三人定睛看去 却是那此前见到的 当康兽王 此刻 当康的身后 跟着三尊兽族的兽王 这是已经赶到阻拦的兽族之人 接下里 还有数之不尽的兽族强者 即将到来 他们必须要在其他的兽族强者赶来之前 拦住楚凡 为了能够吞噬楚凡的圣体血脉 当康此刻也顾不得太多了 他明白自己 若是现在不出手 只怕今后 就没有出手的机会了 那冰雪长城 能够保护人族亿万年岁月 凭借的乃是数百尊人族大帝 作画其上的无上帝威 即便是所有的兽族群起而攻之 却也无法将其撼动 楚凡此刻抬手挥剑 冷冷地看向那当康 只是默然道 如等蝼蚁 不配让师尊出手 话音一落 在当康生后的那三尊兽王 却是恼羞成怒 小小人族 也敢口出狂言 如等被吾被兽族 驱赶到这北疆亿万年之久 难道还不清楚 谁才是这天地之间的主宰吗 哼 难道是靠你口中的 那个所谓的师尊吗 什么志高审明转世 以本王看 不过是个满嘴胡言的老骗子罢了 这样的话 只是一瞬之间 便彻底的激怒了楚凡 他丝毫没有半点的犹豫 面色刷得一下变冷 转而是抬手一挥 那全力之下挥出的一剑 更是直接将那兽王的手臂 生生地砍下 啊 如其敢 其敢 那兽王先是一愣 旋即便是愤怒不已 不光是愤怒 他的心中更多的 却是涌现出了思思的震撼 楚凡的速度 力量 都远远地在他之上 他们兽族 本就是以肉体力量建长 几乎每一个兽族 都拥有着逆天的体质 但是此刻 他们最自傲的肉体力量 竟然是完全不如楚凡 更为诡异的是 此刻楚凡的身躯之内 似乎是在翻涌着一条惊涛骇浪 那无比恐怖的气血 再不断地翻涌 煞时间 更是让三尊刚刚到此的兽王 感觉到了一丝丝的不可思议 这小子 还是人族吗 这气血 只怕是当康寿王都没有他这般浑厚的气血 此人到底是什么来临 一时之间 三人瞬间是满脸的警惕 那被楚凡斩断了右手的兽王 更是满脸的怨毒之色 再敢口出狂言 下一次 便是斩断乳之头颅 楚凡的话 不带丝毫的情感 这无疑是让人感觉到了一种莫名的冰寒 仿若是这万年的玄冰一般的 让人心头一凉 那时候王此刻吃了大亏 但却只是摇了摇牙 满脸的愤怒之色 却是不敢接着开口了 287楚凡 能够以掩耳不及迅雷之势 斩他一剑 那么 楚凡就真的能够一剑斩断他的头颅 虽然 兽族肉体实力 强横无比 此刻他断掉的右臂 也是立刻再生了出来 但是 在他看来 这简直就是奇耻大乳 三位还在等什么 还不将这小子拿下 如此恐怖的气血 此人定然是人族之内绝代的天骄 假以时日 只怕是心腹大患 那断臂的兽王 所说的话 也完全地点醒了另外的两人 而当康兽王 早就见识过楚凡的实力 虽然依旧是一脸的惊讶 但是心中 却也是平淡了许多 他固然是残暴贪婪 但是他不是愚钝之辈 再加上他的实力 是四人之中最强之人 当然 其他的三人 也是以他马首是瞻 不振 发动四象求天旨 一听此言 其他的三人不免一惊 这可是西年的兽族 为了对抗人族大帝 而研究出来的阵法呀 此刻 竟然要为了对付一个人族 发动这无比恐怖的杀伐大树 虽然 三人的心中无比的震撼 但是 看着楚凡那无比恐怖的气血 三人也是咬了咬牙 旋即便是咬破了各自的舌尖 一口精血 煞时间喷涌而出 见状 当康也是喷出了一口精血 旋即将四人的精血融为一体 于虚空之上 画下一个奇异的符文 转眼 在三人的头顶 便是立刻出现了一个奇异的阵图 只见到那虚空之上 浮现出四尊强大无比的四方巨兽 这四尊巨兽 无不是透露出无比恐怖的地位 在四尊准地级别强者的联手之下 这四象求天旨的威能 更是无比的逆天 只见到那当康的眼中掠过了一抹杀意 旋即便是驱动着阵法 抬手一指狠狠地压了下来 与此同时 在那天空之上的虚影之中 竟然也是浮现出一根巨大无比的手指 那手指出现的刹那 立刻便有四面八方的无数空间 被其碾压作无边的空间碎片 阵阵无比恐怖的气息 不断地骑上涌现而出 球前穿此刻眼中露出了一抹骇然之色 立刻便是发现了这四周的空间 被这大阵瞬间凝固 即便是他们 也只能够硬抗着求天旨的威能 根本无法做到躲避 显然 他们也没有想到 兽族的人竟然会动用这等的杀伐大数 兽族之人 为了对付人族的大地 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 任何一尊人族大地的诞生 都会遭受到无数次兽族之人的谋算 即便是强如大地的存在 毅然是遭受不住如此之多的兽族之人 不惜性命地追杀 除了用人数去填补实力上的差距之外 兽族动用的最多的 便是这不知道从何处得来的诸多杀伐大数 因为人族只占据了北疆 其他的区域 随时听闻出现过一个又一个神秘的境地 秘境 其中出现不过不少的传承 质保 然而这些大部分 便是与人族关系不大 虽然问道界内 还有其他的族群 比如那些自古老时候 便留存下来的神秘族群 但是这些族群 要么是偏安易于 从不与兽族争锋 要么就是与兽族有着血亲之间的关联 故此 这问道界内的诸多隐秘 人族却是少有得知 此刻那四象求天旨 显然就是出自于境地之中的杀伐大数 光是动用的一瞬之间 楚凡便是察觉到了 这恐怖的杀伐大数 甚至于是堪比大地级别的强者的权力一击了 虽然兽族的人 因为天生缺少天魂 而无法成就大地 但是他们也是能够达到准地 甚至于达到半步大地级别的实力的 可一旦是动用这些强大的杀伐大数 聚集多人的力量 甚至于准地级别的兽王 就能够使用出大地级别的恐怖力量 此刻楚凡也是认识到了 什么叫做蚂蚁咬死大象了 虽然大地级别的权力一击 并不能够对大地造成太大的伤害 但这要是识人 百人 所使用而出的千百次攻击的话 即便是大地也得含恨 小子 今日你必死无疑 无等岂会放你离开 随着那恐怖无比的意志落下 四周的空间也是不断的坍塌 那无比恐怖的意志 乃至于是天地色变 整个天地之间 涌现出了无比恐怖的阴暮暮场景 让楚凡等人也是立刻施展神通 逃离这一指的攻击范围 此刻 楚凡也是不得不再一次的动用开天四世 使用开天四世 对于楚凡而言是一种巨大的消耗 但是 好在这一次 他有先识弥补自身的法力匮乏 故此是接连使用两次 也不曾脱离 此刻 楚凡再度是大喝一声 开天气韧 旋即 自那虚空之上 盘古大神的虚影再度浮现 那 那是盘古大神 我的老天 这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难道无被人族先祖显灵了不成 此时此刻 长城以北的诸多人族 再见到了这一幕之后 更是纷纷瞪大了双眼 有些难以置信的看向长城之外 原本是聚守长城的他们 此刻也终于是察觉到了这里的黄眉老道 与裘千川 一时之间 众多的人族强者 也是纷纷站了出来 我们速速去持缘二位前辈 断然不能叫这兽族之人嚣张 哼 今日老夫便要大开杀箭 叫这些兽族之人来一个死一个 来一双死一双 此时此刻 正魔两道的强者 纷纷是涌现而出 化作了一片滔天的黑云 朝着此地而来 而与此同时 楚凡的那一道开天弃人落下之后 更是出现了极为不可思议的一幕 那原本是犹如大地全力一击的求天旨 在处凡的这一道开天弃人之下 竟是轻而易举的被其所破开 那恐怖的威能 来之于是席卷至诸天之上 将那法阵都给彻底的破坏 四大兽王在同一时间受到了道法反噬 纷纷是口吐鲜血 面如精指 这小子 竟然有这么恐怖的手段 刚才那个是什么 难道那是盘古大神 这 这竟然是四大至尊法则之一的立之法则 这小子 到底是什么人 四个兽王此刻 是满脸的惊恐 那当康吉便是见识过楚凡的手段 但此刻亲自承受这恐怖的异击之后 却也是满脸的骇然 这可是四尊准地级别的强者 以自身精血构建而成的法阵 并且 这法阵的来源 据说是流传自仙界的无上仙术 不光是能够达到大地级别的力量 更是能够在使用一瞬之间 瞬间冻结周遭千里范围的空间 让对方无处可逃 这本是无比强大的一招 甚至于动用了四尊准地级别的兽王 可依旧是被楚凡一箭破之 这样的威能 早已经是让四人吓得魂飞魄散 逃 此刻 当康看着那浩浩荡荡杀来的人族大军 口中也是十分不情愿地说出了这句话 他们兽族 基本上从无逃亡 要么战 要么死 但是 当康也知晓 白白死在这里 实在是太过于憋屈 此刻 立刻捏碎了一个小小的符传 转眼之间 四人便立刻消失在了原地 传颂符传 楚凡眉头一挑 更是察觉到了 这问道界内 似乎是拥有不小的底蕴 传颂符传 就算是自己 也只是在那逍遥天宫之中 见到过一次罢了 但是 根据楚凡的猜测 逍遥天宫 很有可能是诞生出真仙的超然大势力 不然的话 像传颂符传 这样的无上至宝 基本上是难得一寻的 因为 修士固然能够动用自身修炼出来的法则之力 但是 将这法则之力 铭刻在小小的一个符传上面 这就难度太大了 并且 对方对于空间法则 还需要有一定的造诣 不然的话 也是无法做到的 制作符传的办法 自从天玄世界的太古时代以来 便早已经消失在了人间 即便是灵气爆发的时代之后 出现了数之不尽的神话时代的典籍 却也是没有发现过 符传的制作办法 即便是当初 处凡在那逍遥天宫的藏宝阁内 也没有找到 显然 符传的制作 至少也是门内的大树 这种神秘的手段 仅仅只需要捏碎一个小小的符传 就能够瞬间施展出一个强大无比的修士 需要动用自身本源 乃至于是耗费大部分的法力 才能够使用的法术 而拥有符传的人 则是只需要轻轻的捏碎符传罢了 甚至于 就连法力都不需要动用 这要是有足够的符传在手 只怕是一个毫无修为的凡人 都有击杀强者的可能性了 所以 符传的强大程度 是历来修士们有目共睹的 任何一个符传 都是用来保命的最后手段 在这诸多人族强者的包围 与楚凡等人的围攻之下 当康这才不得不动用了一枚符传 是也 众多的人族强者 纷纷赶到 郑摩两派的修士 也是将楚凡等人 迎回了冰雪长城 兽族的人 纵然是心有不甘 但也只能是眼睁睁地 看着他们离去罢了 此后 问道殿内 楚凡也是与众多的人族 一一地讲述了 关于玄天世界的事情 尤其是在听闻了江明的事情之后 众多的人族大能 也都是纷纷摇头不语 的确 江明的来历 还有他曾经说过的那些话 在问道界的人看来 根本就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毕竟问道界的整体实力 实际上是比天玄世界 要强上不少的 在场的众多人族之中 也是有不少的准地级别的强者 甚至于 楚凡能够感受得到 几位有缺大地的气息 只是这几位有缺大地 只是注视着此地 并没有出面罢了 在这问道界内的人族实力 远比天玄世界 强上太多了 实际上 天玄世界若是没有四圣兽 封印灵器的话 人族也未必不会诞生出如 若问道界内这般强大人族抵御 在那太古时代的人族 便是有诸多的大地诞生 只可惜的是 问道界内的人族固然是强大 可依旧不是兽族之人的对手 甚至于 需要数百位大地 作画于冰雪长城之上 以那冰雪长城 护卫人族亿万年之久 这片世界的兽族 可比天玄世界的太古族群 还有诸多的妖族 要强上太多了 兽族之人 虽然是天生缺少天魂 而无法突破到大地境界 但是 他们天生便拥有着 远比人族更为强大的力量 修炼的速度 也与人族无异 最为变态的是 兽族的繁衍能力 远在人族之上 对于兽族而言 亿万族人的死亡 也不过是九牛一毛 但也正是因为如此 兽族四处扩张 为了寻觅足够的领地 他们更是不惜发动一次次的战争 在问道界的上古时代 无数的人族 与诸多的异族 都在兽族的手下 经历了一次次的血战 最终 人族退居北疆 其他的诸多族群 大多都隐秘不出 兽族占据了天下十之六七的地盘 终于是安定了下来 但即便如此 兽族也因为人族能够诞生出大病 而不断地攻击人族 试图将人族彻底地抹杀 这种近乎是惨无人道的毁灭 是远比太古族群的人 更为可恶的行径 因为太古族群的人 至少也会留下一部分的人族 让人族继续地繁衍 但是兽族的目的 则是彻底的王族灭种 他们想要让整个问道界内 再无任何一个 除了兽族之外的人 这种天生的残暴 是兽族骨子里的罪恶 即便是人族之中 最为邪恶的魔修 却也不曾有过这样的想法 毕竟 所谓魔修 只不过是讲究的 修行随性所欲 不择手段 为了提升实力 不择手段 和为了天生的残暴 而不择手段 就完全是两回事了 换句话说 兽族之人 乃是天生恶种 这也似乎是因为 他们天生没有天魂的原因 凡是生灵 皆有三魂七魄 人魂 人魂 地魂 人死之后 地魂归于天地 归还这一生所汲取的生机 天魂归于天道 契合冥冥之中的天地自然 轮回大道 而人魂投入地府轮回 求知往生 一个族群没有天魂 就注定了他们 天生不敬天地 因为无法感受天地大道之宏伟 心中无法生出 对于任何一种天地自然的敬畏 他们往往是无所畏惧 即便是对于死亡 也极为麻木 所行之事 也大多是残暴不仁 但这也导致了 他们注定有着上限 因为无法感知天地大道 人法自然 他们无论如何修炼 都注定无法成就大帝之尊的 所谓大帝 便是万灵主宰 不光是要得到万灵的臣服 同时 也是得到了天地的认可 此后 楚凡在与众多的人族交流的过程之中 也是知晓了 兽族在突破圣人境之时 竟然也与他一般 有着天道所不容 而降下的雷法 这一点 更是契合了楚凡心中所想 而前兆 因为没有天魂 不敬天地 注定得不到天道的认可 他们自然是要受到天道的雷法 只不过 兽族往往肉体强大 雷法对于他们而言 也并不算是什么太过于严重的事情 甚至于有不少的族群 会借用着雷法之力 洗涤肉身 这也是让兽族越发的嚣张 越发的向着逆天之路走去 不过 他们的路是断了的 注定无法走上巅峰 同样是逆天形的楚凡 则是大大的不同 固然楚凡的立之法则 为天道所不容 但这不是因为他不敬天地 而是因为立之法则 被天道所忌惮 被天道所畏惧 这是真正的无上至尊大道 最终 也只会得到大道的认可 在天道的眼中 楚凡就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固然 天道只是这天地孕育而出的一种秩序 但是这秩序 也是会畏惧着 任何一种能够颠覆这天地的恐怖力量的 如若楚凡这样的人族圣体 历代都是逆天而行的强大修士 他们都被天道所畏惧 而兽族 则是被天道所崛弃 所厌恶的种族 整个兽族的残暴 已经是彻底地 将整个问道界狠狠地蹂躏 成了一片蟒荒之地 万族藏匿不出 人族在亿万年间 也死伤无数 这样的一个族群 到底是怎么样的诞生而出的 也的确是让楚凡无法理解 只不过 人群之忠义 却也不少的人 对于江明的来历极为好奇 更是一一地向楚凡询问 这位神秘的存在 楚凡道友 以你所言 你的师尊是如此强大的存在 既然如此 彼之真仙 你的师尊又如何呢 对于这个问题 不少的人都是十分的好奇 毕竟 他们所见到过最强大的存在 便只有大地 而他们想象之中最强大的存在 也只有真仙罢了 楚凡听闻此言 却是孝道 师尊的实力 早就不是所谓的真仙境了 若是以当下对于先人境界的划分 师尊的实力 应该是在最高的先尊级别 先人之中 有真仙 先王 先帝 先尊等境界 大道无牙 或许师尊 乃是超越了先尊级别的无上强者 也未尝不可能 楚凡的话 让众人是将信将疑 尤其是关于楚凡 师尊江明的事情 也更是让众人心中 生出了思思的质疑 的确 若是说 楚凡自称为先人弟子的话 或许众人不光不会怀疑 甚至于觉得 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毕竟楚凡的修为与实力 都不是一般人能够比拟的 并且 人族之中 也只有一些深不可测的老家伙 才能够看出来 楚凡所使用的法则之力 乃是至尊法则之一的立之法则 乃是那传闻之中 开天辟地的盘古大神 所使用的法则之力 并且 人族之中 也仅有传闻之中的 十大圣体之中的不朽圣体 能够拥有这样强大的力量 故此 众人之中 那些老一辈的强者 虽然是心存怀疑 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开口质疑 反而倒是近千年以来的 年轻俊杰之中 却是有不少的人 对此提出了质疑 敢问这位道友 你所言之是 可有证据 此刻 人群之中 却是有一个不过少年模样的俊杰 站了出来 此人乃是魔教近千年以来 最具有天赋的弟子之一 名为王月 魔教血破宗下一代指定的少主大人 不过年纪轻轻 千年修为 便已经是至尊净初期的修为 乃是这问道界内少有的年轻俊杰 此刻他的话语 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 也是有不少的人 开始质疑楚凡的话 不错 楚凡道友 若是以你所言 你们天玄世界 又何苦遭遇黑暗动乱的危机 若是你师尊当真如此的厉害 你又何必 被那妖族之人追杀 这位道友 倒也不是我们287 对你有什么成见 只是你所言 实在是太过于匪夷所思 不错 道友 即便你是 从那上界而来 但是若你师尊乃是至高神明转世 你们天玄世界 又何苦遭遇如此灾祸呢 那王月听闻这么多人赞同他的话 此刻也是越发的得意 眼看着楚凡 目光之中掠过了几次敌意 此刻的王月 甚至于认为 楚凡极有可能是兽族派来的奸细 当然 此刻他并没有直言 只是目光之中带着敌意 冷冷地看向楚凡 而正是此刻 人群之中 一位看起来浑身充满了圣洁气息的绝色女子 却是缓步地站了出来 开口说道 王月 这便是你写破宗的待客之道吗 难道 你不曾听闻这位道友所言 那位大人曾经因为重伤 而陨落了一次 此后 若不是因为他来历非凡 又如何会死而复生吗 说话的人倒也不是别人 正是黄梅老道的清传弟子 这一代的产教圣女 苏怡林 黄梅老道本名苏怀锋 乃是这一代产教大长老 至于宗主 则是另有其人 这苏怡林 乃是他的孙女 是整个人族之内当代少有的绝代天骄之一 不光是仅仅修炼一千五百年 便已经是至尊敬后期 更为重要的是这位圣女 曾经得到过产教先祖的真传 他不光是修为惊人 天赋超然 并且身怀俱保 又是这产教先祖赐予传承之人 况且 他的样貌气质 毅然是沉于落雁 碧月修花 问到界内的诸多人族势力 不知道多少的年轻俊杰 败倒在他的十六群下 多少的超级大宗更是向产教提亲问道 然而 却都被其一拒绝了 他本就是站在了众多年轻一代弟子的巅峰之人 心中自然是无比的傲然 寻常的天骄 根本无法吸引得到他分毫的注意 唯有今日 他在见到楚凡的那一世开天四世之后 心中更是莫名地涌出了无比的好奇 纵然此刻楚凡说的话 多有怪异之处 甚至于可以说 是相当的离谱 但是 他自小便得到了产教的先祖的真传 对于一些神话时代的隐秘 更是知晓颇深 他暗自回想起来了 当初那份传承记忆之中 所记载的关于神话时代的种种 竟然是隐隐地与楚凡所描述的有所契合之处 故此 此刻他虽然也是心中怀疑 但还是选择了站在楚凡这一边 显然 他无比的想要知道 关于江明的一切事情 只有这样 他才能够解开关于他们禅教的那些神秘过往 纵然是此刻有不少的人提出了质疑 但是 他还是选择了帮楚凡说话 再加上 他眼中的那一抹炙热 更是让众人看在了眼里 一时之间 王月心中不免是产生了极大的不满 当初他们血破宗 甚至于不惜是献出宗门之内的三件至尊兵器 只是为了迎娶苏伊林 但是现在 苏伊林竟然是帮着一个外来的人说话 且那目光之中 似乎是有着轻悟之意 这更是让那王月的心中怒火中烧 生出了无边的嫉妒 王月作为苏伊林的众多追求者之一 更是具有巨大的竞争力 甚至于 在王月心中 他早就将这苏伊林当作自己的所有物 又怎么愿意看到 苏伊林对别人露出如此倾慕与好奇的表情 更是让他的心中 仿若是有一团无名之火 在不断地燃烧着 此刻的王月正是双手紧握 目光之中 对着楚凡涌现出了一丝丝的杀意 楚凡见状 心中也是十分的疑惑 不过 他也只是皱着眉头 看向王月道 道有幸与不幸 这都无妨 昔年我师尊曾经受过天下人的质疑 但是当他死而复生 三千大道天魔欲外 为其拉官而治的时候 天下皆经 师尊之伟案 无须他人认可 无须他人相信 不管你们信与不信 师尊依旧是一如既往 正所谓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除狗 若是那无上天道 又岂会在乎几只蝼蚁的生死呢 楚凡的话十分的淡然 甚至于 是以那无上道经之中的典籍来解释 所谓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除狗 正是因为 天地不在乎这世间万物的生生死死 同样的他的意思也很明确 江明的存在无比的伟案 别人不管是信与不信 都对江明带不来丝毫的影响 在楚凡看来 江明的地位 远比那天道更为崇高 故而 他才会如此的讲述 但是 这话在那王月听完 却是变成了赤裸裸的挑衅 楚凡 难道你是将五等视若楼以不成 楚凡听罢 却是没有任何的犹豫 直接开口道 是 也不是 你这是什么意思 王月怒了 却不知道楚凡到底什么意思 以我师尊的位置来看 实际上 你们或许连蝼蚁都不如 楚凡说的是实话 如今的江明 在他看来 的确这些人 甚至于连蝼蚁都不 开 如 并且 楚凡的语气 甚至于没有丝毫的轻蔑 他的语气平淡的 犹如是在讲述这个事实 只是这话 王月等人听完 却是叫他们 再也无法按捺住内心的怒火 该死 楚凡 今日你必死无疑 哼 真当你天下无敌了不成 胆敢挑衅无等血奎宗的少主 找死 给我杀了这小子 看看他那狗屁师尊 到底是不是如他所言 血奎宗的众人 此刻无比的愤怒 甚至于有不少的人 直接开口唾骂江明 都在叫嚣着 既然江明实力如此之强 即便是隔着诸多未免 还与诸天 对方也应该能够察觉到 此地的事情才对 所以 他们此刻要斩杀了楚凡 看看江明到底会不会现身 尤其是那王月 此间涌现出了一股 无比恐怖的凶煞之气 他那周身的气血 瞬间是化作了犹如山岳一般 恐怖无比的压迫力 直直地朝着楚凡压来 这是血破宗的血破大法 好恐怖的气血 这就是如今的魔教天骄吗 哎 无辈正道之中 怎么没有这样的天才 血破大法 以修人之气血浑破为主 一旦运转 势必是会有滔天气血涌现 显然 这些人方才没有见到楚凡的人族圣体之威 他们甚至于不知道 比气血 楚凡是他们的老祖宗级别的存在 这些家伙 完蛋了呀 这个时候 球千川看着隐隐之间有了杀意浮现的楚凡 暗自察觉到了一丝丝的不对劲 楚凡自从问道山走出之时 都从未有过如此的怒意 甚至于是面对着那众多的兽族之人围剿之时 楚凡的模样都是如此的镇定自若 似乎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唯独是在这个时候 当他听闻自己的师尊被别人唾骂之时 楚凡的怒意 终于是涌现而出 原本王月也不过是为了在那苏伊林的面前 逞一下威风 然而此刻 楚凡 却是真的动怒了 只见到天穷之上 陡然间响彻环宇一阵恐怖无比的轰鸣 旋即便是有无边的雷霆涌动 穷雨之间 竟然是瞬间浮现出一个巨大无比的虚影 自远方踏来 仿若是天地将要毁灭一般 无边的灾祸即将到来一般 那恐怖的虚影 充斥着无边的毁灭气息 随着楚凡的步伐 一步步的踏来 轰隆 轰隆 轰隆隆 若是说 此前的王月从未见过什么叫做天塌地陷的话 那么此刻 他终于是见识了那真正恐怖的大威呢 大威呀 楚凡的气血 犹如是撕裂了穷雨的一股恐怖气息 煞时间直接冲破了楼宇 直接冲入天穷之上 那无比恐怖的气息 乃至于是将天空之上厚重无比的云层 都给生生撕裂 那场面 简直就好像是天空被人活生生地撕裂了一般的恐怖 不断卷曲的云层 雷霆在气中轰鸣 虽然楚凡没有说出一句话 但是此刻 他那目光之中的杀意 早已经是让血奎宗的诸多修士 瞬间是浑身一震 这 这是什么手段 他的气息 为何还要比那兽族的兽王还要恐怖 楚凡 你 你不要过来 王月正是不断地后退 甚至于是跌倒在地 风也似的不断叫喊 但是楚凡却是毫不在乎 只是抬手一拳 呼 煞世间 那魔教近千年来 最具有天赋的几位弟子之中的其中一个人 便是瞬间化作了漫天的血物 整个过程行云流水 随着王月一死 楚凡的那无比恐怖的气息 这才是缓缓地消散了开来 并且 众人更是后知后觉 过了许久 这才反应过来 楚凡 如其敢 杀我血破宗少主 血破宗的众多弟子 目光之中掠过了丝丝的不可思议 那可是至尊敬的大门啊 尤其是那些血破宗的那些阻老 此刻更是满脸的不可思议 就算是他们 想要斩杀王月的话 也需要一番苦战 然而楚凡 竟然是丝毫没有花里胡哨的一拳 便这样直接轰杀了王月 甚至于 因为他那无比恐怖的威压 王月甚至于是动都没有动的 就直接被其斩杀 这是何等的强大实力 众人纷纷是后退了几步 唯恐是一不小心 招惹了楚凡这个凶神恶杀的杀神 不由的是接连后退 一言不合 动辄杀人 这简直比魔教的人还要像魔教 若是羞辱在下 我可以不与如等计较 但若是开口冒犯我师尊 在下 定叫如神魂俱灭 这个时候 楚凡才带着几分怒意的开口 从前到现在 不管是什么时候 楚凡都是这个态度 这与江明的实力无关 而是楚凡对于江明的敬重 他自小无法凝聚弃海 若不是江明 他也不会有惊人 更不要说 此后江明为他所做的一切 所以 楚凡绝不会容忍任何一个 敢出口辱骂自己师尊之人 那魔教众人 各自平日离本 就是各自为政 对于那雪破宗的惨状 更是讥笑不已 不少的人 甚至于是对楚凡的强横实力 早就已经是忌惮不已了 可偏偏写破宗的人 如此的不开眼 被楚凡动辄斩杀 是预料之中的事情 一时之间 众人也是纷纷看戏一般的看向 那雪破宗的人 雪破宗的人 虽然是心中极恨不已 但是眼看着楚凡的实力如此强横 却也是识趣的离开了这里 若是继续留在这里 只怕是给人看笑话了 没奈何 众人也只好是灰溜溜的离开了此地 不过 带着血破宗的人走之后 那正魔两道之中 最有话语权的二人 却也是立刻下达了遣散的命令 只剩下了楚凡 与那黄梅老道和裘千川三人 临走之前 铲教的圣女素依林 也是邀请楚凡前往铲教一续 显然 他对于这另外一个未免的事情 心中是充满了好奇 只是楚凡对此 并不在意把了 而带着所有人离开之后 那裘千川这才开口笑道 楚凡道友修为惊人 只是不知道 道友如今到底是何等修为 因为先祭的缘故 楚凡的修为 即便是身为准地的裘千川 也都无法看穿 此时 他也是无比的好奇 只能是直接开口询问了 楚凡听罢 也是直言道 在下如今的修为 乃是至尊境巅峰修为 距离突破到准地 还有些许的距离 随着他的话音一落 二老皆是哑然失笑 这还没有成就准地 就已经有如此恐怖的实力了 楚凡的修为 也实在是 随后 黄梅老道 却也是想起似的询问道 若是如此 道友所言的 关于你师尊的事情 想必这位前辈 能够横渡虚空来到我们问道界内 若是如此 不知道可否让这位前辈 协助我们问道界的人呢 黄梅老道 终究是怀有一丝希望的 若是江明能够来到这个世界 那么这问道界内 必然是会有巨大的变化 自然 黄梅老道并不相信 楚凡全部的话 他认为 江明的修为 或许是真先进 所以 楚凡出于对自己师尊的崇拜 才会认为自己的师尊 是如此伟岸的存在 至于对方 是什么至高神明转世之类的话 他倒是并不相信的 其他的原因 而是对于这样的事情 他根本就无法想象 即便是他的修为 已经达到了准地的级别 在这个问道界内 也是数一数二的强大存在 可即便如此 他也依旧是无法想象得到 那真先之上的存在 诚然 修道之人 即便是强如大地这般存在 却也只能存在于 世间万年岁月 而那些真先 却是能够长存于世间 是真正的长生之人 任何一个修士 所追寻的道路 无不是那长生 求千川也是如此 不过当下 比起长生而言 人族已然是忍受了 亿万万年的灾祸 却也是让他无法承受的 楚凡听闻此言之后 却也是直接摇头道 即便师尊能踏足此阶又如何 不能踏足此阶又如何 人族 自古以来 便是靠着自己的力量 以那常人无法想象的 勇气与意义 长存至今 你们问到界内 即便是强如大地 这般存在 却也不是为了人族的延续 而作画为冰雪长城 亿万年间 不断地守卫人族 若是如此 若是想要解决这样的问题 人族就不能依靠我师尊的力量 若是有朝一日 我师尊因为某些原因 无法注视此界 是否人族 又将会陷入灾祸之中 乃至于灭绝呢 楚凡的话说得十分的明白 二人也是在一瞬之间 露出了一抹苦笑 哈哈 看来道友的领悟 却是通透 若不是人族奋力抵抗 顽强至今 人族只怕早就没有了 一个种族的延续 的确不能依靠某一个人 而是应该齐心协力才是 黄梅老道点了点头 她不免是想了起来 新年的产教 曾经遭遇过一场大祸 以至于是整个产教之内 再也没有一尊至尊敬以上的强者 一瞬之间 整个产教之内 更是失去了执掌正道的权力 可偏偏乌漏偏逢连夜雨 此后 又有不少的大宗大族 给予产教的传承与地气 纷纷是出手围剿产教之人 那个时候 是整个产教最黑暗的时候 是黄梅老道的师尊 奋力拼杀 才为产教留下了 最后的年轻一代弟子 假以时日 这些弟子慢慢地成长起来 不光是夺回了西年的山门地盘 更是将那些曾经 对产教出手的宗门 一一地出手 一夜之间 覆灭了八方数十个宗门 明镇北疆 这一切 她更是十分地清楚 任何一个族群 或者是宗门 要想传承下去 就一定要上行下效 一代代地传递 换到人族 也是如此 人族若不是代代为了族群的安危 而奋不顾身的厮杀 与那兽族拼斗 又岂会让人族 存活至今呢 若是忽然之间 一个强大无比的存在 出手挽救了人族 最后只会给人族 带来一个不好的下场 让那些原本是 应该凭借自己双手 取得天下的人族 坐享其成 最终是青黄不接 慢慢地衰败 故此 楚凡的意思 他们也十分地清楚 不过 若是由我楚凡 能够帮到的事情 在下一定会竭尽全力 此刻 楚凡也是毫不犹豫地开口道 作为人族的一份子 不管是天旋世界的人族 还是这问道界的人族 楚凡都不愿意看到 人族被外族侵害 并且 他的作用 更多的是带领 真正要想覆灭兽族 需要的是 亿万万的人族 齐心协力 听闻此言 二人也是面露狂喜之色 如此便多谢楚凡道友了 以楚凡道友的不朽胜体 吾辈人族 定然是会实力大增了 哈哈 楚凡兄弟 有你在 那些兽族的长矛畜生 可都不是你的对手 兽族以气血渐掌 想不到你比那些畜生 还要气血凶猛 此刻 裘千川又恢复了他那老不正经的模样 一脸得意地笑道 与此同时 正是当楚凡将要说话的时候 忽然之间 他却是听闻脑海之中 传来了一阵神念传音 主人 刚才我就想要说了 那几个血破宗的人 似乎身上 带着兽族的气息啊 楚凡一听这话 也是微微一愣 玄机立刻询问道 你是怎么察觉的 担保飞帘的实力 如今也是提升到了大圣经初期 这仅仅只是他吞噬了一天血肉魂魄的结果 若是继续下去 很快他的修为就能够达到至尊境 届时 飞帘就能够成为楚凡手中的一个初期不易的后手 在危机关头 或许还能够起到不小的作用 并且 楚凡也是察觉到了 飞帘似乎是因为本身乃是仙丹的缘故 似乎神念 比之一般的人要强大不少 往往能够察觉到 乌乃仙人所炼制的丹宝 本身魂魄的强度 就与仙人无疑 只是看透几个凡人的气息 这算不得什么 仙人级别的魂魄 这听起来的确是让楚凡觉得匪夷所思 但不过 这也是一件大好事 若是他有这一般强横的魂魄 对于实力的提升 也不是一点半点的 此刻能够察觉到对方的气息不对劲 也的确是预料之中了 故此 楚凡也是改变了自己原本想要说的话 直接询问二楼 不知道二楼可知道 那血魄宗从何而来 听到这话 裘千川却是轻笑道 怎么 你想寻仇 放心 我们魔道自身四分五裂 除了面对兽族的时候同仇敌忾 平日里也是各自为政 即便你灭了这血魄宗 老夫也不会说个什么 裘千川作为魔道的领袖之一 自然是有这个魄力与权力的 此刻他的意思也很简单 要灭了血魄宗 说一声就是了 面对裘千川这般的信任 楚凡也是露出了一脸的感觉 灵球鲜花 多谢道友 只是 在下并不是想要灭了这血魄宗 出言不逊的 仅仅只有那血魄宗少主一人 在下已经报了此仇 不关其他人的事情 只是 在下发现 这血魄宗的人 似乎是身上带着兽族的气息 楚凡顿了顿 玄疾又询问道 敢问 二位可有察觉 人族之内 是否是有奸细的存在 话音一落 二人同时是面露古怪之色 不免是惊讶道 这 这你是怎么知道的 血魄宗之人 老夫早已经是派人查探了许久 但是始终找不到证据 至于兽族的气息 这我们怎么没有察觉到 随着裘千川的话音一落 黄梅老道也是点头道 不错 此前的确是有战死的人族赤后 打探到消息 说是人族之内 大概是有兽族的奸细 并且 极有可能就是他们血魄宗 但是 这样的隐秘 我们时至今日 也没有察觉啊 难道道有 有识破兽族气息的办法 实际上 楚凡自己也无法察觉到兽族的气息 这是因为 兽族的气息 实际上与人族的气息相差无几的 要想分辨 这实在是太难 这与天旋世界的妖族 或者是太古族群不同 妖族或是太古族群的人 因为各自的传承不同 故此是根据分辨血脉的气息 就能够察觉到对方的身份 但是问道界 兽族与人族的修炼方式完全相同 而且兽族之中 即便是有强大的血脉族群 也只是气血上的浑厚程度有所不同 完全没有与人族不同的地方 正是楚凡不知道该怎么解释的时候 丹宝非连却是又继续开口道 主人不必担忧 实际上要想分辨十分简单 人族有三魂七魄 三魂七魄的气息解释圆满 而兽族的人三魂中少了天魄 故此是神魂的气息有所缺失 故此气息与人族的完全不同 听到这话 楚凡也是心中暗息 看来得到了丹宝 也的确是一件好事 二位 不知道你们可察觉到 兽族的魂魄 与人族的魂魄 完全不同 这也是他们无法成就大地的原因 一听这话 二人原本是疑惑不已的面色 一瞬之间 也是渐渐的明晰了起来 咦 听你这么一说 好像是这么一回事 裘千川此刻一愣 旋即便是恍然大雾般的说道 的确 我魔教之中 有抽魂炼破的修炼方式 不少的人族 抽取兽族魂魄的时候 的确是察觉到了兽族的魂魄 少了天魂 从这一点上 兽族的魂魄气息 则完全与人族不同 黄美老道 此刻更是大笑不止 不免是满脸的喜悦之色 想不到 这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 经过道友一言便被点破 实际上 即便是他们 也不知道 兽族之所以无法成就大地级别的存在 便是因为缺少天魂的原因 毕竟 不是人人都想处凡一般 阅读过那仙人的典籍 知晓了许多别人所不能知道的事情 尤其是关于魂魄的事情 自古以来 都是极为神秘的东西 生灵的魂魄 为何会有三魂七魄 为何会有一念真灵 这些东西 都是人们所疑惑不已的事情 毕竟修为没有达到真仙境 没有超脱天道 是无法窥探到这隐秘的 毕竟 人死之后 天魂归于天道 本就是天道汲取众生生机 维持天地自然的一部分 亿万年来 早已经上演了不知道多少次了 人族 终究是不可能死后又复活 告知别人这样的事情存在吧 就算是死而复生 如今见到过这般壮举的人 也只有玄天世界的众人罢了 而死而复活的人 也仅仅只有江明一个人罢了 至于仙人 因为是超脱了天道的存在 能够窥探到天地之间的诸多隐秘 乃至于是踏足轮回 窥探到那幽冥地府 也的确是大有人在 故此 三魂七魄的真正隐秘 也是被仙人所知晓 而这下界的凡人 却是一概不知 不过 此后楚凡也是与二人讲述了 关于这魂魄的隐秘 即便是在天玄世界 也是因为从神话时代的典籍之中 知晓这关于三魂七魄的隐秘 戴德了解了这些隐秘之后 二人也终于是知晓了 如何去探查对方的身上 是否是有兽足的气息 若是往日 他们观测一个人的气息 只是看到那浮云表面的气息罢了 没有人会去想窥探 对方灵魂的气息如何 毕竟这只有在对于自己的亲密之人 才会使用的办法 因为每一个人的灵魂气息 都是独特且唯一的 并且不是每一个人 都可以像丹宝那样 轻而易举的 就窥探到对方的灵魂气息 这需要灵魂的境界 远远高出对方才行 是意 二人也是知晓了 如何分辨在人族之中 所隐匿的兽足间细了 玲珑 八 五分 六 一 零 九 七 八 二因为一旦 对方与兽足进行过神念沟通 那就会沾染对方的灵魂气息 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 所以 此刻的处凡 也是提出了一点问题 让外必先安内 二位道友 你们各自是魔道与正道的掌权者之一 此事 还需要你们多加费心了 听闻此言 二人也是连忙点头 毫无疑问 处凡的这个消息 带给二人的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情报 不管怎么说 他们心中都是颇为感激的 正是此刻 忽然自门外走来一个赤后 快步地走到门前禀报 禀报二位大人 血魄踪于城外数百里处 发现一座零石矿脉 据说蕴含着极大的零石数量 希望二位大人能够下达指令 二八七听到这话 那黄眉老道 却是眉头缓缓的皱起 心中泛起了思思的疑惑 五等知晓了 你且下去吧 球前穿摆了摆手 眼看着那赤后走远之后 这才是露出了一脸的不屑之意 看来 都给楚凡老弟看穿了 哼 这血魄踪的人 果然是奸细 黄眉老道 此刻眼中流露出思思的惋惜 旋即直言道 我们在这北疆之中 灵气无比的匮乏 任何的 一座零石矿脉发现 都需要大量的强者 前往矿脉之中 直接将其火速挪移 这冰雪长城 方圆数万里范围的零石矿脉 早就被采取一空 怎么还会有 灵石矿脉的出现 哼 哎 黄眉老道 要不是楚凡老弟提起 你怎么会想这么多 灵石矿脉本就难以发现 若是不经过楚凡老弟的提点 只怕你我 都要着了 这血魄踪的道 球前穿的话 倒是没错 这倒是让黄眉老道的面子 有些挂不住了 球前穿虽然是魔道的高人 但却丝毫没有高人的模样 反而是时常的口无遮拦 这要不是因为对方的实力 也是准地级别的存在 只怕黄眉老道早就和球前穿决意死战了 就即便如此 二人也打了不少次 也正是因为不打不相识 二人虽然明面上看起来是相互仇视 但是私交还算不错 此刻黄眉老道不免是尴尬地笑了笑 直言道 你个老不死的 再多嘴 老夫便打上你的宗门 给你那些个宝贝徒子徒孙全部镇压 看你怎么嚣张 球前穿听到这话 更是不屑道 哼 你敢 难道你铲教的那些个弟子 老夫就没办法出手对付了吗 黄眉老道 对付不了你 对付你的弟子还不行吗 二人你一言我一语 倒是吵得不可开交 楚凡看着这一幕 不免是暗自觉得头疼不已 而另外一面 此刻在那开天剑宗之内 叶尘也是再度地踏上了接下来的考验 而当他来到这第二关的时候 却是彻底地愣住了 他朝着涌道向前 通过了一个传送阵之后 便来到了一处小世界内 整个小世界中 遍地皆是破败的剑气 数之不尽的本源剑气 洒落一地 或是残缺 又或是气息无比的强大 这些本源剑气 似乎是在这一关之内 失败的修饰所留下的 但是即便如此 这些通过了第一关考验的修饰 留下的本源气 却是有着十分恐怖的剑意 一股肃杀之意 荡漾在整个小世界中 那遍地插满的古剑 更是让叶尘感觉到了莫大的威亚 刷 正是这个时候 那小世界中的本源剑气 似乎是察觉到了叶尘的到来 纷纷是朝着叶尘不断地展来 滔天的剑意 不断地涌现而出 这几乎每一个出现的剑气主人 生前都是在剑道上 有着无与伦比的强大造诣之人 即便强如叶尘 却也是只能勉强地招架 这漫天的剑气冲击 接连不断地后退 纵然他此前领悟了那无上剑意 能够做到在一念之间 汇聚出无比强横的剑气 但在这些以自身骨骼所化作的常见面前 却依旧是难以抵挡 该死 这里的剑气 怎么会如此之多 叶尘也是没有想到 在这个小世界之中 陨落的强者 竟然是如此之多 以至于他们的所遗留下来的本源剑气 竟然是有着亿万道之多 那不断席卷而来的本源剑气中 更是带着对方毕生的剑道修为 稍有不慎 就会在叶尘的身躯之上 留下一道道恐怖无比的伤痕 不过与此同时 叶尘也是注意到了一个事实 那就是自己的本源剑气 竟然是有着吞噬他人的剑气的能力 每当他以自己的本源剑气 斩断对方的剑气 叶尘的本源剑气 便会不断地吞噬着对方的剑气 从而不断地提升着 本源剑气的威能 虽然要想斩断一柄本源剑气 十分的艰难 但是 这也就意味着 叶尘只需要不断地壮大自身的本源剑气 便有通过这一关的可能 故此 叶尘此刻也是心中一喜 再没有半点的犹豫 开始出手不断地展向那些本源剑气 而在天玄世界之中 如今的人族 正是在旺盛的发展 青龙一族 收下了诸多太古族群以及妖族之中 拥有着龙族血脉的存在 并且 他们因为是得到了人族气韵的加持 从而是彻底地脱离了妖族与太古族群 在青龙一族的指点之下 这些新一代的龙族 正是在不断地成长 原本龙族 因为在神话时代遭遇大劫 自身受到了杀伐业力的影响 从而是不断地衰败 到如今 也只剩下了青龙敖海 与敖利二人 诸如太古族群与妖族的龙族血脉 也最多是绞龙 蛟龙 或者盘龙 甚至于 一部分的龙族血脉 是更为低级的地龙 就连遨游天穷的能力都不曾有 但是随着人族气韵的加持 龙族之内 开始诞生出了 具有反族血脉的龙族 这一切 让这些原本是对人族颇有敌意的龙族血脉之人 渐渐地产生了变化 尤其是这些新生代的龙族 天生便拥有着人族气韵的加持 对于人族 却是天生清静 这一点 直接让龙族与人族之间的关系 越发的不可分离 江明的这一个计谋 直接就将整个天地之间最为强大的族群之一 融入了人族之中 假以时日 龙族必定会成为人族的附庸 届时 龙族能够借用人族的气韵脱离沙伐业里的危害 而人族 则是能够彻底地与龙族相互依存 江明十分地清楚 除了天玄事件 在此地之外 还有其他的九大古戒 十方古戒 蕴含着一个巨大的隐秘 当这个隐秘被揭露的时候 灾祸就会降临 届时 只怕会有一场更为恐怖的黑暗动乱 随之而来 江明如今要做的 便是将整个天玄世界的人族 龙族联合在一起 并且尽可能地团结太古族群与妖族的人 将整个天玄世界的所有生灵 都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为此 江明甚至于是亲自踏上了非仙岛屿 将一部分的非仙岛屿上面的仙脉 直接挪移到天玄世界 人族 必须在那场黑暗动乱到来之前 拥有足够强大的存在 至少 要让真仙境的存在 遍布整个人族之内 不然的话 那场黑暗动乱 人族甚至于连狗活的机会都不会再有 江明自苏醒以来 便察觉到了 这极为恐怖的危机 灵 就出现在不远处的将来 心中 也是十分的担忧 或许是万年之后 或许是十万年之后 但是对于那些强大无比的存在而言 万年十万年 不过是转瞬即逝的岁月 如今非仙岛屿的出现 正是他们即将出现的证据 为了避免这一切的发生 江明也必须要做好一切的准备 此刻 在那星河的深处 某一个浩大的星球之上 内仿若是充满了无边死气的星球 早已经失去了所有的生机 大地犹如军烈一般的遍地干涸 天空遍布乌云 四处雷霆滚滚 一切的生灵 早已经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不见 在那大地之上 还留存着一些生灵存活过的迹象 一座座浩大的宫殿 处立在荒凉的大地之上 但是 这个世界毫无生机 任何一个生命都神秘的消失不见了 也正是这个时候 从那大地之上 忽然间发生了阵阵无比恐怖的震动 大地崩裂开来 化作了一个巨大的深渊 从那深渊之下一只巨大的手掌 忽然是攀了上来 轰隆隆随着阵阵巨响传来 那犹如天穷一般巨大的巨人 头顶着穷裕脚踏着大地 眼眸之间露出了一副 对万物苍生都无比漠视的神情 他看着这片天地冷冷地说道 不过亿万年便彻底地失去了生机 看来这方天地 还是太过于渺小 罢了 本尊便寻觅下一方世界吧 说吧 他便抬脚向前 一步 竟然便踏出了亿万里之巨 随后 他竟然是横空而去 在那茫茫的星河之中消失不见 从他离开之后 那个巨大的世界 竟然是开始了不断地破碎 坍塌 最后 直接是化作了一片尘埃 彻底地在这浩瀚混沌之中阴灭 那神秘无比的存在 到底是谁 任何一个人都无法知晓 只是 与此同时 在某一处混沌之中 一座浩大的飞仙岛屿之上 一个神秘的存在 却是猛然间睁开了双眸 露出了一脸的狂喜之色 想不到荒族的那个老家伙 竟然又毁灭了一方世界 这些荒族之人果然没有一个好东西 在此人的身躯之上 似乎是蕴含着某种奇特的法则 正是不断地环绕着他的身躯 似乎是在演化着某条无上大道一般 他的眼眸之中 更是有亿万法理在其中交织 他的身躯 犹如是与这天地融为一体 神意无比 而随着这一尊神秘的巨人出现之后 四四在某一处古界之内 那藏匿在大地之下的一尊 与之一般无二的巨人 亦是在此刻睁开了双眸 先祖出世 浩劫将至 看来 吴辈荒族将要重归人间 他的话音不长 只是持续片刻 便彻底地消失不见了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在那天玄世界之中 江明的眼眸之间 也是涌现出来思思的担忧 看来这些强大无比的族群 正是在渐渐地苏醒了 他悠悠地一探 玄疾 却又继续打开了自己的系统 准备开始进行下一步的谋算 而在问道界内 楚凡也是随着一众的人族 开始踏足那灵石矿脉 对于北疆的人族而言 灵石永远都是十分稀缺的存在 任何一个灵石矿脉 都值得他们 动用大量的强者出动 直接以莫大的手段 将这灵石矿脉 挪移到北疆之内 况且 这次发现的灵石矿脉 只是距离冰雪长城 不过是百里距离之内 故此 人族之内并没有任何的怀疑 甚至于不少的宗门势力 如今已经在做好了 争夺灵石矿脉的打算 灵石矿脉的出现 对于任何一个宗门势力而言 都是一件天大的喜事 一旦能够从中占据到足够的份额 那么对于一个宗门而言 就是拥有了诞生出强者的机会 毕竟北疆实在是太过于荒芜 甚至于能开采的灵石矿脉 都已经被开采一空 所以 任何一处矿脉的发现 都会引起人族的重视 尤其是这一次的开采矿脉 更是传闻 乃是一座由一只荒谷异兽 所占据的小千世界中发现的矿脉 故此 人族才一直没有发现这矿脉的踪迹 当然 这样的说法 是血魄宗的人提出来的 此后经过赤后部队的探查 也的确是这么一回事 并且 根据赤后部队的探查 这一次的灵石矿脉 似乎是格外的巨大 足够人族千年的使用 这一次直接引动了诸多大势力大宗门的人 前来此地 目的 则是为了能够多分一部分的灵石 虽然问道界内并不像是天玄世界一般的 因为那四大圣兽之中的三只 封印了天地灵气 而导致了灵气匮乏 但是 不管是任何一个地方 灵石矿脉 永远都是提升修为的捷径 拥有足够的灵石 就意味着断时间内 能够陪二十养出强大的宗门弟子 所以 这一次直接引动了人族正道的七宗六派 十方古族 魔道之中 更是有六道宗门联合派出宗门内的长老 前往此地 其他的那些宗门古族 也都各自有足佬道场 这一时之间 几乎是凝聚了整个人族过半的强者存在 可见 此刻在血魄宗的大长老的带队之下 众人来到了一处深渊之前 在那深渊之下 隐隐地传递而出阵阵阴冷无比的气息 但是丝毫没有任何灵气或者是静止的波动 见到此幕 不免是有人皱眉问道 王山大长老 您不是说 此地的灵石矿脉非比寻常吗 怎么却什么都没有 那名为王山的血魄宗大长老 听到这话 也只是微微点头 旋即便是抬手一挥 一道法力急驰而去 却是见到那法力落入了深渊之上 忽然之间却是消失不见 仿若从未存在一般 这是 隐匿阵法 这个时候 众人才发现了这深渊的表面 竟然是存在着一个隐匿阵法 让人无法探查到内部的情况 诸位 非老夫有所虚言 这灵石矿脉的发现 也是我们血魄宗偶然得知 若是一会分割灵石 我血魄宗定要占据十分之一 此话一出 纵然是有不少的人心怀不满 但是不管怎么说 灵石矿脉是对方发现的 众人也不好多说什么 毕竟这是人族之内不成文的规矩 不管是谁发现的灵石矿脉 对方都有占据十分之一的资格 并且 若不是因为血魄宗的人 根本没有实力将这灵石矿脉全数挪回的话 或许他们还不会与人族分享 这灵石矿脉的踪迹 只是占据十分之一 其实已经算是不多了 眼看着在场的众人并无反对 那血魄宗的王善大长老 这才是开始破阵 随着片刻之后的一声闷响过后 眼前的深渊之下 终于是浮现出了他原本的样貌 只见到那原本是深不见底的深渊 此刻竟然是化作了一座低矮的小山 小山之上 存在着一个小小的山洞 在那山洞之中 隐隐的有一阵奇异的空间波动 显然 那小世界便存在于这山洞之中 此后 众人也是急忙 随着走进了这山洞之中 不多时 戴德通过了一个空间通道之后 众人便来到了这一处小世界内 在这小世界内 四处绿意盎然 遍地生机涌现 种种只存在于古老时候的灵植灵草 接连不断地出现在众人的眼中 而在那不远处 一只只身形巨大的荒兽 纷纷是出现在这小世界内 这些荒谷巨兽 占据了整个小世界 每一只的实力 都至少堪比圣人境的强者 甚至于 就连那气息足足 是达到了至尊境一般强横的荒谷巨兽 毅然是有不少 这下随着进来的众多宗门演示 明白了过来 此地的凶险 的确不是血破宗一宗所能够承受的 不过好在前来此地的强者众多 若只是一些荒谷巨兽的话 倒也不成问题 转眼间 众多的人族高手 便是一步步地开始铲除四周的荒谷巨兽 不断地朝着小世界的内部进发 根据那血破宗的人所言 还有之前的赤后禀报 这临时矿脉 便存在于小世界的中心地带 果然 随着众人不断地斩杀荒谷巨兽 慢慢地来到了这小世界的内部的时候 终于是见到了那四处浓郁的灵物涌动而来 随之出现的 还有一道道堪称是极品的灵权 灵脉 那巨大的灵石矿脉之中不断地出现 不过与此同时 众人的到来 也是惊动了位于灵石矿脉之中的诸多荒谷巨兽 那些无比强大的荒谷巨兽 乃至于是出现了某些堪比准地级别的恐怖存在 甚至于 其中的一只巨兽 更是让楚凡无比的熟悉 昆兽 楚凡曾经在那逍遥天宫之内 见识到过昆兽的墙287大 其体内拥有这一方独特的小世界 以至于是能够不断地吸收吞噬各种东西 而这里的灵石矿脉固然巨大 但是楚凡却是有极为强烈的预感 或许在这荒兽的肚子里面 应该还存在着更为巨大的灵石矿脉 并且 如果说这一次有所埋伏的话 极有可能 那兽族的人 就埋伏在这荒兽的肚子里面了 此前 在那逍遥天宫的时候 楚凡就曾经见识过 这荒谷巨兽的肚内空间 究竟是有何等的浩大 甚至于是方圆亿万里之地巨大的空间 都是其体内所开辟而出的浩大世界 而且 这种荒兽 甚至于是成年之后 便能够拥有大地级别的强大实力 只是目前看来 眼前的昆兽 也的确是没有达到成年的状态 不过即便如此 这只昆兽 也是堪比准地级别的存在了 而且 昆兽的性情远远不同于其他的荒谷巨兽 他说来是不会主动攻击任何一个生灵 除非是有人主动招惹他 若是这里的人族出手对付他的话 只怕 会有大量的人手被其直接斩杀 想到这里 楚凡便扭头 看向身后的二人 二位 你们现在必须马上传达命令下去 让所有的修士 都不要对这只巨大的荒谷巨兽出手 楚凡指着那昆兽直言说道 听闻此话 二人也是眉头一皱 但是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怀疑 直接就下达了命令 让自己手下的人 不要对那昆兽出手 只不过 虽然铲交与裘千川手下的人没有出手 但是不代表其他的宗门与大势力 不会对这昆兽出手 只见到那昆兽原本呆滞的目光 此刻忽然间充满了愤怒之意 一股恐怖无比的荒谷气息 开始自其身躯之上不断地涌现而出 渐渐的 他竟然是张开了巨口 一股奇特的空间波动 自其口中涌现而出 下一秒钟 一股磅礴的荒谷气息 自其口中喷涌而出 竟然是瞬间化作了一片浩大的空间裂缝 一时之间 不少魔道与正道的人 纷纷是被那无比恐怖的空间裂缝 直接撕裂 人族之中 更是损失了不少的人手 此刻 裘千川与黄眉老道 这才明白了 楚凡为何让他们立刻停手的原因了 这到底是什么荒谷巨兽 为何会有如此恐怖的空间法则 黄眉老道 此刻也是心中无比的惊讶 他也没有预料得到 这荒谷巨兽 竟然会是如此的强大 楚凡微微点头 旋即便开始解释到 此兽名为昆 其体内 具有一个独特的小世界 昆兽天生百年 具有神王境的实力 待在成年之后 更是堪比大地的存在 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 那些兽族的人 或许就埋伏在这昆兽的腹中 随之 楚凡便将关于这昆兽的一切事情 说给了黄眉老道 与裘千川二人听 这个时候 他们这才是恍然大悟 当即 二人便是立刻命令所有的人族 不要再对这昆兽出手 转眼之间 那原本是颇为凶横的昆兽 此刻竟然是再度安静了下来 似乎是对于眼前的所有人族 都置若网文一般的 不再有丝毫的举动 此刻 见到人族不再动手 那血破宗的大长老王善 也是面露不善之意 看向了楚凡 想不到这小子 竟然能够知晓 这荒兽的来历 哼 原本是想要借用这昆兽的性格 直接灭掉一部分的人族强者 但是现在看来 却是不得不进行下一步了 王善想到这里 玄机便是轻轻地捏动了 手中的一个小小的扶转 随着他捏碎这小小的扶转之后 忽然之间 自众人的头顶之上 忽然浮现而出一个巨大的空间裂缝 下一秒钟 一个又一个的强大兽族 此其中不断地奔涌而出 那些强大的兽王级别的强者 此刻竟然是聚集了足足三十人之多 要知道 任何一尊兽王级别的存在 都是准地级别的强者 而后 还有近乎千万个兽族的族人们纷纷 自那空间裂缝之中走出 为首的人倒也不是别人 正是此前唯独楚凡的兽王当康 上一次差点就陨落在楚凡的手中 当康的心中更是怀根在心 此刻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那当康更是冷笑着说道 楚凡 今日本王看你往哪里跑 眼看着众多兽族的出现 人族这边 立刻就陷入了一片惶恐之中 这 这足足三十余尊兽王 这到底是何人泄露了消息 如若我们陨落在此 人族只盼难以坚守啊 这里 已经是整个人族半数的强者了 而那兽族所派遣 而出的三十余尊兽王 更是足够轻易的 碾压这股力量的存在 兽族自古以来 便拥有着远比人族 更为庞大的人数优势 并且 这些强大的兽王 更是天生 便有力量上的强度 远比人族更为强大的多 此刻见到这么多的兽族出现 人族的人 也是陷入了一片惶恐之中 这个时候 楚凡面色漠然的 看向那血破宗的人 不免是冷笑道 王善大长老 此刻 你还在等什么 若是想要背后 捅我们人族一刀的话 我看 大可不必了 听闻此言 王善不免是面色一宁 玄吉还是不死心的说道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难道这通报 人族出现零食旷迈的 不是你们血破宗吗 还有 如等与兽族暗中接触的事情 难道 你以为能够瞒得住所有人吗 楚凡的话音一落 立刻便在人群之中掀起了渲染大波 竟然是他们 血破宗 如等世代先祖皆为人族 为何你们如今要背叛 该死 如等竟是做了这兽族的奸细 简直就是恬不知耻 王善 老夫早就看你不顺眼了 今日你胆敢背叛人族 老夫便代表六道魔宗 铲除你个祸害 听到这话 那王善非但是没有半点的畏惧 反而是面色越发的猖狂了起来 下一秒钟 他周身的气息 竟然是开始发生了变化 只见到那原本是人族模样的王善 此刻竟然是渐渐地浮下而出非人的迹象 其身后生出了一对赤色的双翼 双手双脚 皆是化作了如若鸟兽一般的利兆 浑身发上下 也是浮现而出道道灵片 周身的气息 也不再是此前的人族气息 现在 诸位知晓 老夫为何要背叛人族了吧 哈哈 如等蠢货 老夫潜伏人族千年岁月 如等竟然是无一人能够 那前兆 识破 简直就是一笑大方 这 竟然是兽族 该死 他 他是怎么做到隐秘这么久的 一时之间 众人也是纷纷愕然 唯有楚凡三人 立刻就察觉到了对方的灵魂气息 与人族的截然不同 哎 看来 还是楚凡小有说的对啊 正是这个时候 在那人群之中 忽然之间走出了一个浑身看似是腐朽不已的老头 他的周身涌动着磅礴的死气 体内 更是有着一股浩大的力量 与此刻喷涌而出 苏涵 西年的苏家大帝 你 你怎么还活着 不 不对 你竟然是自斩了一刀 成为了有缺大帝 隐匿了起来 此时此刻 人族之中 一个个隐匿的强者 忽然间 纷纷都站了出来 此刻 在那人群之中 原本看似仅仅只是一些普通弟子的人 纷纷是站了出来 旋即 他的面容开始发生了变化 浑身的气息 毅然是不断的变换 只是短短的片刻功夫 人族之中 竟然就已经出现了十尊以上的准地 再加上魔道与人族的两位自斩一刀的有缺大帝的出现 只是一瞬之间 便让局面开始了变化 血魄宗的王善 此刻的面容 从起初的惊讶 再到震撼 最后是不可思议 他的心中 更是充满了疑惑 不免是接连后退了几步 惊讶地说道 这 为何儒等人族 会知道我们的谋划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老夫隐匿在人族之中 数千年岁月 从未有过人 察觉到老夫的身份 到底是谁 不 难道是你 这个时候 血魄宗的王善 忽然之间将目光看向了那众多人族强者身后的楚凡 原本是毫无破绽的他 竟然就被对方一眼看穿 这一定就是楚凡的手笔了 此刻 王善依旧是不死心的质问道 287小子 你到底是如何知晓的 无被兽族与人族的气息无异 若是变化了形体 根本无法被人察觉 楚凡听闻此言 却是孝道 你觉得 我会告诉你吗 兽族天生缺少天魂 但是他们不知道 这缺少天魂 就是他们无法诞生出大地际存在的根本原因 就即便是兽族之中的最强者 却也无法知晓 关于魂魄的隐秘 楚凡也只是从那玄天世界之中的 诸多神话时代的典籍之中知晓 这样的事情 唯有那达到了真仙境的存在 才有可能知晓 关于魂魄的隐秘 只怕整个温道界内都没有几个人知晓 而楚凡则是因为这个隐秘 从而识破了兽族的存在 当然 这也和丹宝拥有着真仙境的魂魄 脱不了干系 就即便是他隐秘的再好 在丹宝飞连的眼中 却也只不过是一眼 就能够看穿的把戏罢了 此刻 那王善见到自己的计谋被迫 也是怒不可遏 满脸的愤怒之色 却也无能为力 开 如等兽族奸细 却也敢算计无备人族 既然如此 无等今日便将计就计 诸杀如等兽族 看看今后 谁人还敢算计我人族 此刻 苏家的那尊有缺大帝 苏寒同样是默然地看向了那一众的兽王 以他有缺大帝的实力 对付这些不过是准地级别的兽王 那可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光是他一个人便可以拖住 骑着三十多个兽王之中的半数 更不要说 就连磨刀的太上老祖 求山仪这个老家伙 如今也是与他一同出关了 虽然这一次是要耗费他不少的气血 缩短他本就所剩无几的兽缘 但是只要成功 不光是能够诛杀诸多的兽族 并且 还能够得到此地如此之巨的临时矿买 这毫无疑问 是一件十分直当的事情 此刻兽族那便 却也是咬牙切齿 心中无比的怨恨 楚凡又是这个楚凡 该死 他为何会如此的阴魂不散 当初的两道开天气人之下 斩杀了不知道多少的兽族族人 如今这众多的人族大能围剿 甚至有是直接出现了两尊有缺大帝 这样的老祖宗级别的强者出面 就算是他们准备颇多 却也是难以抵挡 此刻 那当康寿王眼中 涌现出一抹难以掩饰的杀意 狠狠地盯了楚凡一眼之后 便是立刻下达了命令 撤退 立刻撤退 为了这一次的战斗 他们不惜是以大代价 在这昆寿的腹中建立了一个传送阵 好随时能够出手袭击人族 并且此地的矿脉 以及这一方小世界 也是他们为了诱惑人族到此 特意挪移到此的 若是他们逃走了的话 这里的一切都要归人族所有 换句话说 他们直接就是陪了夫人又折兵 现在撤退 也是不得已的决定 不过 人族这边却是丝毫没有放走他们的想法 既然来了 就不必这么着急着走了 不振 随着那位人族的有缺大帝一声令下 旋即 顿时便有数百道阵旗涌现而出 错落于众多兽族之人的头顶 那当康寿王暗自察觉到事情的不对劲 也是当即捏碎了一块传送福传 只是转眼之间 他便直接消失在了原地 只不过 其他的众多兽王 却是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给我杀 随着一声令下 人族之内一呼百应 更是卷起了一片浩大的争斗 纵然兽族的人此刻奋力反抗 却依旧不是人族的对手 十分的功夫 数以千万的兽族族人 还有那三十多人的兽王 纷纷是陨落在了两位人族的有缺大帝 以及诸多的强者手中 而那血破宗的人 也是被人族直接囚禁 待得做完了这一切之后 苏寒更是一脸笑意地看向了楚凡 不免是心中大喜道 吴北人族有了楚凡小友 可谓是雪中送炭 若不是小友 只怕今日 吴北人族怕是要损失惨重了 楚凡刚刚经历了一场血战 但却是依旧气息不乱 他甚至于没有动用权利 任何一个准地级别的兽王 在他的面前 都撑不过片刻的功夫 以他如今的实力 只怕是无限制地接近 那有缺大帝的存在了 此刻 楚凡微微一笑 只是淡然开口道 协助人族 不过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前辈谬赞了 见到楚凡这般的不骄不躁的模样 那苏寒心中却更是欢喜 可惜 若不是你如今已经有了师尊 老夫还真的想破例 收你为徒 楚凡 听闻你对你师尊的种种描述 老夫实在是感觉难以置信 世上 当真有如此欺人吗 对于苏寒的这般反应 楚凡也是没有丝毫的意外 毕竟任何一个人 第一次听闻 关于江明的事情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同一个样子 难以置信 猜疑 随后 再被那现实狠狠地打脸 对于问道界的人而言 这更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所以 当苏寒这般问起的时候 楚凡也只是微笑着说道 前辈不必多想 世上之事本就有无限可能 此事也不必深究 楚凡如今也是习惯了他人的质疑 江明所表现出来的种种 已经让他 对于自己的这个师尊 无比的信任 昔年江明下葬之时 诸天神魔为其送葬 玉外三千大道天 魔为其拉官 那无尽的轮回深处 都不能葬下江明 以至于是他最后 得以死而复生 这对于苏寒这些 即将面对死亡的强者而言 是具有极大的诱惑的 毕竟 不管是任何一个人 都渴望着长生不老 求道之人 无不是希望者 能够与天地同寿 长生不老 追寻大道 至死方休 而当听闻江明 这样的一个神秘莫测的 存在的时候 即便是苏寒 这等活了许久的 有缺大帝 却也是为之惊讶不已 原本他早就应该会 坐划在冰雪长城之上的 只是昔年 成就大帝的人 不止他苏寒一人 人族之中 同时成就大帝的 还有苏寒的包凶苏木 苏木其后 坐划于冰雪长城 完成了护卫人族的宿命之后 他便自斩一刀 藏匿于族群之内 只是为了防止 当有人族 无法面对的危机出现的时候 显然 他这一次出关 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因为楚凡 因为 关于人族的十大圣体的传闻 他也是有所听闻 尤其是这不朽圣体 即便楚凡并未成就大帝 但是一旦他圣体大成 便能够拥有斩杀大帝的实力 若是其能够成就大帝的话 今后人族 即便是推翻冰雪长城 再度兴旺于大帝之上 也未尝不可能 随之 楚凡忽然想起事的说道 对了 这昆寿的体内 具有一个极为巨大的小世界 他常年再次吞噬灵脉 相比 在他的腹中 还有大量的灵石存在 苏家有缺大帝 与那求家的有缺大帝 听闻此言之后 也都是纷纷赞同道 即使如此 还请小友带路吧 即便是强弱他们这般的存在 却也并不知晓 这昆寿的存在 毕竟 即便是在整个荒兽族群之中 昆寿也是少之又少的 尤其是在这问道界内 昆寿的数量 也是极为细少 可以说 今日若不是因为储凡的话 或许他毕生都不会知晓 在这昆寿的腹中 还有一方小世界的存在 事宜 一行几人 只有苏家与求家的一些核心弟子 连同两位有缺大帝 和两尊准帝 一同随着储凡 进入了这昆寿的腹中 出境的时候 本是一片漆黑 但是很快 众人便是见到了 这腹中的洞天世界 那是一个由无数星辰 照耀着整个小世界 犹如白昼一般的浩瀚世界 其中充斥着 数之不尽的充裕灵气 阵阵浓郁无比的灵气 更是化作了一阵阵 可怕无比的气息 传递开来 不过 随着众人踏足此地之后 在储凡的怀中 一直躲着的丹宝 却是猛地传来了一阵 无比恐惧的情绪 这还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自从储凡得到这丹宝非联以来 他就从未对任何事情 产生过畏惧 当然 除了自己之外 几乎无人能够让他恐惧 主人 这 这里 这里竟然存在着荒族的气息 荒族 楚凡听闻此言 却是陷入了一片疑惑之中 这荒族是什么族群 难道 他们与荒谷巨兽 有着什么直接的联系吗 一听这个名字 楚凡便立刻联想到 丹宝非联的话音有些紧张 似乎是对这荒族十分的畏惧 他又接着开口道 主人有所不知 这些所谓的荒兽 其实不过是当初的荒族先祖 所落下的一滴金血所化 整个荒谷巨兽的族群 其实不过是那荒族的血石罢了 这一滴金血 便能造就如此恐怖的一个巨大的族群吗 荒谷巨兽一族 居然只是这荒族的先祖 所落下的一滴金血所化 若是如此 那荒族的先祖 又该是何等强大的存在 莫非 对方的实力 已经是达到了先帝级别 或者是 先尊 灵求鲜花 楚凡难以想象 毕竟就算是他 也对此只是知晓罢了 真正的先尊 或者是先帝 他都未曾见识过一人 当然 他心中认为 自己的师尊江明乃是先尊 但即便是江明所展现出来的一切实力 都不是江明实力的全部 即便如此 却也是足够他为之震撼不已了 荒族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 你速速说来 此刻 楚凡也是无比的好奇 急忙是开口询问道 随之 丹保飞连也是对楚凡一一的解释了 这一切的来龙去脉 实际上 这荒族乃是真正的先界族群 他们都是身躯巨大的巨人 每一个荒族族人 都是足以覆灭一方世界的强者 任何一个荒族 哪怕只是刚刚出生的荒族 都拥有着真先进的实力 且 这些荒族的族人 一般不会留在先界之内 他们往往会横渡虚空 在数之不尽的世界与未免之中穿行 随后 会躲在某一个世界的大地之下 不断地继续这一方世界的一切养分 生机 灵气 怨气 煞气 一切世上的有形与无形之物 任何构成一方世界的一切力量 都是他们吞噬的力量 一个幼年的荒族族人 会直接被放入一方世界的地底深处 他不断地吸收着 这一方世界的一切养分 直到其成年为止 才会重现人间 这个时候 这一方世界就会迎来毁灭的浩劫 被其彻底吸收了一切力量的这一方世界 会随着他的出现 而陷入无边的灾祸 纵然是在这一方世界之中 所诞生而出的天道 也对其没有任何的办法 甚至于无法与之对抗 并且更为恐怖的是 整个荒族所修炼的 仅仅只是肉体的力量 他们光是凭借肉体的力量 就能够踏破未面 穿梭在无数的世界之中 成年的荒族族人 甚至于能够一拳覆灭地火风水 彻底地毁灭一方世界 听着丹宝非联对于荒族的讲述 楚凡也渐渐地明白了过来 这到底是一个何等强大的族群 他们即便是在仙界 也是震慑一方的无上强者 至今 也有树枝不尽的世界 正遭受着荒族的毁灭 只是 这里却是出现了荒族的人 对方到底是死是活 这楚凡就难以揣摩了 只不过 想到这里 楚凡早已经是自怀中 取出了一枚传送福传 准备好随时逃离此地 毕竟 若真的是那荒族存在此地 那么在场的众人 几乎没有一个人 能够是对方的对手 甚至于 有可能这一方世界 都曾经被这荒族之人所吞噬过 想到这里 楚凡也是随着众人不断的深入 终于 是在那不远处的前方 见到了那身287型巨大的存在 那是一个强大无比的巨人 他整个身躯 足足是有数以百万里之巨 仿若是一颗太古大高 星辰陨落在此 呈现出无与伦比的巨大体魄 好在 当这巨人出现的第一时间 丹宝飞连就已经确认了对方 已经是一具巨大的尸体了 但是 那巨大的身躯之上 却依旧是呈现出一股无比恐怖的气息 不断地镇压着在场的所有修饰 所有的人都感受到了 那荒族的尸体之上 所呈现的恐怖力量 那巨大的压迫感 让所有的人都不由得为之一震 这 这到底是什么生灵 如此巨大的身躯 这恐怕是上古巨兽 或许 它是兽族的先祖 不 你们看 虽然这巨大的生物身形巨大 但是它的样貌与象征 都像是我们人族啊 不 绝无可能 我们人族 没有如此巨大的存在 苏家与囚家的核心弟子 无不是在一轮纷纷 诸多的长老 此刻心中也是泛起了颇多的震撼 还有那两位有缺大帝 此刻眼中也满是震撼 他们从未见过 如此恐怖的强大存在 甚至于是闻所未闻 不过 就仅仅只是巨大的话 那也还没有什么 毕竟兽族之中 身躯巨大的存在 也有不少 但是 这强大无比的存在 即便是死亡了不知道多少年 以至于是其死去的身躯之上 荡漾而出一股古老腐朽的气息 可依旧是存在着一股股恐怖的威压 这股威压 即便是至尊敬的强者 也都感觉自己无法直视这恐怖的存在 尤其是在这巨人的体内 恍若是传来了一阵阵 如若波涛一般的震动 似乎 在他的体内 那早已经是干涸的血脉 竟然还是犹如江河一般的澎湃 楚凡先是松了一口气 玄疾 却是直言道 二位前辈 还有球千川道友 黄梅道友 这巨人的体内 或许只能我们几人进入其中 至于其他的族人 便让他们在外围收及灵石吧 的确如同楚凡猜测的那样 在这昆寿的体内 大量的灵石矿脉散落于其中 因为时间的久远 甚至于 这里的灵石矿脉 更是远比外界的灵石矿脉 更为磅礴 并且 楚凡深刻地意识到 这荒族的体内 似乎有一种极为诱惑他的存在 是的 便是让楚凡本人的身躯 感受到了一种 十分难以置信的诱惑力 存在于这荒族巨人的体内 一时之间 即便是他 也忍不住想要进入这巨人的体内 探查究竟 两尊有缺大帝 还有那黄梅老道二人 此刻也是纷纷点头 他们能够察觉得到 这巨人的存在格外的强大 甚至于 这极有可能是真仙境的存在 因为 即便是大帝级别的存在 却也无法做到 在死后 也能够释放出 这无比恐怖的威亚 况且 根据这巨人的体表的那些腐朽的模样来看 这巨人 也至少死了有数万年之久 五人做好了决定 吩咐了手下的族人弟子 在外采集零食之后 便是从这巨人破开的手臂处 进入了他的体内 十分奇怪的是 在这巨人的身躯之上 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 有着一个又一个巨大的伤口 几乎每一个伤口的外壁 都十分的光滑 仿若是被人以无比锋利的长剑 直接洞穿了一般 零 但是 强如这般存在 竟然也会因为与人争斗作战 而死在此地 这实在就让众人想不明白了 更为想不明白的 还是那担保飞联 根据飞联的说法 荒族之人 几乎每一个都拥有着 在同境界无敌的强大实力 即便是同为真仙境 哪怕是真仙境之上的先王境 也都未必能够直接斩杀荒族之人 因为荒族之人的肉体力量 早已经是强大到了某个可怕的极致 哪怕是一滴血 也能够瞬间震碎一片山河 若是一片心欲 或许只需要荒族之人的一拳之威 便会彻底的化作漫天的积粪 如此强大的存在 却依旧是死在了这里 并且 这外面的昆寿 根本就没有万年以上的年纪 还只是处于上位成年的昆寿罢了 若是如此的话 这里的荒族之人 就根本不是在此地打斗 并且陨落在此的 而是在其死后了 不知道多少年 才被挪移到这个地方 至于是什么人 出于什么样的目的 将其放在这里 这就不得而知了 总而言之 丹宝只感觉到了一种 十分诡异的阴谋气息 在背地里面暗自浮动 似似 似乎随时都会化作嗜血的凶兽 将在场的所有人吞噬一般 这样的恐惧 让他根本就不敢出现在此地 甚至于与楚凡神念传音的次数 也变得很少了 这家伙平日里 是个无话不说的话了 尤其是喜欢用他 对于仙界的认知 来试图打击楚凡 毕竟 他没办法抵抗楚凡的 任何一个念头 所以 也只有暗处用语言 这些神话时代的隐秘 根本没有让楚凡感觉到丝毫的不爽 反而是虚心受教一般的认知的听了进去 这就让丹宝飞连 有了一种满肚子坏水 无处施展的感觉 但不过 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毕竟楚凡自小就懂得隐忍 是个受尽苦难的人 他从不会为了任何事情而变得狂傲 别人对他说什么 他也只会做一种虚心受教的态度 去学习 所以 久而久之 楚凡对于丹宝飞连的态度 也从过去的轻视 渐渐的变成了感激 实际上 若是没有丹宝告知他这么多事情的话 楚凡到现在为止 或许还不知道 关于神话时代的太多事情 他十分的想要知道 在那仙古时代之前 世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师尊的来历 到底是什么 故此 丹宝说的每一句话 他都是牢记在心的 久而久之 也是渐渐的将之当作 一个好友来看待 再加上对方对自己立下了大道誓言 楚凡也更是相信丹宝的每一句话 此刻 五人顺着这荒族体内的血脉通道 不断地朝着这荒族的丹田之中走去 而众人越是往里面走 便越是觉二世的心中惊骇不已 在这荒族的血脉之中 那些原本应该是由血肉铸臼的血管之上 竟然是透露出丝丝的仙气 起初 在那破败的血管之中 众人还没有发现仙气荡漾而出的根本原因 带着走到里面 众人这才发现 原来 这荒族的经脉之中 原本是流淌着对方法力的经脉之中 竟然是存在着大量蕴含仙气的晶体 这 这不是仙玉吗 这可是比仙石 还要浓厚数百倍的精纯仙石啊 见到这数量庞大的晶体 那丹宝飞联 此刻也是再度惊讶不已地说道 楚凡听闻此言 却也是微微一愣 这些仙玉 似乎是与自己离开 那丹顶仙宗的时候 在道场的正中央树立着的 那一大块仙石一模一样 起初 自己只当那也不过是仙石 并且实在太过于巨大 自己便将其留在了丹顶仙宗 让其供应传送阵的能量 但是没有想到 这东西 居然是远比仙石 还要仙气精纯浓厚百倍的仙玉 这就让楚凡心中大为所动了 诸位 此乃仙玉 其中所蕴含的仙气无比的浓郁 大家可以尽量采写一些回去 如此 吴辈人族 必然能够诞生出多位大帝 听着楚凡的描述 众人心中原本的猜测与疑惑 便一下就有了解答 这 这就是仙玉 传闻 仙玉乃是比仙石 还要精纯浓厚百倍以上的质宝 想不到 在这巨人的体内 竟然存在着如此之多 众人此刻心中更是狂喜无比 若是有了这些仙玉 仙族又何必去闯那温道山 即便是在北疆大地 拥有这么多的仙玉的话 他们完全可以培养出 多位大地级别的存在 届时 小小兽族 又何足挂齿 今日真是好事成双啊 不光是得到了大量的零食 甚至于是开采到了这仙玉 此刻 求千川心中更是大喜不已 他困在这准地境界多年 且一直都无法突破 他早已经是有了 能够踏入大地的感觉 但是 却是因为北疆的灵气 实在难以成就大地之尊 只有那无比厚重的仙气 能够帮助人族成就大地之尊 所以 他曾经不止一次 想要闯入这温道山 成就大地之尊 但是 闯荡温道山 是何等的危险 且不说受足之人的阻拦 便是那温道山的大门 都是难以打开的 历代闯荡温道山的人族 死了没有一万人 也有八千人了 可即便如此 等到他真的是 受缘将近的那一天 他也是不得不去闯那温道山了 此刻 苏家的有缺大地苏寒 更是一脸感慨地说道 哎 西年我们苏家之人 为了协助我闯入温道山山 更是付出了 不知道多少的抵御 才让我显知又显地 踏入了那温道之门 还好 我在百年之后 成就了大地 与我那包凶 苏木荡平八方兽族 此刻 苏寒也不免是 想起了西年的事情 那仇家的有缺大地 此刻也是不无感慨 是啊 虽然老夫是千年之后 才成就的大地 但是 当初苏木前辈 也是受到了兽族的围剿 最终是斩杀了 数百尊兽族的老祖 自行作画在冰雪长城之上了 五辈人族 即便是诞生出大地 却也是敌不过兽族的人多势众 但要是有这么多的先遇的话 届时 五辈人族只要同时出现五尊大地 局势就有可能逆转 五尊大地 便能平定天下兽族 这话 问道界内 就的确如此 毕竟兽族虽然无法诞生出大地 但是那些兽族的老祖宗 却是极为接近大地的存在 他们的存在 成为了整个问道界人族的巨大灾祸 若不是因为冰雪长城之上 聚集了历代大地的威能 让他们无法攻入其中 只怕北疆之中的人族 早就王族灭种了 毕竟 兽族的人在其他的各大域内 占据了数之不尽的资源 他们想要培养出强者的速度 287元元比人族要容易得多 而人族则是往往亲黄不接 强者多为千年或是万年之前所留下的先祖 如若那黄梅老道 看似不过才中年的模样 实际上 他已经受缘四千多岁了 求千川也同样是四千多岁的年纪 至于那两位有缺大地 就更不知道存在了多久 人族培养一个强者出现 实在是太难太难了 以至于是但凡有什么大事 就必须要人族的强者出山不可 毕竟下面的人实力又实在太弱 若不是这一次 有两尊有缺大地的出面 只怕也是难以解决 但是归去之后 二人的生机又是要削弱不少 在他们身上存在的量衰之节 只怕又要让他们许久 才能够恢复元气了 但是现在就不同了 眼看着如此之多的先祕出现 他们即便是凭借这些先祕 再度回归大地的实力 也不是不可能的 甚至于 他们完全可以借用这里的先祕 直接拥有足以镇压量衰之节的能力 逆天改命 让他们本就已经结束的寿源 强行延续下去 可以说 得到这先祕矿脉 对于所有人而言 都是一件极大的喜事 且不说得到先祕矿脉之后 能够帮助人族 突破不少的大地级别的强者 并且 他们二人更是有极大的好处 故此 此刻众人也是急忙开始收取 此地的先祕矿脉 此地的先祕矿脉 之所以能够遇到 还是多亏了楚凡小友的提点 即使如此 这里的先祕矿脉 应该是分给楚凡小友五成 此刻 那苏家的有缺大地苏寒 却是提议到 听闻此言 周遭的三人 却是没有任何的意见 不管怎么说 此行最大的功劳 应该是属于楚凡的 若不是楚凡提前告知二人 那血破宗的人 乃是奸细的话 只怕人族 将要在这里 折损不少的准地级别强者 并且 对于楚凡的人族圣体的身份 几人 也是有想要与之交好的目的在里面 楚凡听闻此言之后 却是缓缓摇头道 诸位 我也不过是说了几句话罢了 这算不上什么功劳 这里的先祕矿石 对于问道界的人族而言 是极为难得的资源 我怎么好意思 占据这么多呢 不管什么时候 楚凡都是一如既往的谦逊 他的这般模样 却是更叫苏家的老祖 与仇家的老祖心中喜爱不已 若不是因为 楚凡早已经说了 关于自己世尊的事情 只怕他们早就打算 将楚凡收为弟子了 即使如此 那小友便取之四成好了 人族圣体 修炼所需的灵气极为磅礴 取得这些仙玉 小友也能够早日成就大帝之资啊 此刻 仇家老祖却是开口说的 他素来是话语不多 不过 他一旦开口 就不会有人反对 但楚凡依旧是保持自己的态度 表示自己并不愿意占据太多的仙玉 最终 也是在几人的共同商议之下 楚凡这才勉强地 接受了三成的仙玉矿脉 虽然仙玉矿脉 延迷而去的深度并不算多 但是 经过开采之后 却也是有足足上一枚仙玉 这些仙玉 即便只是分给楚凡三成 也有足足三千余万枚 故此只是转眼之间 楚凡便拥有了 比他自那丹顶仙宗之内 带来的仙石数量 还要庞大的多的仙玉 不过 那苏家老祖苏涵所言 倒也并非虚假 楚凡要想突破到大地境界 所需要的灵气 的确是太过于磅礴 以至于 即便是他带来的那些仙石 只怕都不够他使用的 而现在得到的这些仙玉 倒是刚好弥补了空缺 待得收好了得到的仙玉之后 众人也是慢慢地 朝着这荒族巨人的体内 便越是发现 这荒族巨人体内的空间 竟然是变得越发的开阔 到了最后 竟然是豁然开朗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空间 呈现于众人的眼前 随之而来的 却是一片延绵开来的巨大的宫殿群 浮现于一片生机盎然的土地之上 这 在这荒族巨人的体内 竟然是有这样的一个秘境 此刻 黄梅老道看着眼前的这悠久无比的沧桑建筑 心中也是生出了振振的疑惑 四处并无鸟兽之类的生灵存在 但是 大地之上各种让它们无法辨别的灵芝仙草 却是长存于此 生机荡漾在这片浩瀚的土地之上 就仿若是这巨大的荒族体内 被人生生掏空之后 在此地建起了这浩瀚的宫殿群一般 众人此刻也是纷纷上前 打量着此地的诸多古老建筑 那古朴沧桑的气息 更是引起了囚家老祖的注意 这里的建筑 只怕早已经存在了亿万年之久 难道说 这里的存在 竟然是远比我们温道界内最古老的上古时代 还要悠久不成 整个温道界内能够追寻到的最古老的时代 便是上古时代 相当于是天玄世界的先古时代一般 这一点 楚凡早已经知晓 此刻 他却是点头道 想必诸位早已经知道了 在这温道界的上古时代之前 还存在着一个恢弘浩大的时代吧 众人纷纷是点头 与天玄世界不同的是 温道界内 对于那神话时代的事情 也是有过一些记载 只不过 他们对于这个时代 知晓得并不多 其实 在我们天玄世界 对于这个时代的称呼 乃是神话时代 神话时代 这是为何 因为 在这个时代之中 天地未曾分割 仙界与人界相互沟通 人仙之间 常有大战发生 故此 被称之为神话时代 关于这一点 楚凡也是经过了诸多典籍的记载 才得知其中的原因 在神话时代 天地未曾隔绝 传闻 神话时代之中 有一棵通天巨树 沟通了这天地之间的通道 其后 一位名为专虚的无上先帝 以一己之力 斩断了这棵巨树 通天绝壁 这才让仙界与人界分割开来 楚凡将这些历史 一点点的讲述给众人听闻之后 几人也是心中疑惑不已 毕竟此前 楚凡说过的话 都比较匪夷所思 尤其是对于江明的描述 更是让他们感觉到不可思议 此刻 听到这些话之后 众人也只是将信将疑 毕竟 不管怎么说 人族竟然曾经能够与仙人争斗 逆天性 这样的事情 实在是有些难以置信的 若是我没有记 把前兆 错的话 那棵巨树 应该是名为贱墓 此刻 楚凡也是认真地说道 随后 楚凡也是一一讲述了许多 关于神话时代的故事 一如那时日横空 一如那大逸社日的故事 也都是被其一点点地讲述了出来 几人也都是见多识广之辈 此刻听到这些故事 心中却是更加的迷惑了起来 天梯 竟然是一棵参天巨树 曾经的天庭 居然是由一个名为妖族的族群统治 还诞生出了十颗太阳 太阳居然是一种名为金屋的三族黑鸟 一 一时之间 在场的几人 也都是纷纷陷入了疑惑之中 他们倒也不愿意去质疑楚凡 但是 楚凡描述的这些 实在是超乎了他们所有人的想象 楚凡小友 这些事情 你可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的吗 这个时候 苏家的老祖也是疑惑地询问道 楚凡此刻也是摇摇头 直言道 这些事情 在下也没有证据可以证明 不过 在天旋世界 却是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些 不少的遗迹 秘境之中 都有关于神话时代的古籍 或者是古迹 听到这些话 几人也是将信将疑 问到界内 即便是再怎么知晓古老时候事情的先辈 都没有流传下来过任何关于这些描述的典籍 最多的 也只是关于那盘古开天 女娲造人之类的事情 至于神话时代的许多神秘的事情 他们却是更不知道了 而这 还是因为产教 本就是传承自盘古大神的原因 所以 产教才会留下 关于盘古大神的故事 就连女娲造人的故事 也都流传得少之又少 故此 他们虽然是知道 在这问道界的上古时代之前 的确是有一个神秘莫测的古老时代 但是 他们并不287知道这个时代 名为神话时代 且关于神话时代的大部分事情 对于他们而言 都是一个巨大的隐秘 尤其是那神话时代的古老天庭 居然是由妖族所掌控 倒也不是这问道界内没有妖族 只是因为问道界内的妖族 并不算是一个强大的族群 古老的血脉流传下来的并不算多 故此 大部分的妖族 都被当作是某个独特的族群 或者是一些古族罢了 其实 妖族之人 只要是拥有着传承记忆的非人族群 都能够算作是妖族 不外乎山精野怪 也不外乎走青鸟兽之类的存在 只要是拥有着传承记忆的那些族群 都能够算是妖族之人 但是 问道界内因为兽族的存在 导致了这些族群 其实并不算是十分的兴旺 故此 问道界的人族 甚至于不知道有妖族的存在 而问道界的妖族 也是为了躲避这兽族的侵害 各自躲避了起来 这么多年以来 也未曾凝聚起一个较为强大的力量罢了 众人此刻心中怀着疑惑 也是慢慢地朝着这一迹之中走去 只是走了没有多久 众人便是发现了这里的大部分建筑 早已经是人去楼空 虽然是有一些建筑之内 曾经有人存在过的痕迹 但也是因为时代太过于久远 而渐渐的无法分辨了 也正是这个时候 众人忽然是发现了一幅古老的壁画 出现在了一处大殿之外 你们快看 这是什么 黄梅老道忽然之间指着一个壁画 开口说道 在这壁画之上 只见到了许许多多的非人族群 正在与一个极为特殊的族群 进行着浩大的战斗 之所以说是特殊 是因为这个族群 看起来与人相似 但是 几乎每一个人 都有着如若小山一般巨大的身躯 且 这些族群看起来似乎是力量巨大 浑身的肉体 都有着极为爆炸性力量的肌肉 这些族群看起来十分的强大 所过之处 无不是地动山摇 便是山河 也因为他的脚步踏过 而被震碎了一片又一片 这样恐怖无比的族群 倒是让他们想起了 在这荒族巨人 楚凡 你刚才不是说 在这世间 存在着某个名为荒族的族群吗 你看这壁画之上所描绘的 不就是这荒族吗 听闻此言 楚凡也是定睛仔细地看去 但是 他越是看 就越是觉得哪里不对劲 不对 看 这些人 不是荒族的人 楚凡摇了摇头 他忽然想起来 师尊曾经说过的某个族群 这个族群的人 虽然是天生有缺 自生来便没有元神 无法使用神通法器 但是这个族群的人 几乎每一个人 都力大无穷 并且他们更是拥有着一个极为神秘的来历 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 这些人应该是来自于神话时代的巫族 听到巫族二字 忽然之间 那苏家的老祖与黄梅老道 纷纷是愣住了 先祖大人 这 这些真的是巫族吗 此刻 黄梅老道也是迟疑了 毕竟 在他们铲教的古籍之中 的确是有对于巫族的记载 是了 是了 这些人 是巫族之人 此刻 苏家的老祖苏涵 也是指着这壁画上面的巨人们 惊讶地说道 巫族之人 天生没有元神 无法使用任何的神通与法器 你们看 这壁画之上的巨人们 根本就没有一个人 使用神通或是法器 即便是上天入地 他们也是借用这些异兽 或者是自己生长出的双翼 此刻 众人终于是明白了过来 这壁画之上的 竟然是巫族 传闻 盘古大神的元神 仪器化三清 化作了三尊无上先尊 乃是太上 元始 通天三位先尊 而元始天尊 则是我们产教的历教先祖 苏涵一字一句地说道 显然 这对于他而言 也是极为古老的故事了 他的眼眸之间 似乎是看穿了这万古岁月一般 充满了沧桑的意味 不过 与我们产教 同样是称之为盘古正宗的 还有一个族群 这个族群 便是由盘古大神的精血 所化的巫族之人 是也 这番描述 更是与楚凡听闻的一般无二 难怪 难怪我天旋事件 没有任何关于这巫族的记载 原来 都在这里 楚凡此刻心中也是颇为惊讶 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 这些与巫族争斗的非人族群 则是妖族的人了 昔年 巫妖之人发现 吞噬妖族血肉元神 可以提升自身修为 故此事与以妖族为血食 其后 妖族之人 更是与巫族进行了一次次的大战 最终 是打得天崩地裂 日月昏溃 乃至于是天地之间 一片灾祸延绵 楚凡将那曾经在江明的口中听闻的故事 一一地讲述了出来 忽然 在那壁画的顶端 一个让他无比熟悉的画面 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 那 那是三族神鸟 这个时候 众人惊讶地发现 在那万腰之上 竟是有一只浑身释放着神火的三族神鸟 楚凡所描述的 那种种的关于神话时代的故事 竟然是在此刻 出现在了这壁画之上 一时之间 在场的几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也都是心中泛起了浓浓的震撼之意 这 楚凡小友 难道你说的 都是真的不成 原本是对于楚凡所言 根本就觉得难以置信的几人 此刻也是发现了 楚凡曾经说过的话 如今竟然是在这壁画之上 不断地浮现 那些关于神话时代的种种事迹 竟然是一一地与楚凡所言的契合 此前 在下已经说过了 这些事情 诸位相信也可以 不相信也罢 总而言之 这都是事实 不可否认的事实 楚凡看向眼前的这壁画 心中也是充满了阵阵的悸动 师尊所言的那些过往 如今竟然是在另外一个世界 发现了 若是如此 那这个世界之中 说不定还有更多的 关于师尊的故事 此刻 楚凡的心中 也是无比的喜悦 仔细地看向 那壁画之上所描述的种种 不过 也正是与此同时 在这遗迹的深处 一个神秘的存在 正是在缓缓地睁开双眼 那是一个大殿之中 这个大殿看起来破败不堪 因为年代的久远 已经是几乎毁坏了 但是 在大殿的中央 却是摆放着一个 看起来十分阴森的棺木 在这棺木之上 陡然间攀上了一只 犹如干枯的尸体一般的手掌 只见到自那棺木之中 缓缓地爬出了一个人影 嗨嗨 想不到老夫在此地 被困了如此之久 却是被一些下届的小子 打开了通道 姐姐 既然如此 老夫也正好汲取 这几个小子的生机 恢复些许的修为吧 说吧这话 他这才自棺木之中做起 只是 他做起之后 他的那副圣人的模样 却是给了此地的破败 平添了几分阴望 其双目凹陷 整个脸庞面色全无 一片乌黑 双眼之中的两颗 孤溜溜的大眼珠子之中 充斥着浑浊的黄色 其周身犹如枯骨 阵阵弥漫开来的鬼气 不断地自其身躯之上 涌现而出 更为诡异的是 此人的身后 竟然是背着一个人 只是 其身后的那人 却是双目紧闭 气息全无 完全就是一具尸体罢了 但偏偏 这尸体的模样 却更为接近人 因为 这尸体的模样 看起来极为完好 不光是面色红润 且带着几分潮红的气色 并且 这尸体的模样 还极为年轻 不过是十七八岁的少年模样 这样的一个宛若枯骨一般的活人 和这宛若活人的尸体的组合 实在是太过于诡异 此刻 还不等楚凡等人再继续看下去 却是见到了自不远处 一只巨大的手掌 忽然自那遥远的天边 轰然降落 轰隆 随着一阵巨响过后 旋即荡漾开来的 便是一阵阵阴森无比的黑气 那黑气之中 仿若是有万鬼哭嚎 阵阵无比凶杀的气息 不断地自其中传来 此刻 求家老祖先是一愣 旋即更是大惊失色 这 这是何方鬼羞 竟有如此恐怖的 至阴至邪之气 求家老祖也是魔道之修 只不过 他们修炼也不过是讲究随心所欲 并不在乎一些较为残忍的手段 提魂炼破 也是常有的事情 但是 他们往往炼制的 乃是兽族的魂魄 毕竟每一次的兽巢 都会诞生大量的尸骨 与死亡的魂魄 人族之中的魔道 往往并不会对自己的人族下手 故此 魔道的存在 并没有那么的让人讨厌 相反 因为魔道的手段 往往犀利无比 反而是受到了人族的重视 不少的魔道中人 也是担负着护卫人族的重任 一致对外 但很明显的是 眼前的这个鬼羞 他所聚集的 这恐怖的鬼气之中 不乏人族的生魂蕴含其中 这一点 更是让众人心头一惊 姐姐 老夫在此等候多年 终于等到了诸位 今日 还请诸位借给老夫一件东西 帮老夫脱离困境才是 此间 那看起来无比诡异的老者 也是随着黑气踏出 灵球鲜花 他的身后悬浮着那木棺 身后背负的神秘师身 也是让几人为之一惊 这 这到底是什么人 裘千川 你可有印象 裘千川掌管魔道诸多事宜 自然是知晓人族之内的魔道 有多少门派 但是 不管他如何搜长瓜度的思索 却都从未想到 有这样的一个魔道宗门存在 不 我北疆人族之中 绝无这样的宗门存在 听闻他的话音一落 黄眉老道也是皱了皱眉头 玄机开口询问道 不知道前辈 所要的是什么东西 那老者发出了一种 近乎是让人难以忍受的刺耳奸笑 灵 玄机 更是直言道 老夫要的是如等的性命 只听闻话音一落 玄机 那天穷之上汇聚而出的漆黑手掌 此刻也是垂落了下来 众人眼中一惊 也都是纷纷的退让开来 轰隆隆 又是一声巨响过后 却是见到了 那原本是平坦的侵蚀地面 竟然是因为那黑气之中 所蕴含的腐蚀气息 而不断的陷落 众人见状 也都是纷纷一愣 玄机更是满头的大汉 如此恐怖的鬼羞 怎么会出现这里 这个秘境之中 存在的任何事物都极为神秘 难道说 这个鬼羞 乃是上古时候的存在 此刻 苏家老祖也是仔细地打量着 这老者身上的衣物 以及他身后的棺木 从那棺木 以及这些衣物的气息之中 却是发现了这些东西 竟然是已经存在了许久 乃至于是有万年以上的东西了 隐隐之间 一种沉重的岁月感 自其中蔓延而出 这是唯有存在了数万年以上的存在 才会拥有的气息 再进一步的话 就会浮现出 那传闻之中的岁月气息 难道说 他是一尊有缺大帝 此刻 苏涵也是疑惑地说道 但是 听闻此言之后 那老头却是冷笑不止 有缺大帝 如等凡人 还真的是喜欢猜测啊 凡人 他 他到底是什么来历 听闻此言 几人也是心中惊讶不已 不过 与此同时 丹保飞连 却又一次地传递 而来一种极为恐慌的情绪 主人 快逃 绝对不要回头 立刻逃离此地 听到了丹保飞连的传音 楚凡也是微微一愣 玄机立刻是询问道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你快点说来 这 这竟然是那失魂宗的人 随着飞连那带着些许颤抖的声音 不断地讲述 楚凡也终于是明白了 到底失魂宗 是个什么样的存在了 要是说 荒族是能够吞噬未免 以至于是 最后毁灭一方世界的族群的话 那么失魂宗的人 则是某个更为神秘的存在 他们素来不常在人303们的眼前浮现 但是只要有强大的尸体存在的地方 就一定会有着失魂宗的人存在 他们往往是拥有着 能够开启地府之门 引魂入体 抽魂取魄的能力 几乎每一个失魂宗的人 都有一个极为独特的特点 那就是在他的身后 永远都背负着一个年轻的肉体 更为特殊的是 失魂宗的人 若是当自身的肉体 随着岁月的漫长洗礼 渐渐的被量衰之节所腐坏的时候 他们就会将魂魄 转移到身后的肉体之中 旋即 在四处寻觅合适的肉体 重新背负在身后 以此 他们能够做到存活亿万万年之久 毕竟 哪怕是仙人 也会有各种灾祸劫难 根据非联的描述 即便是成就仙人之后 却并不是能够得到真正的长生 因为一旦走上仙路 就是一条逆天而行的大道 在这条道路上 会有数之不尽的灾祸降临 量衰之节毁灭肉身 仅仅只是最初的开始 其后 还有数之不尽的灾祸会一步步的降临 直到彻底的磨灭这个人的存在 好在仙人往往是有各种的手段 可以抵挡这些灾祸 得以长存时间 故此是得到看似的永生 而失魄宗的人 他们的办法就是不断的换取肉身 但是 不管是任何一个人 一旦是夺赦太多次数的话 一定会因为融合了太多的元神灵魂 疯疯癫癫 乃至于最后是走火入魔 所以夺赦这条道路 很少有人会去走 但是偏偏这失魄宗的人 不知道是用了什么手段 他们夺赦之后 根本就没有这么多的后遗症 甚至于 每一次的夺赦之后 更换了年轻肉体的他们 甚至于会变得更加的强大 而失魄宗的人 最为广为人知的 就是关于他们的宗门制度 划分门内弟子等级的象征 也就是他们随时待在身边的那座棺材 最低级的弟子 乃是木棺 而网上有铁棺 铜棺 银棺 金棺 七彩琉璃棺不等 每一个失魄宗弟子的棺木 都有着极为严厉的等级划分 但是 即便是最低级的木棺 那也是真仙境的弟子 换句话说 眼前的这个家伙 就是一个真正的 真仙境的强者 此刻 楚凡听到了这样的描述之后 也是心中大惊不已 他没有想到的是 自己竟然是遇到了一个 来自于那仙界的宗门 并且 这还是一个最为神秘的仙界宗门 对方的实力 更是远远的超出了在场的所有人 一时之间 楚凡也是立刻与众人说道 诸位 你们先行逃离此地 此人的实力 绝对不是我们所能够抵挡的 听到这话 几人却是摇头 小友 我等乃是前辈 岂有先逃得到脸 今日 老夫便叫这个家伙 见识见识老夫的天魔大法 此间 那仇家的老祖 也是口中念动真言 玄吉 自其身后 也是浮下出一个浩大的虚影 道道神魔气息 不断地自其身躯之上 涌现而出 他那有缺大地的实力 此刻 也是显露无遗 杰杰 不过是一道神魔虚影罢了 也敢在老夫的面前摆弄 真是找死 但听闻他冷笑一声 玄吉 却是抬手一挥 却见到在其身后的 道道黑气之中 涌现出了一个 阴森恐怖的鬼爪 朝着那仇家老祖身后的 神魔虚影 轻轻地抓了过去 扑吃 只是一瞬之间 那仇家老祖背后的虚影 竟是被其直接抓破 那原本看起来是 强大无比的神魔虚影 甚至于没有任何抵抗的能力 仅仅只是一瞬之间 便被其直接捏爆 那无比恐怖的实力 更是让仇家老祖 瞬间受到了反噬 一口鲜血 便是陡然间喷涌而出 他目瞪口呆地 盯着眼前的这个老者 眼中满是惊骇 诸位 此人乃是真仙境 我们根本无力抵挡 真仙境 听闻此言 几个人也是心中惊讶不已 他们原本以为 对方的实力 最多也就是 有缺大地级别 再多一点 也最多是大地级别罢了 但是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的是 这个神秘的老头 竟然是真仙境的强者 小子 你能看透老夫的修为 随着楚凡的话音一落 那原本是对楚凡 并不在意的老头 忽然是将注意力 转移到了楚凡的身上 是又怎么样 此刻 楚凡也是立刻运转了 体内的肾体血脉 旋即 那立直法子的道文 也是瞬间覆盖了 他浑身上下 眼看着立直法则的涌现 你老头也是瞬间一愣 四大之尊法则之一 得立直四 四法则 还有这浑厚的气血 这犹如滔天气浪一般的 浑厚气息 你 你是人族圣体 老头显然是认出了 楚凡的身份 一时之间 眼中更是掠过了一抹惶恐 仿若是在那遥远的过去 人族圣体的存在 即便是真仙境的强者 也要为之忌惮不已 此刻 楚凡也是乘着他愣神的功夫 立刻捏碎了一个传送的符传 几人立刻便是传送到了 那出口的地方 旋即 没有过多的言语 众人也是立刻朝着 外界逃去 只不过是转眼之间 几人 就逃到了外界 此刻 楚凡深刻的知晓 那老头 显然是对自己 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楚凡小友 我们现在立刻逃亡冰雪长城之内 以那大地威压 或许还有一线生计 此刻 慌忙逃出的几人 也是想到了 目前唯一的办法 然而 还不等他们做出 下一步的行动的时候 却是见到了一股黑气 从天而降 一个背负着少年尸体的老者 却是缓步的自不远处走来 蝼蚁便是蝼蚁 纵然是想要逃离 却也要看看 如等有没有这个机会 但听闻他话音一落 却是抬手一挥 那黑气所化作的鬼肘 立刻便将楚凡 捏在了手中 生生地朝着他的身边 拖了过去 人族圣体 果然是人族圣体 哈哈 想不到这不朽圣体 竟然是被老夫所得到 纵然是门内的那几个老家伙 当初费尽了心思 却也无法做到的事情 如今竟然是被老夫做到了 但听闻他狂喜不已的 大笑了几声之后 却是漠然地扫尸了 一番不远处的几人 冷冷地说道 至于如等 今日老夫心情甚好 便留如等性命 节俭 二时 随着他冷笑一番之后 却是抬手一挥 转眼 一个巨大的空间裂缝 便浮现于此 下一秒钟 他便踏足离去 再没有了任何的踪迹 而楚凡因为对方 那强大的威压 竟然是被困在那黑气之中 动弹不得 带得二人通过了空间通道 来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之后 楚凡的心中 更是疑惑不已 此地的灵气极为浓郁 乃是一处神秘的山谷之中 四周充裕的灵脉 更是让那老头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终于从那该死的 荒族体内逃走了 哼 当初的那几个老家伙 不知道死了没有 若是等到老夫更换了 这人族圣体的身躯之后 定要报仇血恨 此间 他的眼眸之间 涌现出了丝丝的恨意 更是满目的争鸣之色 也不知道在他的身上 发生了什么 竟然是被困在了 那荒族的体内 不知道多久的岁月 此刻 楚凡的心中 也是颇为交集 这神秘的老者实力 实在是太过于强横 自己在他的手中 竟然是毫无还手之力 正当楚凡 不知道如何脱困的时候 在楚凡的脑海之中 却是想起了熟悉的声音 主人 接下来我授予你一套神通 你速速运转 或许有脱离此地的可能 听闻此言 楚凡 也是立刻让其道来 不多时 楚凡便是面色 渐渐的古怪了起来 倒也不是因为别的 只是这道法神通 竟然是那铲教的神通 鼎鼎有名的玉须神雷 这 这不是玉须神雷吗 你怎么会这个 听到这话 丹宝也是尴尬的笑道 主人 我被困在那丹炉之中多年 只有不少的道法神通功 这一族根本就无法施展 但是 这的确是完整的玉须神雷口诀 至于那个苏寒老头子的玉须神雷 只怕 还是阉割版的 听他的描述 似乎如今的铲教所流传的玉须神雷 还并不是真正的玉须神雷 但是 此刻情急之下 楚凡也来不及想那么多了 当即 便是运转了口诀 开始换动真言 随着楚凡的不断念动 出天之上 竟然是陡然间发生巨变 只见到那天穷陡然之间 裂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 煞时间 阵阵翻滚涌动的混沌神雷 自其中不断的涌现 那一道道恐怖无比的神雷波动之下 更是让那老头瞬间一愣 下一秒钟 他也是立刻发现了 换动神雷的人正是楚凡 但是 还不等他做出反应 楚凡已经是换动了神雷 疯狂地朝着自己的周身轰击了下来 黄黄天雷 为我所以 玉须神雷 诸邪除恶 随着楚凡的一声力喝 旋即 却是见到了那九天之外的玉外神雷 竟然是疯狂地朝着此地轰击下来 下一秒钟 那原本是拥有着极为恐怖的压迫力的黑气 此刻竟然是不断地冒着青烟 开始飘散开来 玉须神雷 小子 你竟还是那铲叫的弟子 此刻 老头瞬间是眼中掠过了一抹杀机 但是 那神雷轰击下来 似乎是对于他有巨大的威胁一般 虽然他此刻想要 直接对楚凡出手制止 但是 似乎他在忌惮着什么一般的 不敢对楚凡直接动手 所以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神雷将黑气不断地轰散 主人有所不知 他要是想要夺射主人的身躯 就一定要保持主人的肉身完整 并且灵魂没有受损 话句话说 他根本不敢伤及主人半分 听到了丹宝的话 楚凡瞬间是胆子大了起来 更是不断地患动着神雷轰击下来 似乎 那失魂宗的人 之所以能够夺射 不受到限制 大概是因为 在夺射之前 要对夺射的对象进行一些特殊的手办 但是要做到这些 就必须保证楚凡的肉身 以及灵魂的完整 所以 当下 他也是不敢伤及楚凡半分 虽然他是真仙境的实力 303 但是他要想在不伤及楚凡的情况之下 囚禁住楚凡 就只能利用那黑气的威压 压制住楚凡罢罢了 但是 此刻那恐怖的黑气 正好被这玉须神雷所克制 以至于 是对方一时之间 无计可施了起来 只用了不到片刻的功夫 楚凡便从那黑气的囚禁之中 逃了出来 眼看着楚凡从中逃逸 那老者也是面色极为阴冷地看着楚凡 冷冷地喝道 小子 你真的以为 老夫不敢杀你吗 此刻 他的眼眸之间 已经是多出了几分杀意 虽然他是要留下楚凡的身躯完整 不能伤及他半分 但是 此刻的他 要想留住楚凡 就不能光凭借压制了 罢了 老夫便先断你一手一脚 再慢慢地帮你养伤 说吧 此刻他也是毫不犹豫地 朝着楚凡抬手一挥 那黑气所化的鬼爪 再一次地朝着楚凡袭来 并且这一次 对方的攻势 显然是远比之前要认真了许多 看来 楚凡正脱了束缚 已经是彻底地激怒了这个老家伙 不过 既然已经脱离了束缚 楚凡也不会坐以待毙 开天气任 此刻 楚凡抬手一挥 那赤色的长剑顿时浮现出 下一秒钟 他也是毫不犹豫地 动用了自己目前最为强大的杀招 轰隆隆 轰隆隆隆隆着那盘古虚影的浮现 在楚凡的身后 一道无比恐怖的气刃席卷而来 只是瞬间 便将那鬼爪横生斩断 老者见状 顿时是目中掠过了思思的惊讶 开天四世 小子 你竟然还得到了盘古传承 只是一瞬间 对方的双眸便是彻底的煞红 那是一种赤裸裸的极度之色 没有半点的掩饰 他那满脸的贪婪 顿时是显露无遗 想不到 想不到西年被那诸多仙宗征来夺去的盘古传承 竟然是落在了你小子的手上 真是想不到 你竟有如此气韵 小子 今日你定要被老夫所亲 说吧 他更是瞬间变得极为认真 那被斩断的鬼爪 也是瞬间凝聚而出 并且 自虚空之上 一个巨大的域外天魔 顿时是浮现而出 滚滚而来的神魔气息 远比此前更为恐怖的气息 顿时是压得楚凡 几乎抬不起来头 这老家伙 竟然一直没有动用多少的实力 只是转眼之间 这老头所施展出来的手段 就已经超出了方才的数以千倍的程度 此前的他 简直就像是漫不经心的随意出手 而现在 他所使用的手段 才是他真正的实力 朕 随着他的话音一落 自其身后悬浮的那座骨官 此刻也是 立刻朝着楚凡镇压了下来 没有丝毫的意外 楚凡瞬间被那骨官关在了其中 煞时间 一种莫大的威压 顿时是让楚凡动弹不得 骨官之中 一种莫大的威机感 瞬间袭上了楚凡的心头 这是什么法器 竟然能够将我瞬间镇压 楚凡此刻也是心中震撼不已 这个老家伙的实力 实在是太恐怖了一点 自己在对方的手里 简直就好像是一个无力的鸡仔一般的 任由对方的揉捏 眼看着自己被关了起来 并且是毫无力气逃离 楚凡终于是感觉到了一种莫大的无力感传来 而与此同时 在那遥远的天玄世界 江明的眼中却也是掠过了丝丝的怒意 哼 一个小小的真仙境 竟然也敢镇压老夫的弟子 正当江明准备是横跨星河 直接来到这问道界的时候 忽然 他的面色之上却又是浮现出了一丝亚意 再然后 他却是没有了动静 此刻 在棺木之中无法动弹的楚凡 却是忽然听到了 拉丹堡的话音 主人莫慌 我还有个办法 能够帮主人脱困 丹堡的鬼点子 实在太多了一点 楚凡一时之间 也是立刻询问他 不过 戴德知道了对方的目的之后 楚凡也是面色有些尴尬 果真要如此 这样做的话 岂不是要两败俱伤 丹堡非连此刻也是急忙解释道 放心主人 若是真的有危险 先死的也是那个老家伙 哼 要是不豁出去 怎么能够逃命 不得不说 这丹堡的点子的确是多 但是 楚凡也对于他的计谋 担忧不已 因为 丹堡的提议 是让楚凡 立刻突破到准地境界 而且 因为楚凡的人族圣体 为天地所不容 一旦楚凡突破修为 势必会引来浩劫 到时候 如果那老头 不逃离劫难发生之地 就会被卷入劫阀之中 任何一个人 如果在渡劫的时候 周围有其他的修士的话 那么这劫阀 就会成几何倍数的提升 甚至于 会直接引动那冥冥之中的 大道降下劫阀 都是极有可能的事情 那个失魂宗的人 乃是真先进的修士 如果是他不逃离此地 就会将这劫阀的危险程度 直接提升到真先进的级别 如果他逃离此地 楚凡也能够借用劫阀的力量 破开这法器 直接逃离 这就是担保飞联的提议 这个提议 可以说是极为危险 但也是有着极大的可能 能够逃离这老者的囚禁 楚凡只是略微思考之后 便是决定 立刻开始突破修为 实际上 此前的楚凡 就已经是达到了 能够突破修为的瓶颈了 之所以一直不突破 只是因为楚凡还没有做好 应对这劫阀的准备 毕竟 此前的几次 虽然是因为在非仙岛屿之中 天地未曾被引动劫阀 但是 在这问道界内 他就一定会引动这劫阀 楚凡的打算 是在那非仙岛屿之中 突破境界的 但是现在 他却是没有选择了 不得已之下 楚凡只能是立刻开始炼化仙玉 开始进行突破修为的准备 而与此同时 在这棺木之外 老者此刻 也是在以莫大的法令 开始构建起一个巨大的法阵 这个神秘的法则 弥漫出阵阵无比玄傲的气息 其中 有数之不尽的神魔之力荡漾其中 他的表情肃穆 显然是在进行着夺舍的准备 一旦他布置完成了法阵 很有可能 楚凡就会被其夺取肉身了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整个问道界内 竟然是响彻天地 一片浩大无比的震动 仿若是毁天灭地一般 整个问道界 竟然是在此刻 发生了一阵无比恐怖的震动 轰隆 轰隆 轰隆隆 巨响不断地传来 好的好 以至于是那老者 此刻也是目光凝重了起来 这小子 居然引动了截法 他猛然抬头 却是见到了一个巨大的空间裂缝 煞事间浮现于他的眼前 一个不可名状的庞然大物 陡然间浮现于那空间裂缝之中 像是冥冥之中存在的无上大道一般 那席卷开来的浩瀚 即便是他 也感受到了一种莫大的威压 此刻 他也十分地清楚 若是自己离开此地 那么楚凡就有了逃跑的机会运 若是他不走的话 那么这劫法 就会因为他的原因 而直接提升到恐怖的真仙境的威力 人族圣体被天地所不容 这劫法的威力 简直就有些离谱 此刻 他的眼中更是闪烁不断 似乎是在不断地挣扎 逃 还是不逃 第161章 亮衰之劫降临 江明的担忧 因为楚凡突破境界所引来的劫法 煞时间出乎了那枯骨老者的预料 纵然 他也是曾经见识过不少的人族强者 那些天赋纵横的天骄 每一个都是出乎世人预料的存在 就即便是同样为天地所不容的存在 他也并非没有见识过 但是唯独楚凡的劫法 远远地超出了他的想象 这小子的人族圣体 自那个黑暗动乱之前 就已经是名震天下 若是现在放弃 岂不是可惜 枯骨老人的心中掠过了一抹决然 西年的神话时代 曾经诞生过无数的人族强者 尤其是那十大圣体 更是鼎立于天地之间的无上存在 不可否认的 不朽圣体 更是十大圣体当中堪称逆天的存在 若是他能夺射了楚凡的肉身 自此之后 纵然是寻觅踏足先王的契机 也并不是不可能了 想不到老夫 竟然是为了一个下界的小子 要动用此术 罢了 今日便帮你度过此劫 待得你度劫完成之时 便是你之计 枯骨老者说罢这303话 却是狠狠地抬手一拍棺木 只见到那棺木 瞬间将其笼罩其中 只是转眼的功夫 从那棺木之中 竟然是踏出一个紫色瞳孔的邪魅少年 若是仔细地看的话 就能发现 这紫色瞳孔的邪魅少年 正是他背负在身后的那具年轻的尸体 此刻 那少年握了握双手 依旧是露出了那副邪魅的目光 冷冷地笑道 这具紫童神体 乃是西年老夫耗费了数十万年的苦等 从那先虚之中盗取而来 今日却是不得不提前夺赦 恢复老夫西年的巅峰状态了 只听闻他说罢这话 却是见到他的浑身上下 陡然之间涌现出了一股 无比恐怖的气息 那股气息 甚至于是生生地冲破了天穷 将这浩瀚的穷雨 直接撕裂开来 与此同时 天外那不可名状的波动 终于是开始了 降下劫伐的第一步 嗡嗡 阵阵天鹰好动 旋即出现的 却是一条漆黑的大道锁链 那漫长的大道锁链 依附着一股 开 那恐怖无比的温度 便是瞬间将整个虚空都瞬间点燃 煞时间 烈焰滔天 然而那恐怖无比的大道 锁链落在了少年的手臂之上 却是对其没有丝毫的损伤 他那浑身上下 蕴含着一股奇异的紫色光芒 仿若是能够隔绝万法一般 西年的仙界之内 曾经明镇一方的子童神体 号称是引入子气东来 融入躯体之内 不光是浑身的防御能力 仅此于那玄黄二气 更为恐怖的是 其一双子童之中更是蕴含着无上的魔能 只是随着少年的驱动之下 自其双眸之间涌现的紫芒 更是瞬间弥漫开来 一时间掩盖了整个天地 将那无比恐怖的火之大道锁链 顷刻间腐蚀成了一片残渣 此刻 正是在突破修为 准备踏足准地境界的楚凡 见到此幕 心中也是惊讶不已 那大道锁链 乃是真正的大道法则所化 可即便是如此 在真仙境的手下 即便是大道锁链 都无法对其产生任何的危害 楚凡依旧还记得 西年师尊江明复生的时候 三千大道锁链 为其师尊拉关前行 虚空之上 甚至于碾压了一整片星河 纵然是那有缺大地 在这大道锁链的威压之下 都忍不住想要跪拜 可见大道锁链的强横 只是 如今这真仙境的强者 竟然能够硬抗大道锁链的威能 甚至于是一招之内 将这大道锁链瞬间腐蚀 那子童之中的玄傲 更是让他感觉到邪魅非凡 此刻虽然老者召回了自己的棺木 让楚凡脱离了困境 但是 即便是脱离了被棺木囚禁的危机 楚凡也是心中担忧无比 实际上 就即便是脱离了棺木的囚禁 此刻楚凡想要逃走 也是根本就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现在 也只能寄托希望于这劫法 能够重伤这个老家伙 楚凡见到他替换了肉身之后 整体的气息 更是远比此前要强横了 不知道多少 也是在不断做着打算 天旋世界之内 江明的目光同样是洞穿了万界 看向此地 心中泛起了丝丝的惊讶 立之法则为三千大道所不容 西年盘古开天辟地 以立开天 以至于是代表了三千大道法则的三千大道魔神 阻拦其开天 即便是三千大道魔神 如今不复存在 却依旧是会阻拦拥有立之法则的人成道 看来 楚凡日后的道路 道足且长啊 江明的心中 虽然早就想要出手帮助楚凡躲过此劫 但是若是他不放手 让楚凡自己成长的话 其注定不会有太大的成就 故此 此刻的江明也仅仅只是静观其变 不过 因为那真先进的狮魂宗的人存在 天外的劫难 此刻却也开始了更为恐怖的孕育 那不可名状的浩瀚存在之中 掠过了一丝丝悬黑色的雷霆 当那一抹雷霆掠过的时候 明显 那狮魂宗的人 眉目之间掠过了一丝惊讶 这 这竟是引动了量衰之简 三千大道 每一个大道都能够引动一种量衰之节 并且 对付那大地的天人五衰之节 也不过是最低级的量衰之节 若是不断地往上 这些量衰之节的威能 甚至于拥有着 覆灭先王级强者的恐怖威能 就即便是修为达到了先尊敬 那无比恐怖的三千量衰之节 也会犹如西年的盘古大神 开天辟地之时 所降下的无量灾祸一般 不断地毁灭着这个人的存在 要知道 量衰之节毁灭的 可是一个人的根本 甚至于连这个人的存在 都能够轻易地抹去 西年的盘古大神 乃是在关键时刻 领悟了那举世无敌之意 终于是突破到了大道径的无上强者 如若不然 就即便是他 也要陨落在这三千量衰之节之下 而这悬黑色的雷霆 每一道都代表着一条量衰之节